吴管事走后,林如玉派人去常州与沈哥的头号小弟沈良勇会合,调查顾家给顾警改声称八字的事。云娟不解,姑娘为何不让吴管事查呢?吴管事确实与食量很熟,她查起来或许更快,但林如玉有自己的考量,这不是林家商号管事该做的事,不可混为一谈。 除了沈良勇,林如玉还想到一个人嫁去常州的树出的三姑母。 带母亲回来后,林如玉问起三姑母林慧莲,女儿没见过三姑母,不知可否请她帮忙。 不可,房氏极为干脆,有些陈年旧事,本不该告诉你,但过年后咱们要去常州,你提前知道也好有所防备。 娘与你爹成亲时,你二舅过来送嫁,你三姑相中了你二舅,差点把你二舅算计了。 你祖父为此十分恼怒,将她远嫁常州。 林如玉惊了,那会儿我二舅已经成亲了吧? 房氏反问,你二舅不成亲,娘能出嫁? 林如玉,所以,她三姑算计她二舅,就是为了去房家做妾。 你三姑心里是记恨你祖父的,所以你祖父过世后,她都没回来奔丧。 房氏不愿多提林三姑,转而说起卢家的事,若顾景真是改了八字的,咱们就想办法把此事告知卢道良。 他们两家的亲事,自然就黄了。 两家亲事黄了,卢姑娘就不会死在洞房竹夜,卢道良也就不会图了顾家满门,也就能亲自出海,去迎林如玉的父亲归来。 林如玉站在忙碌了一日的母亲身后,为她揉捏肩膀放松,女儿就是这么打算的。 女儿让人查过,卢姑娘十二岁以后就断了药剂,虽还是很少出门,但行走坐卧皆如常人,只是看着瘦弱了些。 按理来说,应该不会突然暴毙。 打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能调理的与正常人差不多,已是菩萨保佑了。 说起菩萨,房氏便想起来修庙语的事,明年开春,娘打算故宫将重建乌沙镇的观音庙。 好连寨外的观音庙也要修善,为菩萨重塑精身。 两座庙修好后请僧人入庙,为菩萨供奉香火,洒扫庭院。 你的院子明年开春也要重建,娇娇想见什么样的。 明年父亲归来,林如玉就不能再住在母亲这里了。 提到新居,林如玉墨黑的眸子闪着亮光,女儿想要窗户大一些的,靠窗摆一张舒适的长榻。 阳光好时,我就躺在榻上晒太阳,看账本,与母亲和二妹闲聊。 好,房氏见女儿提起房舍满是开心,便知她从噩梦中走了出来,也很是高兴,可在榻上置一张摆放茶具和笔墨的小桌。 林如玉继续畅想,再在窗台上摆几盆草,这样女儿就能闻着香晒太阳,吃茶,看账本。 房氏笑了,除了看账本,你还有一件事,呆坐了窗前阳光好,正可做嫁衣。 娘和你二婶已给你选好了衣料,等你积积后就开始做嫁衣。 好,林如玉爽快硬了。 女工是大厦女子的必修课,虽然林如玉多年不拿针线,已经有些生疏了,但重新捡起来也不难。 况且,大厦女子出嫁的喜福至世尊的是周理,为薰色衣员的黑色身衣。 这种礼仪用料考究,秀文并不繁琐。 女儿应得这般爽快,让房氏心里不舍,却为女儿高兴。 沈哥的人品,才干和样貌都是拔尖的。 你爹回来后看到沈哥,应该也会重音,吧。 林如玉笑眯眯道,不会。 就算沈哥是神仙下凡,爹爹也会看他不顺眼。 想到丈夫听闻自己给女儿定了轻时时的模样,房氏笑出了声, 确实,你爹肯定会闹几顿,你二叔要惨了。 爹爹气不顺,不舍得拿母亲和他撒气,只会去欺负他弟弟。 这么一想,二叔还真是蛮可怜的。 不过,父亲得知祖父过世,他们又险些在其限出世后, 收拾二叔的心思定会转到报酬上。 林如玉给母亲揉捏完肩膀,又为他按摩胳膊。 二婶有了身孕,家里和铺子里都是一大摊子室, 若只剩二叔二婶,怕是照应不过来。 明年二月,您留在家里主事,就有女儿和沈哥去长州接爹爹吧。 房氏也知自己和女儿都去不妥当。 叹了口气道,阿东和阿恒还是太小了,还指望不上。 等爹爹回来就好了。 林如玉给娘亲按摩手指,经过这几个月的僵养, 母亲的手指不再是冷冰冰的,这让他十分放心。 房氏握着女儿长大的手,娇娇刚生下来时, 小手张开了还没自己的掌心大, 现在她的小娇娇长大,能担起重任保护父母了。 房氏心疼又欣慰,等你爹回来后, 娘就什么都不管了,专心给你操办嫁妆。 好。 林如玉靠在娘亲怀里,盼着父亲回来后, 娘亲能安心些一些。 全婶子进来禀道,夫人,二爷回来了。 林二爷进门后先与大嫂打了招呼, 才把手里的两个人递给林如玉。 多谢二叔。 属虎的林如玉美滋滋借过两个捏的微妙微笑的老虎, 坐在母亲旁边摆弄玩耍。 待二弟喝了一盏茶,房氏才问道, 今日还可顺利。 顺当,就是等的功夫长了些。 安王世子见到咱们宋区的戏仇, 笑得挺高兴。 林二爷今日是去关崖后院给安王世子贺炯明送年礼的, 不管被地里如何谋算着一把掐死他, 表面上林家总要装装样子。 别家伤骨挖空心思给贺炯明送年礼, 他们也得送。 只不过,送去的那批染色细筹, 虽然林二爷嘴上说是最好的, 实则是库里最差的一匹听到二叔的话, 正让母老虎欺负公老虎的林如玉笑得如同一只小狐狸, 他很快就要笑不出来了。 贺炯明现在已经笑不出来了。 桌上的笔墨被掀翻, 毁了铺在桌上的林家送来的极品染色细筹画布。 跪在桌前的秋字簿暗卫晚秋, 大气不敢出, 站在旁边的戴夏感觉很是孤单。 世子的四部侍卫统领, 冯春, 戴夏, 靖秋, 领冬, 三个折在了沈哥手里, 现在只剩他老哥一个了。 他有种非常不妙的预感, 世子不开口, 气氛很凝重, 侍卫撑不住了, 谋适上。 本位赏话而来的傅友归上前一步, 代替世子确认道, 你说靖秋, 宋秋和明秋都被沈哥活捉了。 是。 秋字簿武功排行第四的晚秋, 连忙禀道, 属下等在靖统领的带领下, 沿途数次登船暗杀沈哥, 皆被人识破, 折损了几人后, 靖统领先行一步勘查地势, 决定在下菜城北的一线峡设服, 将客船锋在一线峡内击沉, 不想沈哥却选择天黑拾过峡谷, 招来几十匹狼助阵, 将靖统领设下的岗哨和援兵, 全部揪出逐个击破。 因属下所在的瞭望口较远, 又处在上风口, 属下离得远, 数不清有多少匹。 贺炯明眸子里的阴郁, 比画不上泼的墨还要浓, 看得人喘不过气来。 傅有归碾断竖根胡须, 继续问道, 沈哥不是乞丐吗? 他怎会有号令群狼的本事? 这个问题, 在场无人能答。 傅有归又问道, 靖统他们被押去了何处? 晚秋硬着头皮道, 狼群警觉, 属下不敢靠近, 不知靖统领他们的下落。 生就一双阴眼的带下, 靖统又那里设服, 不可能战胜沈哥。 傅有归与代下对了一下眼神, 明白了他的意思, 地梯子让柿子下台阶, 老夫还是小瞧了沈哥, 以为派靖统去定能将他灭杀, 没想到却损兵折将, 请柿子责罚。 是谋士轻敌, 是靖统草率, 不是他贺炯明败给了琴儿沈哥。 贺炯明眸子里的阴郁散了险, 阴臣吩咐道, 即刻准备, 天黑之前出宣州, 咱们绕路回安州。 保护他靖宣州城的靖秋, 落入沈哥手中, 本该死了的董文印失踪, 前去毒杀董文印的五毒门谢瑶, 也迟事不归, 何汝明和沈存玉, 已再赶去沃龙地的路上, 靖秋, 董文印和谢瑶三人中, 任何一个落入掌六条茶室的何汝明之手, 何汝明就敢下令, 让沈存玉将他缉拿审问。 安王世子的名头, 在长江诸州能吓唬人, 但在新阳官员眼里, 他这个安王世子, 不过是条人人可泣的败家之犬罢了。 傅有归连忙道, 世子英明决断, 宁此行过来是奉命般倒住蒙真, 现在世子已将大局定下, 收尾的事交给长使徐大人便可。 投诚世子的宣州通手王昌林又反水了, 前来查案的缅州通手耿村赵明摆着作弊上官, 留下徐令露和郑永复, 怎么可能斗得过宣州太守, 阴眼带下, 心中默默为徐令露点了根蜡烛。 贺炯明淡淡看了傅有归一眼, 吩咐道, 速去安排。 是。 傅有归出去后, 贺炯明垂眸看着桌上被默染的戏仇不动, 代下又紧张了, 因为冯春就是为了帮世子去捉沈哥的乡好, 才死在宣州城了。 现在, 沈哥的乡好已成了沈哥的未婚妻, 再去捉他, 危险肯定翻倍, 他不想死在宣州城。 于是, 代下抢在世子下令之前开口了, 世子, 属下觉得以沈哥的狡诈, 贺炯明狭长的眸子眯起, 冷声道, 想留下本宫, 他还没这个本事和胆量。 你派人去给苏延青下令, 命他留在宣州, 定要搅得沈凌两家不得安生。 属下遵令, 逃过一劫的代下, 退出书房, 快步离去。 贺炯明将废掉的画布扔在地上, 铺开信间, 用左手提笔写了一封信, 换道, 寒冬。 引在门后的冬字部, 安慰寒冬献身, 抱拳行礼。 贺炯明吩咐道, 将此书信送去林家, 交到林如玉手中, 不要用乞丐传信, 全程的乞丐都是沈哥的眼线。 是, 轻易向林家, 林如玉展开这封外边送来的, 务必要他亲起的书信, 发现信纸上的笔记, 竟与上一世贾安自远的字迹一般无二。 这让林如玉压制在心底的利器, 沸腾而出, 冲到眼底。 林如玉深吸一口气, 压住利器, 将信递给母亲。 房氏看完, 不动声色地递给林二爷。 林二爷看完, 直接跳了起来, 安自远。 我呸, 真是上救他一个聪明蛋, 当别人都是大傻子。 大嫂, 娇娇, 你们在家等着, 我去把他脸上的猪皮抓下来, 摔在地上荡于抛彩。 听着二弟骂了几句, 房氏心里舒坦多了, 制止他道, 不是说安王府侍卫 已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走了吗? 他这时候, 假借安自远的名义送信过来, 明摆着是设下了陷阱要抓如玉, 咱们谁也能出去, 免得落入他的圈套, 林二爷哼哼两声, 他也就仗着身份高, 手下人又多欺负人。 林如玉抬起毛子, 娘, 二叔, 我想去。 林二叔坚决反对, 不行, 你这是羊入虎口, 房氏也是一脸不认同, 咱们手中这点人手拿不下他, 就算侥幸擒住了, 以他亲王世子的身份, 他也有的是办法脱罪。 他是皇亲国妻, 没有一击必杀的把握, 咱们不能轻举妄动, 否则便是自寻死路。 娘, 二叔, 我不是去抓他, 而是去继续抛幼儿, 幼儿洒出去, 我就回来。 林如玉凛然地望着覆盖墙头的白雪, 缓缓道, 将来终有一日, 他会上钩。 等他上了钩, 林如玉要亲手结果了他的狗命。 贾安自远的信送进去没多久, 林如玉便出了府, 赶往信上所说的亨通茶楼。 在马车上, 林如玉一言不发, 闭目酝酿情绪, 直到马车停住, 林如玉才张开了漠黑的眸子。 马车内的弦音和弦针将暗器, 匕首贴身藏好, 抬眸看向坐在正中的林如玉。 二叔方才骂的话是对的, 贺久明觉得世上只有他一个聪明人, 旁人都是傻子, 尤其是自己, 在他眼里更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 彻头彻尾的傻子。 聪明还是傻, 可不是由他说了算的。 林如玉拿起胡球披风披上, 记好记带, 走吧。 是。 贤真率先跳下马车, 与贤英一起扶着林如玉下车, 背对关崖后门走向亨通茶楼。 看着那抹桃红色身影, 应约进入了茶楼, 站在关崖后院两层观景楼内的贺久明, 嘴角泛气浅笑。 去年, 傅有归献策致取宣州时, 贺久明对对徐路远说的宣州第一美女嗤之以鼻, 只因他在安州呆烦了, 所以才顶着假面具想出来转转, 顺便拿下宣州, 收下林家的万贯家财。 现在, 贺久明却有一点后悔, 后悔自己没在乌纱镇内, 就把身穿破缩衣, 站在漏巷里的小东西, 抓上马车。 说不上为什么, 贺久明就是觉得这个小东西, 就该是他的。 阴眼带下见世子的眼神又有些不对劲了, 连忙低声提醒道, 世子您看, 林如玉身边那六个人可都是连家子。 属下潜入茶楼, 将他暗杀, 还有一定的把握, 活捉肯定会惊动著蒙真的眼线, 一来二去, 咱们今日就出不了城了。 贺久明缓缓道, 本宫何时说过, 让你去杀他或捉他了。 您虽然没说, 但心里就是这么打算的。 带下心里嘀咕, 嘴上却不敢说。 林如玉进入亨通茶楼, 见坐在一楼大厅内吃茶的洛七冲, 自己微微摇头, 便知他们已仔细查验过, 贺久明不在楼中, 林如玉早就料到他不敢来。 那耸获此刻, 肯定躲在关崖后院某个墙缝或窗缝后边偷看。 林如玉额眉清脸, 微提裙摆, 缓步上楼, 进入春字号雅间。 瘦小的寒冬站在雅间内靠窗的位置, 给林如玉行礼。 这个位置, 最适合逃跑。 我家公子因被仇家追杀, 无法露面, 请林姑娘海寒。 林如玉没见过此人, 料想他应是贺久明信任的暗卫, 微微点头, 问道, 信是你送去林家的? 正是小人。 寒冬探手正要从衣袖里取出信物, 却见站在林如玉身边的两个舞臂上前怒目而逝, 以身体将林如玉护住。 请姑娘不要误会, 小人是娶公子交代的信物。 寒冬连忙将东西掏出来, 双手拖在掌心。 恭敬道, 我家公子说姑娘见到此物, 便知相信小人不是骗子。 看着寒冬拖在手里的几根干瘪斗角, 林如玉用尽全身的力气, 才绷住没翻白眼。 他重生归来后, 从乌沙镇与贺炯明相遇到观音庙分别, 与贺炯明只单独说过两次话。 一次是在好连寨内, 林如玉请他帮忙救母亲和阿恒, 一次是在观音庙菜园内摘豆角, 贺炯明问林如玉为何惧怕他。 贺炯明能想到用几根豆角做凭据, 为十十个人才。 林如玉点头, 确认了寒冬的身份。 寒冬抱拳身世一礼, 焦急道, 若非万不得已, 我家公子也不会让小人求到姑娘面前。 我家公子的夫人中了敌人的暗算, 急需百年火灵芝解父子的寒毒。 公子便寻无果, 所以才让小人来求姑娘, 火灵芝乃是解阴寒之毒必用的一味药。 百年火灵芝虽难得一见, 但林家还真有。 不过, 林如玉舍不得用百年火灵芝做诱饵。 他取出一柄三十年左右的火灵芝, 放在桌上, 我家没有百年的火灵芝, 只有七十年的。 至于火灵芝究竟是多少年的, 寒冬看不出来, 不过颜色他还是认得的, 装着激动道, 多谢姑娘, 多谢姑娘。 寒冬正欲伸手取药, 林如玉一抬手, 又把桌上的火灵芝拿回面前。 寒冬, 林如玉绷着预言, 严肃问道, 我有两事, 虚心问明白。 寒冬躬身行礼, 姑娘请问, 小人定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其一, 沈哥去河州立阳县山谷中就东竹先生时, 恩公身边的随从正要杀先生。 他杀先生, 可是你家公子指使的。 林如玉问完, 又孩子气般怒声道, 你休要拿谎话宽我。 沈哥说他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要杀先生的人, 就是恩公去乌沙镇石宅拜访先生时, 待在身边的随从。 世子还真是把这小姑娘猜得透透的, 连他会问什么都想到了寒冬行礼, 不慌不忙道, 姑娘误会了, 公子真心敬仰东竹先生, 绝无加害先生之心。 抓走先生的事, 公子的树底, 去杀先生的随从, 也是他安插在公子身边的奸细。 林如玉闽纯装作一副不幸的模样, 又问道, 其二, 下蔡安自远可是你们抓的, 安家老奴可是你们杀的。 寒冬解释道, 公子族中有巧匠, 能置疑假乱真的面具, 面具不是公子独有的。 公子因不想被人认出来, 才借了安自远的身份在外行走, 但绝对没有伤害安自远和他的人。 洪水爆发后, 公子以去下蔡安家为由, 急急下山, 实则是另有要事, 并未去下蔡安家, 更没有派人杀他家的老奴。 以我家公子的身份, 没必要做这些。 见林如玉明摆着不幸, 寒冬垂头, 我家公子也知他是百口莫辩, 但请姑娘放心, 我家公子救下夫人后, 一定会全力救出真凶, 向姑娘自证清白。 林如玉沉默半赏, 才叹了口气, 悠悠道, 在好连寨时, 我走投无路, 只得死马当活马医, 厚着脸皮向初次见面的恩公求助。 恩公他侠义心肠, 派人就出了我母亲和弟弟, 后来发了洪水, 若不是恩公带人奋力划船, 我们三人定会命丧洪水之中, 我们一家三口的命, 是恩公救的。 寒冬, 这姑娘太好骗了, 恩公有难, 我林家自当鼎力相助, 这没火灵芝你拿去吧, 算作是林家偿还了恩公的恩情。 说完, 林如玉起身便走。 多谢姑娘。 寒冬身世一礼, 恭送林如玉离去后, 才将火灵芝收好, 骑快马出城。 纵马狂奔几十里, 确认无人跟踪后, 寒冬才藏身树灵才, 静后世子的马车出城追上来后, 把火灵芝交给世子, 并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然后道, 属下觉得林姑娘并未相信属下的说辞, 不过他也没问世子的姓名, 似乎是想用火灵芝, 报了世子救他家人的恩情。 傅有归提醒道, 世子, 这枚火灵芝因不足七十年。 贺炯明慵懒靠在车内软踏上, 把玩着火灵芝, 他不过是个小丫头罢了, 能拿到二三十年的火灵芝已是狠了不得了。 不过, 这一枚小小的灵芝, 可抵不了本宫救下的两条人命。 傅有归又提醒道, 林姑娘虽然没问, 但他早晚能猜到您的身份。 就算他猜不出来, 沈哥也能猜出来, 除非他不将此事告知沈哥, 贺炯明抚摸细细致柄的手指, 忽然用力将致柄掐落, 他拿出的是小灵芝, 定是没将此事告知家人, 当然更不会告诉沈哥。 不过你说得对, 那小东西有些小聪明, 早晚会猜出来。 傅有归有点迷糊, 属下愚钝, 公子此举意在对别人看不懂, 只有他自己能看穿的局面, 贺炯明面上带着淡淡得意。 你说林如玉知不知沈哥是大夏五安侯的敌长孙? 傅有归立刻回道, 肯定不知。 属下从沈哥这段时日的言行推测, 他应该也不知道, 否则他不会回乌杀镇祭祖, 也不会以身涉险。 贺炯明把玩着失去朱饼, 变得可爱无比的火灵之盖, 高高在上道, 在知恩图报的林家人眼里, 沈哥不过是个有些本事, 又模样尚可的乞丐恩公罢了。 林如玉嫁他, 是低价。 你猜沈哥认祖归宗后, 还会不会按照他做乞丐时定下的婚约, 娶林如玉为妻? 肯定不会。 傅有归多少有些明白了, 五安侯这么多年未请封世子, 就是在寻找沈焰义。 沈哥认祖归宗后, 就是五安侯府嫡长孙, 世子绝不可能娶一个商女为世子夫人。 即便林如玉在观音庙山救助过五安侯, 五安侯府能施恩, 让他入五安侯府为良妾, 已是抬举他了。 贺久明爱惜地抚摸着枝盖, 入五安侯府为良妾, 林如玉可会甘心, 自恃不甘。 傅有归豁然开朗, 世子是想让他成为五安侯府的第二个驻昌凤。 五安侯次子之妻驻昌凤, 因五安侯为利其丈夫为世子的侍而耿耿于怀。 这次五安侯南下寻找沈焰义的消息, 就是他无意透露出来的。 住世巴不得五安侯死在外边, 这样他丈夫就会能继承五安侯的爵位, 他的儿子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五安侯府的世子。 贺久明以手之头, 侧卧在马车上, 林如玉不会是第二个驻昌凤, 他可比驻昌凤聪明多了。 若是已经脏了, 那便把他的心挖出来瞧瞧, 是不是比别人的多一瞧。 想到温热地血流过手指的感觉, 贺久明便觉浑身舒爽, 吩咐道去抓支幼炉回来, 本宫晚上要喝露血。 寒冬应诺, 退了出去。 傅友规又问道, 属下还有一事不明, 需请世子开悟。 讲。 是。 傅友规问道, 既然您打算将林如玉留在沈哥身边, 为何还要留下苏延青和春娇, 搅黄他们二人的婚事? 贺久明白了傅友规一眼, 觉得他上了年纪后, 脑袋越发愚钝了, 他们脚的黄。 不能。 您知道不能, 为何还让他们去做? 待沈哥回来后, 得知自己的老乡好, 跑到未婚妻面前搬弄口舌, 定会到林如玉面前海誓山盟, 信誓旦旦非他不娶。 善于玩弄人心和人性的贺久明, 继续高高在上, 分析林如玉的心态。 林如玉现在被他捧得越高, 将来摔得越重, 心里也会更恨沈哥, 恨武安侯府的每一个瞧不起他的人, 欲除之而后, 快到时不用本宫去找他, 他自会来寻本宫。 诡计多端的傅友规, 看着青出于蓝的世子, 既骄傲又有些恐惧。 世子不怕林如玉知道真相后, 对您也起了恨意吗? 真相? 贺久明失笑, 坏事都是本宫那好二弟做的, 与本世子合干。 心号心号心号, 看到林如玉回来了, 房氏和林二爷才算放下心。 性急的林二爷问道, 娇娇可见到贾安自远了, 他说了什么? 火灵芝给他了。 他没露面, 是派人来娶的。 林如玉接过母亲递过来将茶喝了两口, 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林二爷皱起眉头, 他这是干什么? 觉得折腾半天没骗到咱们家的银子不甘心, 想等贺久明走了后, 换贾安自远回来继续骗。 知晓女儿梦中贺久明做的那些事后, 房氏能猜到现在的贺久明有多不甘心, 不管他有什么打算。 既然他已带着人逃出宣州, 几个月内定是回不来的, 咱们先安心过个年再说。 对, 大嫂说得对。 林二爷兴高采烈道, 他在宣州这一个月快把我憋死了, 现在他走了, 我终于能松快松快了。 等明年他再来时, 我大哥也该回来了, 到时咱们就不用发愁了。 房氏和林如玉都忍不住笑了。 贺久明来了宣州后, 一边与宣州太守明争暗斗, 一边设法拉拢宣州的世家, 商骨。 林康年不在家, 林二爷便一次次被贺久明拉去赴宴, 品查, 论师, 林二爷在贺久明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问什么都是哼哼哈哈打马虎眼, 简直是心力娇脆。 带二叔信冲冲走后, 林如玉与母亲道, 今日那人说的话也并不一定都是假的。 房氏问道, 娇娇指的是哪件? 林如玉继续道, 安王与先皇争夺皇位失败, 逃出新阳时将长子贺久明留在了新阳, 直到七年后, 贺久明才被放出新阳。 他到安州后, 与安王树出的次子贺久昭明争暗斗, 所以女儿觉得东竹先生失踪可能与贺久明的树地贺久昭有关。 房氏点头, 在乌杀镇外, 好连寨外和观音山下刺杀贺久明的杀手, 应也是贺久昭派去的。 那些杀手与追杀沈书组的杀手, 或许都是安王府的死士。 贺久昭能号令安王府死士追杀安王世子, 可见其在安州的势力不小。 不过, 这人也是个蠢的。 林如玉笑眯眯点头, 母亲说得对, 他们这样窝里斗, 确实很蠢。 谋反的大气还没举起来, 安王的两个儿子就开始自相残杀了, 消磨自家的实力了。 这不是蠢是什么谁都明白的道理, 但放到个人身上就都看不清了。 狄树兄弟同父异母, 能同心协力地少之又少。 房氏想到了自己出海在外的丈夫, 补充道, 因为你祖父摆得正交得好, 所以你爹和你二叔才能相处得融洽。 林如玉笑嘻嘻地抱着母亲的胳膊, 其实, 女儿觉得除了祖父的教导, 还因为我爹太有本事, 让二叔心服口服。 房氏笑点了一下女儿的额头, 就你会说, 贺炯明走了, 你也不要总在家里关着了, 多带着你二妹出去转转, 买些过年时带的猪, 首饰。 林如玉这段日子, 确实没怎么出过门。 确认贺炯明带着他的人真的跑路后, 林如玉便兴致勃勃地带着一个义兄, 一个妹妹, 两个弟弟再约上沈哥的五个小弟, 一块出门了。 过年要添心衣, 林如玉带着他们去林家的城衣铺, 给他们每人从头到脚添了两身, 然后带着他们去城里最热闹的小吃街, 看上什么便买什么, 根本不必在意价钱, 因为林家最不缺的就是银子。 看着林如玉为沈哥带来的一帮小乞丐银子, 暗暗跟随他们的, 言青就知道, 春娇这些日子白折腾了, 脸色越来越难看。 有这么个人跟着, 实在暗言得很。 贤英低声道, 姑娘, 奴婢去把她收拾了。 贺炯明已经离开宣州, 春娇的戏也不闭演了, 更没必要让言青再来给姑娘添堵。 昨晚一直在想贺炯明在耍什么鬼把戏, 今日又只顾着完了, 林如玉还真是忘了还有言青这好人。 不过现在处理也不迟, 先不必管他, 派人去穿街巷把春娇带走。 记住, 要让婆子以为春娇是自己逃走的。 林如玉带着一帮小家伙从街头逛到了街尾, 贤英才又上前, 低声道, 姑娘您瞧, 言青家那婆子找来了。 林如玉回头, 瞧见一个跑到脑袋上热气腾腾的婆子, 冲到言青身边交集说了两句话后, 言青的脸色煞事变了, 转身就走。 找不到春娇, 言青定在宣州待不了多久。 言青, 很有可能就是乌杀镇外码头山山匪的二当家苏言青, 林如玉岂肯放过这个顺藤摸瓜的机会。 他唤过机灵的洛六, 低声吩咐道, 派人跟着言青追查出马头山山匪的下落。 行动一定要备家小心, 莫打草惊蛇。 是。 洛六应声, 混在人群里跟着言青走了。 天色将晚, 林如玉让人送了生子他们回川街巷后, 自己带着弟弟妹妹们回了清一巷, 阿恒在回程的马车上就睡着了, 到家后是被大福抱下车的。 林如玉吩咐婆子丫鬟将大包小包的东西带进去, 轻声问林大福, 大福哥今天玩得开心吗抱着阿恒的林大福, 想也不想地点头, 开心。 林如玉又问, 大福哥觉得什么最好玩? 大福咧开嘴, 笑得十分开心, 影子戏。 影子戏便是皮影戏, 跟看电影一样有趣, 阿东他们三个也很喜欢。 林如玉笑道, 这几日太忙, 等大年初三或初四吧, 我让人把无影子戏的班子叫进来, 在咱们园子里戏几场。 浓眉大眼的大福笑得很是开心, 一母也看。 母亲在大福哥心里, 永远是第一位的。 林如玉满口答应, 母亲, 二婶都看, 咱们也给二姑母下个请帖, 请他们过来看影子戏。 听到还要请二姑奶奶, 大福脸上的笑容一下就没。 林如玉打趣道, 大福哥就那么怕二姑母。 大福老老实实点头, 林峰说, 二姑奶奶是母老虎。 刚要追上报信的林峰听了大福的话, 吓得缩回墙角, 无声拍了一下自己的嘴。 林如玉顿了一下, 才笑道, 林峰跟你开玩笑的, 林峰不是开玩笑, 躲在墙角的林峰, 直接实话。 穿街巷内, 生子五个齐刷刷躺在床上, 抚摸着圆滚滚的肚子感叹, 大嫂对咱们真好。 是啊, 老二婶凉乐巴唧巴唧嘴, 回味着今日吃的美味, 也不知道哥今天在哪, 吃的什么。 乌纱阵都淹了, 哥肯定吃不上好的。 生子心疼道, 等哥回来, 咱们也带他去五味接吃一遍。 哥舍不得, 他还得攒着银子娶媳妇呢。 沈小七坐起来, 咱们趁着过年这几天, 想办法多赚点银子吧。 等哥回来了, 咱们请他去五味接吃好吃的。 沈小七的提议, 立刻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几个小家伙凑在一起, 商量怎么赚钱。 轻易向内, 林如玉问春娇, 你可想去成衣铺子学做针线, 若能学成了, 便在铺子里做事。 若是不成, 我再安排你去庄子里。 成衣铺子林女人多, 对她来说是再好不过, 春娇开心应望, 奴婢一定好好学, 绝不辜负姑娘的一片好意。 林如玉摇头, 你不是林家的奴婢, 我让你去学针线, 也是之前答应你的。 春娇跪地给林如玉磕了三个头, 非常认真的给林如玉磕了三个头, 才跟着丫鬟退了出去。 云娟低声问, 姑娘可要奴婢去跟成衣铺子的软婶子打声招呼。 云娟这几日确实长进了, 林如玉点头, 让阮婢子照看这些也好。 待云娟出去后, 云娟低声道, 姑娘把她从严亲手里救出来, 要安排她去铺子里做事, 已是人之一尽了。 为什么还要让阮婢子照看她, 为什么? 林如玉望着挺直腰杆跟着云娟出去的春娇, 因为我觉得给她一个机会, 没准几年之后, 咱们铺子就会多一个能干的女管事。 云娟毫不怀疑地点头, 姑娘说她能成, 她就一定能成。 林如玉笑了笑, 没在提春娇, 而是让语英把自己今天买的猪拆还拿过来, 兴致勃勃地对着铜镜, 一一是带后, 将刚买的两枚玉扣拿了出来。 看到这两枚浑然天成的玉扣时, 林如玉便觉得他们很配沈哥。 君子配玉, 意义其得。 沈哥虽没读多少书, 但他绝对是个有得的君子, 当配最好的玉。 林如玉取过装有彩线的婆罗, 挑了米黄色的线, 开始为两枚玉扣打落子。 他浓密的睫毛微微下垂, 认真而专注。 寒风刮过被洪水冲得面目全非的乌纱阵, 卷起尘土从观音庙房顶的破洞灌进庙里, 发出凄厉的呼嚎声。 破庙内的尼菩萨已冲没了, 只剩下一座摆放菩萨像的石台。 石台后的墙角, 一个少年裹着羊皮, 呼吸平稳绵长, 丝毫未被风声干扰。 同样裹着羊皮的邹顺和装鸣, 虽然也很累, 却根本睡不着。 这寒风像刀一样隔着他们的心, 虽然早就知道东家从小就吃了不少苦, 但他们还是没料到, 东家所说的乌纱阵的家竟荒凉破败如斯。 满天寒心之下, 一名女将军骑马提枪, 自卧龙堤向乌纱阵奔来。 那就是乌纱阵。 看着远处月下黑漆漆乌塌塌的一片, 沈存玉灵厉的霉促起, 七月那场洪水比他预想的还要大。 许川回道, 乌纱阵就在卧龙堤下不远, 卧龙堤决堤, 乌纱阵首当气冲被冲垮了, 镇里的百姓还未来得及重建。 沈存玉点头刚要说话, 埋在彭松皮毛里, 依旧小脸透清的郑省出追了上来, 催马站在沈存玉身边, 那边连斩灯都没有, 肯定无法歇诉。 存玉, 咱们还是回卧龙堤吧。 沈存玉一个眼刀甩过来, 你该给老子叫什么? 沈将军。 郑省出回以灿烂的笑容, 他的脸白里透清, 笑起来跟冻死鬼一样, 沈存玉颇为嫌弃地转开眼, 你们回卧龙堤, 本将军要去巡视地形。 存玉, 再废话, 老子一枪挑了你。 自小到大, 沈存玉最烦的就是狗皮高药郑省出, 真恨不得将他宰了了事。 嗨嗨, 郑省出不说话了, 今天动地地咳了起来, 恨不得下一秒就把废主出来给沈存玉瞧。 他这样, 让沈存玉想起了堂帝沈焰又叮嘱他的话。 沈存玉在心里默念了三遍着狗皮高药室, 正太副的孙子, 才冷着脸道, 回卧龙堤壳, 正省出的咳嗽声立刻变小了, 气得沈存玉握紧枪, 一加码肚子窜了出去。 存玉, 等等我。 正省出连忙用冻僵的腿, 用力加码肚子催马, 追了上去。 许川看得直摇头, 催马跟了上去。 第二一早, 阳光从墙壁上的破洞钻进观音庙里, 缓缓爬到沈哥身上, 晒得他的脸上暖洋洋的。 这熟悉的感觉让沈哥心神安宁, 才缓缓张开了眼。 见邹顺正望着自己, 沈哥舒展四肢伸了个懒腰, 笑道, 当年见着观音庙的人肯定出了大价钱, 用的是好材料。 顺哥你看, 乌沙镇都冲没了, 破庙的墙和半个房顶还在呢。 这里虽然破败, 但这么待着确实挺舒坦。 邹顺顺着沈哥的话道, 房子出了大价钱, 泥菩萨没有。 东家你看, 这台紫上多干净。 对, 当初就不该用泥素, 该用石头雕一个。 沈哥一跃而起, 又向着太阳伸了的懒腰, 便满血复活了。 走, 咱弄点柴火烧水热干粮, 先填饱肚子再说。 庄明已经在破院子里架起了柴堆, 见沈哥醒了便点火烧水, 早饭。 沈哥窜到房顶上, 望着乌沙镇废墟中冒出的一缕缕吹烟, 嘴角便扬了起来。 只要人回来了, 地方就活了。 与自己的伙计们一块嘻嘻哈哈用过早饭后, 沈哥带着众人赶奔沈小岁的老家, 江厅村。 顾名思义, 江厅村便是建在靠着江边的一片平地上, 因背靠青山, 洪水来时村里人逃到了山上避险。 所以村里还是有小一半的人活了下来, 所以这里的情况瞧着倒比乌沙镇好一些。 只是因为洪水带走了老人和孩子, 让村里少了热闹, 欢笑。 东家, 见沈哥停住不走了, 庄民上前一步。 沈哥指着地面, 新鲜的马蹄印, 今早有人骑马进村了。 庄民低头一看, 眼睛变亮了, 看着提铁的宽度和纹, 是右后卫的战马。 邹顺也兴高采烈, 不愧是小将军, 这么快就感到卧龙低了。 萧林看了一眼沈哥平静的面容, 低声道, 小将军率领右后卫保护过来查案的何大人, 这马蹄印定是进村查访案情的人留下的。 看这个提铁的大小, 可不是一般的战马留下的, 小将军很有可能就在前面。 庄民转眸看向沈哥, 东家不是说想去山里找狼吗? 要不咱们先去山里转一圈。 邹顺等人有些着急, 却也明白庄民的用意, 接安静等着沈哥下令。 沈哥淡定拍掉手指上的土, 咱又没做亏心事, 怕见什么管。 走吧, 先进村给祖宗烧两炷香, 再进山。 今天是腊月28, 并不是年前祭祖的正日子, 但沈哥回来也不过是走个形势罢了, 也没想过样样照着规矩来进村, 寻到沈小岁家的祖坟, 磕头, 上香, 完事。 村里被冲毁后, 眼前在圆址上重建, 所以沈哥很容易就找到了沈小岁家。 远远望着, 沈哥发现沈小岁家和他大伯家的老宅子都没了, 在圆址上用竹子和茅草搭建了两间茅屋。 茅屋外, 站着两个官兵, 拴着五匹战马。 沈哥的眼睛一下便落在了其中一匹黑色的战马上。 这马, 真俊, 邹顺压住机洞, 低声道, 东家, 那是沈存玉将军的战马。 沈存玉, 叔祖的孙女, 如雷挂耳的大厦第一女将军。 沈哥平静的目光转向茅屋, 站在茅屋门口的官兵也瞧见了远远走过来的这一帮子人, 一个握紧手中长矛, 一个进屋报信。 将军, 有一群人奔着这边来了, 看装扮不是村里百姓。 正在审问沈小岁大伯沈渝的沈存玉站起身, 迈步走出狭窄的茅屋。 苍茫的天地立刻被这道身披火红披风的身影点亮了。 沈哥身后的伙计们刷得立正, 庄民看了一眼火团般的小将军, 低声道, 东家, 那位便是沈存玉将军。 沈将军脾气不太好, 还请东家看待叔祖的面子上, 不要, 庄民还没说完, 沈哥已迈步向前走去。 那边, 沈存玉也迈大步向前。 一红一青两道身影, 相隔十三仗时站定, 一样的身高, 六分相似的容颜, 看得众人呼吸都不敢了。 对面这家伙, 比自己还紧张。 沈存玉抬手, 一道荧光飞出。 沈哥看了一眼树战外, 枪尖没入硬地, 枪杆扑速速震动的银枪, 稳住心神, 抱拳向沈存玉行礼, 沈哥拜见将军。 沈存玉盯着沈哥看了半赏, 倒也没似庄明以为的那般发脾气, 只哼了一声, 道, 给我当歌。 你这辈子都别想。 沈渝, 滚出来。 茅屋里的沈渝吓得腿一软, 连爬带滚出了茅屋。 沈存玉听到身后的动静, 便问道, 这人是不是你侄子沈小岁。 吓破胆的沈渝妄想站在院子里的沈哥, 哆哆嗦嗦道, 草民, 草民, 再啰嗦, 老子宰了你。 沈渝的舌头一下就被捋直了, 平静, 是侯爷让将军来的。 听着沈哥这么生疏地称呼祖父和自己, 沈存玉的激动被压了下去, 指示道, 祖父让我不要去宣州打扰你, 我没去, 是你自己跑过来的。 沈哥, 咱俩好好谈谈。 沈哥侧身, 抬手,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 将军请一步。 江厅村西行三里, 有座四百余米高的山, 朝南的半山腰处有一块凹进去的平台, 坐在这避风向阳的平台上, 根本感觉不到深冬的寒意, 沈存玉随意往地上一坐, 问道, 你不是沈小岁, 但对这江厅村倒挺熟悉, 你常来这边。 沈哥面南随地而坐, 抬手指着远处茂密的山林, 我是在那里, 跟着一群狼长大的, 长大后, 我才出山跟沈小岁一起去巫杀镇谋生。 沈存玉顺着沈哥的手指往向密铃, 半赏才问道, 不记得你父母和家人。 沈哥摇头, 沈存玉又问道, 你为什么跟祖父说你是江厅村人? 我对所有人都这么说, 这能省去很多麻烦。 我又不是叔祖要找的人, 所以我是谁, 打哪来又有什么关系? 沈哥脸上挂着温良无害的笑容, 声音里也带着笑文, 自以为将心底的情绪藏得好好的。 沈存玉扫了他一眼, 却道, 收起你这假惺惺的嘴脸, 否则我揍到你笑不出来。 如玉也不喜欢看他那样笑, 可分明很多人都觉得他挂着那样的笑脸, 看着蛮和气的。 沈哥想到心上人, 心里安稳了些, 但笑道, 将军没听过吗?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沈存玉瞪了沈哥一眼, 老子乐意。 自称老子的女人, 沈哥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他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 谁让人家是大厦第一女将军, 人家想当老子就当老子, 想当老娘就当老娘。 沈哥不说话, 沈存玉也不开口, 两个人就这么靠在石头上听着鸟叫, 晒了半晌的太阳。 就在沈哥要站起来告辞时, 沈存玉又开口了, 你在山林里食住啊, 吃什么, 有衣裳穿吗? 这三问, 差点没把沈哥的眼泪问下来。 他望着山林, 把眼泪逼回去, 尽量平淡减要地回道, 小时候吃狼奶, 穿羊皮和鹿皮, 长大了因为吃不了生肉, 母狼就从村里雕食物回去喂我。 沈将军, 我觉得自己小时候过得挺好的。 说完, 沈哥龙手仰头, 一声幽远平静的狼嚎从他嗓子里发出来, 传向远方的山林。 沈哥好玩, 心情也平静了, 转头笑道, 您若问完了, 我就先走了。 坐在地上的沈存玉依旧望着山林, 平静问道, 去干什么? 沈哥没必要瞒着他, 我领了沈小岁的户籍, 是来江厅村上乡祭祖的。 不过, 我得先去问问沈渝, 看江厅村沈家的祖坟还在不在? 放着自己的祖宗不回去祭拜, 反要在这拜别人的祖宗。 看着自己的傻弟弟, 沈存玉想揍人, 祖父常年在外带兵, 直到你一岁, 是才奉圣命回新娘助手。 回了新娘后, 他老人家大半时间都待在军营里, 没跟你在一块待过几天, 所以他老人家认不出你来, 也情有可原, 但咱俩一块待了一年零八个月。 我看到你第一眼, 就认出你了。 沈燕一, 我们找了你十三年。 沈哥促眉, 将军, 沈存玉依旧望着远处的山林, 你手上有八个斗, 除了左手拇指和右手中指是拨紧, 其他八根手指头上都是斗, 对吧? 这个, 沈哥低头看自己的手指, 他从来没认真看过, 不知道自己有几个拨几几个斗, 蹲死了。 沈存玉招手, 过来, 沈哥将手心里的汗在衣服上蹭了蹭, 才走过去蹲在沈存玉身边, 伸手给他看。 沈存玉检查沈哥的左手拇指和右手中指, 发现果然是斗后, 笑得眼泪都要落下来了。 你看是吧, 你长了八的斗, 母亲和你的奶娘都说, 长大后一定会才高八斗, 我比你少俩。 沈哥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 他低头一根根仔细看自己手指上的指纹, 待看到右手的拇指时, 他心里的慌惯少了些, 却又升起一股难以描述的复杂情绪。 定了定神, 沈哥把右手的拇指伸到沈存玉面前, 这个也是拨紧。 不可能。 沈存玉又握住沈哥的手指, 仔细看了几眼, 肯定道, 是斗。 沈哥把左手的拇指也伸过去, 让他对照着看, 斗边上是圆的, 这个是拨紧。 这个中间是圆的, 就是斗。 沈存玉态度坚决, 是拨紧。 你再说是拨紧, 老子给你揍成斗。 将军, 就算这个是斗又怎样? 人的手指头上不是拨紧就是斗, 但娘胎里带出来的胎记是变不了的。 沈哥撩一摆, 把左腿的裤腿卷了起来, 很是冷静地给他看, 我腿肚子上没有胎记, 所以我不是沈燕翼。 将军与其在我这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再四处找找。 沈存玉盯着沈哥的左腿肚看了一会儿, 却问道, 你腿上这些伤疤是怎么回事? 沈哥放下裤腿, 平静到在下是在山里长大的, 磕磕绊绊在所难免。 将军, 沈存玉瞪圆了眼睛, 一字一顿道, 你再喊一声将军试试。 沈哥也不是没脾气的人, 脸也冷了下来, 你就没想过是你认错了人, 而你的胞弟, 没有, 你就是沈燕翼。 胎记是怎么没了, 咱慢慢琢磨, 先把眼前的事办了。 沈存玉站起来, 走, 沈哥不解, 去做什么? 沈存玉头也不回的下山, 去给沈小岁的祖宗上铸香。 将军你, 沈存玉头也不回, 你能去, 老子就不能去了。 老子也姓沈, 说不定跟沈小岁五百年前是一家, 拜的是同一个祖宗, 见小将军和东家一前一后回来了, 脸色都臭臭的, 正和两个女副将闲聊的庄民立刻闭嘴, 站在一旁假装自己是木桩子。 沈存玉一台下巴, 给沈哥引荐他的两个部下, 元春, 二丰, 我的两个副将。 沈哥抢在云春和二丰之前抱拳行礼, 在下沈哥拜见两位将军。 元春和二丰刚得了庄民的叮嘱, 很有眼色的抱拳环礼, 元春拜见沈东家, 二丰拜见沈东家。 沈小岁的大伯沈玉是个欺软怕硬的, 胞弟去世后, 他赶走地席, 霸占胞弟家业, 欺负亲侄子时有多狠, 现在在沈存玉和沈哥面前就有多怂, 在, 祖坟在, 草民带将军去。 江厅村大半村民都姓沈, 属同族。 坟营在村东被山靠水的一块平坦坡地上, 坟头一个挨着一个, 山上有石头, 村里有石匠, 大半坟头都竖着石碑。 沈桥把两人领到沈小岁祖父的坟前, 这是, 我爹娘, 小岁的祖父母。 沈哥看坟前石碑上, 刻的立碑人是沈鱼和沈小岁的父亲沈桥, 便问道, 沈小岁父亲的坟呢? 沈鱼心虚指了一下父母坟前边右边的空地, 我地藏在这儿, 坟包背, 洪水冲垮了, 草民前一段忙着建茅屋, 这两日正打算重新堆坟头, 半山坡这么多坟头, 旁人家的都好好的, 就沈小岁他爹得冲霉了, 骗鬼呢? 沈存玉漂亮伶俐的眸子一抬, 袁春将这碍眼的玩意儿拖到江厅村里正, 沈家族长, 祖老门面前去, 按国法, 足归发落, 末将遵令, 袁春一摆手, 跟过来的官兵, 薅住要跪到将军面前求饶的沈鱼, 拖着脖领子便走了, 庄民很有眼力地上前, 冬家, 我等把坟包堆起来, 再请人刻快石碑摆上, 立碑人写沈小岁, 人死万事空, 坟包和石碑这些东西, 有没有跟死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些是给活人看的, 沈渝既然当面否认了他不是沈小岁, 沈哥也没必要再装下去了, 再给沈小岁立一块, 刻上是他的好友沈哥立的, 是, 庄民立刻带人下去安排, 这就没了, 果然嘴上眉毛, 半事不牢, 沈存玉拍了拍沈哥的肩膀, 建议道, 沈瞧就沈小岁一个儿子, 他父俩都死了, 没有后代供奉香火, 不如给沈家的组长留几两银子, 让他逢年过节的给他父俩烧点纸钱, 这个女老子看着厉害, 却是个不通人情事故的, 沈哥心里嘀咕, 面上却十分和煦, 解释道, 这个银子没必要给, 将军您亲自过问沈小岁的事, 还给他们父俩做主, 让沈家储这沈渝, 还给他们堆起了坟包, 树了石碑这事, 很快就会传遍乌沙镇, 自此以后, 沈小岁父子坟前的香火, 肯定是这片坟地里最旺的, 沈存玉哼道, 坟包头是你堆的, 石碑是你树的, 沈哥笑容灿烂, 在下是跟着将军, 沈存玉抬手就要给沈哥一巴掌, 却被沈哥激情躲过了, 他瞪眼眼睛道, 你再叫老子一声将军试试, 沈哥从善如流, 我尊侯爷一声疏足, 你既不让我称您将军, 那小弟就换您, 唐姐, 其实沈哥很想喊沈存玉堂妹, 但他若喊一声唐妹, 定他把惹恼了, 便退了一步, 唐你娘的, 不对, 这臭小子跟他同一个娘, 不能骂, 沈存玉暗呸了一声, 不高兴地应了这个称呼, 唐姐就唐姐, 指你还烧不烧, 不烧咱走, 沈哥客气道, 唐姐下一步去哪, 回窝龙低, 睡觉, 弟弟找到了, 沈存玉心里踏实了, 连日奔波的疲累感, 便有些压不住了, 你在哪落脚, 要不跟姐一块回去, 沈哥摇头, 我住在乌沙镇, 唐姐先行一步, 沈存玉帅气的眉毛一条, 不烧指你留这儿干什么, 沈哥解释道, 我现在用的还是沈小岁的户籍, 现在, 没了这种身份, 我得去找趟沈家组长, 把我们兄妹八个的户籍, 都落在江厅村, 沈存玉很是意外, 你还有七个弟弟妹妹, 沈哥笑了, 他们跟我一样, 都是孤儿, 如今我们八个一块过, 你才多大, 就养着七个弟弟妹妹, 沈存玉心疼, 但又觉得不愧是他弟弟, 果然有本事, 便道, 老子跟你走一趟, 唐姐回去歇着, 盯着你的名号, 没人敢不给小弟面子, 沈哥虽然在校, 却也拒绝得十分干脆, 沈存玉也是个干脆性子, 去吧, 大年三十, 咱们好好拒一拒, 沈哥跟沈存玉商量, 我已经定了, 明日跟着东竹先生, 赶往同安献过年, 我五妹在同安, 我接上五妹, 大年初二去沃龙堤, 给唐姐拜年, 也行, 沈存玉点头硬了, 到沈玉家骑上战马, 帅气利落离去, 待转过山路后, 沈存玉却拉住马缰绳, 忍不住回头向后看, 山石和树木挡住了江厅村, 他自然看不到沈哥, 但还是看了很久, 元春和二丰从未见过 生性要强的将军, 露出如此脆弱的神情, 正要开口安慰, 便听小将军嘟囔道, 他都十五了, 个头还没我高, 这是小时候吃得不好耽误了, 当真, 沈存玉不信, 元春点头, 真的, 沈存玉开心笑了, 多补补, 以后会长得更高, 我娘给他做了好多身衣裳, 连他习惯时穿的紧袍都做好了, 省得他到十连衣裳都穿不起来, 元春催马上前, 与小将军并行, 忍不住问道, 将军, 沈东家他为何不肯, 他觉得自己不是燕翼, 沈存玉催马向前, 他没了胎记的傻弟弟沈燕翼, 觉得他自己名不正言不顺, 也怕有朝一日, 再冒出一个腿上有胎记的沈燕翼来, 所以他不认这个身份, 等他认祖归宗后, 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驾, 沈存玉催马, 离开江厅村, 听到马蹄声渐渐远去, 站在村口的沈哥, 才转身往回走, 跟在他身后的萧灵张了张嘴, 终究是无声叹了口气, 又闭上了, 沈哥打起精神, 笑着与他们说闲话, 我跟沈将军都是十七岁, 我又比他高, 他应该给我叫堂哥才对, 是吧, 呃, 萧灵和邹顺对了对眼神, 这话让他们怎么见, 沈哥也根本不需要他们说什么, 又继续嘟囔道, 如今的小姑娘, 怎么都喜欢当姐呢, 如雨比我小三岁, 也让我给他叫姐, 提起娇娇未婚妻, 沈哥迫不及待地想启程回宣州了, 他有很多话, 想跟心上人说, 俗话说, 衙门有人好办事, 更何况, 沈哥刚认的堂姐, 还是大厦赫赫有名的女将军, 沈渔赶走弟妹, 虐待侄子, 霸占包弟家产的恶行, 江厅村民早就知道, 沈氏族长在沈小岁跑了之后, 就把沈渔叫去, 狠狠骂了一顿, 让他去乌沙镇把侄子找回来, 沈渔去了, 但改为沈哥的沈小岁, 不肯跟着他回村, 沈渔假意劝了几句, 便高高兴兴地回村, 交差心安理得地收下了沈桥的田地和房舍, 谁能想到过了十年, 天神般的大人物居然进村, 亲自过问此事, 江厅村民生怕罚得轻了, 不能令沈将军满意, 便将沈渔家的霸占的地, 房舍全部收归族里, 然后将沈渔一家移出族谱, 沈哥到了沈氏祠堂时, 沈渔两口子, 四个儿子, 两个儿媳和一堆孩子正哭得昏天黑地, 但沈氏族人们态度十分坚决, 必须逐出去, 这种败类不逐出去, 留着给族人, 给子孙后代抹黑吗? 见沈哥带着人来了, 沈氏的老族长和江厅村里正小心翼翼禀告, 沈渔和沈桥哥俩的地, 以后有族里派人种着, 再将族里的孩子移一个到小岁名下, 这样沈桥这一只就有了后, 没断了香火。 您看成吗? 老族长这一招相当高明, 既收拾了沈渔一家, 又讨好了沈将军, 还把沈渔和沈桥两家的家产握在手里。 沈哥不会把江厅村的这点破事放在心上, 面上带着感动道, 还是您老见多识广。 这么处置再合适, 不过了老族长见沈哥这么好糊弄, 裂开满是褶皱的嘴, 露出紧剩的一颗门牙, 殷勤笑道, 将军有大事要忙, 您今日怎么也得在村里吃个饭再走? 有些事儿, 小老还得请您试下。 您可千万别推辞, 族里人已经去杀年猪了。 沈哥一伙顺理成章留了下来, 一顿杀猪咽后, 老族长看沈哥那叫一个亲切, 听闻他们哥几个的家被洪水冲没了, 想落户在江厅村, 老族长立刻点头同意, 还立刻让李正在村里给沈哥画了一大块地盖房。 为何李正会听老族长的? 因为江厅村的李正是沈氏族长的亲儿子。 后上, 李正殷勤带着沈哥去了乌沙镇里长家里, 帮沈哥兄妹八个办好礼入籍落户。 乌沙镇的里长是齐县衙门新任命的, 也是沈哥的老熟人, 事情办得自是十分顺利。 傍晚从李长家出来时, 沈哥便真真正正成了乌沙镇江厅村人, 还是他们这一支的组长。 本以为是无所谓的事, 帮人办过上百张假户籍的沈哥, 拿着真正属于自己的户籍时, 竟觉得心里很踏实, 就好像有了根一样。 这一夜, 沈哥在观音庙里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日便是腊月二十九, 沈哥又跑了趟江厅村, 便跟着东竹先生赶往同安县。 东竹先生与妻儿团聚, 沈哥去马三叔家, 接自己的妹妹狗, 也就是沈良武。 见到狗不止腿没长歪, 还长了个, 长了肉。 沈哥真心感激马三叔两口子。 马三叔早就知道, 沈哥找到了东竹先生, 这事在长江六州早就传开了, 现在得知, 沈哥还在宣州开了两家铺子, 还跟林如玉定了清, 激动地直拍他的肩膀。 好样的, 三叔早就知道, 你一定会有出息。 马三神也替沈哥高兴, 如玉长得漂亮, 心长也好, 跟哥儿你就是天造地设的一顿。 这是沈哥最喜欢听的话, 他笑嘻嘻嘻道, 等我和如玉成亲时, 三叔三婶一定要过去吃喜酒。 马三叔满口硬下, 定了日子就给家里来个信。 因为沈哥家里没长辈, 马三婶便开始张罗他成亲时要用的东西, 被褥不用买, 婶给你做。 沈哥带的人多, 不方便留在马三叔家过夜, 用过团年饭后, 便带着小五去客栈过大年夜。 大年初一早上, 兄妹俩去石家拜年, 以前在石家做事换饭吃, 蹭书读的沈哥, 这次受到了贵客级的款待。 沈哥是石家的大恩人, 若不是他, 东竹先生逃不出丽阳县山谷, 石家人逃不过沃龙堤的滔天洪水。 石家是书香世家, 热情却有分寸, 没让沈哥和小五感到任何不适。 石夫人留下小五说话, 沈哥随着先生去书房议事, 老奴食堂送了沈哥最爱吃的点心, 先生最爱喝的茶过去沈哥与东竹先生商量, 沈将军奉圣命过来茶沃龙堤决堤一案, 就住在铜安县南二十里的军营里。 有沈将军阵者, 安王府的人不敢轻举妄动, 先生您就留在铜安县, 别回宣州了。 东竹先生怎么可能放心让沈哥一人出去闯荡, 他跟着去了, 虽在生意场上帮不上什么忙, 但只有他在宣州, 那些想找沈哥查的人就得掂量掂量, 我印了谢山掌, 年后要回去讲学。 沈哥笑嘻嘻问道, 先生是不放心我吗? 我现在有这么多高手保护, 还有邻家丢我当靠山, 我过得好着呢, 您就安心留在铜安县中竹子吧。 东竹先生却道, 正月底, 老夫想请谢山长他们做个见证, 正是收你为徒, 你可愿意拜入我门下。 沈哥惊了, 先生不是不收徒吗? 东竹先生白了他一眼, 老夫教了你十年, 想要个尊师的名分都不行吗? 行, 当然行。 沈哥连忙起身, 恭敬行礼, 恩师在上, 请受徒儿沈哥三拜。 东竹先生安安稳稳坐在椅子上, 受了沈哥三拜, 将他扶起来后笑道, 正月底时, 莫忘记把拜师礼补上。 恩, 沈哥开心的都要掉眼泪了。 在世人眼里, 东竹先生孤僻冷漠, 不好清静, 但在沈哥面前, 他却十年如一日的温和, 虽说自古英雄不问出处, 但总免不了有些俗人拿此说是, 我去年就想收下你, 但安王世子在宣州, 不好举办拜师礼。 我安侯派的人, 再加上我唯一弟子这层身份, 你日后行走, 便能少去些许麻烦。 沈哥笑嘻嘻道, 不是些许, 是许多。 恩师如父, 等徒儿和如玉成亲时, 不用拜空你了。 这话说得东竹先生心疼不已, 叮嘱道, 你莫忘了写封信给五安侯报喜, 礼数须周全。 是。 沈哥应下, 又与东竹先生商量道, 明日, 徒儿带着小五去给沈将军拜年, 想借机向沈将军和何大人, 讲一讲徒儿咱们查到的事情, 最好能借他们的手, 把消息传上去, 搬倒安亡。 东竹先生旅须, 为事与你同去。 大年初二乃是出嫁女回娘家拜年的正日子, 东竹先生的女儿嫁得远, 北初四才能回娘家拜年, 所以东竹先生明日正好有空, 可与沈哥一块去卧龙低军营, 求见何汝明和沈存玉。 在马车上, 东竹先生向沈哥和沈良武, 介绍此次南下查案的文官, 斯立台大夫何汝明。 我朝监察之事, 由三台, 业者台, 斯立台和御史台分管。 斯立台最大的官就是郑三品的斯立台大夫, 掌六条查室。 马车颠簸了一下, 东竹先生扶助沈哥伸过来的手作文, 才继续道, 斯立台大夫管的六条室中, 除了第一条是田宅余治, 以强凌弱和以众报寡的宗族世家外, 其余五条都是查太守或郡守坐监犯科十几年前, 我在涉州游历时曾见过何汝明, 此人极聪明, 做事也极有章法。 按理说, 卧龙堤这个案子派斯立台的别架或刺史等属官过来足矣, 但万岁却将何汝明派了来, 可见万岁对此案的重视。 昨日才长到十一岁的小五, 满眼崇拜地望着东竹先生。 虽然听不懂先生在说什么, 但不妨碍他觉得先生好厉害。 沈哥追问道, 恩师, 安王算不算太守或郡守? 他这好徒弟总是能切中要害。 东竹先生含笑道, 说他不算是因为安州有太守, 说他算是因为他是安州真正的掌权人。 万岁派和大人与沈将军过来, 不是为了抓小鱼小夏, 而是要揪出此案的始作俑者。 沈哥明白了, 安王算不算, 由万岁说了算。 何汝明是万岁派来的, 卧龙堤的始作俑者是谁? 他就查谁, 即便安王是万岁的皇叔, 他也照查不误。 这下, 沈哥心里更踏实了。 先生, 东家, 许川将军来了。 赶车的邹顺隔着车帘, 欢喜报道。 离着军营还有好几里呢, 又后卫足智多谋的将军许川, 竟骑马来赢了。 沈哥跳下马车, 快步赢了上去。 穿着一身长服的许川跳下马, 快步走到沈哥面前, 儒雅俊秀的脸上洋溢着热情亲切的笑容, 半年不见, 沈小哥长高了, 也壮实了。 沈哥见礼, 笑容灿烂道, 半年不见, 许将军风采依旧。 我与五妹, 随着恩师东竹先生, 前来拜见和大人, 小五拜见将军。 虽不知沈哥何时拜了东竹先生为师, 指东竹先生长江六周第一影视的名号, 就值得许川敬重。 他快走两步, 抬手搀扶, 先生快快请起, 您折杀许某了。 扶起东竹先生, 许川又笑盈盈地从衣袖里逃出六枚压岁钱, 递给沈小五。 去年我与梁生公子闲聊时, 听他提起起过姑娘, 姑娘的腿伤已经痊愈了。 小五是在街上长大的, 比一般小姑娘胆子大很多, 特别是有人给他钱时, 胆子更大。 剑大哥没说不让他收, 小五便大大方方收了压岁钱, 仰着笑脸道谢, 多谢将军, 小五已经好利索了。 今日是大年初二, 小五祝将军万事如意, 步步高升。 许川被小五逗得爽朗大笑, 请了东竹先生和小五上车后, 许川与沈哥骑马并行, 低声叮嘱道, 小哥待会儿进去了, 得说东竹先生是来求见何大人。 而你和小五是来给你堂姐拜年的, 否则他揍你我可不管还有, 待会儿你会见到郑太夫的孙子郑省初。 郑公子过躁多话, 你不想答的便当没听到。 沈哥低声问, 郑公子是敌还是有? 许川认真道, 非敌非有, 但他不会做对小将军不利的事。 沈哥明白了, 郑省初或许不是个好人, 但他是沈存玉的好朋友。 沈哥与许川到了卧龙低军营门外, 便见一团火红色的撒爽身影快步走来, 他身后还小跑着一个瘦高少年。 这少年男生女相, 文弱飘逸, 与沈存玉站在一处, 似是造化弄人, 把两人的性别弄反了, 看得沈哥有点想笑。 郑省初瞧见沈哥的模样,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狂喜地扯住了沈存玉的衣袖。 存玉,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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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老子的堂弟, 你给老子闭嘴。 沈存玉嘀吼了正狗皮膏药一句, 卖虎不到了沈哥面前, 低声埋怨道, 你的授业恩师一块过来了, 怎么不早点给老子送馅。 还不等沈哥说什么, 沈存玉便绕过他, 躬身抱拳, 给刚要下车的东竹先生行礼, 新阳沈氏女沈存玉, 拜见先生。 因不知先生今日过来, 存玉未能提前到营外恭候大驾, 请先生见谅。 沈将军太客气了, 草民实起轻单不起您如此大脸。 大下五湾侯的狄青孙女, 大下威名赫赫的女将军沈存玉, 居然在他面前指挽背里, 还如此恭敬, 让东竹先生心中诧异。 但当他看到沈存玉直起身, 露出与沈哥六分相似的容颜, 心中便明白了。 沈存玉这是真将沈哥是做亲人, 才向自己行如此大礼, 谢自己这些年对沈哥的照拂, 教养之恩。 为何沈哥腿上没有胎记呢? 他与沈存玉的样貌, 气度, 真得很像是亲姐弟。 东竹先生心中惋惜, 实起轻, 郑省出闻言, 连忙郑官礼袍, 上前见礼, 学生涉周郑省出, 拜见雅旺先生。 涉周郑家。 东竹先生略意思量, 便笑问道, 您是郑佐成家的公子。 郑省出的父亲郑仙礼, 在尚书省任佐成。 郑省出文弱的脸上满是激动, 正是。 学生常听祖父和家父提起先生, 今日得在此地遇见先生, 实乃学生之幸。 学生本想过几日在道府上叨扰, 郑省出在东竹先生面前巴巴个没完, 沈存玉便将目光转向了沈哥旁边的小姑娘, 向他招了招手。 小五, 过来让堂姐瞧瞧。 沈小五颠颠跑过去, 仰望着沈存玉惊叹, 堂姐长得好漂亮。 你长得与我大哥好像啊。 沈存玉揉了揉小丫头红扑扑的小脸, 露出既美又帅的笑容, 你长得也挺好看, 冷不冷啊。 沈小五望着沈存玉的笑脸, 忍不住想尖叫。 因为沈将军一笑, 看起来与他大哥更像了。 沈哥这两年, 虽跟着镖局走南闯北, 却从未进过军营。 进来后, 瞧着一排排整齐的房舍, 听着一声声大吼, 沈哥的热血被激得高涨, 很想瞧瞧他们在吼什么。 不过他却目不斜视地 跟在东竹先生和郑省出身后, 假装自己一点也不好奇。 被沈存玉拉着的沈小五 也努力学大哥的样子, 熊啾啾气昂昂向里走。 不管到了吗, 他都不能给大哥丢人。 沈存玉见他们兄妹俩装着成熟, 不想被人小瞧的模样, 真他娘的心疼。 如果不是家里疏忽, 害得沈哥被那些狗东西抓走, 这里才是沈哥该长大的地方。 沈存玉带着沈小五和沈哥慢行两步, 拉开与东竹先生他们的距离, 笑道, 外院挺热闹, 也不知道他们在操练什么。 咱们先去见何大人, 饭后姐再带着你俩四处转转。 多谢唐姐。 沈哥眼里闪着亮光道谢, 沈小五也立刻跟上。 郑省出虽然跟在东竹先生身边, 但习惯使然, 他时刻会留着一只眼睛, 一只耳朵, 关注沈存玉在做什么, 他能不能掺和进去。 听到他这般和风细雨地跟沈哥说话, 郑省出不由地回头看了一眼沈哥, 眼神那叫一个热切。 沈哥回了郑省出一个笑容, 郑省出的眼神有多热切, 沈哥的笑容便有多热情。 郑省出挑挑眉, 沈艳逸, 有点意思。 前面就是我和何大人暂时落脚的防射了, 咱们大厦十二位府中, 只有右后卫穿黑盔黑甲。 前面这些右侯卫将士, 都是我从新阳带过来的, 共有六百人。 沈存玉介绍得很详细, 站在门左右两边的四个黑盔黑甲的右后卫官兵, 与他们入营后看到的, 助手握龙堤的官兵的站姿, 眼神大不相同。 沈哥认真道, 他们很强。 从钢枪铁栅栏般的四个守卫中走过, 沈存玉答得那叫一个自豪, 他们当然很强, 否则老子也不会带他们过来。 待沈存玉带着沈哥进去后, 四根钢枪立刻复活, 彼此用眼神交流。 前几日, 听跟着将军去江厅村的兄弟回来说, 沈将军找着他弟弟了, 他们本还不信。 今日一看, 可不是找着了吗? 真是太好了。 将军找到他弟, 应该不会总看营里的弟兄们不顺眼, 三五步时便把他们往死里操练了。 进入被高强护住的内营, 从一个又一个钢铁右后卫官兵身边经过后, 沈哥猛一回头, 刷! 正热切盯着沈哥的右后卫官兵们同时站直, 假装他们只是跟毫无感情的长矛。 沈哥转跟着沈存玉向前走了几步, 又猛地一回头, 冲着偷看自己的官兵们露出灿烂笑容。 右侯卫的官兵中有一小半, 下意识向沈哥回以微笑沈存玉回头时, 他们又立刻换上杀气腾腾的模样。 这帮没正型的玩意儿, 三天不练就忘了他们姓什么。 沈存玉不高兴, 沈哥却很开心。 虽然有些没正型, 但这帮人不可小亏。 若沈存玉的六百个部下都是眼前这样的, 他们足可震慑沃龙堤五百官兵, 令安王不敢轻举妄动。 斯立台大夫何汝明见到东竹先生, 自视又一番寒暄。 待听到东竹先生唤他的弟子上前时, 何汝明微微一愣, 也明白了为何沈存玉会接南下, 查案的辛苦差事, 又恨不得日夜不停地赶路了。 武安侯府寻了多年的嫡长孙, 竟在此处。 为何武安侯不将其带回新娘? 为何沈存玉说这是他的堂弟? 何汝明心思白转, 面上却丝毫不显。 请众人入室落座后闲话几句家常, 便问道, 小弟听闻, 先生去年六月曾出镇访友, 险些出事。 不是险些出事, 是九死一生。 东竹先生毫不隐瞒, 从自己收到安王府请帖说起, 一直到讲道自己暗夜出镇悲情。 之后, 便换了沈哥。 先生失踪后, 草民与镇里百姓四处找寻, 却只找到了先生的驴子。 沈哥将先生失踪后, 到寻道先生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简要讲了一遍。 然后东竹先生又讲, 他是如何从好连寨到了丽阳山谷的。 沈存玉虽然已听许川讲了一些, 但这会儿听着沈哥亲自讲, 感受大不相同。 后知道什么叫怕的沈存玉, 此刻感到了后怕, 因为险些, 他就没了祖父, 也见不到自己的弟弟了。 何汝明的注意力放在了齐县招安山贼水匪, 真假安自远和丽阳山谷杀手上, 询问得非常仔细。 但直到赏武摆饭, 他都没问一句安亡世子的事。 饭后, 东竹先生与何汝明留在房中吃茶, 沈存玉带着沈哥和沈小五在军营里转悠, 郑省出自然是沈存玉走到哪, 他便跟到哪。 沈存玉被官兵请去处理军务后, 郑省出主动请鹰, 带着沈家兄妹俩继续转悠。 逛着逛着, 他们便到了卧龙低守将的房舍边。 早就得了消息的原谅从院子里走出来, 抱拳行礼, 郑公子。 原谅虽患的是郑省出, 但目光却盯着沈哥, 眸子里有激动, 也有惭愧, 心虚。 沈哥早就听庄明等人提过, 原谅曾是书祖的部下, 书祖在齐县遇到一波波杀手追杀时, 他的侍卫曾到卧龙低找原谅帮忙, 但他们连原谅的面都没见着, 就被打发走了。 所以, 原谅此刻在自己面前露出这副表情, 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沈哥假装什么都没看出来, 抱拳尊了一声, 原将军。 听到沈哥开口, 原谅竟蒙糊眼泪, 让沈公子见笑了, 您的声音和样貌, 与沈文良将军太像了, 看到您, 在下就忍不住, 想起了文良将军, 面前这位唱作剧家的中年汉子, 说他是领兵的将军, 倒还不如说是个戏子, 郑省出带他晃悠到这儿, 来看原谅唱戏, 是几个意思? 沈哥低头不吭声, 假装不知所措。 见沈哥不吭声, 郑省出劝了原谅两句, 便引着沈家兄妹继续向前走。 沈小五看出大哥不高兴了, 便拉住他的衣袖, 以足够让郑省出听到的低声, 撒娇道, 大哥, 我走得腿疼了。 郑省出连忙道, 怪我, 只想着带你们多看看, 一步留神出来得远了。 来人, 去牵匹马来。 带侍卫将马牵过来, 沈哥抱起小五, 将他放在马鞍子上, 牵马向内迎走。 郑省出继续与沈哥闲聊, 原谅曾是五安侯的部下, 他跟随五安侯打了不少胜仗, 后因受伤, 无法在上战场厮杀, 才被派到此处守地。 你在乌沙镇时, 可曾听说过原将军? 因不知郑省出想知道什么, 沈哥便保守回道, 小弟只知道卧龙底有官兵把守, 但真不知道带头的是谁。 现在乌沙镇回来的人虽然不多, 但也有一两百了, 其中许会有人听说过。 郑省出笑道, 你没听说过原谅, 但应听过大厦第一女将的威名吗? 这次沈哥点了头, 郑省出冲着沈哥挤了几眼睛, 是不是听着很唬人? 是有点唬人, 但你这样子更欠揍, 沈哥没接话查。 郑省出继续道, 但传闻中有一点是真的, 那就是你堂姐他性情坚毅, 不输哪儿。 他七岁入营, 军中男子怎么操练, 他就怎么操练, 冲锋陷阵从来都是一马当仙, 他的四品将军, 是一场场打出来的, 受再重的伤, 吃再多的哭他都没哭过, 但腊月28那日, 他出去查看灾情回来, 眼圈却是红的, 把我吓了一跳, 今日看到你来, 我才知他为何哭。 沈哥, 郑省出与沈哥走进内营, 认真无比地看着沈哥, 把你看到原谅时, 心底的真实想法告诉你堂姐, 他不信我, 但一定信你。 你, 郑省出, 沈存玉大步从一排营房后走出来, 沉着脸走到沈哥身边, 你一脸鬼鬼祟祟, 又再憋什么怀, 一脸正惊, 却被沈存玉说成鬼鬼祟祟, 郑省出心里无奈, 真不知该拿什么表情, 面对心上人了, 存玉你忙完了, 忙完了,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别在老子的堂弟面前嚼舌头, 沈存玉抬手把沈小五从马背上抱下来, 又转头换沈哥, 转累了吧, 解那有好玩的, 走。 见郑省出还跟着, 沈存玉皱眉, 你, 哪凉快哪待着去, 很想被沈存玉抱着, 但小五还是很懂事得到, 堂姐把我放下吧, 我可成了, 你还没堂姐手里的枪尘呢, 沈存玉抱着她转了几个圈, 逗得小五抱紧她的脖子, 咯咯直笑, 见沈存玉轻轻松松单手抱着小五, 沈哥暗暗把自己的臂力和沈存玉的比较了一番, 决定回去后再把练劲用的石锤绑上两块石头, 回到房中, 沈存玉分夫人上茶, 一个三十多岁的仆妇端着托盘进来, 给沈哥烫杯, 倒茶, 这夫人正是当年照顾沈燕易的奶娘, 沈存玉一边斗着沈小五丸, 一边打量沈哥, 仆妇将茶双手递过来, 沈哥道了声, 却发现这仆妇很是紧张, 杯里的茶水一直在颤抖, 他接过茶, 抬眸看了一眼, 沈哥一脸平静, 奶娘的眼泪却差点落了下来, 他强忍着泪水低头退下, 沈存玉见沈哥认不出奶娘, 心里虽有些失望, 但又觉得这才正常, 他当年还不满两周岁, 能记得什么? 沈存玉问道, 郑省出跟你说了什么? 沈哥略去后边的话, 直到, 他让我把看到袁将军是心里的想法, 告诉唐姐, 袁将军看到我哭了, 我觉得他看起来有点假, 眼神还有些闪烁, 不知在想什么, 沈存玉哼了一声, 他就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老子又不傻, 岂是那么容易被人忽悠的? 你不必管这里的事, 回了宣州后, 好好过你的日子。 提起回宣州, 沈哥又道, 唐姐可还记得我 晌午之前说起的马二瞎子? 沈存玉把自己见鞘递给小五玩, 才问道, 记得, 好连寨的地痞, 他怎么了? 我从宣州回城时, 在好连寨码头过夜时, 进寨子里晃悠了一圈, 没见到他们一伙。 我一打听才知道, 有人在去年九月, 到好连寨, 以一天十五文钱包吃包住的价钱 招壮丁, 去修河堤, 清河道, 马二瞎子带着人去了。 不止马二瞎子, 很多壮丁都去了。 沈哥继续道, 马二瞎子是开赌场的, 他怎么可能跑去修河道, 我觉得这里边说不准有什么事。 沈存玉挑眉, 你也怀疑有人趁机招兵买马? 一言。 沈哥心谋一亮, 唐姐也这么想, 若卧龙堤真是被人故意炸开的, 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动脑子想想, 就是知道。 沈存玉往椅子上大胆咧咧一靠,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许川。 有许川跟着沈存玉, 确实让人放心不守。 沈哥没再多嘴, 我打算明日启程回宣州, 那边的铺子不能离了人。 去把沈存玉心里虽然不舍, 但面上一点也没带出来。 你那未婚妻, 沈小五连忙道, 视如玉姐, 她跟唐姐一样漂亮。 沈存玉挑挑眉, 这世上能长得跟本将军一样漂亮的可不多, 你小子好福气, 定了日子, 给我来个馅儿, 我多带几个人过去吃喜酒。 沈哥笑嘻嘻道, 等我俩成亲时, 唐姐早就破了这个案子回新阳了。 沈存玉瞪眼, 老子从新阳赶过来。 还有, 宣州太守住蒙真家的女人, 不论老少, 你能躲多远躲多远? 祝太守不是与武安侯交情不错吗? 为何唐姐要让他躲着太守家的女人? 沈哥没有多问, 点头硬下, 唐姐放心, 还没成亲就叫有家事了。 看来这小子对这门亲是很满意呢。 沈存玉替他高兴, 忽然又想起一事, 对了, 林如玉会不会武功? 祖父在这边时是不是发现了神射手? 他是谁? 能让祖父把林霄宫给他留着的人, 一定是神射手。 神射手? 还真有一个。 沈哥笑道, 如玉不会武功, 神射手是他的一兄, 林大夫。 沈存玉眸子瞬间大亮, 有多神? 这怎么形容呢? 沈哥想了想大夫射箭时专注的模样, 道, 他做事十分专注, 射箭时心里只有箭。 这么说吧, 只要是在射程之内的, 他想射什么就能射中什么。 沈存玉立刻追问道, 林大夫今年多大, 做什么营胜? 他今年时期还没选好营胜, 就是在家读书练武, 堂解你, 沈存玉抬手, 把一块烫金令牌扔给沈哥。 你把这个交给林大夫, 我, 幼后卫四品将军沈存玉, 诚心邀他入幼后卫。 只要他来了, 一辈子跟着老子吃香的喝辣的, 轻易向林家, 林大夫, 阿东, 阿恒和生子几个围着桌子, 聚精会神的玩挑木棍。 想赢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 运气和实力缺一不可。 林大夫的运气和实力一个都不缺, 所以他是长胜将军。 几个小家伙只能争夺第二名的位置。 看他们玩得热闹, 林家二婶温氏也来了兴致, 与大嫂, 侄女和女儿组了一桌, 不过, 他们玩得不是挑木棍, 而是叶子牌。 叶子牌由十万贯, 万贯, 锁子, 文前四种色的纸牌组成, 玩法相当于剪一板麻将。 林如玉和林如梅都会, 难得清闲, 四人也是玩得嘻嘻哈哈。 我又赢了, 给钱, 拿钱。 林二婶把牌晾在桌上, 眉飞色舞地伸出手。 啊, 林如梅也把自己手里的牌晾在桌上, 绝望道, 我就差一点点。 房侍从荷包里, 剪出一粒银裸子, 放在二弟妹手心, 笑道, 二弟妹肚子里这个, 运气真是旺得很。 见二妹心不甘情不愿地给了她娘一个银裸子, 林如玉便跟她摇耳朵, 二妹别急, 待会儿母亲和二婶前代理的银裸子, 都是咱们俩的林如梅睁大眼睛, 激动凑到大姐耳边, 大姐有办法赢钱。 下一把, 你缺什么牌, 就打手势给我, 我偷偷递给你, 咱定个手势。 林如玉被二妹斗得笑弯了腰, 不用, 温氏挑眉, 你俩在想什么鬼点子? 我姐教了我一个肯定银钱的窍门, 伯母, 娘, 咱们继续玩。 林如玉玩起衣袖, 斗志昂扬。 正这时, 全婶子快步走了进来, 禀道, 夫人, 二夫人, 大姑奶奶, 大姑爷带着智生表少爷和宇真表姑娘来拜年了。 啊, 不管是正在玩挑木棍的, 还是玩叶子排的, 都停住抬头看向房氏, 只有大福还在一心一意地玩。 温氏不解, 大嫂, 今年不才第二年吗? 房氏点头, 不过他们已经来了, 也没赶出去的道理。 大福, 阿恒, 你俩带着生子, 他们去礼间继续玩。 如玉, 阿东, 你俩去把他们请进来, 如没留下, 照顾好你娘。 是, 几个小家伙闻声而动。 林大姑有两个儿子, 已成婚的长子跟着妻女回了娘家, 所以, 今日跟着过来的, 只有还未定亲的张志生和张宇真。 林如玉带着阿东迎到大门口, 林大姑才带着女儿湿湿然打开了马车的门, 向林如玉伸出了手, 示意林如玉扶她下车。 当真是好大的架子, 林如玉按翻了个白眼, 庄总没看到, 笑盈盈道, 如玉给姑父父母拜年了。 张仲峰也笑盈盈应了, 林大姑沉下脸, 把手搭在婆子的胳膊上下了车, 质问道, 你娘呢? 张玉帧也装着天真, 是啊表妹, 大舅母不回娘家拜年, 今日不在府中吗? 在府中, 怎么不出来迎客? 他们自己不做脸, 林如玉当然不会给他们留面子。 前年祖父去世时, 是大姑母说怕触景伤情, 接下来两年不会再初二回来过年, 所以家里没有准备。 现在您突然带着一大家子人来了, 母亲需马上准备茶果点心和晚膳, 只得派我和阿东出来迎您。 林大姑被侄女赌得说不出话, 见有路人停在边上对自己指指点点, 便给自己找台阶下, 我是梦到你祖父, 所以回来看看。 这次不用林如玉, 八岁的阿东惊讶问道, 姑母, 您是晌午睡觉时梦到祖父了吗? 还不等林大姑说话, 林如玉已达到, 肯定是晌午, 若是昨晚梦到的, 姑母早上就过来了。 扑斥, 路人听到林家兄妹俩的对话, 忍不住笑出了声, 张仲峰实在不想再跟饭船的妻子 站在门前丢人, 甩袖上台阶。 林如玉与沈哥定亲后, 张志生待他便没了以前的热呼劲, 这块脸拉得和他爹一样沉。 这一家四口看着不像来拜年, 到寺来讨债的。 林大姑进入园内的暖厅, 见到温氏居然在家里, 便诧一道, 你回娘家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 也跟家里闹得不痛快了。 这一个也字, 便让房氏知道林大姑一家子出来的原因, 笑道, 二弟妹有孕在身, 不宜出门。 姐夫, 大姐, 请上座吃茶。 林大姑吃惊地盯着温氏的肚子, 有习惯性地挑刺, 这么大事, 怎么不派人给我报个喜? 还不满三月。 房氏吩咐人上茶, 张志生和张宇珍兄妹俩上前给大舅母, 二舅母拜年。 随后, 林如玉带着林大福, 二妹, 阿恒和阿东正式给林大姑拜年。 林大姑给出去五份压岁钱, 自家孩子却只收回来四份, 心里觉得吃了亏, 拉着脸不高兴。 听到礼物有人说话, 便问道, 今日还有人过来拜年? 房氏点头, 沈哥的弟弟们过来了。 林大姑刚要缝几句, 却见林如玉正拿眼珠子盯着他, 便哼了一声道。 志生带着弟弟妹妹们静里肩玩去。 退入礼物后, 阿东带着张志生去了林大福他们那桌。 张宇珍立刻挤开林如玉, 抱住了林如玉的胳膊。 如玉, 咱俩去你房里, 我有大事同你讲。 林如玉对他的大事一点也不感兴趣。 外边冷, 我不想动, 表姐就在这说吧。 张宇珍嫌弃地看了一眼墙那边的林大福 和沈哥的那几个弟弟,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 这里人太多了, 不好说话。 林如玉崩起小脸, 什么大事? 表姐要独独瞒着我一个。 便在这时, 林如玉的丫鬟云娟走了进来, 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林如玉站起身, 我有事要忙, 表姐有什么大事, 就先跟二妹讲。 二妹回头再告诉我。 好。 林如玉清脆硬了, 坐下一边磕南瓜子, 一边问张宇珍, 表姐, 什么大事? 张宇珍, 好你个林如玉。 林如玉快步进入前院书房, 问回来报事的落六, 你是说, 已经寻到严清的落脚地了。 去年腊月, 林如玉派人从川街巷就出春郊后, 押着他来宣州的中年男子严清, 在宣州城找了一日后, 就出城走了。 因怀疑严清是码头山的山匪二当家苏严清, 林如玉让落六派人跟踪他, 寻到码头山山匪的落脚地。 落六回道, 是。 严清去了下菜县城北县东五十余里, 一个叫做落滩地的偏僻村子里, 那处远离官道, 人迹喊至, 村子。 林如玉追问, 山匪入村了, 还是他们都猜错了, 严清不是码头山的山匪。 落六回道, 落滩地村地势低洼, 村中原有的几十户人家中, 有大半在洪水中丧生。 现在, 村里有近百户人家, 只有二十余户是原来的村民, 余下都是洪水退后搬去的。 林如玉更不解了, 那处既然偏僻, 怎会有八十多户人家在落滩地村落户。 洪水退后, 三周不少地方人丁损减严重。 为了不令田地荒芜, 三周衙门下公文, 不管原户籍在何处, 也不管原先从事何种行当, 只要能证明其家世清白者, 皆可治三周灾区落户。 落户者按人头分得两亩田, 并可适当减免粮税, 人头税等。 这一政策颁布后, 外地到三周灾区落户的人却不多。 因为虽然朝廷派出大量的人才物力, 抢修受损堤坝, 但百姓们还是惧怕滔天洪水, 再次吞没三周。 命都没了, 要田地何用? 落滩地村有何特别之处, 怎能吸引到多人落户? 落六解释道, 洪水之前, 落滩地村民就以治鱼皮胶为业, 这些人搬进去后, 也开始制作鱼皮胶。 落九发现, 落滩地村有些不寻常。 其一, 搬去落滩地村的人对生人非常警惕, 其二, 村内大多是青壮年男子, 到了岁末年初, 他们不忙着过年祭祖, 而是日夜不停地治疆。 其三, 严清宇村里新搬去的十几户人家是早就认识的, 因离得远, 落九不知他们说了什么, 但他们绝不是以种地, 治鲼为业的百姓该有的做派。 闲音推测, 或许他们想多这些鱼皮胶, 卖出去换银子。 落九点头, 也有可能。 林如玉又问道, 鱼皮胶能用来做什么? 鱼皮胶粘性好, 耐腐蚀, 用处很多。 落险系数, 盖房, 制作家具物时, 马车, 弓箭, 让落六标注出落滩地村的所在, 发现那处确实远离异岛。 按照常理推测, 制作鱼胶这等手工业, 应该选在靠近主干道的地方, 方便购买原材料, 运出产成品。 在深山至焦, 涂增成本, 也不安全。 盯着地图沉思的林如玉问炫英, 若安王造反, 人马, 兵器, 钱, 粮缺一不可。 洪水可以帮他造势, 让他招兵买马, 钱粮可以抢, 可以夺。 那兵器呢? 我记得撕住铁器是重罪吧? 轩英点头, 我朝十二卫府冰江用的兵器, 都是由关铁衙门都制的。 民间除了各地在衙门备岸的制作农具, 家用铁器的铁匠铺子外, 其他人若赶住铁器, 量少者断旗纸, 量大者诸三族安王真想造反, 或是在深山里秘密寻铁矿, 炼铁, 制作兵器, 或是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途径大量买入。 洛贤也明白了林如玉在想什么, 若能撕住, 他肯定不会去买。 林如玉继续道, 铁需要偷住, 兽皮, 兽金, 鱼胶这些制作兵器和工具的配料, 民间也用得到, 他们可以动用百姓分到各处制作。 贤英和洛贤愣了一下, 分开各处制作。 高中政治就讲过, 分工合作可极大提高效率。 林如玉继续道, 分开各处制作, 不易惹人注意。 他们以买卖的方式, 将各种原材料运到一处, 制作成品工件, 兵器。 比聚集大量工匠, 凑在一起制作兵器的风险小很多。 甚至这些分散各地的匠人, 也不清楚, 他们是在为安王制作造反的兵器。 言清是马头山山匪的可能性极大, 或许落滩地村新落户的村民, 就是马头山的山匪们。 你没说, 一帮杀人如麻的山匪, 怎么会突然转性, 日夜不停制作鱼皮胶? 听完林如玉的分析, 洛显和贤英半赏没说出话。 林如玉说得非常有道理, 只是15岁的小姑娘怎么能想到这些? 是他们太笨了, 还是林如玉太聪明? 洛显抱拳, 姑娘, 那接下来。 林如玉道, 派人盯紧落滩地村, 看他们的成品交运往何方, 就知道咱们猜测的对不对了。 但寻到证据, 再派人告诉南下查案的沈将军, 不不不, 不是咱, 是姑娘猜出来的。 若姑娘能猜对, 以她的聪明才智, 可以去右后卫当谋士了。 洛显和洛六下去安排, 林如玉则带着云娟和贤英返回内院。 云娟凑到林如玉身边, 姑娘是怎么想到这些的? 奴婢也想学。 怎么想到? 三世为人的林如玉回到, 就是多学, 多看, 多想, 然后大胆猜测, 小心求证。 嗯, 云娟的闻香眼转了几圈, 怎么猜测? 贤英也正想求教, 却见张家四口拉着脸从园子里走了出来, 身边只有林家的仆妇相送。 林如玉一看全婶子的脸色, 就知道园子里出事了, 停在路边。 带头的张仲峰在林如玉面前停住, 勉强压着火气道, 我们家中还有事, 就不留下用饭了。 林如玉看了一眼躲在林大姑身后, 用帕子捂着脸的张雨珍, 平静道, 姑父慢走。 林大姑冷哼一声, 忍不住道, 一个比一个没规矩。 林如玉凌厉的眸子抬起, 不过还不等她开口, 张仲峰已回头瞪了妻子一眼, 低迟道, 还嫌不过丢人吗? 在自己的娘家, 却被丈夫这么甩脸子, 林大姑气地颤抖, 狠狠瞪了林如玉一眼, 抬脚就走, 林如玉可不是任何人的出气筒, 带林大姑过去后, 她吩咐身后的贤英, 今日天寒, 路上结冰未化, 赶路可得当心血。 是。 贤英立刻明白了, 转身去安排。 林如玉这才问全婶子, 暖听出了什么事。 全婶子忍不住的后怕, 表姑娘差点冲撞了二夫人, 得亏被二姑娘拦住了。 林如玉眸中意冷, 吩咐云娟去告诉贤英, 今日路上的冰厚得很。 林如玉快步回了暖厅, 见到二婶靠在软榻上, 神色尚好, 贤真正在给她把脉, 心中紧绷的贤, 财算松了些。 还不等林如玉问什么, 林如玉便跑到大姐身边, 叽叽喳喳道, 张雨真说姐夫的坏话, 我说了她几句, 她就使坏想装摔倒撞我娘, 我就把她打了。 之前我以为她还只是沾染了些贪便宜的恶习, 现在看来她是黑了心, 改不了了。 房氏冷声道, 在家主回来之前, 绝不准他们一家四口踏入林家, 包括林家的所有的店铺, 田庄一步。 是, 全婶子等管事和管事媳妇齐声音下。 贤真说, 温氏身体无恙后, 众人才算彻底将心放下。 温氏这个孩子来得不易, 若是被张雨真撞一下, 后果不堪设想。 林如玉觉得让她在冰上摔一下, 是便宜她了, 不过收拾她也不急于这一时。 林如玉问道, 娘, 二婶, 他们方才说了什么? 温氏直言道, 开口便是你祖父祖母活着的时候如何如何。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嫌弃咱们现在不拿她当亲人看。 半天还没说到正题上, 张雨真就冲出来做妖, 把事给搅了。 房氏虽没让人去打听, 但她早就把林大姑的心思摸得透透的。 他们过来左右不过两件事, 一是跟张家大房闹得不痛快, 想让咱们帮着她出气, 二是张志生和张雨真的亲事。 张家这两年生意做得不顺, 为了银子还好理解。 亲事嘛, 林如玉有些绕不弯来。 墙里间还有大夫和生子他们一帮, 房氏压低了声音道, 这宣州城内张家能看上的, 又能让娘做梅牵线的, 有几家。 这种八卦, 是女人最喜欢聊的。 温氏也瞪大眼睛压低声音道, 大姐相中二姐家的燕青了, 还是圆婷。 房氏摇头, 张家最看重什么, 当然是银子了, 二姑父在衙门里当差, 说着虽然体面, 但却没多少家底, 林大姑看不上。 林如玉眼睛一亮, 景欢的三弟, 还是赵五娘。 看大小三双眼睛, 齐齐盯着自己, 房氏低笑道, 八九不离时, 就是他俩中的一个。 温氏立刻接过话茬, 能哗拉着哪个算哪个十一岁的林如没问道, 那要是一个都哗拉不着呢? 林如玉道, 肯定哗拉不着, 赵家眼光高招呢? 房氏叮嘱道, 以后你们都长得心眼, 不要被他们拿去做法子。 是。 温氏, 林如玉和林如玫起声应望。 温氏又道, 那, 咱接着玩叶子牌。 房氏和林如玉姐妹俩忍不住笑出了声, 玩。 离开林家后, 张仲峰肚子里有气无处发现, 杨边催马不知跑去了什么地方。 张之声受不了大冷天骑马, 钻进马车里埋怨妹妹。 你也真是的, 走路都不长眼睛。 张宇珍捂着火辣辣的脸, 又气又委屈吼道。 那能怪我吗? 地上有谁我怎么知道? 说不定是大舅母容不下二舅母肚子里的孩子, 故意陷害我。 我的脸还疼着呢? 你们也不问一句, 就知道骂我。 林大姑被女儿哭得心烦意乱, 脸疼就把这教训记牢了, 以后少办蠢事。 张宇珍咬唇, 不敢再哭出声, 因为刚才在林家确实是她犯蠢, 办下了错事。 但她没想到, 大舅母会立刻把她们赶出来。 二舅只是家里的庶子, 她娘可是大舅嫡亲的姐姐。 张宇珍捂着疼得一跳一跳的脸, 咬牙切齿道, 再等两个多月, 大舅就要回来了, 大舅最疼我了。 想到快要回家的大帝, 张志生也满脸期待, 就连林大姑的脸色也好看了许多, 等你大舅回来, 你们可要。 林大姑的话还没说, 马车的左车轮忽然解体, 车厢左斜, 车里的仨人失去平衡挤在一处, 失声尖叫。 大姑奶奶的左胳膊折了, 表姑娘被表少爷踩了一脚, 也伤得不轻。 表少爷从窗子跳车崴了脚, 是伤得最轻的一个。 听了贤英的汇报, 林如玉煞有介事的摇头, 真是的, 好端端的, 车咕噜怎么会自己跑了呢? 贤英一本正经, 奴婢也不知道。 待贤英退出去后, 房氏点了一下女儿的额头, 笑骂, 装, 再装。 林如玉黑黑一笑, 抱着娘亲的胳膊道, 大姑和张雨珍在家养伤多好, 这样女儿去常州时, 他们就不能过来给娘添乱了。 房氏取过玉饼的木锥, 轻轻敲打着有些酸胀的腿, 等见到你爹, 把你大姑再接上散谣言, 你大姑父算计省哥的事都告诉他, 让他看着办。 林二爷回来后, 听说外甥女差点撞到媳妇, 也是一阵阵后怕。 温氏斜了丈夫一眼, 哼道, 你媳妇不是宁捏的, 莫说有闺女, 丫鬟婆子拦着, 就是他们都没反应过来, 我自己也能把她推开。 不过, 咱闺女真是长大, 争气了听到妻子夸奖女儿, 林二爷比自己被夸还高兴, 如没跟着娇娇练了这几个月, 手劲可大着呢。 雨珍为何突然要撞你? 温氏在丈夫面前, 当然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与如梅在里间扮了两句嘴, 他就出来想撞我, 这孩子年纪不大, 心也是真狠。 本还听说大姐的马车出事, 害得他和雨珍都受伤了, 林二爷还有点放心不下, 这会儿却觉得他们伤得正是时候, 你以后身边多带个人, 别让他们往你眼前凑。 大嫂说了, 大哥回来之前不准他们再登门, 温氏算着日子, 大哥回来时, 他们的伤也该养好了。 想到大哥, 林二爷又往妻子身边挤了挤, 与他商量道, 这家里离不开大嫂, 我想着跟如玉一块去长洲接大哥, 他一个小姑娘在外, 做什么都不方便。 温氏点头, 你是应该去, 在外边拿不定主意的事, 就听娇娇的, 他脑瓜好使, 主意也正。 林二爷瞪眼, 温氏的眼睛瞪得比他还大, 我说的不对吗? 你有娇娇心眼多, 还是比娇娇本事大? 林二爷眼睛渐渐变小, 好吧, 他确实没有, 但是, 我有会赚钱的大哥, 还有有本事又心眼多的侄女, 不行吗? 温氏被丈夫逗笑了, 行, 你可太行了。 听说二叔要跟着一起去, 林如玉劝道, 家里事情繁多, 只我娘和二婶, 实在忙不过来, 二叔留在家里照应着, 我和沈哥, 大夫哥, 再带上林瑞, 林峰一起去, 肯定把我爹边接回来, 您放心吧。 房氏也道, 二弟妹有孕, 家里的田庄春耕, 也需要二弟盯着, 还是让娇娇去吧。 林二爷是个听话的, 大嫂, 既然这么说了, 她便不再废话, 直到, 娇娇多带些人去, 能银子的地方就银子, 别委屈着。 林如玉笑着硬了, 初次在家热热闹闹, 看过影子戏后, 便迎来了破舞, 歇了几日的林家主母, 和两位主事, 又忙了起来。 房氏和林二爷, 出门去巡视绸缎庄和药铺, 传行, 林如玉在家整理去常州, 要带的药材和药物, 当然, 主要是有毒的和解毒的。 虽然这一世与上一世, 已经大不相同, 但林如玉不敢掉以轻心, 时刻提放着心狠手辣的贺久明, 和他身边善用蛇毒的五毒门叛徒泄游。 云娟站在药房门口道, 姑娘, 二房的人堵在咱们家门前哭闹呢? 林如玉头都不抬, 林锦宗全家已被逐出族谱, 哪来的二房? 他们哭闹什么? 云娟气鼓鼓道, 说是每米下锅快饿死, 冻死了, 让夫人可怜可怜他们, 他们已经收拾好行李, 这是要在临走之前恶心人呢? 林锦宗父子勾结徐入园, 收买包财旺, 在码头山下, 害死了三十多人林锦宗父子判了斩刑, 并出以罚银两千两, 用于安置平顺标局被害标失的家眷。 前几日, 林如玉听说林锦宗的二儿子林康宏卖了宅子, 打算带着一家子避到城外去, 他们包袱都收拾好了, 不赶紧上路却围着自己家门哭, 确实是专门恶心人。 他们就算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老宅绝对不会给他们银子, 没准还会因此发怒, 让林康宏一家人的日子更不好过。 既然这样, 他们还来闹事, 就是有人给了他们好处或者威胁他们来闹。 这人是谁, 林如玉不用查也知道, 让林锋去报官赶人, 再去请老管家回来收拾看热闹的人。 林锋打开林家老宅大门, 布达里穿得破破烂烂, 或贵货站的一帮子女人和孩子, 大声吩咐道, 安子, 去把衙门里的差也请来。 林锦宗头发白的老七哭声更大了, 老天爷啊, 他们这是非要逼死我们一家子才肯罢手啊。 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故意起哄, 自己家里的事儿关起门来解决多好, 惊动衙门干啥。 呸, 林锋呸了那人一口, 瞪眼凶狠道, 谁跟杀人凶手是一家子? 那人继续装着好心拉赫, 犯错的是林锦宗和林康赫, 又不是他们家里这些老弱妇孺, 你们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看热闹的总是会同情弱者, 有个住着拐账的老太太开口了, 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呢? 他们这些光脚的不怕你们穿鞋的, 真闹起来对你们也没好处, 是不是这个理儿? 林家竹母怎么着, 也得照顾一下自家的面子不是。 跟着云娟出来看热闹的语音不干了, 站出去插着腰骂道, 他们哪个光着脚呢? 真正光着脚的是被来林锦宗和林康赫害死的三十多人。 要说里要讲面子, 你们跟他们说去。 收了钱来看热闹的人继续起哄, 冤有头战有主, 那又不是他们这帮娘们儿和孩子干的, 语音想跟他一块长大, 现在却以尸骨无存的蓝雀, 就恨不得冲上去揣这些人挤脚, 就是因为不是他们干的, 所以官老爷才没把他们收奸。 您是活不撒, 您要真可怜他们, 就把人都领回自己家, 好吃好穿供着, 没人拦着你。 至于被他们家害死的冤魂去不去找你, 你半夜睁开眼看看知道了, 婆子立刻不敢吭声了, 他也怕。 林锦宗的老七既然来了, 岂能被一个小丫鬟就打发走, 林如玉呢, 让他出来。 老神要问问, 他吞了我家几十口糊口用的铺子和田产, 他心虚不心虚。 这就是你们不对了, 林家二房都这么惨了, 你们咋还能吞人家的家当? 就是, 你们又不差这个钱, 赶紧还给人家吧, 有再大的仇, 到了这个份上, 也该解了, 语音正要继续骂, 却瞧见捕快进了巷子, 便提裙下台阶, 穿过这帮黑心玩意儿, 给差爷见礼, 差爷还我家姑娘清白, 剑捕快的手放在了刀柄上, 林锦中的老妻还没说话, 林康和的妻子已吓破了胆, 跪爬两不肯求道, 我婆婆是老糊涂了, 大方没有吞没我们的田产和铺子, 我们不用剑官, 不要劳烦大人声唐, 听了唐婶的捕快瞪眼, 你们的铺子和田产都有哪些, 还不从十招来, 衙门只罚了一两千银, 是因为林家人哭穷哭的, 否则可不止这个数, 这一下, 林锦中的家人都吓傻了, 躲在隔壁园门内听热闹的林康红, 立刻跑过来, 点头哈腰, 差爷, 我娘是病糊涂了胡说八道, 我家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交罚银, 不信您可以随便查, 林锦中的老妻低头闭目, 身体哆嗦几下, 晕了过去, 被家里人抬走了, 这场闹剧匆匆收场, 拄着拐杖的林锦霄, 见二房这么不中用, 冷哼一声转身响走, 却吓得嗷了一声, 险些没扔了拐杖, 摔倒在地上, 老管家林翔拱拱手, 三老爷到此, 是来给林康红一家送行, 还是过来看热闹, 林锦霄胡子抖了几抖, 大声道, 不过是我大哥养的一条狗罢了, 也敢在老子面前乱吠, 腿长在老子身上, 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您当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林翔脸上的笑意收, 让林康红一家过来闹事, 派人在人群里起哄, 您不是说干就干了, 林锦霄戳了下拐杖, 劈头盖脸就骂, 血口喷人的本事, 你个老小子倒是学了个实称实, 你说是老子干的, 就是老子干的, 衙门的狗还没走远呢, 要不, 叫回来咬老子几口, 给你出出气, 这点小事, 不必惊动官爷, 林翔整了整衣衫, 家主回来自会处置, 想到自己那个心狠手辣的笑面虎大侄子, 林锦霄心虚了, 强撑着道, 等着就等着, 当老子怕他不成, 吼完, 林锦霄又压住火器问, 康年媳妇派谁去接船, 林翔摇头, 小人不知, 不过小人只知道, 三老爷今年在想用林家传行的船运货, 价钱得翻一倍, 你说什么, 林锦霄扔了拐杖就要面前老东西的衣精, 跟在林翔身边的护院一抬手, 便将人挡住了, 林翔看着气急败坏的林家三老爷, 冷声道, 您再闹下去, 翻得可就不止一倍了林锦霄咬牙切齿, 林家书房向林如玉交差, 门前的乱子已经平息了, 请姑娘放心, 那几个闹事的人是三老爷安排的, 小人看着他们都有些眼熟, 林如玉到了生辛苦, 又到, 这次涨价一倍后, 三房再敢惹事, 直接断了他们的生意, 姑娘放心, 小人定把这事办得妥妥的, 姑娘办事干脆利落, 林翔也应得干脆利落, 林锦霄只会玩小心眼, 根本不善经营, 分家十分得的家业已经败得差不多了, 断了他的生意, 根本用不着主母或姑娘出手, 林如玉又叮嘱祥书, 张家, 宋家, 还有绸缎于家, 也要派人盯着, 一旦他们使歪门邪道的手段, 直接打回去, 祥书明白, 姑娘这是为他去长州, 迎家主回归青路呢, 满口应下, 张家大房和二房闹腾的正兄, 无暇关照生意, 宋天祥这阵子在家里养伤, 宋家主下定决心整顿门峰, 也无暇他顾, 倒是于家, 昨日派管家去了城南船行, 看意思是想买三艘中型货船跑货, 根据他们对船的要求, 想运的还不是不匹, 三艘货船, 说多不多, 少说也不少, 一直专注于丝绸的于家买货船, 林如玉本能觉得与贺炯明有关, 贺炯明在宣州时, 宣州商谷中就属于柳连最殷勤八减, 想搭上安王府的路子, 把生意做到安州去, 上一世, 于柳连也是贾安自远最勤快的狗腿子, 贺炯明, 于柳连, 货船, 林如玉将这三者联系在一块想了想, 安排到, 于家买了货船后, 必定要找烧工和船把式上船, 祥叔派个机令水性好的上船, 摸清于家从哪进什么货又往哪出货, 林家船运行里有的是人, 这样的人不难找, 祥叔立刻安排了下去, 于家的动作极快, 正月初七从船行开出的货船, 初八便驶离宣州码头, 正月十四, 在码头等沈哥归来的林如玉, 不用猜了, 于家买货船是为了往安州贩卖鱼皮胶, 顺着这条线, 林如玉觉得自己能在三月去长州之前, 把贺炯明私制武器的老巢连锅端了,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翘起了嘴角, 越想越高兴, 林如玉的好心情, 在看到沈哥和沈小五出现在将要靠岸的客船甲板上时, 达到了顶点, 而这种好心情, 在看到英姿萨爽的沈存玉时, 直接转为了震撼, 姑娘, 站在姑爷身边的是书祖的孙女, 闲婴看到沈存玉激动的声音都大了, 难怪郑昌明提起沈存玉时那般激动, 他的美不仅是外表, 而是从内里散发出来的漂亮和自信, 他美得自意张扬, 让人无法转开目光, 但林如玉的目光, 还是不得不移开了, 因为沈哥发现心上人盯着沈存玉后, 干脆利落地挡在了他前面, 向着林如玉猛灰衣袖, 那动作, 颇为孩子气, 林如玉笑了, 抬秀回应, 沈存玉的语气和神态跟在军营里混了多年的老兵混子一模一样, 却丝毫不令人反感, 运船被人浮出来的正省出看着船边骄阳般的沈存玉, 更晕呼了, 沈哥拍开沈存玉的胳膊, 低声道, 堂姐别动手动脚的, 待会儿也收敛着先, 暗伤那么多人看着呢, 呦吼, 还不能动手动脚, 沈存玉见没一条, 抬胳膊就要搂沈哥的脖子, 却被沈哥一矮身逃了过去, 沈存玉顺势把小五搂了过来, 潇洒帅气的挥舞衣袖, 与林如玉打招呼, 被他搂住的沈小五激动得小脸通红, 心里啊啊直叫, 堂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搂着我, 她一定特别喜欢我, 我好高兴啊, 林如玉也激动得美颜泛霞光, 挥舞双袖, 恨不得大喊, 沈将军威武, 沈将军好帅, 沈将军我好喜欢你啊, 沈存玉得意地向着沈哥抬他下巴, 瞧见没, 你的未婚妻更喜欢老子, 沈哥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一脚把他踹进江里去, 郑省出终于被人扶着, 走到了沈存玉身边, 低声提醒道, 岸上的人都盯着你看呢, 你这趟是微服出行, 带的人少, 还是不要太引人注目为好, 否则不用你自爆家门, 各家眼线就知道你是谁了, 沈存玉哼了一声, 知道了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沈哥你给老子站住, 沈存玉一把按住手扒传弦, 做事要跳到岸上去的沈哥, 他身边的生子几个大喊道, 哥, 小五, 哥, 小五, 二哥, 三哥, 四哥, 六弟, 七弟, 与好兄弟们分开半年的沈小五, 高兴地跳高高, 如玉姐, 小五, 林如玉挥秀, 又喊道, 沈哥, 如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喊他的名字, 沈哥笑容灿烂, 如玉, 弟弟们, 我回来了, 切, 沈存玉把手从沈哥肩膀上移开, 搂着小五帅气利落地, 从船上跳到岸上, 落在林如玉面前, 被他挡住阳光, 都移到了他的既美又帅的脸上, 如玉, 我是沈哥的堂姐沈存玉, 初次见面,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啊, 林如玉情不自禁地抬手捂住脸, 忍不住地想尖叫活了三辈子, 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追星族的快乐, 怎么办, 他好想抱一抱这位大厦第一女将啊, 还不等林如玉伸手, 后跳上岸的沈哥便挡在了他们俩中间, 此处风大人多, 不方便说话, 咱们去马车上说, 小五, 你先跟着你二哥他们回家, 我待会儿就回, 林如玉刚收拢回, 激动地跳出身体的三魂气魄, 就被与沈哥的小弟们打完招呼的沈存玉, 搂住了肩膀, 如玉在岸边等很久了吧, 冷不冷, 被搂住的林如玉, 瞬间又三魂离体, 气魄出窍了, 正省出被人扶下船, 见沈存玉头已经也不回地跟着沈哥上了马车, 也没急着追上去, 只吩咐道, 先去客栈, 马车上, 沈存玉递给林如玉一把手掌长白色刀鞘的匕首, 抱歉道, 此番我来得匆忙, 未来得及给弟妹准备像样的见面礼, 就先用这把刀凑合着吧, 待你们成亲时我再补一份像样的, 这一看就是丙好刀, 林如玉双手接过, 握住白玉刀柄, 冒着森然寒气的刀身露出来时, 林如玉瞳孔一颤, 这是钢刀, 在这个铁器都没有广泛普及的年代, 钢刀弥足珍贵, 虽然只看了一眼, 身为外行的林如玉也能看出这把匕首的材质, 比贺九名绣剑用的钢钉还要好上数倍不止, 什么叫凑合着用, 这也太贵重了, 见林如玉如此识货, 沈存玉笑得更开心了, 这是含铁百炼而成的钢刀, 我祝你与沈哥情比金坚, 白头偕老, 林如玉郑重向沈存玉道谢, 多谢唐姐, 沈存玉就喜欢这样干脆不莫及的美人, 他含笑拍了拍林如玉的肩膀, 你与沈哥多日不见, 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先走了, 咱后会有期, 说吧, 沈存玉也不喊停马车, 静止跳了下去, 头也不回地向着马车挥了灰衣袖, 便大步走了, 丝毫不在意旁人的目光, 真是, 太帅了, 他也要活得这么潇洒自已, 沈哥关上车窗, 顺势把林如玉的小脸转到自己这边, 少年精致又干净的脸上, 满是委屈, 从见到沈存玉后, 就忽略了未婚夫的林如玉有些心虚, 抬手按住他温热的大手, 笑问, 路上可还顺利, 手心是他柔嫩的小脸, 手背是他热乎乎的小手, 沈哥心里那点说不清到不明的酸楚和烦躁, 瞬间灰飞烟灭, 顺利, 就是感觉像是与你分开了几十年, 想你想得厉害, 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丘的土画版吗? 林如玉咬了咬唇, 滴滴道, 我也想你, 是真的想, 无事实想他走到哪了, 可有遇到危险, 有事实想同他商量, 听听他的意见, 盯着他被咬过后, 泛着水光的唇, 沈哥真想凑过去咬一口, 看他是不是如梦里一般甜美, 林如玉被沈哥炙热的眼睛, 看得脸上发热, 心里发烫, 缩回手咳嗽一声, 问道, 堂姐怎么跟着你一起来了, 她不是要保护查案的何大人吗? 说起此事, 沈哥就来妾, 正月初三, 她到码头送行, 让我把这把匕首带回来, 送给你防身用, 可话说了一半, 她却忽然改变主意, 跳上船就跟着来了, 林如玉满眼惺省, 不愧是她喜欢的人, 够随行, 够洒脱, 不过, 为了顾及沈哥的感受, 林如玉还是道, 她是舍不得与你分开, 你们是在哪遇上的? 在江厅村, 沈哥把自己与沈存玉相遇的事情, 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林如玉拉着沈哥的手, 逐一翻看她的指纹, 果然见她右手的拇指上的指纹, 不是标准的抖, 也不是标准的波及, 因众人都认为, 抖多比较吉利, 所以沈燕一的母亲和奶娘都说这是抖, 也在情理当中, 抬头见沈哥的心眸, 有些不安地盯着自己, 林如玉把她的手指握在手心, 认真道, 你是我的未婚夫沈哥, 嗯, 沈哥抬手把心上人紧紧抱在怀里, 眼中闪着水光, 外边是嘈杂的人声, 车内却安静地能听到她的心跳, 林如玉轻声道, 我记得听老人们讲过, 有的胎记也不会跟人一辈子, 长大就没了, 或许几年后还会长出来, 或许沈燕一身上的胎记也是消失了呢, 搂着心上人, 沈哥第一次道出心底的不安, 我小时候, 我以为自己是一匹眉毛又病弱的狼, 后来见到人, 我才知道自己不是狼, 如果我是沈燕一还好, 万一我不是, 去纠战却巢了呢, 他这样, 实在太让人心疼了, 林如玉抬手还住沈哥净瘦的腰, 与他商量, 林家有十几家医馆, 医馆内的病人每日络绎不绝, 我吩咐下去, 让林峰去问一问每个郎中, 看他们是否有遇到过红色胎记消失不见的病人, 不要, 沈哥低头, 汲取着心上人温暖的气息, 我又不是他们, 不要就不要吧, 林如玉又道,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你是怎么到的江厅村外的山林里, 早晚会查清楚的, 咱们不急, 慢慢来, 蛛丝马迹早晚会露出来, 沈哥应了一声, 又确认道, 不管我是谁, 你都是我媳妇, 林如玉抬眸, 玩笑道, 你如果真是沈燕一, 就是我高攀你了, 那你也不能不要我, 沈哥用额头蹭了蹭心上人的小脸, 继续道, 堂姐明日应会去林家拜访, 你先跟岳母打声招呼, 对了, 郑省初可能会跟着堂姐一起去, 林如玉纳闷, 郑省初是谁, 在船上时, 表姐身边被人掺着的那个瘦高白脸, 她是郑太夫的嫡孙, 在她面前咱们说话要小心点, 不该说的半句也不能说, 除了许川说的非敌非友, 沈哥看着郑省初也不顺眼, 因为他太装了, 说话拐弯抹角, 虚弱都是装出来的, 在码头上时, 林如玉满眼都是沈存玉, 根本没瞧见他身边还站着个瘦高白脸, 他为何而来? 沈哥哼道, 堂姐到哪他就跟到哪, 拈都拈不走, 看到堂姐上船, 他二话不说就跟上船了, 堂姐赶他下船, 他说要去涉州祭祖, 到了宣州堂姐下船时, 他又说自己坐船太难受, 想下船休养几日再改乘马车回去, 林如玉笑了, 以堂姐的本事, 若真烦透了他, 不可能让他跟着, 他多大年纪, 能跟着堂姐到处跑, 应该是还没出事吧? 堂姐今年18, 他比堂姐大, 大多少我不知道, 出没出事我也没问, 沈哥不想跟心上人多聊这个外人, 转而提起了林大夫, 堂姐想将大夫招入右后尾, 在他营中笑吏, 说吧, 沈哥掏出沈存玉给他的令牌, 如果大夫想去, 就让他拿着这个令牌去找堂姐, 房氏拿着沉甸甸的铁令牌, 思索许久, 才让人把大夫叫了过来, 把沈存玉将军想招他入伍的事情讲了一遍, 然后耐心地问, 大夫想从军吗? 林大夫的目光从令牌上张着大嘴老虎脑袋, 移到异母脸上, 目光茫然, 这孩子救了如玉的命, 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的林家, 房氏真心感激他, 把他当儿子养育着, 也为他的将来操着心, 看他听不懂, 房氏继续耐心分析给他听, 又后卫是驻守咱们大厦京都新阳的军队, 咱们大厦朝的皇帝, 就住在新阳那个地方, 给你这个令牌的是沈书祖的亲孙女, 你还记得沈书祖吗? 林大夫记得, 书祖留了好多险, 二妹给他缝上伤口, 教我射箭, 大夫能说这么多话, 说明他对沈书祖印象很深, 房氏笑赞道, 对, 就是教你射箭的那个书祖, 他的孙女也就是沈将军, 虽然年纪不大, 但她是咱们大厦赫赫有名的女将军, 林大夫不关心沈将军, 只关心家里人, 义母去吗? 房氏摇头, 我年纪大了, 又不会攻剑拳脚, 不能去从军, 林大夫又问, 二妹去吗? 林大夫固执地喊林如玉二妹, 一个称呼罢了, 房氏由着他, 没强迫他改口, 二妹也不能去, 阿恒, 阿恒现在年纪还小, 如果他长大了想去, 沈将军觉得他够格, 娘就让他去, 房氏明白了林大夫的心思, 他不想跟家里人分开, 打心底里, 房氏也舍不得大夫去那么远的, 自己照顾不到的地方, 可大夫长大了, 要成家立业, 总得有个安身立命的手段, 他最拿得出手的本事, 就是剑术, 剑军中总比当标诗, 或者给自家押船强得多, 也体面得多, 不过他舍不得家人, 房氏也不逼着, 他现在就走, 大夫今年多大了, 这个, 林大夫想了一会儿, 回道, 我叔叔, 刚过完年, 孩子们确实搞不清楚, 自己今年几岁了, 房氏耐心道, 对, 大夫叔叔, 今年时期, 正是学东西的大好年纪, 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先跟沈将军商量一下, 请他准许你在家里, 再学几年文武艺, 二十成丁后, 再说入伍的事, 如果沈将军不同意的话, 到时候, 大夫还想从军, 就去咱们宣州城本地的军营里, 大夫觉得行吗? 嗯, 大夫立刻应网, 他喜欢现在的家, 现在的日子, 不想跟家里人分开, 房氏兼大夫同意, 心里也踏实了, 大夫今年也要努力学, 建树, 奇术, 功夫要学好, 常见的字也要会读, 会写, 林大夫应了一声, 显然有些心虚, 因为他很努力学了, 但是他脑袋不好使, 记不住字, 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 房氏安慰道, 不急, 咱们慢慢来, 日子长着呢, 一天学一点, 记少成多就好了, 听了娘亲的安排, 林如玉也觉得挺好, 大夫哥没有房人之心, 在家, 咱们可以照顾他, 去了军营里, 也得有人照着他, 否则他肯定被人欺负, 沈将军惜财, 现在想招他, 过几年, 大夫哥有本事了, 肯定还要, 新阳城太远了, 而行千里母担忧, 房氏发愁道, 如果能给大夫寻一个不嫌弃他, 真心想跟他过日子的, 有本事的媳妇就好了, 家里不缺银子, 想给大夫哥娶妻生子不难, 但若要给大夫哥寻一个符合母亲说的三个条件的好媳妇, 却不容易, 不过, 不急, 咱们慢慢找, 总会遇到合适的, 虽知急不得, 但房氏哪能不急, 大夫今年都十七了, 错过这几年就更难找了, 十七, 在林如玉当孤儿时, 赵景欢去年纪后成亲嫁去了苏州, 今年就因为有孕在身, 无法回娘家, 也就是说才十六岁的赵景欢, 过几个月就要当娘了, 自己的娘亲今年才三十二岁, 按理说还处于生育的最佳时段内, 但却已经是要当祖母的人了, 这让十五岁的林如玉压力山大, 他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呢, 马上就要成亲, 当娘了, 这日后爽, 沈存玉就派人将正式的拜帖送到林家, 沈存玉知去的错过正月十五上元佳节, 定下正月十六灯门拜望上元佳节, 当然要和最喜欢的人一起过, 沈哥高高兴兴地换上新衣, 被岳母叮嘱一番后, 带着未婚妻出门看灯, 大夏朝虽也讲究男女大房, 但不似宋元明清那般苛刻变态, 姑娘家出门行走, 起码游玩是寻常事, 以定亲的男女童游也是寻常事, 大胆些的甚至敢携手童游, 林如玉与沈哥就属于大胆的, 两人手拉手在登山人海中徜徉, 人约黄昏后, 是灯如咒, 一对碧人携手而游, 赏心又悦目, 沈存玉靠在石桥边的柳树上, 看着傻弟弟傻笑, 他的嘴角也擒着笑, 眼里却闪着水光, 那傻小子还以为自己是突然兴起, 等他来了宣州, 其实沈存玉早就安排好了, 他把许川和大半将士留在沃龙堤, 自己只带了少部分人登船, 他来宣州一是为了见一见弟妹, 二是查清安王世子在宣州都做了哪些布置, 好逐一击破, 林如玉很不错, 自己的傻弟弟这十几年吃了太多苦, 如今总算苦竟甘来了, 沈存玉已经给祖父写了回信, 若最终也无法让沈哥相信他就是沈燕易, 就让他留在宣州平平安安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好了, 他们找了这么多年, 心里盼着的, 不就是他还平安活着吗? 回到新阳, 他过得或许还不如现在快活, 沈存玉笑了, 抬手折下一条柳枝叼在嘴里, 悠然自在地哼起小曲, 哥哥我在营里吃苦又受累, 让小媳妇他独守空归, 歇了一日的郑省初终于在树下找到了沈存玉, 凑上前笑道, 没想到宣州城的上元节也这么热闹, 街东头有五龙灯的, 这里的龙头灯样式与新阳的大不相同, 咱们去看看, 你自己去, 老子没空, 沈存玉嫌弃地挪了挪, 郑省初靠在沈存玉让出来的地方, 也学着他舌了条柳枝叼在嘴里, 望见了桥下缓缓走来的沈哥和林如玉, 那俩人挨得很近, 一看就知道他们藏在袖中的手肯定是拉在一起的, 郑省初看了看沈存玉骨节鲜明的手, 郑色道, 存玉, 你可不能耽误了沈哥, 嗯, 沈存玉的目光转向郑省初, 他的眼睛漂亮又干净, 郑省初心头一颤, 一本正经道, 你是姐姐, 你不出嫁, 沈哥怎么娶气, 沈存玉皱了皱眉还没说话, 便听那丝接着道, 敢在他们澄清之前把婚事办了, 沈存玉觉得自己被耍了, 瞪眼骂道, 老子不嫁, 虽然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 但听他说出口, 郑省初的心还是疼了一下, 半开玩笑半认真道, 你说过非我不嫁的沈存玉最不愿意提这件, 差点毁了他一世英明的糗事, 老子那时候还小, 不懂事, 眼睛也下, 你不嫁我也行, 我入坠到你家去, 给老子滚, 沈存玉怒了, 抬脚就喘, 你他娘的是郑太傅的嫡孙, 怎么可能入坠别甲, 拿老子开涮是不, 郑省初身形一转便绕到了树后, 笑嘻嘻道, 存玉害羞了, 你他娘的才害羞了, 沈存玉气急, 正要把刀砍过去时, 郑省初又捂住胸口咳了起来, 沈存玉收刀皱眉, 身子不好就滚回去歇着, 就知道他会心疼, 郑省初咳得狼狈, 眼睛亮得却比树上的灯笼还亮, 你别担心, 经过这些年的调理, 我的身体快康复了, 你哪只眼睛看出老子担心了, 跟他说话永远是驴唇不对马嘴, 沈存玉烦死了, 转身就走, 郑省初立刻跟了上去, 桥下不远处, 沈哥对凌儒遇到, 那个跟着唐姐的竹竿就是郑省初, 大下流行未尽之风, 温弱飘逸的男子很有市场, 郑省初骨子里又透着一股金贵儒雅, 更是引人注目, 桥上桥下偷看他的姑娘, 不比偷看沈哥的少, 不过郑省初只看得到沈存玉, 他对沈存玉的爱意毫不遮掩, 沈存玉虽然对他没有一点好脸色, 但也没有如沈哥说的那般暴躁喊打喊杀, 林如玉好奇问道, 唐姐为何肯让郑省初跟着, 沈哥低声道, 我听顺哥说, 郑省初虽然是郑太父的嫡长孙, 但他母亲早亡, 他父亲的叙事将郑省初视作眼中钉, 郑省初八岁时被人推进湖里, 差点淹死, 是唐姐把他就上岸的, 郑省初因此受寒, 落下天冷就咳嗽的病根, 从那之后, 郑省初就围着唐姐打转, 若不是身体不好, 他肯定跟着一块入幼猴胃, 天一冷就咳嗽, 莫不是慢性之气管炎, 这病可不好根治, 林如玉跟着沈哥慢慢向前, 边聊边赏灯, 在林家成衣铺做事的春娇也出来逛灯, 瞧见沈哥与林如玉一同出游, 春娇之趣地远远行了一礼, 便拉着一块出来看灯的年轻绣娘, 转向十字街的另一边, 望着春娇依旧窈窕的背影, 林如玉发现, 虽然才过了半个多月, 春娇身上那股被人调教出来的柔媚精退了不手, 整个人显得清爽了许多, 沈哥昨晚就听生子说了, 春娇被人带到宣州的事, 便与林如玉商量, 让他在林家绣房做事合适吗? 若是不妥, 我派人把他送回同安去, 毕竟他是被我连累, 才会被言轻抓到宣州的。 说完, 沈哥怕林如玉生气, 又认真解释道, 他之前是委婉透露过, 想以后跟我过日子, 但是我没硬, 我从没去过他房里不是, 我从没去过唱春娄任何姑娘房里, 去唱春娄也只是因为那里人多。 能打听消息, 买卖假户节, 真的, 恩师教导过我, 君子要洁身自好, 见他越说越急, 脸都红了, 还紧紧抓着自己的手, 生怕自己甩开他, 林如玉也没在逗他, 急什么, 我又没说不信你。 沈哥痴痴望着心上人, 张嘴正要表心意, 却被林如玉拉着, 继续往前走。 街上人来人往的, 林如玉不想被人围观, 走了一段, 将偷偷围着他们看热闹的人甩掉。 林如玉才解释道, 去年年底, 同安林家店铺的管事回来交年账时, 我问了他春娇的事, 与十家一同去同安县的乌沙镇百姓不少, 所以, 春娇唱春楼头牌的身份是瞒不住的。 他虽熟身脱去了剑籍, 但想打他主意的人可不少。 春娇跳出火坑, 自然不肯再自甘堕落, 重操旧业, 他连骂带打赶走一批批苍蝇, 以为人洗衣, 逢补衣裳为生。 也多亏十家照顾, 否则他连这样的活也找不到。 春娇也没想一直靠着十家, 管事说他失踪前已经看了几处铺子, 其中有一间就在林家店铺斜对面。 管事说他像是要做成衣生意, 可铺子刚开起来, 被严青送到我面前时, 很是聪明地偷偷告诉了我, 他的处境, 我已给他安排一个安稳去处为条件, 让他配合我, 挖出指使严青的人。 看着从妓院熟身后, 想努力靠本事过日子的春娇, 又被抓到宣州, 还在尽他所能地想办法脱身。 看他如此, 曾孤身一人拖着病体艰难求生的林如玉, 便想给春娇个机会。 沈哥把林如玉带到柳树下, 认真问道, 你不介意吗? 介意什么? 林如玉坦然道, 英雄不问出处, 我只看重他的本事。 被青爹卖入青楼后, 能攒够银子赎身, 出来后, 还想靠自己的本事过日子, 被抓后, 也是想办法自救的人, 只要给他的机会, 他就能成事。 春娇需要机会, 林如玉需要人才, 就这么简单。 英雄不问出处, 所以他容得下青楼祭馆出来的春娇, 英雄不问出处, 所以, 他不嫌弃从泥坑里爬出来的自己。 所有的热闹都远去, 沈阁抬手触摸灯下白的发光的心上人, 眸子深深, 一定是我上辈子和这辈子做了太多好事, 所以, 菩萨才把你送到我身边, 能与你携手共度此生。 足矣, 被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着, 林如玉害羞了, 躲开他的手, 跑到边上去看灯。 沈阁追上去, 站在心上人身后, 抬手取下他看着的嫦娥奔月灯, 递给他转了一圈回来的春娇, 看到灯下的一对碧人, 誓然一笑。 正月十六, 郑省初带着人去涉州祭祖, 沈存玉到灵家拜访。 不同于在林如玉面前的潇洒跳脱, 沈存玉在房室和灵二叔温室面前, 态度恭敬, 言语谦卑, 举止得体。 他送上重礼, 拜谢灵家对祖父的救命之恩。 若非林如玉在观音山上冒着风险, 救了受众伤的祖父回庙养伤, 沈存玉都不敢想象祖父要如何自救, 在重的礼都无法表达他的感激。 叔祖不摆架子, 待人亲和。 他的孙女也没有一点关架子, 让林家人也放松了下来。 堂姐真的是大厦第一女将军吗? 阿恒上前见礼后, 养着肉乎乎的小脸问道。 沈存玉一边笑一边比划, 阿恒是不是听说, 咱们大厦第一女将军力大如牛, 身高过丈, 身如红中, 眼若同龄。 林家人都被沈存玉的动作逗笑了, 阿恒激动地握着小拳头连连点头。 嗯, 阿东和林如梅姐弟俩也同样的表情。 说书人讲的大半是真的。 沈存玉弯腰, 一本正经向阿恒解释, 我的力气比两头牛还大, 扯开嗓门喊, 比钟声不小, 再过几年还会长高一劫, 只是眼睛怕是长不到同龄那么大了。 两头牛? 这一下不止阿东和阿恒激动, 连林二爷和温氏两口子都跟着激动了。 房氏笑着拍了拍两个孩子的肩膀, 让他们去一边玩, 请沈存玉落座后, 房氏把在边上站着的义子叫到镜前, 大幅过来。 这孩子心眼时尚, 不会说话也不会来事, 请将军莫怪罪。 沈存玉笑道, 沈母叫我存玉就成, 大幅是靠真本是吃饭的, 不用学内线。 房氏见沈存玉不嫌弃大幅, 心里为义子高兴, 大幅的剑术是你祖父教的。 他老人家说大幅有射剑的天赋, 只是因为才学了半年, 还有些拿不出手。 话说到这里, 早就想考笑一下林大幅剑术的沈存玉, 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 众人转到了林大幅练剑的院子, 拿起弓箭的大幅, 表情与平时没有任何差别, 他动作极其熟练地抬手, 拉弓, 射剑。 离弦的剑正中二十五张外把心时, 大幅脸上依旧是那副平静的模样, 似乎他刚才啥也没干。 嗷嗷叫的是阿恒和阿东。 好小子, 有两下子。 沈存玉吩咐道, 将靶子后移五丈。 是。 圆春跑过去, 拔下羽箭, 将箭靶子向后移, 稳稳立在三十丈远的地方。 大幅平静搭弓射箭, 又是正中红星。 这下, 沈存玉的眼睛都亮了, 大声道, 圆春, 举着箭靶跑几步。 是。 圆春举着箭靶, 匀速跑动。 移动的箭靶, 可比固定的难多了, 房氏卫一子担心, 大幅看准了再舍, 别伤着人。 沈存玉不想让林大幅有压力, 沈母莫担心, 圆春随我征战沙场已有四年, 不会被伤到大幅, 照着你的习惯的方式射。 哦。 大幅应了一声, 用剑尖瞄准移动的箭靶, 然后一撒手。 剑飞向移动的圆春, 稳稳落在靶子上, 虽不是正中红星, 但也没拖靶。 这下不止阿东和阿恒, 林家人都忍不住叫了好。 沈存玉赞道, 能射中三十丈远的移动靶, 到了军中换上凋零铁剑, 大幅就是妥妥的神射手。 沈存玉认可了大幅的射箭本事, 他这个饭碗算是能端住了。 房氏为一子开心, 与沈存玉商量让大幅在学几年, 到了二十再入营。 沈存玉心中觉得可惜, 不过也明白林家人的顾虑, 点头答应。 待房氏被管氏请去后, 众人移到了园子里。 沈存玉与林如玉商量, 闲银和洛显他们在骑射上都不算拔剑。 我想调俩人过来教导大幅, 你看, 林如玉自是求之不得, 连忙硬下。 见大幅也露出笑容, 沈存玉便向沈哥和林如玉摆了摆手。 你俩去玩, 我与大幅聊几句。 沈哥开开心心带走心上人后, 沈存玉大咧咧靠坐在椅子上, 叮嘱林大幅, 你好好练, 练成了之后跟着我, 咱们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大幅摇头, 沈存玉以手脱腮盯着面前虎头虎脑的林大幅, 那你想要什么? 要什么? 大幅茫然, 他不知道。 沈存玉没见过大幅这样的人, 觉得挺有意思, 那你射箭时在想什么? 大幅如实道, 射箭。 沈存玉靠在椅子上笑了, 笑声越来越大, 他知道自己为何看着大幅顺眼了, 因为大幅实在有什么说什么, 跟他在一块待着不用废脑子。 这样有本事又是少的可用之才, 沈存玉越看越重你, 听生子说你玩挑木棍玩得很好, 咱俩来一局。 大幅立刻从袖带里掏出一个紧带, 倒出一把比手掌长一些的木棍散在桌上。 这玩意儿他可太多年没玩过了, 沈存玉玩性大起, 撸起袖子, 我先来。 俩人这一玩便玩了一个多时辰。 带沈存玉走后, 林如玉问林大幅, 大幅哥玩得好, 还是唐姐玩得好? 大幅想也不想, 如实道他耍赖。 林如玉, 万事不服输的沈存玉跟林大幅杠上了。 自此之后, 闲着没事, 便到林家与大幅玩上两局。 带郑省出马不停蹄地从涉州祭祖归来, 得知沈存玉十日内找了林大幅两次, 生怕沈存玉跟他越走越近, 不过他却装作无视地问, 你要查的事情, 可查清楚了沈存玉打了个哈欠, 哪那么容易? 不容易, 就是还得在在宣州待些日子, 然后他还会三五不时去找林大幅玩。 郑省出明明薄纯, 卧龙弟的案子拖不得, 你先回去, 这里的事我替你查清楚。 沈存玉翻了他一眼,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郑省出笑了, 你说我能打什么鬼主意? 这次嘴里就没一句实话, 跟他说话忒费劲。 沈存玉皱眉, 该干什么, 老子心里有数,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别爱老子的事。 郑省出摆出一副无辜又可怜的小模样, 存玉, 我是真的想帮你, 帮我? 沈存玉叹了口气, 你都自身难保了, 怎么帮我? 还是顾好你自己吧。 脸色苍白的郑省出站起身, 脸上是少有的认真。 你也太小瞧我了, 我现在不只有自保的本事, 也能保护你。 存玉, 你就听我一次, 赶快回卧龙弟大营, 这里交给我。 沈存玉很少见到郑省出如此正经, 这我没问到, 你是不是查到了什么? 郑省出点头, 安王, 可能要反了。 就这, 沈存玉靠在椅背上, 这还用你说, 他夺为失败, 逃出新阳时, 就想着反了。 我是说, 若沃龙弟处置不当, 安王可能会在这个春天举其造反。 郑省出笃定道, 和大人肯定能查到安王炸毁沃龙弟的证据。 炸死脱身的齐县之县董文印一旦归案, 安王世子的密谋也会昭告天下。 他们父子犯下的是天怒名怨, 十恶不赦的死罪。 你说, 他们不反, 只有死路一条, 沈存玉剑眉微一条, 杀气腾腾, 他们手里能有多少人马, 知道你能踏平安州, 可北庭战士正憨, 安州再起战士, 朝廷乾粮会更加吃紧, 只能从民间争调良响, 刚休养生息不过五载的百姓, 可承受得住。 郑省出道背双手, 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行人, 轻瘦的背影有了几分沉重, 能不战就不战。 你回我龙爹, 不要再在宣州追查安王世子的罪证, 否则就是逼着他们反。 这家伙很不对劲, 沈存玉胡一道, 你是不是收了安王的好处, 或者被他们拿住了什么把柄, 所以跑到老子面前来给他们当说客。 郑省出好学没吐出一口老血, 咱们认识也不是一两年了, 我是什么人, 你能不清楚? 不清楚。 沈存玉也走到窗边, 手握配剑道, 我只知道, 万岁当年若派人追出京将安王灭了, 就不会有去年害了三周数十万百姓的洪水, 若我这次放过他们父子, 他们还不知会害多少条性命。 说完, 沈存玉转谋看向郑省出, 你干完了自己的事, 就赶紧回京。 老子还要带兵去围攻安州, 请哪反贼呢? 到时打起来, 老子可没闲心保护你。 可, 可, 郑省出一下没压住喉咙的干养, 又咳嗽了起来。 沈存玉转身, 离开了雅间。 可得脸色通红的郑省出, 坐回桌边, 面对沈存玉坐过的椅子缓缓道, 你就是我的命, 你在这儿, 我能去哪儿? 一楼大厅内, 说书人正涂抹心则乱飞, 慷慨激昂地讲着大厦第一女将军 涌退水扣的英雄事迹。 百姓们听得热血沸腾, 却不知涌退水扣的女英雄 正坐在他们身边发呆。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说书人一拍桌面, 书便告一段落。 百姓们意犹未尽地 喝完碗里的茶后, 陆续离开了茶馆。 这便装的二峰快步走进来, 在沈存玉耳边低于几句, 沈存玉立刻起身, 到茶馆外飞升上马, 直奔宣州衙门。 沈存玉去宣州衙门建筑蒙真, 沈哥则找到了林如玉, 带捕头带人押送董文印回来的路上, 中了五毒门叛徒谢瑶的埋伏, 死伤过半, 董文印也中了毒, 不知能不能就回来。 新门主伤了谢瑶, 追着他入了身灵, 胜败不知。 林如玉急切问道, 董文印现在何处? 咱们的人没事吧。 带云州出发去押送董文印时, 向沈哥借了两个人。 后来得知谢瑶追去了, 沈哥又派了两个人跟去。 带云州带去的人死伤过半, 那跟他去的沈哥的伙计们, 是不是也受伤了? 带捕头将董文印带回了宣州衙门, 朱太守已请郎中去衙门解毒。 萧十三死了, 萧七哥中毒被萧十二送了回来。 萧八哥追着新南平入了山林。 如玉, 萧七哥交给你了, 我带人去追萧八哥, 杀谢瑶报仇。 你放心, 在森林里, 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谢瑶是贺炯明的毒源, 不杀他后患无穷, 但想杀他弹何容易。 情况紧急, 林如玉跑去药房, 把自己心智的解毒丸给了沈哥两瓶, 这些都是解蛇毒的。 你一定要万分小心, 我去给萧七哥解毒。 沈哥连同林如玉的小手一同握住, 你放心,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 你不要出城, 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就去找唐姐。 沈哥走后, 林如玉叫上会医术的闲针, 带着自己的特制药箱, 赶往川街巷。 见到林如玉来了, 庄明立刻将他请到房中。 已经用了外敷, 内敷药的萧七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他的胳膊肿胀青紫, 唇色发黑, 气息微弱, 显然是舌毒未清的症状。 林如玉将自己新研制的药丸取出, 让庄明给萧七服下后, 又替他把脉, 查验伤口, 眼底跟着郭慎泉和林家药铺的郎中学了半年, 林如玉现在已经能通过脉象, 查看病人的情况了。 萧七的脉象, 很不妙, 他中毒已超过两个时辰, 解毒完已无法解除他体内的毒素。 林如玉决定冒一次险, 明哥, 我新制了一种解毒药, 不过还未在人身上用过, 还不等林如玉说完, 满脸憔悴的萧十二便抱拳道, 七哥是为了保护我才中毒的, 十二愿为七哥试药。 林如玉摇头, 我治的这种药, 用在每个人身上的反应不太一样, 萧七哥的情况不能再耽搁下去, 你们看, 贤珍在林府待了半年, 知道林如玉下了多大功夫研制蛇毒解药, 听他有新药, 便率先开了口, 姑娘得了五毒门门主的解毒方, 又得郭大人指点, 在府中苦心钻研蛇毒半年, 我信得过姑娘。 萧七的情况显然不能再拖了, 装明拍板, 请姑娘用药。 好, 林如玉从药箱里取出一个背部包裹着的铁盒, 将其打开后, 屋里的几个人眼睛都睁大了, 铁盒里装的, 居然是冰。 林如玉抬手拿起另一个盒子, 见庄明和萧十二盯着冰盒发呆, 便道, 明哥, 你们到外边稍后片刻。 待庄明和萧十二出去后, 林如玉将自制的针管取出消毒, 先给萧七做了前臂长侧皮内微量注射, 进行抗过敏测试。 抗过敏测试后, 他把抗蛇毒血清缓缓注射进了萧七体内。 是的, 抗蛇毒血清。 大下潮治疗蛇毒用的都是中药, 若是刚中毒时能及时处理伤口, 外副加内副中药, 确实能起到不错的解毒作用。 但若处理不及时, 蛇毒进入血液后, 新南平给他的解毒方置出的解毒完效果就会打折。 蛇毒霸道, 若耽搁的时间长, 会对人体带来很大的损伤。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南平会四处寻找天山雪莲, 为中毒人调理身体。 林如玉身为孤儿的那十七年, 虽然只读了半年医科, 却通过各种渠道知晓了一些现代医理, 抗毒血清便是其中之一。 他本没打算制作抗蛇毒血清, 后来是在得知为他入山林搜集毒蛇的药笼说起。 他们的马被副蛇咬了一口, 却活了下来, 林如玉才决定试一试。 有了对蛇毒免疫的马匹后, 林如玉又只做了简单的离心机, 利用静置和离心机从马血中分离出血清。 抗蛇毒血清不易储存, 但林如玉拿的这瓶是今天上午刚刚提取并用冰镇着, 所以还未变质。 因为这抗蛇毒血清是从被腹蛇咬了的马血中分离提取的, 对竹叶青蛇和烙铁头蛇的毒都有不错的解毒效果。 看萧七的中毒反应, 应该是这三种毒蛇中的一种或混合毒液而成, 所以林如玉才敢用药。 林如玉把能做的都做了后, 估摸着时间再次给萧七整脉, 贤真已被林如玉的解毒方法震住了, 心里也没底带听到林如玉的呼唤, 上前给萧七把脉后心立刻有底了, 果然好多了,姑娘真是神了。 林如玉露出一口背齿, 嗯,是挺神的。 贤真被林如玉罕见的孩子气逗笑了, 起身把庄明和萧十二叫了进来。 听说萧七还有救, 庄明明显松了一口气, 才二十出头的萧十二忍不住掉了眼泪, 十二替七哥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 林如玉让贤真扶住萧十二, 言道是萧七哥身体强壮, 才能撑到现在。 庄明与林如玉商量, 衙门的两个捕快还有董文印, 应该和萧七中的是同种毒, 姑娘您看, 费了这么大劲抓回来的董文印, 可不能就这么让他死了。 林如玉道, 明哥派人去问问沈将军, 看是否要替他们解毒。 庄明派人去后不久, 沈存玉便跑了回来, 查看萧七的情况后, 双手握住林如玉的肩膀, 激动夸赞, 如玉,好样的。 林如玉小脸红扑扑, 也是侥幸, 这要用在萧七哥身上管用, 用在其他人身上就不一定有用了。 董文印中的毒郎中们都束手无策, 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不过, 既然有风险, 就不能让林如玉露面了。 沈存玉道, 你把药交给贤真, 让他跟我去给董文印医治。 那比真酒粗了许多的真, 挺吓人的。 贤真硬着头皮刚要硬下, 林如玉已道, 还是我去吧, 贤真姐姐掌握不好药量。 也好, 沈存玉立刻吩咐道, 明哥派人假扮郎中, 贤真替如玉找一身小药童的衣裳。 林如玉背着药箱, 跟随郎中和沈存玉到了宣州后衙。 平退房中闲杂人等, 林如玉给董文印把脉。 查看伤势后, 心里便有了点底, 董文印的伤在腿上, 腿肿得没有萧七哥的胳膊厉害, 应该能成。 说吧, 林如玉又取出好不容易制作出的针管, 给董文印做了抗过敏测试, 然后才注射抗蛇毒血清, 剩下的便只能等了。 林如玉站在窗边, 看着被捕头抓住一个多月, 却还是个圆润胖子的董文印, 恨不得抡圆了巴掌, 狠狠抽他一顿。 这个草间人命的狗官。 待董文印的脉象也平稳后, 沈存玉进来跟林如玉商量, 给衙门那两个中毒的捕快医治的事。 林如玉低声道, 剩下的药量只够一个人用的, 若要再治解药, 最快也得三个时辰。 沈存玉让人出去, 跟宣州总捕头戴云州商量, 很快得到了消息, 现在只剩一个了。 林如玉虽然给捕快用了药, 但林如玉却不敢保证他能醒过来, 因为这个捕快伤得比萧綦还重, 萧綦和董文印在当天晚上先后醒了, 但那个重伤的捕快却没能救过来。 即便如此, 林如玉也很高兴, 因为他瞎猫撞死耗子就下了两条人命。 你当真是让姐姐刮目相看。 沈存玉抱着林如玉转了两圈, 笑问, 你要不要入姐姐的幼侯卫当军医? 被转晕呼的林如玉听了沈存玉的话, 更晕呼了, 但好在他还知道自己姓什么, 有几斤几两, 不敢瞒唐姐。 我这半年只研究蛇毒, 对别的一窍不通, 都是解毒, 触类旁通, 一通百通。 沈存玉越看林如玉越满意, 若是我男儿就好了, 我一定把你从沈哥身边抢过来, 让你给我当媳妇。 林如玉被他逗笑了, 唐姐先忙着, 我得回去继续制作解药, 以防万一。 沈哥带着人去追谢瑶和新南平, 万一中了谢瑶的算计就麻烦了。 沈存玉连忙放开林如玉, 可要姐姐派人给你帮忙。 这个, 还真用不到多少人, 林如玉谢绝了沈存玉的好意, 带着贤真返回林家继续制作血清。 玄州后衙房舍内, 朱蒙真坐在床边, 问道, 董大人可有什么要跟本官说的。 董文印闭着眼睛不吭声, 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朱蒙真扶须, 董大人中毒昏迷时, 可有梦到被洪水淹死的数万奇线百姓。 董文印脸上肉, 不由自主地哆嗦了几下。 还知道怕, 就好办。 朱蒙真屡须审问道, 一路追杀董大人的人, 是安王世子派去的。 董大人可知, 安王世子, 为何要派人追杀你? 见董文印还强撑着, 宣州太守朱蒙真也不着急。 继续道, 董大人这个月一直东躲西藏, 或许还不知, 朝廷已派了私立台大夫何汝明和大人到齐县, 追查沃隆迪决堤大案。 何大人已查到, 朝廷拨到齐县的百万修迪库营, 竟有八成流入了董大人的腰包。 董文印终于撑不住了, 中气不足地喊道, 下官是被冤枉的。 朱蒙真依旧气定神贤, 董大人也知道, 朝廷办案讲究证据。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仅凭董大人一句话, 是翻不了案的。 害死三周数十万百姓的罪名, 他担不起, 董家也担不起, 安王府不守信用, 将他当作弃子, 将董家推入了火坑。 董文印表情之复杂, 难以用语言描述, 下官确实挪了些修地霸的银子做他用, 但下官拿走的不过是九牛之一毛, 大头全被驻守沃隆迪的原谅和赵路生拿走了。 董文印冷笑, 喘息, 片刻后才到, 以前的原谅确实是个响当当的英雄, 但现在的元首将早已是安王世子的一条狗。 一步错, 步步错, 下官这次认栽了, 但以大人明和何大人的精明, 怎么可能看不出账目的真假? 原谅不只是贪了些银子, 而是彻底倒戈安王。 屏风外的沈存玉剑眉下压, 目光灵力, 房门无声打开, 掌使叶长军带着林如玉亲手亲脚走了进来。 沈存玉收敛杀气, 跟叶长军打了声招呼, 招手让林如玉过去。 林如玉走到沈存玉身边, 叶长军绕过屏风, 进了礼屋。 见叶长军来了, 助太守继续道, 这些罪名若坐实, 董大人就要带着上百族人去见董家的列祖列宗了。 宁州董氏一族因董大人被斩杀殆尽, 不知董大人到了黄泉之下, 以何言面对董家祖先。 这话够狠, 林如玉暗暗给助太守点赞, 能混上县令的, 也不是傻子。 董文印粗重地冷笑两声, 大人不必用吓唬无知百姓的手段, 吓唬下官。 您直接给下官指条明路吧。 助太守也不再绕弯子, 老夫问董大人三件事, 若董大人实言相告, 老夫定尽力在万岁面前, 为董氏无辜族人求情。 董文印沉默片刻, 才道, 大人尽管问。 林如玉凭住呼吸听着, 就下董文印后, 他曾恳请助太守提神董文印时, 问到码头山一案, 允许他旁听。 助太守派人请他过来, 让他进入屏风后, 显然是要问码头山的案子了。 其一, 去年7月15, 宣州灵家母子三人在码头山遇捷, 30余人被杀。 此案的真凶是何人? 没想到, 助太守开口问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码头山的小案。 董文印停了停, 才道, 安王世子想拉拢宣州商骨, 世家为他所用, 让徐露元给他在宣州安排个妥当的身份, 徐露元选中了宣州灵家。 灵家巨父, 人丁简单, 且家中有个美貌的女儿, 安王世子宣州入住灵家, 即可把事情办了, 还有美人相办, 两拳其美。 好一个两拳其美。 林如玉垂眸, 睫毛快速颤动。 助太守又问道, 是徐露元勾结码头山的山匪, 让他们抓住林康年的妻女。 详情下官并不知晓, 下官只是听范根源提过, 徐露元设计, 想再除掉林如玉的祖父母亲和胞弟后, 再给安王世子安排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 说到此处, 董文应停了停, 冷笑道, 谁知他的计划不够周详, 竟让林如玉从山匪手中逃脱了。 范根源让人翻遍翻遍码头山和乌沙镇, 也没找到林如玉的下落。 后来的事, 大人您就知道了, 祖父也是他们害死的, 林如玉握紧拳头。 沈存玉抬手把林如玉揽进怀里, 轻轻拍着。 从里间出来, 打算请林如玉出去的掌使叶掌军见了这一幕, 不知该如何是好。 李屋, 祝太守继续问道, 沃龙堤是怎么决堤的? 董文应言道, 下官提前得到安王府送来的消息, 说是去年雨水过多, 沃龙堤不稳, 徐霍在7月30日被大水冲毁, 但没想到7月15, 沃龙堤就垮了。 李屋, 祝太守确认, 安王府给你送信说, 7月底沃龙堤会垮。 是, 这些实在不是林如玉能听的, 夜长使上前向沈存玉拱了拱手。 沈存玉放开怀里的娇人, 示意她先跟夜长军出去。 除了被官兵层层把守的防射, 夜长军低声道, 林姑娘节哀, 今日之事不可对外人提及。 多谢大人, 名女明白。 林如玉给夜长使行礼, 用披风上的帽子遮住头, 跟随牙差金送财的小门出了后牙, 上马车返回轻一响。 房氏见到女儿回来了, 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以目光询问她事情如何。 林如玉拉着母亲进入寝室, 压低声音将事情讲了一遍。 房氏听完之后, 闭目半晌, 才道, 娇娇, 咱们太弱了, 必须得变强。 不变强, 纵有万贯家财也守不住, 反而会招来祸事。 别说什么, 散尽家财宝平安, 家财散了, 还会有人欺负上门来。 林如玉抱住母亲, 董温应只知是徐如元害的祖父, 但却不知他是怎么害的。 女儿猜测, 可能是二叔祖下的手, 因为那会儿房财旺的孙子还没被抓。 除了他, 也没有别人了。 房氏心里也不是滋味, 林锦宗是公爹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徐如元究竟许给了他什么, 竟让他能对亲哥下手。 他们父子还在大牢里关着, 咱们请衙门再升堂, 审礼你祖父遇害一案。 太守大人想瞒住董温应被救活的事, 所以不可能升堂再审林锦宗父子。 林如玉与母亲商量道, 娘, 女儿想以探监的名义, 去牢里问清楚。 娇娇在家待着, 娘去。 公爹的死因, 房氏必须弄清, 否则他无法面对已经入土的公爹, 出海未归的丈夫和自己的良心。 林如玉坚持道, 娘, 女儿也要去。 两个不快中毒身亡, 家人哭丧生震天, 惹得宣州城中百姓议论纷纷。 不久, 街上又传出, 衙门又把一具溃烂的尸首 拉到城外乱葬岗烧了的消息, 大家心里更没低了。 城中很快出现谣言, 说是去年在齐县齐县流行的可怕疫症传到了宣州, 两个捕快和犯人根本不是中毒, 而是感染疫症死的。 一时之间, 宣州城内百姓人心惶惶。 衙门虽然出面辟谣, 但效果甚微, 宣州百姓人人自危, 街上行人少了大半, 变得冷冷清清林如玉与母亲乘车赶往宣州大牢的的路上, 马车都没遇到几样。 因早就打好了招呼, 林如玉和母亲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关押死囚的地牢内。 在令人窒息的气味中和昏暗的灯光下, 林如玉见到了关押在同一间牢室内的林景宗和林康赫父子。 牢室内连床都没有, 角落里铺着一堆稻草, 稻草上放着已看不清什么颜色的铺盖。 林景宗夫子衣衫破损, 棚头垢面, 行销鼓励, 看他们的架势是等不到秋后处斩, 就要被拖去乱葬岗了。 看到锦衣华服的房氏和林如玉, 林景宗连滚带爬地扑过来, 探出脏手要抓房氏的衣裳。 狱卒一棍子敲下去, 若不是林景宗手缩得快, 定会把他的骨头打折了。 老实呆着, 狱卒狠瞪了林景宗一眼, 才转身向房氏献殷勤, 我去给夫人和姑娘搬两把椅子过来。 不敢劳烦拆业, 我们问两句话就走。 房氏客气一句, 全婶子给狱卒塞了一个小荷包。 狱卒接过荷包, 带着满脸笑走了。 须发白凌乱的林景宗握住栏杆, 用虚弱沙哑的声音, 苦苦哀求房氏, 大郎媳妇, 二叔也是被逼的呀。 你就看在大郎的份上, 再帮二叔这一回吧。 二叔知道你心善, 二叔和康赫受这样的苦, 你看着, 心里也不好受吧。 林康赫站在父亲身后, 一声不吭, 但眼神里也透着热气和期盼。 房氏平静问道, 逼迫你的人是谁? 林景宗哭着道, 是徐陆元徐大人, 名不能与官斗, 我们不敢不从啊。 好一个不敢不从, 林如玉抬眸, 只是林景宗凹陷在眼眶里的, 浑浊的双眼, 忽然开口问道, 让你们下毒杀死我祖父的, 也是徐陆元。 是, 林景宗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硬了。 站在后边的林康赫急了, 爹你胡说什么? 我伯父是病死的。 林景宗连忙往回找播, 啊, 对, 对, 如玉啊, 二叔祖这些日子, 耳朵不好使, 听差了, 你祖父是病死的。 房氏冷冷盯着林景宗, 直盯着他低下了头, 才用笔仪的语气刀, 林家原本不过是小腹之家。 是如玉的祖父, 在外打拼, 攒下偌大的家业。 你们一家子沾了光, 分家时才能分得两个田庄, 六间铺子, 林景宗握着栏杆的手猛地用力, 抬起扭曲的脸怒吼, 胡说八道。 你们胡说八道? 分明是林景全沾了嫡长子的光, 分走了老子大半家业。 那些铺子, 田庄都是老子正下的, 老子正的。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林如玉平住呼吸, 拉着母亲向后退了两步, 所以, 你就怀奋在心, 杀了我祖父。 哈哈哈哈, 林景宗盯着林如玉, 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人的笑声, 就算他是老子杀的。 你们又能把老子怎么样, 老子已经被判得死刑了, 怕你们个毛。 怕个毛? 林如玉掏出一小节主管, 将改良后效果极佳的痒痒药药, 喷在了林景宗面部和手上。 因为脸上和手上的泥太厚了, 林景宗没觉得外表皮肤有多难受, 嘴唇和嘴里却痒得厉害, 且越擦越痒, 痒得他忍不住打滚, 光光在地上撞头, 哀嚎。 林康赫大怒, 扯着嗓子喊道, 你个小贱人给我爹吃了什么? 来人啊, 快来人啊, 任他喊破了喉咙, 也没一个狱卒过来查看。 林如玉甩了甩手, 把主管对准了林康赫。 林康赫立刻推到最远处, 用破旧的被子把自己挡得严严实实, 不再管在地上打滚的父亲。 房氏这才道, 林景宗, 你可想要解药。 听到有解药, 林景宗连滚带爬的到了栏杆边, 药,药, 给我解药。 你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就给你解药。 房氏低头看着他, 问道, 你是怎么害死我公爹的? 林景宗嘴唇和嘴里又痒又疼, 说话都有些大舌头了, 下毒, 下毒, 毒药是哪来的? 怎么下的毒? 徐大人给的, 我请大哥吃饭是下敬酒里的。 林景宗伸出手哀求, 给我解药, 快。 什么药? 我不知道, 徐大人说是五毒门的密药, 吃了让人痛不欲生, 五日必死无疑。 林景宗问什么说什么, 他只求尽快拿到解药, 缓解抓心脑肺的痛痒。 畜生, 房氏怒火焚心, 林如玉抓起狱卒戳在墙上的行棍, 一棍将林景宗打晕了后, 抬头看向林康赫。 林康赫吓得一颤, 用破被子捂住脑袋, 不敢冒头。 房氏握住女儿的胳膊, 让他不要冲动, 你们还不知道吧? 你的好二弟已经卖了宅子, 带着家人搬出宣州城了。 你们家被他卖了几千两银子, 他肯定没有给老李送一两, 也没给你们送过衣食吧? 说完, 房氏拉着女儿走了。 林康赫拉下被子, 走过去看了一眼晕倒在栏杆边的父亲, 咬牙切齿道, 林康红, 你不仁, 休怪老子不义。 回到马车上, 房氏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你祖父突发急症, 说他浑身疼, 但娘请了几个郎中, 禁服都查不出你祖父为何疼痛男人, 只能用药缓解。 五毒门的药, 定是出自谢瑶之手。 上一世, 不仁, 父母亲也是被人毒死的。 林康玉握住娘亲的手, 等沈哥把谢瑶抓回来, 咱们把他炼的毒, 一样样都塞进他嘴里。 宣州城西北的密林之内, 沈哥扶着新南平与邹顺和萧林一起, 盯着一帐外的山洞口。 你们把解毒丸吃下, 退后守住洞口, 老夫进去清理门户追了一个多月, 才堵住孽徒谢瑶。 新南平递给沈哥众人一瓶解毒丸, 便迈不直奔山洞而去。 邹顺低声道, 东家, 谢瑶狡诈多端, 新门主独自一人, 怕是不好应对。 沈哥把解毒丸扔进嘴里, 丝毫没有进去帮忙的意思, 交不言, 师之躲。 新门主教会谢瑶制毒, 却没教会谢瑶做人的道理。 这是他的过错, 所以得由他亲自去清理门户。 如果他清理不了, 咱们再上不迟。 追了谢瑶一个多月的萧巴, 紧握长刀, 东家, 秦准属下割下谢瑶的脑袋, 为十三和气哥报仇。 沈哥出来的时候, 还不知林如玉能否就下中了毒的萧气, 所以萧巴以为自己带出来的两个出生 入死多年的好兄弟都被谢瑶害死了。 沈哥自不会拦着, 扒给原地歇歇, 待会儿你先上。 多谢东家。 萧巴抱刀靠坐在树干后, 闭上了眼睛。 沈哥也靠坐在树边上, 紧盯着洞口。 保护谢瑶的十几个人已被他们一一斩杀, 如今只剩了谢瑶一个。 今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沈哥都要把谢瑶杀死。 他狡诈多端, 流着一口气都可能逃了。 谢瑶, 滚出来。 漆黑的山洞内, 新南平冷冽的声音震耳欲聋, 大腿受伤的谢瑶蜷缩缩在洞穴最深处, 一边用匕首扣挖有风吹进来的石缝, 一边抓起地上的石子扔向四方, 迷惑要杀他的老匹夫。 新南平听着洞内的石子乱响, 冷哼一声, 怎么, 身上带的毒药都用完了? 抓着一把石子的谢瑶停住, 咬牙切齿。 你拜入石门时, 老夫就说过, 你洗了老夫的衣术, 不可用来害人, 否则追到天涯海角, 老夫也要亲自清理门户。 新南平平静道, 老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出来自行了断。 呸, 当年他只不过抓了几个没用的废物做药人, 这老匹夫就把他逐出了石门。 他没有错, 他试药是为了救更多的人, 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这老匹夫害的。 谢瑶的目光被仇恨淹没。 新南平叹息一声, 取下别在腰间的竹笛和药葫芦, 你用毒杀生无数, 今日老夫便用毒虫收了你的命。 啪。 新南平制出的药葫芦, 狠狠砸在谢瑶头顶的石头上。 葫芦破裂, 药汁洒了谢瑶一身。 谢瑶顾哪还顾的挖洞, 立刻往嘴里塞了几粒解毒丸, 飞速把沾了药汁的帽子和衣裳脱下, 扔得圆圆的。 听到里边稀稀索索地响动, 新南平面带悲痛举起竹笛, 吹奏出尖锐刺耳的音符。 音符传到洞外, 听力和嗅觉都极好的沈哥, 忍不住想捂住耳朵, 大家都到树上去。 邹顺和萧灵等人立刻纵身上树, 狄声问道, 新门主这是要干什么 沈哥觉得非常不对劲? 推测道, 就像我能用狼嚎召唤狼群一样, 新门主放出的狄声和气味, 应该是用来召唤山林中的某种动物的。 召唤什么? 睡了没多大, 一会儿的削疤睁大眼睛, 毒蛇。 五毒门召唤的肯定是毒物。 邹顺也瞪大眼睛查找, 可惜此时夜色正浓, 能分辨出人影已是他的极限了。 笛声响起约莫一盏茶的功夫后, 能夜中事物的沈哥看到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蝎子, 正从四面八方爬向山洞。 这场景看得他头皮发麻, 浑身冒起了鸡皮疙瘩。 什么声音? 这是什么东西在怕? 虽然看不到, 但树上的侍卫们却听到了地面上传来的咔咔, 嗖嗖声。 这声音配着断断续续的笛声, 诡异得很。 沈哥低声道, 是蝎子, 都不要动。 蝎子能弄出这么大动静, 这得多少只? 萧林等人不约而同地咽了口口水, 瞪大眼睛盯着黑漆漆的洞口。 洞内的咔咔嗖嗖声越来越大, 越来远近。 血摇吓坏了, 拼命扒石缝, 撞石头, 却被从缝里爬出的蝎子狠狠扎了一下, 疼得他闷哼一声。 紧接着是第二下, 第三下, 除了不断逼近的蝎子, 血摇最后的保命手段, 腰间竹筒里被他从小养大的魁蛇也在用力翻腾, 恨不得冲出来咬他两口。 血摇崩溃了, 跳到石头上跪喊, 徒儿知道错了, 请师父饶命, 师父饶命啊。 洞内笛声依旧, 蝎子爬过石头的咔咔声依旧, 血摇的惨叫声由大变小, 由小到无, 听得树上的侍卫们既解气又恐惧。 果然将是老的辣, 门主就是门主。 血摇用毒的手法虽然令人防不胜防, 但也比不过新南平这招隐些数。 以后遇到五毒门的人, 定要能躲多远躲多远。 佛小时分, 虚发白的新南平从洞里走出来时, 众人不敢在上前同他玩笑, 生怕他身上跳出个什么玩意儿来。 沈哥跳下树, 走到镜前, 新门主打算怎么处置谢摇的尸首。 终于清理了门户的新南平, 一身轻松, 他还有口气, 能撑一会儿。 沈东家若有什么想问的, 就进去问吧。 被蝎子咬了一夜的谢摇还活着, 这比他已经死了更吓人。 沈哥抱拳, 我已命人准备吃食, 您老在门口歇话。 我进去问几句话就出来。 天还没大亮, 洞内依旧昏暗。 这对沈哥来说没有任何障碍, 他静止走到躺在乱石上的谢摇面前, 踢了踢他的泪条骨。 谢摇睁着眼, 他的胸口还在微微起伏, 却连手指头都抬不起来了。 他哆嗦着黑子的双唇, 声音饥不可闻。 杀,杀了, 我,求,求你。 沈哥抽出长剑, 抵住谢摇的脖子。 你老老实实回答小爷的问题, 小爷就给你个痛快卧龙低, 是不是贺炯明炸的。 谢摇现在只求诉死, 自然是沈哥问什么, 他答什么, 不,是贺,贺炯钊。 沈哥又问道, 安王府有没有密道? 不,不知。 贺炯明的人皮面具是谁制的? 那人在哪? 彭,珍,在, 世子妃,身边。 彭珍,女的? 是。 安王父子造反的主力军, 驻扎在什么地方? 不,不知。 安王父子的金银财宝藏在何处? 不,不知。 沈哥又问了几个问题, 谢摇都答不上来, 他冷哼一声收剑转身, 你一问三不知, 凭什么让小爷帮你, 慢慢躺在这儿等死吧。 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痛的谢摇急了, 负,有,归,负有归。 贺炯明身边那个五十多岁的谋事。 沈哥停住不动, 便听谢摇又断断续续道, 负,有归,抓, 了沈, 愿意。 沈哥提着剑从山洞里走出来时, 一脸平静, 但跟了他半年多的萧林 还是看出了沈哥的不对劲。 上前低声问道, 东家,没事吧? 没事。 沈哥拍了拍萧林的肩膀, 走到新南平身边坐下, 望着火堆回了回神, 问道, 新门主, 谢摇的尸体该如何处置? 听到涅徒已经死了, 正在啃干量的新南平停了一下, 装作不在意地道, 他浑身上下都是毒, 最好一把火烧了, 在挖坑埋了。 不过不急于这一时, 咱先用完饭再说。 为了追击谢摇一会儿, 沈哥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好好歇息, 用饭了, 追了一个多月的新南平和肖八等人, 更是疲累不堪。 沈哥草草用了些饭, 带人把谢摇的尸体处理干净后, 回到树下, 见新南平和肖八等人, 横七竖八躺在火堆边, 憨声如雷, 此起彼伏。 沈哥靠打了个哈欠, 利落无比地爬上一棵大树, 以手为枕, 躺在压岔上, 翘起二郎腿, 思索着谢摇临死之前说的话。 沈东家。 沈哥转头, 见衣着邋遢, 但精神抖擞的新南平站在树下, 向他招手, 沈东家和您手下的兄弟们帮忙, 老夫定会死在涅途谢摇手中。 救命之恩, 老夫无以为报。 改日, 沈东家若有用得找老夫的地方, 尽管到乌州境内乌山南路 少元镇以东武师里的药谷寻老夫。 乌州这地界在哪沈哥都不知道, 不过他还是拱手, 还理应下, 门主太客气了, 若不是您老, 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抓住 谢摇见沈哥的模样。 新南平便知他没听说过药谷, 便解释道, 沈东家可听说过神医谷, 能以死人肉白骨的神医谷,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沈哥心谋大量, 您老是说, 少元镇的药谷就是神医谷, 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 新南平摇头, 说来惭愧。 老夫师兄弟五人都没能清出于兰, 所以恩师故去后, 谷内就没了神医, 担不起神医谷的名号, 只配称药谷了。 没想到, 五毒门的新南平竟是神医谷的弟子。 沈哥年纪小对什么都好奇, 忍不住问道, 门主您创立五毒门世卫了。 新南平苦笑, 五毒门的毒本是独身一人的毒, 五毒门只是我们师兄弟间的一句玩笑话罢了。 谁知谢瑶出谷行走江湖时, 竟打出了五毒门的名号, 还自称是五毒门大弟子, 所以老夫便莫名其妙地成了五毒门的门主。 这, 还真是, 五毒门门主这个称号, 是叫不得了。 沈哥缓了缓才问道, 敢问前辈, 年前拍卖会上, 梁道标局的总标头拿出的天年功法, 可是出自神医谷。 新南平点头, 那是我恩师自创的一套强身健体的功法, 应是老夫的哪位师弟行走江湖时卖语卢道梁的。 那功法出自神医之手, 定非同凡响。 沈哥替如玉高兴, 有功身行礼, 道, 沈哥有一事相求。 新南平巴不得现在就报了沈哥的恩情, 然后回药谷饮事不出, 沈东家尽管吩咐, 老夫定尽力而为。 沈哥言道, 谢瑶虽已被您清理了门户, 但他跟了安王世子多年, 安王世子手中怕是有不少他制作的毒药。 再下与安王世子结了仇, 所以想请您老赐下几张解毒药方, 以防万一。 新南平从怀里掏出一本咒咒巴巴的五毒经, 递给沈哥。 这是老夫在涅图身上搜到的, 书内记录着谢瑶调配的各种毒药和解药配方。 老夫本想将此书带回神医谷, 配出解药后再销毁, 已落入歹人手中为祸苍生。 这本《五毒经》是谢瑶研究毒物时随手记载的备忘录, 虽看着是厚厚的一本, 但记录的成型毒药只有七种, 解药比毒药少一个,只有六种。 有一种叫做食谷的毒, 只有毒药, 没有解药, 食谷毒是用三种蛇毒和七种毒草配置而成。 此毒令人痛不欲生, 但中毒之人的脉象却与寻常的脾胃虚寒无异。 谢瑶记录的言辞之间, 对此毒最是重义。 新南平看到谢瑶用七十余人士毒, 气得声音颤抖, 这个畜生。 沈东家放心, 老夫回去后就研制此毒的解药, 一旦成功, 立刻将解毒药方送过来。 沈哥把毒方抄下, 将《五毒经》交还给新南平, 叮嘱道, 您老日后出入要多加小心, 以防安亡世子派人去药谷捣乱, 报复。 还有一事, 您老可曾听神医说起过, 婴儿从娘胎里带出的胎记, 长到四五岁时会消失不见。 新南平问道, 沈东家说的可是婴儿生下来时 被臀部的垫背青。 沈哥摇头不是垫背青, 是红色胎记, 长在腿肚子上。 一两岁时很是显眼, 但四五岁时却没了。 听了谢瑶的话, 沈哥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可能是 沈焱毅这件事。 如雨说胎记会消失, 若真如此, 神医谷的弟子当有所耳闻才对。 什么样的红色胎记, 是长在肉皮下, 还是肌肤表面? 若赖蛤蟆皮内凹凸不平, 还是平滑的, 有多大。 沈哥把自己知道的一一答了, 新南平仔细记下, 才道, 恩师在事实未提过此证, 老夫回去后翻查谷里的医书, 问问几个行医济事的师弟, 再给沈东家回信。 带新南平走后, 沈哥把超路的解读方仔细折叠好, 放入怀中, 返回宣州城。 回城后, 见到已经解了蛇毒, 在屋里养上的萧七, 壮汗萧巴落下眼泪。 沈存玉拍着沈哥的肩膀, 把林如玉夸得天上有地上屋。 你小子可得好好带如玉, 否则老子揍死你。 这还用你说, 自己的媳妇, 自己当然要好好疼着。 沈哥请沈存玉进入正房, 关上门低声道, 谢遥临死之前, 说他偶然偷听到, 是贺炯明身边的谋士傅有归, 抓走了沈燕翼。 沈存玉眸子刷得瞪大, 站起来盯着沈哥, 呼吸声都中了。 沈哥把沈问谢遥的经过说了一遍, 然后道, 他当时只求诉死, 说的肯定是真话。 也就是他真的偷听到, 贺炯明与傅有归提起当年从新阳抓走沈燕翼的事, 至于贺炯明和傅有归说没说谎, 就另当别论了。 见沈存玉依旧瞪大眼睛一动不动, 沈哥怕他把房顶掀了, 有安慰到, 不管怎样, 有了沈燕翼的下落, 总归是好事。 沈存玉深吸一口气, 仰靠在椅子上望着黑漆漆的房顶, 南南道, 燕翼丢失那天是5月17, 祖父打了圣仗, 即将归城。 家里为祖父准备庆宫宴, 二叔带着燕翼去买祖父爱吃的凤华罗的蟹黄包, 却正赶上大皇子和四皇子私服出宫遇刺, 大皇子已经受伤, 局势危急, 皇子遇刺负伤, 二叔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然后混乱之中, 燕翼丢了。 你知道当今太后姓什么? 沈哥摇头, 不知道, 当今太后姓郑, 他娘家与咱们是同族, 论辈分咱们该叫他一声孤母。 父亲与他的大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大皇子同岁, 父亲年少时是大皇子的伴读, 所以大皇子常来咱们府上玩, 父亲和二叔与他都玩得很好。 那日行刺大皇子的, 是二皇子母妃的娘家, 韶依侯留嫁。 韶依侯当时虽当面矢口否认, 但暗里却摆出一副燕翼就在他手中的架势, 以此携制咱们家。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这些年来, 为了找燕翼, 祖父和二叔跳过的坑数不胜数。 去年春天, 你丢失时带的长命锁在寿州山林中被人发现, 祖父偷偷出京, 从寿州寻到饶州, 数次遇险。 若不是遇到你和如玉, 怕是已, 沈存玉抬手掌揉了揉脸。 祖父在饶州遇到你后, 就开始怀疑当年抓走燕翼的是安王。 安王父子藏得太深了, 这么多年, 他们从未用燕翼要挟咱家做什么, 所以祖父才会怀疑到他们头上。 燕翼丢的那年, 安王世子贺炯明还在新阳为止, 第二年他才出京去了安州。 贺炯明在新阳时无权无视, 任谁都能踩他两脚, 他恨不得藏起来不见人。 这真是应了那句话, 咬人的狗不入耻。 不过, 只凭安王留在新阳的人手, 贺炯明干不成这么大的事, 一定有人与他暗中勾结。 沈存玉转头看向沈哥, 没再说一个字, 但他的眼睛却什么都说了。 沈哥没有回避他的目光, 你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是我的事? 你不用操心。 沈存玉站起身揉了揉沈哥的脑袋, 然后舒展胳膊伸了个懒腰, 迈一步就要走。 沈哥抬手拦住他, 等我去长州把岳父接回来后, 就去卧龙堤找你。 沈存玉抱肩挑眉, 找老子做肾。 沈哥笑嘻嘻道, 我要成亲了, 缺银子用, 跟你去把安王的老巢掏了。 臭小子, 都说到这份上, 还不肯叫解。 等你认祖归宗时, 老子再好好教导你。 沈存玉笑了笑, 迈大步离去。 第二日, 沈哥跑到了轻易巷。 林如玉看着沈哥抄露的 食骨毒的症状, 便想起了突然得病身亡的祖父, 谢瑶在五毒经里。 写没写他, 曾在哪些人身上试过毒。 沈哥摇头, 他只简略写了 人数和中毒症状。 我祖父可能就是中了这种毒去世的。 林如玉把自己救下董文应后, 去听住太守夜审的事情讲了一遍。 沈哥听后, 怒火高涨, 徐露元这批着人皮尘的畜生, 让他就这么轻易死了, 真是便宜他的林家, 跟他无冤无仇, 就因为如玉长得漂亮, 就因为林家钱多, 徐露元就设计毒杀如玉的祖父, 收买林家的仆从, 要害死如玉的母亲和兄弟, 还要把他送给贺炯明。 他娘的。 沈哥第一次冒出, 要把一个人的尸首, 从坟墓里扒出来鞭尸, 在挫骨扬灰的冲动。 他怕吓着如玉, 深吸一口气安慰他道, 冤有头债有主, 徐露元虽然死了, 但贺炯明还活着, 咱们一定要让他不得好死。 那是自然。 林如玉用力点头, 我这就开始配置单子上的六种解药, 食谷毒的解药我也尝试着配一配。 沈哥不忍他太辛苦, 再有半个月, 咱们就要启程去长州了, 不如等咱们从长州回来再配。 说不定那会儿, 食谷毒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房氏也觉得是这种毒。 你祖父临终前, 郎中一直说他脾胃虚寒吃错了东西, 所以才会疼痛男人, 吃什么要都无济于事。 食谷,食谷,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你祖父受了多少罪。 真想掰开林锦宗父子和贺炯明的嘴, 把食谷毒给他们灌下去。 房氏压住心中蹭蹭上涨的力气, 安慰女儿, 你祖父已与你祖母团聚, 徐露元和谢瑶已下了地狱赎罪。 林锦宗父子和房财旺那畜生也活不了几日了。 你祖父的仇已经报了, 咱们不再论前世, 直往前看。 林锋快步走进来, 地上一封书信, 夫人, 姑娘, 长州那边有消息了。 这个时间, 应该是去查长州私仇顾家的沈良勇来信了。 房氏道, 娇娇打开看看。 林如玉把信打开, 脸上便有了笑容, 大勇说, 顾家的顾景确实改了八字, 他已经让人把这个消息散开, 并偷给梁道标局的人了。 这事情, 终于在女儿去长州之前有了着落, 房氏也很高兴, 卢梁道是因为顾景的八字能忘他的女儿, 才跟顾家定亲的。 知道他的八字是假的, 这门亲屎自然就黄了。 亲屎黄了, 自然可以避免成亲之后的血案。 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林如玉开心到父亲平安归来又多了一重保障。 林如玉在做去长州的准备时, 沈存玉也将宣州的事情调查完毕, 准备返回沃龙堤了。 临走之前, 沈存玉约林如玉沈哥赏缘。 阳春二月, 万物蒙发, 正是草色摇看尽却无的最美时节。 林如玉与沈存玉在前边有说有笑, 沈哥和郑省初在后边缓缓跟着。 赶走了沈哥和爱眼的郑省初, 沈存玉坐在梅园二楼观景台的栏杆上, 遥望远方, 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手指敲着大长腿受他感染。 林如玉也放下端庄, 舒舒服服地靠坐在栏杆上。 廖翘春风带着一丝微不可查的暖意, 吹拂着林如玉披风上的细绒毛。 林如玉觉得脖子有些痒, 忍不住歪头在绒毛上蹭了蹭, 然后眉开眼笑。 他的笑颜胜过满圆春色。 这么一朵娇艳美丽的孤朵, 轻轻松松就被沈哥摘了。 沈存玉再次感叹傻弟弟的好福气。 我打算后日启程, 去立阳贺九名藏兵的山谷转一圈, 然后就返回我龙地。 你和沈哥打算何时澄清? 林如玉乖巧回道, 得由我爹做主。 那早着呢? 沈存玉探手勾起林如玉精致的小下巴。 若我有你这么好的女儿, 一定把你留到十八岁再嫁。 这般轻挑的动作, 沈存玉做出来却勾人得很。 林如玉望着他雌雄莫变的俊美张扬容颜问到堂姐, 你有喜欢的人吗? 沈存玉坏话一笑, 若我说喜欢你呢? 林如玉毫不犹豫, 我立刻退了跟沈哥的亲事, 嫁给堂姐。 沈存玉哈哈大笑, 还是别了, 老子怕沈哥那臭小子跑过来跟我拼命。 坐在楼外小亭内的沈哥, 见到沈存玉调戏自己的心上人, 火气一下就飙了多高, 转头看向郑省出。 郑省出笑着给他斟了一杯茶, 如实道, 你若想调戏我气你堂姐, 那可是打错算盘了。 你堂姐不止不会生气, 还会拉着你未婚妻看好戏。 沈哥, 果然跟堂姐在一块的, 但我看得出来, 沈哥也端起茶喝了一口。 开了茶馆后, 他品了太多茶, 眼前这杯茶颜色清亮, 却茶香四溢, 一品便知不是芳华园的茶叶, 应该是郑省出带过来的。 不愧是薰桂世家的子弟, 外出都这么讲究。 郑省出又给沈哥倒了一杯, 温和道, 这是涉州郑家茶园里产的茶, 我喝着还不错, 便带了些回来。 沈东家若也喜欢, 我让人给你送些过去。 你若相得重, 可派人去涉州郑家茶园采买。 多谢。 沈哥到了生谢, 结果茶又吃了一口, 郑公子有什么话, 直说无妨。 沈哥的性情其实与存玉很像, 只是碍于身份, 他表现得委婉了不少。 郑省出开始期待沈哥回到武安侯府, 成为世子后的变化。 你从长州回来后, 有何打算? 沈哥没提去沃龙堤与沈存玉会合的事, 只说生意上的, 去饶州和河州开拍卖行分号。 郑省出笑着评了口茶, 静直道, 安州不错, 也可以开家分号, 其实, 沈哥已经把人手安排到安州去了, 不过却不是为了做生意。 郑省出试探他, 他便也借机试探郑省出, 安州太远, 不晓得那边行情如何。 郑公子给小弟讲讲, 郑省出笑道, 等我从安州回来, 再讲与沈东家听。 郑省出去安州, 莫非是唐姐要去, 他要跟着。 他告诉自己, 这些是想做什么。 这人很烦得很, 心眼也很多, 沈哥才不会顺着他的话走, 只装没听懂, 好, 等郑公子回来后, 在下请您吃茶。 郑省出没想到, 沈哥这么沉得住气, 缓缓抬眸问道, 你可想知道, 我与何人同去? 沈哥抬手给郑省出针了一杯茶, 在下乏味得很, 除了赚银子,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没人观景台上, 沈存玉叮嘱林如玉出门要小心, 林如玉也将自己配置的解毒玩耀, 给了沈存玉三瓶, 这些堂姐带上, 以防万一。 沈存玉直接收了, 起身与林如玉准备下楼时, 认真叮嘱道, 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安全, 遇到拿不准的事情, 稳妥为上。 林如玉点头应下, 也对沈存玉道, 贺炯明诡计多端, 心狠手辣, 堂姐也要小心为上。 好, 沈存玉应下, 搂着林如玉的肩膀下了楼, 把他送到沈哥身边, 满脸嫌弃道, 你们俩继续逛, 衙门还有些事要办, 我先走一步, 后日你们不用去送我, 老子烦那场面, 咱后会有期。 郑省出向沈哥和林如玉微微汗手, 便快步追了上去, 存玉, 等等我, 老子去办正事,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沈存玉头也不回, 加快了脚步, 郑省出看着文弱, 脚步却一点也不慢。 沈存玉离开宣州城后不久, 林如玉和沈哥, 大夫也在码头与家里人一一息别, 登上沈家的大客船赶往常州。 林如玉乘船从好连寨回到宣州后, 还从未乘船外出过。 这会儿坐在舒适平稳的大船内, 望着波光玲玲的江面, 他的心境也随之开阔了许多。 大夫在桌边抱着, 轮雨, 愁眉苦脸, 默默送毒。 沈哥坐在林如玉对面, 与他一起望着江面。 从宣州到常州, 顺风顺水行船须四日, 也就是说, 这四日他可以时时与心上人相伴了。 沈哥心里美滋滋, 脸上喜滋滋, 如玉给我讲讲岳父的事吧, 岳父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爹爹的喜好。 林如玉收回目光, 望着桌上的账策, 他已经好久, 好久, 两辈子那么久没见到爹爹了, 父亲是家中长子, 在外都端着嫡长子的架子, 但对我和母亲很是宽和, 在母亲面前就像那小孩子。 他喜欢读邮记, 喜欢结交朋友, 虽然多年未见, 但林如玉的话开了头, 才发现他一点也没忘记, 林大福也放下书认真听着。 带林如玉讲完, 沈哥已经对未曾谋面的岳父, 有了初步认识, 很精明, 不好糊弄, 把如玉视作掌上明珠, 想娶她的女儿不容易。 不过, 岳父听岳母的, 自己和如玉的亲事, 是岳母亲口定下的, 岳父就算看自己不顺眼, 也不会太过反对。 想通了关键点后, 沈哥喜滋滋, 把茶饮冲泡好, 递给心上人, 说这么多话口渴了吧, 吃杯甜茶。 这甜茶, 是沈哥听从了自己的建议, 让茶馆的泡茶先生改良后的, 卖得非常好。 林如玉也很喜欢, 端起茶杯美滋滋地喝了一口, 却见大福一脸愁容。 林如玉放下茶杯问道, 大福哥在为什么时发愁? 林大福握紧手里的书, 二妹, 义父会不会嫌我笨? 大福被他亲爹带到林家时, 自己的父亲已经出海了, 所以, 大福到现在还没见过义父。 大福现在发愁, 定是, 林如玉耐心问道, 大福哥为什么这么想? 林大福向来是有什么说什么? 二叔笨, 常被义父骂, 我也笨。 站在门口伺候的林峰, 机不可见地向旁边挪了挪, 躲在门后, 暗中把那些嘴碎的人骂了个底朝天。 林如玉望了眼门口, 笑道, 掌兄如父这话, 大福哥可听说过。 嗯。 大福点头, 林如玉继续引导, 那大福哥的爹在世时, 骂没骂过你。 大福摇头, 没有。 沈哥趴在桌子上闷笑。 林如玉引导不成, 干脆直接说教, 那是因为大福哥从小就懂事, 才没有挨骂。 二叔小时候顽皮, 祖父和父亲对他严厉不是嫌弃, 而是想让他变得更好。 大福哥很好, 父亲一定会喜欢你的。 大福救了自己, 是林家的恩人, 只凭这一点, 父亲就会感激他一辈子。 大福单纯, 二妹这么说他就信了, 咧嘴笑得开心。 见这事解决了, 沈哥就不想再在屋里门着了。 你们会不会打水漂, 咱比一比。 难得出来, 林如玉也起了弯心, 可是, 咱们在船上去拿找打水漂的石子。 沈哥跳起来, 我早就准备好了, 走吧。 到了甲板上, 看到沈哥提过来的一大包扁片形的小石头或瓦片, 林如玉削弯了毛子, 这样的石子最适合打水漂了。 沈哥给林如玉的惊喜, 远不止于此。 林如玉每天跟着沈哥玩不一样的游戏, 日子过得飞快。 等到船在长州码头靠岸时, 来往船只如过江之际, 岸上行人如梭, 热闹繁华三人刚上岸, 林家长州分号的管事吴旭伦和沈哥的小弟沈良勇就凑了上来。 沈良勇低声道, 可, 如玉姐, 你们来得真巧, 你们往东看。 林如玉和沈哥同时转头, 瞧见东面使来一艘不比林家大船小多少的霸气客船, 船围上挂标旗, 标旗上写着大大的梁道二字, 标旗之下, 站着二十多个标形大汉, 为首之人背双刀, 圆征虎目, 气势汹汹。 沈良勇低声道, 船头那个就是卢道良的儿子卢震堂, 卢家来找顾家算账了。 卢震堂这模样确实挺让人震撼的, 不管转眼之间便不是了。 一个瘦高面白的姑娘被人从船舱中扶出来后, 方才还要大杀四方的猛虎, 立刻变成一只大狗奔了过去。 他身后的大汉们也都变成了乖猫, 老老实实站在两边。 那场景尾时有趣。 沈良勇低声道, 那姑娘应该就是卢道良的女儿卢玉春。 一个像猛兽, 一个像驯兽人, 林如玉笑眯眯眯道, 这兄妹俩差挺多的。 沈良勇小声道, 顾家一直说卢姑娘是病秧子, 这不瞧着挺好的吗, 那就病秧子了。 卢家大船缓缓停靠在林家大船旁边, 林家大船挂着旗号, 刚下船的林如玉被众人簇拥着, 一看便是这船的主人。 卢玉春含笑, 大大方方向林如玉点头, 对兄长说了句什么。 卢震堂听完, 立刻向林如玉和沈哥抱拳, 然后转头, 生如红中般喊道, 爹, 宣州林家的人到了。 他这一嗓子, 不止喊出了卢道良, 还把岸上人的视线引过来一半。 漂亮端庄的林如玉和玉树林峰的沈哥, 立刻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卢道良走出船舱, 带着一双儿女上岸来到林如玉面前。 林姑娘, 沈东家, 你们也是刚到。 卢道良硬下的事, 当然不会反悔。 林姑娘尽管放心, 某把标局里功夫好, 水性好的都叫过来了。 处理完眼前的事, 某就带人出海去接林家主。 说吧, 卢道良把自己的女儿引到林如玉面前, 笑得一脸慈爱。 这是我闺女玉春, 敢抢你们俩名字里都带个玉字。 两相见礼, 林如玉换了生卢姐姐, 卢玉春刚回了生林妹妹。 卢道良便急吼吼道, 玉春先跟着林姑娘去玩, 爹跟你哥去把正事办了, 再过去接你。 林如玉, 你们这阵仗, 是要去把顾家砸了吗? 卢玉春歉意地向林如玉点点头, 踩板起脸, 警告自己的父亲和大哥。 林妹妹是斯文人, 你们别把他吓着了这事, 咱们站立。 你们把我的嫁妆搬出来就走, 别动手, 否则咱们有理也变成没理了。 卢道良点头, 爹懂。 卢震堂努力摆出一副以礼服人的架势, 大哥知道怎么做, 妹妹放心去玩。 说吧, 这父子俩生怕被人拽住一样, 带着二十多人气势汹汹地走了, 看热闹的百姓呼啦啦跟在他们身后, 沈良勇自然而然地混入了人群之中。 林如玉也想去看热闹, 不过人家父子把闺女塞给了他, 他再去看热闹就显得不地道了。 林如玉指得带着卢玉春赶往武馆市订好的客栈, 请他入房中吃茶。 卢玉春端起茶时, 稍显单薄的五官被雪白的肌肤 衬出一股安然咸静的气息, 是令人心静神清的古典韵味美。 不过他笑起来, 却戴了一丝顽皮, 妹妹可听说我家与顾家的事了。 林如玉也没揣着明白装糊涂。 姐姐家的传过来时, 我听岸上的人说顾家不地道, 为了娶姐姐进门, 给顾少东家改了生辰八字, 也难怪你父兄那么生气。 卢玉春不止没生气, 还有一种如是重负的轻松感, 幸亏现在知道了, 否则就白下了妹妹给我的玉镯和龙凤佩。 玉碧鞋是林家卖给卢道粮的, 玉镯和龙凤佩是以天装的名义送的, 所以卢玉春才会这么说。 林如玉诚恳道, 好事多磨, 姐姐躲过这一劫, 日后肯定能觅得如意郎俊。 卢玉春又眨了眨眼睛, 妹妹也瞧见父亲和我哥的架势了。 有他俩阵着, 寿州没人敢到我家提亲, 这门青史黄了后, 怕是整个长江下游六州都没人敢娶我了。 长江下游六州有没有人敢娶卢玉春? 大伙不晓得。 但今天去围观了卢家怎么礼数周到的退还彩礼, 并搬回女儿嫁妆的长州百姓们, 瞧着卢家拉出的一车车嫁妆, 却一点也不眼馋。 眼馋的且掂量一下自己的骨头, 经不经得住卢道粮和卢震堂的大巴掌。 人家真没打人, 就是临走时友好的拍了拍顾景的肩膀。 然后, 顾景肩头的骨头就碎了。 碎了? 你说吓人不吓人? 沈良勇连笔带话地讲着当时的场景, 等小五出嫁时, 咱们搁几个也去给他震场子, 排面摆得足足的, 让小五的夫家一辈子不敢动他一根指头。 沈哥还没说什么, 林大夫的大巴掌已在沈哥的肩膀上比划了。 沈良勇, 没想到看了个热闹, 把大哥给算计进去了, 早知道不带大夫哥去看热闹了, 林如玉不厚道地笑了起来, 大夫哥, 以后就靠你给我撑腰了。 哦。 大夫应了一声, 巴掌在沈哥肩膀用了些力, 还很认真地模仿卢震堂当时的神情, 把林如玉笑得肚子疼惜腹高兴, 沈哥也跟着乐呵, 一边人大夫给自己揉捏肩膀, 一边与林如玉商量, 卢家父子粗中有戏, 难怪能把生意做这么大。 顾景父子不是能做大事的人, 顾家撑不了几年就得卖房卖产。 等岳父回来后, 问问他想不想在长洲置办丝绸生意。 林家有绸缎庄和成衣房, 如果再置办一处上好的丝绸制作房, 这条产业链就完整了。 不过, 林如玉却不看好顾家的山头和制作房, 种丧、养残、织布, 关键的不是桑田而是能工巧匠。 顾家的纺织娘都被别家高价挖走了, 咱们捡起这个烂摊子, 不知要填多少银子进去。 自己买下, 不如与人合作来的便宜, 我也让武管师去打听了。 长洲好的制作房不止姑家一家。 沈哥最喜欢听媳妇说, 咱们每次听到她都笑得像的小傻子, 还是二妹想的周到。 若是长洲钱家还没等沈哥说完, 云娟便从外边快步走了进来, 姑娘,姑爷, 钱家的管事钱顺过来了。 林如玉的三姑嫁到长洲钱家, 林如玉来长洲之前, 房氏一给林三姑送了信。 但今日在码头上, 林如玉并未见着钱家人来接。 这会儿, 林如玉已经在客栈安顿好了, 钱家人猜到, 来的还不是表哥, 表姐, 也不是林三姑身边的管师婆子。 这倒是省了林如玉的事, 让她进来。 见大嫂有事要忙, 沈良勇懂事地拉着大府走了。 前府的管师进房门, 宫生给林如玉和沈哥见礼。 表姑娘, 表姑爷, 夫人得了宣州来信后, 立刻在家里准备了上好的客房, 并打发小人在码头等候您二位。 是小人眼瞎没瞧见林家的船, 请表姑娘, 表姑爷恕罪。 她这语气可没一点惶恐不安, 林如玉不会跟个吓人斗嘴, 平静问道, 姑母身体可安好。 夫人安好, 正在府中等候您二位。 前顺眼里闪过得意, 在行李, 马车已在客栈外等候, 请表姑娘, 表姑爷上车。 林如玉自是不会去的, 今日天色已晚, 我明日再去探望姑母。 前顺没想到, 林如玉居然不肯上车, 可是, 怎么? 林如玉语气重了些, 你到了钱家, 不止丢了行, 连规矩都丢了。 前顺本名林顺, 姑娘恕罪, 您今晚好生歇着, 明早小人再来接您。 林如玉淡淡道, 退下。 待钱顺退下后, 站在林如玉身后的管事媳妇忍不住了, 三姑奶奶这做派, 当真是小家子气, 林如玉还记着母亲说的, 三姑算计二舅的事情, 对这位没见过面帝三姑母, 一点好印象也没有, 她不想正正经经走这门亲戚, 咱们也只当长州没她这个人便是。 沈哥拖腮看着脸色不渝的心上人, 问道, 怎么回事? 钱家内宅, 林三姑厌恶到, 她一个晚辈, 到了长州不来我这里行李请安也就罢了, 竟还百气普来了。 在房里等着林如玉过来的, 林慧莲的丈夫钱江平抱怨妻子, 你是做长辈的, 跟个孩子叫什么劲儿, 让大哥知道了多不好。 林三姑狠狠挖了丈夫一眼,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你且把心放到肚子里, 不管我见不见这死丫头, 我哥拉回来的货, 该是我的就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钱江平眼珠子一转, 嬉皮笑脸道, 什么你都我的, 咱们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 我天天在外边忙活, 还不是为了你和儿女们过得体面。 林三姑哼哼两声, 没当面唠丈夫的面子。 林家人不来, 钱江平一刻也不想在这屋里待着, 转身去了跨院。 林三姑看着迫不及待的丈夫, 恨得咬牙切齿。 她身边的婆子劝道, 夫人刚才该留住老爷的, 只要您开口, 老爷肯定不会去跨院。 留他做什么, 给我自己添堵吗? 林三姑假装自己不在意, 我有儿子撑腰, 犯不着看她的嘴脸。 老爷夫人失和已久, 婆子不再劝说, 只不解问道, 宣州林家来人给您撑腰长脸, 您怎么还把人往外赶呢? 林三姑冷哼一声, 我就是不想看到她那张脸。 给我撑腰长脸的是我哥, 明儿是她的亲外甥, 她还能眼看着明儿不管吗? 跨院内, 钱家新进门的小妾 一边给钱江平揉捏肩膀, 一边软语温存, 老爷肩膀这么硬, 是在外边累坏了吧? 趴在床上的钱江平 舒服得哼哼两声, 也好着呢。 晚上照样, 你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小妾眼里闪过厌恶, 说出口的话, 却拐了几个弯, 勾得钱江平骨头都酥了, 老爷就会欺负卢家, 钱江平一翻身, 把小妾拉下来压在身下, 迎笑道, 你倒说说, 也怎么欺负你了? 嗯, 爷坏死了, 小妾羞答答地勾住钱江平的脖子, 说起他来钱家的正事, 您可曾听说了, 卢家跟顾家的婚事黄了, 您说, 林家不会请梁道标局的人出标接船吗? 如果真那样, 林家船上的货, 也就拿不到手了。 钱江平拧了一下小妾的细腰, 这些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你把爷伺候舒坦了, 金银珠宝, 铃罗绸缎, 样样少不了你的第二日, 闲银将最新消息送到林如玉面前, 洛三昨夜发现有两人在梁道标局外踩点, 因标局戒备森严, 他们没能入内。 天太黑了, 洛三认不出他们的样貌, 也没能跟踪到那两人去了何处。 洛三几个出来长州, 人生地不熟, 跟踪失败很正常。 上一世, 贺炯明利用卢玉春的死, 绊住了卢道梁。 这一世卢顾两家的亲世皇了, 有人半夜围着标局转悠, 或许也是为了想办法拦住卢道梁, 不让他出海。 说好了, 姑娘看成吗? 坐在梳妆台前的林如玉垂眸沉思, 直到语音给她梳好了头, 她才抬眼与同镜中的自己对视。 站在旁边的贤英真心夸赞, 姑娘的眼睛长得真好看。 姑娘被夸, 语音忍不住地骄傲, 姑娘无一处不美。 林如玉浅浅一笑, 她集中了父母长相上的优点, 确实怎么看怎么漂亮。 若无钱无事无自保之力, 美就是原罪, 但这辈子任谁也休想欺负到她头上。 她这一笑, 镜子里的美人变得更加夺目, 把语音和弦音都看得眼睛发直。 也难怪郑昌明软磨硬泡的要为姑娘画像, 这样的美人确实是件罕见。 林如玉用过早饭后, 钱顺又过来请她和沈哥去钱家。 林如玉见都懒得见, 直接让林峰把她打发了, 然后让人把沈哥请了过来。 林如玉在房中与沈哥猜测 昨晚那两人的来路, 我怀疑他们是贺炯明派来的, 安州缺钱, 贺炯明偷坟掘墓的事都干了, 很有可能惦记上这批出海归来的大船。 为了安全, 林富是跟几家商号组了商队一块出海的, 回来时必定也是一块回来。 沈哥也觉得有可能, 我去跟卢总标头打声招呼, 让他们把人抓住, 审问清楚, 提醒他们小心对方用下毒等下作手段。 若是梁道标局连几个夜里过去盯烧彩点的小喽啰都抓不住, 接跌跌归海也不必指望他们了。 林如玉又问道, 海盗的行踪可打探到了。 沈哥摇头, 大勇没能找到海盗的老巢, 只知道他们在海上神出鬼没, 每次出现时都用蓝布罩头, 只露两只眼睛辨认不出身份。 我猜测, 海盗定没少给衙门塞银子, 因为他们每次结了船后, 船主告关, 衙门出兵搜捕海盗, 都是无功而返。 还有一点, 这帮海盗近来消停了不少, 已经一个多月没露面了。 若衙门真想管, 海盗也不至于如此猖獗, 海盗们不露面, 可能是在憋大招。 朝廷官员侍卫素餐, 是周县治安大乱的根源所在, 其限是这样, 长周又是这样, 林如玉微微嘟起小嘴, 心中负肥几句, 才问道, 海盗劫持船只上的货物后, 肯定得想办法, 把货物运走这方面可有消息。 说起这个, 沈哥双手压住桌面, 凑到心上人面前卖起官司, 还真有, 你猜大勇查到了谁家? 林如玉伸出一根手指, 把她的脑袋推开, 钱家还是顾家。 沈哥露出夸张欠揍的笑容, 林姑娘好聪明, 一猜就中。 这不是废话吗? 沈哥让她猜, 肯定是她知道的人家, 放眼整个长周, 她也就认得这两家, 好好说话, 否则, 揍你。 沈哥委屈巴巴嘟囔道, 果然不该让你跟唐姐走得太近, 才在一块待了几天, 你就学会了她的手段。 林如玉和, 去年认识还没几日, 谁就想跟我学用棍子卸人胳膊腿的。 沈哥更觉得委屈了, 认识没几日我就想学了, 到现在, 娇娇还没教我。 林如玉勾了勾手指, 沈哥立刻又凑上来, 想让我教你。 沈哥眸子亮晶晶, 嗯, 嗯, 那可是姐姐的独门绝技, 想得美。 林如玉看沈哥愣住的傻样, 笑得愉悦, 究竟是钱家还是顾家? 钱家? 沈哥笑嘻嘻拉住心上人的小手, 才继续道, 大勇打听到, 钱江平这两年常出入街柳巷, 钱如流水, 还养了两房外室, 只靠着钱家原有的船运生意, 经不起他折腾这么久。 不过, 大勇派人跟了钱江平一个多月, 没发现他与什么可疑的人接触, 所以我怀疑, 钱江平身边有负责替海盗传递消息的眼线。 若真是这样, 我还真有必要去钱家转一圈了。 林如玉的话音刚落, 云娟就走了进来, 禀道, 姑娘, 钱家大姑娘和二姑娘来了。 这可真是刚打瞌睡, 就有人送来了枕头。 林如玉先让沈哥出去忙, 才吩咐道, 请他们进来。 林三姑生有两女一子, 长女钱宝翠今年十五, 比林如玉大俩月, 儿子钱财明今年十四岁, 次女钱兰翠今年十二。 两姐妹待在马车里, 大饼脸的钱宝翠向妹妹抱怨, 咱们干嘛过来找不痛快呀? 这个姓林的, 根本就没把咱们当亲切。 因为母亲的态度, 两姐妹对宣周凌家印象都不好, 但脸比姐姐小两圈的钱兰翠, 显然心眼她多了许多, 娘眼里只有钱财明, 姐今年都要急急了, 婚事和嫁妆还没有着落呢。 提起这糟心事, 钱宝翠的脸变得更难看了, 别说我, 你也一样。 瓜子脸的钱兰翠, 拉住同病相连的姐姐, 所以, 兰翠跟着姐姐一起来了呀, 咱们跟林如玉楚好点, 舅舅回来时, 咱们才能凑上去搭句话, 讨点实惠, 钱家是有钱, 但父母重男轻女, 他们姐妹也只能为自己打算了。 钱宝翠翻过腕来后, 态度好了许多, 你说得在理, 待会儿咱们怎么干? 珠光宝气的钱宝翠进屋, 瞧见美得令人窒息的林如玉, 目光刻意错过她的脸, 从她光秃秃的手腕, 和指带了两朵珠的脑袋上, 找回了自信, 露出笑容, 上前亲切握住林如玉的手寒喧道, 昨日我在府里等了表妹一整天, 没等到表妹过去, 今早便等不及自己过来了, 表妹来了长洲怎不回家住, 害得我想跟表妹说几句话, 都得跑这么远。 穿着同样精致的钱兰翠眉吭声, 只盯着林如玉的手和衣袖看, 林如玉的手一看就是没吃过苦的, 还有她身上的素色不起眼的衣袍, 钱兰翠一眼就认出, 就林如玉身上这件衣裳兜料子, 比她们姐妹俩全身上下的行头都值钱。 林如玉不习惯与陌生人离得这么近, 抽出手笑问, 你是三姑母家的宝翠表姐。 林如玉的反应大大出乎钱宝翠的意料, 让她不知该如何计划。 钱兰翠接过话茬, 交滴滴道, 表姐, 我是兰翠, 这是我姐姐宝翠, 母亲让我们过来接表姐回府。 好啊, 听到钱兰翠接自己去见三姑, 林如玉直接应望。 她这般爽快, 把钱家姐妹俩搞了得措手不及。 钱宝翠转头看妹妹, 满眼满脸的埋怨。 我说不来, 你非得来。 这下好了吧, 你一张嘴, 人家就顺着梯子往上爬, 这回咱们怎么收场? 钱兰翠只愣了一下, 就上前亲热地挽住了林如玉的胳膊。 太好了, 母亲见到表姐一定会高兴的。 三姑见到她高兴不高兴, 林如玉不知道。 但林如玉已经知道, 这姐俩不是来接她去钱家的。 他们的目的林如玉根本不在意, 现在林如玉只想去试探试探钱家人, 云娟, 雨英去把母亲给姑母准备的礼品取出来。 是, 俩丫鬟去取礼品, 贤英从里屋将林如玉的披风取了出来, 外边风凉, 姑娘还是天剑衣裳在出门吧。 林如玉要穿披风, 钱兰翠自然不能再抱着她的胳膊。 林如玉肃静的衣裙配上火壶青球披风, 将她的本就十分的颜色, 称称了十二分, 看得钱宝翠眼珠子都红了。 钱兰翠见林如玉的衣着样样精致, 心里极度, 脸上起笑得甜甜的, 表姐的披风是什么料子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么多毛, 什么料子一眼还看不出来。 林如玉回到长州靠海, 所以山货少一些, 这只是寻常的皮毛罢了。 这上好的胡球, 你说寻常钱宝翠眼更红了, 忍不住想挤兑她, 便顺嘴提起了林如玉那个上不了台面的未婚夫, 表妹夫不是也来长州了吗? 叫上她一块过去吧。 去钱家, 林如玉一个人就够了, 没必要再浪费省哥的时间, 他去忙生意上的事, 不在客栈里, 改日我再带他去拜见姑母。 钱兰翠又歪着脑袋装天真, 表姐, 你们还没成亲, 表姐夫就已经插手咱们家的生意了吗? 林如玉望向钱兰翠, 只看得他脸上的假笑都挂不住了, 才冷声道, 我与二位初次见面, 以后也见不着几回。 你们有话就直说, 没必要阴阳怪气的。 我与沈大哥还未成亲, 你们不必一口一个表姐夫, 表妹夫地叫着, 林家是林家, 钱家是钱家, 俩家没有合伙做生意。 表妹这声咱们, 我尾是不知, 你是从何处论起的? 钱兰翠的脸, 被林如玉拿化衫得火辣辣的疼, 唯唯曲曲道, 兰翠比不了表姐, 没见过世面不会说话, 让表姐见笑了。 钱宝翠眼见着俩人要快闹起来了, 连忙一个手拉一个, 哎呀, 姐妹间半嘴不是常识吗? 怎么还动了真气了? 走, 咱们赶紧回去, 母亲还在家里等着呢。 到钱家下来马车往里走, 林如玉见钱家庭院宽敞, 假山, 游郎精致奇巧, 看得出钱家是有些底蕴的。 看来当年祖父虽然生三姑的气, 但也没随便把他嫁了, 而是挑了户英诗人家。 林三姑瞧见明艳赵人的林如玉, 一下就被拉回了大哥拜堂后第二日, 房氏拜公婆时的场景。 只是这一晃眼的儿功夫, 他人生最绚丽的年华已经虚度了。 想到房氏是怎么害他的, 林三姑脸上的笑容挂不住了。 林如玉行礼, 抬眸, 看向林三姑。 不同于大姑的趾高气昂, 二姑的沉稳闲静, 林三姑全骨突出下巴奸细, 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尖酸刻薄的怨妇气息, 好似谁都欠他的一样, 让人见之不喜。 坐吧。 林三姑淡淡吩咐, 是, 林如玉平静迎望, 相看两相宴的两个人, 心照不熏地沉默吃茶, 谁也不大理谁。 林如玉暗暗观察, 发现钱家姐妹在林三姑面前很是拘谨, 一点也没有母女间该有的亲密。 看来果然如打听到的消息那般, 林三姑眼里只有儿子钱财明, 对两个女儿很不上心。 屋里的气氛把钱宝翠憋得够呛, 眼睛不停地在母亲和林如玉之前穿梭。 钱兰翠未缓和气氛, 假装欢愉道, 我和姐姐去的时候, 表姐正在收拾从宣州给母亲带来的礼品, 表姐说都是旧母给亲手给您准备的。 房事能给她准备什么? 林三姑淡淡道, 你母亲可还好, 母亲安好, 多谢姑母挂忌。 林如玉应了一声, 便吩咐人把礼品带上来, 摆了满满一桌子, 看到林如玉带了这么多东西。 林三姑的脸色才算好看了些, 有一句没一句地问起家里的事, 只字不提已过世的父母和姨娘。 这让林如玉对林三姑的评价又低了几分。 就在林如玉待不下去要告辞时, 三姑府钱江平的笑声在院子里响了起来。 夫人, 如玉过来了。 林如玉站起身给钱江平见礼。 钱江平见到林如玉, 眼底闪过惊艳, 笑容格外亲切。 好孩子, 快起来坐吧, 咱们自家人不讲究这些虚理。 林如玉刚落座, 便听钱江平关怀道, 夫人, 我记得如玉比宝翠还小吧? 林三姑淡淡道, 小一个多月。 她还是个孩子呢, 去揭传这么大的事, 哪能让一个孩子去? 钱江平一脸不放心, 如玉在家跟你姑母, 表姐妹们一块碗, 姑父带人去把你爹接回来。 林如玉亮出部分实力, 不是我一个人去, 还有带过来的二十多个护院 和梁道标局的标师们。 钱江平皱眉, 你刚来长州还不晓得, 梁道标局的总标头卢道梁 本打算这个月初八嫁女, 眼看着没几日了, 却忽然与亲家闹翻, 把女儿的嫁妆拉回去了。 所以, 在这个结果眼上, 梁道标局是不会结标的。 林如玉当然不会说 刘道梁已经硬了, 只含糊道, 梁道标局打开门做生意, 不会放着银子不转的。 见林如玉铁了心, 要去请梁道标局, 钱江平便不再劝, 又问道, 可定下哪日出海, 停泊在哪个岛上了? 林如玉摇头, 还没有。 钱江平眼睛转了一圈, 那就停在长甘岛上吧, 长甘岛的山够高, 望得远。 这话听着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长甘岛沿岸水下都是暗礁, 是最遇遭海盗袭击的一块海域。 他这个三姑府, 还真是很会替林家打算呢。 林如玉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傻白天应了多谢姑府的提议。 林三姑冷嗖嗖扫了一眼丈夫, 直接否决她的提议, 长甘岛不合适。 当众被吓了面子的钱江平不高兴了, 夫人觉得长甘岛哪里不合适。 夫人二字被钱江平咬得极重, 提醒林三姑注意她的身份。 林三姑搭拉着眼皮, 平淡道, 岛上蛇虫多会吓着孩子。 林如玉走后还不等钱江平闹腾, 林三姑已沉下脸, 冷嗖嗖道, 钱江平,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 你要是敢打我哥传上货物的主意, 我跟你没完。 当着林如玉的面被妻子唠了面子, 现在又被妻子这般恐吓, 钱江平气得跳脚, 我说什么了。 我不过是看如玉还是个孩子, 才好心提醒两句。 你这冷鼻子冷脸的做什么, 我看是你自己心虚, 在打林家货船的主意, 所以才看谁都跟你一样吧。 我的确打船上货物的主意, 还不等钱江平得意的嘴角翘起来, 林三姑已继续道, 那是我林家的东西, 只要我开口药, 我哥就会给我, 我这主意打得理直气壮。 我且告诉你, 钱江平, 你走歪门邪道我说不动管不了, 但你若敢动林家的货, 我立刻把你干的那些破事都捅到衙门, 咱们与死网破。 你, 你个丰富。 钱江平气得甩袖去了跨院, 见钱江平沉着脸进来, 就知道这耸货没把事办成。 刚那进门没多久的小妾, 心里骂得多狠, 面上就笑得多甜, 老爷, 奴听说林家来人了。 哼, 钱江平甩袍摔在椅子上, 小妾殷勤端过茶水, 为钱江平吃了半杯, 然后依在她怀里, 柔声软语地劝着, 您别生气, 因旁人动怒, 伤了自己的身子, 奴家会心疼死的。 钱江平的火气被香喷喷地咳人蹭去了一大半, 哼哼道, 林家从老到小就没一个好东西, 这是连自己的妻子也骂进去了。 窝在她怀里的小妾勾勾嘴角, 声音依旧柔地能掐出水来, 竟人是听天命。 老爷, 您尽力帮他们想办法了, 钱江平最后一点不输谈也散了, 心安理得揉你起怀里的娇人。 在她怀里软成一滩水的小妾握住她的胳膊, 娇滴滴道, 奴家不懂什么行规, 就是心疼你。 那帮海盗不过就是冲过去举刀吆吓几声吓唬人罢了, 是您用自家的船和自家的人, 担着风险帮他们运货去换钱, 怎么到头来那帮海盗却只分您半成呢, 真是太欺负人了。 软玉温香在怀, 钱江平虽已熏熏燃, 但多少还有点理智, 少是少了点, 但稳妥。 他们犯的是死罪, 也赚的是辛苦钱。 耸货。 小妾委屈巴巴缩在钱江平胸口, 但奴只要想到那么多银子, 花花从业口袋里流出去, 就心疼得厉害。 邻家的大船出去两年多, 肯定带回不少东西, 这批货肯定值不少银子。 有了这笔银子, 您就能买下顾家的桑田和制作房了吧。 爷干完这一笔, 干脆别跟他们合伙了。 钱江平手上的动作一顿, 不吭声了。 小借台玉璧搂住钱江平的脖子撒娇, 接了顾家的丝绸生意, 也就再也不必给那帮人卖苦力了, 奴也不用心疼了, 真好。 钱江平搂着怀里的小妖精, 心思也活动了。 这行, 本来就是称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与其赚辛苦钱, 不如干票大的金盘洗手, 踏下心来做正经生意, 林如玉回到客栈时, 卢道良正与沈哥商议出海的事, 长洲外海有十三处大小岛屿, 就是这一片, 咱们人多船多, 最好找个大点的岛。 就是这几个, 林如玉看着桌上的海图, 听完卢道良的介绍, 手指落在一个长条形的岛屿上, 明觉得这个岛怎样? 卢道良立刻摇头, 这岛叫长甘岛, 岛大山高, 位置也更合适。 但这座岛下多岸礁, 岛上多毒蛇, 所以, 除了捕蛇人, 很少有人冒险登岛, 多毒蛇毒虫。 林如玉和沈哥对视一眼, 又问道, 落滩岛上没有毒物。 卢道良解释道, 也有, 但是少得多, 所以大伙多是在落滩岛上等着, 虽然可能遭到海盗偷袭, 但对付人比对付毒蛇容易得多。 对旁人来说, 确实是这个道理, 但对研究了半年毒蛇的林如玉来说, 却非如此。 林如玉问道, 您说海盗会不会借着毒蛇的掩护, 将老巢安在了长甘岛上。 绝不可能。 卢道良答得十分肯定, 海盗们也怕蛇。 沈哥笑道, 卢叔, 长甘岛边上多岸礁, 应该也有地方停船吧。 这俩孩子都不是没脑子的, 他们既然选中长甘岛, 应该有他们的理由。 卢道良回道,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我派人去打听打听, 后天咱们再碰头。 带卢道良走后, 林如玉言道, 方才在前家, 三姑府前江平说, 让我去长甘岛, 三姑不同意。 我觉得, 长甘岛上除了多蛇虫, 一定还有其他问题。 沈哥明白了, 谢遥善用蛇毒, 对毒蛇非常了解。 如果海盗与贺久明勾结, 他们可能会出其不意, 选在众人以为 最不可能的地方做老巢。 事不宜迟, 我今晚就去探岛。 如果岛上有海盗, 在岳父回来之前, 咱就灭了他们的老巢。 如果岛上没有海盗, 咱们就去岛上助手, 等候岳父归来。 林如玉摇头, 不急于这一两日, 咱们先看钱家还会有什么举动, 也可趁着这两日 先打听清楚岛上的情况, 准备足了熊黄和蛇毒解药。 夜里, 林如玉正在配置蛇毒解药时, 贤英将落险他们打听到的 钱家情况, 悉数报给林如玉。 钱家上一任家主和长子去世后, 钱江平接管了钱家的生意和家财。 长州街上有些闲话, 说钱江平的父兄 可能是被他害死的。 还有, 钱江平虽然养了两房外侍 和四房妾侍, 但他的两女义子, 皆是嫡子。 说到这里, 贤英顿了一顿, 似是有些不好说出口。 待林如玉抬起头, 贤英才委婉道, 钱江平的外侍和妾侍生的孩子 都死于意外。 为此, 钱江平与他的夫人闹得很凶。 钱家家业现在分作两半, 六成在钱江平手里, 四成在钱夫人手中林如玉挑挑眉, 问道, 钱江平最近可以什么人来往平凡? 有一个。 贤英回道, 他半个月前领回去一个小妾, 据说, 那是他出船室救下来的。 半路上救下的。 林如玉把配好的药递给云娟, 让他带人制成药粉, 药丸, 才继续道, 那小妾是什么来头。 暂时没打听出来。 不过, 洛显夜探钱家回来, 说那小妾绝不是梁家女子。 林如玉想了想, 吩咐道, 派人盯紧钱江平和那小妾, 看他最近都与什么人联系, 希望能顺着这条线, 在我父亲归来之前, 将长洲十三岛的海盗阻力灭了。 接下来几日, 林如玉治完治得累了, 便到海边码头遥望海面。 每每看到归番, 林如玉便细心观察岸边渔船上的渔夫们。 他发现, 超过半数渔夫, 眼中都透露着毫不遮掩的贪婪和凶悍, 便与沈哥道, 海面上杀人如麻, 猛面结传的海盗, 或许就是这些打鱼为生的渔民。 沈哥也有同感, 就算渔民都是海盗, 肯当也有带头的。 没能得到卢家、 钱财支持的顾家, 成了长洲商骨们眼里的肥肉。 眼看着众人蚕食顾家, 钱江平再也不住气了, 三番两次到客栈找林如玉和沈哥, 游说他们去长甘岛等候林家大船。 实在游说不动后, 钱江平便改为游说他们去洛滩岛。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 林如玉才假意应承下来, 并同意钱江平跟着一块出海接船。 眉飞色舞的钱江平回到钱家后不久, 他新带回家的小妾身边的小丫鬟, 便提着菜篮子大大方方出了钱家, 到菜市找一个卖鱼的大汉, 与他耳语一番, 才从他手里买了一斤小黄鱼带回了钱家。 小丫鬟走后没多久, 大汉直接收摊走了。 乔庄城渔夫的沈哥跟随在大汉的渔船后, 一路跟到了落滩岛边一艘大船边上。 这艘大渔船看起来, 与别家的船没什么两样。 但船上两个渔夫看向沈哥的眼神, 却带着明显的杀意。 对上这样满是敌意的眼神, 沈哥大大咧咧地咧嘴笑着, 向船上的人挥手打招呼。 大船上的人没搭理沈哥, 只喊划船的老渔民老五叔船上添心人了。 站在沈哥身边的渔老五仰头回道, 小长他娘病了, 让他表哥先到船上顶他两天。 听到这黑脸小子是小长的表哥, 大船上的人没再盯着沈哥看, 又随意聊了两句便缩了回去。 沈哥压低声音问道, 老五叔他们也是打鱼的。 挺好传, 背起鱼搂的于老五瞪了沈哥一眼, 训道, 好好干你的活, 不该打听了别打听沈哥抱着鱼网, 跟在于老五身后下船, 嘴里小声嘟囔, 在大船上干活, 工钱肯定多, 走在前面的于老五, 挨了沈哥一眼, 就你这小鸡仔式的身板, 还想上大船赚大钱。 沈哥答得很是时尚, 老五叔, 我想赚大钱盖房买地娶媳妇。 于老五呵呵两声, 你想去哪赚大钱, 老子管不着, 但小长回来之前, 你就得老老实实跟老子出海。 您放心, 小长回来之前, 我哪也不去。 沈哥硬了一声, 抱着于老五追上于老五, 嬉皮笑脸道, 书饿了不, 晒不干于老, 一口饭没有。 于老五加快脚步, 返回落滩岛边上的小渔村里。 渔村离海不远, 沈哥一边晒于老, 一边打量那艘大好渔船。 大船白日一直停在岸边, 天黑透后才驶离岸边, 熟门熟路地进了渔村。 他们进渔村后, 一个紧贴在大船上的身影, 巧眉声息递下了船。 不久之后, 一艘中型渔船连船头灯都没挂, 便巧眉声息地离开落滩岛, 是像长甘岛停泊在大船靠岸的地方。 岸边没人把守, 已经把长甘岛摸了三遍, 刚又跟着大船上的人摸了一遭的沈哥, 压低声音问, 各位大哥, 驱蛇要渴摸好了。 摸好了, 东家放心。 跟随沈哥的十五人齐声低应, 跟我来。 沈哥带着人上岸, 沿路解决了五个暗哨, 然后指着山顶上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道, 看到那个树折的大石头没? 那块大石头后面有山洞, 洞里是海盗的老巢。 有十六个人从洞里出来去了落滩岛, 洞里人数不详, 但绝不少于二十个。 今晚, 咱一个都不能放走。 是。 顺哥带四人守住这个洞口, 余下人跟我来。 沈哥安排好人守, 便带人在洞外守着。 天微微亮时, 终于到了海盗换班的时辰。 正东洞口的大石头被人挪洞, 有五人打着哈欠, 提刀走了出来。 换了一身海盗衣裳的沈哥带人 翘无声息摸上去, 将人结果了。 然后, 他们如同打地鼠般收割了两拨海盗的性命后, 再没有人冒出来了。 对付瓮中之鳖, 沈哥毫不客气。 三十多个药包分别从三个洞口扔入山洞之中, 药包碰壁爆开, 一股股浓烟在洞中弥漫, 里面很快传出剧烈的咳嗽声和喷嚏声。 用湿布掩住口鼻的沈哥带人从三个洞口同时杀入, 听声变味, 将洞内海盗全部拿下。 仔细搜索没有漏网之余后, 看着鼻涕眼泪哗哗直流的海盗们, 庄民对林如玉佩服的五体投递, 这要求也太好用了。 邹顺小声问, 明哥, 这玩意叫什么来着庄民拉拉拉捂住口鼻的湿布? 笑道, 马伯又叫马粪包。 萧林也凑了过来, 回头咱多弄点, 这可是坑人的好玩意儿。 几人黑黑笑了几声, 凑到沈哥身边, 东家, 咱去搬了海盗藏宝洞。 带破开藏宝洞的门将二十多个箱子打开, 珠光宝器照亮了大火的眼, 一个想法不约而同地冒了出来。 他们发了, 为击捕长州城外猖獗的海盗, 长州衙门早已张贴了悬赏榜文。 除了按海盗人头给赏外, 海盗们掠夺钱财中的一成也被算在赏金之内。 邹顺咧开大嘴笑呵呵, 东家取媳妇的钱, 够了。 沈哥自然也是开心无比, 赏金咱们按工分配, 药包和驱舌药都是如玉给的, 功劳也有他的一份。 东家做事, 向来敞亮, 赏罚分明。 庄明等人点头, 东家是守宫, 林姑娘是二等宫。 沈哥心里美滋滋, 放心号, 让落滩岛上的人动手。 今天一大早, 与卢道梁一块沉船出海的林如玉, 遥遥望见长甘岛最高处有节奏挥舞的树叉, 开心翘起唇角。 沈哥的活干完了, 漂亮。 钱江平丝毫未觉察到长甘岛上那根非同寻常的大树叉, 见林如玉盯着长甘岛, 他依旧不死心地游说林如玉, 那个就是长甘岛, 右边那个是落滩岛, 如玉看哪个高。 林如玉收回目光, 假装啥也没看到, 长甘岛高, 要想看得远就得登得高。 钱江平劝道, 长甘岛上清静也不怕海盗袭扰, 有长虫怕什么, 一把熊黄就赶走了。 林如玉点头, 姑父说得有道理, 咱们先去落滩岛上看看, 如果没有适合落脚的地方, 就去长甘岛。 唉, 这就对了, 听人劝, 吃饱饭。 钱江平屡须摆出长辈的架势, 只要把林如玉和卢道梁这帮人弄到长甘岛上去, 不管他们怎么死的, 都可以推出中了蛇夺而亡。 想到过几日就要进港的林家船队, 想想马上要花花流进自己钱袋的银子和顾家的桑田, 支座房, 钱江平忍不住得意的笑。 林家和梁道标局的大船停靠在落滩岛边小码头后, 钱江平上岸走路都发飘, 跟踩在云上一样。 后在岸边的洛三给林如玉行礼, 已经办妥了, 姑娘这边请。 什么办妥了? 没想到林如玉竟已提前派人登岛了, 钱江平飘着的身体落回沙里上, 埋伏在落滩岛上的海盗, 不会已经被林家护院发现了吧? 应该不会。 他们蒙上黑布是海盗, 摘了黑布就是渔民, 莫说几个护院, 就是本地拆官, 来了都查不出来猫腻来。 钱江平自我安慰着, 跟着林如玉向前走。 昨儿还说得跟真的一样, 这会儿子日头都上山了, 连个人影都不见, 今儿给你一文钱, 老子给你姓。 林如玉听到骂声, 寻声瞧见一个 坐在西书黎巴院内捕鱼网的老汉。 巧了, 这不是沈哥上的那条渔船的船主吗? 他这是骂沈哥呢。 于老五早就看到 来了这么一大帮人, 眼皮也不抬得继续骂骂咧咧, 大钱是那么好挣的。 大老爷们能干的事, 一阵风就能吹走的小丫头骗子 来凑什么热闹, 一个俩的都尚赶着找死呢。 这是警告自己不要登岛呢。 林如玉向着于老五微微一笑, 继续向前走。 自己的确不算胖, 可绝不是一阵风就能吹走的纸片人。 于老五手里的就缩停了停, 又忍不住碎碎念叨。 如果小长那小老表说 要赚大钱娶的媳妇跟这个差不多, 那可就拼老命才能娶回去咯。 如玉, 咱们这是去了。 钱江平越走心越慌。 不止钱江平心慌, 路两边稀稀落落的几户渔夫 逐离院子里的人们, 心里也没底。 林如玉走到高处一座砖瓦房前时, 逐离院子里的各家渔夫们 林如玉的表情, 总觉得事情不妙, 不肯再往前走了。 林如玉才懒得管他, 禁止走进岛上建的最好的院子。 在前边引路的洛显 推开正房的门, 请林如玉入内。 钱江平站在院门外巷里巴望, 犹豫不决。 几个带鱼叉的渔夫也摸了上来, 站在钱江平身后。 洛三指了指地上捆绑着胳膊, 堵住嘴的渔民。 姑娘, 这是海盗的小头目渔彪, 她奉了渔老八的命令, 带了十六个人在洛滩岛上 等着埋伏咱们, 其他人都关在后院柴房里。 这家伙不老实, 若想撬开他的嘴, 非得用大行不可。 大行? 用不着。 林如玉吩咐道, 洛三哥看好其他人, 这个交给我。 是。 洛三留两人守在门外, 闲音关上了房门。 地上的渔彪虽被捆着, 但却用冲血的双眼狠狠盯着林如玉, 就像一只随时会跳起来咬人的大鲨鱼。 林如玉落座, 随口问道, 不招。 哼, 于彪恶狠狠瞪着林如玉, 鼻子喷出两股不屑来。 招个屁, 干他们这行的从没想过善终落在官府手里, 大不了人头落地。 十八年后, 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是个不怕死的。 林如玉问道, 知道我是谁吗? 当然知道, 于彪用十分无理的目光上下打量林如玉。 贤音见此, 抬腿狠狠踢了于彪一脚。 于彪闷哼一声, 全成了一只熟下。 贤音走过去, 又把于彪一脚踢到林如玉面前。 这一番折腾, 将堵住于彪嘴的破步蹭掉了。 于彪配了一口带血的吐沫, 恶狠狠道, 臭娘们, 知道老子是谁不? 你敢动老子一根汗毛, 就是跟长洲十三岛为敌。 林家的大船, 想顺顺当当靠岸没门。 肯说话, 就好办。 林如玉装出贺炯明身边人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掏出一个白瓷瓶放在桌上。 你们把贼窝胺在长肝岛上, 驱蛇药和蛇毒解药是谁给你们的? 谢瑶。 听到谢瑶的名字, 于彪表情一正。 林如玉便知自己猜对了, 她抬手缓缓转着桌上雪白的药瓶。 这是五毒门用五种蛇毒和三种毒草研制出来的毒药, 婴还不晓得中毒的症状, 所以名字还没起好。 本姑娘瞧着你, 林如玉把玩着药瓶上下打量于彪壮壮瘦的身躯, 吓得向后缩, 哈哈笑着围观五毒门的药人时, 她笑得有多夸张, 此刻就有多害怕。 林如玉一看于彪这样, 就知道谢瑶肯定在长肝岛上试验过蛇毒, 且这次是亲眼见过的, 这就更好办了。 林如玉露出嗜血又阴森的笑容, 像诱哄小孩一样安抚地上瑟瑟发抖的壮汗, 只要你撑得住是出毒性配出解药后, 本姑娘定会给你留一颗解药, 饶你一命。 方才还杀里杀气的于彪, 此时耸成了一只小虾米, 连连给林如玉叩头, 姑娘想知道什么尽管问, 小的置无不答, 只求姑娘给小的一个痛快。 林如玉坐在椅子上, 垂眸看着地上被捆绑着的渔民。 早这么听话, 不就得了。 林如玉把药瓶扔给贤英, 交给三哥沈问, 若是他不说实话, 这一瓶药水都给他灌下去。 于彪, 毒女, 五毒门的毒女比谢疯子还毒。 是。 贤英一手握着药瓶, 一手提着于彪出房门, 交给了门口的守卫后, 贤英回屋笑道, 还是姑娘有办法。 林如玉也笑了, 我也是听沈哥提起岛上的情形, 想炸一炸他, 谁知他这么不惊吓。 见到于彪被人像拖死狗一样 从房间里拖出来, 带去了后院, 站在院门口的钱江平 只觉一阵天旋地转。 在他身后, 探查院里情形的渔夫们 见到这一幕后, 也惊得目瞪口呆。 彪哥都被抓了, 他们怎么办? 那当然是去给于八哥送信啊, 他们留在这儿有什么用? 那帮渔夫有地方跑, 钱江平却没有。 他靠在院墙上定了定神, 压低声音吩咐小思, 你快去岸边望一望, 看长杆岛那边 是不是也出事了? 长杆岛上连个人都没有, 能出什么事? 小思听得云里雾里, 但还是听话地跑了。 钱江平反复掂量, 发现自己已经跟海盗 站在同一条船上, 跑没有用, 只得硬着头皮上了。 进入正房, 钱江平下意识吞了口吐沫, 撑着假笑道, 如,如玉啊, 你,你, 林如玉懒得跟他废话, 姑父可看见刚才那个人的钱江平, 那么大个一人, 他能看不见吗? 林如玉继续道, 姑父觉得他的嘴硬, 还是你的? 他,他的, 钱江平的腿有点转尖, 一抽一抽的疼, 求生的本能让他的舌头都利索了许多, 如玉你可得相信姑父, 姑父是被他们逼的, 如果姑父不听他们的话, 他们就会杀了姑父。 林如玉目光如刀, 所以你就带着我过来, 用我和即将归来的, 传上数百条人命, 换你的命。 不是, 钱江平急了, 向前猛走几步, 却被咸鹰用胳膊拦住, 我是想着破财免灾, 从没想过要谁的命。 如玉若是不幸, 姑父可以对天发誓, 我钱江平对天发誓, 如果我有半句假话, 就叫天打五雷, 轰隆隆, 钱江平的话还没说完, 一道闷雷传入房中, 吓得钱江平摊在地上, 面无人色。 林如玉起身, 走到门边仰望空中正在汇聚的乌云, 吩咐道, 把他带下去, 以并交给官府。 是。 房门口的两个护院进来, 将钱江平也拖了出去。 下雨时, 沈阁他们带的驱蛇药药效会下降, 只能在长甘岛上贼学内避雨, 长州衙门的人一时半刻也不能登岛了。 希望这长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要耽搁五日后接船。 林如玉望着乌云, 想到了在好连寨外观音庙内, 贺炯明对天赌咒发誓时想起的那道惊雷。 以前的林如玉是不信神明的, 但立了两世归来, 他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守护大厦的这方神明似乎格外不喜欢人赌咒发誓。 林如玉闭上眼睛, 低头在心灵握念。 不管天上是哪路神仙, 请您保佑我父亲林康年平安乘船归来。 姑娘, 闲音快步从外边走进来, 两道标局的人说, 有八艘大船从东南边出现, 奔着咱们这边来了。 林如玉刷地睁开眼睛, 撑起门边的伞, 急急往外奔。 正在收鱼网的和鱼丹的鱼老五, 瞧见林如玉往海边跑, 扯着嗓子喊道, 丫头, 这场雨切得吓会儿呢。 林如玉脚步不停, 大声问道, 武叔, 这场雨大不大, 海上会不会起浪? 他咋知道自己行武? 鱼老五愣了一下, 才回到, 雨小不了, 风不大, 起不了大浪。 多谢武叔, 林如玉一手举伞, 一手提裙摆上了大船, 站在船头睁大眼睛, 向远处望。 天与海之间, 除了雨线, 林如玉什么都看不到。 卢道梁大步走过来, 指着远处道, 站在围杆上的弟兄, 瞧见那边有八艘大帆船, 不过兴许不是林家的船队。 姑娘不是说, 林家船队会在三月二十后, 回来的我父亲出海之前, 确实是这么说的。 不过, 既然有船来了, 咱们就要做好接船的准备, 以免船到近前, 被打个措手不及。 林如玉继续睁大眼睛望着远方, 他记得上一世父亲出世, 是在三月二十三, 今日才三月十八。 不过, 这一世与上一世大不相同了, 洪水可以提前, 船为何不能提前归来? 虽然什么都望不见, 但林如玉还是吩咐道, 洛六哥, 你立刻回去请大夫哥带上所有人手过来, 咱们准备接船。 是。 洛六领命, 转身带着几个人 飘上一艘带棚子的小船, 直奔长洲港。 卢道良也立刻令标局的人 做好接船准备, 然后才与林如玉道, 在雨中, 水倒比咱们占优势, 但愿这场雨快点过去, 或者大船等雨停了再靠岸。 方才有个老渔夫说, 这场雨小不了, 功夫也短不了。 雨线挡住了林如玉的视线, 但他有种直觉, 他的爹爹就在行驶过来的大船上。 雨越下越大, 周遭警务被水推开, 时间变得格外漫长。 冰的眼睛又干又涩的林如玉 用力闭了一下眼, 没来由的, 他心中十分不安。 林如玉仰头大声问 站在围杆上瞭望的标诗, 能望见船帆上写的字了吗? 围杆上穿着缩衣的人 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低头大喊道, 那些船的速度非常快, 船边有小黑点, 看架势像是有小船在袭扰大船。 如道良文言, 扔了伞蹭蹭蹭几步 爬到围杆上, 向远处眺望。 林如玉立刻吩咐道, 准备开船, 咱们迎上去。 洛显连忙劝道, 姑娘, 咱们这里只有十三个护院 冲上去是否冒险了些。 如道良从栏杆上滑下来, 大声吼道, 大船正被几十艘小船围着打, 我先带人冲上去救人。 林姑娘你, 林如玉立刻道, 我跟你们一块去, 总标头放心, 我绝不会拖标局的后腿。 这么大雨, 把林如玉留在岸上确实不拖, 也只能带着了。 卢道良点头, 这艘大船结实得很, 待会儿姑娘就在船舱里待着, 哪也别去。 起毛, 开船。 是。 随着卢道良一声令下, 梁道标局的标尸, 烧工立刻行动, 拔毛, 开船。 两个护院被留在岸边守船, 林如玉带人登上梁道标局的大船, 冒着大雨直奔八艘大船的方向而去。 经过长杆岛时, 海面上不断起伏的细浪被雨线拍得有如废水, 助力在废水中的长条形的长杆岛 有如一条浮出水面的大蛇, 望之森冷无比。 研究了半年多毒蛇习性的林如玉知道, 蛇通常在雨前和雨后活动, 雨中反倒相对安全它定住星神, 吩咐道, 洛哥到桅杆上去, 给沈哥他们打信号, 让他们乘船跟上。 是。 若显三两下便爬上了湿滑的桅杆, 用脚勾住船帆的绳子, 用三角红旗向长杆岛的方向打出信号。 在这没有手机的时代, 用树叉和红绿二色旗做信号传递消息, 是林如玉想出的办法。 如果长杆岛上有人指手, 肯定能看到的旗子。 如果没人指手, 那就让沈哥压住长杆岛上的海盗, 他与如道梁去接父亲。 一条条毒蛇为了避雨, 爬向长杆岛顶的山洞口, 沈哥吩咐人多撒些熊黄粉蛆蛇。 被抓住的海盗头子与老八死于眼一转, 装枪作势道, 这岛上的蛇都听老子的, 你们放开老子, 老子就让毒蛇退去, 否则咱们一快死。 听你的。 沈哥乐了, 一把好住雨老八的钱筋, 把他扔到洞口。 啊, 被捆成一条虫的雨老八吓得惨叫, 如动着躲避毒蛇, 逗得沈哥和众伙计哈哈大笑。 东家, 萧十二的声音从雨幕中摇摇传进来, 梁道标局的船过来了, 有人在船围杆上打红旗。 红旗是有险情的意思。 沈哥越过一条条毒蛇, 窜入雨中奔到最高处向海上望。 只见梁道标局的大船已经过了长杆岛, 向外海快速驶去。 远方, 似乎有几条大船, 沈哥抽出腰间别着的绿旗展开, 向大船的方向猛摇几下。 待红旗停止摇晃后, 沈哥回动, 提起还在雨中扭动的雨老八扔给邹顺, 吩咐道, 邻家的大船回来了, 咱们留三个人手动, 余下的人立刻下山追上去。 顺哥带上雨老八, 洞里的海盗们如果不老实, 直接宰了。 长丹岛多灌木, 灌木中多蛇虫, 在雨中碰都不能碰。 沈哥踩着雨中湿滑的岩石飞奔而下, 犹如雨中狂奔的狼王带起一条水线。 邹顺和庄明等人提起十二分的镜头, 才能跟上。 到了山下, 发现停在山下渔船被人凿沉了。 邹顺懊恼地踢飞石子, 没船了, 这可怎么办? 他们没船, 海盗友。 庄明把刀架在雨老八的脖子上, 你们的船停在哪? 凌晨落汤机的雨老八冷哼一声, 不过还没等他把架势做足再谈条件, 庄明手中的匕首已插进了他的肩头, 再问, 船在哪? 不要让老子问第三遍。 雨老八没想到, 林家人下手这么狠, 立刻老实了, 沿岛往北走石里的红树林里, 有十艘柳叶块粥。 现在这结果眼上, 哪有功夫背道而驰, 向背走石里。 庄明皱眉, 看向沈哥。 沈哥已经冷静下来, 把船上的缩衣和雨伞取下来, 咱们在这儿等着。 萧林立刻带人去取雨具, 邹顺问道, 东家, 咱们等谁沈哥望着怒拍礁石的浪? 平静道, 等大夫。 这块愤怒的雨云, 已将长洲外海化作咆哮的地狱。 头戴斗笠, 红线缠住裤腿和袖口的林如玉, 走上摇晃湿滑的甲板, 站到稳如磐石的卢道梁身边。 他望着前方大船船帆上, 已能清晰辨认的灵字, 握紧了手中匕首, 恨不得立刻跳过去。 卢道梁低头看了眼比自家闺女还小的林如玉, 眼中有赞赏, 也有不认同, 但卢道梁没再劝林如玉进去。 海盗船至少有百艘, 按每条船上四个人算, 就是四百人多人。 看大船上的架势, 应该是弓箭和石头都用完了, 所以他们只能守船。 打海盗得靠咱们五十多人, 待会儿打起来, 镖局这边抽不出人手保护你。 又近了一些, 林如玉已经能看清小船上的人正在向大船上攀爬, 大船船舷上有人正在抵挡, 也有人看到了梁道镖局的大船, 跳脚挥舞双臂求救。 情况, 十分不妙。 林如玉抬了抬被雨水拍地的斗笠, 我是来打海盗的, 不用人保护。 镖头打算怎么退敌? 卢道梁甩了一下大刀上的雨水, 一半人留在镖船上用箭射杀海盗, 一半人上大船帮着驱赶海盗。 也只能如此了, 林如玉赞同, 我带的人全部上大船驱赶海盗, 待会儿沈哥会带着十几个人追上来, 我大副哥也在带着人赶过来, 长杆岛上的海盗已经被咱们连窝端了, 他们没有增援。 姑娘错了, 他们有增援。 卢道梁抬刀指向绵长的海岸线, 现在不知有多少条渔船盯着这里, 只要咱们稍显颓势, 他们立刻会冲过来跟海盗一起瓜分大船上的货物。 在林如玉握紧沈存玉给他的匕首, 小小的一个人, 小小的一把匕首, 与踢大刀的卢道梁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气势上却一点也不弱, 咱们肯定胜不会有颓势。 卢道梁咧嘴, 将踢着的大刀扛在肩上, 大声喊道, 卢熊, 肋骨。 是, 卢熊抄起骨锤, 一身剑子肉鼓起, 咚咚咚的鼓声压过雨声, 向海盗宣战。 八艘大船上的人听到鼓声, 双臂挥舞得更欢快了。 老大, 是梁道标局的船, 海盗们心里没底了。 谁他娘的跟老子说, 卢道梁最近出不了船呢? 海盗头子江鹰骂道, 与老八他娘的死哪去了, 连个人都拦不住。 老大, 咱怎么办? 裹着上身, 录着一身剑子肉的江鹰大吼, 就他娘的, 差最后一哆嗦了, 还想让老子撒嘴。 打, 老子打, 大船不要了, 上破船追。 老子带不走的, 谁他娘的, 也别想要。 是, 兄弟们, 干。 海盗们嗷嗷叫着, 冲向八艘大船, 胡子拉遢, 看起来比海盗强不了多少的灵家管事灵权, 回头大喊道, 老爷, 他们上破船追了。 比灵权还向海盗的林康年提刀从船舱内走来, 沉稳吩咐道, 扔海蛇。 海蛇有剧毒, 这是八艘大船压箱底的绝招了。 八条大船, 数十箱, 几百条剧毒的扁尾海蛇撒下, 场面看着就令人头皮发麻。 嗷嗷叫着要破船的海盗们, 吓得后退躲避, 等着这些海蛇游走。 海蛇虽然有剧毒, 但不会主动攻击人。 海盗们拿着破船追, 弓箭和斧头缩在船上, 等了片刻居然发现, 有一半的毒蛇是用线捆着连在船上的, 游不走。 数百条半丈多长的海蛇在大船周围翻转挣扎。 你说吓人不吓人? 破船。 先把毒蛇阵破了再说。 海盗们没法子, 指得先杀蛇。 这就给了船上人时间放下铁击板, 护住船身。 卢道梁哈哈大笑。 这招妙啊, 兄弟们, 开干。 林如玉笑出了声, 这像是他步走寻常路的爹爹想出的主意, 他爹肯定在船上。 用箭语封住大船北面的十几艘海盗小船后, 梁道标局放下三艘小船, 杀入海盗船阵中, 直奔对面的大船而去。 李远了还觉得没什么, 靠近之后, 看着被捆住身体的大海蛇在水中发怒翻滚, 场面甚是惊悚。 林如玉赶紧撞开视线, 仰头喊道, 船上的人让开, 我是宣州林家林如玉。 听到喊声, 大船上的林康年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林泉, 你听到了什么没有? 林泉好玄没哭出声, 听见了, 是姑娘来了。 少东家, 姑娘带着梁道标局来接您了。 胡闹。 林康年黑脸都下白了, 奔向船边, 停住, 不要伤人。 少东家, 小心。 林泉上前抱住林康年的胳膊, 不让他向下探头, 姑娘要登船了。 沿着攀船绳梯爬到大船的林如玉, 一眼就认出了自己那近二十年未见面的爹爹, 还没来得及喊人, 就被爹爹用大手抓上了船。 娇娇, 你来干什么? 看着两年未见, 长高了一大劫的女儿, 林康年忍不住后怕, 被爹爹中气十足地吼了一嗓子, 林如玉仰头, 任雨水冲刷脸庞, 含泪带笑道, 爹爹, 女儿来接您回家。 你? 林康年还没说完, 便听船上一阵惊呼, 少东家, 海盗上了王家的船, 船头发现, 离自家大船不远的大船上, 穿上去了六七个海盗, 正操刀追砍船上水手, 船上乱成一团。 还不等跌跌发话, 林如玉已喊道, 洛二哥, 洛四哥, 你们过去击退海盗。 是。 以上船的洛二和洛四, 甩手扔出绳子, 缠住王家大船的船头, 便毫不犹豫地冒着大雨和海盗的箭雨。 几个起落登上了王家的大船一照面, 俩人就将凶神恶煞的海盗砍翻在地。 哇, 好啊。 八艘大船上筋疲力尽的众人看到了希望, 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帅。 太帅了。 林康年也惊呆了, 他才出海两年, 怎么卢道梁家的标诗就厉害成这样了。 林如玉摘下自己头上的斗笠, 垫脚举高高, 扣在爹爹被雨水打湿的脑袋上, 爹爹歇着, 这艘大船交给女人守护。 说吧, 不等爹爹说话, 林康年看得目瞪口呆, 这是他闺女还是卢道梁的闺女? 管事林泉也被自家姑娘吓到了, 缓了缓才好心提醒道, 姑娘把海盗扔进海里犹如放毒蛇龟水, 死不了的。 雨大, 她的声音太小, 林如玉没有听到。 刚上船的贤英听到了, 姑娘扔下去的, 就算死不了也没办法再上船。 你们退后歇歇, 我们守船。 说吧, 贤英窜到林如玉身边, 与她一同迎敌。 林如玉十三个护院和梁道标局的十个标诗, 均匀分布, 每搜大搜上四人。 虽然人数不多, 但居高临下砍杀海盗, 却是首到擒来。 砍杀海舌后, 海盗已失去了破船的先机, 想再度攻上大船也无可能。 但追击了两日夜, 到了这最后一刻, 海盗们岂肯罢手。 绕到大船西侧, 避开梁道标局大船的海盗头子江鹰跳到船头, 大吼道, 吹牛角。 呜, 低沉的牛角号声传出, 林康年和梁道标局的卢道梁同时惊呼, 不好, 他们用牛角招渔船了。 海盗吹号角的意思是招人过来帮忙抢船, 只要肯过来帮忙的渔船, 无论人数多少, 抢下货物后都按人头平分船上货物。 所以这号角声对沿岸的渔民来说, 就好像招呼他们提刀和鱼叉, 赶赴饕腾盛宴般诱人, 打不过就摇人。 想得美。 梁道标局的弓箭手绕不过来, 异弱有所感, 回头北望便是眼睛一亮, 爹爹, 大福哥来了。 鬼女说什么? 林康年挖了挖进水的耳朵。 大福哥? 他谁? 哪家臭小子让自己闺女叫得这般亲切? 大福? 好样的。 沈哥欢呼一声, 又指着江鹰喊道, 看到船上那个打赤膊跳脚的家伙没。 射他? 哦。 大福应了一声, 弯弓瞄准海盗船的江鹰便是一箭。 江鹰见识不妙, 刚趴下便听到砰的一声, 一只箭重重钉在了他身后的桅杆上, 将他吓出浑身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老大, 同样爬伏在船上的海盗们惊呼。 江鹰躲在船栏杆后, 盯着远处驶过来的挂着林子的大船, 满眼不敢置信。 他娘的, 真是见鬼了。 这么远的距离, 这么大的雨, 箭怎么可能从那么远的船上射到自己船上来? 大福, 继续用箭瞄准那个趴在船里的海盗, 只要他敢冒头, 就射箭。 大福这稳稳的两箭, 令船上三十余人士气大阵, 奋力转舵到八艘大船的东面, 用冷森森的舰尖瞄准小船的海盗开始攻击。 海盗们归缩在船舱内不敢冒头, 胜败一分。 爹爹, 快看, 船头站的就是大福哥和沈哥。 林如玉奔回爹爹身边, 指着不远处大船上的两人给爹爹看。 林康年把斗笠, 披在闺女身上, 才抬头看向自家大船, 船头上的两个少年, 他们不是两道标具的标尸。 与父亲会合后, 林如玉高兴地像只小鸟, 不是, 大福哥是您的义子, 沈哥是您的女婿, 女儿的未婚夫。 嗯, 嗯, 女婿, 沈哥, 未婚夫。 林康年瞪大眼珠子, 居高临下望着两个少年, 抬了抬下巴, 左边那个穿黑衣上的是姓沈的。 嗯, 林如玉用力点头, 好奇问道, 爹爹怎么猜到的? 整艘船上, 老子看他最不顺眼。 好吧, 林如玉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换贤英, 姐姐告诉大福哥和沈哥, 我父亲在船上, 一切安好。 是, 贤英提气, 冲着东边的大船喊道, 林东家和姑娘都在船上, 一切安好。 好, 真是太好了。 沈哥望着大船, 虽然因为大海船太高, 他什么也望不到, 但还是十分开心, 任雨水流进嘴里, 都笑得甜甜的。 林康年皱紧眉头, 他的名字见不得人。 林如玉笑嘻嘻解释道, 爹爹, 他就叫沈哥, 金哥铁马的哥。 林康年顿了顿, 又开口问道, 你祖父, 来接船的人喊他林东家, 这让林康年有很不好的预感。 林如玉脸笑, 您出海四个月后, 祖父就过世了, 详情等击飞海盗后, 女儿再跟您戏说, 什么? 林康年心中一阵剧痛, 身体一晃, 险些灾倒。 林如玉扶住父亲, 便听沈哥船上的人齐声大喊, 长洲海盗与老八一伙, 听到沈哥喊第二遍, 林如玉明白了他的意思, 喊道, 大伙跟着一块喊, 否则就地隔沙, 沈哥船上的人喊道第三遍时, 八艘大船和梁道标局的人都跟着齐声大吼, 他们这一气势大涨, 完全盖过了海盗的嚣张气焰。 这样下去可不行, 爬进船舱的江英用一块后木板遮挡身体, 跳出来嘶吼, 兄弟们, 搜, 砰, 啊, 江英刚开口, 一支凋零箭精准射在江英抓住木板的手指上, 将他的半截终止直接截断了, 江英疼得惨叫一声, 抱着左手归缩在木板后不敢冒头, 沈哥船上的喊声立刻唤了, 海盗头子江英重箭了, 海盗头子江英重箭了, 大船上的喊声也跟着变了后, 在大船西, 南两面围攻的海盗们看不到船东面的战况, 心里越发没底了, 卢道梁和沈哥抓住机会, 分左右猛扑海盗, 听到牛角声, 划船出海来分肉的渔民们, 听到这吼声后, 停讲, 不知该怎么办, 领头的大汉吼道, 走, 冲过去, 海盗站上风, 咱们就攻船分肉, 海盗落下风, 咱们就抓海盗换上钱, 左右不亏, 对, 冲啊, 大汉的两个助手跟着吆喝, 望着大船流哈喇子的渔夫们, 热血重燃, 奋力划船, 此时, 鱼已经小多了, 沈哥望着奔过来的三十多艘小渔船, 一眼便分辨出了领头人, 他一把提起在脚边横着的鱼老八, 指着让他认人, 最中间那条船上, 带着黑斗笠拿鱼叉的汉子是谁, 建庄明走过来, 握着匕首在自己身上比划, 鱼老八差点吓尿了, 立刻道, 那是鱼老九, 老九, 你们一会儿的, 是, 是, 沈哥扔下鱼老八, 拍了拍瞄准江音的大福, 将他带到围杆后, 藏住身形, 问道, 看东边冲过来的那片渔船, 正中间船上那个戴飞斗笠穿梭一拿鱼叉的汉子, 大福能不能射中, 大福用笔寻常额语逐渐射成远上一辈的凋零铁剑, 瞄准了鱼老九, 嗯, 好, 沈哥吩咐道, 顺哥带人去吸引鱼老九的注意力, 是, 邹顺几个跃身, 带人冲到了海盗船上厮杀, 沈哥一边紧盯着鱼老九, 一边与大福道, 大福瞄准鱼老九, 我数到三, 你就发箭, 一, 二, 三, 射, 沈哥的话音一落, 大福的箭离行而去, 正中转头安排围攻大船的鱼老九的胸膛, 鱼老九仰面摔倒, 冲过来的渔船大乱, 大福真是神了, 沈哥大写, 就刚才最先冲到中箭的鱼老九身边的人, 大福再把他俩射躺下, 咱们就赢了, 少爷, 给, 大福的小丝灵性立刻又递上一只凋零铁剑, 大福表情都没有变, 全神灌注盯着渔船, 大福三剑射杀三人后, 沈哥带着众人大吼, 滚, 滚, 三个带头人都死了, 还没冲过来的渔民们犹如丧家之犬, 调转船头就往岸边冲, 生怕逃得慢了, 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站在大船上的林康年喜出望外, 神射手, 大福绝对是神射手, 看到大船上的人们欢欣鼓舞, 看到增援的帮手被吓跑的海盗们满脸绝望, 江鹰见大势已去, 令人划船逃命, 沈哥立刻下令, 大伙跟我一块喊, 江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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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齐声吼叫, 听到喊声, 本就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海盗们爬回小船上, 四散奔跑, 八艘大船上的人们在甲板上欢呼跳跃, 肆意庆祝劫后余生, 盖住长洲十三岛的大片乌云渐渐消散, 日光毫不吝啬地洒在海面上, 大船上四处生机勃勃, 爹爹, 咱们赢了, 林如玉拉着父亲的衣袖, 字意欢呼, 林康年笑着点头, 船上可有你的衣裳, 有, 我去取来, 林如玉还没开口, 站在旁边的弦鹰已快速冲到船边, 纵身跳向划过来的大船, 兴奋过后, 林如玉才觉到了寒冷和疲惫, 风凉, 爹爹也换件衣裳吧, 林康年摇头, 你回卫妇房中歇息, 更衣, 尽快回港我才能放心, 林如玉跟随林泉进入船舱, 回到父亲房中, 看着桌上吃了一半的馍馍和凌乱的床铺, 忍不住的后怕, 海盗是昨日中午早上忽然从一个海岛上冲出来的, 紧咬八艘一日一夜, 一直从外海追到了长洲, 若不是他与沈哥今早灭了以于老八为首的长洲海盗, 让于老八带人与江英合公船队, 后果不堪设想, 上一世, 也有江英这帮海盗吗? 姑娘, 我把衣裳取来了。 林如玉回神, 快步过去打开房门, 见换了干净衣裳的咸英, 提着一个包袱, 站在门外, 便问道, 沈哥他们的船靠过来了。 林康年的船队顺利进入长洲港后不久, 衙门便派出大批拆官, 直奔长甘岛和洛滩岛, 很快押回大批海盗, 拉回大量经营。 横行长洲十三岛的海盗于老八和于老九, 及其数十手下落网的消息, 瞬间燃爆长洲城, 百姓和商骨们额首相庆, 抓住海盗的大英雄, 齐县沈哥和林大福, 成了长洲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什么? 大福才17, 沈哥才18岁。 什么什么? 沈哥居然长得玉树临风, 潇洒倜躺。 什么什么什么? 沈哥居然是宣州第一美女林如玉的未婚夫, 到长洲剿匪, 是为了给归航的岳父清扫路长。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沈哥将剿匪分得的两箱金银财宝, 尽数捐给衙门, 请衙门用这些钱成立护航船队, 护送出入长洲港的商船。 这是什么神仙人物? 什么神仙女婿, 与改八字骗婚的长洲顾景, 简直是云泥之别。 不知为林家海船护航的梁道标局的, 差点被顾景骗走女儿的卢道梁, 见到沈哥的岳父, 林大福的义父林家主时, 是什么心情? 什么心情? 身高八尺的卢道梁, 她的心头也五味杂陈。 初见沈哥时, 林康年因沈哥要抢走自己的宝贝闺女, 有多生气。 听女儿讲过沈哥如何助她, 助林家后, 林康年心里对沈哥就有多感激, 但感激之余, 她还是舍不得闺女, 各种情绪难以言表。 她现在万分理解当年自己厚着脸皮, 去缅州房家提亲时, 岳父为何沉着脸, 恨不得揍她了。 拉回了女儿的嫁妆, 接回了林家海船, 卢道梁在长洲的差事办完, 我得在长洲再停留一段时间, 四月再回宣州。 林家拉回来三大船货物, 在长洲卸船, 分装, 需要的时间少不了。 见到那三大船东西, 卢道梁对林康年真心敬佩, 这些年走南闯北, 我见过的人不少, 有本事的不少, 但若论魄力, 林老弟独占凹头。 林康年苦笑, 卢大哥谬赞了。 他敢四处闯荡, 无非是仗着有父亲长家, 有妻子照料儿女。 此次离家两年, 林家遭贼人算计, 父亲被害, 妻子, 儿女也险遭人毒手。 林康年追悔莫及, 以下定决心在儿子长大持家之前, 绝不再离家, 离开家人。 离世的亲人, 咱们怎么后悔, 他们也回不来了, 护好眼前的才最重要。 听了林康年的话, 卢道梁感同身受, 某原本也是仗剑走天涯的游侠, 停下来开标局, 也是为了照顾女儿。 看着孩子们平安长大成人, 比啥都重要。 好事多魔, 大哥以后定能寻到称心如意的女婿, 说起家里人, 两人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卢道梁又给林康年倒酒, 向林康年讨人。 林老弟, 过几年, 大夫打算出来做事时, 不如让他来量到标局。 你放心, 我绝不会亏待他, 给他开一等标师的工钱。 林康年已听女儿讲过, 沈存玉给了林大夫令牌, 招他入右后卫的事情。 不过, 大夫还年轻, 多条路不是坏事。 林康年含笑应下, 如果大夫长大后想当标师, 小弟一定送他去量到标局。 好, 好, 卢道梁满心欢喜, 与林康年饮酒到月上中天, 才散场回了量到标局的长州分号。 大哥, 大舅, 林康年送走卢道梁, 正打算回客栈后院看女儿卸下没有, 便被带着三个儿女的林三姑换住了。 收拾干净, 换上一身白肠的林康年, 走到马车边, 面带浅笑道, 三妹怎么这么晚过来了? 大哥, 林三姑哽咽, 一锦帕五唇, 瞳孔的眼睛里是素不尽的委屈和愧疚。 这副模样与他面对凌如玉石的冷淡, 盼若两人, 大哥瘦了。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 黑了也瘦了的林康年一笑, 白牙甚是显眼, 三妹可要进去做做。 好, 好, 林三姑连忙硬下, 带着儿女们进了客栈, 带察觉到剑大哥引着他们去雅间, 而非他落脚点后院, 林三姑便委婉提到, 娇娇不在。 他接传时淋雨受粮, 已歇下了。 天色已晚, 林康年不愿让闺女更衣出来, 便将目光落在了外甥和两个外甥女身上。 宝翠长成了大闺女, 财良和蓝翠也长个了。 会说话的钱蓝翠连忙道, 我们都长大了, 大舅还跟两年前一样。 被妹妹抢了话的钱宝翠立刻跟上, 大舅穿白色紧缎更显年轻了。 见大舅脸上的笑淡了, 钱蓝翠连忙拉了拉姐姐的衣袖, 让他闭嘴。 大舅穿白色, 是给外祖父挂笑呢。 林三姑也狠狠挖了大闺女眼, 才用帕子擦着眼角, 哽咽道, 大哥, 是我不笑。 父亲的病来得及, 我接到大嫂送来的信后, 一下没撑住吐了血, 养了数月才好, 没能赶回去为父亲送葬, 就想等着大哥回来后, 跟你一块回去, 到父母坟前磕头赔罪。 三妹一哭, 林康年也忍不住红了眼圈, 但他心里跟明镜一样, 若不是钱江平被衙门抓了, 三妹绝不会想跟自己回宣州。 不过当着孩子们的面, 林康年也不好说什么, 只微微点头。 见大哥硬下了, 林三姑心中暗喜, 又小心翼翼道, 钱江平做的那些, 当子莫论父。 当着孩子的面, 林康年更不愿提那混账妹夫, 三妹, 今月天色已晚, 你先带着孩子们回去歇息, 林三姑还没说什么, 钱财明就双膝跪在了大舅面前痛哭, 大舅, 我父亲是被海盗冤枉的, 您救救她吧。 林康年的脸更沉了, 抬眼看三妹。 林三姑被大哥看得心虚, 假意发怒责备儿子, 明儿, 起来, 这不是你大舅能管的事。 林三姑的话说完, 不止钱财明没起来, 钱兰翠和钱宝翠也跪在了林康年面前, 哭哭啼啼。 林如玉进屋见到这场景, 差点气笑了。 看到林如玉似笑非笑的脸, 林三姑一脸关怀地站了起来, 迎上去要拉她的手, 却被她避开了。 林三姑毫不在意, 因为她是做给大哥看的, 才不在意林如玉什么态度。 她满脸关怀问道, 娇娇身体可好些了。 见父亲冲自己眨了眨右眼, 林如玉心领神会, 好多了。 三姑母, 表哥和表姐们做错了什么, 怎么都跪在地上。 说着话, 林如玉走到父亲身边, 给她一个娇丢的眼神。 林副见了, 好学没落下眼泪。 现在的如玉与两年前软弱的小娇娇天差地别, 但这一个熟悉的小表情, 瞬间便把林副拉回了两年前。 长大了的如玉, 也还是她捧在手心里的小娇娇。 这件事本不必娇娇插手, 不过娇娇想管, 那便让她管。 林三姑没看到林家妇女交换眼神, 她走到大哥身边落座, 用帕子沾了沾眼角, 慈爱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娇娇要尽快养好身体, 莫让你父亲担忧。 若是你当初听我的话在家里住, 我定会拦着你, 不让你跟着出海的。 现在的林三姑, 跟林如玉去前府时见到的, 简直判若两人。 林如玉按翻白眼, 三姑母说得对,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表哥和表姐们跪在地上, 也让三姑母担忧了吧。 林三姑, 林副顺着女儿的话道, 地上梁, 都起来说话。 大舅, 钱财明跪爬两步, 想抱住林副的大腿。 林如玉上前拦住她, 关怀道, 表弟, 地上梁, 我父亲让你们起来说话。 钱财明抬头, 看向第一次见面的表姐林如玉。 一锤盯着她, 让钱财明觉得自己若不听她的话, 她就会抬脚把自己踹出去。 钱财明不想挨揍, 老老实实爬了起来。 唱主觉得起来了, 佩爵两姐妹也只得跟着起身。 十二岁的钱兰翠偷看了一眼母亲, 发现她的脸色难看极了, 心中便忍不住一哆嗦。 林三姑不止脸色难看, 心里更难看。 指望不上儿女, 她只得自己上了, 三个孩子不懂事, 大哥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他们平常也不这样, 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被衙门抓了去, 所以才慌了神前姜平他糊涂, 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 让林三姑话都说不下去了, 垂头用帕子沾着眼角, 身体微微颤抖着。 钱兰翠哽咽道, 父亲这次犯糊涂, 兰翠带他向大舅赔罪。 钱财明也道, 大舅, 我父亲没想过害您, 他不知道那些人是海盗。 林如玉装作恍然大悟, 被骗了。 那无妨, 等衙门审问清楚, 会还你父亲一个清白的。 十四岁的钱财明年纪小, 还藏不住心事, 躲闪着林如玉的目光, 低声道, 表姐所言极是, 肯定会的。 林三姑眼面哭泣, 大哥, 钱江平这么多年就没着过家, 我一人在家拉扯大三个孩子, 林副沉下脸, 三妹, 定要当着孩子们的面说这些。 林三姑哽咽, 与其让他们道听途说后胡思乱想, 不如咱们做长辈的, 直接告诉他们实情, 大哥你说呢? 我回来, 至今还没见到钱江平, 不知实情如何, 林副直接挡了回去。 钱江平所作所为, 闺女已经告诉了林副, 她不可能饶了钱江平。 林如玉接过父亲的话查, 父亲, 女儿也不知实情究竟如何。 但钱江平三番五次劝说女儿, 去海盗的老巢长甘岛上等父亲归来。 卢总标头说, 长甘岛风险太大, 建议去落滩岛。 在落滩岛上海盗的落脚点里, 钱江平亲口跟女儿说, 她受海盗威胁, 所以才把林家和梁道标局的人引入贼学, 享用女儿的命和爹爹船上的货物, 免去她的灾难。 钱财名急了, 指着林如玉骂道, 不可能。 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 你胡说八道。 林三姑上前一把把儿子搂进怀里, 哭道, 明儿还是个孩子, 这些年一直在书院里读书, 不晓得家里的事, 大哥别跟他一般见识。 钱江平做的那些事, 都是瞒着孩子们, 瞒着我的,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林如玉冷声道, 在落滩岛上时, 钱江平对天发誓说她从未想过要谁的命, 还说她若说了半句假话, 就天打舞雷轰。 她的话还没说完, 天上就落雷了。 三姑母, 你说巧不巧? 一直忍着没坑声的钱宝翠急了。 林如玉, 你不要胡说, 我爹才不会被雷轰。 林如玉一句话甩过去, 举头三尺有神明, 表姐若不信, 你们也发个毒试试试。 三姑母不是说钱江平所作所为, 你不知道吗? 要不您试试。 这个年代的人都怕鬼进神, 林三姑真不敢发誓。 我只知道, 钱江平为了赚钱, 帮人运过几回不干净的货物。 她说, 让如玉去长竿岛时, 我立刻反对, 还警告她不要胡来。 大哥若不信, 我可以发毒试。 钱江平是外人, 她被猜迷了心窍, 林副不怒。 她寒心的是, 三妹的做法她猜到了钱江平要干什么, 却不提醒如玉, 只冷眼看着钱江平上了林家的大船。 林副冷声道, 三妹知道我的脾气, 不必带着孩子们折腾了。 你想要什么就直说, 否则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林三姑知道大哥说一不二的脾气, 索性破罐子破摔道, 大哥, 我不是来替钱江平求情的, 他犯了错就该罚。 但是, 若真让他背了官司, 你让小妹, 让三个孩子以后怎么活。 所以请大哥, 看在小妹和孩子们的面子上, 饶了他这一回吧。 林副皱眉, 你真当衙门是为林家开的。 沈哥不是刚给衙门捐了那么多银子吗? 只要他一句话, 衙门肯定看在他面子上, 不会再追究。 若衙门真把钱江平处置了, 小妹便是罪人妻, 三个孩子便是罪人子。 这让我们以后可怎么活啊? 林如玉, 林三姑这逻辑, 是跟着体育老师学的吗? 钱江平被抓, 是因为他与海盗合谋犯罪, 又不是林家逼着他去做的。 林三姑带着孩子到父亲面前来闹, 好似父亲就该为钱江平收拾烂摊子一样。 林如玉真想劈开他的脑袋看看, 里边装的是什么? 三姑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钱宝翠忍无可忍, 又不是我娘让我爹去的, 表妹不想帮忙就罢了, 一句句挤兑我娘做什么? 我娘有什么错? 哭得真惨的林三姑, 恨不得把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闺女踢出去。 这个闺女从里到外, 处处随了钱江平, 真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这可不是挤兑, 是就事论事。 钱宝翠听不明白, 林如玉不妨把话说直白些, 钱江平这次与海盗合谋, 想杀我们妇女, 抢走船队的货物。 若他成功了, 钱家有大笔钱财入账, 最终受惠的不止钱江平, 还有你母亲。 你们, 钱江平这次败了。 你母亲带着你们过来哭闹, 想哭得我爹心软, 帮忙把钱江平从大牢里捞出来, 然后钱家都落在你母亲手中。 钱江平日后, 要看你母亲的脸色过活。 这难道还不是好算盘? 钱家三姐弟被林如玉的话问住了,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林三姑没想到, 小小年纪的林如玉竟猜到了她的心思, 不敢再让她说下去了。 她流着泪抬头望着自己的大哥, 焦焦误会也就罢了。 她年纪还小, 我不怪她。 但咱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大哥也是这样以为吗? 说不过自己, 就改去勤奋了。 林如玉回头看爹店, 林副点头, 事宜闺女退后让她来, 钱江平犯了国法,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我管不了也不想管。 没想到大哥如此决绝, 林三姑咬唇, 大哥不管小妹, 不管你的外甥, 外甥女们了吗? 林副言道, 牙差只抓走了妹夫的一房妾室, 两个下人, 说明此案不会牵扯到你和孩子们, 你们该怎么过日子, 就怎么过日子。 林三姑的声音忍不住拔高了, 钱江平被抓了判刑, 钱家的家才交了罚银, 还剩什么? 大哥让我们怎么过日子? 林副平静道, 三妹若在长州过不下去, 便带着孩子去宣州蒲县, 那里有咱们家的一处田庄。 林三姑更恨了, 我们不能跟大哥回宣州城吗? 不能。 林副答得斩钉截铁, 你们要么留在长州, 要么去蒲县, 宣州城中没有你落脚的地方。 林三姑没想到大哥这般决绝, 心中的恨意层层翻滚上来, 压也压不住, 宣州城是我的娘家, 有我亲大哥, 钱江平靠不住了, 我不依靠大哥还能依靠谁? 为何我不能回去? 林副不愿当着孩子们的面与林三姑掰扯, 直到父亲说过, 你出嫁后不要再回宣州。 你也知父亲说的是气话, 但父母在世时, 你一次不归, 未在父母床前尽孝, 父母去世后, 你也未回去为父母送中守丧, 此未不孝, 你若回宣州城, 只摘你的口舌不会比长州少。 林三姑看着冷漠的大哥, 压了一辈子的委屈陡然爆发, 宝翠, 带着你弟弟妹妹出去等着, 早就被母亲和大舅争吵下傻的钱宝翠, 立刻迈不往外走, 钱财明和钱兰翠在后边跟着, 林副也对闺女道, 你回房歇歇, 这里交给为父。 是, 林如玉应了一声退到房外, 房门刚关上, 便听林三姑冷声质问道, 大哥不想我回去, 是怕大嫂不高兴吧? 这才是林三姑该有的声调, 林如玉摇摇头, 没兴趣再听下去, 转身离开时, 还能听到林三姑一声高过一声的质问。 我有什么错? 我是庶女, 从小吃穿用住都是家里最差的, 林三姑委屈万分, 恨一百丈, 大姐和二姐都嫁得称心如意, 你也攀上了房家, 我呢? 家里没有一个人管我, 我不为自己打算, 难道要厚着脸皮在家里当老姑娘吗? 我不过是相中了房红井, 为自己谋个依靠罢了, 你们是我的亲人, 不站在我这边也就罢了, 却会讨好房家, 把我一个人扔到长州, 听着母亲在屋里声嘶力竭的吼叫, 钱宝翠和钱财名都吓傻了, 钱兰翠气的直撕帕子, 在这个结果眼上, 母亲这么闹, 不是把大舅越推越远吗? 真是老糊涂了。 林全见三姐弟不走了, 躬身道, 表少爷, 表姑娘们, 注意脚下, 这边请带林三姑停住呼呼直喘时, 林父才道, 陈年就是, 我本不打算再提, 既然你觉得不公, 那我便代替父亲, 最后说叫你几句, 刘姨娘怎么死的, 父亲早就知道了, 听大哥提起刘姨娘, 林三姑吓得变了色, 刘姨娘是林家二爷林康安的生母, 她怀孕八个月时, 郎中整脉说她怀的又是个儿子, 林三姑的生母赵姨娘怕刘姨娘在生下儿子后压自己一头, 设计令刘姨娘落水, 一时两命, 林三姑是生母的帮凶, 但事后, 主谋赵姨娘被发卖, 林三姑却没有受到责罚, 她一直以为自己瞒得好好的, 没想到父亲竟然知道, 林父看着三妹殷勤不定的脸色, 冷声道, 事后, 父母对你严加管教, 是希望你能改过自新, 但你却一次次领父母失望, 二姐的亲事差点被你搅黄, 我成亲时, 你又算计送嫁的房家人, 即便如此, 父亲还是念着骨血清情, 给你置办了丰厚的嫁妆, 让我送你出嫁, 林家常州分号, 是你嫁到常州后开起来的, 钱家的生意由林家照顾着, 你在父家有没有受委屈, 你心里一清二楚, 钱江平的母亲怎么死的, 钱家怎么分家的, 钱家大半钱财被你转去了何处, 可要我一样样讲出来, 林三姑没想到, 自以为瞒得好好的事, 样样都没瞒住, 下得射了魂魄, 连连摇头, 钱江平与海盗合谋, 要杀我妇女时, 你可曾真心把我们当亲人, 你算计不成, 却反赖我不讲亲情, 林副此时已对三妹失望万分, 我在蒲县给你们母子留个落脚地, 已是看在父亲, 看在几个孩子的面子上, 若你再闹下去, 蒲县也不必去了, 林三姑走后, 林副在雅间内坐了许久, 才起身回后院, 后在门外的林全立刻跟上, 低声禀道, 姑娘已经歇下了, 福少爷和姑爷还在练舞, 去海上转了一圈回来, 就多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婿的林副点点头, 回了自己与大夫, 沈哥歇息的院子, 见到林副回来了, 正在扎马步的沈哥立刻收拾起身, 恭敬行礼, 岳父, 大夫也放下石锤起身, 叫了声, 义父, 虽然沈哥这孩子很不错, 但林副听到岳父二字, 还是有些不是滋味, 累不累, 累就歇了吧, 明日再练, 哦, 大夫应了一声, 转身回屋些了, 林副失笑, 这孩子真是实诚, 沈哥比大夫会来事, 如玉准备了醒酒汤, 岳父吃了再睡吧, 女儿准备醒酒汤, 林副很开心, 这臭小子轻轻热热叫女儿的名字, 林副很熟样, 林副抬手狠狠拍了拍沈哥的肩膀, 进来, 我有事与你商量, 沈哥跟在岳父身后表态, 不必商量, 有事您吩咐, 小旭去伴着小子, 林副回头见沈哥, 沈哥笑得一脸灿烂地望着自己, 心一软, 也跟着笑了, 油嘴滑舌, 沈哥笑得更灿烂了, 小旭是真心话, 比真心还真, 进屋吃了醒酒汤后, 林副与沈哥说起正事, 这几日一直忙着与衙门的官差核对, 清点货物, 没能抽出空来跟你聊一聊, 海上护航船队的事, 你是怎么想的? 沈哥解释道, 今年长州及以南三州港口, 海盗尤为猖獗, 咬着您的船队两日不放的江鹰一伙, 就是今年新冒出来的, 下手极为狠辣, 于老八与贺久明手下的谢遥有关, 且他常与江鹰打配和截传, 小旭怀疑, 这些海盗是在帮安王敛财, 所以, 小旭才想成立护航船队, 断安王府一条财路, 假扮安自远的贺久明是害死父亲, 害得妻子, 儿女险些遇害得罪魁祸首, 林副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 长州衙门里有人与海盗勾结, 让他们成立护航船队没用, 还是得找靠谱的人, 但官匪一家, 哪有靠谱的? 沈哥黑黑一笑, 两箱金银珠宝不是小树木, 组建护航船队的事儿, 也已嚷得近人皆知, 不见船队, 衙门交代不过去, 岳父可听说过长州州军, 州军是保护港口, 迎击水扣, 防外地入侵的军队, 林副自是知晓的, 若是还没换人, 长州州军指使使应该还是郭敏阳, 岳父好记性, 没换人, 沈哥道出自己的计划, 郭敏阳不会放过这个阳明的机会, 接下来, 就看州市衙门与长州衙门怎么斗了, 不过, 不管他们谁输谁赢, 输的一方都会紧紧盯着港口和护航船队, 赢的一方也不敢太过懈怠,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林副点头, 这是你早就算计好的, 沈哥摇头, 如实道, 是江英那一伙出现后, 小旭才想到的, 但因长州衙门的人来得太快, 匆忙之间, 小旭未来得及跟您商量, 就把事情办了, 您看小旭哪里做得不妥, 不是不妥, 而是太妥当了, 沈哥小小年纪就能走一步看三步, 这让林副高兴的同时, 又开始担心, 他那傻闺女嫁给沈哥后会玩不过沈哥, 沈哥何等聪明, 一眼便看出了岳父有所顾虑, 便认真问道, 岳父是觉得小旭太精于算计了吗? 林副也不是心胸狭小之辈, 坦言道, 你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小聪明, 而是为大局谋算, 你能有此见底, 是好事。 若沈哥真实的爱占小便宜, 算小账的人, 他就不会出乌沙镇寻找东竹先生, 不会在寻到被劫走的赈灾粮后, 把功劳让给衙门, 不会在沈存玉将他认错弟弟时解释清楚, 不会在找到长甘岛的海盗藏宝后, 不思藏起来一部分, 这孩子行事仗义, 值得结交, 能成大事。 但你与如玉定了清, 我现在既盼着你有本事, 又怕你太有本事。 还有一层顾虑, 林副没提, 若万一沈哥是武安侯府长房嫡孙, 如玉跟了沈哥, 真不知是福是祸。 岳父如此推心致富, 沈哥直接表明心意, 岳父, 小叙是真心喜欢如玉, 想跟他一块过日子。 不管以后如何, 我沈哥这辈子都只有如玉一个女人。 我知道我现在无论说什么, 也不能让您彻底放心。 您且看着我怎么做吧。 林副点头, 好, 大丈夫一言即出, 刺马难追。 沈哥接过话茬, 掷地有声。 翁絮二人相视而笑, 林副继续道, 明日你若无事, 与我一块去码头开着卸货, 分传。 岳父这是要手把手教他呢? 沈哥高兴硬了。 小叙早就想去看看岳父运回来的稀罕玩意儿了。 在咱们这儿是稀罕, 但在南部诸国就稀松寻常了。 林副兴起, 滔滔不绝地给女婿讲起了他出海两年的所见所闻。 第二日早晨, 林如玉与父亲, 沈哥和大夫哥一块用饭时, 发现父亲看沈哥的眼神良善了许多, 而沈哥望着父亲的目光则添了许多崇拜。 这, 林如玉咬着筷子, 目光在父亲和沈哥指尖穿梭, 昨晚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吗? 林副轻轻敲了敲女儿的脑袋, 莫咬筷子, 吃饭。 哦。 林如玉应了一声, 闷头干饭。 饭后, 林副要带着大夫和沈哥去码头卸货, 便问女儿, 娇娇要不要一块去。 林如玉摇头, 我约了卢姐姐, 明日再跟爹爹去码头。 林副不放心, 女儿单独出门, 但他约了卢姑娘, 让大夫或沈哥跟着都不合适。 所以, 林副派了大堆人保护着女儿。 林如玉被十几个人前促后拥出了客栈, 在外边看到比自己排场还大的卢玉春时, 两人都有些无奈地笑了。 两个小姑娘手玩手, 在长州街头闲逛。 如玉春问林如玉, 妹妹今天想买什么? 林如玉还真有想买的, 我一兄的生辰快到了, 我想趁着今日的机会好好挑一挑。 如玉春还没说什么, 他的大哥卢振堂已从后边挤了过来, 如玉妹妹大夫的生辰是哪天? 哥。 林如玉还没开口, 如玉春白净的瓜子脸便沉了下来, 瞪眼让他哥闭嘴大块头, 如玉春在妹妹面前, 那就是个纸糊的老虎。 他黑黑两声退后, 我就随便问问, 你们继续逛, 继续逛。 如镇堂突然问大夫的生辰, 林如玉哪能猜不到是为了什么? 如家请人给如玉春补卦, 补得能忘他的八字, 顾家偷偷给顾锦改了八字, 两家才定下了轻视。 但这八个字具体是什么? 如家人没对外宣扬, 顾家也没对外讲。 因为八字是一个人的天命, 若被有心之人拿到, 用八字做妖就能把人害得家破人亡。 只是两家的事情闹得太大, 奈望卢玉春的八字虽未全部透露出来, 但前六个, 年月日却已经传开了, 只是不知是那日的哪个时辰。 林如玉也听林峰提起过, 只是他没留意是哪一日。 现在卢震堂问起, 说明那八字就在近几日。 林如玉早就知道, 卢家相中了大夫神社本事, 他也觉得卢玉春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 如果卢玉春和大夫的八字真能对上, 那可真是天作之和了。 所以, 林如玉回头对卢震堂道是三月二时, 若卢大哥有空, 就过来一块吃碗寿面。 今日是三月十八, 明日卢道梁要带着卢玉春启程龟寿州, 卢震堂留在常州, 等着衙门将海盗一按审节再回去。 所以, 卢家能吃上大夫的寿面的, 只有卢震堂了。 听到大夫是三月二时的生辰, 卢玉春愣了, 卢震堂又窜到林如玉面前, 急切问道, 大夫比林家妹子大, 比沈东家小, 那他今年十七, 真对上了。 林如玉笑眯你点头, 我义兄今年确实是十七岁。 卢玉春闻言, 白净的瓜子脸偷偷变红了,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卢震堂恨不得跳起来用拳头捶打胸膛, 再嗷嗷吼击嗓子, 好, 好, 这碗寿面我一定去吃。 妹妹, 林家妹子, 你们俩继续玩。 说吧, 卢震堂转身咚咚咚地跑了。 林如玉, 卢玉春, 卢玉春恨不得用帕子捂住脸, 妹妹想笑就笑吧。 林如玉则笑出了声, 你们兄妹的感情真好。 卢震堂嗷嗷叫着冲回镖局, 吓得卢道梁从椅子上蹦起来, 抄大刀就问, 出什么事了? 你妹妹呢? 爹。 卢震堂咧嘴, 笑得牙龄都露出来了。 见儿子这架势, 就知道闺女没出事, 卢道梁放下大刀就骂。 你个没正型的玩意儿, 你妹妹呢? 妹妹跟林家妹子闲逛呢? 爹放心, 林家派出的高手不比咱们少, 绝不会出事。 卢震堂抓起桌上的凉茶, 一仰头灌进去, 才凑到他爹身边, 压低声音神神秘秘道, 爹, 刚林家妹子说要给大福买生辰礼, 你猜他每天生的看着冲自己猛几眼的欠奏儿子, 卢道梁的同款眼睛也瞪大了, 三月二十。 对。 大福今年十七, 卢道梁也激动了, 一把抓住儿子的胳膊, 什么时辰? 卢震堂虽然大大咧咧, 但做事的分寸还是有的, 等后天孩儿过去吃寿面时再打听。 卢道梁点头, 后天咱们一块去。 嘿, 卢震堂黑黑笑, 他就知道他爹听了这事, 肯定不会走了, 如果针对得上, 妹妹的嫁妆就不用运回寿州, 直接拉去宣州就得了。 蠢话, 嫁妆怎么也得先拉回去, 再从寿州拉去宣州。 卢道梁转了两圈, 真是一刻也等不了了, 干脆跑到码头看林家大船卸货。 说是看卸货, 实则是看林大福。 越看, 卢道梁越满意。 大福长得壮实, 心眼少, 有本事。 他闺女身体不好, 心眼多, 也有本事。 他俩一块搭伙过日子, 大福肯定欺负不了他闺女, 登对, 太登对了。 林康年两口子都是明白人, 林家也有钱, 不会贪图他闺女的嫁妆。 闺女嫁过去几年, 大福尽量到镖局做事, 他闺女还能回家住, 这么好的亲事, 真是打着灯笼罩, 都不得能找着。 林大福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义父让他跟着来他就跟着来了, 义父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虽然听不懂义父和沈哥在说什么, 但大福看热闹也看得很开心。 卢道梁跟在大福身边, 看大福也看得很开心。 看卢道梁围着大福转悠, 林福和沈哥这对心眼子多多的温许, 对了对眼神, 心照不熏地继续泄火。 转眼便到了三月二时, 提着生辰里到客栈吃寿面的卢道梁, 听了林福的话却愣住了, 不知道大福的八字。 林福点头, 大福的父母已经过世, 他自己只记得是哪天, 不知道是什么时辰。 回去后, 我派人去大福出生的村子里打听打听, 心虚有人知道。 不瞒老爹, 我这闺女今年六月有个大劫, 须得跟八字相合的人成亲才能度过去。 否则, 卢道梁抬起满是老简的大手, 用力揉了揉脸, 林老爹, 我就跟你直说了, 我是真相中了大福, 要不, 老弟先派人回去打听仗。 如果能对上, 咱们就尽快把俩孩子的婚事定下来, 赶在五月里把婚事办了。 原来还有这一查, 难怪卢玉春才十五岁, 爱女如命的卢道梁就舍得让他出嫁。 同为人妇的林康年感同身受, 但还是照着闺女的意思, 把这件事交给大福来决定。 在此之前, 我想先问问大福的意思, 毕竟这是人生大事。 应该的, 应该的。 林家人重视大福, 才会问他自己的想法, 卢道梁高兴还来不及呢, 吃了瘦面和鸡蛋, 正坐在桌边挨个拆盒里的大福, 听了义父的话, 满脸茫然。 大福心思简单, 林福跟他相处了几日, 多少也能猜到他的心思, 大福没见过卢姑娘。 嗯。 大福老老实实点头, 没见过, 不认识。 其实, 林家和卢家同日到长州, 在码头上碰面后, 卢玉春就被他的父兄塞给了林如玉, 跟着一块回了客栈, 只是大福骑马他们坐车, 所以大福没留意。 这就有点难办了。 林福转而问道, 你爹在世时, 可叮嘱过你成亲的事。 林大福仔细想了半天, 什么也没想起来。 大林福耐着性子给大福讲, 如果八字对得上, 卢总标头想把女儿嫁给你做媳妇。 微父瞧着卢姑娘沉稳干练, 这门亲事也很好, 就是卢姑娘身子弱了些。 不过, 咱们家别的不多, 就是好要多。 如果这门亲事真能成, 卢姑娘嫁过来调理几年, 肯定能养好。 林大福听明白了, 望着义父问, 义父, 他不嫌我傻吗? 大福把林福问得心疼又心酸, 谁说你傻了? 你的剑能射得那么好, 怎么可能傻? 二妹也说他不傻, 但是大福还是觉得自己是傻的, 我爹说的。 当着大福的面, 林福当然不能说他爹说的是错的。 但身为生意人, 林福怎么可能被大福一句话难住? 他阵阵有词道, 你看如玉傻吗? 大福摇头, 不傻。 他不傻, 但我也常说他是傻丫头, 因为在父母眼里, 孩子们都是傻乎乎的。 林福推几级人, 所以你爹说你傻, 就跟我说如玉是傻丫头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大福蒙圈。 林福, 好吧, 再直白些, 每个人小时候都傻乎乎的, 长大懂事了就不傻了。 你爹说你那会儿, 是因为你年纪小, 现在你长大懂事了, 所以不傻了。 大福仔细想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林福又回到正题, 至于卢姑娘绝不觉得你傻, 咱们在这儿猜是猜不到的, 去问问就清楚了。 大福傻不傻? 卢道梁立刻回到, 持有所短寸有所长。 大福确实不善言辞, 但他很聪明, 不聪明的人不可能成为神射手。 射箭需要的不只是力气, 还得会瞄准。 风速和雨水对瞄准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大福在大雨里都能瞄准目标, 一击即中, 这个本事可不是寻常人能有的。 林如玉对大福的情况有另一番见解。 大福语言表达能力不强, 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等这些特点, 像是自闭症的表现。 自闭症人群中, 有些人会具有常人不能触碰的天赋。 大福的天赋就是常人无法达到的专注程度。 我闺女觉得大福这样挺好, 我闺女打小就身体骨弱。 洗净话说出口后, 卢道梁又怕林家人觉得自己闺女身体不行, 不能生养, 连忙找不到。 我闺女虽然看着瘦弱了点, 但郎中说她身体已经与常人一样了。 彼此不嫌弃, 那就好办了。 林傅硬下派人回去打听大福的生辰八字, 只等着大福的八字打听出来, 看两人合不合了。 这日, 衙门生堂神里海盗一案, 林傅、 沈哥、 大福和卢道梁都去了衙门, 卢玉春来找林卢玉说闲话。 也是赶巧, 他刚到客栈后院, 就见大福从外边回来了。 大福不认得卢玉春, 目不斜视向前。 卢姑娘, 跟着大福小厮和管事不知两家打算一亲的事, 只规规矩矩地给卢玉春行了礼。 卢玉春小脸微红主动跟他打招呼, 大福哥出门了吗? 大福停住应了一声, 然后继续往里走。 从跨院迎出来的林如玉把他叫住, 大福哥, 是谁让你回来的? 大福老老实实回道, 义父, 小四回道, 案子已经审完了, 老爷被人叫去谈生意, 姑爷也被人叫走了。 这么快就审完了, 林如玉和卢玉春有些诧异。 林如玉想借这个机会让卢玉春和大福说说话, 彼此熟悉熟悉, 便邀请道, 如姐姐, 大福哥, 你们饿不饿, 要不要一块吃些点心? 卢玉春点头, 大福答得干脆, 呃, 三人围坐在跨院的小亭内, 边吃点心边听小厮将躺闪得经过。 原来, 于老八早就盯上了即将回航的林家船队, 提前俩月派了内影, 也就是钱江平心娜的小妾进前府, 诱惑钱江平与他合谋。 钱江平贪心作祟, 英夏与于老八灭杀林如玉, 沈哥和卢道良, 然后再与外海的江英一伙前后夹击, 吞掉林家船队的货。 成功后, 江英和于老八各得四成, 钱江平得两成。 林如玉问道, 他们都是怎么判的? 小四摇头, 长使大人说, 先收监, 改日再宣判。 待小四退下后, 林如玉给云娟递了个眼神。 云娟会议, 随便寻了个油头, 把林如玉请了去。 小亭内便只剩了大福和卢玉春。 正在疫情的一对男女坐在一块, 坐在一块却一点也不尴尬。 大福是根本不记得疫情的事, 卢玉春则是看大福如此自然, 也跟着平静了。 大福安安静静吃完一碟米糕, 卢玉春便把自己面前 装着六块绿豆糕的碟子 推到他面前。 大福见卢玉春面前空了, 便把二妹面前的定胜糕 推到了他面前。 卢玉春到了生谢, 便拿起一块粉红的定胜糕, 小口小口吃着。 大福这半年也学了不少规矩, 吃饭不再狼吞虎咽的。 于是, 两人安安静静坐在亭子里, 不紧不慢地吃完了两碟子点心。 然后卢玉春笑了, 大福也跟着笑了。 这下不用问, 林如玉也看出来两人很合拍了, 晚上沈哥回来后, 林如玉跟他描绘小亭内的一幕, 满脸梦幻。 见林如玉喜欢, 沈哥立刻吩咐丫鬟 取来了两碟子点心, 咱们也吃。 林如玉, 好吧。 两人默默吃了一块, 对视而笑。 林如玉感叹, 两个人坐在一块, 什么也不说, 感觉也挺好的。 沈哥补充, 跟你在一块, 无论做什么都很好。 他真是太会说话了, 林如玉笑得甜甜的。 沈哥望着心上人, 委屈巴巴, 大福都要成亲了, 咱们的婚期还没定下来呢。 林如玉更正, 得查清楚大福哥的生辰八字, 对上了才能准备成亲的事。 沈哥又递给心上人一块点心, 事在人为。 儒家已经相中了大福, 就算大福的八字不能完全对上, 他们也会想办法, 找不起整的。 还真有这个可能, 不过林如玉还是觉得, 俩人是天生一对, 最好还是八字能对上。 对了, 衙门那边打算怎么判这个案子。 沈哥把林如玉吃不完的点心接过来, 扔进了嘴里吃了, 才道, 我为了掌使大人, 于老八和钱江平合谋抢咱家货船这一案, 因为他们没得手, 也没能伤到咱们, 所以案率判两年徒刑。 但于老八以前还犯了命案, 他们一伙数罪并罚, 审问清楚后肯定要判斩刑。 钱江平之前帮着于老八运过几次赃物, 数罪并罚可能会判数年徒刑。 前者是肯定, 后者是可能, 林如玉问道, 钱江平的量刑还有回旋的余地。 二妹好聪明, 一下就问到了点子上。 沈哥夸着林如玉, 却比他还高兴, 钱江平最不知死, 若是钱家肯多交罚赢, 他就能少判几年。 这下, 就要看林三姑怎么做了。 林如玉脱腮, 推测道, 我猜三姑母不会多交罚赢。 长州海盗猖獗, 帮海盗运过货的船商不止钱江平一个。 于老八供出的其他船商大兜角族罚赢后, 还用银子疏通关系, 请求衙门从轻发落。 只有钱家在倾家荡产缴上罚赢后, 林三姑表面上为钱江平四处奔走求人, 却未再拿出一文钱为钱江平疏通。 钱江平最终被判徒刑八年, 是所有船商中刑罚最重的一个。 当然, 这也是因为他不止运货, 还掺和了打劫林家商船一案。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顾家七零八落, 钱家连祖宅都变卖了。 长州百姓叹一声人生无常后, 便兴致勃勃地继续围观林家卸货, 围观长州州师轰轰烈烈地在长州港外为船队护航。 头脑灵活的摊贩挑着各色吃食在港口, 码头边上游走叫卖, 生意很是火爆。 沈东家 一身短衣挑着鱼篓的鱼老五站在岸上, 瞧见沈哥和林如玉从船上下来, 跟了几步后, 低喊了一声回头瞧见是鱼老五。 沈哥笑道, 老五叔还是喊我黑子吧。 黑子是沈哥以小长老表的名义上于老五的渔船时用的假名。 鱼老五也没跟他客气, 黑子, 小长呢? 沈哥如实道, 我给了小长母子歇银两, 他们搬家了。 小长的父亲被海盗杀死后, 母子俩相依为命。 小长上于老五的渔船打下手, 小长的母亲替人洗衣, 母子俩艰难求生。 所以当沈哥找上小长, 道明来意后, 小长非常爽快地将他带到了于老五面前。 于老五听到小长母子搬家了, 便没再多问什么, 直到, 这一回领了赏钱沈东家攒够取媳妇的银子了吧。 小老诸二位早结连礼。 沈哥虽然没有长肝倒海盗窝里的两厢金银, 但他带着人抓住了被朝廷悬赏的海盗于老八一伙, 领了近两千两的赏银。 林如玉在落滩岛上抓住了于老八的十几个手下, 也领了四百多两赏银。 沈哥露出一口白牙, 笑容灿烂, 攒够了, 多谢老五叔。 林如玉也道, 多谢老五叔。 于老八和于老九都是于老五的族亲。 于老五提醒沈哥不要上海盗船, 在林如玉登上落滩岛后, 出言提醒他不要登岛, 后又提醒他天将降大雨, 已是十分难得了。 于老五依旧板着一张皱纹纵横的老脸, 只微微点头, 便挑着担子走了。 沈哥低声与林如玉道, 长州衙门于税收得太重, 渔民的日子不好过。 长州外十三岛上, 大半渔民都干过海盗的勾当, 于老五年轻时也做过。 在他们眼里, 只抢货不杀人的算好人, 抢货又杀人的才算是坏人。 朝廷建了三台, 但这不能根治乱的根源。 大厦朝堂混乱, 一地官员掌控一方。 若赶上好官, 百姓可封一足食, 若赶上横征暴敛的贪官, 便是匪盗猖獗, 名不聊生。 朝廷也想着整顿励志, 所以建立了御史台, 私立台和业者台三台, 监察官员。 上了马车后, 林如玉才问沈哥, 你觉得乱的根源是什么? 沈哥直言, 选官之治。 如果朝廷不改此治, 早晚得出大乱子。 林如玉做孤儿那十七年里, 学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他现在所在的大厦, 不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洪流之中, 但经过比对后, 林如玉发现大厦与华夏历史中的隋朝相当。 只是, 开创大厦朝的皇帝没有提出选官制度改革, 大厦官员选拔的制度依旧是查举征壁制。 选官制度的落后, 致使官员结党营私, 大厦朝底层百姓升迁无望, 乱象百出。 这乱象若不根治, 不用安王造反, 统一大江南北六十余年的大厦, 也快分崩离析了此刻。 看着少年, 稚气的沈哥严肃地说出选官之质时, 林如玉仿若看到了一道光, 又好似听到了一阵钟声, 这种感觉无法言明, 但他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信号。 若干年后, 林如玉再想起此刻, 还忍不住新潮澎湃。 此刻的林如玉盯着沈哥, 认真问道, 这是东竹先生告诉你的。 是我自己看出来的, 还没来得及请教恩师。 沈哥被心上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转心眸望着车窗外穿流不息的百姓。 虽然这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但等咱们解决了眼前的乱子报了仇, 我想请教先生, 然后尚书朝廷, 希望能被天子看到。 我不是想靠这个做官发财, 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我就是, 沈哥发现路边有人追着马车, 直勾勾地盯着如玉桥, 便挪了下位置挡住他们的视线, 才继续道, 天下人管天下事, 我希望天下太平, 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就是看到老五叔, 心中感慨, 跟你随口说说。 尚书败官, 也是大夏朝明文规定的一种选官制度, 能顺利尚书的, 也都是有来头有名气的人。 就算沈哥不是沈燕义, 林如玉也觉得他分量足够, 你识文断字, 有勇有谋, 还是咱们长江中游六周第一影视东竹先生的青传弟子, 金两足够。 沈哥心弦猛的一颤, 回头看着心上人, 不用他问出口, 林如玉便知他在想什么, 我说的都是真话, 人生再是短短几十年, 你想做什么, 尽管去做, 不要留下遗憾。 沈哥心弄璀璨, 硬了一声, 认真道, 人生不是短短几十年, 咱俩肯定能长命百岁。 咱俩要在一块, 过八十五年, 林如玉提醒道, 你今年十七了, 你十五岁, 少年的感情, 清纯而赤裂。 心上人今年十五, 离这一百岁, 还有八十五年, 你活, 我活。 你若父皇权, 我与你同路, 你呢? 咱们已经接回了岳父, 等报仇后, 你想做什么? 活了三世, 林如玉的心愿无比简单, 跟亲人, 跟你, 一块好好活着。 具体到做什么的话, 我想研习医术。 听到心上人的话, 沈哥情动, 偷偷用衣袖遮掩着, 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温情和暖意, 在两人之间默默流淌。 但有时候, 想好好活着, 也非一时。 三月底, 林家大船上的货物清点完毕, 该卖出的货物都已出手, 该拉回宣州的已开始分批装船。 听伯在港口的海船经过检修后, 将于下月再次出海。 不过这次使船出海的不是林家人, 而是租赁了海船的别家商号。 林傅要回乡为父亲守孝, 与家人团聚。 3月26日, 林傅派回宣州的管事带回了大夫的八字。 物子、 秉承、 以为, 回味着八字正是为卢玉春占卜命数的高人, 算出的八字。 卢道良欢喜的老泪纵横, 立刻拉着林傅商议两个孩子的婚事。 林大夫和卢玉春的婚事定在了5月26。 等他们乘船从长州赶回宣州, 就要操办起来了。 林傅和卢道良都感到时间紧迫, 但未婚小夫妻俩却一个比一个踏实。 此刻, 俩人正在游湖。 大夫钓鱼, 卢玉春拨打算盘对账, 预置算珠的响声清脆, 场面莫名和谐。 不大一会儿, 大夫抬起鱼杆, 一条巴掌长的鱼儿被甩出水面, 小婷那番看, 百草惊的林如玉也跟着翘起唇角, 有如玉春陪着, 大夫的幸福不用她和娘亲再操心了。 坐在小婷栏杆上, 擦拭宝剑的咸鹰忽然抬头, 对林如玉道, 姑娘, 姑爷来了。 不是说今天要跟大勇商量事情吗? 这么快就商量完了。 林如玉抬眸瞧见沈哥快步走来, 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 便知出事了, 快步迎上去低声问, 怎么了? 沈哥以极低的声音道, 堂姐派人送来急信, 安王马上要返了, 咱们得尽快回宣州。 林如玉的眸子瞬间睁大, 父亲那边。 父亲已经知晓了, 正和卢伯夫商议对策。 沈哥对着在江上钓鱼的大夫喊道, 大夫, 卢姑娘, 咱们得走了。 林大夫回头看了一眼岸上, 又看卢玉春。 卢玉春立刻吩咐船夫, 回岸边, 划快些。 四人再回客栈的路上, 就被管事拦住了。 老爷已经让人把客栈内的行李装车运往码头, 半个时辰后, 启程返回宣州。 管事又向卢玉春解释, 我家老爷请了卢总标头运送货物, 所以, 梁道标局跟着一块走, 卢总标头请姑娘也直接去码头。 早晨父亲还是要尽快回寿州, 为他准备嫁妆, 怎么不到半日就改去宣州了。 卢玉春将疑惑压在心底, 点头硬下。 带管事骑马离开后, 林如玉低声对卢玉春道, 这里不方便说话, 咱们到了船上再说。 姐姐放心, 不是咱们两家出事了。 马车赶到码头时, 林家的四艘大货船一并排开, 停在岸边, 数不清的立功正在上上下下装船, 场面甚是震撼。 卢玉春下马车后, 一眼便瞧见两道标局的四艘船停在岸边, 标师和标局的伙计们正在往船上搬运行李。 管着标局总账的卢玉春非常清楚, 这是长州两道标局所有的标船, 他的嫁妆也在船上。 父亲这是要把从顾家拉出来的嫁妆, 直接拉去宣州林家吗? 是什么事让父亲改变了主意? 带着三辆马车从标局赶快的卢道良, 见闺女已经到了, 快步走到他身边, 咱们船上东西太多, 穿而去林家船上, 跟如玉做个伴吧好。 气质安宁沉静的卢玉春, 不论什么时候都不慌不忙的, 让他身边的人都跟着安宁下来, 爹,咱们马车上的货装到哪条船上? 这,如道良抬头抓了抓头, 得问你哥, 我俩分头行动。 如玉春点头, 指着自家的一艘船道, 最左边那艘船上乱轰轰的, 跌过去看着装船。 大师兄去找我哥, 二师兄带人准备卸货, 我去盯着最右边那艘船。 梁道标局的人, 习惯听从如玉春的安排, 立刻分头行动。 林家那边有林妇坐镇, 一切井然有序。 林如玉上船之后, 直接去了船舱内部的药房, 清查药房内的药材。 由长州回宣州行船最快四日, 途中要经过润州、 江宁和河州三州。 据林如玉这半年调查所得的消息, 河州和饶州已被安王的实力拿下, 安王一反, 河州定不会没有动静。 林家大船经过河州挟制的将断时, 恐怕会遇到麻烦, 所以得提前做好准备。 刀伤药和解毒药都要准备。 开船喽, 随着刚手的大声吆喝, 大船微微一晃, 驶离长州码头进入江道。 待船行稳之后, 林如玉站起身, 吩咐林峰, 你去找全书, 把四艘船上所有的草药清单整理一份, 送到我房中来。 是。 林峰走了没多大一会儿, 小丫鬟语音跑进药房, 禀道, 姑娘, 三姑奶奶一家也上船了, 蓝醉表姑娘带着人在船上转悠着找姑娘呢。 虽然是出突然, 但林副还是给林三姑一家送了信, 早就盯着林家大船动静的林三姑听到要走, 立刻带着三个孩子和数车行李上了船。 老李的钱江平, 林三姑早已将她丢在了脑后。 林如玉这里正忙着, 才没空应付钱兰翠, 我没空, 如果卢姐姐过来了, 请她先歇歇, 我忙完就回去。 奴婢去把她拦住。 语音翠生生硬了, 提着裙摆跳出船舱。 带林如玉忙完返回二楼时, 见卢玉春正靠坐在她房间的窗边, 秀新嫁衣。 桌上兽手小香炉内燃起了熏香, 室内一片安宁。 见林如玉来了, 卢玉春放下针线, 起身给她倒茶。 我已听父亲说了, 伯父和我爹, 大哥他们正在上边商议对策。 安王素有贤名, 怎会突然要反呢? 大厦统一南北之乱后, 九州刚太平了六十年, 又要乱起来了吗? 如玉春叹息一声, 细细地眉梢下垂。 林如玉安慰道, 他们只是有这个苗头, 咱们提前赶回去, 是以防万一。 话虽是这样说, 但是林如玉心里明白, 若非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沈存玉是不会派人送急信, 催促他们尽快返回宣州的, 说不定此刻, 安州的反旗已经举起来了。 安王成了反王, 贺炯明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贼子。 等返回宣州安顿好家里后, 林如玉很想自己提到, 冲去安州宰了贺炯明。 两人正说着话, 语音从外边走了进来, 老爷请二位姑娘到楼上议事。 3月27林家船队离开长州的第二日, 安王举起反旗, 免饿两州临阵倒戈, 尊安王为主。 长江中下游, 陷入混乱之中。 你说什么? 宣州城街头巷尾, 人心惶惶, 一个圆胖脸的汉子瞪大眼睛问道。 他对面身子脸的短须汉子, 神神秘秘道, 我也是听人说的, 新阳那位嫉妒安王的贤明, 所以才把卧龙低决堤的罪责 推到了安王身上, 要将安王问罪。 胖圆脸汉子瞪大了眼, 慌得脸上的肥肉只颤有, 卧龙低在饶舟, 离着卧龙低远着呢。 身子脸汉子叹了口气, 这是落谁身上, 谁也得站起来讨个说法。 呸, 靠在咬着反清的柳枝杂把滋味的乞丐开口了, 什么讨个说法, 他那是造反。 话说回来, 安王是万岁的亲叔, 他家的九族该怎么猪? 就是啊, 这要猪都是皇亲国妻吧? 街头的人们歪楼, 开始细数安王的九族 跟当今天子的九族 有多少这是重叠的, 气得身子脸直抓强。 安王你们没见过, 安王世子, 你们总该见过吧。 安王世子那样神仙般的人物, 怎么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韦? 还没等他说完, 巷子外有人边跑边喊, 快去三山书院, 东竹先生有要事要讲, 快走, 快走, 一听有热闹, 众人跳起来就跑, 身上的土都顾不得拍干净。 等他们跑到三山书院时, 书院门口已经人山人海, 挤都挤不进去, 只能垫着脚拼命往前张望。 搭起的高台上有人敲了几声钟, 现场静下来后, 身着浅灰色长袍的东竹先生 走上高台, 向众人拱手, 喊话。 摇柳枝的乞丐, 急得抓耳挠腮, 先生在说什么, 按一个字也听不着。 努力点脚, 却只能看到前面人后脑勺的圆脸胖子, 也急得不行, 就是啊, 哎, 前面的兄弟们, 先生说啥呢? 别吵吵, 烦死人了。 在一片嘈杂声中, 前面忽然传出一片愤慨咒骂声, 后边人更着急了, 先生说啥了, 咋还骂起来了? 东竹先生说完走后, 前面的消息终于传到后边, 东竹先生说, 去年把他从乌杀镇绑走, 后来又要杀他的人, 是安王府派过去的。 不幸的话可以去前面看, 东竹先生在书院外墙贴了揭露事情真相的 习文后边众人先是一愣, 然后哗的一声炸了锅, 身子脸男人皱眉, 不可能吧, 安王好端端地抓东竹先生干啥, 圆胖两汉子一脸激动, 习文都贴出来了, 难道我六周第一影视的话还不可信, 老子去看看, 兄弟们,兄弟们, 衙门也贴了讨伐安王的公文了, 还列了安王的十六大罪状, 这里热闹还没看完, 人群后又爆出一声惊雷, 呸, 叼着柳枝的乞丐把柳枝吐掉, 把腿就往宣州衙门跑, 带一身臭汗地跑到宣州衙门, 才发现, 衙门外边也是人山人海, 等他挤进去才知道, 衙门贴出的公文, 正是六周第一影视东竹先生所写的, 讨安王席, 这一圈算是白跑了, 不笑半日的功夫, 安王的罪行传遍宣州城大街小巷, 处处都是百姓怒骂安王的声音, 就连去年亲眼目睹安王世子风采的身子两汉子, 这会儿也开始插着腰, 大骂安王父子人面受兴, 相似的一幕在宣州各线上演, 安王父子十余年积攒起来的好名声, 被冬竹先生的讨安王席毁于一旦, 与宣州相反, 和州内位安王父子鸣不平的声音反倒占了上风, 也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 邻家和梁道标局的船队, 驶入了河州衙门管控的水域, 被牙差拦下, 邻副带着沈哥和卢道梁下船, 含笑客客气气地给拆关行礼, 可还不等邻副开口, 拆关已瞪圆了眼珠子, 你们瞎了, 没看到衙门贴出的告示, 安王造反, 长江戒严, 尔等靠边停船, 接受查验, 岸边的十几个官差跟着邀五贺六, 让大船放下药板, 林权上前塞给带头的拆关一定银子, 官差把银子塞入袖中, 脸色好看了不熟, 这是太守大人亲自下的命令, 咱们也没法子, 是, 官爷受累了, 林副含笑拱手, 地上林家的行船票证, 草民是宣州人, 从长州往回运粮食, 布匹和木材等物共四船, 聘请梁道标局四条船护送, 请您查验, 拆关查验时, 林副不卑不亢地站在旁边, 任凶神扼杀的牙差们打量, 孤架, 常年在外走动做生意的林副不怕官员贪, 为些银子就成, 啪, 拆关把票证合上, 翻眼珠子看大船, 票据没问题, 本官要上船, 拒票验货, 快点, 没听到我家大人说什么, 还不快放药板, 拆关身后的牙差们, 15和6, 这一幕, 林副他们在沿路上已经遇到过数次, 早已有了应对经验, 林副不慌不忙地吩咐人放药板时, 沈哥上前不着痕迹地塞给拆关一张银票, 一本正经地请示道, 大人您看是验粮食, 布匹, 还是木材等杂货船上货物过多, 就这么几个牙差, 若是全部验看, 怕是五日也验不完, 所以, 按照约定俗成的更规矩, 随即抽查几样, 只要能和账簿对上, 就能放行, 拆关收了银子, 当然十分好说话, 随手点了布匹的大船, 一番查验, 收受贿赂, 后, 袖带塞得满满的拆关带人下船, 正要吩咐人放行, 便听有人大声喊道, 且慢, 沈哥上前压低声音在岳父耳边道, 来人是河州私仓书佐郑永复, 安亡的人, 他的侄子郑昌明与小旭有些交情, 小旭已派人去请他了, 林副微微点头, 把缰绳用目光扫过林儒和卢道梁后, 在沈哥身上停留片刻, 才本着脸道, 本官接到密报, 这些船是帮反贼运送钱粮的, 一律扣下, 是, 郑永复带来的几十号人超家伙, 就要上前拿人, 被你扣下, 才真正成了帮反贼运送钱粮的, 沈哥和卢道梁上前, 挡住了林副, 林副不慌不忙地给郑永复行礼, 大人, 请借一步说话, 势在必得的郑永复瞪眼, 愣着做什么, 还不给本官拿下, 拿下, 船上众人看到, 郑永复恨不得七孔朝天的嘴脸, 火气一下就仗了起来, 握刀的握刀, 拿剑的拿剑, 大有只要林副一声令下, 他们就硬闯何州的架势, 大幅见众人都抄起了家伙, 也跟着拿起弓, 抽出一支剑, 然后看向林如玉, 他的意思很明显, 只要二妹说让他射谁, 他就射谁, 林如玉压低声音, 大伙都不要轻举妄动, 衙门口的人拦不住咱们, 另一间房内, 林三姑透过窗缝, 紧张地望着船下的局势, 巧声吩咐儿女, 把最值钱的东西都贴身带着, 待会儿打起来后, 他们要尽快趁乱下船逃走, 船下, 官差们已经用件瞄准的林副几人, 抄家伙准备抓人了, 郑大人, 我们船上装了些钱粮, 但却不是为反贼运的, 沈哥从怀里掏出一张宣州衙门签发的凭证, 双手递上去, 这是宣州驻太守亲笔所写的过路凭证, 请大人过目, 郑永复皱皱眉, 没有开口, 沈哥继续道, 驻大人未雨绸缪, 派人将凭证送到长州, 让草民等多多采买粮草运回宣州, 以防万一, 郑永复抬了抬下巴, 示意手下把信拿了过来, 他曾到宣州查徐令路自尽案, 自是认得驻太守的笔记的, 这封信确实出自驻太守之手, 硬信也没有问题, 但他没有放人, 而是顺手把凭证揣进了怀里, 此事, 本官做不得主, 需要请示太守大人船上物资暂扣在此, 待大人示下后再行定夺, 娘的, 船上的卢震堂忍不住低骂一声, 众人也是气愤异常, 林傅依旧态度恭敬, 拱手问道, 草民貌眉问一句, 不知草民的船队要在此暂扣几日, 他人说了算, 郑永复以河州太守的名义, 明目张胆扣住手持宣州太守 亲抵凭证的船只, 就算过后真追查起来, 他也有的是说辞, 再说, 现在长江中上游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谁还有心思过问这点小事, 若是一两个时辰, 草民等也就听候大人您安排了, 但是时间再长, 草民等实在做不得主, 因为草民船上除了宣州太守点名要的粮草, 还有右后卫沈存玉将军要的搬传物资, 林副装作没有看到郑永复变了的脸色, 将沈存玉留给大副的令牌高高举起, 此乃右后卫沈存玉将军的虎头令, 草民斗胆, 请大人开闸放行, 华, 右后卫沈存玉将军, 此刻正带着数千将士, 争讨逆亡, 战时,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扣押军队的粮草, 物资, 否则定斩不饶, 草州官差们都胆小了, 收刀回身看向郑永复, 郑永复的脸都气绿了, 他已经得了安王世子的秘信, 让他务必将林家大船截住, 杀沈哥, 擒龄如玉, 若是荷州也举了反旗, 莫说沈存玉的虎头令, 便是天皇老子的圣旨, 他也不怕, 但现在, 荷州还没反, 他不放行, 就是死罪, 但若是这么放行, 他的面子怎么摆, 正当郑永复下不来台之际, 他的侄儿郑昌明起码跑了过来, 伯父, 郑永复那里送了一口气, 沉着脸问道, 你跑来做什么, 郑昌明跑得气喘吁吁, 擦着汗道, 居太守命小侄过来传话, 太守刚刚接到宣州太守送过来的公文, 下令放手持住太守公文硬性地传之过去, 太守传令自有传令官, 怎么也轮不到自己的侄子跑腿传话, 郑永复扫了侄子一眼, 对他跑过来为自己解围的做法深感欣慰, 放行, 多谢大人, 林复带着众人行礼, 又道, 既然居太守已经下令, 大人您看住太守的凭据, 当是什么好东西吗? 郑永复黑沉着脸, 把住太守亲笔开的凭证扔还给了沈哥, 起码转身就走了, 横在江面上的大船让开航道, 放林家大船过关, 林复带着众人回船上时, 郑昌明也跟了上来, 笑道, 居太守不放心, 让我护送你们一程, 还不等林复给郑昌明行礼, 沈哥以低声道, 岳父, 他是小旭搬来的救兵, 方才那位郑叔祖的侄子, 领川郑县城之子, 郑昌明林复听女婿提起过此人, 抬手道, 郑公自请, 郑昌明还未入室, 并非关身, 带众人上船回到议事房内, 郑昌明惨嘻嘻道, 沈贤弟, 我此番为你说下大谎, 河州已没了我的落脚之地, 只能跟你去宣州了, 沈哥真诚道谢, 郑大哥能去宣州, 小弟求之不得, 郑昌明放着好端端的领川县不带, 却要跑去宣州寄人篱下, 其中必有隐情, 林复没有多问, 诚恳道谢后, 给郑昌明安排了上好的客房, 让沈哥送他去歇息, 带进入客房, 还不等沈哥问, 郑昌明已一脸苦涩道, 河州虽然没举起反旗, 但大半官员的内心已经倒戈, 在接到贤弟的书信前, 我已偷偷把我母亲和妹妹送出了河州, 正打算跟我父亲撕破脸, 郑永福和郑永贵两兄弟, 早已是安亡一党的人, 沈哥安慰他道, 小弟觉得若令尊真心拦着, 大哥也到不了此地, 所以他也是希望家人都能平安无事, 郑昌明愣住了, 半嗓才吹下头, 嘀嘀道了一声, 糊涂, 他说的是谁糊涂, 沈哥没有再问, 两人吃了盏茶, 船上扑从给郑昌明送来更换衣裳后, 沈哥起身告辞, 大哥好生歇着, 待会儿不管外边有什么动静, 大哥都不要担心, 我岳父也安排下足够的人守护船, 外边会有什么动静? 郑昌明严肃问道, 还会有人截船? 沈哥当然不会说郑永复明的不成, 定会来岸的, 只笑道, 如今世道已经乱了, 打算浑水摸鱼的大有人在。 沈哥说得如此轻松, 郑昌明还是不放心, 我从领川一路过来, 带着三个人都折损在了路上。 现在世道确实乱了, 见到有两道标局护船, 还敢来截船的, 定是穷凶极恶之辈。 贤弟提醒林东家, 一定要慎之在慎, 得知会有人来截船, 郑昌明躺在床上, 也睡不安稳。 干脆命人取来纸笔, 铺开画纸, 推开窗对着春江, 挥毫泼沫。 待金屋溪坠, 江面浮光月经之时, 郑昌明戈笔, 对着星座的春江图 常常蓄了一口气, 却驱不散心中的烦乱。 他倒被双手望着 看似平静的江面, 脑中闪过一张张面孔。 恼羞成怒的父亲, 哭泣的母亲和妹妹, 弃他而去的妻儿, 来投奔沈哥的途中 为保护他被杀的仆从。 郑昌明忍不住痛苦呻吟一声, 闭上了眼睛。 郑昌明过来给咱们几位后, 不去跟他的家人团聚, 却要跟咱们去宣州, 此举耐人寻味。 女儿推测, 他是想拼一把, 为郑家拼出一条活路。 用完饭后, 丫鬟煮主察, 林如玉坐在桌边 分析郑昌明的来意。 郑昌明的伯父和父亲 定是铁了心站在安亡一边, 谋反是诸九族的重罪, 郑昌明若想家人活命, 只有戴罪立功。 林副觉得女儿说得有道理, 他是冲着沈哥来的。 茶香饮事, 热气鸟鸟。 林如玉望着生腾的热气解释道, 咱们有太守开的凭证, 有沈将军的令牌, 官面上的人卡不住咱们。 沈哥给郑昌明送信, 说是让他过来解围, 其实是问他, 要不要跟咱们一起走。 林副只知道, 有郑昌明这么个人, 却不知他做过什么, 沈哥与郑昌明交情很深。 林如玉解释道, 郑昌明在宣州时, 沈哥请他做画像寻找捉走东竹先生的人。 沈哥是个有恩必报的人, 贪念这份情, 所以才会给郑昌明送信。 不管郑家长辈如何, 女儿觉得郑昌明真的是个挺不错的人。 林副笑着饮了口茶, 郑昌明目光清明, 不是个心思深沉之人, 沈哥很有眼光, 这个朋友交得不错。 听父亲赞扬沈哥, 林如玉心中美滋滋的, 正要开口再帮沈哥在父亲面前刷刷好感度, 却听窗外响起当当当的急促罗声。 这是首船的标诗发现敌情发出的信号, 林副立刻站起身, 娇娇在房中待着, 不要出去。 林如玉却跟在父亲身后, 女儿跟您一块去, 若有紧急情况, 女儿还能保护您。 林副这才反应过来, 他的女儿已不是两年前柔弱的小娇娇了, 便没再阻止他, 只叮嘱道不可莽撞。 虽然船进入河州后, 行进了大半日, 但因一路遇到了四重盘查, 此时才刚过江浦县, 进入岭川县所辖的水域内。 他们早就料到, 岭川和丽阳会不太平, 但却没想到天还没黑透, 敌人就迫不及待地冲过来了。 林如玉站在大船上, 借着微光查看码头上的情况。 此处是岭川县最大的码头, 此刻码头上空无一人。 半个时辰前, 林家船队靠岸, 二十多个官差冲过来盘查, 恨不得把船包一层皮, 才肯罢休。 林家搅足了舶船银两, 现在劫船的强盗来了, 本该在此维持治安, 保护船只的牙钗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说这伙强盗没有跟官府勾结, 只有鬼才性。 既然如此, 那就送他们去黄泉地府, 跟鬼团聚。 快速检查了船上护院, 标识的手背后, 林傅一转头, 便见女儿手握长剑。 她眼里的杀气, 让林傅看得心疼。 究竟是经历了多少魔力, 才能让她娇滴滴的女儿, 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娘, 二楼客房窗边, 十四岁的钱财明躲在母亲身后, 脸下的苍白, 这里的强盗比前两日多出不少。 林三姑也怕, 不过她不能表现出来, 只拍着肩宝安慰儿子, 有几十个标识手传呢。 他们杀不过来, 我儿不怕钱宝翠信心十足, 就是, 怕什么? 大舅手里有沈存玉将军的虎头令, 标识守不住船, 大舅可以用令牌招官兵过来守船, 那样更有排场了。 那块令牌, 是船上众人的定心丸。 钱兰翠低声道, 娘, 世道乱成这样, 咱们去了蒲县, 怕是也安生不了。 钱财明立刻道, 而不要去蒲县, 而要跟着大舅回宣州。 林三姑目光闪了闪, 没有吭声。 船外, 几十道黑影已经冲到船边, 与梁道标局的人站在了一处。 两边一交上手, 林如玉便看出了不同。 还不等他开口, 中国人比这两日他们遇到的水匪身手强了不少。 这不是一帮乌合之众, 而是训练有素的队伍。 林副点头应下, 叮嘱沈哥小心后, 又吩咐道, 娇娇也派八个人下去增援, 速战速决。 林全, 吩咐弓箭手和投掷手做好准备。 是。 林全立刻去传信, 大船上的灯笼照亮了黑衣人, 这帮人不只穿着黑衣, 还用黑布照头, 只有眼睛处留了两个洞。 林如玉皱眉, 抬袖测了测风向, 现在吹的是东南风, 这帮蒙住口鼻的强盗也从东南方杀过来, 怕不只是巧合。 林如玉与父亲商量道, 爹爹, 此刻风向对咱们不利, 为防他们用毒烟攻击, 咱们还是都蒙住口鼻为好。 林副立刻吩咐了下去, 林如玉这才吩咐洛贤等人也蒙住口鼻, 下去增援梁道标局。 然后, 林如玉让擅长侦察的洛武, 带两人去黑衣人杀过来的方向, 查看是否有蹊跷。 洛武等人刚刚离开, 紧盯战局的林如玉忽然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用粗竹簪固定发剂的黑衣人, 提刀冲向沈哥。 他的瞳孔一缩, 立刻喊道, 大福哥。 林大福立刻上前一步。 林如玉指着已快要冲到沈哥面前的粗竹簪黑衣人, 立刻下令, 沈哥东南, 那个头上带着粗竹簪的蒙面人。 大福哥灭了他。 哦。 大福找准人后, 与剑挂着风声, 直奔带竹簪的黑衣人。 提刀冲向沈哥的黑衣人听得背后恶风不善, 就地翻滚躲开偷袭他的竹箭, 转头望向剑飞来的方向。 还没等他看清楚, 第二支箭便飞了过来。 黑衣人吓得就地翻滚, 躲开着致命一剑。 紧接着, 第三支箭又飞了过来, 直接封住了他的退路。 黑衣人连滚带爬几下后, 飞速逃走。 林如玉立刻吩咐身边的洛显, 立刻去把沈哥叫回来。 这帮人中有当初追杀叔祖的同伙。 那帮杀手很可能是安平府派来的, 他们至此绝不是为了抢货, 杀沈哥的可能性极大事。 洛三。 洛显纵身跳下大船, 直奔沈哥而去。 此时, 只剩洛二和贤英两人左右护着林家妇女和大夫。 洛三听到头领召唤, 立刻上前补位。 还没等他走到林如玉身后, 一个林家管事快步走向林妇。 分三方席向林家妇女和大夫。 大夫转身就是一剑, 林妇第一反应就是保护女儿。 跌跌退后, 让我来。 林如玉一把将父亲推到大夫身后, 只冲向迎面来的管事。 伴坐管事的杀手大喜, 探英爪就抓林如玉的双臂, 想将他制住。 林如玉仗着个子小, 矮身避开他的双手的同时, 三只毒针直直刺入他的胳膊。 被刺痛的杀手不管毒针, 转手在抓林如玉。 但他已失去先机, 林家护院们已将林家妇女三人团团护住, 一击未得手, 杀手们并不恋战, 转身就撤。 也活该被林如玉刺伤的那个杀手倒霉, 与回大船上的沈哥撞了个面对面, 站在一处。 只打了两三招, 杀手毒发, 身体无力差点栽倒, 被沈哥一脚踹倒, 倒地不动了。 庄民上前, 一把拽下蒙住杀手口鼻的尸部, 见他嘴角流出黑血, 又摸了摸他脖子上的大动脉, 起身道, 东家, 他没气了。 林如玉的针上沾的是软骨药并非毒药, 看着这些杀手身上或者说嘴里藏有毒药。 想到毒药, 林如玉转身看向东南方, 此时天色已暗, 灯笼能照亮的地方有限, 他什么也发现不了, 便低声问沈哥, 你看东南方是不是起了烟? 有夜视眼的沈哥转身看向东南方, 见眉微醋, 有浓烟被风吹着, 向船这边飘过来了。 浓烟? 林如玉立刻问道, 咱们现在开船, 可能避开。 沈哥测了一下, 摇头, 避不开。 说吧, 沈哥立刻与灵符道, 岳父, 一片浓烟冲着大船来了, 咱们已经避不开了。 灵符立刻喊道, 林泉, 林峰, 林瑞, 洛显, 黎年,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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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四人立刻应声, 黎年是卢道良的大弟子, 被安排守船。 灵符沉着下令, 有毒烟漬, 不用守船的人立刻躲进船舱, 关好门窗, 需要守船的再加一层厚尸布捂住口鼻。 黎年立刻给你师父送信, 部署守船, 林峰, 洛显和林泉。 你们三人分别去通知三条大船的人, 并清查船上是否浑入了外人。 不听号令乱跑者, 直接掀翻扔水里去。 是。 四人立刻分头行动。 沈哥劝道, 岳父, 你们也回船舱, 岸上交给标诗们, 船上交给小旭在大风大浪和海盗围攻下, 成功带着船队归航的林副, 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如玉和大福进船舱里, 我在第一艘船上, 沈哥去第二艘, 林泉守住第三艘。 谁也别啰嗦, 快。 是。 沈哥二话不说, 纵身去了第二艘大船, 林如玉吩咐闲音, 提上杀手的尸体, 与大福返回船舱, 直奔药房。 经过一间客房时, 林如玉发现房门还开着一条缝, 喊道, 关门, 关窗, 否则毒烟过来被堵死了, 后果自负。 听了林如玉的话, 门立刻关上了。 迎上来的林峰看了一眼房门, 紧跟在姑娘身后向下走, 姑娘, 那房里住的是三姑奶奶。 我知道。 林如玉吩咐道, 不用管他们, 你去忙。 是。 林峰转身向上走, 经过林三姑住的房间时, 发现门还没关门, 忍不住冷吃了一声。 见林如玉带了一具尸首下来, 郎中吓得后退两步。 是敌人。 林如玉与郎中打了声招呼, 立刻吩咐洛二, 洛二哥, 搜身, 把他身上所有的药丸, 药剂, 药汁都找出来, 当心有毒。 大福哥坐在旁边歇会儿。 洛贤很快将杀手身上的东西, 全部找出来, 摆在桌上。 戴了一副自制皮手套的林如玉, 让咸鹰又点了两只蜡烛。 仔细咽后, 将两颗黑色药丸交给洛二, 这是毒烟的解药, 内服。 一粒送去给我父亲, 一粒给沈哥, 然后想办法翻找更多的解药, 让咱们的人服下。 是。 洛二拿了药丸, 快步离去。 贤鹰看着林如玉的目光, 变得越发敬佩了。 研究药理半年, 就能快速识别药品的药效。 这本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 毒烟被风吹到船上时, 船上的铜锣再次当当当, 当当当的敲响。 铜锣响六声, 代表水里有人。 燃着的枯竹架子扔到水面上, 将水面照得亮堂堂。 大船上的郑昌明, 盯着水中如水鬼般快速游走的黑影看了一会儿, 推开门出屋。 在过道里巡逻的标识急了, 大声吼道, 这会儿出来找死啊, 快回去。 兄弟, 我有办法击退水鬼。 郑昌明冒着浓烟冲道站在甲板上, 对林副低声道, 水里过来的是岭川官兵, 他们深谙水性, 急难对付。 伯父把我抓住, 用我的命威胁他们退居。 他们都是我父亲的人, 肯定会退的。 林副把护院刚找来的药丸塞给郑昌明一粒, 让他服下, 然后大声道, 李锦怀。 跟随林副出海两年, 被晒成黑探头的林家护院李锦怀冲过来, 老爷, 将这小子压到船边上去, 如果水鬼门敢登船, 就把这小子杀了寄船。 林副吼完, 低声叮嘱道, 切不可真伤了郑公子。 小的明白, 跟了林副两年的李锦怀, 对自家老爷的路数摸得非常清楚, 到郑昌明面前滴到了声, 得罪了, 便一把薅住他, 大声喊道, 给老子拿火把过来。 好不容易等到农烟将大船罩住, 在水里藏了半个多时辰的 领川州市官兵们摸到船边, 被梁道标局的人发掘后,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决定破船。 可他们到了大船进前, 才发现林家这三艘大船, 都他娘的都在船底装了铁机网。 官兵们心中骂骂咧咧, 正打算扔火, 把烧船时, 却见县城大人的儿子郑昌明郑公子, 被林家人捆住, 按在了船边。 船下的水鬼们听着, 只要你们赶在靠近半步, 老子就杀了领川县城郑永贵的儿子, 用他的血召唤, 将神过来灭鬼。 一天师, 开始做法。 叮铃铃, 脸, 脖子和手上长满毛发的甲道士一老六, 摇着招魂, 临走到船边, 大声唱招魂咒。 太阴华盖, 江湖天门, 无形语步, 血迹招神, 大下人本就尽鬼神。 黑灯瞎火瞧见这么个跳腾的长毛大猴, 进口出人言招江神, 水里的官兵们觉得身上立刻冷透了。 别他娘的装神弄鬼, 给老子上。 带队的小头沐王阿灵不信邪, 用脚踩水, 直奔大船冲去。 一老六点燃福祉, 阴森森喊道, 血迹, 开, 李锦怀手里的刀, 呃狠狠向下一案。 啊, 被拉下捂住口鼻尸部的郑昌明大声痛呼, 脖子上的鲜血瞬间流下, 滴滴答答落尽僵流众。 刚要跟着往上冲的水鬼们见到这一幕, 又吓得不敢动了。 郑昌明痛呼, 于死网破斑喊道, 别以为你们换了身体, 本公子就认不出你们是谁。 若本公子死在这里, 你们这帮敢抢诱侯未运粮船的畜船, 一个个都要被诛酒足。 少他娘的废话。 李锦怀假装用力砸郑昌明的脖子, 实在又捏破一个鲜红的染料包, 江神快快显灵, 刚冲到船边的王阿灵, 也被血流吓到了, 快速向左右动。 嗯, 郑昌明低音一声, 死死盯着王阿灵威胁道, 你们再不走, 本公子就一个个念你们的名。 一, 二, 三, 王, 撤。 王阿灵不敢再上前, 高声吼断郑昌明的话, 转身游走, 几十个水鬼跟在他身后, 快速没入黑暗之中。 叮铃铃, 一老六继续挑招魂舞, 江神显灵, 收鬼轻路, 郑昌明望着这一幕, 抽了抽嘴角, 李大哥, 这位天师, 李锦怀黑黑一笑, 低声道, 是我家老爷在南海无名岛上救的, 怎么样, 有点唬人吧? 这可不是有点唬人, 而是万分唬人。 郑昌明感叹道, 钟馗也不过如此。 兄弟, 假装把我扔到水里去, 我也要逃命, 巧了, 他有个混号, 就叫赛中奎。 郑公子, 好走不走。 李锦怀说完, 抄起旁边一人高的麻袋, 扔进了江里。 配合包围船队的水鬼们撤退后, 黑衣人没了支援, 很快被标师们击退了。 沈哥派人偷偷跟了上去后, 命人快速打扫战场。 待浓烟散尽, 领川县城郑永贵带着二十多个牙柴德逊急匆匆赶来, 贺问发生了何事? 沈哥下船, 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郑永贵拉着脸道, 你们居然要用我儿的血, 祭祀江神。 沈哥一脸无辜和委屈, 是谁在大人您面前诬告草明。 衙门早就下文禁止用人血祭祀了, 草明等都是遵纪守法的老实人, 绝不敢违法乱纪。 船上人用儿子的血, 祭祀江神的一幕, 确实只有水鬼们看到了。 水鬼不能跳出来作证, 船上的邻家人更不可能, 郑永贵的脸拉得更长了, 郑昌明呢, 让他下船来见本官。 沈哥一脸悲痛, 方才有人偷袭运粮船, 仓皇之间, 郑大哥落入水中不知被冲去了何处。 草明已派人去找了, 一有消息, 草明立刻派人禀告大人。 郑永贵恨得咬牙切齿, 沈哥, 你当真以为本官奈何不了你? 对, 小爷我就是这么以为的。 沈哥有恃无恐, 但若不幸, 仅可派人到船上搜查。 这是又后卫的运粮船, 就是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公然上船乱翻。 郑永贵狠狠瞪了沈哥几眼, 甩袖转身就走。 郑永贵走后, 沈哥回眸, 见郑昌明站在船上, 虽只露着一双眼睛, 但夜视能力极佳的沈哥, 还是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悲痛。 也难怪郑昌明难受, 他老子, 郑永贵只顾问了儿子一句, 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父子之间闹成这样, 沈哥也不好说什么, 只上船拍了拍他的肩膀。 郑昌明苦笑一声, 今晚应该平安了, 于兄回房喜喜, 贤弟也早些安歇吧。 郑昌明走后, 沈哥走到林三姑身边, 不过他还没说什么, 便见管事林峰快步走了过来。 老爷, 三姑奶奶吸入了毒气。 林复吩咐身边管事几句, 又让沈哥快去歇息后, 快步去了林三姑的客房。 掐着自己的脖子, 难受地喘不上气来的林三姑, 此刻心里后悔死了, 因为他没想到毒烟这么厉害。 钱家三姐弟惊慌失措, 无助哭泣。 钱兰翠跪在地上哀求, 请大舅救救母亲。 钱宝翠也跟了过来, 跪在地上哀求。 钱财明低着头不吭声, 快要喘不上气来的林三姑, 憋得脸红脖子粗, 眼巴巴地望着大哥, 等他救命。 林复没有开口, 只是一婆子上前。 吃下婆子递过来的解药后, 林三姑犹如油烹的嗓子和胸腹, 才算好受了些。 他有气无力地摊在榻上, 声音嘶哑, 低不可闻, 小妹不争气, 又给大哥添麻烦的林复 见他无事了, 转身便走。 大舅, 钱宝翠见大舅一句话没说就走, 急得正要追出去。 钱兰翠一把抓住他, 带大舅走远后, 钱兰翠爬起来, 关上房门返回母亲身边, 压低声音问, 娘, 您看大舅。 哼, 死里逃生的林三姑躺在榻上, 哼了一声。 他当然知道这一招瞒不过大哥, 但他已经没法子了, 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他们姐弟五人中, 大哥是最心软的一个。 他就算他知道自己是故意的, 也不会看着自己难受成这样, 还敢自己下船。 林如玉得知林三姑中毒后, 十分无语。 跨言跨语的语音忍不住吐槽, 老爷下了言令, 林峰上下奔走, 让大伙捂住口鼻紧闭门窗, 他喊得那么大声, 云娟也低声道, 姑娘您看, 林如玉一点也不担心, 万事, 有爹爹做主。 第二日天一亮, 林家船队便起航, 继续南下。 船航行半日, 用虎头令通过三关, 又击退两拨水匪后, 林家的船队终于在后半上, 船过玉溪口, 用住太守亲笔手术的凭据, 顺利进入宣州。 进入宣州境内, 林家就不远了, 船上众人忍不住欢呼, 林副脸上也有了笑容。 傍晚时, 船队停靠在蒲县码头后, 婆子敲开了林三姑的方面, 三姑奶奶, 马车已经在岸上等候, 老爷请您收拾行李下船。 听了这话, 林三姑和钱宝翠三姐弟的脸齐齐变了色。 钱宝翠失声尖叫, 我娘都这样了, 大舅还要赶我们下船。 林三姑颤了颤, 无力靠在儿子身上。 钱财明扶住母亲, 绝望和屈辱涌到眼底, 挤红了眼睛。 钱兰翠悬泪欲气, 孙婶, 我大舅在哪? 孙婆子恭敬回道, 鹰爬立宫们粗手粗脚碰坏了三姑奶奶的务时, 老爷亲自在码头上盯着。 大哥这是一点退路都没给他留啊。 林三姑绝望地闭了闭眼睛, 直起身淡然吩咐道, 收拾东西, 下船。 见母亲脸色不好, 钱家姐妹也不敢再说什么, 吩咐婆子收拾东西, 一块下了船。 启程虽然仓促, 但林三姑带的行李并不少, 足足装了四辆马车。 林副站在马车旁, 正与两个管事说话。 贝尔女搀扶到近前的林三姑, 虚弱换了声大哥, 林副点头, 这是赵峰填庄上的管事。 三姑奶奶, 赵峰给林三姑行李, 声音洪亮, 姓赵。 林三姑心头一颤, 抬眸看了眼过来给他行李的人, 你是赵年的, 赵峰笑了, 三姑奶奶好记性, 赵年是我爹。 林副温和道, 三妹住进去后若有什么事, 可直接吩咐赵峰或找我奶娘。 林三姑绝望点头, 已经说不出话了, 赵峰的娘赵婆子, 是嫡母的陪嫁丫鬟。 大哥的奶娘, 林三姑未嫁时, 林三姑恨得甘疼, 却不敢再顶撞大哥一句, 等小妹身体好些后, 可以去父母坟前祭拜呢。 林副点头, 你有这个孝心自示好的, 不过现在不太平, 还是等朝廷平乱后出门为好。 大哥这是要将他们母子, 困死在庄子里啊。 林三姑握紧了儿子的胳膊, 颤声道, 我们母女有个安稳落脚地就好, 可财明还要读书, 在庄子里就, 还不等母亲说完, 钱财明已硬邦邦道, 娘在哪, 而就在哪。 娘和你大救才能放心啊。 钱财明明仅唇不吭声, 浑身满是抗拒。 林副一眼就看透了外甥在想什么, 他才不会跟着孩子一般见识, 庄子东行极力有私塾, 财明可以去私塾读书。 钱财明低哼了一声, 明显的不屑。 香叶私塾的教书先生, 学问还不及他呢, 他去了市, 教人还是求学, 还说不定。 赵峰看透了钱财明的心思, 笑呵呵道, 私塾的教书先生, 是咱们蒲县远近闻名的大儒, 他交出了两位县令, 一位学政。 表少爷跟着先生用心做学问, 将来定不可限量。 凭赵峰这么一说, 林三姑的眼睛立刻亮了, 欢欢喜喜地与林副道别, 登上了去蒲县田庄的马车。 赵峰带着林副送给他娘的一大车好东西, 也乐呵呵地跟了上去。 林副回到船上, 就见女儿双眼亮晶晶地望着自己, 忍不住笑了, 这是做什么? 林如玉挪过去, 爹爹好厉害。 傻丫头。 林副爱怜地摸了摸女儿的小脑袋, 叹道, 父辈的恩怨不该把孩子们牵扯进去。 若我扑好了, 能走多远, 全凭他自己的本事。 嗯。 林如玉欢欢喜喜地拉住父亲的衣袖, 父亲这几日都没洗好, 女儿让厨房准备了爹爹爱吃的饭菜, 咱们早点用饭歇歇, 明日就能到家了。 到了宣州, 匪道不敢再肆意作乱, 他们终于可以安心歇歇了。 用完饭后, 林如玉躺在床上睡觉时都挂着笑, 一夜无梦。 第二日傍晚, 船队靠近宣州城北码头, 安王之乱已起, 往日热闹熄嚷的码头变得冷冷清清, 所以前来接船的林家人变得异常显眼。 站在船上的林如玉望见码头上不住跳跃挥手的弟妹们, 也忍不住用力挥避。 爹爹, 我娘来接您了。 林副整了整衣冠, 一脸严肃。 大哥, 岸上的林二爷望见兄长, 摇臂大喊了几声, 然后低声语大扫道, 我哥晒黑了, 也受了防势用帕子擦着眼泪, 平安回来就好。 对, 平安回来就好。 大哥, 林二爷又激动挥秀。 爹爹, 大伯, 阿恒, 林如玉和阿东也激动地跟着吼。 带船靠岸, 分离两年的家人团聚, 自是说不完的话。 林如玉看着激动落泪的母亲, 忙着哄妻子的父亲和嗷嗷叫的弟弟, 忍不住落了泪。 家里人一个也不少, 都在, 真好。 瞧见卢玉春下船了, 林如玉低声跟母亲说了一句, 房氏擦去眼泪, 上前与卢家妇女寒暄。 看着落落大方的卢玉春, 房氏记忆大幅高兴, 又觉得大幅配不上人家, 带他多了几分热情。 卢道良见闺女与房氏相处融洽, 笑得异常舒心。 卢家人告辞, 沈哥也要带着大勇回了川街巷。 林副返回清义巷的第一件事, 便是换上校医, 去祠堂寄王妇。 带他从祠堂出来回到家中时, 嗓子都哭哑了。 一家人用过晚饭后, 林如玉回了已经建好的荣心院, 赖在父亲身上睡着的阿恒 也被抱回了自己的院子, 林副才得拥住自己的妻子。 这两年, 辛苦你了。 一直忍着的房氏浮在丈夫怀中, 气不成声。 从未见妻子哭成这样的林副, 心疼得手忙脚乱, 慌忙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 低声哄了半声。 好不容易哄得妻子不哭了, 林副拥着她, 正要问去年七月的事, 房氏已抬起头, 无比认真道, 就算是倾家荡产, 咱们也要出钱出力, 助朝廷平乱, 将安王世子贺炯明千刀万剐。 好。 林副应下, 娇娇和沈哥都没戏说, 父亲是怎么去的, 去年七月又发生了什么事, 娇娇的性情怎变了这么多。 若不是娇娇, 我和阿恒早就死在了去年七月的洪水里。 房氏窝在丈夫怀里, 从公公突然生病, 一点一滴讲起。 半夜, 细细立立地下起了雨。 林如玉新带的荣心院内, 盖着颈备抱着软枕, 一夜好眠。 第二日一早, 元气满满地晨练完毕, 去父母的一套院请安, 用饭, 被两眼通红的父亲紧紧抱在了怀里。 这是七岁之后, 父亲第一次抱他。 不用问, 定是娘亲昨晚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父亲了。 林如玉张嘴想笑着安慰父亲几句, 可嘴一张开, 眼泪便落了下来。 想哭, 忍不住地想哭。 林如玉抓住父亲的衣巾, 咬唇无声落泪。 父女俩各自平复情绪后, 林副弯腰给闺女擦眼泪。 过去这一年, 娇娇做得很好,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为父。 算计林家欺负他家人的仇家, 一个都不放过。 林如玉吸了吸鼻子, 劝道, 爹爹, 咱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 比什么都重要。 该报的仇也差不多都报了, 只剩下一个贺炯明, 不过贺炯明谋反定是死路一条, 不用自己家出手, 自有朝廷派人收拾他。 林副亲身问道, 娇娇药房里, 可有害死你祖父的那种食骨毒。 林如玉为了研制食骨毒的解药, 自然要将毒配出来。 林副拍了拍闺女的肩膀, 把药给为父一些, 不用致命, 只要能让他们痛不欲生就好。 你母亲还在睡, 咱们去外院用饭, 莫吵醒了她。 父女俩到了外院, 见林二叔正带着儿女, 阿恒和大夫陈恋。 往日恋得最不勤快的林二叔, 今日却异常认真, 看他架势, 恨不得在脑子上挂个牌子, 好让他大哥知道, 他有多刻苦。 林如玉忍不住笑了, 林副乃能看不出二弟的小心思, 不错, 我不在家这两年, 二弟越发长进了。 终于得了大哥夸奖, 正在扎马步的林二叔, 嘴脸到了后脑梢。 哪只乐极生悲, 谢了劲儿后腿一软, 直接坐在了地上, 扑痴, 站在旁边看热闹的温室, 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这一笑, 孩子们都跟着笑倒了, 就连稳稳扎着马步的大福, 也咧开了嘴。 想到菩萨给女儿是梦中, 一个个悲惨去世的家人, 林副万分珍惜眼前, 家人们的欢笑。 就如同女儿说的一样, 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比什么都重要。 事宜, 在用饭时, 向来对二弟十分严格的林副, 亲自给二弟加了两次菜。 林二叔受宠落惊, 一不小心吃多了。 饭后, 林副到父母坟前跪了一日。 他跪了一日, 林家三叔祖在家担惊受怕了一日。 不只是林家三叔祖, 林大姑, 赵家等那些在林康年不在宣州时, 算计过林家的人们, 也都胆战心惊的, 生怕林康年找他们算账。 第三日, 林康年怀揣着一份快头不大, 却质地极好的兵种翡翠制成的镇纸, 到宣州衙门拜会了太守大人, 一是感谢太守给林家做主, 二是感谢太守给沈哥的那张评句, 三是表明林家会鼎力支持宣州官兵守城。 趁着太守高兴时, 林副提出要去看看老李的二叔林景宗时, 祝太守自是凯然英语。 大夏以仁孝治国, 虽然律令严苛, 但对死刑的判罚很是谨慎, 为之甚行。 百姓犯了死罪, 证据却凿后, 须逐及上报到新阳三台衙门, 由三台衙门核准死刑, 下发正式的公文后, 方可执行死刑。 去年十二月, 宣州衙门已将全年应判死刑的犯人名单及罪状整理成册, 送去了新阳。 三台衙门核准死刑的公文已于三月份下发, 但按照衙门的规矩, 死刑犯要在秋后才能处斩。 所以, 林景宗父子还有半年的命, 等待秋后处斩的犯人是不准探视的, 直到行刑前一日才准家人给他送一顿断头饭。 林副得了太守应允后, 趁着夜色悄悄去了牢房, 见到了关在死囚牢内的林景宗父子。 神情麻木的林景宗盯着站在牢房外的人看的半上, 才认出了他是谁, 向后缩了缩林康赫则冲上前, 将手探到栏杆外, 声味俱下地哀求着, 大哥你终于回来了, 大哥救救我, 我知道错了, 这一切都是徐露元的主意, 我和我爹也是被逼无奈。 大哥虽然被判了死刑, 但林康赫还没绝望, 他觉得自己最不知死。 所以想方设法, 托人给二弟林康红送了信, 以他的上万两私产为条件, 诱着林康红想办法救他出去。 本已不打算管父兄的林康红, 在确认大哥真的有私产后, 立刻积极往往牢里送银子。 所以, 林景宗父子虽然被关着, 却没有吃多少苦, 现在道比年前气色好了许多, 身上的肉也长了回来。 林副无视林康赫的脏手, 撩一袍坐在狱卒搬来的凳子上, 只是狄亲的二叔林景宗, 我昨日去祖坟, 祭拜了我爹。 林康赫目光闪了闪, 不吭声了。 林景宗依旧木然地坐在草堆上, 似乎什么也没听到。 林副继续道, 我爹娘的坟头右边有两块空地, 那地方本来是留给二叔和三叔的。 但现在, 二叔被逐出了祖谱, 死后也不能葬在祖坟里了。 神情木然的林景宗身体一颤, 定定看向侄子。 我爹与二叔是一亩同胞的亲兄弟, 却似在了二叔的手里。 若是二叔能葬进祖坟, 我也不会来这一趟。 因为你是凶的罪, 自有林家列祖列宗和我爹一起, 跟你清算。 不过, 旁边站着林全从石河里取出酒壶, 在桌上摆了四个酒杯, 蒸了四杯酒。 林副端起其中一杯, 抬手敬天, 然后撒在了地上。 你被逐出祖谱, 埋不进林家祖坟, 死后见不到祖宗和我爹娘, 所以这笔账, 我得替我爹跟你清算了。 我爹临终前受的苦, 你们父子怎个不尝尝呢? 说吧, 林副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 分别往两杯酒里滴了一滴液体, 这害死我爹的东西, 二叔可还记得。 林锦宗吓得浑身颤抖, 用力往里缩。 林康贺也吓得面容惨白, 大声呼喊, 救命啊, 林康年要杀人了, 可认他怎么呼喊, 也不见有狱卒进来。 林康贺绝望了, 跪在地上不住给林副磕头, 大哥饶命啊, 伯父的毒室我父亲吓得, 与我无关啊, 大哥饶命啊。 一打开牢门的李锦淮和林权进入牢中, 抓死狗一样把林锦宗父子压到了林副面前。 林副抬手捏住他们的腮帮子, 强行将毒酒灌了下去。 看着跪趴在牢房地上, 用手直抠嗓子眼的林锦宗父子, 林副端起桌上的最后一杯酒, 一饮而尽, 转身就走。 林锦宗见他要走, 亮枪抓住栏杆吼道, 林康年, 冤有头债有主, 是安王世子贺炯明想夺你家家财, 霸占你闺女林如玉。 你要是有种, 就去找找安王世子报仇啊, 欺负我们父子算什么能耐林副停住, 欺负你们, 老子高兴。 你, 林锦宗气地剧烈咳嗽起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林康年去牢中的事情, 还是被有心人查知了, 有心人林大姑在张家书房里, 急得团团转,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康年肯定是去看二叔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 怎么办才好, 林大姑的丈夫张仲峰烦得不行, 他去就去, 你慌什么? 林大姑停在丈夫面前叨叨, 康年是什么性子, 你不知道。 他去牢里找我二叔和康贺算完账, 下一步就该来找我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啪, 张仲峰把手里的圣贤书重重摔在桌子上, 你有完没完, 你干什么了, 就怕成这样, 我, 林大姑是个火爆脾气, 别人跟他吼, 他的火气立时就窜了起来, 吼得更大声, 你说我干了什么, 还不是你没用, 天天与赵家合伙算计我林家的铺子和生意, 但凡你有点本事把家撑起来, 我至于吗? 我是为了谁啊? 男人, 特别是小心眼, 没本事又自视甚高的男人, 最讨厌别人骂他没用, 张仲峰也火冒三丈, 如果不是我, 你们娘四个能活得这么体面, 若不是, 你尚不能孝公婆, 下不能交子女, 我至于整日忙里忙外, 你除了会闹脾气, 还能做什么? 但凡你有弟媳妇一半的本事, 呼气地指着丈夫的鼻子大骂, 你竟然惦记我弟妹, 我说为什么每次仿婉婴去铺子, 你都颠颠跑过去, 原来是为了这个, 你,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张仲峰听妻子越说越离谱, 怒甩袍袖推门而出, 却见已经出嫁的大女儿呆呆站在院里, 张仲峰脸上一阵发烫, 咳嗽一声, 尽量心停气和问道, 你何时回来的, 现在兵荒马乱的, 怎没给家里送信, 让家里去接你, 张雨萍也只能硬着头皮, 假装什么也没听到, 韩笑语父亲道, 女儿想念您和母亲了, 所以回来探望, 追出来的林大姑听到大女儿的声音, 快步走出书房, 平儿, 娘, 几日夜没休息好的张雨萍见到母亲, 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林大姑握住女儿冰凉的手, 心疼道, 你是怎么回来的, 杰儿呢? 挨着母亲, 张雨萍才有了回到家的感觉, 哽咽道, 我们是坐马车回来的, 结而他爹带着他, 在前院跟大伯说话, 女儿想娘了, 林大姑埋怨道, 你这孩子也是, 想回来怎不提前打声招呼, 你大舅刚带着好几艘大船从长州回来, 你大船回来多好提到林家的船队, 张雨萍低声道, 娘没听大舅说吗? 林家的船队在河州遇到好几波劫匪, 死了好多人, 轻易向林家, 林二姑与房氏, 温氏和孩子们坐在堂中, 听林父讲他这两年在海上冒险的经过, 惊叹声此起彼伏, 欢声笑语不断, 带婆子进来说林大姑一家来了时, 屋里的笑声便停了, 今年正月初二, 林大姑一家来轻易想, 两家人闹得很不痛快, 房氏吩咐了在林父回来之前, 不准张家人再登林家的门, 此时, 林父一听妻子讲过了, 他沉稳吩咐道, 请他们进来, 林大姑和两个女儿进入房中, 看到弟弟, 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 康年, 你这两年在海上受罪了, 张宇珍上前抱住大舅的胳膊, 简直比见到亲爹还亲, 大舅终于回来了, 宇珍好想你, 张宇萍把儿子网上抱了抱, 姐儿, 这是救老爷, 救老了, 还不到一岁半的贺淑节有些认生, 抿着小嘴儿, 盯着面前的一群人不说话, 怀孕五个多月的温室, 看到孩子就喜欢, 笑音音的摇晃手, 吸引小家伙的注意力, 房氏起身上前, 含笑道, 宇萍什么时候回来的, 舅母, 我刚到家, 听说大舅回来了, 便带着孩子过来看看, 张宇萍怀里的孩子见到房氏, 很是出人意料地张开小手要她抱, 房氏把她接过去抱着, 把一屋子女人斗得乐成一片, 众人笑语欢声之际, 张宇珍凑到了林如玉身边, 可怜兮兮道, 我在家养了几个月的伤没过来, 表妹就有我身份了吗, 见我也不叫表姐, 正月初二那日, 张家的马车离开轻易巷后出了意外, 林大姑伤了胳膊, 张志伸崴了脚, 张宇珍被哥哥踩了一脚, 伤到了腿, 一家三口在家中养了两个月的伤, 在自己家里, 林如玉才不惯着张宇珍的臭毛病, 嗯, 生分了, 张宇珍气得一跺脚, 转身去找大舅给她做主, 却被正在跟两位旧母和姨母谈笑风生姐姐拉住了, 张宇萍笑语盈音说着, 儿子学走路的时, 是呢, 这个月脱了冬衣, 才走得稳当了, 张宇珍甩手想让大姐放开自己, 却被大姐回眸瞪了一眼, 只得老老实实站在旁边, 听他们说话, 房氏将他们姐妹俩的小动作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只当没瞧见, 依旧温和, 笑着听张宇萍说话, 林如玉站在母亲身边, 紧盯着张宇珍, 以防她忽然发神经, 伤到母亲他们这边热热闹闹, 林家姐弟仨那边, 却冷冷清清的, 两个姐姐都到齐了, 林副想着, 有些话要跟家人交代清楚, 变道, 大姐, 二姐, 随我来, 林副直接把两个姐姐带到了父母在逝世居住的院中, 父母已故, 正堂中再无父母的英容笑貌, 只剩供桌上的两块冷冰冰的排位, 林大姑和林二姑见了, 忍不住落泪, 待林二叔也赶到后, 姐弟四人进屋给父母磕头, 上香, 然后, 林副指着地上的蒲团, 平静道, 大姐, 二姐, 二弟, 都坐吧, 要, 坐在父母排位前, 林大姑心里愁愁, 转头, 却见二妹和二弟已经坦然坐下, 她也只得硬着头皮坐了, 林副撩一百坐下, 讲起了三妹的事情, 钱江平与海盗勾结, 欲抢夺我带回的海船, 已被官府问罪, 三妹母子四人在长州无处落脚, 我把他们送去了蒲县赵家庄, 因丈夫在衙门做事, 林二姑早已知晓钱江平的事情, 并未惊讶, 不过听到弟弟把三妹送去了母亲的陪嫁庄子, 嘴角还是忍不住往上挑了挑, 这么安排, 甚好, 在家中养了三个月伤的林大姑则惊得张大了嘴巴, 钱江平是鬼迷心窍了, 居然跟海盗勾结算计自家人, 林副看着大姐, 道, 算计自家人确实是被鬼迷了心窍, 林大姑被包地看得心虚, 不敢再多问, 转而提起父母, 总算有父母在天之灵保佑, 你才能平安回来, 康年不孝, 父亲病重时未能在床前示极, 父亲过世后未能给他老人家送终, 辛苦大姐, 二姐和二弟了, 林副又给父亲磕了的头, 才跪坐在蒲团上继续道, 有父母保佑, 再加上娇娇, 大福和沈哥不顾生死出海接我, 击退上百海盗, 才能护着我平安靠岗, 林二叔紧跟长兄, 大哥说得对, 我本想让玉清跟着娇娇一块去长州, 娇娇却恳请他表哥留下, 帮着照顾家里, 这孩子去年遭了难, 一息之间就长大了, 懂事得让人心疼, 林二姑夸完侄女, 见二弟眼巴巴盯着自己, 便勉为其难补了一句, 二弟也长进了许多, 林二叔咧嘴冲着二姐笑了笑, 又转头眼巴巴看大哥, 林副对二弟也是不吝赞赏, 二弟确实能干了, 现在传行和绸缎中的生意是他在照料, 都做得有模有样, 被大哥和二姐表扬后, 林二叔笑得合不拢嘴, 仰望着父亲的牌位道, 爹您听到没, 哎有出息了, 您老就放心吧, 听了二弟的话, 感情内敛的林副好悬眉落下眼泪, 去年七月, 晚阴和孩子们在骑县先遇肥险又遇洪水, 二弟得到消息后, 立刻乘船去骑县寻人, 若不是你, 他们母子还不知道吃多少苦, 林二叔打断大哥的话, 诚恳道, 大哥,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都是小弟该做的林副欣慰地拍了拍二弟的肩膀, 继续道, 二弟不在宣州那段日子, 家里多亏大姐和二姐照料了, 林二姑不领这份功劳, 我没照看什么, 是大姐带着雨珍和智生住在家里, 里里外外照应着, 辛苦大姐了, 林副向大姐道谢, 没提大姐阻拦二弟, 不让她去寻找自己亲儿的事, 她住在娘家可不是为了照应, 但林大姑脸却不红气不传的阴亡, 都是应该的, 咱们姐弟之间没必要说这些, 好, 林副画风一转, 那大姐便当着父母和众弟妹的面说一说, 你为何要在娇娇历尽艰险回家后, 四处散播她被山匪夺了清白的谣言, 林大姑的脸色历时变了, 瞪大眼睛就要否认, 林二姑赶在她开口前道, 大姐, 爹娘等着听吗? 林二叔左看看大哥二姐, 又看看欠教训的大姐, 干脆低头, 缩成一团, 父母排位前燃着四处香, 香味浓地让林大姑喘不上气来, 她捂着胸口, 难受地喘了几口, 却见大姐盯着她的眼神, 还是像是在看犯人, 心中的委屈, 一下就忍不住了, 林康年, 我是你清姐, 外人欺负我也就罢了, 你也要欺负我吗? 看着我过得不好, 你们一个, 两个, 三个的, 都看站在一边看热闹是不是? 是不是? 林父平静道, 大姐, 咱们都三十多岁了, 林二叔提起头, 小心翼翼提醒, 哥, 大姐今年四十了, 林二姑, 林父, 林大姑愣了一下, 哭得更厉害了, 是, 我都四十了, 你们看看, 我过的什么日子, 你们过的什么日子, 你们一个个的都看我笑话, 我可是你们的清姐啊, 这么多年, 你们谁管过我, 我在张家过的什么日子, 你们心里都明白, 林大姑越哭越委屈, 越委屈声音越大, 但是屋里没人搭理他, 等他哭够了, 林父被晒黑的脸上依旧没有表情, 我再问大姐最后一遍, 你为何派人散布谣言? 喽, 林大姑打了的哭格, 眼睛不住转扬, 大帝一向重情, 见不得家人受苦, 本以为他拉下脸哭一顿, 大帝就会心软了, 但是他没想到, 大帝出了烫海归来, 心肠便硬成了, 不对, 他不是心肠硬, 而是娶妻生子后, 不拿他当亲人了, 林大姑悲从中来, 剃泪横流, 我还能为了什么? 我家智生哪里不好, 怎就配不上娇娇了? 见大帝的脸冷了下来, 林二姑好心提醒林大姑, 大姐, 大帝是问你, 为何散布谣言? 你想好了再说。 我不过是想促成娇娇和智生的亲事罢了, 娇娇嫁到张家有什么不好, 智生是个有出息的好孩子, 我又是他亲姑, 再说这不是没成吗? 也没几个人信, 林大姑越说声音越小, 屋内静的只剩下挂在阎廊上的鸟叫声, 林大姑从没见过大帝这样, 他真得怕了, 顾不得二妹和二弟在场, 低声下去讨饶, 康年, 大姐错了, 大姐给你赔不是成布? 赔不是, 在自己出海未归, 阿英受伤躺在床上时, 大姐不念亲情算计她的女儿, 是一句错了就能抵消的, 香炉里的香烧尽了, 林妇起身又给父母上了一炷香, 转身盯着大姐道, 明杰是女子的命, 大姐趁着我不在家时, 想要了娇娇的命, 就是亲手断了咱们兄妹之间的情分, 以后除了父母忌日, 大姐不要再回来了, 林妇说完, 转身走了, 林大姑的心咯噔一声, 傻了, 林二叔见大哥走了, 连忙爬起来跟上, 屋里只剩了林家一对老姐妹, 被泪呼住双眼的林大姑哽咽道, 二妹你听听, 大弟这是说的是人话吗? 就为了这么点事, 她竟连家门都不让我进了, 林二姑也起身给父母上了一炷香, 悠悠道, 还是大弟脾气好, 如果大姐编排的是我家庭儿, 我定带着儿女砸破大姐的脑袋, 砸了张家的锅, 这话, 林大姑信, 因为她这个妹妹平日里不声不响的, 但发起脾气就不管不顾, 给她跟混子, 她连房顶都敢捅了, 所以林大姑从来不敢招惹她, 她敢编排娇娇, 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弟脾气好, 但是这回, 她把大弟也惹毛了, 林大姑越想越怕, 打了个机灵回神, 才发现房里空空荡荡, 只剩了她一个人, 她盯着母亲的牌位又哭了半嗓, 才起身离去, 林大姑红着眼回到厅, 带着两个女儿回家后关在房里, 赏午饭和晚饭都没用, 第二日, 张家请了郎中, 街上很快传出 林大姑回了趟娘家便病倒了的消息, 林大姑一道去逛街采买, 林如玉早早便起了, 用过早饭后带着二妹一道出了门, 马车到了梁道镖局分号院门前时, 如玉春已在路边等候了, 今日天气晴好, 晚春温暖而又明亮的太阳, 将如玉春纤细的身影笼罩在光辉之中, 看着便令人心生安宁, 林如玫拖着小脸感叹, 大福哥好有福气啊, 姐, 我也想这样, 林如玉看着二妹脑袋上的一圈小卷毛, 饿了, 你先学会心平气和, 两天不发脾气再说, 林如玫瞪大眼睛, 姐, 嗯, 林如玉应了一声, 挑车脸叹身, 灿烂笑道, 如姐姐, 快上来, 林如玉的容貌本就生得极为精致, 笑起来若春日临间快活的小鹿, 美得令人一不开眼, 站在门边送妹妹的卢震堂咳嗽一声, 警醒看傻了眼的俩标诗, 马车走远之后, 卢震堂回屋跟他爹讲, 幸好妹妹美美成如玉妹妹那样, 否则我可不敢让他出门, 卢道良白了儿子一眼, 有什么不敢出门的, 在宣州城中谁还敢招惹他, 林康年和沈哥可都不是好惹的, 卢震堂忽然想起来了, 对了爹, 4月16那天沈哥行拜师里, 他昨日送来了一张请柬, 您带着妹妹去吧, 一张请柬, 能近两个人, 卢道良白了儿子一眼, 你这虞木疙瘩脑袋, 沈哥的意思是让玉春跟着如玉去, 咱俩一块去, 见了人要精神着点, 别给你妹妹丢人, 要是安州之乱一年半载平息不了, 咱们怕是也要在宣州城扎根了, 寿州也乱起来了, 幸好这次卢道良为了给女儿称面子, 把镖局里大半人都带去了长州, 又跟着林家一块来了宣州, 否则这会儿还不知愁成什么样, 安王一反, 长江沿岸各州真是乱成了一锅州, 只剩宣州和涉州最安稳, 一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太守得力, 二是渡城后将军带领三千兵马, 驻守在宣州和涉州交界处, 足以震慑萧小, 可以预见, 这场叛乱若是断时间不能平息, 宣誓二州会成为百姓们的避难所, 随着难民涌入, 宣州物价必定要上涨, 卢道良想到镖局仓房里, 马放的一袋带粮食, 心里踏实极了, 良殿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百姓们或提着布袋或背着箩筐, 伸长脖子交集向前张望, 如玉春看到这一幕, 捐绣的柳叶眉微微促起, 粮价怕是要涨了, 去年宣州遭了灾, 百姓们手里本就没有多少沉粮, 现在新粮还喂下来, 战乱起, 囤粮就是保命, 供给没增多少, 需求激增, 粮价是肯定要涨的, 太守大人已经下了公文, 严令粮商不可囤积居齐, 粮价不会涨太多, 说到这里, 林如玉越发佩服父亲了, 在得知安王要谋反之后, 一个时辰之内, 父亲竟把长州码头三个大粮仓的粮食, 全都搬上船拉了回来, 并将一半粮食以禁价送进了宣州官仓, 这些粮食再加上宣州粮商手中的粮食, 足以支撑到下粮入仓, 最要紧的还是要尽快平乱, 长江上的货物和粮食开始流通, 林如玉看着到两旁邪老待幼, 逃难而来的茫然无助的百姓们, 心中把安王和贺炯明翻过来调过去骂了一个遍, 为了一己私利, 践踏人命的畜生, 就该千刀万剐, 逛到晌午, 林如玉将卢玉春送回镖局, 返回清义巷, 见到丫鬟们只抱着几个小盒子, 温氏差一道, 逛了半日, 只买这点东西, 林如玉摊在椅子上灌了一盏茶, 兴致缺缺, 没见到什么好东西, 所以我们只脸宁和伯母买了些弄云斋的点心, 林如玉解释道, 因为路两边都是难民, 为了安全, 我们没怎么下车, 温氏叹了口气, 造孽啊, 幸亏有沈存玉将军在, 否则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 长江六州的百姓们都在盼着沈存玉将军攻下安州城, 擒住反王, 沈存玉身上的担子重达千军, 想到昨日沈哥预言幼稚的模样, 林如玉就知道他已经动议, 想去幼侯卫与沈存玉一起攻打安州了, 其实, 不止沈哥想去, 林如玉也想去, 他想手刃筹家, 转眼间便到了沈哥拜师的日子, 宣州城上至太守, 下至与沈哥有交情的商骨, 云集芳华园, 从不收徒的六州第一影视东竹石启青, 今日要收沈哥为弟子, 能亲眼目睹这一盛世, 是莫大的荣幸, 即是一道, 身着石下书院学子流行的青色区居禅一的沈哥, 进入堂中, 驻太守, 三山书院的山长, 宣州各氏家组长, 商家家主的见证下, 跟随恩师上香祭拜祖师后, 向恩师行拜师礼, 地上拜师帖, 弟子沈哥拜见恩师, 东竹先生接过拜师帖和拜师查, 向唯一的弟子训诫门归, 仲家子弟看着这一幕, 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姑娘们这才发现, 原来沈哥身姿这般挺拔, 面容如此俊了, 林如玉站在母亲身边, 既替沈哥高兴, 又感到无比骄傲, 房氏也满是欣慰地看着这一幕, 并用余光打量现场, 将在场朱家夫人, 姑娘的神色, 将那些直勾勾盯着他家女婿的人, 都记载了心里, 弟子紧记恩师教导, 沈哥听讯后, 在拜起身, 便是东竹先生名正言顺的唯一弟子了, 毕竟还年轻沉不住气, 站在恩师身后, 备受瞩目的沈哥, 望着林如玉笑得神采飞扬, 这一下, 林如玉和沈哥一样, 成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他没有任何不快, 大大方方向沈哥回以微笑, 祝贺他拜的名师, 注重仪表的灵妇瞪了女婿一眼, 让他收敛着先, 沈哥立刻老实了, 将这一家人的眉眼官司看在眼里, 东竹先生吕嘘含笑, 拜师礼后, 紧跟着拜师宴团景促的芳华园内, 宫愁交错, 欢声笑语, 房氏与自己的好姐妹赵夫人坐到了一处, 林如玉与二妹, 燕青表妹和赵景染同桌而坐, 一脸怨妇一样的宋秀英走过来, 不情不愿地跟他们坐了一桌, 不住拿眼睛挖林如玉, 那架势, 恨不得用眼神把他铲出去, 去年, 作为万象拍卖行与辟邪案的参与者之一, 宋秀英的父亲宋天祥, 受刑账赔营, 活成了宣州城的笑话, 受此事所累, 宋秀英被退清, 成为宣州城中被人热议的, 17岁还未定亲的老姑娘, 宋家妇女将这笔账算在了沈哥头上, 恨不得杀了她, 林如玉是沈哥的未婚妻, 是宋家生意上的劲敌林家的女儿, 是去年在赵景欢的吉吉宴上, 当众打了宋秀英一巴掌的人, 三仇恨叠加之下, 此刻宋秀英见了林如玉, 恨不得用筷子戳瞎了, 她的眼睛我让你漂亮, 我让你得意, 林如玉看着气成河豚的宋秀英, 缓缓笑了, 姐就是喜欢看你这副看不惯我, 却有无可奈何的样子, 林如玉这一笑, 直接把宋秀英气炸了, 她咬牙切齿, 想骂林如玉, 不过是寻了个无根无稽的逃荒难民, 当女婿罢了, 你得意什么? 但话在嘴边, 宋秀英却不敢骂出口, 因为她母亲好不容易才求了姨母带她进来, 为的是让她露露脸, 尽快寻门好精神, 若在这里再被林如玉扇一巴掌, 她就真得没脸见人了, 林如玉才不会被一个无所谓的人影响心情, 她与二妹, 表妹和赵家姑娘有说有笑, 心情舒畅, 今日是沈哥拜师宴上每一道菜, 都是她与沈哥提前过来订好的, 不好好品尝, 简直是对不起自己, 见林如玉带头孤立她, 宋秀英气都气饱了, 哪还有胃口吃饭, 端庄坐着忍到严席散后归家, 宋秀英气地把屋里砸了得稀巴烂, 坐在桌边哇哇大哭, 得知女儿在沈哥的拜师宴上被林家丫头欺负了, 宋天祥的脸黑成了锅底, 养不教父之过, 林康年是你不仁在先, 休怪我不义, 林家风头正声, 你不要惹事, 欺负宋盘瞪了一眼儿子, 他们现在躲林康年还来急, 去主动招惹她, 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林家这点风头算什么, 待安亡, 闭嘴, 宋盘吓出一身冷汗, 恨不得用手里的茶杯把儿子的大嘴堵住, 宋天祥觉得父亲小心过头了, 父亲, 这里就咱俩, 怕什么, 宋家, 早晚得败在这个蠢货手里, 宋盘气得眼冒惊心, 管家, 将这畜生押去祠堂, 没有我的准语, 谁也不准将他放出来, 将逆子赶出去后, 宋盘按着疼得一跳一跳的额头, 疼得浑身直抖, 他颤巍巍地从小药瓶里, 倒出黄豆粒大小的黑色药丸, 送入口中, 半赏才缓过这口气, 睁开眼看着药瓶里仅剩的一粒药, 又颓败地闭上了眼睛, 老爷, 管家回来后, 见到老爷这般模样, 十分担心, 宋盘身影几声, 粮食备好了, 管家低头, 一百袋稻米已经装传, 今晚就可以送走, 一百袋稻米能换回来一粒药, 一粒解药可撑半个月, 加上手里这里就是一个月, 宋盘心中烧鞍, 你亲自带着人去, 一定要小心, 是, 管家应下, 宋家的管家出城后不久, 贤英便将消息送到了林如玉面前, 宋家的管家出城去了城南的田庄, 药商宋家和张家, 绸缎于家, 是上一世贺炯明假扮安自远时, 跟他走得最近的三家这一世, 贺炯明以世子身份到宣州时, 这三家也是表现得最积极的, 所以在安王举起反旗之后, 林如玉便派人日夜紧盯着这三家, 看他们是否有一场举动, 安王造反抢地盘, 必定不会放过附属的宣州, 抢下宣州和涉州, 大江南岸可能就是安王的天下, 贺炯明在宣州衙门里安插的人, 已经被铸太守拔除, 现在他在宣州城内能用的内影, 表面上也就只有这三家了, 不过, 最先是宋家有动静, 还是有些出乎林如玉的意料, 因宋家家主宋盘, 是个不见兔子不撒婴的主, 林如玉点头, 派人跟紧了, 看他们想干什么, 第二一早, 贤英便把消息带了回来, 宋家的管事半夜时, 从城外的田庄偷偷运出一船粮食, 停在了野渡口, 随后, 山上有人下来拉走了粮食, 并将一个纯白的小药瓶放在了船上, 管家取药后, 就回了田庄, 位在外出, 药瓶, 林如玉挑了挑柳叶眉, 因怕打草惊蛇, 咱们的人没上前查看, 只分坐两路跟着管家和运走粮食的人, 贤英健姑娘对药瓶感兴趣, 便道, 我夜里去趟宋家, 把药瓶偷出来, 林如玉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不必, 但下次他们在交易时, 偷粮换主, 把药带回来, 又隔了两日, 跟踪运粮船的洛三回来了, 除了宋家, 沿途还有六户人家, 用粮食跟那帮人换药, 那帮人装满一大船粮食后, 轻易通过了饶州关卡, 林如玉点头, 饶州虽然没举起反旗, 但明显饶州衙门是倾向了安亡, 此事不是他能解决的了, 林如玉与父亲商量后, 林副直接去了衙门, 面见太守, 战乱之中, 粮食何其珍贵, 天天大把掉头发的筑太守得知, 竟有人偷偷为叛军酬粮, 气得差点不顾斯文, 直接掀桌子大骂, 半个月后, 宋管家再次偷偷出城, 用一百袋粮与大船上的人换回一瓶药后, 还没赶回田庄, 便被人用麻袋套住了, 待天亮时, 换粮的六家人和大船上的人, 都被压到了宣州大堂之上, 他们所换的药物, 则摆在了林如玉药房的桌上, 林如玉一番查看之后, 断定了此药的成分, 这是五毒门泄淫的秘质毒药之一, 是用乌头茧和四种蛇毒配置而成的, 中毒之人需半月服用一次解药, 林如玉听女儿提起过五毒门的谢瑶, 不服解药会如何, 林如玉看着黑漆漆的小药丸, 解药道, 不服解药后三日, 中毒之人会死于心痛, 如此歹毒的解药, 比起父亲中的十股毒, 也不成多让了, 林如玉再问, 解药难配吗? 林如玉摇头, 不难, 就是其中几位药材不常见, 不过咱们仓库里都有, 这就好办了, 林副将药瓶送到前院交给牙差, 据实已告, 听到折磨的他们痛不欲生的心脚痛, 不是病而是毒后, 包括宋盘在内的六人并没有觉得有多大意外, 特别是要伤宋家的家主宋盘, 他得了这个病后, 不是没郎中看过, 但郎中只说他迈向奇特, 却整不出症结所在, 他当时便知道自己被人算计了, 但知道又如何, 没有对方的药, 他就得死, 因为宋家的郎中拿着对方的药力, 却配不出同样效果的解药来, 有一城外的土财主仗着胆子, 磕磕巴巴道, 太, 太守大人, 草民也舍不得粮食, 可, 可如果没有解药, 草民就得死了, 草民也是, 请大人开恩, 让那帮畜生把草民身上的毒解了吧, 草民上有老, 下有小, 如果草民出了事, 一大家子可怎么活啊, 草民的媳妇怀孕七个月, 如果草民出了事, 六人卖残起连, 大堂内一片混乱, 驻太守一派金堂墓令他们肃井, 四平八稳道, 而等敷的不是解药, 只是暂时缓解症状的药罢了, 只要你们如实招来, 本官便让人味等解毒, 六人同时抬头, 睁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望着驻太守, 驻太守脸色一沉, 此乃大堂, 本官乃是一周之目, 难道还会框片等不成, 六人同时摇头, 喜出望外, 审问清楚之后, 驻太守回到内堂, 去见以再次等候的林如玉, 驻太守目光温和, 解药可配出来了, 听差官说林如玉能配出解药, 驻太守并没觉得意外, 因为上次就是她, 解了董文印身上的毒, 这个被人称作宣州第一美女的姑娘, 不是空有美貌, 去年林家在码头山御劫时, 便是她与贺炯明周旋, 利用贺炯明的人就出了她的母亲和弟弟, 今年三月, 她又带着船队去长州, 接回了她的父亲, 这样一个漂亮, 有胆略, 会医术又孝顺的好姑娘, 谁能不喜欢, 可惜驻家晚了一步, 没能敢在沈哥去求亲之前, 为孙儿求娶此女, 林如玉抬手行礼, 回道, 回大人, 应有几样药材, 需用特殊方法炮制, 三日后才能制出解药, 这是解药的配置方法, 请大人过目, 驻太守让林如玉落座, 才展开解药配方, 仔细看了一遍, 发现解毒的药方不是一个, 而是六个, 便问道, 这些解毒的药方从何而来, 林如玉如实道, 回大人, 这是五毒门门主新南平 杀孽徒谢遥后, 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新门主因怕毒药未获世间, 便将毒方撕毁, 只让沈哥抄下了六种解药配方, 害死明女祖父的十古毒也是出自谢遥之手, 不过读经上并没有记载十古毒的配方, 将毒方销毁, 只留解毒药方, 此举甚是稳妥, 驻太守又问道, 宋盘等人服用的解药, 与此方上记载的解药, 有何不同, 林如玉已经化验过孕良人带来的解药, 回道, 他们给的解药剂量不足, 所以不能彻底解毒, 原来如此, 驻太守与林如玉商量, 据宋盘等人所供, 得了心脚痛的不止他们六人, 林家药房中的药材, 能配出多少粒解药? 林如玉回道, 因其中两位药材较为罕见, 林家库房里的药材, 最多只能配出三十粒解药, 驻太守问明是哪两位药材后, 才继续道, 老夫派人凑齐药材送到林家, 丫头这两日辛苦些, 至少配出一百五十粒解药。 是, 林如玉毫不犹豫地应下, 这丫头办事干脆利落, 助太守越越看越喜欢, 越喜欢越想回去骂孙子, 解药配出来后, 就是断了安州叛军的良路, 未免林家因此招货, 老夫将对外宣称, 解药是衙门之初的, 不过该属于林家的功劳, 待平安之后, 老夫会一五一十上报朝堂, 为丫头你请功。 林如玉开心硬了, 多谢太守大人体恤, 名女和家人会守口如瓶, 绝不将此事宣扬出去。 您看, 其他物装解药, 是否也各配置一百五十粒, 以备不时之需。 若宣州商骨, 都若林家这般, 他和仇守不住宣州, 助太守甚是欣慰地点头, 如此甚好。 林如玉悄敲敲出了太守府回到家中不久, 宣州新任的司仓书佐刘迅宽变到了林家, 与林妇和林如玉算出配置 尽千里解药所需的药材剂量。 定下剂量后, 司仓书佐定出需要从各家征调的药材清单 分发到各家。 拿到药材清单, 看着上边的珍贵药材, 张家家主心疼的好玄眉吐血, 跑去找宋盘商量对策。 林康年现在警报太守大人的大腿, 他肯定会如数上交药材。 但咱们可不能把家底都交出去, 否则, 出乎张家家主的意料, 铁公鸡宋盘这次居然大意领燃道。 张兄, 这么多年了, 衙门的手段他们可是清清楚楚争掉清单的药材, 起码比衙门实际需要的量多了两成。 这两成就是留给商骨们与衙门扯皮的空间。 废话, 老子等着这些药材救命了, 哪有功夫框你? 宋盘挺直腰杆, 一点也不觉得心疼。 张兄若不幸, 只跟看着便是。 看什么? 不笑片刻, 张家家主便看明白了。 宋盘这回真是转性了, 当着他的面清点了衙门征调清单上的药材, 然后封袋, 封箱派人送去了衙门。 此刻, 离着他们收到衙门的吊单还不足两个时辰, 林家的药材还没往衙门送呢? 疯了, 这老东西真是疯了。 铁公鸡拔毛肯定不是因为什么匹夫天下, 而是因为拔毛有极大的好处。 张家家主虽然不知宋家图什么, 但也急匆匆赶回张家药铺, 立刻派人将衙门征调的药材足量取出来。 二十年以上的单身, 直接装, 别给老子看, 老子心疼。 三十年以上的也生三七, 只能挑三十年的, 多一年都不行。 什么? 三十年的凑不齐征调单上的量。 那就三十一年, 再多一年都不行。 待林妇将足量的征调药材送到衙门时, 得知宋家和张家已将药材送来了, 心中暗笑。 为了不打草惊蛇, 宋家的管家半夜被抓和宋盘被带去衙门受审, 都是秘密进行的。 所以当私仓叔左刘迅宽找到林家时, 商议怎么才能让向来拖他的张家尽快交药材时, 林妇便提议刘家大征调的数量。 以他对张家家主的了解, 张家一交,疑神疑鬼的张家肯定跟上。 这不,第一条蛇就这么打中了。 这次贺炯明没对张家下手, 是因为张家家底已经快被掏空, 不值得下手吗? 林妇摸着胡须,含笑进入衙门大门。 林妇交了药材, 从衙门领了药钱便带人返回家中。 夜深之后, 刘迅宽偷偷派人将药材送到了林家。 林如玉看着满满三大车药材, 心潮旁派。 林妇拍了拍女儿的小肩膀, 再急的是, 也没吃饭睡觉重要。 先去睡觉, 睡足了明早起来再说。 好,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生活了十七年的林如玉, 万分认同父亲的话, 父亲也早点歇息。 第二日, 林如玉带着十几个林家的药师, 紧锣密鼓配置解药。 第一批配置出来的, 当然是宋盘等人中的乌头茧蛇毒解药。 提心吊胆半月后, 终于从衙门里领回解药的宋盘, 真知甚知将一粒羊粪淡大小的解药 倒在手心里时, 万分庄重地放在鼻前五袖了诱。 这, 宋盘颤抖着手, 将运良人给的黄豆粒大小的解药拿出来, 仔细对比之后发现, 两粒解药的色泽, 气味一模一样。 做了一辈子药材生意的宋盘, 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一口将大粒药丸吞下, 噎得直翻白眼, 好不容易咽下去后, 又觉得心在滴血。 他的药材啊, 管家看老爷脸色如此难看, 担忧道, 老爷, 这解药不对。 宋盘心疼得直抽抽, 解药跟咱们用粮食换来的解药配方相同, 只是药量不同。 跟了家主一辈子的管家, 立刻明白老爷为何脸色如此难看了。 宽慰道, 就算是相同的配方, 剂量不同, 效果也大不相同。 用错剂量, 可能致命。 道理宋盘岂能不明白, 这要是用八种药材制成的, 但衙门从业手里争掉走了三十五种药材。 好你个刘迅宽坑了, 他被私仓书佐刘迅宽给坑了。 刚结束禁闭的宋天祥, 走到书房门口, 听到父亲咬牙切齿地骂刘迅宽, 便接了一句, 父亲不必与那个短命的一般见识, 他们嚣张不了几日了。 等安王的人一直失东下, 包括住蒙真在内的宣州所有官员, 都是死路一条。 郑友气没出撒的宋盘见到儿子, 立刻火冒三丈, 闭嘴。 太守大人和刘淑佐日夜为宣州百姓操劳, 你不知感恩就罢了, 还敢诅咒为国为民的好官。 管家将这不思长尽的逆子带去祠堂, 罚贵时日。 是。 宋管家默默给少家主点了灯蜡烛, 老爷破钱免灾, 终于洗清了与叛军勾结的嫌疑, 少家主进来后就是一盆脏水浇到了老爷头上, 这不是自找不痛快吗? 轻易向林家内院, 忙碌半个月终于把所有解药配置好的林如玉,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太好了, 终于在大福哥澄清前完工了。 大福与卢玉清的澄清的日子是5月26, 今日已经是5月24了。 除了制药的小跨院, 林家别处已是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在药房里抛了半个多月的林如玉, 回到自己院中洗净一身药味, 跑到前院发现, 大福哥住的院子已经收拾干净齐整。 院子里摆了一座太湖石甲山, 甲山孔穴内栽种着珍贵兰草和小松树, 甲山下的水中养着招福那才的风水鱼。 林如玉一看, 便知这座甲山是父母亲手打造的。 这甲山不止吉利, 还可由牧逞怀, 放在院中再合适不过了。 林如玉进入房中, 发现卢玉春的第一批嫁妆已经送到了。 鸡翅木制成的秦桌, 云状木纹纤细浮动, 自然形成山水, 韵味十足, 难于红木书架, 木纹重鸾叠杖, 取一书山有路, 官之令人奋发。 鸡翅木制成的千公拔布床, 一件件有钱难买的上好家具, 不是一两年能攒齐地, 处处透露着卢家对女儿的重视。 被家里荡宝, 小心呵护着的卢玉春, 这一世将逃脱厄运, 与大福哥结成夫妻了。 林如玉越看越开心, 洁白细腻, 如上好瓷器的脸上都挂着红润。 跟林大福回来的沈哥看得呆了, 心中暗搓搓幻想, 他与如玉成亲时的模样。 二妹, 林大福见到半个月没怎么露面的林如玉, 高兴地咧开了嘴。 林如玉笑着点头, 我忙完了, 所以过来看看大福哥这边还缺什么。 大福认真回道, 不缺, 东西已经很多了, 再多就放不下了。 林如玉笑着点头, 再问沈哥, 这几日可还好, 没有什么大事, 你安心歇着。 没人去梁道标局送崔庄里, 我和大福不放心, 护送了一段。 在林如玉忙着制药这段时日, 监视宣州城内外的事情, 便都交到了沈哥手上。 按照宣州的婚俗, 澄清前两日, 男家送崔庄里到女家崔庄里有记, 五男二女扇, 粉斩, 化彩, 钱, 裹等物。 女家则已以金银双胜, 血, 护等物达之。 既然沈哥他们回来了, 女家的打脸也快该到了。 5月25, 澄清前一日, 卢家第二批送嫁妆的人到了林家, 并请了全服之人为新房铺房挂账卖, 放置房帘, 据珠宝首饰等物。 一个穿着补丁衣上的农妇, 领着两个小孩子找到了亲一项, 自称是林大夫的亲婶子。 大夫哥的亲婶子和俩侄子。 房氏正在忙碌, 林峰便将事情报到了林如玉面前。 林如玉想了想, 还真想起来听娘亲说过大夫哥还有个亲书的事儿来, 他们来做什么? 林峰低声道, 那夫人不肯说, 只口口声声说要见夫少爷, 小的看他的驾驶像是来打秋风要银子的。 姑娘, 看这事儿怎么办? 林如玉到后院找到正在学街清和拜堂里说的大夫, 将此事告诉了他, 然后问道, 大夫哥还记得他们吗? 穿着喜服的大夫刚被灌了一脑子澄清的事情, 正晕着, 他反应了一会儿才点头, 嗯, 二婶, 大牛, 二牛, 他们找到咱们门前来了, 大德打算见他们吗? 林如玉问道, 嗯, 大夫应了一声, 就往外走。 林如玉连忙提醒道, 大夫哥把喜服换下来再去, 林大夫换下喜服便往外走, 还不让林如玉跟着, 我爹说, 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好, 林如玉应下, 目送大夫带着他的小丝柱子向外走, 叫过林峰低声叮嘱了两句, 林峰连连点头, 跟了出去。 林大夫的父亲去世已有两年, 但他还记得父亲生前说的话, 这哪里傻了。 站在林如玉身边的闲音感慨道, 福少爷的记性挺好的。 林如玉笑道, 大夫哥只能记住他认为重要的人说的话, 以前, 他认为重要的人是他的父亲, 义母, 还有我这个义美, 等到了明日, 又会增加一个。 要增加的这个, 自然是他的大嫂, 如玉春。 站在林如玉另一侧的丫鬟云娟好奇, 姑娘, 福少爷现在还没把即将取进门的妻子当作重要的人吗? 林如玉笑眯眯道, 因为大夫哥的爹生前跟他说过, 能拜堂取进门的才是他媳妇。 所以现在, 如玉春还不是他媳妇。 明日林家要办喜事了, 不断有人进进出出, 也有不少人站在门外看热闹。 在这一片喜庆之中, 穿着破衣烂衫的一大两小三人, 便显得格外惹眼。 就这样, 大夫的二婶牛氏还嫌不够, 拉着两个孩子向围拢上来的人们诉苦, 侄子澄清这么大的事, 也没人给俺们送个信。 这真是不应该了, 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 牛氏低头, 用补着补丁的衣袖, 擦着一滴泪没有的眼角, 给儿子们识眼色, 见俩儿子不动, 他便偷偷踢了踢两个儿子的脚。 六岁的二牛被这么多人盯着, 有些害怕, 把脑袋扎在母亲小肚子上寻找安全感, 被母亲踢了, 也只是把穿着草鞋的小泥脚往边上挪了挪。 十岁的大牛想起了他娘叮嘱的话, 捂着肚子喊道, 娘, 我饿。 牛氏立刻接过话茬, 儿啊, 再忍忍, 等见了你大哥后, 娘就带你们回家吃饭。 立刻有看热闹的人道, 回啥家啊? 你们大老远地跑了来, 林家家大业大的, 还能不管你们一碗饭。 就是, 怎么这也得让孩子吃饱了再走? 都这么半天了, 怎么还不见林家人把你们迎进去? 不会是忙起来, 把你们母子的事给忘了吧? 有十分热心的老妇人给牛氏出主意, 看这俩孩子饿的, 你们还是再过去问问吧。 好, 牛氏也觉得等的功夫太长了, 刚拉扯这俩孩子往林家大门前走了两步, 就见有个十六七岁的少爷带着人从里边走了出来。 他仔细辨认了一会儿, 不敢置信地喊道, 傻福。 傻福这个名字, 小四柱子就把脸拉了下来, 我家老爷说了, 有人敢这么喊我家福少爷, 一律乱棍打出去。 牛氏是个窝里横, 被林家衣着光鲜的小四一瞪, 立刻耸地缩起了身子。 俺, 俺们喊了这么多年, 喊习惯了, 再说, 俺也没进去啊。 大福啊, 还记得二审部。 牛氏盯着一身新衣上的大福, 恨不得伸手把他腰间坠得玉佩抢过来, 一个傻子, 哪配得上这么好的东西? 大福点头, 认得, 认得就好办了。 牛氏心里高兴, 向前走了一步亲热道, 你这孩子也是, 澄清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给家里送个馅呢? 浓眉大眼的林大福盯着牛氏, 慢悠悠道, 不是家里。 牛氏的瞳孔颤了颤, 哭丧着脸问道, 大福拜了有钱的干爹, 就连你亲叔, 亲婶和弟弟们都不认了吗? 大福又摇头, 我爹说, 我们家给你们家断亲了。 哎呦, 牛氏一拍大腿, 拉长声音就要开始哭闹, 反正他是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闹大了他不怕, 丢人的是轻易向林家。 林峰上前一步喝止道, 闭嘴。 牛氏被吓得闭上嘴后, 林峰沉着脸骂道, 前年福少爷的爹病重, 怕他走后, 家里只剩福少爷一人, 便给你们两口子, 把家里的房子, 田地都给你们, 让你们给福少爷一口饭吃这事, 你们当没人知道吗? 牛氏心里发虚, 抱着小儿子就要偷偷拧他腰上的软肉, 让他哭闹起来, 门混过关。 林峰常跟着父亲巡视田庄, 对泼妇们的手段早就摸得门清, 怎么, 理亏了就要拧孩子。 牛氏的手一哆嗦, 放了下去。 林峰继续道, 你们不肯养福少爷, 两家断了亲后, 福少爷的爹才把他送来林家谋生。 这事村里人都知道, 大伙儿若是不幸, 可以去问他们村的理证, 段亲文书都写了的。 听林峰这么一说, 看热闹的人立刻站到了林大福一边, 指摘牛氏做得不地道, 被众人指指点点的牛氏, 拉着孩子跪在了大福面前, 痛哭道, 大福啊, 是婶子逼着你二叔不让他把你领回家, 一切错都是婶子的, 你二叔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呢。 大福啊, 你二叔快病死了,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一听事情又有转折, 看热闹的人们又开始摇摆了, 林大福在林家好吃好喝的, 拿出点银子就就快病死的二叔, 也是应该的。 众人的议论声根本没进了大福的耳朵, 他盯着痛哭流涕的二婶道, 你发誓。 啊, 众人愣了, 傻福就是傻福, 这会儿正说他二叔快病了, 他怎么忽然冒出一句发誓来? 旁人听大福说发誓时一脸猛, 但牛氏哭声却小了许多。 傻福, 什么时候这么有心眼了? 林大福的爹病了时, 家中还在世的最亲的人就是林大福的二叔, 所以林大福的爹想把儿子托付给二弟。 林大福的爹虽然平日里闷声不响, 但却是个有心眼的。 因知道二弟媳妇牛氏是个掐肩要强爱贪小便宜的, 所以林大福的爹跟二弟提出来, 把家里的田和房子都给二弟, 让他把大福养大时提了一个要求。 他要林大福的二叔和牛氏对天发独士, 把大福当亲儿子养。 大福的吃穿用住, 要跟他们的亲儿子一样。 林二叔响婴却被牛氏一把拉住了。 所以, 林大福的爹才带着儿子出村进城, 求祖里过日子过得最好的林如玉佳, 收留大福。 林大福的爹处理这些事, 一点没瞒着儿子, 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本事一股闹拳塞进儿子脑子里, 好让儿子平平安安过一辈子。 他爹说了, 对付二婶牛氏最好的法子就是让他发独士。 林大福把这话记在心里, 所以牛氏找来后, 他便直接让他发独士。 林峰见牛氏的模样, 就知道他在扯谎, 上前帮腔道, 这位大嫂没听见我家少爷的话。 只要你发独士说, 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虽然你们与福少爷断了清, 但福少爷就不会见死不救, 见牛氏哭哭啼啼不应声, 看热闹的人就琢磨过味儿来了, 纷纷开始指责牛氏。 他不敢发誓, 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话是假的呗。 为了额点银子, 救救自己的男人, 这样的媳妇可要不得。 老天有眼, 这样的人早晚得遭报应。 牛氏恼羞成怒, 爬起来骂骂咧咧道, 呸, 什么玩意? 当老娘稀罕呢, 要不是你二叔让老娘过来给你随份子, 老娘才懒得跑这一趟。 自己的娘又是下跪又是哀求, 傻福不止不给银子, 不让他们吃好东西, 还害得他娘被这么多人骂, 大牛上前就踹林大福, 我叫你欺负我娘。 林家这么多人在, 怎么可能让大福被一个孩子踢着? 看着柱子拦住大牛, 林峰阴沉着脸刚要派人把他们轰走, 便听有人喊道, 林老爷回来了。 随着喊声, 离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让出一条路, 林康年从外边走了进来, 林大福遵着规矩, 行李喊了声义父, 一看这情形, 林富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温和点头, 出了合适。 嘴皮子利索的林峰噼里啪啦, 便把事情讲了一遍, 林富的目光便落在了哭闹挣扎着 要踢打大福的林大牛身上, 平静道, 放开他。 是, 柱子松开手, 被人拉着时, 完了命地挣扎要打人的大牛, 被放开却老实了, 站在林富面前一动不敢动。 他这样子, 莫名像是隔着栅栏门, 敢冲着路人汪汪叫, 打开栅栏门后, 就吓得夹紧尾巴的怂口。 就在众人以为, 林富要开口教训牛氏母子一顿时, 他却只说了七个字, 送他们去见组长。 指这几个字, 就比任何训骄都令人胆寒了。 牛氏吓得脸都白了, 他想求林富饶他这一次, 但却哆嗦着不敢开口。 早知道林家的当家人这么厉害, 打死他也不敢过来打秋风。 爹爹, 阿恒见父亲回来了, 如燕龟巢般地奔了过去。 林富弯腰抱起儿子, 笑着给他擦了擦汗, 你娘和你姐呢? 阿恒抱着父亲的脖子, 欢快道, 我娘在跟全婶子说话, 我姐在厨房里。 妻女都在忙, 林富便没过去打扰。 咱们跟你哥去看她的喜福。 明日大福就要成亲了, 用过晚饭后, 林富把他叫进了书房, 待房门关好后。 大福依旧是寻常的平静模样, 林富的老脸却有些发红。 大福, 还有件事, 为父要跟你讲讲, 你可知何为夫妻? 大福望着义父, 一脸茫然。 看着义子懵懂茫然的模样, 林富揉了揉老脸, 这可叫他如何说得下去。 父子俩在房里, 待了半个多时辰, 书房的门才打开, 依旧一脸平静的大福, 跟着脚步有些紧急的义父, 先后走出来, 各自回院, 林富回到一套院, 抱着自己的妻子嘟囔道, 我把该说的都说了, 可我觉得大福没听明白, 房氏忍不住笑出了声, 林富又收紧了些手臂, 你还笑, 房氏抬手给丈夫顺顺毛, 没听明白也好。 玉春今年才十五, 先调理两年身子, 带过几年再怀孕, 生子也不迟。 感觉自己并没有被安慰到的林富, 哼记了两声, 气鼓鼓道, 别人我管不着, 反正娇娇必须等到十七岁才能出嫁, 早一日也不行。 当年, 我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林富哑口无言, 半赏才道, 阿英, 我对你好不好。 房氏应了一声, 靠在丈夫肩头, 若他对自己不好, 房氏也不会远嫁至此, 为他生而育女。 想到这里, 房氏便忍不住想起了在缅州的家人, 眉头微微醋了起来。 夫妻多年, 林富不用猜, 都知道他在想什么。 缅州虽然乱了, 但岳父和岳母他们都平安无事。 等操办完大福的轻事后, 我带着人去趟缅州, 想办法把二老接过来, 与咱们同住。 房氏摇头, 大哥和二哥都在, 我爹良音不会有事。 再说, 即便你去了, 他们也不会跟你过来的, 且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林富轻轻拍着妻子的背, 没再多说什么。 他也安排了足够的人手, 去缅州保护岳父和岳母, 以防万一, 若真到了紧急关头, 他是一定要走这一遭的。 林富虽不精通武艺, 但他有钱。 钱可以通神, 可以把缅州撕开一道口子, 把岳父岳母接过来, 也能用银子多找些人保护沈哥。 谁让他闺女就认准了那臭小子呢? 林富叹了口气, 咱们也早些歇歇, 明日还有的忙吗? 义父睡下了, 林大福还躺在床上, 想着义父跟他说的事。 越想越迷惑, 大福干脆不想了, 打了个哈欠, 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看着卢家姑娘的一车又一车的嫁妆, 从眼前经过, 路边围观的百姓们连声感叹, 傻福傻福, 真的是傻人有傻福。 死了爹娘没人要的傻孩子, 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宣州富商林家的义子, 还娶了梁道标局总标头的独女。 看看这排场, 看看这嫁妆, 就算傻福后半辈子什么都不敢, 只靠着卢家和林家, 也能过得叔叔坦坦的。 这福气, 真是逆天了。 林大福的二叔挤在人群里, 望着川喜福气高头大马的侄子, 领着叫走远了, 才挤出人群, 逆着人流往后走, 去林家族长的家里, 领媳妇和孩子。 轻易向林家门前鞭炮, 噼里啪啦响了许久才停住。 林如玉放下堵住耳朵的手, 呼吸着满是硫磺味的空气, 带着二妹跑到门外, 看新娘子吓叫。 宋家媳妇和媒婆, 连说带畅地撒下一地吉祥话后, 才挑起喜叫的叫帘, 把新娘子扶了出来高挑仙兽, 满头珠光宝气的新娘子以善遮面, 出现在众人面前, 现场的气氛瞬间达到高潮。 赞美声, 议论声, 惊叹声, 此起彼伏。 大嫂的头面好漂亮啊, 林如没拉着姐姐的手, 由衷赞叹。 张玉珍哼了一声, 酸溜溜道, 果然是开标剧人家的女儿, 脖子长得真结实。 这么多金银珠宝, 也不怕把脖子压折了。 林如玉淡淡看了张玉珍一眼, 她立刻闭上嘴, 露出一副讨好的笑容, 大嫂好漂亮, 娇娇你说是不是? 林夫怒了林大姑, 不让她再进家门, 所以今日林大姑和张仲峰夫妇没过来, 只张志生和张玉珍两兄妹过来贺喜。 大喜的日子, 他们既然来了, 林家人也没把他们拦在门外。 张志生进了门后, 便去找他二舅, 张玉珍在大舅母面前露了个脸, 便来黏着林如玉, 想方设法与她重修就好。 林如玉点头, 目光又转向了一对新人, 并随着他们赶往拜天地的正堂。 见林如玉不吭声, 张玉珍又凑上来讨好道, 表妹穿上嫁衣一定会更漂亮。 林如玉随口应了一句, 你穿嫁衣也会更漂亮。 样貌寻常的张玉珍被林如玉掖的, 好半上没说上话。 拜堂之后, 一对新人被送入洞房撒喜障饮和欢酒后, 林大夫去前院招待宾客, 如玉春留在洗房内歇息。 林家的女眷们轮番上前夸奖一番后, 也退出去吃席。 林如玉留在新房中陪着如玉春用饭。 表姐, 见张玉珍站着不走, 乔圆廷回头唤了她一声, 咱们该去听了。 去听做什么? 咱们留在这儿陪着表嫂一块用饭。 张玉珍看着婚房内美轮美奂的摆设, 眼睛都挪不开了, 哪肯离开。 当着卢家两位送嫁媳妇的面, 张玉珍这般举动实在是太给林家丢人了。 林如玉看了一眼二妹, 林如玉点头, 上前便拉了张玉珍的胳膊。 这里有我姐陪着呢, 咱们快走, 马上要开席了。 张玉珍敌不过林如玉的力气, 硬被她拖了出去。 卢家两个陪嫁丫鬟见人都走了, 轻轻把房门关上, 走进里屋, 心疼地看着规规矩矩坐在床上的自家姑娘。 姑娘身子弱, 折腾了这两个多时辰, 定已累坏了。 还没等卢家的宋家媳妇和婆子开口, 便放下了碗筷。 待月上中天宾客散去后, 院外安静了下来, 心房内的卢玉春紧张地用手指 嚼紧手中的帕子, 眼前发黑, 呼吸困难。 见姑娘的身子开始不稳了, 陪嫁的许婆子兴连忙上前扶住卢玉春的身子, 抬手握住了她纤细的手腕。 姑娘深吸一口气, 再慢慢呼出来, 别急, 慢慢来。 丫鬟和香连忙送上一盏热茶, 雪柳则手脚麻利地取出木匣里的宁神香点上。 为了照顾好女儿, 卢家安排的陪嫁婆子和丫鬟都是懂些医术的。 不是, 我缓一缓就好。 卢玉春靠在许婆子身上, 眼前一片血红。 昨晚, 他梦到自己嫁进了长州顾家, 外边安静下来后, 他在房中特特不安地等来的不是顾景, 而是一个猛面的灰衣人。 那人打晕了许婆子和两个丫鬟, 掐着他的腮帮子, 将一粒药丸塞进了他的嘴里。 卢玉春晕过去醒来时, 发现自己飘在空中, 他跌满身是血, 双眼通红, 一刀砍下了顾景的脑袋。 此刻, 他暗暗告诉自己那都是梦, 但房外的安静还是令他浑身冰凉, 呼吸困难。 昏房的门支扭一声打开时, 卢玉春抓紧胸口, 浑身血液都停止了流动。 少爷, 守在门口的雪柳和河香行李。 嗯。 大福应了一声, 迈步走进房中。 只是这样轻轻的一声, 在卢玉春耳中却犹如天籁。 眼前的血色褪去, 卢玉春缓缓张开眸子, 瞧见他的夫君林大福站在床前, 一脸平静地望着他。 他因吃了酒, 满脸通红。 卢玉春因走进来的人是他, 周身血液开始缓缓流动, 眼里拧起了泪。 吃了酒, 又被一母灌了一碗醒酒汤, 大福这会儿头还有些晕, 完全想不起没人说的礼数, 也想不起义父反复叮嘱他的那些吓人的事情。 他站在床边努力想了一会儿, 还是什么, 也想不起来, 便顺从心意却正在流眼泪的媳妇, 不哭。 卢玉春这才注意到自己竟然哭了, 他用帕子擦掉眼泪, 缓缓站起身, 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俩人就这么站着, 你看我, 我看你, 看着看着, 卢玉春就笑了, 夫君可用饭了。 晕乎乎的大福很是实诚, 没有吃饭, 只喝了酒, 吃了肉, 然后又喝了醒酒汤。 卢玉春温声道, 我也没吃, 咱们一块用些宵夜可好。 于是, 在喝酒吃肉喝醒酒汤后, 大福又吃了一碗云吞, 然后晕乎乎的去预防沐浴更衣, 回房睡觉。 几乎是一沾枕头, 他就睡着了。 卢玉春泄去紧张和不安, 小心翼翼地一到他身边, 将头轻轻靠在他的胳膊边, 也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一早, 新妇入堂拜公婆, 林妇和房氏, 林二叔夫妇刚凑齐, 林大福和卢玉春便到了。 这说明一对新人早就起来了, 不想让长辈在房中等候他们。 房氏和温氏对了对眼神, 一方面因卢玉春尊敬长辈而高兴, 另一方又因他起得这么早担心。 这俩孩子, 昨晚的洞房竹夜, 房氏见直挺挺跪着, 一脸平静的义子, 心中无声叹了口气。 他这个做婆婆的, 当真不好过问义子的房中事, 还是让他们俩自己慢慢摸索吧, 有时事情其实也不必手把手地叫, 水到渠自成。 新人拜见了四位长辈后, 林如玉带着弟弟妹妹们凑上前, 给好的荷包发了下去。 然后一家人分男女做了两桌, 开始用饭。 如玉春遵着规矩, 站在婆婆身后准备伺候羹汤, 但却被房氏拉住, 按在了身边的椅子上, 咱们家里没那么多规矩。 如玉春看得出婆婆不是虚假客套, 便谢了座, 安心用饭。 因前晚做了噩梦, 昨日又忙碌了一整天, 如玉春都没吃多少东西。 这会儿尘埃落定心安了, 他也觉得腹中饥饿, 比往日多吃了半碗粥。 饭后便叮嘱道, 你们院子里也有厨躁, 若大厨房的饭吃着不合胃口, 就在院子里坐着吃,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千万别亏了身子。 是, 如玉春乖巧硬亡, 新妇刚嫁进来, 房氏也不想说太多, 让他回自己的院子里歇着。 日久见人心, 慢慢相处便是, 一对新人回了自己院里, 坐在桌边你看我我看你, 还是如玉春先开了口, 异母说, 让咱们今日去祭拜爹娘, 夫君觉得何时去好? 林大夫老老实实道, 义母说, 让我听你的。 义母还说, 以后咱们院里的事, 都有你做主。 如玉春小脸又红了些, 爹娘葬在筑水村, 从这里坐车过去, 需要一个时辰, 咱们现在就去, 上午之前就能赶回来, 夫君觉得行吗? 哦。 大夫老老实实硬了一声, 旁边站着的柱子立刻道, 少爷少奶奶, 小的去前院安排车马。 大夫这院里, 原本有两个促使婆子, 一个管事, 和一个小司。 大夫成亲后, 管事林允搬去了外院, 所以现在院里, 加上伺候卢玉春的一个婆子, 两个丫鬟, 共有六个下人。 卢家陪嫁过来的两个仆从, 跟林允同住在外院里。 管理这么几个人, 对于帮着父亲打底标局多年的卢玉春来说, 简直是手拿把掐。 趁着这会儿功夫, 他理顺了院子里的人和事, 便和夫君去后院辞别一母, 出门去了筑水村, 祭拜真正的公婆。 大夫骑马, 卢玉春带着一个婆子和一个丫鬟乘车, 一起出城赶往筑水村。 在路上, 许婆子习惯性地摸了摸卢玉春的脉, 惊奇地发现自家姑娘虽忙碌了一个早上, 脉相依然平稳, 便忍不住喜上眉梢。 那活神先算的真准, 姑爷果然望自家姑娘卢玉春自是知道许婆子为何高兴, 他也很高兴, 忍不住挑脸往外看。 他本不信那挂师的话, 当初愿意与顾景定亲, 也只是为了让父兄安心。 与顾家的婚事黄了后, 父亲又找到了大夫, 如玉春从心里是愿意的。 因为, 大夫一看便是老实人。 如玉春自知身体不好不能劳神, 嫁给大夫这样性子的人, 他觉得省心, 安心。 今日公婆和小姑带他也如婚前那般, 更让他觉得踏实了。 如玉春心里很清楚, 邻家带他好, 是因为大夫是邻如玉的救命恩人, 而他是大夫的妻子。 想到昨晚两人交警而眠的事, 如玉春羞涩地咬了咬唇, 抬起白嫩细长的手指, 轻轻将车帘撩起了一脚。 几乎是他刚撩起车帘, 在旁边骑马随行的大夫便看了过来。 如玉春慌忙放下帘子, 羞红了小脸。 过了一会儿, 他又偷偷挑开车帘, 发现大夫又看了过来。 如玉春忍着羞涩, 冲他笑了笑。 大夫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静跳下马把马缰绳交给坐在车边的柱子, 钻进了马车。 骑马跟在旁边的凌允吩咐道, 柱子, 你骑着少爷的马。 好嘞。 跟车夫分左右坐在车两边的柱子, 直接从马车爬到了马背上。 许婆子立刻很有眼力地给少爷腾出位子, 钻出马车坐在柱子放在左的位子上, 车里只剩了一对小夫妻。 如玉春的脸更红了, 小声问道, 你怎么不起马了? 大夫不会拐弯抹脚。 你总看我。 如玉春, 马车出了城, 喧闹声远去, 只剩哒哒的马蹄声。 如玉春见大夫安安静静坐在车里, 没有一点不耐烦的样子, 这让他感到很舒服。 因为他的父兄、师兄和镖局的镖师们, 各顶各能闹腾, 闲少有这么安静的时候。 两个人谁也不说话, 却也不觉得尴尬。 马车晃悠了一个小时, 回到住水村后, 直奔林大夫家的祖坟。 如玉春下车时, 看到很多人站在不远处, 好奇地盯着他看。 林大夫没有跟这些人打招呼, 如玉春便当他们不存在, 扶着大夫的手下车后, 两人来到林大夫祖父母, 爹娘坟前烧纸, 扣手。 爹, 这是我媳妇。 林大夫把自己娶媳妇的事情, 告知了父母。 如玉春也规规矩矩磕头, 跟着喊了爹娘。 林大夫常来父母坟前祭拜, 很是习惯地跟他爹汇报最近发生的事, 今年雨水多, 庄稼都长得很好, 而也很好。 如玉春安安静静听着, 公婆坟头上没有杂草, 石碑也很干净, 看得出常有人来坟前清理。 林玉春想着待会儿问清楚, 若是族里人帮着打理的, 他是否该跟丈夫去给人家道谢? 祭拜完毕, 小夫妻俩起身, 林大夫转身看到他二叔的身影一闪, 躲到了树后。 他盯着那棵挡不住二叔的树看了两眼, 便带着媳妇往马车的方向走, 驻水村的人见他们要走, 连忙凑了上来。 大夫, 这是你刚娶进门的媳妇。 林大夫应了一声, 卢玉春从这些人看他的目光里, 看到了诸多情绪, 却独独没有善意。 看到这些人, 他有些明白为何公共在临死之前, 带着大夫进城, 让他到邻家做事。 因为村里的同族人中, 没有值得托付的人。 虽说村里没有值得托付的人, 但他们的祖坟在这里, 也就是说百年之后, 他和大夫要葬在这片山林里。 卢玉春面带善意和羞涩的略汉手致意, 便吩咐许婆子将准备好的喜取出来, 给村里人发了发。 为何不说两句? 丈夫不爱说话, 他连这些人是谁都不知道, 更没什么好说的。 带他们上车走远后, 林大夫的二叔才从树后站出来, 望着马车出神。 村里人幸灾乐祸, 别看了, 再看也不是你家的。 当初你如果把大夫留在你家, 这马车还不是任你使唤。 我瞧着大夫媳妇是个和善的, 你不如去求求他, 让他去组长面前说几句好话, 把你媳妇放回来。 林大夫的二叔闷头不吭声, 倒背着双手走了。 马车出了驻水村后, 见大夫拉开车帘望着村边的水田。 卢玉春便问, 夫君在看什么? 林大夫指着一块田, 那是咱家的, 给了足利。 卢玉春分辨不出夫君指的是哪一片, 只发现田里有个妇人正盯着他们看。 因离得远看不清他的表情, 但卢玉春却感觉到他摔大的动作里含着的怒气。 本是他家的, 现在成了足田, 是现在田里对他们有怒气的农妇。 这几样串联起来, 卢玉春便知那妇人是大夫二叔的妻子, 牛氏。 不对, 他家已与二房断了清, 以后两家不再走动, 这生二叔便可以免了。 听闻牛氏被义父派人送去了林氏族长那里, 看来是因触犯族规, 被族长罚了达理足田。 卢玉春转头看丈夫, 见他一转移目光, 盯着青山看, 便没再打扰他, 缩回车里歇息。 村里的路凹凸不平, 马车摇摇晃晃, 卢玉春紧紧抓着扶手, 快有些撑不住了。 许婆子探头看了一眼, 低声与车夫道, 不急, 慢一些, 太颠簸了, 少奶奶受不住。 马车连忙拉缰绳, 把车速又减慢了些。 林大夫听到媳妇会不舒服, 便不再盯着青山, 而是往里缩了缩, 挨着他坐着。 车速慢了些, 身边又有人, 卢玉春便放开了扶手, 轻轻蓄了一口气, 从抽屉里取出两块橘子, 递给夫君一块, 自己吃了一块。 让橘子一压, 卢玉春觉得胃力舒坦了些, 便低声问道, 夫君方才在看山吗? 嗯。 大夫应了一声, 半赏才诱到, 放羊, 小时候。 丈夫小时候在那里放羊们卢玉春好奇问道, 是用绳子牵着羊吗? 牵着头羊。 说到自己熟悉的事情, 大夫话也多了些, 其他羊跟着。 两人不急不缓地闲聊一会儿, 卢玉春便问起出城时的事情, 夫君怎会发现出城时, 我挑脸看你。 大夫老老实实地说, 感觉得到。 练武之人讲究眼观六路而听八方, 但卢玉春没想到大夫也这本事, 惊喜问道, 有人盯着夫君, 夫君就感觉得到。 狼。 大夫回道, 狼盯着, 也感觉得到。 卢玉春更好奇了, 夫君见过狼, 沈哥带我进山, 跟狼打猎。 大夫提起这件事, 明显很高兴, 狼很厉害。 卢玉春睁大眸子, 夫君还可以跟狼一块打猎。 狼不会咬你们吗? 狼听沈哥的。 林大夫说完, 又补充道, 不能告诉别人。 卢玉春忍不住问了一句, 不能告诉别人的事, 夫君为何要告诉我? 林大夫答得理所当然, 你是我媳妇, 异母说你不是外人, 咱们要在一个屋里过一辈子。 卢玉春将头轻轻靠在丈夫肩膀上, 夫君放心,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大夫应了一声, 媳妇不说话, 他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静静坐着。 感觉到媳妇的头一点一点时, 林大夫歪脑袋, 发现他在打瞌睡。 大夫盯着看了一会儿, 便抬胳膊搂住他, 让他趴在自己腿上睡。 他这一动, 卢玉春便醒了, 然后羞红了脸, 还没等他挣扎着爬起来, 大夫已经开始一下一下, 拍着他的背哄他睡觉了。 卢玉春愣住了, 他从小就没娘, 因着男女有别, 父亲和大哥虽然疼他, 但他七岁之后就没抱过他了。 现在被人这样抱着, 拍着, 他不习惯去, 很喜欢。 顺从地依在丈夫身上, 卢玉春抬手还住他的腰身, 把小脸贴在他的胸前, 低声道, 夫君不用拍了, 我先一会儿就起来。 大夫很听话, 说不让拍便不拍了, 老老实实抱着他。 这让他想起了抱着小羊膏时的感觉, 媳妇跟小羊膏一样, 暖哄哄的。 成亲三日, 卢震堂一大早来邻家接妹妹和妹夫回门。 见到妹妹面色红润, 卢震堂喜的嘴都合不拢了, 问他在邻家过得怎样。 卢玉春自是说样样好, 卢道良不放心, 教过许婆子仔细询问。 许婆子把这三日的事情仔细回禀, 最后低声道, 姑娘和姑爷虽睡在一块, 但没有圆房。 奴婢看邻家人的意思, 是想让姑娘先调理好身体, 再考虑子嗣的事。 为了让姑娘吃得好, 林夫人还特意招了个瘦周来的厨子, 进邻家厨房, 专门伺候姑娘的膳食, 还是我闺女有福气, 嫁了个好人家。 又当爹又当娘的卢道良站起身, 高兴地转了好几圈。 女儿成亲之前, 他也想着跟亲家商量, 让两个孩子晚些圆房。 但这门亲事, 是他为了化解女儿的劫难求来的, 林家全力配合, 曹半亲事毫不马虎, 他哪还好意思提更多要求。 没想到, 亲家连这个也想到了。 卢道良高兴了, 自然越看大夫越满意, 带女儿和女婿回亲一项时, 卢道良给他们往车上装的东西, 比他们带来的还多。 林家得知此事, 替一子高兴, 卢家是真心喜欢大夫这个女婿, 夫人以后不必再为大夫担心了。 这是多么美好的误会啊, 三朝回门后, 大夫与卢玉春的婚礼变成了, 可以安心的他们的小日子。 林家和卢家也终于可以抽出手, 忙活其他事情。 卢道良找到林康年, 与他说起自己要回寿州的事, 闺女在亲家那里, 我一百个放心。 闲了这些日子, 镖局那帮兔崽子都快长毛了, 我打算接几趟去寿州的标, 带他们出去走走。 身为当家人, 林副当然明白, 几十号人闲着不做事, 就会惹事。 再说, 这么多张嘴等着, 坐吃山空不是长久之计。 乱世, 对寻常百姓来说是灾难, 但对走标的标师们来说, 却是赚钱的大好时机。 不过, 镇堂和玉春都在这里, 大哥接了标, 让标头们去走就好, 为何还要亲自跑一趟? 卢道良直言道, 孩子他娘葬在寿州, 清明节我没能回去给他上坟送之前, 我怕他等得着急, 在那边没钱。 卢道良的妻子怀孕时, 仇家寻上门受了惊吓, 早产生下卢玉春后边去了。 这些年, 卢道良一手拉扯大两的孩子, 从未动过再娶的念头, 林副没想到他竟思念妻子至此。 不过, 若是阿英早他离世, 林副不敢再往下想, 真知道, 即使如此, 大哥不妨帮小弟押送两车货物去卢州, 回来时, 再从卢寿二周帮小弟押送粮食或药材回来。 多多一善, 卢道良自是爽快应下。 六月初三这日, 林家在芳华园摆酒, 为卢家父子践行。 因没有外人, 便也不分男女席, 两家人围桌坐, 边吃边聊。 卢玉春坐在父亲身边, 捕住叮嘱父兄要小心, 饭都顾不上吃了。 坐在他旁边的大福, 吃了一筷子醋鱼, 觉得滋味很是不错, 便夹了一大筷子, 很是仔细地挑了鱼刺, 然后把小蝶子推到媳妇面前, 吃鱼。 卢玉春低头看了一眼鱼肉, 小脸刷就红了。 长辈在呢? 大福怎么可以不先孝敬长辈, 就把鱼给他了呢? 卢玉春正要把鱼递给一母, 却见义父也将一块鱼肉, 送到了一母的小蝶里, 防侍抬眸正好与卢玉春的目光对上, 婆媳两个忍不住同时笑了。 林妇很是和蔼的点头, 大福做得很好, 深得为父真传。 您是怎么能一本正经说出这样的话, 而不脸红的? 众人笑声一片, 沈哥看看面前的酸笋, 又看看自己的未婚妻, 跃跃欲试。 他早就发现如玉喜欢吃酸的, 如果他给如玉加菜, 岳父大人应该不会揍他吧? 不会, 应该是肯定会揍他。 沈哥遗憾地放下筷子, 起身把酸笋放到岳母面前, 这笋很新鲜, 您尝尝。 岳母能吃到, 坐在岳母身边的欣赏人, 也就能吃到了。 沈哥笑容满面, 暗道自己真是太聪明了。 林如玉先给母亲加了一筷子炒酸笋, 自己也吃了一口, 小脸上顿时露出满足的表情。 卢道良左看看女儿女婿, 又看看沈哥和林如玉, 转头瞪了一眼没用的儿子。 卢震堂被父亲打骂着长大, 早就皮实了, 嬉皮笑脸道, 爹啊, 我没有沈子和大福疼着, 你也可怜可怜儿子, 给儿子寻个媳妇吧。 你这臭小子, 卢道良骂了儿子一句, 又惹得众人一阵大笑。 待沿袭撤下, 摆上清茶后, 阿衡, 阿东和林如玉坐不住了, 跑去旁边看鱼玩耍。 大人们坐在桌边闲话, 林如玉挨着母亲, 听得津津有味。 卢道良看看旁边玩啥的孩子们, 再看看乖乖坐在桌边的女儿, 和傻呵呵跟沈哥大福闲聊的儿子, 感慨道, 亲家, 人这一辈子过得真快啊。 我都还没觉得自己老呢, 一晃都已经四十多了。 林副笑着给他侦查, 我也一样, 总觉得如玉还是个小丫头。 他小时候的事儿, 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可转眼他就要嫁人了。 两个老父亲聊起孩子们小时候的事情, 然后林如玉心中暗道一声不好, 父亲肯定又要提到他小时候的糗事了。 果然, 林副又提起女儿小时候憨态可居, 天真无邪的傻事, 譬如被人说眼睛大, 便越睁越大这件事。 林如玉脸红, 一直竖着耳朵, 关注这边情况的沈哥, 冲着林如玉做了个鬼脸, 把林如玉气得瞪大了眼睛。 他这一瞪眸子, 逗得卢道良也跟着笑了。 卢玉丫头这眼睛是个大。 林如玉, 卢玉丫头自小就身子骨壮事, 我这闺女啊, 小时候没少造罪。 卢道良说起卢玉春小时候的事情, 林如玉出于好奇, 问起天年功法的事情。 卢道良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记得那天是七月十五, 穿儿刚满一周岁没多久, 鹰池东西闹肚子, 看遍了瘦州的郎中都看不好。 我记得没法子, 高价寻良衣也寻不到。 我记得没法子, 打算去外地扛一个回来。 旁边的卢震堂连忙替他爹往回找不? 爹, 不是扛, 是请, 对, 对, 是请, 亲家, 我是个粗人, 不会说话。 你们别跟我一般见识, 卢道良改口, 继续道, 那天我刚出门没多久, 就看到一个汉子抱着他家儿子打我家门口经过。 那孩子挖的一口, 吐了汉子一声, 都是当爹带着孩子, 我觉得那汉子也不容易, 就让他进我家清理清理, 换了两身衣裳。 那孩子也是闹肠胃, 吃东西就吐, 可那汉子急着赶路, 竟不肯带着孩子去看看。 我这个气啊, 桌上众人被他的话吸引了, 都认真听着。 卢道良抓起桌上的茶, 灌了一大口, 才继续道, 也是赶巧。 我送他们父子俩出门, 郎中给他按肚子看舌态, 他都不哭不闹的, 看得人真是心疼。 郎中给孩子开了药, 我按住提着要, 要走的汉子, 让家里人给孩子熬了药喝。 那么点个孩子, 那么苦的药, 他一口接一口全喝了。 走方郎中就沉下脸教训那汉子, 让他别只顾着赶路, 该给孩子吃饭时要给孩子吃饭, 该给孩子喝水时要给孩子喝水。 亲家你们说, 哪有这么当爹的? 灵妇和房氏连连点头, 坐在旁边听着真认真的沈哥, 脑中忽然闪过一些杂乱的画面。 沈哥出神并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 因为众人都在全神贯注地 听卢道良讲往事。 一个汉子带着一个生病的孩子 不给孩子看病, 不让孩子吃饭喝水, 只顾着赶路。 这怎么听怎么不正常? 林如玉推测道, 那孩子会不会不是他亲生的? 那孩子长得虽然跟汉子一点也不像, 但他黏着汉子也不像是拐来的。 我倒觉得, 他们是遇着仇家追杀了, 因为那汉子一看就是走江湖的, 且看面相也不像坏人。 卢道良行走江湖多年, 又因妻子被仇家害死, 对待着孩子逃难的汉子, 生生起几分同情, 我看他们实在急着赶路。 孩子喝了药后, 看着好多了, 便让家里人给包了些衣裳, 吃食和饮两, 用马车送了他们一段。 众人听完沉默着, 沈哥忽然问道, 伯父后来看见过那对父子。 卢道良摇头, 他们不是瘦州人, 后来再没遇着。 沈哥点头, 没再发问。 卢道良继续道, 我瞅着那走方郎中有些本事, 就请他给我闺女也看看。 那郎中打的是神医骨的不翻, 没想到还真有本事, 用药价按摩, 斟治好了我闺女。 我给了他双倍的枕筋后, 那郎中又说, 他急需用钱买药材, 便以一百两的价钱, 把师门的秘籍天年功法, 卖给了我, 说等我闺女大几岁懂事了, 就开始练此功, 保证他能长命百岁, 拿有一百两的秘籍, 就让人长命百岁的, 我也没当回事。 后来我闺女长到五岁时, 忽然自己把这本书翻出来了。 我想着, 这也是缘分, 就叫他开始练起行功, 没想到练起来后, 孩子身体真就健好了。 卢震堂接过话茶, 那郎中没准真是神医骨的弟子。 功法是好功法, 但神医骨的人那是那么容易, 就遇上的。 卢道良感慨一句, 又拿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 事情, 偏就这么敢巧, 那位给你们天年功法的, 真是神医骨的弟子。 阴心男嫔叮嘱过, 不让林如玉和沈哥, 向外吐露神医骨的事情。 所以, 林如玉也只是在心中默念一句, 没有插话。 他看向沈哥, 却发现沈哥正在出神, 不知在想什么, 面上竟带着一丝, 让林如玉想上前抱一抱他的落寞。 卢伯父说的这件事, 怎会让沈哥如此模样? 林如玉心中一动, 追问道, 伯父, 您说拿到天年功法, 那年, 他往前倒了十四年, 才把那是哪一年给算了出来? 永宁九年的七月十五吧。 沈哥回神, 转头看向卢道良, 当今天子的年号是钱昌, 先帝帝号永宁。 永宁九年, 正是武安侯沈上之的孙子 沈燕翼丢失的那一年。 沈燕翼是五月十七被人抓走的, 若是抓走, 他的人南下, 用十两个月, 在七月十五肯定能走到寿州。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对大夏纪年的方式非常熟悉。 卢道良点头, 是永宁九年。 不用林如玉再问, 沈哥直接开口问道, 卢伯父说, 那孩子吐了, 还在宁家更衣, 那孩子身上有没有胎记? 还真有。 卢道良对此事印象深刻, 那孩子长得白, 腿肚子上有块指甲盖大小的红色胎记, 他爹给他换衣上时, 我还以为是蹭的血呢。 沈哥与林如玉一口同声问道, 是哪条腿? 这个, 卢道良挠了挠头, 好像是左腿还是右腿来着, 我是真记不太清了。 房氏也明白女儿和沈哥为何如此失态, 平退扑从后, 认真问道, 亲家, 我们家的一个亲戚, 在永宁九年丢了两岁的孙子, 那孩子身上就有块胎记, 没准您当年遇到的, 就是我家亲戚丢的孩子, 亲家可记得他们去了哪里? 啊, 卢家三人都惊了。 卢震堂连忙道, 沈子您别着急, 我爹记性特别好, 肯定能想起来卢道良心中暗骂了一句, 专门坑爹的熊儿子, 诚恳道, 我记性是还成, 但这事过去了这么多年, 我还记得, 也是因为那走坊廊中治好了我闺女, 所以我才连带地记住了那汉子和孩子, 那汉子拿的是外地户籍, 从北往南走, 具体去哪儿, 我就真不记得了。 这才正常, 林傅点头, 过去这么多年, 大哥能记得孩子身上有胎记, 已是记性相当好了。 大哥可记得那汉子的模样, 卢道良描述道, 身量和个头跟我差不多, 看岁数应该比我大几岁, 眼睛挺亮, 一看就是练家子, 送他们的人是宁标局的标诗。 卢道良遗憾道, 那人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我再仔细想想, 要说想起什么来, 我再跟你们说。 剑行验散了后, 林如玉玩走几步, 低声问沈哥, 你是想起了什么吗? 沈哥点头, 卢伯父说话时, 我脑袋中忽然闪过, 自己抱着要往喝药的场景, 没有前因后果的。 林如玉停住脚步, 那会儿你多大? 很小。 沈哥低声道, 林如玉惊喜道, 那肯定是在你进狼群之前的时。 他既是起就跟狼群在一起, 后来出了狼群跟沈小岁进了乌纱阵, 所以很小的时候肯定是进入狼群之前。 沈哥目光茫然, 我也拿不准是真实, 还是做梦,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玄英和庄明他们。 林如玉点头, 看父母和卢伯父便走边说话, 便偷偷地伸手握住了沈哥的手。 沈哥立刻紧紧回握, 把他的小手攥在手心里。 此时, 无声胜有声, 因现在安周生乱, 第二日一大早, 众人送他们出了宣州城北城门, 带卢家妇女说完话, 林妇也与卢道良话别后, 沈哥上前低声问, 伯父, 永宁九年抱孩子, 经过您家的那个汉子, 是不是留着一寸多长的落腮胡? 卢道良仔细想了想, 还真是。 卢道良本想问沈哥, 怎么知道那人是落腮胡, 可还没等他开口, 沈哥便掏出了一幅画像给他看, 伯父您看, 是不是这个人? 卢道良盯着沈哥取出的画像, 仔细回忆片刻, 也有些拿不准, 猛一看挺像, 可我觉得不是精神气不对, 那人看着更憨厚些。 沈哥明白了, 将画像折叠好放入怀中, 叮嘱道, 卢叔, 车队收拾好了, 您路上务必谨慎, 河州那地界不太平, 尽量绕着城镇走。 我晓得, 卢道良谢过沈哥, 又想说两句多谢沈哥带着 大夫一块学本事的事, 可这话说出来显得生分, 卢道良便只拍了拍沈哥的肩膀, 带着徒弟们上路了。 送走卢道良后, 沈哥返回成第一件事, 便是回自己家找他清风的 河州神话手, 郑昌明。 郑昌明随着邻家的大船 到了宣州后, 便在川街巷买了一座 离着沈哥家不远的小宅子住下, 每日也咬牙坚持着 学些拳脚功夫, 打算等安王的叛军攻到宣州时 冲上去杀几个叛军立功, 赎罪。 他要赎的这个罪, 是他伯父和他爹 私通安王的灭门重罪。 若要赎此罪, 非得豁出命去拼一把不可, 否则不只是他, 他的母亲、妻儿、妹妹都会没命。 昨晚被沈哥从床上拉起来作画时, 郑昌明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 昔日, 他仗着家中英妇, 整日游山玩水, 作画论师, 并立志便由人间画下大下四美的红志。 红志至今未改, 只是在此之前, 他须得先杀敌报国, 恕罪。 甩了甩英习武而脱力颤抖的粗糙手掌, 郑昌明洒脱笑道, 以我现在的臂力和万力, 作画必能入目三分了。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郑昌明能做到如今这个地步, 沈哥对他也是佩服的, 小弟的字实在拿不出手。 等小弟的宅子建成了, 郑大哥帮我的院子题块匾额如何。 讲究的人家, 家中的园子, 园子都是要请人提诗词, 做成木匾或石刻, 挂在园中游廊内的。 能为亲朋好友的园子题诗, 也是一份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郑昌明立刻印下, 吃了两碗茶, 身体有了些力气后, 郑昌明站在铺开的画纸前, 按照昨晚做的画像再次做画, 沈哥站在旁边静静看着。 昨晚, 沈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听卢道良讲述往事时, 猛地记起了自己小时候被人抱在怀里, 捧着要碗喝药的事情。 若他真是沈燕疫, 14年前被抓十才两岁, 按说两岁的孩子是记不住小时候的事情的。 所以, 沈哥拿不准, 没将此事告知除了凌如玉之外的任何人。 终于迷迷糊糊睡着时, 沈哥居然梦到了那一幕。 他猛地惊醒后, 翻墙便去找郑昌明, 请他把自己梦到的人画了下来, 送行时请卢道良过目。 沈哥梦到的人眉目间带着凛然的杀气, 但卢道良记忆中的人一脸憨厚。 这也说得过去, 因为世人就懂得伪装。 沈哥盯着两幅画像, 心中无法平静。 去年武安侯初追查到确切消息, 得知抓了孙沈燕翼的人带着他一路南下, 所以武安侯才会冒险出京, 南下寻亲。 卢道良说那人似是在被仇家追杀, 所以很是匆忙。 卢道良本就是江湖人, 感觉十分敏锐, 沈哥相信他的判断。 若真是被人追杀, 那人很可能在危急时刻把沈燕翼丢弃在山林里, 或者暂时藏在山林之中, 然后沈燕翼被母狼发现, 叼走在燃后, 便有了他沈哥。 沈哥用双手捂住脸, 许久才平静下来, 开门把庄明叫进来, 将郑昌明刚做的两张画像都递给他。 这是十四年前抱着孩子经过寿州儒家之人的画像, 明哥将此画送去新阳, 请侯爷暗图寻人, 看是否能发现线索。 是。 卢道良讲述天年功法的来历之事, 庄明已听沈哥提起过。 此刻接过画像, 他的手都有些颤抖。 这个人, 侯爷找了十四年了。 若是让老子发现他, 老子一定, 庄明看清画像上的人顿时愣住了。 东家, 卢总镖头当年见到的真是此人。 沈哥一看庄明这样便知有了眉目, 不过还是谨慎道, 他说很像。 不过此人除了落三虎有些显眼, 五官很是寻常, 这样的面相并不少见。 确实如此, 庄明把邹顺和萧灵都叫了进来。 你们看这是谁? 郑昌明画功了得, 虽然画的是同一个人, 但两张画的神情却大不相同。 邹顺仔细看了一会儿, 也不敢确定, 看着有点眼熟, 想不起来又后卫的。 老肖, 你记性好, 你说呢? 他们这帮人之前都是跟着五安侯征战沙场的, 军中将士没空见面, 落三虎一抓一大把。 萧灵仔细看了一会儿, 闭上眼睛想了想, 抬头道, 这是安王府的曹衡。 庄明眼睛顿时亮了, 对, 我也看着像他。 他们俩都这么说, 邹顺又凑上前盯着看了一会儿, 肯定道, 八九不离时。 不必沈哥发问, 庄明便道, 曹衡是安王的近卫, 原本在左屯卫中效力。 左屯卫曾与右后卫一同镇守北亭都护府, 我等都与他打过交道。 安王夺卫失败, 逃出新阳时, 曹衡跟着一块走了。 沈燕一丢失时, 贺九明还在新阳, 曹衡当时很可能是奉命进京打探消息, 或送给贺九明送信, 然后带着沈燕一南下。 至于为何出京后, 曹衡没有直接走许州, 唐州和申州直奔安阳, 而是绕到了寿州, 庄明三人议论纷纷。 听着他们三人议论了一会儿, 沈哥开口问道, 曹衡现在还在安王府吗? 从安州的送回的消息里, 怎么没有这个人? 自打确认了贾安自远就是贺九明后, 沈哥没少往安州安插眼线打探安王府的消息。 现在, 沈哥连安王和他的四个儿子的八卦都打听得差不多了, 却从没听说过曹衡这好人物。 庄明三人也冷静了下来, 这么一说, 确实多年没有曹衡的消息了。 邹舜感觉不妙, 曹衡不会, 已经死了吧? 萧林皱起眉头。 庄明却没不在意曹衡的死活, 因为曹衡的画像是昨日深夜, 东家忽然跑去找郑昌明画的果如几人所料, 庄明通过武安侯府的路子探查消息, 几日后得到曹衡去年九月已经死了的事。 至于怎么死的, 原因不明。 我觉得曹衡的死与贺九明发现我有关。 沈哥趴在桌上, 茫然望着远方, 双目没有焦距。 林如玉也觉得, 沈哥说得有道理, 曹衡接到的命令可能是将你带回安州, 或者灭口。 他回去交差十三年后, 贺九明在乌沙镇发现了你, 定会派人送信回去, 追问当年曹衡是怎么处理沈燕翼的。 以贺九明殷勤不定的性子, 一怒之下杀了曹衡是十分正常的事。 曹衡死了, 就没有人能从曹衡口中查知沈燕翼是怎么被他带出新娘, 又怎么弄丢的。 林如玉盯着沈哥失神的脸, 半嗓才问道, 你在想什么? 沈哥虽然年纪不大, 但在人前却总是一副天下事都难不倒他的模样。 也只有在林如玉面前, 他才会露出如此脆弱的表情。 他望着心上人, 小声道, 我可能真的是沈燕燕, 可我腿上没有胎戒。 林如玉转身取来一本册子, 递给沈哥, 虽然沈一股没有回信, 但是我已经查问过不少人, 阳台里带出来的胎戒长大后消失的, 只宣舟城中就有两个, 你自己看。 沈哥打起精神, 仔细翻看林如玉记录下来的胎戒消失的情形, 看完之后, 他的毛子亮了不少, 可对上林如玉的毛子, 他又变得可怜巴巴的。 林如玉, 这是又想到了什么? 佼佼, 咱们今年就成亲好不好? 林如玉无语半生, 为什么要改着成亲? 沈哥心中不安, 心谋黯淡, 我怕岳父岳母知道, 我是沈燕燕之后, 不肯把你嫁给我了。 他说的是, 父母不肯把自己嫁给他, 而不是自己不想嫁给他, 他就这么笃定自己非他不嫁了。 林如玉眨眨眼, 好像, 还真是, 除了他, 不管他是沈哥还是沈燕燕, 自己都没想过要跟他分开。 沈哥见心上人发呆, 心里更没底了, 娇娇, 林如玉被他叫得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你不要这么叫我。 沈哥立刻改口, 如玉姐, 咱们已经定了亲, 不管早晚肯定要成亲的。 反正除了我, 你也不会嫁给别人, 除了你, 我也不会娶别人, 你还想娶别人? 听话听了半截的林妇黑着脸, 从外边走了进来。 沈哥一击灵, 立刻跳起来, 规规矩矩站好, 月, 林妇抬手制止, 他说下去, 别叫老子岳父, 你和娇娇还没成亲呢, 瞎叫什么? 林妇凶起来真挺吓人的, 所以林二叔见了他大哥, 才会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沈哥也有点怕, 但他更怕岳父误会, 连忙解释道, 方才小植说是说, 如果没做对不起娇娇的事, 怎么会突然给自己的闺女灌迷魂汤? 沈哥, 林如玉忍不住笑了, 替沈哥解围道, 爹爹, 沈哥是想早点把我们俩的婚事办了。 休想, 林妇一口回绝, 婚姻大事气可戏, 沈哥立刻认错, 是小植考虑不周, 请伯父息怒。 林如玉, 沈哥这家伙, 林妇是打心底里喜欢沈哥的, 也不忍心女儿陪他站着, 训了几句便道, 都站着做什么, 沈哥做了个鬼脸, 沈哥也偷偷地回了个鬼脸, 不过在林妇放下茶杯时, 俩人已快速恢复了正常。 林妇问道, 安州的局势, 你们怎么看? 沈哥从怀里掏出碾图, 铺子桌上, 岳父请看, 目前已明面倒戈或暗中投降安王的地界, 是缅州、 鄂州、 江州、 岳州、 饶州和河州六州。 这六州与安州一旦合拢, 将截断长江中游的水路, 令长江下游和上游无法通行, 沈哥指着地图, 调分履息, 为了造反, 安王已准备多年, 可谓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这东风便是炸毁沃龙堤后引起的民怨, 他想借民怨而起, 替天行道, 为民做主。 只是这鼓风没能吹起来, 林如玉补充道, 贺炯明假扮安自远到宣州, 一是为了除掉柱太守, 二是, 吞掉咱们邻家的钱财, 谢遥去长州和南边的码头, 是为了拉拢海盗, 为安州敛财, 贺炯明利用蛇毒控制宋盘等人, 是为了囤粮, 安州为了囤集钱粮, 无所不用其极, 应该是他们造反的钱粮还没凑足。 沈哥继续道, 沃龙堤绝地的真相已被沈将军和和大人挖了出来, 安王才会提前举起反旗。 林副言道, 他早晚要反, 这一仗也是早晚要打的。 林副在心里说了一句以下犯上的话, 万岁当初就该把安王父子灭杀在新阳。 沈哥继续道, 安王守住安州不出, 可能有三点原因。 一是他在等待其他地方乱起来, 分散朝廷的兵力, 二是想等收了这波下粮, 封营粮仓后再操割, 三是他在打曹粮的主意。 朝廷没有下令让右后卫猛攻安州, 也应是为了保住下粮。 所以, 在下粮入仓之前, 这场仗打不起来。 小旭想趁这个空隙, 赶去安州城外与沈将军会合岳父, 也可趁这段时间做最后的准备。 一旦安州打起来, 宣州也不会太平。 现在已是六月, 百姓正在拼命抢收下粮, 若天公作美, 十日后下粮就可入仓, 曹粮运输也要开始了。 林副吕须盯着脸图上的山川河流, 言道, 曹粮乃国之本, 曹粮不畅, 根本动摇。 不错。 沈哥点头, 您说得对, 曹粮绝不能出事。 朝廷一定会部署重兵护助曹粮, 在北庭对抗强陆的将士吃饱了才能打仗。 自己说得当然对, 林副吕须, 所以, 不止朝廷要囤粮, 咱们也要囤粮。 今年林家田庄出产的粮食, 不论粮价多高, 能留在手里的都留在手里。 对, 就是要这样, 林家有岳父在, 实在是太让人放心了。 沈哥抬谋道, 事不宜迟, 小旭想后日启程, 赶往安州。 林副点头, 也好, 我, 你不许去, 你不能去。 林如玉刚说了一个我字, 就被爹爹和沈哥同时开口拦住了, 似乎两人早有默契, 就在等他开口一般, 一口同声, 声音响亮。 看女儿有些被吓到了, 林副连忙道, 娇娇, 打仗是男人的事, 你去做什么呢? 沈哥补充岳父的话, 女子是可以上沙场, 但得有沈将军那样的本事才行。 沈将军自小习武, 十岁入营, 在营中操练了五年, 十五岁才第一次出征, 你去年才开始习武, 至今还不到一年。 林如玉知道他们说的是事实, 但他开口不是说自己也要去, 我是想说, 我配了不少药剂, 你戴上一杯不食之虚。 还有一事, 因为安王府有人会制作以假乱真的面具, 所以你们最好提前商量好暗号, 以防安王府的人混入。 原来是这样, 林副松了一口气, 对, 对, 多带点药, 娇娇去把药取来, 我也去取些东西。 林副很快回来, 交给沈哥三万两的银票, 和一封盖了林家家主硬性的凭据。 这些你带着, 能用钱的地方就用钱, 别跟人傻拼。 缺什么去商号里取, 再不够, 就给家里送信, 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沈哥没跟林副客气, 郑重结果, 多谢岳父, 您守住宣州, 不要外出。 免州房家那边, 小旭会时刻留意着, 一旦局势凶险, 小旭会即刻护送他们出城避险。 林副拍了拍沈哥的肩膀, 我要帮着太守大人筹集粮草, 一时半刻走不开。 让李景怀, 一老六, 林全和林瑞跟着你去。 李景怀拳脚功夫好, 一老六会装神弄鬼。 林瑞和林全虽拳脚功夫不计, 但跑腿传话的事儿, 还是能办的。 沈家叔祖派到林家的护院, 你也带走十个。 我这里用不到这么多人沈哥摇头, 岳父, 林副一锤定音, 让你带你就带上。 不管能不能攻破安州, 擒祝安王父子,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是, 男子汉大丈夫, 办事就是不能磨磨唧唧。 岳父都这么说了, 沈哥便硬了, 您放心, 小旭一定会回来的。 说完, 沈哥小心翼翼问道, 岳父, 等小旭回来, 家里的宅子就建好了。 您看, 林副出海归来, 五白了些的脸, 一下又黑了。 你们还小, 等娇娇十七岁再说。 是, 后年再成亲。 这臭小子, 见女儿带着俩丫鬟回来了, 林副闭口不提成亲的事, 在桌上才对沈哥道, 这个木匣里, 全是我配置的蛇毒解药 和一些常见病的玩药, 配方我也都写在了这里边, 如果不够用, 你再让人暗方配置。 这里, 林如玉指着另外一个包袱, 小声道, 是我给你准备的衣物。 沈哥的心猛地一跳, 微微上前一步, 低声道, 娇娇, 两个丫鬟都知趣地转身, 退到了门外。 林如玉羞得咬了咬唇, 就是几件外衫罢了, 我针线不好, 你凑合着穿。 娇娇, 我想抱你一下。 虽之不合理, 但沈哥还是想开口了。 此去安州, 归期不定, 他想给自己留点念想, 两人定亲这么久, 最亲热的动作也只是拉拉手。 赵明依和郑昌明都说 他们定亲后 与未婚妻携手出游, 偷偷亲吻过。 沈哥也想, 做梦都想, 但他怕娇娇觉得他梦了。 门还开着呢? 林如玉转漂亮的眸子 看了一眼站在门边的两个丫鬟, 抬眸见沈哥满眼期待, 耳朵都红了。 他不是不同意, 是怕被人看到。 沈哥的心砰砰跳, 抬手把他拉到墙后, 抬手还住了他。 门外笼里的鸟叫得有多欢, 沈哥的心跳得就有多快。 他的嗅觉本就比旁人灵敏许多, 呼吸着满是心上人气息的空气, 他忍不住收紧手臂, 越抱越紧。 出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 沈哥想让心上人沾惹上他的气息。 于是, 他低头用脸颊轻轻蹭着他的头发, 额头, 如玉般温润的脸, 十五岁的林如玉身体正在发育, 被他紧紧抱着感到身前酸痛, 想推开他又舍不得。 听着他开始变得粗重的呼吸, 林如玉猛地想起了贺炯明, 他的身体瞬间僵硬。 第一是, 贺炯明以贾安自远的身份匡骗他, 与他定了亲。 因为母亲和父亲先后过世, 林如玉要守孝, 伪君子贺炯明要遵守礼数, 所以, 两人之间最近亲的动作就是拥抱, 亲吻。 每到行动时, 他会忍不在林如玉耳边喘息, 当时林如玉听得有多面红心跳, 现在就有多难受感受到怀中人儿的僵硬。 沈哥警醒, 慌忙松开手臂, 可还没等他抬起头, 唇上便是一软。 烟在沈哥头脑里炸裂, 他僵硬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动都不敢动, 呼吸都停了。 直到唇上的柔软动了动, 似乎要退开, 沈哥才被惊醒, 抬手捧住他的脸, 开始磨蹭, 啃咬。 他咬得林如玉的唇有些疼, 但林如玉却没有推开他, 也学着他的动作, 开始啃咬他的唇。 他现在只想与心上人耳边撕磨, 他急需用这种感觉, 洗刷贺炯明印在他身上和心里的他恶心感。 林如玉的反应, 彻底引爆了沈哥的热情。 他从不知道, 女子可以这么香, 这么软, 这么勾魂射破。 他恨不得他揉进怀里, 吞入腹中, 一辈子不分开。 他的心, 恨不得从胸口跳出来。 直到听到心上人闷哼一声, 沈哥才被惊醒, 低头看着他晚霞般的脸和火焰一样的唇, 沈哥又忍不住低头在上边舔了舔。 林如玉不由自主地一颤, 他将惹得发烫的小脸靠在沈哥的肩头。 怎么办? 虽然很羞耻, 但是他好爱这种感觉。 他现在脑子里, 记忆力全是沈哥, 只要想到亲热, 就只有沈哥。 沈哥收紧双臂, 声音因动情而沙哑, 娇娇, 娇娇, 林如玉羞地掐了一下他腰间的软肉, 让他闭嘴。 沈哥闷哼一声, 低头蹭着他的小脑袋。 怎么办? 他不想走了, 他想现在就澄清, 立刻, 马上。 沈哥提着东西走出了房门, 害羞地捂着自己的脸, 像躲起来的林如玉, 还是忍不住走到窗边向外看。 本就依依不舍的沈哥, 回头便瞧见了站在窗内的林如玉。 此刻, 他一下就明白了劝我早回家, 绿窗人寺这句失所寒的浓烈感情。 一个想躲, 又舍不得躲开, 一个恨不得冲回去, 却只能站在门外一动不动。 最后还是林如玉先向他摆了摆小手, 示意他快走。 沈哥握紧包袱, 神兮一口气转身, 脉步向外走去。 沈哥回到家, 把药箱放下, 提着包袱进寝室打开, 满满一包袱都是新衣裳。 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做衣裳, 还做了这么多。 沈哥忍不住把头埋在有心上人气息的新衣上, 满脑子都是两人在房中轻热的情景, 简直, 比梦里美好千百万倍。 沈哥忍不住抱紧包袱, 迟迟笑了。 走到窗外的郑昌明听到屋里传出的痴汗笑声, 挑了挑眉, 抬手咳嗽了一声, 喊道, 贤弟, 现在可方便。 方便。 沈哥放好包袱出屋, 便见郑昌明正宠他挤眉弄眠, 好好一个清冷金贵的美男子, 硬是让他挤出了一股子示警之气。 看着一脸春心荡漾的沈哥, 郑昌明上前搂住他的肩膀, 打趣道, 刚才去见林姑娘了。 沈哥应了一声, 忍不住想炫耀新上人给他做的衣裳, 可又怕郑昌明要看, 只得忍住了。 我去邻家商量去安州的事, 见到岳父和如玉, 定下后日启程郑昌明来找沈哥, 也正是为了此事。 我向同贤弟, 你一块去安州擒贼。 生死有命, 去了那边是死侍活拳靠我的本事, 贤弟带我一程可好。 沈哥应得十分爽快。 好, 就算郑昌明不开这个口, 沈哥也会劝着他一块去。 因为郑昌明的父亲和伯父都是安王的人, 安王世子贺炯明曾假扮成郑昌明的随从, 随他去了林家。 沈哥要走, 当然不放心把他留在宣州。 沈哥这边开始准备行囊, 林家那边也在安排护卫和家丁跟随沈哥一起出发, 林家外院热闹了起来。 卢昌春带着许婆子去丈夫习武的院子时, 听到这样的热闹, 脚步也稍稍慢了些。 听着院里的人欢声笑语, 卢昌春眼中的犹豫退去, 镇定沉着地进入院中。 院内, 大夫正在一板一眼举石锤练臂里, 沈存玉派过来教导大夫的弓箭手赵冰山站在旁边, 双臂平身, 胳膊上放着两碗水。 赵冰山见到卢昌春来了, 收拾起身, 大夫, 今日头上就练到这儿吧。 哦。 大夫应了一声, 把两只石锤轻轻轻放下。 卢昌春先给赵冰山行了礼, 待赵冰山出了院门后, 他才上前抬手, 用帕子给夫君擦汗, 累不累。 嗯。 大夫老老实实应了一声, 沈存玉将军派过来的师父要求很严格, 大夫要拼尽全力才能达到师父的要求, 不过, 男人累点才能长本事。 卢昌春笑得温柔, 师父说的。 嗯。 待大夫洗了手后, 卢昌春给他递上布惊, 轻声问道, 夫君想跟沈哥他们一起去安州打叛军吗? 大夫立刻点头, 想。 卢昌春点头, 我准备了韭菜, 咱们今天上午请赵师父用饭。 他从军中来, 当知夫君够不够格去。 用过饭又谢了赏后, 卢昌春到荣心院找林如玉。 两人坐在一处说了几句闲话, 卢昌春便道明来意, 大夫想跟着沈哥一块去安州倾脚叛军, 我问了赵师父。 赵师父说他跟着大夫去, 不能说万无一失, 但只要谨慎些, 应不会出意外。 二妹你觉得呢? 富贵显中求, 安王谋逆, 对军中将士来说正是建功立业的机会。 但大夫这一去, 短则半年, 长则一年回不来, 对于刚进门半个月的卢昌春来说, 怕是很难接受, 所以林傅才没提让大夫跟沈哥同去的事。 没想到, 卢昌春自己提起来了, 林如玉把暖胃的药茶递给卢昌春, 才问道, 大嫂是怎么考虑的? 卢昌春虽与林如玉认识才三个月, 但他已将林如玉当好闺蜜了, 心里话自不会瞒着他, 我和大夫不能一直靠着家里过日子, 得早些立起来, 帮着一父一母分忧解劳大夫的性子, 做不了生意, 能走的路只有两条, 一是当彪师压彪, 一是入伍当弓箭手, 就跟赵师傅那样。 我仔细问过他, 他想当弓箭手。 卢昌春喝了几口茶, 继续道, 我家虽然是开彪局的, 大夫若去彪局做事, 现在倒还没什么, 但等我大哥澄清我有了大嫂, 事情就不好说了。 这些年, 我爹和我大哥为了我, 负了太多辛苦, 我不想让他们为难。 卢昌春澄清, 傅兄将大半家财都给了他, 甚至还想把梁道彪局分给他三成的股份, 却被卢昌春明确拒绝了, 因为他身体不好, 所以大哥自小便让着他, 宠着他, 家里什么都是先紧着他。 卢昌春不想再让大哥吃亏, 梁道彪局该是他的。 再说, 大夫的性格不适合独当一面, 他去了彪局只能当个彪师, 想当彪头都不够格, 发挥的作用远不及在军中大。 赵冰山说, 大夫这样的神射手, 在军中绝对有立足之地。 这是卢家的家事, 林如玉不好开口, 又给大嫂添了一杯茶, 便听他笑道, 其实,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妹夫去安州, 让大夫跟他一块去, 我的心就放下了大半。 林如玉也笑了, 大哥射箭的功夫好, 运到更好, 有他跟沈哥一块去, 我也放心。 看得出林如玉说的是真心话, 如玉春便放了心, 那我去禀明义父义母, 若他们也同意, 我便去给大夫收拾行李。 林副和房氏自是不会反对, 于是, 去安州的队伍里, 又多了一个福星。 待到了启程这一日, 沈哥和林大夫 以押送草药去齐县的名义登船, 离开了玄州码头。 林如玉和如玉春站在岸边, 直到望不见大船了, 才转身回了马车上。 这才刚刚分别, 林如玉就忍不住开始想念沈哥了。 他叹了口气的同时, 如玉春也叹了口气。 两人对视同时笑了笑, 但心中的沉重却挥之不去, 因为他们这一趟是去平乱。 送走了沈哥, 林如玉忽然觉得宣州城都空了一半, 似乎天地都试了颜色一半。 不过, 他也只摔退了半日便打起精神, 赶往药房继续研读医书、药性。 就回了母亲、阿恒, 接回了父亲后, 林如玉开始考虑以后要做什么。 选来选去, 他还是选择了与医药有关的行当。 不过这次, 他选的不是临床医学, 而是药师。 他喜欢研究鉴定草药, 研究药性、药方。 半个月后, 食入圣下。 林如玉拿着自己配出的高效屈蚊虫香囊, 兴冲冲地跑到母亲院子里, 却见母亲的脸色不是很好看。 见到女儿来了, 房是拍拍身边的空位, 让她过来坐。 屋里摆着镇鼠的冰盆, 这半个月, 关于安州动乱的消息满天飞, 虽然宣州城中还没乱起来, 但百姓们也都跟着紧张起来。 林如玉担心着赶去安州的沈哥和大福, 担心着围攻安州的沈存玉, 也担心着缅州的外祖父母, 很怕他们出事。 房市台帕子给女儿擦着额头的细汗, 只是午睡时梦到缅州乱起来了, 一时还没回过神。 林如玉知道, 母亲记挂着许久未见的父母, 抱着她的胳膊劝道, 梦都是反的, 房市起身, 娘还是心里不安, 咱们去菩萨庙里添些香火钱, 求菩萨保佑二老康健, 保佑大福和沈哥, 沈将平安。 烧香捐香火钱能让母亲心安, 林如玉自然不会拦着。 只不过, 最后去菩萨庙的不止他们两个, 如玉春, 林如玉, 甚至连同怀孕八个多月的二婶温氏都一同前往。 到了观音庙门口下马车时, 林如玉率先跳下去, 小心翼翼地抬手扶着要下车的温氏, 二婶, 你慢些。 好。 温氏扶着婆子和侄女的手, 轻轻松松下了马车。 一家人进庙烧香, 捐了香火钱后, 在庙内赏和, 观松, 然后一块吃了素面, 心静才乘车返回清一项。 刚进家门, 便见老管家祥叔匆匆忙忙往外走。 祥叔见到主母回来了, 停住宫身行礼。 房氏温和问道, 您这般匆忙, 是去往何处? 祥叔禀道, 回夫人, 蒲县的管氏赵峰派人送信来说, 三姑奶奶家的表少爷受伤, 急需上好的刀伤药和补药救命。 房氏连忙问道, 他人在何处? 老管家回道, 被送去了蒲县城中的医馆, 但那边药物不足, 所以才派人来周城取药。 不管上一辈有什么恩怨, 孩子是无辜的。 房氏让管家不必去寻灵妇, 直接去灵家药房取药, 并派出善意外伤的郎中一同前往, 然后才将跑来送信的管氏叫进了书房, 想问发生了何事? 带温明白了, 房氏气得差点没把手里的青词茶杯砸了, 林如玉也暗翻白眼, 十分无语。 林傅从外边进来, 见到妻子脸上不好, 忙问出了何事? 房氏说不出口, 抬头看了一眼报信的管氏。 管氏硬着头皮道, 回老爷, 三姑奶奶家的财名表少爷逃学去戏园子听戏, 跟人争风头遭了贼人惦记, 回庄子途中被人劫财, 背上和腹部各被砍了一刀, 林傅的眉头既然是劫财, 怎会伤人? 因为表少爷骂得太难听, 对方下了狠手, 这不是找死吗? 林傅皱紧眉头。 带管氏退下后, 林傅和林母相对, 均感无语。 林如玉掐着手指头算, 钱财名今年才十四, 大下朝说的是虚岁, 也就是说他今年才不过十三周岁。 毛还没长齐的小屁孩, 就逃学跑去戏园子争风头了。 遇到劫匪不想着怎么破财免灾, 却呈口舌之勇。 这两刀他挨得不亏,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因此长点记性了。 蒲县那边匪道越发猖绝了。 林傅跟妻子商量, 等钱财名的伤好些了。 我派人去把他们一家四口, 接到南院毕一段时。 林家在宣州城中不止轻易向这一座院落, 南院在宣州城南是座两镜的小院子, 院子虽不大, 但住他们四口绰绰有余。 丈夫提出的是, 林母自不会反对。 我派人去将那边收拾收拾。 林如玉提醒道, 就怕三姑带着受伤的钱财名来了, 不肯住在南院。 这可由不得他, 林傅和林母正要开口, 便听门外又有管事来报事。 老爷, 蒲县那边又有人来报信了。 林傅问道, 何事? 管事平静道, 三姑奶奶已经带着表少爷上路, 奔着宣州来了。 林如玉不是被重伤, 没一末药, 快要死了吗? 等这样了, 还能赶路。 林傅的脸色也不好看, 派人去赢一赢。 是。 管事走后, 林母见丈夫脸色不好, 便给女儿使了个颜色, 示意她先出去。 林如玉走后, 林母走到丈夫身边, 安慰道, 既然还能赶路, 说明伤得不重。 林傅靠在一背上暗暗眉心, 我当时就不该心软, 让她上船。 林如玉溜达着进了园子, 坐在凉亭内, 望着树荫下, 正带着几个小鸳鸯学滑水的母鸳鸯看。 小鸳鸯滑水滑得累了, 爬到母鸳鸯背上打瞌睡, 母鸳鸯背着自己的几个孩子, 慢悠悠上了岸, 蹲在树下打盹。 看着依偎在一起的鸟, 林如玉真心觉得, 极度利己的林三姑, 连鸟都比不上。 赵峰派人到宣州送信, 还为钱财明求要, 说明钱财明伤得不轻。 受了外伤, 就该好好卧床歇息, 但林三姑却把儿子抬上马车, 急急带着他赶往宣州, 将他当作敲开林家大门的砝码。 之前, 他因看上了房二舅, 将林家的颜面置之不顾, 因恼怒祖父将他远嫁, 出嫁至祖父过世, 他都没回来看一眼, 明知丈夫钱江平在谋算杀死林副和林如玉, 夺取林家海船上的货物, 他却作弊上官。 这个年代的人重子嗣, 林如玉本以为他会十分看重儿子, 没想到, 在他眼里, 儿子也不过如此。 林三姑进城那日, 林父要去南院, 林如玉让母亲在家歇息, 他跟着父亲一道, 去钱家雇的马车, 移进宣州城, 钱宝翠和钱兰翠两姐妹就迫不及待地挑开车帘, 向外张望。 看了没几眼, 钱宝翠就失望了, 这就是长江中游最繁华的宣州。 连长州的一半热闹都没有, 卖货的都没几个, 钱兰翠本想拉住姐姐的衣袖, 让他不要说了, 但发现母亲没生气后, 钱兰翠立刻改变主意, 附和道, 大姐说得对, 这里的确没长州热闹。 娘, 宣州一向是这样吗? 以前宣州城可不这样, 许是因为战事, 所以人们不出来走动, 做买卖了。 林三姑声音虽然寡淡, 但听得出心情还不错, 待会儿见了你们大舅, 你俩都要长点眼力, 别乱说话。 是, 钱家姐妹齐声应下, 他们被关在乡下三个月, 除了山河农田就没见过几个人, 差点憋疯了。 这回好不容易进了周城, 就算是打死他们, 宝翠待会儿除了叫人, 什么都不要说, 蓝翠注意配合娘, 别惹得你大舅厌烦。 是, 得到母亲的认可, 十二岁的钱蓝翠缓缓洗洗印了, 钱宝翠心中不服, 但也呛声, 不说话就不说话, 让他留在城里就成。 又走了一段, 赶车的车夫忽然停住, 问道, 这路不是奔着轻易向去的吧? 林三姑虽然十几年没回宣州城了, 但也没忘了回家的路。 听到车夫的话后, 现在马车走的这条, 果然不是回林家的路。 林三姑急了, 拍着马车喊道, 停下。 老师憨后的车夫 似乎是被林三姑吓到了, 半赏才拉住马缰绳。 林三姑沉着脸问马车外的管事, 你们这是要将我们母子带去何处? 林家派去送药, 送郎中的管事 与林三姑乘坐的马 打了个照面后, 便跟着一块往回赶。 回三姑奶奶, 老爷和夫人 已派人将南院打扫干净。 您回来后就住在南院里。 听到林康年让他重伤的儿子 住在外边两近的小院里, 林三姑更怒了。 不过他这段日子 被赵婆子收拾得太狠了, 多多少少又想起了 做姑娘式的规矩, 咬牙把妈妈压回了嗓子眼里。 带马车到了南院, 见到林副和林如玉站在院中, 林三姑的怒火 立刻化为了眼泪, 悲悲窃窃窃喊道。 大哥, 林如玉忍不住抬手 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静静看着林三姑眼。 林三姑下了马车, 直奔林副而来。 大哥, 小妹以为, 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呜呜, 钱兰翠和钱宝翠也下了车, 扶着母亲嘀嘀哭泣, 看起来好不可怜。 林副的目光落在第二辆马车上, 财明的伤怎么样了 林三姑这才想起儿子, 连忙转身吩咐人 把昏迷不醒的儿子抬下马车。 大哥, 女儿伤得严重, 蒲县那边实在不安生, 不等林三姑唠叨完, 林副便越过他去看钱财明, 林如玉见状也跟了上去。 林三姑不敢再东拉西扯, 跟上前道, 财明中了刀伤后不止缺一少药, 蒲县商家行不依不饶的闹。 小妹没法子, 只得带着他离开蒲县, 回家来了。 回家? 林如玉看着昏迷不醒的钱财明, 按道, 你这不是送你儿子回家, 而是想送他回老家吧。 林三姑说的提到蒲县商家, 林如玉不认得, 但林副却知道, 正是因为知道, 他差点没上前给钱财明一脚。 蒲县商家是开赌方的。 你一个因父亲获罪, 避到乡下的孩子, 跑到蒲县开赌方的商家人面前跳腾, 不是找死是什么。 林副也瞧见了钱财明的情况, 吩咐道, 先把人抬进去。 是。 跟着一块送人过来的赵峰招呼车夫, 抬起钱财明往院里, 送。 就在车夫走过来时, 站在林如玉身后的贤英和洛显, 忽然上前一步, 挡住了林家妇女。 几乎是与此同时, 两个车夫把钱财明扔在地上, 抽出兵器直扑林副, 与贤英和洛显站在一处。 被扔在地上的钱财明熬了一声, 竟坐了起来。 林副和林如玉同时抬胳膊护住对方, 向后退。 钱宝翠和钱兰翠吓得尖叫着, 往林副身后躲。 林三姑则扑向自己的儿子, 女儿。 虽说眼见车夫不是洛显和贤英的对手, 林如玉却不敢放松。 两个车夫被打倒后, 抬手拍向胸口, 看起来是要自杀。 洛显想抓活口, 转刀打算用刀背把车夫的手挡住时, 便听姑娘忽然喊道, 退。 洛显听到命令, 毫不练战, 一手抓住身边的林三姑, 纵身就往后退。 玄英也提起了坐在地上的钱财明, 纵到一帐外, 将将避开车夫拍胸口后, 猛地冒出的浓烟。 另一个车夫抓住机会, 转身就跑, 却被抄着棍子冲上来的林峰狠狠抽中, 便双手握住脖子, 在地上扭曲翻滚, 不一会儿便死了。 这俩人的死状, 吓惨了林三姑一家四口, 钱财明连胳膊和腹部的刀伤都忘了, 甩开眩一个手, 弯腰挖挖吐了起来。 儿啊, 我大儿啊, 林三姑扑过去, 扶住儿子的胳膊, 半是提醒, 半是心疼道, 我儿受了这么重的伤, 刚又受了惊, 还不知要多久才能养好。 钱财明听了母亲的话, 立刻装出一副要死要活的模样, 咳嗽两声, 套在母亲身上的不动啊。 林三姑狠狠挖了两眼淘得远远的两个臭丫头, 钱宝翠和钱兰翠几乎是立刻就冲了上去, 帮着母亲扶住钱财明, 又开始哭哭啼啼起来, 林如玉没空搭理这一家三口, 盯着, 或爬或躺在地上的两尸体看了片刻, 道出结论, 这两个人是第一次来, 我以前没见过他们。 洛显赞同, 他们的招式没有章法, 这两个与他们大不相同, 很有可能他们不是安州派过来的。 林副立刻问赵峰, 这两个车夫是哪来的? 从没见过这种骇人场面的赵峰, 吓得手脚发麻, 舌头都捋不直了。 是, 三姑奶奶在蒲县街头找的。 老爷, 还有一个人也跟着进城了, 刚才还在。 林如玉立刻下令, 骆大哥。 是, 洛显立刻带着两个手下, 带着赵峰去抓人。 林副一面吩咐人去报官, 一面吩咐林三姑一家禁院。 探头探脑一番, 发现不打了, 走出家门围拢过来看热闹。 林副不愿家中事, 被人拿去当作谈资, 示意仆从赶紧将钱财名 和吓傻了的林三姑 弄进院子里去。 可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一直躲在林副身后的钱兰翠 啪啪地开口了。 大舅, 这两个假扮车夫的坏人 是奔着您来的吗? 我们住在这里, 会不会有危险? 钱保翠也立刻道, 大舅, 我怕。 林副还未开口, 清醒过来的林三姑 已经扑在刚被抬到 木板上的儿子身上, 悲气哭吟。 儿啊, 我的苦命的儿啊, 钱兰翠也哭着 拉住林副的衣角, 卑卑怯窃窃, 六胜无主地哀求。 大舅, 我哥受了那么重的伤, 又被家里的护院狠狠摔了, 该怎么办? 儿啊, 林三姑跟上。 娘, 我疼。 钱财名也适时开口喊痛, 一家四口的态度, 摆明了是想在门前闹一出, 以此获得林里的同情, 从林副身上讨些好处。 林副的脸黑了, 林如玉的脸也沉了下来。 周围人指指点点, 有个主着纠账的白发妇人上前。 康年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孩子喊你大叫? 他们是。 纠账, 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才能主的。 大夏朝以孝至天下, 时纠账的老人便是拆官见了, 都要礼让三分。 老人开了口, 林副不好不打。 可他刚张开嘴, 十二岁的钱兰翠竟抢了话, 欺欺弱弱地回道, 这位老人家, 我娘是林家三娘, 我们一家是从长州跟着大舅回来的, 之前被大舅安置在蒲县田庄里, 因为我哥受伤那边治不了, 才到宣州来求医的老夫人 抬起松哒哒的眼皮, 看向哭泣的林三姑, 嫁去长州的。 康年啊, 那是你家三娘。 正是, 林副抬手行了个礼, 折折两年在外没能赶回来, 过年时, 没能登门给伯母您拜年问安, 在这给您老补上了。 老夫人抬手搀扶, 哪就那么多规矩了, 快起来。 三娘他们一家子, 怎么回来了? 长州那边也乱起来了。 还没等林副硬化, 钱兰翠又抢化了。 长州那边, 老夫人不高兴了, 严厉地看了一眼钱兰翠, 让她闭嘴, 抬抬眼皮看向旁边抓着木板, 不让把儿子抬进去的林三姑, 三丫头, 这孩子, 你是怎么教养的? 林三姑哭声一停, 脸上也骚得慌, 钱兰翠向后退了两步, 紧低着小脑袋, 颤抖身体哽咽着, 似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 已经有人开始同情这一家子了。 林如玉上前一步, 伯祖母安。 您老这几日, 雅可还疼。 这位伯祖母是祖辈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林家组长见了她, 都得恭恭敬敬喊声大嫂。 大夫成亲时, 勤俭也送到了伯祖母家中, 老人家推说, 这几日牙疼, 就不过去凑热闹了。 房氏尊礼, 让人送了喜饼和饭菜过来, 林如玉知道这件事, 所以才会这么问。 老夫人咧开去了两颗门牙的嘴, 笑呵呵道, 吃了你娘送过来的药, 早就好了。 林如玉又转头问爹爹, 父亲, 伯祖母竟然问起了, 三姑母一家的事情, 就有女儿向她老人说一说吧, 免得她老人家不知实情, 跟着操心。 围观众人一听就来了劲头, 人老成精, 老夫人一看林三姑这做派, 就知道她心虚, 用力一戳纠账, 这里住着的都是林家人, 家里的事他们都听的, 如玉丫头, 讲。 对, 咱都不是外人, 有什么不能听的, 如玉啊, 你快说说。 看热闹的叔伯婶子们, 一个个瞪大眼睛伸长脖子, 就差手里抓把瓜子了。 林如玉见父亲也向她点头, 简直重要地讲道, 今年四月, 我去长州街出海的父亲归来时, 三姑府与海盗勾结, 想把我骗去海盗窝里杀了, 然后再杀我父亲夺取船上的货物。 我父亲被海盗围攻两日夜, 好不容易才摆脱他们进了长州港口。 长州官府将海盗和我三姑府都抓了判刑, 我三姑虽然知道三姑府的计划, 林如玉, 你不要胡说八道, 一直没吭声的钱宝翠, 受不了了, 大声骂道。 伯母, 我不, 咚。 老夫人用力一戳拐杖, 吓得林三姑闭了嘴, 然后才和颜悦色地对林如玉道, 如玉丫头, 你继续说。 是。 林三姑他们找到宣州来, 当街为难自己的父亲, 林如玉当然不会给他们留一点情面, 我三姑也知道, 但他没主动参与其中, 所以逃过一劫。 后来他跟我父亲说, 他们在长州活不下去了, 要跟着咱们家的船回宣州。 因为三姑出嫁时, 祖父发了话不让他再回宣州城, 所以我父亲便将他们一家子安置在蒲县田庄里, 派了专人保护, 还给裁明表弟寻了当地洪如为师, 继续读书。 但才明表弟不思上镜, 逃学去戏园子, 听取, 与人争风头, 被人打了。 管事将消息送到家里来, 我父亲立刻派郎中带着要赶去蒲县, 但三姑怕表弟出事, 急急带着人赶来了宣州城。 他们在蒲县城中找的车夫, 刚才忽然刺杀我父亲, 被家里的护院拦住了。 林如玉这一番话所含的信息实在太多, 瞬间把围观邻里都点燃了。 正是因为抓住了大哥好面子, 众亲情这两点, 林三姑才敢借着儿子受伤, 从蒲县跑来宣州卖惨。 只要他进了宣州城, 大哥就算再不高兴, 也不会不管他。 因怕赵婆子和赵峰肯定会阻拦他, 所以林三姑直接从一管门口租车跑了过来。 待赵峰得到消息时, 已经晚了。 林三姑没想到, 他们来都来了, 大哥竟不肯把他们接回家照顾, 所以才想在南院门口, 借着人多闹上一闹。 闹得大哥就算不把他们接回去, 也得多派些人过来照看着。 可林三姑没想到, 林如玉这死丫头竟不顾林家颜面, 当众接下了她的遮羞布, 让他们母子被族人, 林里直直戳戳。 林三姑慌了, 跪在大哥腿边阴阴哭泣, 千错万错都是小妹的错, 小妹冤自尽给大哥赔罪, 只求大哥就依旧名, 他可是大哥的亲外甥啊。 钱兰翠也跪在母亲身边哭求, 大舅舅救我哥吧, 再不舅舅来不及了。 林副还没开口, 围观的族人们就骂起来了。 我呸, 他那样哪像快死的? 放着圣贤书不读, 跑去戏园捧戏子, 跟人打架, 这样的逆子死了也活该。 也就是康年哥, 如果我妹妹这么害我, 老子才不会管他们的死活。 心高气傲的钱财民 哪受得了被人指着鼻子骂, 忍腾站起来吼道, 娘,咱们走。 天大地大, 小爷就不信没咱们母子落脚的地方。 哗, 看热闹的族人哄笑, 林三娘, 你不是说你儿子快死了吗? 如果他这样能叫快死了。 那老头子, 我这样的得算, 已经死过好几回了。 持旧账的林家老妇人也道, 康年啊, 伯母知道你厚道讲亲情, 可这也得分对什么人? 白眼狼, 养不得。 林三姑颤了一颤, 抬手抓住大哥的衣摆, 似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林如玉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郎中, 郎中会议, 上前躬身道, 老爷, 表少爷是腿上和胳膊中了两刀, 不会危及性命。 送林三姑过来的管事也道, 给表少爷治伤的郎中跟小人说表少爷危在旦夕, 他治不了。 赵管事追上马车后, 三姑奶奶又不肯让赵管事查看表少爷伤情, 所以赵管事才急急让小人过来送信求要。 不用说了, 肯定是林三娘银子收买了蒲县的郎中。 都不用林副和林如玉开口, 围观族人们就开始断案了, 为了回宣周城来蹭吃蹭喝, 林三娘不惜咒自己儿子死呢。 要我说, 这样的儿子死了活该。 在长洲时, 你男人害自己的亲大哥, 他都不管。 这会儿怎么还要连跑过来闹啊? 强倒众人推, 林三姑知道自己怎么解释, 这些人都不会听了。 他抓紧大哥的一脚气球, 明儿还是个孩子, 不懂事。 大哥别跟他一般见识, 小妹求你了。 他不懂事, 你呢? 林副冷冷问道。 林三姑抬头, 泪眼连连地望着林副哀求, 大哥再给小妹最后一次机会吧。 大哥, 让一让, 都让一让。 宣州衙门捕头张开, 带着武座终于赶过来了, 推开众人安排, 武座验尸, 查验现场。 钱财明这才想起, 旁边还有两个死人。 他回头见到那两人的死状, 吓得腿, 一软坐在了地上, 好学没吓晕过去。 张捕头抱了抱拳, 与林副商量, 林老爷, 太守大人命长使大人, 亲自审理此案, 得劳烦您和涉案人员, 一块去趟衙门回话。 好。 林副虽然重情, 确实有的是荣身之地, 去衙门审清此案后, 你们母子院去哪就去啊, 与我林家再无关系。 林三姑彻底慌了神, 两眼一番晕了。 不同于意气用事的兄长和姐姐, 钱兰翠知道, 大舅若不管他们, 他们就真得晚了。 钱兰翠咚咚给林副磕头, 大舅救救我娘, 求大舅救救我娘。 林如玉吩咐郎中, 去给钱夫人看看, 待会儿这位钱姑娘, 磕破脑门破了响, 也给她上点药。 正在磕头的钱兰翠, 恨不得起来咬死林如玉为什么? 林家有钱有势, 还是他们的血脉至轻, 为什么就不能帮一帮他们? 不等郎中上前, 晕倒的林三姑就悠悠转醒了, 坐起身恢复了冷淡模样, 宝翠, 兰翠, 扶娘起来, 咱们去衙门。 嘖, 林如玉摇摇头, 真不知这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好好在蒲县田庄, 住着不好吗? 非要跑到宣州来闹这一出, 把父亲最后一点亲情也闹没了。 这样正好, 以后他们一家再来找事, 林如玉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动手了。 张开得知, 还有一个凶手前逃, 立刻带了一队人四处搜索。 余下牙柴带五座验尸之后, 将尸体带回衙门, 交由掌使大人审理。 掌使叶掌军听完林副讲述案情经过, 开始审问堂下的林三姑, 前林氏, 两个行凶遇伤人的车夫你, 是从何处找来的? 林三姑跪在堂下, 虚弱道, 回大人, 失一管门口。 小儿受伤, 名副急着送他来宣州医治, 问名车夫肯走这一趟, 也没多想就上车了。 名副不知他们会行刺加凶, 请大人明察。 叶掌使又问, 从蒲县驱车到宣州, 须一日有余, 你为何不用自家车马, 反而从一管门口租车? 分明, 林康年已经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堂上的大人什么都明白, 却还要当众打自己的脸, 让自己再说一遍。 林三姑恨得咬牙, 却无可耐。 见林三姑闷不作声, 掌使皱眉, 又催促问了一遍, 声音严厉。 林三姑指得如实回道, 因为名副的儿子伤得不重, 家中管事知道后, 肯定不肯送名副过来, 所以名副只能租车马。 叶掌使又问, 既然你儿子伤得不重, 你为何要来宣州? 林三姑低头, 眼里尽是恨意, 中元节快到了, 名副想过来祭拜父母。 审问一方后, 叶掌使命人把钱家四人赞押, 才与林副道, 从钱林氏的供述来看, 砍伤钱财名的人 应与假扮车夫的人是一伙的。 但那漏网之鱼落网, 便能真相大白。 你这两日, 须得加倍小心, 本使派牙差护送你们妇女回去。 林康年初前出力出粮, 驻宣州官兵守城, 所以, 衙门上至太守下至牙差, 都对他礼遇有加。 林康年刚要推辞, 张开便带着牙差跑回来了, 叶大人, 另一凶手抓住了。 林如玉看着被五大绑推进来的, 吓得路都不会走的凶手, 有点诧异, 因为这人无论是衣着还是神态, 就是个寻常的庄稼汉。 啪! 掌使叶掌军坐回案后, 端身速农拍响金堂木, 下跪和人, 抱上明来。 两边牙翼整齐将行仗在地上用力一戳, 咚的一声, 吓得凶手一哆嗦后, 又齐声喝道, 喂, 这阵仗, 那可是十分唬人被抓来的人, 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哆哆嗦嗦道, 我, 草, 草民陈武, 宣州蒲宪县陈, 陈家村人。 夜长使一看陈武吓成正模样, 也懒得抽丝剥茧盘问了, 在拍金堂木喝道, 你等为何行刺林康年? 若敢有半句假话, 这大堂之上的每种刑具, 本官定让耳一一试过。 望着两旁墙上挂的刑具, 林如玉觉得毛骨悚然, 陈武更是吓得掉了眼泪, 大人, 冤枉啊, 草民只是个赶马车赚辛苦钱的, 跟行刺林老爷那俩人不是一伙的。 不用夜长使再问, 陈武便将事情捣了得清清楚楚。 前天早上, 他赶马车进城, 赵立亭在繁华路口边上等活。 有个赶车的汉子, 自称曾东, 过来问陈武去没去过宣州城。 得知他常跑这条线后, 曾东又问他, 要不要一块跑一趟, 价钱比正常的价钱高了一倍有余, 天上可不会平白掉馅饼。 陈武追问半天, 曾东才跟他说是送一个重伤的人去宣州求医。 拉这种病人, 万一死在半路上留下满车的晦气, 车主会倒大煤, 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拉。 但陈武不是一般人, 因为他有个出家当和尚的亲书, 给家里弄回不少在佛前开了光的宝贝。 陈武的马车上就挂着一串开了光的念珠, 所以不忌讳这些满口硬呈下来。 陈武跟着曾东哥俩赶车到医馆门口, 等了约莫一个时辰, 就见有个小姑娘跑出来寻找去宣州的马车。 曾东让陈武过去接活, 然后两辆马车把前家四口送到宣州。 因为陈武长跑宣州, 车上平距齐全, 很顺利便进了城, 跟着林家人到了南院巷子内。 然后, 曾家哥俩忽然抽刀行刺林康年, 陈武见事情不妙, 转身就逃了。 夜长使沉着脸问, 若真你所言, 你并未牵扯其中, 为何要逃? 陈武哭丧着脸回话, 他们打起来了, 草民害怕。 众人, 好吧。 夜长使追问, 曾东是何方人士, 为何要刺杀林康年? 陈武连忙道, 草民没问曾东是哪里人, 但听口音像是河州立阳的。 那个个矮的一直没说话, 兴许是个哑巴, 草民也不知道他们为啥刺杀林老爷。 如果草民知道他们想干这种事, 就是打死草民, 草民也不敢接这趟活。 夜长使又追问了几句, 便让人把陈武压下去。 吕虚问林康年, 据钱林氏所言, 钱财民受伤, 送到驿馆包扎伤口后, 他立刻让女儿去寻找车马。 而陈武那会儿, 已在驿馆外等了一个多时辰。 如此推断, 砍伤钱财民的人定是曾东的同伙。 你在蒲县或立阳可有仇家。 林副如实回道, 回大人, 草民在两处都为与人劫仇不过。 4月初, 草民带船队经过丽阳时, 曾遇水匪劫船, 护船的标师和烧工们杀伤了不少水匪。 此时, 夜长使早就听林康年说起过, 也知水匪劫船与丽阳县城郑永贵有莫大干系。 夜长使点头, 本官会即刻派下公文, 命蒲县衙门协查此案, 想必很快会有结果。 衙门的很快, 最是信不得。 除了衙门, 林如玉正要与父亲商量, 派人去蒲县追查两个凶手身份的事, 便见沈良勇和沈良生走了过来。 沈哥去安州, 没带他的弟弟妹妹们。 14岁的沈良勇接替大哥与赵明依一起打理万象拍卖行, 12岁的沈良生照看万象茶馆的生意。 林副也派人暗中照应着, 所以, 两处生意照旧有声有色。 他们听说了南院巷子里的事, 才赶了过来。 上了马车后, 生子率先开口, 伯父, 如玉姐, 你们没事, 真是太好了。 林如玉把事情经过仔细讲了一遍, 沈良勇立刻道, 万象茶馆在蒲县和丽阳都有眼线, 如玉姐把这事交给我, 五天准能打听清楚曾东和那哑巴的来路。 林如玉笑盈盈道, 这事儿我本来就想拜托你们。 俩人也开心笑了, 能替大嫂办事, 大哥知道了定会十分高兴。 大哥高兴, 他们就高兴。 沈良勇派人去打探消息, 暂且不提, 且说正时位与凶手勾结, 被赶出衙门的林三姑一家四口。 衙门外, 没有林家的马车也没有管事。 炙热的阳光晒干他们从衙门班房沾染的森冷后, 四人便觉得热了, 挤到路边的树荫下。 又累又渴又饿的钱宝翠低声问, 娘, 咱们去哪? 比大姐还多一个藤子的钱财名把紧挨着她的钱兰翠退开。 死丫头, 碰着我胳膊上的伤口了。 钱兰翠被推得摔倒, 撑住地面的手心火辣辣的疼, 她眼里闪过恨意, 不过还是不声不想站起来站在母亲身后。 虽然这趟出来得及, 但林三姑身上也带了些银两, 先寻十四用膳, 歇息片刻再说。 是, 听到还有钱吃饭, 钱家三姐弟都高兴了。 穿过侠塞烟砸小巷, 进入一天二十文前的小站客房中, 兄妹仨都笑不出来了。 这是人能待的地方。 仗着身上有伤, 进屋后就霸占了唯一一张床的钱财名, 躺在床上生闷气。 这次没带着下人出来, 林三姑便把两个女儿当下人使唤, 让她们去端饭, 端水, 请郎中。 钱兰翠抢在大姐之前, 抢下了相对轻松的活儿, 女儿去端饭, 端水。 迟了一步的钱宝翠小声嘟闹, 女儿不知道医馆在哪儿, 不知道就去问, 否则你长张嘴做什么? 无缘无故被母亲骂了, 钱宝翠委屈的咬唇转身出了客栈, 见姐姐妹妹都走了, 钱财名财往里挪了挪, 讨好道, 娘也累了, 快到床上来歇会儿吧。 见母亲冷冷看过来, 还不等她开骂, 钱财名就抢先委屈道, 娘还没看出来吗? 那些人是为了找大舅的麻烦, 才把我骗去戏园子的。 儿子根本没跟商家人争风投, 真的。 林三姑阴沉沉地看着, 睁着眼说瞎话的儿子。 在长州钱家顺风顺水时, 这个儿子还是很得他喜欢的, 林三姑也愿意纵着他。 钱家倒了后, 有林三姑护着, 儿子也没受什么委屈。 在蒲县落脚时, 林三姑好吃好喝供养他读书, 指望他学些真本事以后称门立护, 给自己养老送终。 拜入大儒门下读书, 这等旁人求之不得的机会, 他竟不知珍惜, 逃学去戏园子鬼混。 小小年纪就随了他爹的劣根, 真不愧是钱家的种。 钱财名被母亲看得心惊肉跳, 收了假笑认错, 而知道错了, 娘放心。 而回蒲县后, 一定跟先生好好读书, 给娘争口气。 回蒲县。 林三姑垂下眼皮, 脸上泛起冷笑。 钱财名更害怕了, 娘,娘, 女儿把水打来了, 您先洗一洗吧。 钱兰翠吃力地提着半桶温水进屋, 放到了屏风后, 还不忘给他解上眼药。 大姐离开时, 女儿忘记跟他说了, 也不知他知不知道, 从医馆买些艾草叶回来, 天气酷热。 林三姑这两日一直在赶路, 汗出了一身又一身, 好不容易到了宣州城, 又倒霉牵扯进了凶沙案中, 在衙门里待了一个多时辰, 急需沐浴, 驱晦气, 更衣。 林三姑这趟是零食起义, 来得仓促, 什么行李都没带。 她本以为仗着儿子的伤, 就可以回林家锦衣玉食, 却没想到被臭丫头凌辱玉搅局, 落到这般田地。 她抬袖闻了闻, 满身的酸臭令她厌恶皱眉, 从贴身的荷包里取出二两岁银子, 递给钱兰翠, 去承衣铺给为娘买一件肃镜外山回来。 好, 娘先歇着, 女儿去去就来。 钱兰翠接了银子, 快步走了。 钱才明想说她也要更衣, 但想到她娘刚才的眼神又闭上了嘴。 钱兰翠人不大, 心眼却不少, 她转了三家承衣铺, 才选中一件样式简朴的眉染色, 素面对筋被子。 装可怜博的店家同情, 价钱从五百文还到了四百文, 然后将半两岁银贴身藏好, 又在半路上买了的香喷喷的肉饼, 填饱肚子, 才回去把衣裳和找回的一两银子递给母亲, 女儿好不容易才挑到的, 您看还成吗? 林三姑扫了眼被子, 明显有些嫌弃, 转身进了屏风后。 屋内除了水声, 就是钱才明的呼噜声, 钱兰翠按了按腰侧按兜里的碎银子, 心中得意, 脸上也忍不住带了笑, 转头问大姐, 郎中来过了恩, 趴在桌上的钱兵翠小声问妹妹, 你说那些人为什么要杀大舅? 钱兰翠给自己倒了杯茶, 冷冰冰道, 连亲人都不管的人, 对别人肯定更坏, 没仇家才怪。 你说得对, 钱兵翠满眼彷徨, 我不想回去, 住在田庄里闷死了。 钱兰翠白了蠢笨的大姐一眼, 田庄也是林家的。 钱兵翠更慌了, 那怎么怎么办? 林三姑洗完, 换上新衣出来, 吩咐道, 你俩再去提两桶热水, 洗洗身子, 连衣裳也洗了。 钱兵翠立刻道, 娘, 女儿没有换洗衣裳。 林三姑瞪了大女儿一眼, 低声骂道, 喊什么? 没看到你弟弟睡觉呢? 后上, 咱们哪也不去, 衣裳洗了晾干, 明天就能穿。 钱兵翠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娘。 她是钱家的姑娘, 再落魄也不至于撕吧。 钱兰翠滴眉顺眼地站起来, 把母亲换下的衣裳 和钱财明的衣裳都抱了起来, 女儿先去给您和哥哥洗衣, 洗干净后, 女儿再洗自己的, 只是咱们只有一间房, 晾衣上的地方不够。 钱宝翠眼睛瞪得更大了, 妹妹这是怎么了? 这些活都是吓人干的呀。 林三姑扫了一眼蠢笨的大女儿, 吩咐小女儿再让伙计开一间客房。 是, 钱兰翠兴冲冲走了。 他们在客栈斜下后, 林二姑带着女儿乔元亭到了清义下。 听房事讲完事情经过后, 林二姑低声道, 这两日你别出门, 免得被他堵住。 他那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阿恒他爹也说了, 这两日让我和弟妹都不要出门。 房事低声道, 二姐也要小心些。 一身书卷气的林二姑眼眸一台, 眼角眉梢却带着十足的冷力, 她不敢找我, 最多也就打打大姐的主意。 房事抬帕子压住唇角的笑意, 她这位姑姐看似不争不抢没脾气, 实则是个火爆性子, 家里都晓得她的脾气, 没人敢招惹她。 林二姑斜了一眼弟妹, 想笑就笑, 装什么? 房事笑出了声, 二姐, 我就喜欢你这个脾气。 娇娇的性子越发向二姐了, 以后嫁出去肯定吃不了亏。 侄女以前是温吞的, 去年出了事儿回来后, 倒是越发爽力了。 林二姑闲尽端茶清秀, 娇娇比咱们都有本事, 是做大事的性子, 你别拘着她。 二弟妹这两日可还好, 一切安好。 娇娇说要派人去涉州, 把郭神医接来住些十日, 以防万一。 再有一个多月, 温氏就要分娩了, 若能有朝廷太医署的医政大人坐镇, 林家人的心就能放回肚子里了, 林二姑放下茶杯, 等神医来了, 让他也给你把把脉。 阿衡已经六岁, 你也该再给康年添个儿子了。 弟弟娶房事进门前因下房家不会纳妾, 所以给林家开支散业的责任 就落在了房事身上。 房事今年三十二, 正是适合生育的年纪。 房事抬手轻轻盖住小妇, 面上温柔。 二姐, 我已经有了。 有了? 林二姑惊喜万分, 几个月了, 郎中怎么说? 房事低声道, 才一个多月, 没请郎中, 是今早觉得难受, 嫌真给我把脉才知道的。 本想等过几日消停了, 就派人给二姐送信的。 林二姑没开眼笑, 你好好养着, 家里家外的事情都交给康年。 他在外边野了两年多, 也该收收心了。 可上香给爹娘说过了, 房事点头, 阿衡他爹去了, 这会儿也快该回来了。 林家祖父母坟前同盆出的指挥在风吹起, 散在四周。 林二叔跪在大哥身边, 狮神望着地上的指挥。 林父站起身, 拍了拍二弟的肩膀, 走吧, 回家再说。 第二日一早, 林三姑让大女儿留在小站内照顾儿子, 他则坐了辆马车, 带着小女儿赶往清一巷, 美其名曰回府祭拜父母。 他顺利进了清一巷, 却被老管家林祥拦在了门前。 我家老爷已吩咐下来, 不准前夫人及子女进入林家, 夫人请回。 林三姑气得脸色铁青, 伸手推了一下女儿。 身上还穿着昨日那身衣上的前蓝翠 挑开车帘, 娇娇弱弱道, 管家爷爷, 老您向里通报一声, 我们是来拜祭外祖父和外祖母的。 你林康年不认我这个妹妹, 那俩已经死了的老东西, 可没法不认。 林三姑冷冷翘起嘴角。 他这趟来就没想过能进林家, 不过是提醒林康年别做得太绝, 因为不论如何, 他林会连身上留的都是林家的血。 祥叔亏力不动, 老爷昨日已到林家祖坟上 禀名列祖列宗, 林家已与前夫人毫无关联, 还请前夫人自重。 林康年如今是他们这一支的当家人, 此事当然由他说了算。 林三姑恨得咬牙切齿, 郑鱼撩开车帘骂几句, 却发现车帘被小女儿紧紧抓着。 钱兰翠巴达巴达掉着眼泪, 哽咽问道, 那劳房管家爷爷去进去问一问林家主, 我们的从前家带出的行李 还在蒲县林家的庄子里, 等我们找到落脚地, 可否能去把行李取出来? 祥叔点头, 钱家的东西, 姑娘当然可以带走。 多谢管家爷爷。 钱兰翠回头给母亲使了颜色, 才跳下车, 当着围观的邻里门, 规规矩矩跪在林家大门前, 外祖父, 外祖母, 我娘病了, 我大哥伤了, 都动不了。 兰翠带母亲和大哥, 给您二老磕头了言罢, 钱兰翠用昨日磕的亲子的额头, 用力磕了三个响头, 又起身给老管家行了个礼, 管家爷爷, 老您替我们一家向林家主道歉, 是我们疏忽, 没能发现, 送我们过来的车夫要刺杀林家主, 让家主受惊了。 祥叔很是郑重地记住了钱兰翠的模样, 老奴一定将钱姑娘的话带道。 钱兰翠道谢后, 低头忍着眼泪上了马车, 吩咐车夫回客栈。 钱兰翠这一番操作, 把看热闹的人糊弄住了, 开始觉得林康年做得有些过了。 上一辈的事, 再怎么样, 也不该牵扯到孩子身上。 是啊, 这丫头看着也才十一二, 以后可要怎么活忧, 听着车外的一轮声, 见到母亲的脸色好看了些, 钱兰翠才小声道, 娘, 咱们别去找大姑母了, 直接回客栈吧。 林家这个态度, 咱们去了大姑母那边, 怕是也落不了好。 现在咱们是不如人, 就得低着点头, 不如就这样体体面面地走, 以后才好见面。 只要我哥争气, 十年后, 咱们过得就算集不上大舅二舅, 也绝不会比大姑母加差。 您说是不是? 林三姑这两日才觉得, 自己真是小看了这个女儿。 她无力靠在车厢上问道, 你有什么打算? 钱兰翠小心翼翼问道, 娘手里的银子, 可够咱们在宣州城内买个小院子。 林三姑生性多疑, 值钱的财物都是随身带着的, 她抬眸上下打量小女儿, 你想留在城里? 是。 钱兰翠抬起小脸, 与母亲商量, 外边乱起来了, 说不定哪天叛军就会打过来, 留在城里安稳些。 咱们先躲过这阵乱子, 再做打算。 您说呢? 林三姑垂眸, 她原本是铁了心要回来的, 可现在, 她一点也不想待在宣州城里。 不过女儿说得也对, 活命比什么都重要。 既然要留在宣州城里, 那就要和林家处好关系, 大哥指望不上, 二姐她不敢招惹, 不是还有傻呵呵的大姐和二弟吗? 林三姑坐直身体, 眼底放光, 见母亲打起了精神, 钱兰翠的心理才算踏实了些。 她一定要留在宣州城, 那些人骂也是骂母亲, 骂不到她头上。 只要给她足够的时间, 她绝对能和大舅家缓和关系。 大舅和林如玉手里随便露出点东西, 就能让她攒够嫁妆, 寻个好夫君嫁了。 决定了留在宣州, 那就要找房子落脚了。 林家在东城, 张家和乔家在西城, 北城的房子林三姑舍不得买, 只能相看南城的。 寻租寿房舍的衙情问过之后, 林三姑带着小女儿去南城看, 正在租寿的房舍是有凑巧。 两人到南城刚下马车, 便瞧见林二爷起码从对面走了过来。 林三姑眼睛一亮, 抬手俯了俯并脚, 惊喜温柔患道, 二弟。 刚巡视完成南田庄的林二爷, 听到这声音, 缓缓抬起头。 二弟, 真的是你。 林三姑紧走两步站到马前, 仰手含泪, 二弟认不出三姐了吗? 也不怪你, 我出嫁时你才十四岁, 还是个孩子。 林二爷低头, 面无表情地看着马前的女人, 想起了昨日。 昨日, 林二爷带着林二爷去了林家祖坟。 林二先报喜后报忧, 猎属三妹的不笑不惕的罪状时, 林二连他八岁时, 伙同其生母赵姨娘, 害死怀孕八个月的刘姨娘的事情也说了, 然后请父母准许他将林三姑逐出家门。 林二爷听了大哥的话, 呆若木鸡, 半赏才正正问大哥, 三姐他真, 真的, 我姨娘真的是被他和他姨娘害, 死的。 林二点头, 他望着大哥, 大哥为何不早告诉我? 林妇看着二弟这样很是心疼, 揉了揉他的脑袋, 轻声道, 是父亲的主意。 父亲念着三娘是林家血脉, 想严加教导还能板正过来。 这件事不止你, 大姐和二姐也不知道。 小时候的一幕幕在脑中闪现, 林二爷抬手捂住脸, 无声痛哭。 所以, 家里对三姐严厉, 不是因为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因为她是庶女, 才处处受气。 所以, 三姐说她是三姐最亲的亲人, 也是骗她的。 所以, 此刻, 林三娘站在她面前哭, 是觉得她还是那个, 不知道是谁害死了她姨娘的傻子。 林二爷知道自己不聪明, 自小她就样样不出彩。 三姐和二叔, 三叔都给她灌输过 她是家里不受气重的数字, 等籍灌之后, 肯定会被大哥扫地出门, 所以要早为自己打算, 多揽些钱财, 以后才能体面过日子。 不够聪明的林二爷心里不安, 就跑去问父亲, 父亲骂了他一顿, 让他别听人胡说。 大哥知道后, 也骂了他一顿, 让他努力读书。 林二爷在长大些就明白了, 父亲和大哥是这世上最在乎他的人, 离了父亲和大哥, 他什么都不是。 所以父亲在时, 他听父亲的话, 父亲去世时, 大哥不在家, 父亲让他听大嫂的话, 他也老老实实听大嫂的。 大嫂和娇娇, 阿恒在其限出了事, 好多人劝他不要去找, 但他义无反顾地去了。 因为他知道, 大哥不在家, 大嫂就是顶门柱, 没了大嫂, 他守不住凌驾。 面前这个女人, 害死他姨娘和姨娘肚子里的孩子, 几个月前, 又差点害死他大哥和娇娇。 这个女人, 可不是他的三姐了, 林二爷崩起棱角分明的脸, 面无表情问道, 你是你是谁? 林三姑不由自主地, 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虽然过了十六年, 但二弟不该认不出他来啊。 二弟这态度有点不对劲, 但机不可失, 林三姑眸子又酿起泪水和柔情, 我是你三姐啊, 嫁去长州的三姐。 二弟忘了吗? 我在家时, 给你做过鞋子和衣裳, 你被父亲罚跪祠堂时, 我还偷偷给你送过吃食。 林二爷怎么可能不记得, 就是因为记得, 此刻才更恨。 冷冰冰道, 我没有三姐, 劳烦你让开。 林三姑怎么可能让开? 他抬手抓住马龙头, 卑卑怯怯道, 是大哥不让二弟认我了吗? 林二爷俯身, 你记性这么好, 肯定还记得我姨娘, 和她肚子里八个月大的胎儿吧。 林三姑的脸色刷白, 他没想到, 林康年竟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康安。 一见母亲脸色不对, 站在旁边的钱兰翠知道, 再让他们说下去, 肯定要坏事。 连忙上前行礼, 怯声声道, 娘亲, 这是二舅吗? 任林二爷有再大的火气, 也不会当着一个声音大点, 就要掉眼泪的小丫头的面, 与林三姑争吵。 他向着钱兰翠微微点头, 拉马将甩开林三姑的手, 催马走了。 在林二爷走后, 脸色煞白的林三姑的身体晃了晃, 钱兰翠连忙上前扶他。 谁知林三姑被他一碰, 猛地打了个机灵, 吓得抬手把他推出去多远。 钱兰翠脚下不稳, 摔在地上。 听到动静, 林二爷回头一看, 皱了皱眉, 催马走了。 领着钱家母女去看房的牙人 看了这一出戏后, 催促道, 房舍你们还看不看? 看就快点走。 这条巷子两旁的槐树高大阴森, 林三姑只觉得身上阵阵发冷, 冷声道, 不看。 牙人立刻火了, 这大热天的, 你们不看房, 溜老子玩呢。 不带母亲再发火, 钱兰翠已经爬起来, 好声好语地劝住了牙人, 又低声劝母亲。 娘, 咱, 我姐和我哥还在客栈里等着呢, 咱们赶紧看好房子, 把他们接过来吧。 现在连林康安都不糊弄不住了, 他们还住在宣州做什么。 林三姑正要发火, 却听女儿又低声恳求。 娘, 大舅和二舅虽然生您的气, 但对我们姐弟仨还是好的。 就在刚才女儿摔倒了, 二舅回头看时就觉得心疼了。 以后您就在家安安生生携掌, 外边的事女儿去办, 好不好。 林三姑冷沉着脸, 甩手上了马车。 林二爷回到府中, 心里还是憋们的厉害, 干脆不在外院待了, 跑回自己院里逗了会儿鸟。 待妻子从大嫂那边回来后, 林二爷便扶着她坐在廊下, 一边给她打扇, 一边向她抱怨林三姑。 温氏嫁进林家时, 林三姑已经远嫁去了长州, 所以她对这位三姑姐是指纹其名, 未见其人。 当然这名也不大好温氏靠在廊柱上, 包了粒葡萄, 塞进丈夫嘴里, 宽慰她道, 人在座, 天在看, 善恶到头中有报, 她的报应已经来了, 咱们只管看老天怎么收拾她就成, 你可不许心软, 你给姨娘烧过纸了。 嗯。 林二爷今早去看铺子, 也顺道去姨娘坟上烧了个纸, 妾是不能埋入祖坟的, 所以林二爷的生母死后, 被葬在了黎林家祖坟约某屋里的一处山林里, 若不是去烧纸耽搭搁了些时辰, 她也不会回城后遇到林三姑。 吃了几粒葡萄后, 林二爷觉得牙都要酸掉了, 不敢再在院子里带着, 打起精神去外院忙活。 荣幸院内, 听郎中讲了半日药理的林如玉放下手中的毛笔, 旁边放着厚厚的一摞纸, 都是她记得笔记。 林如玉看着这摞笔记很有成就感, 郎中却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姑娘太勤奋, 快把她的脑子掏空了。 林如玉让雨英把郎中送出去后, 活动了活动自己有些僵硬的手指。 贤英上前给她按摩放松肩膀, 劝道, 姑娘不必着急, 慢慢来, 这么下去你的身子撑不住的。 林如玉舒服地眯起眼睛, 这已经是慢慢来了。 贤英如果见识过华夏国高三的学习强度, 就不会觉得她每日只上半天课就会累了。 说实话, 林如玉还挺满享受这种往脑子里塞之时的充实的。 有家, 有亲人也有了心爱的人后, 林如玉并不满足, 她要有自己的事业。 云娟端着茶点走进来, 禀道, 姑娘, 林峰来了。 贤英退到林如玉身后站好, 林峰走进房中行礼, 姑娘, 前夫人在城南童油巷里六十两买了出小两进的宅子, 然后退了客房, 一家四口搬进童油巷里去了。 童油巷? 林如玉想了想, 童油巷是不是在川街巷南边? 是。 林峰应了一声, 等姑娘试下, 沈哥的新建的宅子和旧宅都在川街巷里。 林如玉吩咐道, 派人去跟大勇和生子他们说一声, 让他们心里有数。 还有, 昨日南院巷里发生的事, 应该已经传到童油巷了吧。 林峰立刻会议, 姑娘放心, 已经尽人皆知。 川街巷内, 沈良勇兄妹七人围坐桌边, 先按惯例各自讲了一遍, 今天都做了什么。 老大沈良勇负责万象拍卖行, 老二沈良勒负责探听消息和大哥新宅的修建, 老三沈良生负责万象茶馆, 余下四个小家伙各处跑腿打杂。 除此之外, 兄妹七人每天还要雷达不动的读书习物, 每日忙忙碌碌, 过得十分充实。 说完做了些什么后, 沈良勇拙重给弟弟妹妹们讲了新搬到童油巷的, 前家四口的所作所为, 然后道, 大嫂让人过来传话, 就是让咱们提防着他们。 走吧, 咱去认认门。 于是, 十四岁的大哥沈良勇带着来六哥弟弟妹妹摸黑进了童油巷, 沈哥留下来保护他们的萧九和萧十在后边跟着。 这巷子, 八岁沈小七常来熟悉得很。 刚进巷子, 沈小七便掏出拳头大的一块粗粮饼子, 扔给巷口那户人家门口拴着的大黑狗。 大黑狗一口把饼子吞下, 冲着沈小七狂摇尾巴。 沈小七摸了摸他的脑袋, 然后大摇大摆地带头走进巷子, 把大火领到林三姑家院门前, 压低声音道, 就这家租着的老夫妻俩先后病死在这院里, 他家儿子是横死, 主家贤晦气, 才低价把房子卖了。 东边这院子没人住。 兄妹七个年纪不大, 翻墙入户却一个比一个利索, 看得萧九忍不住咧嘴笑。 静院挑地儿趴好后, 生子侧耳听了一会儿, 才把一根长竹竿伸到林三姑家的房盐上, 掀起两片瓦, 对主家来说可是非常不吉利的事。 余下六个齐齐像生子竖了根大拇指, 然后七个小脑袋趴在墙头上, 盯着林三姑家西厢厨房的门。 钱宝翠打开厨房的门, 小心翼翼向外查看, 月亮把地面照得亮堂堂的, 摔碎的瓦片很是显眼。 钱宝翠提起的心立刻放下了, 回头道, 正房顶上的瓦片松了, 掉下来几片。 桌边的钱财名嚷嚷, 那牙人还说这是刚建成两年的新房, 新房就掉瓦片。 钱兰翠小声道, 兴许是野猫才的。 林三姑沉着脸一句话不说, 默默吃着包子。 三个孩子都盯着她看, 可她连眼皮也不抬, 钱宝翠闭嘴, 把房门关上了。 虽然只这一会儿功夫, 但趴在墙头上的七兄妹 已经借着厨房桌上的蜡烛, 把四个人的脸都记住了。 擅长搜集消息的神小二道, 桌上荷叶上的包子 是穿街巷口老屋摊子上的 一个包子两文钱。 桌上只有包子没有碗筷, 他们还没来得及买, 或者不用买, 会有人送过来。 蜡烛是粘在木板上的, 他们连烛台都没有。 看来上一户人家搬走时 收拾得很干净。 还有一点, 钱财明在桌边坐着吃包子, 伤得肯定不重。 七个人里唯一的姑娘, 小五沈良五握拳, 凶巴巴道, 把腿给他打折一条, 还是两条。 沈小六摇头, 这巷子里有两家只童油的作坊, 不如在他家门口撒油, 让他们摔舌腿。 沈小四不赞同, 童油还得钱买, 不划算。 小七, 那条大黑狗能用不? 小七立刻道, 能, 只乃养啊。 沈良勇咳嗽一声, 咱就是过来认认人。 沈小五鼓起腮帮子, 哥, 屋里那老太婆在长洲时 算计过大哥和大嫂, 就算不要他们的命, 也得给他们点教训。 他们这帮兄弟能活下来, 全凭沈哥带着他们 都很拼命抢地盘。 敢算计他们大哥的人 就是他们的仇人。 沈良勇摇头, 不用咱们动手, 老太婆办的事儿 已经传开了, 想教训他们, 占便宜的人多得是。 如果巷子里的人 收拾得不够狠, 咱们再出手。 沈小二也赞同, 大哥说, 咱们现在是正经生意人, 做事得讲究方法, 不能蛮干。 能让别人狗咬狗的, 就不要弄脏了自己的手。 第二日, 还没等沈哥的小弟们出手, 林三姑所作所为 就传遍了童油像。 准备出去 采买些碗筷的林三姑, 隔着院墙 都能听到外边的议论声, 气得脸色铁青。 钱兰翠担心出事, 但还是宽慰母亲道, 娘别担心, 这些人过几日就散了。 等顺叔 把咱们放在蒲县田庄的家当 带过来, 咱们就能踏实过日子了。 钱顺是林三姑的陪房, 林三姑从长州出来时 只带了钱顺两口子 和两个护院, 一婆子。 林三姑从蒲县出来时 已经派人 回去给钱顺送信, 让他把田庄里的东西 都收拾好, 送到宣州来。 今日就该到了。 林三姑心里踏实了些, 吩咐两个女儿, 你们去北城门等着, 让钱顺直接把行李带过来。 已经是大姑娘的钱宝翠 不愿去做这吊架子的事, 钱兰翠却功功尽尽应望, 然后跟母亲商量, 娘,城门口有官兵守着, 不给官兵送点茶水钱, 咱们的三辆马车 怕是不能平安进城。 林三姑扫了小闺女一眼, 我给钱顺留了路前。 也就是说, 钱顺手里有钱打点守城门的官兵, 不用钱兰翠操心。 不能借这个机会 从母亲手里捞点好处。 钱兰翠兴致捡了大半, 却也只能拖着大姐到门, 装作一朵小的模样, 低头啪啪地躲在大姐身后, 避开围观人群的指指点点。 到了城外后, 一件衣裳穿了四天的俩姐妹俩, 两文钱买了两大碗茶, 坐在茶室里望着官道哭等。 等了大半日, 才终于瞧见钱顺的身影出现在官道上。 钱宝翠兴奋地抓住妹妹的衣袖, 顺书来了, 太好了。 钱兰翠看着孤零零一辆马车, 心里感觉不妙。 果然, 钱顺见了两位姑娘, 很是心虚, 是小人等无能, 没能护住货物, 让人给抢了, 不过请姑娘放心, 人都没事。 钱顺说着话, 两个护院和两个婆子, 陆续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合着这唯一剩下的一辆马车上都是人, 行李全丢了。 钱兰翠气的小脸通红, 你们这么多人, 连三辆车都护不住。 钱顺不爱听了, 姑娘有所不知, 上百人举着砍柴刀和菜刀冲上来, 如果不是我们跑得快, 连这辆马车都没了。 是啊姑娘, 当时可吓人了。 若不是奴婢跑得快, 都没命回来继续伺候夫人了。 钱顺媳妇也没当回事。 三车就东西丢就丢了呗,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夫人回了林家, 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 得知丢了全部家当后, 林三姑气得差点原地升天。 拼了老命, 才从蒲县田庄跑到宣州城。 本以为进城后, 就能跟着主子回林家过舒坦日子的 潜顺两口子。 此刻站在飘满同游气味的院子里, 也无比失望。 早知道夫人回来会与林家断亲, 他们还不如待在田庄里。 不对, 还不如留在长州。 可这世上, 就没有卖后悔药的。 钱婆子低着头, 大气不敢出。 跟了林三姑二十多年, 钱婆子最是晓得林三姑的脾气。 若是他们这些下人不老实听话, 林三姑转手就会把他们卖了, 再买几个听话的回来使唤。 主仆之情, 屁。 亲辩, 亲大哥, 亲侄女, 丈夫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提。 主仆情义在他眼里更不存在。 钱顺低眉顺眼解释道, 夫人, 不是小的们无能, 实在是这一路上不太平, 每隔几里就有几十上百人堵着。 小人亲眼瞧见, 他们把前面马车上的人给砍成了好几段。 去年抗洪, 林家出钱出药, 出地出粮, 所以林家在宣州百姓中口碑甚加, 拦路抢劫的也不敢做得太绝。 因为林家一旦报官, 衙门肯定会拿人问罪。 咱们在田庄里, 不晓得外面已经弯成这样了。 钱顺后边站着的黑大哥护院闷声道, 胡说八道, 丢了所有衣裳和首饰的钱宝翠, 气得要死。 我们前两天过来时, 路上连个鬼影都没有, 怎么轮到你们就几十上百人拦着了。 钱财明也狐疑地上下打量五个下人, 怀疑他们奴大妻主, 把主家的家当偷偷卖了。 还得靠着三个护院保护他们呢。 钱兰翠怕闹下去不好收场, 连忙到, 外边确实乱了。 娘, 现在紧要的是, 趁着下粮这阵还算便宜, 多买些粮食囤着。 我听说城里买粮需要拿着衙门开的瓶票, 巷口拴着大黑狗那家的主人, 就是这一片的监视官, 咱们得凭着房企和户籍, 去她家取这个月的瓶票, 才能去凉店买粮。 没想到, 妹妹连这些事都问出来了, 钱宝翠好奇问道, 瓶票是什么东西钱兰翠解释, 就是盖着衙门公章和价钱, 数量的一张票据。 衙门每个月按人头发一次, 大人每月十五斤, 十六岁以下减半, 三岁以下无粮。 这是个新鲜玩意儿, 屋里人莫属屋里的人头, 算着能买多少斤粮食。 屋里大大小小九个人, 一个月就是一百一十二斤半粮食。 林三姑将这数量换成银子, 眉头越皱越紧, 却也只得咬牙, 带着前婆子去取瓶票买粮。 顶着巷子里人的冷嘲热讽, 到了巷口那户人家, 林三姑却得知每月初一发瓶票, 她家院子的本月瓶票, 已经被人领走了。 今日才是七月初四, 没有瓶票, 他们就只能买高价粮, 否则一家子就得饿死。 林三姑眼前一黑, 好悬眉气死过去。 林三姑虽然心疼银子, 却只能咬牙买了八十斤高价粗粮, 然后又是买油盐酱醋, 碗筷, 被褥, 衣物等, 虽都是挑着便宜地买, 但银子还是像流水般出去不少。 家里没有一点景象的林三姑, 算清楚自己的家底够吃几个月后, 心中慌得厉害。 不行, 她得想办法赚银子。 林三姑为了生计发愁时, 林如玉正坐在家中湖边的粮亭里, 吃着水果, 听母亲和二婶, 大嫂闲聊。 两周里交流完怀孕感受, 自然而然地说到了吃食尚, 温氏感叹道, 如果让大伙知道, 瓶票买粮这么好的主意, 是咱家焦焦想出来的, 眼珠子肯定得惊得滚到地上。 正在吃蜜汁的林如玉, 如玉春也好奇问道, 这一招确实太厉害了。 二妹是怎么想出来的? 将蜜汁盒放在夜行清玉碟里, 林如玉抬起手指, 在脑袋转了两圈, 顽皮道, 就这么一转, 想出来的。 房氏、温氏、 如玉春和林如玉被逗得哈哈大笑, 林如玉也笑完了眼睛, 把云娟递过来的白玉荔枝送入口中。 在物资短缺时期, 评票购买可以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所需, 防止社会动乱。 这可不是他想出来的, 而是他在第二世时学来的。 感恩冥冥之中的万物主宰, 让他立了第二世, 开眼界, 长本事。 雨英迈着轻快的步子进入凉亭, 老爷请大姑娘去前院书房议事。 快去, 白手让林如玉赶紧去。 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 娘亲和二婶不能吃了, 大嫂和二妹还可以吃几颗。 林如玉叮嘱一句, 才起身尽手赶往前院。 大姐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林如玉取了一颗荔枝塞进嘴里, 美滋滋吃着。 温氏颇为嫌弃点了点闺女的脑袋, 转头虚心请教大嫂, 怎么把娇娇养得这么出色的, 她得按照大嫂的法子, 把肚子里这个娇养得像娇娇一样, 有本事。 房氏笑得温柔, 说的真诚不是我教的, 是菩萨保佑。 林如玉到前院书房时, 祥叔正在报事。 林副向他招了招手, 林如玉便微提裙摆卖过门槛进屋, 乖巧在父亲身边坐下。 祥叔把各处店铺的情况讲了一遍, 然后道, 饶州和荷州的店铺 已经尊老爷的吩咐歇业, 等乱世过去再开张。 荷州和荷州已经乱起来了, 没有衙门维持治安, 店铺开门也是被抢, 只能歇业自保。 林副把对各店铺的安排 一一吩咐下去, 又着重强调, 从绸缎庄和船航撤下来的人手 派去保护各处的田庄, 药田和收药材的铺子。 是。 管家出去后, 林副接过女儿递过来的茶吃了一口, 才道, 沈哥派人送信回来, 他们已经与沈将军会合, 让咱们放心。 缅州不太妥当, 沈哥想把你外祖父一家接出来, 借用幼侯卫的运粮船 将他们送出缅州, 然后需要咱们派人去接应。 此事先不要告诉你母亲, 卫父打算雇粮到标局的标师去一趟, 家里就交给你和你二叔了。 林如玉摇头, 爹爹留在家中主持大局, 女儿去接外祖父和外祖母。 林如玉好不容易把父亲 从海外接回宣州, 岂肯让他再去以身犯险。 但同样的, 林副岂能让自己 才十五岁的女儿去冒险。 你在家安心等着, 卫父会平安归来, 爹爹让女儿去吧。 林如玉拉住父亲的衣袖, 两眼水汪汪道, 女儿跟着咸阴他们 习了快一年的功夫, 现在寻常两三个人 是进不了女儿的身的, 而且女儿还会医术。 林副动容, 抬大手按住了女儿的肩膀, 耐心解释道, 娇娇, 卫父这一趟 不只要接你的外祖父一家, 还要把商路打通。 我听住太守说, 朝廷先要应对北庭战士, 一年半载 能无法抽掉兵力围攻安州, 所以安王惹起的这场乱子, 一年之内定平息不了。 所以, 我得亲自走一趟, 把宣州, 饶州, 鄂州, 缅州四州的商路打通, 这不只是为了咱们家, 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林副耐心给女儿解释, 官有官到, 商有商到。 世道乱成这样, 只靠着官平路隐世 做不了生意的, 得跟严路的地头蛇们谈吐。 为父是林家商号的当家, 我去了代表的是林家商号, 你去了无济于事, 娇娇放心, 有你们在家里等着, 为父绝不会让自己出事的。 父亲既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林如玉无法再说什么, 直到, 女儿听您的。 乖, 林副欣慰地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你二叔这两年也长进不少, 宣州的生意, 让你二叔和管家, 管师们照应, 你母亲和二婶都怀着身孕, 府里的事情要你, 和你大嫂多费些心思。 林如玉点头应下, 爹爹放心, 女儿会照顾好家里的林副对女儿, 还真有那么一点不放心, 娇娇答应为父, 在我没回来之前, 你绝不能离开宣州城。 林如玉浓密的睫毛颤了颤, 将来局势如何还不好说, 万一情况紧急, 他不可能不出宣州城, 女儿尽量不离开宣州。 林副揉了揉女儿瘦弱的小肩膀, 叹息道, 才多大个人儿, 就想把担子全扛在自己肩上了。 你安心在家守着你娘, 等为父回来。 爹爹十五岁时, 已经在外边跑生意了, 他十五岁怎么就不能扛事了? 林如玉抬起毛子, 认真道, 那您一定要尽快回来。 比起不安的女儿, 文知丈夫要出门, 房氏很是平静。 你不许瞒我, 是不是缅州那边出事了? 林副揽住妻子的肩膀, 柔声道, 还没出事, 是沈哥察觉到不对劲, 所以要以防万一。 你与岳父岳母也有三年未见, 把他们二老接过来, 你们也好团聚。 房氏的头靠在丈夫肩膀上, 美丽的毛子里尽是担忧, 沈哥是个谨慎的性子, 他既这么说, 肯定是听到了什么消息。 爹娘可以出城壁祸, 我大哥身为朝廷官员, 没有朝廷旨意, 不能善离职守。 咱们坏了安王世子不少事, 我怕他把气撒在大哥身上。 一旦缅州失守, 性子死绝的大哥定是凶多吉少。 房氏咬唇, 用脸蹭了蹭丈夫的脖梗, 康年, 我大哥, 林副晓得妻子在担忧什么? 你放心, 但凡有一点可能, 就算是把大哥打晕, 我也要把他扛出来。 房氏被丈夫逗笑了, 抬手捶了他一下, 道出自己心中的打算, 就我大哥那脾气。 就算你把他打晕扛出来, 他也会再跑回去。 最好, 是缅州太守派他出城, 只是这事不是咱们说了能算的。 咱们说了不算, 但知道谁说了算就成。 林副向妻子保证, 你和孩子们安心在家等着, 我去想办法。 房氏紧紧贴在丈夫怀中,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目送父亲乘船远去后, 林如玉望着茫茫江水, 一动不动。 林二叔走到他身边, 看了一会儿江面, 笑问, 娇娇看着水波纹, 不觉得眼韵吗? 林如玉也笑了, 晕, 那咱们回去。 好, 父亲出城了, 宣州林家要靠他和二叔撑着呢, 没工夫在岸边站着发呆。 林如玉打起精神, 抬头挺胸回城, 他们刚回到清一乡, 只沈良乐与沈良武便来了。 沈良武上前搂住大嫂的胳膊惊叹, 才几日不见, 如玉姐怎又漂亮了这么多? 这小丫头。 林如玉抬手比了比, 我还是老样子, 不过二弟和小五又长根了沈哥的七个小弟, 现在吃得饱睡得好, 简直是眼见着长, 才十三岁的沈良乐, 去年来宣州时还没林如玉高, 这会儿已经超过林如玉了, 十一岁的小五也长高了些。 在外边精明能干的沈良乐, 在大嫂面前却有些憨憨的, 他抬手挠了挠后脑勺, 嘿嘿笑着, 最多再过三年, 我就能长我哥那么高, 跟着他一块出门了。 这帮孩子把沈哥当成他们的支柱和努力的方向, 处处向沈哥看齐。 林如玉让人送来茶点, 三人围坐在桌边。 沈良乐才说起今日的来意, 蒲宪陈武和曾东的消息打听清楚了, 陈武没说假话, 他就是个跑马车的。 死掉的那个车夫曾东, 全名曾东杰, 河州立洋人。 他还有个弟弟叫曾东阔, 在立洋衙门做事, 3月30日死在了立洋码头。 林如玉明白了, 曾东阔是那晚, 假扮劫匪在立洋码头用毒气围攻我家货船。 那天晚上确实死了二十多个人。 是, 官差假扮劫匪抢船, 本就该死。 沈良乐继续道, 曾东杰是立洋的地痞, 仗着他递在衙门, 没少横行霸道。 跟着曾东杰的另一个车夫, 是他的小弟。 除了他们俩, 一块到蒲县的还有五个人, 打伤钱才明的就是他们。 钱夫人带着钱财明往宣州赶时, 他们就离开蒲县回了立洋。 回去之后, 领头的那个还去了趟衙门, 出来后跑去酒楼大吃大喝。 喝多了后说, 立洋县令被领川县城郑永贵抓起来。 因为是衙门里的事, 咱们的眼线混不进去。 如玉姐可以跟太守大人提一句, 官府的事还是得当官的打听更方便。 林如玉点头, 短短几日就能打听出这么多消息, 二弟越来越能干了。 沈良乐憨憨一笑, 就是跑腿问话的事, 敞开了说不算啥。 大嫂,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怎么办? 良扮。 林如玉没把沈良乐当孩子, 坦言相告, 林家和郑家没有私仇, 郑家在立洋时想夺林家的大船, 现在又通过钱夫人算就我父亲, 都是因为郑家背后的主子, 安王父子。 只要安王还盯着宣州, 隐患就无法消除。 我哥去安州了, 很快就能宰了安王父子。 沈小五对自家大哥的本事, 那可是毫不怀疑的。 对, 沈良乐也跟上, 林如玉给他们解释当前的形势, 沈哥要杀安王父子, 也得有机会接近他们才成。 那怕死的父子俩, 这会儿被数万兵马保护着, 只要他们龟缩不出, 想杀他们并不容易。 几万人, 沈小五睁大眼睛, 消息灵通的沈良乐却道, 他们确实人不少, 不过, 我哥肯定有办法。 沈哥究竟干了些什么, 才能让他的小弟们这么崇拜他林如玉点头, 对沈哥肯定有办法, 咱们肯定是最后的赢家, 安王父子一定会被打败。 沈良乐跟小五都开心笑了后, 林如玉才继续道, 咱们不能把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你们大哥身上, 咱们得帮他分担一些。 所以, 咱们得想办法控制住郑永贵和郑永妇。 沈良乐提醒道, 如玉姐, 杀了他们比控制他们更简单。 他们两兄弟经过这些年的运营, 已经把何周握在了自己手里, 杀了他们, 何周会更晚。 林如玉也知道杀了更简单, 但如今的局势, 须得步步为营。 他们现在还是朝廷命官, 不管是杀还是控制, 都得朝廷的人出手。 这件事, 须得太守大人定夺。 所以这件事, 不能往外说。 好。 沈良乐和沈小五齐声应下。 说完正事, 沈小五便叽叽喳喳地向大嫂汇报林三姑一家的动向。 前夫人母子四人这几天都没露面, 他家婆子去如玉姐的大姑和二姑家地拜帖, 但两家都没接, 还有就是他家的仆从去修城墙了。 还有就是他家的二女儿前兰翠带着婆子出来买菜时, 两次主动跟勇哥说话。 我看他那样, 肯定是想打我勇哥的主意。 沈小五虽然才十一岁, 但他在街巷里长大, 自小便蹲在路边看尽人间百态。 所以他说前兰翠想打沈良勇的主意, 林如玉绝对相信, 我让人去。 还不等林如玉说完, 沈小五已经笑嘻嘻道, 这点小事不用如玉姐出手, 他那点小手段还不够看的。 沈良勇也道, 如玉姐就交给小五吧, 他好不容易找到个乐子。 林如玉, 好吧。 送走沈家兄妹后, 林如玉在书房沉淀了沉淀思路, 然后派人把祥叔请了来, 将沈良勇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 劳烦宁老去衙门面见夜长使, 将事情告知他。 陈五还在牢里压着呢? 陈五在堂上时说过, 他家上有老母下有质子, 等着衙门调查清楚此事, 再把陈五放出来, 就不知何年何月了。 既然已经查清此事与他无关, 也该将他放出来, 让他回家了。 祥叔走后, 林如玉到一桃院见母亲,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房氏赞同女儿的主意, 但却没有如林如玉所想的那般, 让林二叔去拜见太守, 而是让林如玉自己去, 这着实让林如玉有些意外。 房氏抬手帮女儿理了理并搅的碎发, 温和道, 沈哥是沈叔祖嫡孙的事, 已经八九不离十。 你可想过, 他早晚要回新阳的。 林如玉点头, 想过。 沈哥是武安侯府掌房嫡孙, 待查清了身事后, 他肯定是要认祖归宗的。 房氏言道, 你是怎么打算的? 林如玉如实道, 不管他是乌杀镇的沈哥, 还是武安侯府的沈燕翼, 只要他不变心, 我便跟着他, 如果他变心, 我便立刻弃了他。 好样的, 房氏揉了揉女儿的小脸, 就该如此, 咱们家的女儿, 无论何时都不能受委屈, 既然你打算跟他长久过下去, 就得走出去。 他去建功立业, 你也得站得更高, 更有本事。 娘知道, 比起与人打交道。 你更喜欢在药房你研究医书, 但与人打交道的本事, 你也得学。 既然要学, 就从现在开始吧。 你与你二叔同去太守府, 待过一阵娘这一胎坐稳了, 再由娘带着你出门。 娘也不是要你做到八面玲珑, 只要你听得懂弦外之音, 不被人绕进去, 又能做到不卑不抗进退有度就好。 他可以长不少见识。 安州之乱已经祸及多地, 祝太守每日忙得焦头烂额, 恨不得将自己劈成两半, 变成两个人来用。 但听到林家人求见, 他还是放下手里事情, 让牙柴把人请了进来。 待见到林如玉跟着来, 祝太守便觉眼前一亮。 无他, 这小姑娘长得实在是太痒痒了。 祝太守屡须, 蒲现刺客的事, 我已听叶大人提起。 不过以现在的情形, 老夫便是派人将公文送去荷州, 也无济于事。 林二叔盲道, 草民此来不是为了此事, 而是为了彻底解决隐患。 彻底解决。 祝太守的目光直接落在了林如玉身上。 林二叔便笑道, 如玉, 还是你向太守大人讲吧。 这点子是你想出来的, 你说起来最初省事。 祝太守面容和蔼, 丫头是怎么想的便照直说。 是。 林如玉简要道, 大人, 何州乱象的根源是在何州私仓书佐郑永复身上吧。 祝太守点头, 郑永复和郑永贵两兄弟已将何州太守屈存架空, 现在何州的军政大权都落在了他们兄弟手中。 林如玉道, 请大人庶名女斗胆, 朝廷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祝太守如实道, 自是想将他们除了, 稳住何州, 杜城后将军已在暗中部署人手。 林如玉问道, 大人, 郑家兄弟已将何州的上千官兵握在手中, 除了他们之后, 杜将军还要派兵去镇住这些兵马吧? 如果杜大人派出兵马, 镇守宣州和射州的人马是不是就少了? 虽然不知林如玉是如何知道郑家兄弟手中握有上千兵马的, 但他所言确实是现在最棘手的问题。 祝太守问道, 丫头有何妙计? 林如玉抬眸用毒控制住郑家兄弟, 让他们反割, 成为咱们对付安王父子的尖刀。 林如玉说的主意, 祝太守不是没想过, 只是, 独从何来, 林如玉拿出一个黑色的小瓶子, 放在祝太守面前。 为了不弄魂毒药和解药, 林如玉一律是用黑色的瓶子装毒药, 白色的瓶子装解药, 或者治病的玩耀。 祝太守慎重地拿起药瓶, 剑瓶身的标签上贴着字, 七日红。 林如玉点头, 这里便是我配置的一种毒药, 无色无味, 混入茶水中饮下酒尘, 服下之后两个时辰即可见效。 这种毒不能侵蚀人的脏腑, 但是能令中毒之人浑身起氧无比。 若是没有解药, 便是把肌肤抓烂了, 也不能止氧。 服用一颗解药, 可保五日不养。 这解药, 只有我能配。 朱太守看着年不过十五的林如玉, 认真问道, 当真只有你能配出来。 是。 林如玉答得十分自信, 这是我研究肌肤饮诊时, 意外配出的一种药。 不过味求稳妥, 大人还是找郎中试一试, 看他们是否能解此毒。 林如玉如此有自信, 是因为他独特的三式经历, 论中医医术药理, 他肯定不如大夏朝的良医, 但能将中西医结合的, 大夏朝恐怕只有他一个。 七日红是他用现代办法, 提出了数种治养的毒素, 混合而成的毒药。 果不出所料, 第三日, 朱太守便派人把他和二叔请去了衙门。 朱太守和杜成后将军, 亲自见识过七日红的毒性, 和狼中们认为不过二, 却怎么也配置不出解药时的狼狈后, 两人信心大增, 立刻拟定了详细的计划。 杜将军已经派人, 拿着毒药和解药, 秘密潜入河州, 若事情顺利, 五日内便能控制住郑家兄弟, 稳住河州。 郑永复去年曾到宣州调查 宣州私仓书左徐陆原致死的真相, 朱太守已看透了他的为人和脾性, 郑家兄弟肯抛家弃子追随安王, 是因为安王许以重礼, 但再大的利益也没有命重要。 丫头, 若此计能成, 你便是守功劳。 林如玉诚恳道, 名女不敢贪功, 只是将自己偶然炼制出的毒荷解药 送到您面前, 怎么行事还得您和杜将军安排。 朱太守吕白胡须, 笑容慈祥, 你可还能治出其他类似的毒药。 治, 当然是能的, 但林如玉不愿。 他惭愧摇头, 名女能配出此毒也是机缘巧合。 朱太守听他这么说, 心里反倒踏实了许多, 有这一种你足够了。 从衙门出来回到府中, 林二爷把侄女带入书房, 不放心地叮嘱道, 你学医是好事, 二叔不拦着你, 可你以后不要研制毒药了, 万一不小心伤着自己就麻烦了。 是。 林如玉十分干脆地硬下, 他也明白研制毒药危险性太大, 而且, 就算他研制毒药是为了对付坏人, 但是这毒药一旦被坏人掌握了, 就会拿来对付好人为恶, 是会损应得的。 他现在拿出七日红对付郑永父兄弟俩, 一是因为他们对林家动手在先, 二是为了大局。 宣州被何州和饶州夹在中间, 一旦他们两边同时举起归顺安王, 宣州威夷。 现在控制住郑氏兄弟, 就等于将宣州之威去了一半。 现在只盼着, 此计能顺利实施。 五日后, 林如玉从驻太守那边得到了大好消息, 郑氏兄弟已被七日红控制住, 虽然表面上还是他们把控着何州的军政大权, 但实际上两人已构不成威胁。 除此之外, 林如玉还从驻太守口中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 安王计划将都城从安州搬去鄂州。 鄂州? 林如玉的慈白如玉的手指落在地图上, 把缅州的地理位置指给二叔看, 北有安州, 西有缅州, 南有越州, 东有江州。 这四周已在安王手中, 一旦让他安王避入鄂州, 再想将他擒住, 定比现在南上数倍。 林二叔的眉头也锁得紧紧的, 他要进入鄂州, 一定会经过缅州。 难怪沈哥说缅州形势危急, 要把房价二老借出来。 不行, 不能让他逃到鄂州, 咱们得做点什么? 祝太守和杜将军肯定已将消息送去了诱后卫, 咱们能做的, 就是守好凌驾, 守好宣州。 看着二叔这么着急, 林如玉却冷静了下来, 安王一旦逃入鄂州后, 必将目标指向宣州和涉州, 到时候咱们可能会有硬仗要打。 林二叔气得抱了粗口, 这老兔崽子, 安安稳稳地当他的王爷不好吗? 非要坐死折腾。 骂过之后, 林二叔叮嘱侄女, 这事儿别让你娘知道。 林如玉点头, 娘亲怀着身孕, 他当然不会将此事告知娘亲。 二叔被祥叔叫走之后, 林如玉唤过洛显, 洛大哥, 安王造反有三个多月了, 为何朝廷还不派兵增援沈将军? 洛显如实道, 我猜测是因为国库空虚, 不足以支撑朝廷南北同时开战。 沈存玉的二叔带兵出征去了北庭, 那场仗还没打完呢。 林如玉的柳叶眉微微, 北边的仗是武安侯府的人在打, 南边的安王造反, 要武安侯府的人来攻, 不是说大厦有数十万兵马吗? 其他兵将都是吃干饭的。 想到这里, 林如玉眉心一跳, 万岁真正能调遣的兵将有几路。 洛显定了定, 才低声道, 不多, 能用的都用上了。 先皇突然驾崩, 万岁少年登基, 如今才不过三年, 位子还没坐稳, 各路朝臣都在观望。 朝臣不信任天子, 想为自己保存实力。 林如玉听着, 都替钱昌帝糟心。 贤银看着姑娘低下头, 低声劝道, 姑娘和姑爷识破贺九明的阴谋, 令他至今无法吞并宣州。 如今姑娘又从他们手里夺回了河州, 姑娘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朝廷的事, 便让朝中大臣去操心姑娘, 只要能助太守和杜将军守住宣州, 就是其功一箭。 旁人不知, 他们这些武安侯府的侍卫, 却是知道林如玉在过去这一年, 做了多少事的。 林如玉所作所为, 若是被世人惜之, 大厦便又多一个能与小将军齐名的传奇。 林如玉也知道, 如今局势错综复杂, 他所能做的就是照顾好家人, 帮助助太守和杜将军守城。 林如玉里清思绪, 回内院去见母亲。 今日是中元节, 阿恒和阿东要参与组里的祭祖活动, 不用去读书。 这会儿, 两个小家伙已经参加祭祖仪式归来, 林如玉本以为他们会在园里玩耍, 但到了后院才发现, 两个小家伙正在非常努力地扎马步, 练拳脚。 宣州城中气氛一日紧张过一日, 沈哥, 大夫和父亲先后出门, 这让家里的弟弟妹妹们也跟着紧张起来, 没了玩闹的心思。 看着阿恒和阿东脸上滴滴答答往下滴的汗珠子, 林如玉笑道, 今日练完后, 姐姐带你们去放河灯。 阿恒和阿东的眼睛都亮了, 用力点头, 本来颤抖的小腿, 这会儿也不颤了。 林如玉到了一套院, 见母亲正靠坐在榻上, 有条不紊地安排府中各项事务, 府中管事和管事媳妇们都垂手恭敬听着, 她的二妹林如玉站在母亲身后, 全神贯注地听着。 待管事和管事媳妇们出去后, 林如玉依旧站在旁边, 口中念念有词。 林如玉走近了, 才听到她在念叨府中各位管事媳妇们的分工, 等她念叨完, 非常认真地抬起小脑袋, 向林如玉道, 姐, 府里的事情我和大嫂帮着伯母和母亲做, 你只管放心去做大事。 林如玉笑了, 我能有什么大事? 有, 很多。 林如玉掰着手指头数, 去衙门议室, 管理铺子, 学医术。 妹妹更懂事了, 林如玉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好, 府里的事情交给你, 吃完晚饭, 咱们去放河灯。 林如玉历史喜出望外, 一阵风板跑了出去, 我去换身衣裳, 姐姐等我。 房氏和林如玉都笑了, 房氏道, 叫上你大嫂一块去, 她在府里也闷了好几日了。 好, 林如玉小心扶着母亲到院子里散步, 傍晚时分, 暑气仍在, 今日的天气让人觉得并不舒服。 但林如玉却分外珍惜此刻, 因为去年今日, 她正与大幅蜷缩缩在乌沙镇破旧的观音庙里, 心急如焚地担忧着母亲和阿恒。 一年了, 房氏与女儿想的是同一件事, 娇娇待会儿多放几个河灯。 放河灯, 可悼念失去亲人, 也可祝福活着的亲友林如玉 将一盏盏各式各样的河灯放入河中, 目送他们远去带着跳跃的烛火慢慢飘远。 因为世道乱了, 百姓们心里没底, 所以, 无论是祭祀还是放河灯, 都格外地虔诚, 数不尽的河灯顺着流水飘向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林如玉盯着河灯, 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沈哥。 去年今日, 她利用刘大巴拉社局, 引走了到乌沙镇内, 搜寻她和大福的码头山山匪, 然后便与大福一起避入破旧的观音庙中。 现在她已经知道, 那座破庙是沈哥的底盘。 她进去的当夜, 沈哥和她的小弟们就知道了, 但并没有驱赶他们。 沈哥, 这会儿在做什么? 林如玉蹲在河边, 头枕着膝盖, 思念如着河灯般绵延, 没有尽头。 沿江上行数百里, 缅州城外瑜伽湾, 熙熙落落的河灯顺着流水飘荡, 远没有宣州城中那般拥挤, 但河灯承在的思念和住院, 却是一样的。 一盏被水草缠住的河灯摇摇晃晃, 中阴灯内的蜡烛熄灭, 渐渐暗了下去。 哗啦, 哗啦, 船桨拨动江水的声音游远极近, 带棚子的小船没挂灯笼, 守在岸上的人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 还是不太敢确定, 船上是否是他们等了半夜的人。 待这艘船停在他们面前时, 不过三五丈远的地方时, 岸上的人便拢起手, 发出啾啾啾啾的蟋蟀叫声。 咕咕, 咕咕, 咕咕。 船上的人回了三声, 草丛里的人便跳了起来, 沈哥。 是我, 接住缆声。 沈哥说吧, 把缆声扔了过去, 准确落在岸上等候的萧灵手中。 萧灵立刻用了, 将船拉到岸边固定好。 沈哥进入船舱, 与一位中年男子浮出一位老人, 月光照亮了他白的头发。 中年男子低声道, 娘, 贪边地不平, 儿子背您上去。 老夫人没有逞能, 扶在了儿子背上。 送他们上岸后, 沈哥返回船舱, 又浮出一位老人家, 低声道, 阿翁, 让我背您上去吧。 沈哥还没他的孙子大呢, 防老爷子岂能让他背着, 别看阿翁年纪大, 腿脚利索着呢, 走吧。 好, 沈哥声音里透着欢快, 咱们上岸走约莫五里山路, 就能到曹船所在的位置。 您和阿奶还有二舅乘坐草船顺江而下, 带出了缅州后, 林家人会在岸边等着接您二老。 河边草木茂盛, 呼吸间竟是清新的水汽。 防老爷子望着水面上嬉戏落落的河灯, 心神有些恍惚。 两个时辰前, 他还在府中向小儿子交代后事, 这会儿却已被外孙女婿送出了城, 待会儿就要乘船去宣州, 与自己的女儿团聚了。 真是像做梦一样。 哥儿, 你当真不跟阿翁一起走。 被人背着穿过树林, 到了草船边上准备上船时, 防老爷子再次问沈哥。 就算他再能干, 也还是个孩子, 安州皆是穷凶极恶之徒。 防老爷子如何放心得下, 沈哥答得坚决, 阿翁, 我如今在幼侯卫中笑领, 不攻下安州, 我们是不还乡。 好孩子, 如果我大下狼都如你这般, 何愁安州不灭, 何愁天下不定。 防老爷子拍了拍沈哥的肩膀, 外祖父在宣州, 等你平安得胜归来。 月光下, 沈哥笑容灿烂, 您放心, 孙女婿一定会平安回去的。 全说, 我阿翁和阿乃, 二舅在这里。 刚匆匆赶到, 正两眼一抹黑, 不知去哪找人的林全听到声音, 立刻奔了过来, 给房家二老和房二舅建立。 林全是跟在林康年身边多年的管事, 房家二老都认得他, 见到他, 心里也更踏实了些。 眼看着运送军粮的曹船 马上要启程了, 沈哥连忙让房家人上船, 并让林全带着四个护卫登船护送, 一定要将二老平安送到。 古也放心, 林全拱手扶着房老爷子上了船。 房二舅上船时, 低声于沈哥道, 我大哥那里, 你不必太过为难。 沈哥却道, 二舅放心, 我一定把大舅救出来。 听了房二舅的话, 年轻气盛的沈哥没有挺起胸膛, 保证一定会救回房大舅。 只低声道, 我尽力。 目送在满梁市的大船连夜启程后, 沈哥深吸了一口含着清凉水汽的空气, 抬头看七月十五的圆月。 去年的今日此时, 月亮就在这个位置, 他正蹲在乌沙镇的观音庙的窗台上, 盯着蜷缩在观音巷后, 霸占了自己睡觉位置的林如玉看。 沈哥地盘意识很强, 但那天他却没把林如玉提起来扔出去。 虽然他蜷缩着着, 沈哥看不清他的模样, 但却看得出他很累。 如果现在能回到一年前, 沈哥不止会把自己最好的一件皮子给他盖, 环, 猴节滑动, 沈哥借于少年与成人的线条灵力的下河微动, 还想轻易轻塌, 做梦都想。 东家, 咱们回营。 仰望月亮出神的沈哥, 与孤傲站在山头校园的狼王, 别无二致。 萧玲怕他忍不住豪梁嗓子, 经到装粮室的官兵, 低声提醒道, 东家, 咱们回营。 沈哥摇头, 萧大哥带队回去, 我进趟林子, 明早再回。 若是旁人大晚上摸进林子, 萧玲一定会担心, 但沈哥进林子, 萧玲毫不担心, 因为林子里最凶狠的狼群都听沈哥的, 他担心个屁。 萧儿听到, 沈哥要进林子, 搓了搓手黑黑道, 东家, 沈哥立刻会议, 爽快道, 这几日大伙都辛苦了, 我明早带些猎物回营。 多谢东家。 萧儿等人低声欢呼, 眼巴巴望着沈哥窜入山林, 消失不见。 今夜月色情好, 但茂密的树林中还是漆黑一片。 沈哥在林间快速穿行, 不时停下来秀一秀, 查看地上的痕迹, 然后再快速前进不出两个时辰, 他便找到了这片山林中的狼群。 一眼, 便从三十多只狼里, 找到了狼王。 若是退回一年前, 沈哥在林子里遇到这么大的狼群, 肯定得先打上一架, 才能确认谁比较厉害。 但现在依旧是孤身一人的沈哥, 在狼群面前仰手发出悠长的狼嚎声后, 却直视着狼王的双眼一动不动。 狼群开始不安骚动, 狼王与沈哥对视许久后却收了杀气, 缓缓低下头做出了沉浮的动作。 沈哥低笑一声, 把腰间挂着的两只野兔放血, 扔了过去。 两只野兔还不够狼群撒牙缝的, 不过吃了沈哥的两只兔子后, 狼王的戒备明显降低了许多。 沈哥这才把身后的包裹取下来, 打开取出两件衣裳, 放到了狼王面前。 狼王嗅了嗅, 群狼也都上来嗅了嗅, 然后狼王一声嚎叫, 群狼便散开了。 狼群走后, 沈哥爬到大树上歇息, 一边等候狼群的消息, 一边分析着缅州的局势。 安王造反, 第一个受到波及的地方, 便是锦铃安州的缅州。 安王父子在缅州的口碑极佳, 不少缅州百姓受过安王的小恩小惠, 觉得安王是被逼无奈, 才不得不带天行事, 征讨新阳的吴道昏军前昌帝。 而缅州的大半官员, 包括缅州太守尹承治和缅州首将胡明在内, 也都是兴孝安王的。 少数位归顺安王的, 诸如缅州通手耿寸兆和西草书左防洪开等少数官员, 由尹承治和胡明压着, 也无计可施。 所以, 缅州虽未举起反旗, 但对前昌帝命缅州全力配合幼侯卫, 缅州军听从幼侯卫沈存玉将军调遣的诏书, 杨凤宁为。 十日前, 沈存玉一刀砍了不遵军令形势的胡明, 震慑了缅州军, 才将一千缅州军纳入右后卫麾下, 听从调遣。 缅州太守尹承治等人见沈存玉敢杀人, 便知他手里握有先斩后奏的圣旨, 形势也收敛了些。 但仅凭三千右后卫和一千多缅州守军, 想拦住安王的三万兵马, 无异于躺毙当车。 所以, 沈存玉依据地形, 沿途设服, 分批次灭杀叛军兵力。 即便如此, 在无缘军的情况下, 缅州必定失守, 所以沈存玉命令官员和百姓撤离。 缅州百姓不止不撤, 还发了疯的咒骂诱侯卫助纣为念, 致使诱侯卫在缅州的行动步步受阻。 沈存玉也是个暴脾气, 不撤。 好, 将官仓和府营全部搬走, 冲作军粮军饷。 沈哥便是在此等混乱之中, 与灵妇派到缅州的人里应外合, 将房家二老以及房二舅互送出了城, 与运出的官粮一起送出缅州。 但官居西草书走的房大舅半月前便被太守隐城志派出城, 独检各县田赋, 之后便下落不明。 房家长孙房润炯带人出城找寻父亲的下落, 也没了消息。 灵家人和房家人找了这许久, 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世。 房老爷子觉得长子和长孙应是被安王的人抓了去, 应担心安王在对房家下手, 便让次子带家眷必去缅州。 房家二则老留在城中, 继续追查儿孙的下落房二舅放心不下父母, 将家眷送出缅州后又返回缅州家中。 房老爷子拉下连赶儿子走, 沈哥深夜到了房家时, 两父子正争执不下。 沈哥说服房家二老, 护送他们出城, 由他继续追查房大舅的下落。 世道乱了, 人性丑恶暴露, 缅州乱象频发。 在此等情形下, 沈哥能冒险入城相救, 房家人自是感激不已, 所以房二舅才会在分别时, 说出让他不必为难的话。 因为房家撒出去了大把的人手, 翻遍了缅州所辖的一州三县, 却没有找到房大舅和房任俭的一点线索。 虽然没有说出口, 但房二舅知道大哥和侄子, 要么遇害了, 要么是被抓去安州。 若是被抓去了安州, 仅凭他们的能力, 是不可能把人救出来了, 只能等着安王出招。 这也是房家二老, 执意留在城中的原因。 安王世子贺久明假扮安自远去宣州, 是为了图谋林家的家财。 说不定, 他们抓了房家父子, 也是为了图财。 沈哥双手枕在脑后, 修长的腿随意在树上摇晃着。 房家是有钱, 但只此紧要关头, 安王父子不会为了钱财大费周章地绑走房家父子。 所以沈哥觉得房大舅父子若真是被抓了, 出手的人应该是贺久明。 贺久明的目的肯定是想用房家父子的命, 要挟宣州林家, 逼林傅成为他攻打宣州城的内影。 沈哥嗅了嗅这棵树的气味, 随手折了一根嫩枝咬在嘴里, 拼成这山林中最纯粹的味道, 继续想着房家父子的下落。 房家和林家人便寻不见他们父子, 并不能说明他们就被抓进了安州城, 因为沈存玉带兵堵住了安州城的四门, 已有三个多远。 虽然因为手中兵力太少, 沈存玉无法攻破重兵把守的安州城, 但被右后卫围围住后, 安州城虽然能通过信戈等隐蔽手段与外界联系, 但却无法将在右后卫眼皮底下, 将两个大活人送进城去。 所以沈哥推断, 房家父子可能被贺久明的走狗, 秘密关在了缅州城外的某处山谷或洞穴中。 这几个月, 沈哥和林如玉调查了很多关于贺久明的消息, 从这些消息里, 沈哥分析出此人喜欢藏东西, 藏人。 而他藏人藏物的地点, 大都在密林山洞或不为世人所知的山谷之中。 所以, 找到房家父子后, 定会大有收获。 想着想着, 沈哥便睡着了。 待阳光爬上山, 晒到他的脸上, 沈哥睁开眼睛跳下大树, 打了几只野兔, 又扛了之路, 才快速出林子, 返回了幼侯卫主营。 幼侯卫的主营在安州城外南门外五里, 沈哥带着猎物回鹰后不久, 率帐外便架起了柴堆。 沈哥和他的伙计们, 与幼侯卫将士围坐火边, 嘻嘻哈哈等着吃烤肉这堆烟火, 引起了守城叛军的注意, 立刻有人将消息送到安王府。 已经年过五旬的安王昨日睡得晚, 这会儿还未起床。 世子贺久明听了, 眼底的音域一闪而过, 不过他的声音依旧温厚宽和, 含笑吩咐道, 不必理会, 他们只是想通过此举, 弃一弃咱们, 让咱们出城与他对战罢了。 被围困了三个多月, 安州城中虽然不缺粮食, 但肉已供应不足了。 所以贺久明才说, 沈存玉在营中烤肉, 是为了弃安州的叛军。 来报信的人觉得世子简直是英明神武, 连连点头, 世子放心, 属下等绝不会鲁莽行事, 打开城门。 他们没被气到, 但劝, 好香啊, 不过他们一点也不馋肉, 真的。 让人把两位报信的官兵打发出去后, 贺久明冷下脸, 阴沉沉盯着桌上的山川图, 仔细查看。 越看, 他心里越不踏实, 去缅州抓人的是谁? 贺久明的贴身侍卫, 阴沉带下拱手, 是冯霄。 冯霄是安王府的一等侍卫, 不止武功高强, 做事也十分谨慎。 贺久明心里稍安, 但还是吩咐到, 给冯霄送去密信, 让他小心行事, 一定不要被入山林打猎的诱侯卫官兵发现。 阴沉带下小声回道, 世子, 城中圣的信哥不多了, 安王已经下令, 不可轻易动用信哥传信。 贺久明文言, 脸色十分难看, 一群废物。 阴沉带下低头认骂, 不认也不行啊。 安王精心饲养多年的信哥, 都被幼后卫中的弓箭手设下, 成了一盅盅鸽子汤。 莫说安王和世子心疼, 就是代下也心疼得不行, 不敢再放心哥出去。 谋侍父有归低声劝道, 世子再忍时日, 时日后, 咱们到了鄂州就好了。 安州城外, 大幅端着一盅鸽子汤, 一边喝, 一边听沈哥讲, 昨夜送房家二老出免州的事情, 岳父派来的人已经在路上接应, 房家阿翁和阿奶定会平安无事。 嗯。 林大夫应了一声, 把手里的鸽子汤递给沈哥。 沈哥也不跟大夫客气, 接过来便喝了几大口。 邹顺憋不住了, 上前问道, 东家为何给林老爷教岳父, 却称房老爷子为阿翁呢? 阿翁是对不沾亲的老者的尊称。 沈哥耐心解释道, 我与林姑娘还没成亲, 免州世家讲究太多, 我不想因为我, 让林家和林姑娘被人指摘, 沈哥忍不住得意道, 阿翁很重于我, 临走之前还盯住我, 让我一定要平安回去。 就咱们东家这样貌合这本事, 谁能不重意, 邹顺鱼有熔烟, 吞着口水将架在火上烤的鹿肉翻了个面。 你这臭小子又在嘚嗔什么? 忘了一早上的沈存玉走过来, 撩战袍坐在沈哥和大夫中间。 沈哥美滋滋道, 房家阿翁很重于我。 沈存玉英气十足的眉毛微调, 看来你的好事尽了。 沈哥闻言立刻笑成了傻子。 沈存玉白了他一眼, 接过副将递上来的鸽子汤, 问大夫, 今早打到鸽子眉。 大夫摇头, 没出来。 沈存玉喝了一大口鲜香的鸽子汤, 叮嘱道, 老反贼这鸽子养得挺肥, 正适合熬汤, 大夫和你师父一定要把每一只都设下来, 别浪费了。 哦。 大夫习惯性地应了一声, 才想起西夫叮嘱他的话, 缓缓挺直腰杆, 大声道, 小将军烧带。 邹顺十分勤快地往火堆里加了两根木柴。 郑省出听闻沈存玉忙完了后, 从自己的帐子里赶过来, 望着坐在大夫和沈哥中间的心上人, 抿了抿漂亮的唇。 存玉与他们走得越来越近后, 眼里更没有自己了。 沈哥瞧见郑省出出来了, 抬手招呼道, 郑大哥, 一块过来吃肉, 我今早刚打回来的, 郑新鲜呢。 好。 郑省出漂亮的眉眼展开, 走向这群大热天吃烤肉的军中汉子们, 坐在了沈哥身边盯着沈存玉与大夫。 虽然大夫已经澄清了, 虽然知道存玉对大夫没男女方面的心思, 但郑省出还是怎么看大夫怎么不顺眼。 因为存玉对他另眼相看。 见郑省出盯着大夫, 沈哥递给他一只烤好的兔子腿, 郑大哥吃肉。 好。 郑省出接过兔子腿, 恶狠狠气呼呼咬了一口, 却被烫得呲牙咧嘴。 哈哈, 沈存玉瞧见了, 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 虽然心上人是在笑话他, 但郑省出还是跟着傻傻笑了, 只要存玉的注意力在他身上, 他就开心。 随着日头越升越高, 气温也开始爬升, 守着篝火吃完烤肉的众人也散了, 该守成的守成, 该回账休息的回账休息。 沈存玉叫了沈哥进帅账, 郑省出自然而然地跟了进去。 沈存玉询问沈哥昨晚行动的情况, 沈哥也没背着郑省出, 把事情经过详细讲了一遍, 只是没提他动用狼群寻找防大救的事。 沈存玉让沈哥回上歇息后, 便展开作战图, 仔细研究安州、缅州和恶州的地形。 郑省出坐在旁边, 静静看着沈存玉, 直到他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郑省出才咳嗽了几声。 沈存玉抬头对上了郑省出一双满含情感的毛子, 心里的烦躁感又生了起来, 难受就去吃药, 别在这硬撑着郑省出壳完, 喝了口温水, 才问道, 你为何对林大夫另眼相待? 沈哥是沈存玉的弟弟, 沈存玉待他好, 郑省出能理解。 林大夫射箭虽然有有两下子, 但还不至于到了让沈存玉另眼相待的程度, 郑省出想不明白。 沈存玉满脑子都是排兵不振, 想也不想地达到, 因为他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跟他待在一块, 我觉得自在。 郑省出愣了许久, 眉眼间渐渐燃起了希望, 待沈存玉处理完两拨军务, 仗里在无旁人之后, 他认真问道, 你以后问我什么? 我都直说, 你是不是就愿意跟我待在一处了? 沈存玉狐疑地上下打量郑省出, 你中邪了? 没有, 郑省出罕见地认真, 以后不论你问我什么, 我都跟你说实话。 沈存玉抽出一支令牌, 在手心一下一下轻拍着, 忽然问道, 你为什么跟我南下? 郑省出如实道, 一是因为我就要南下处理郑家的一些家事, 二是因为不想跟你分开。 沈存玉觉得, 这家伙可能真被中邪了, 借机又追问道, 这次新阳迟迟迟没有出兵南下增援, 是不是太傅从中阻挠? 不知我祖父, 朝中大半朝臣都主张先平定北亭之乱。 郑省出如实道, 他们这么做, 也是因为相信你能暂时震慑住安州, 令安王不敢大举新兵北上。 沈存玉皱眉, 安王从没想过北上, 他想割据江南, 自立为王。 朝臣们心里明白, 所以才会如此沉得住气, 更何况安王没有割据成功, 如今只占了区区几个州而已。 郑省出虽然没有出世, 但他身为太傅长孙, 见惯了朝臣之间的尔虞我诈, 对他们的冷血和自私看得也更加透彻。 也正因为如此, 郑省出才会被干净纯粹的沈存玉吸引, 只有跟沈存玉在一块, 郑省出才觉得他还活着, 血还是热的。 这些日子, 看着沈存玉为如何攻破安州城而废神, 郑省出也跟着担忧, 涉州是郑家的祖籍, 郑家比任何人都不想让安王割据江南。 我打算等安王破城南下恶州后, 就启程归京, 说服我祖父和同一出兵征讨安王。 郑太父和武安侯是前昌帝的左膀右臂, 但这两位大臣的政见时常不合, 所以两府的关系也不好。 若要说服郑太父赞成出兵增援武安侯的孙女, 简直是痴人说梦。 所以, 对郑省出的话, 沈存玉也就是一听而已, 并未当真, 你不用等安王南下, 现在就走。 因为真打起来, 我恐怕抽不出人手保护你。 郑省出知道沈存玉不信, 他也没多做辩解, 直到, 等安王南下, 我回去才好办事回去之后, 我打算入力部做事, 以后就没空侠, 时常在你身边了。 等你平乱归京后, 我就请人去武安侯府提庆, 沈存玉服额, 郑省出, 你不会到现在还觉得, 咱俩真能凑一块吧。 走大幅的路子了。 于是, 郑省出坦荡望着沈存玉, 道出心里的话, 自我八岁起便认定了你, 再没变过, 这辈子非你不可。 沈存玉非常挑眉, 老子绝不嫁入太夫府。 我知道, 郑省出含笑, 满眼是不容错认的炙热情感, 我筹谋数载, 也有了些根基, 待集罐后就能搬出太夫府了。 沈存玉皱眉, 显然不幸, 习惯将自己层层包裹郑省出, 第一次把自己的狼狈剖开, 给心上人看。 不止你不喜欢太夫府, 我也不喜欢。 太夫府只是看着光鲜, 父慈自笑, 胸有地宫都是装出来的。 我的病一直不好, 是因为家里有人一直给我下毒, 而我也不过是将计就计罢了。 沈存玉愣了一下, 给你下毒的是你继母。 郑省出笑的苦涩, 若是他就好办了。 沈存玉心里一咯噔, 不知该说什么了。 郑省出对上沈存玉复杂的目光, 倾起红唇笑了, 把这些心里话讲出来, 他觉得轻松了许多, 我的身体并无大碍, 等我籍贯搬出府, 祖父为我请封柿子后, 我就能慢慢好起来了。 太夫正作中, 乃是先皇清风的怀音猴。 沈存玉啊了一声, 面带惊讶。 你以为我搬出太夫府, 就是放弃爵位了。 郑省出笑容里带着寒冷, 把他们明争暗斗, 做梦都想要的东西握在手里, 看他们极度的发疯, 肯定很有趣。 郑省出在他面前, 一直装得跟个不安事事的 病若美人一样, 现在忽然露出了他的爪牙, 让沈存玉有些不习惯。 他无意打听太夫府的事情, 也不想知道郑省出口中的 他们是谁。 只白手道, 既然决定了, 就赶紧回吧。 能不能说服太夫都无所谓, 反正我祖父在新阳, 我这里少不了良想。 郑省出笑了笑, 也没再说自己家的丑事, 只是坚持道, 等安王南下, 我再启程。 就算帮不上别的忙, 为你熬煮羹汤的事, 我还是能做得来的。 沈存玉, 娘的, 说了半天, 等于白说。 郑省出看他因为生气而瞪圆了, 显得更加精神漂亮的毛子, 忍不住愉悦地笑出了声, 早晨吃了那么多鹿肉, 火气太大了, 上午我给你煮荷叶莲子汤可好。 我看沈哥好像挺爱喝的。 刚想骂人的沈存玉闭嘴, 改口, 熬吧, 上午, 端着荷叶莲子汤吃了两口, 又抬头看了一眼有些憋屈的沈存玉, 和他身边颇为贤惠的郑省出, 沈哥觉得不大对劲。 不过, 这是他们之间的事, 沈哥并不想插手, 吃完汤一抹嘴便站了起来, 我去缅州城转一圈, 明早再回来。 沈存玉也不拦着, 直到,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保命最为要紧。 好, 沈哥硬了一声, 快步走了出去。 郑省出优雅从容地吃着软糯的莲子, 拉家尝试地与沈存玉道, 你这个弟弟认祖归宗了, 非好好打一顿, 一顿可不够, 得打得他嗷嗷叫着求饶才行。 沈存玉用勺子一转, 捞了满满一勺莲子送入口中, 狠狠嚼咽下去, 然后又一三两口把汤喝完, 站起身道, 我去巡营。 好, 郑省出应了一声, 目送他走出帅杖, 踢着长枪上马, 绕城巡视。 沈存玉从南城门的营地, 巡视到了西城门外, 跟驻守此地的许川打了声招呼。 许川笑盈盈问道, 郑公子又病了, 若是那臭小子没病, 肯定会跟着沈存玉一块巡营。 沈存玉表情有些复杂, 没有, 他留在营里给我熬汤, 还说晚上要给我炒两盘加香菜。 许川感叹道, 看在他这么贤惠的份上, 小将军不如就把他收了吧。 滚。 沈存玉催马, 赶往北城门外, 待到了第二日早晨, 沈哥又提着几只野鸡回营, 这次做鸡肉的人换成了郑省出。 沈哥观察他半赏, 发现他还知道给鸡拔毛, 便也游着他去了。 只是他烤出的鸡肉, 实在是让人难以下嘴。 第三日, 沈哥干脆提了一篮子蘑菇回来, 吩咐厨房做炸蘑菇。 郑省出站在他身边, 低声道, 你姐今日寻成用的功夫, 比昨日长了两炷香的时间。 沈哥应了一声, 没说话。 郑省出继续道, 叛军估计快要冲出来, 准备南下了。 你有何阻拦之策? 沈哥摇头? 没有。 郑省出不信, 但也没再多问, 只叮嘱道, 敌众我寡, 不可轻举妄动, 只一智取。 沈哥转心眸看了郑省出一眼, 你要走了? 是。 郑省出对沈哥的敏锐非常满意, 因为沈哥越厉害, 沈存玉肩上的担子就会越轻, 就这几日, 我回新阳办点事, 需要几个月, 你姐就交给你了。 沈哥拿了一片炸蘑菇扔进嘴里, 懒洋洋道, 我堂姐是大厦第一女将军, 她不用任何人罩着, 也不想被人罩着。 郑省出半上叹了口气, 我知道, 知道, 但还是放心不下, 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 你绝不能出事。 沈哥, 还没跟我姐定亲呢, 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在帐中睡了一觉后, 沈哥又起码赶奔缅州城外的山林, 他必须在安王帅叛军杀出来之前, 找到房大救否则, 房大救一旦混入安王叛军之中, 沈哥再想救他, 就更难了。 好在有狼群帮忙, 排查了两日后, 剩下的区域越来越少了。 用过午饭后, 沈哥又起码赶往缅州城与安州必经之路两旁的山林中, 搜索房大救。 狼群撒出去后悦末一个时辰, 便给沈哥带回了好消息。 看到在自己身边转圈的母狼, 沈哥精神抖擞, 立刻带着庄民等人, 跟着这只狼进了秘林。 夏季多蚊虫, 秘林中游胜。 不过, 今年有凌如玉研究出来的特效驱虫香囊 和治疗蚊虫钉咬引起的皮肤病的药丸, 蚊虫见了它们支持有躲避的份, 这感觉不要太爽。 引路的狼跑得很快, 跟着沈哥追狼追出了惊艳的庄民, 也能多少明白狼要做什么了。 东家, 这头狼是有什么发现吗? 嗯, 他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沈哥握紧长剑, 低声叮嘱道, 跟紧我。 是。 邹顺应了一声, 好奇问道, 东家是怎么看出狼的意思的? 这门本事我能学不? 有狼帮助打探消息, 帮助干架的感觉实在太爽了。 邹顺也想要几条属于自己的狼。 沈哥跳过一颗横岛的枯木, 笑道, 顺哥跟狼一块过几年就知道了, 狼虽然不会说话, 但也聪明得很。 邹顺颇为异动, 他身边的萧灵却吐槽道, 顺哥, 前头那匹狼回头看你呢? 沈哥能夜行, 但邹顺他们不能, 所以今日他们是点着火把在赶路。 火把之下, 狼的眼睛冒着绿光, 看着怪瘆人的。 邹顺问道, 他看我做什么? 萧灵呵呵, 嫌弃你, 不信你问东家, 看狼是不是这个意思? 邹顺, 狼停住了, 沈哥抬手让大伙停住, 低声道, 熄灭火把。 火把熄灭后, 沈哥压低声音道,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先去探探路。 沈哥跟着领路的狼无声前行一阵, 狼又停住了。 沈哥蹲在狼身边, 仔细查看四周。 此处无山, 屋莫飞人在树上。 沈哥谨慎向上查看片刻, 否决了自己的想法。 这里的树木虽然茂盛, 但藏不住人。 那就只能是在, 地下。 沈哥抬手挠了挠狼的脖子, 示意他退远后, 自己潜伏在黑暗中仔细观察。 受炼, 需要的是耐心。 猎人沈哥在黑暗中等了一个多时辰, 很快便发现有人举着小小的蜡烛, 从地下冒出了一个脑袋。 仅慎左右查看一番后, 才从洞里爬出来, 活动了活动手脚很快, 又有一个人从洞里爬了出来, 两人没将斑开的石头放回原处, 便提着兵器进了密林。 看样子, 他们出来跟自己抢生意, 打猎的。 是这里的人缺凉了, 还是他们单纯是馋了想, 换换口味。 沈哥一动不动地蹲在原地等了一个多时辰, 才见两人提着猎物高高兴兴走了回来。 两人都没发现沈哥, 依旧兴高采烈地聊着, 咱们今天终于可以换换口味了, 老子快半个月没闻过肉味, 快回去把兔子收拾了, 老子今晚要吃三大碗。 果然是馋肉了, 沈哥盯着两人进洞后, 带石头被移动的声音消失, 才巧眉声息撤了回去, 与邹顺等人会合说明情况后分析到, 狼群能在洞附近有房家父子的气息, 说明他们肯定是上一场雨后出来活动过, 也就是前日之后, 他们出过山洞, 沈哥可是和狼群一块长大的, 接下来怎么办? 庄民低声道, 人在他们手里, 咱们得有万全的把握才能动手。 沈哥讲出自己的计划, 与他们商量, 虽然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但他们洞里吃食不足, 所以才会出来打猎。 所以, 咱们可以将计就计。 夏季多雨, 外边的雨虽然停了, 但地洞内还是潮湿一片, 甚至还有地方在滴滴答答滴水。 看管犯人的四人坐在光线昏暗, 气味难闻的地洞过道内, 听着滴滴答答的水声, 渐渐沉不住气了。 这他娘的鬼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老子要疯了。 其中一人忍不住, 声音粗雅地骂了一句。 若沈哥在这里就能听出来, 这正是昨日出动打猎的那人。 再忍忍吧, 回去后的日子, 不见得有这里舒坦。 另一个人低声答了一句, 显然兴致也不高。 另一个正在被打顿地被吵醒了, 觉得后背湿答答地, 抬手一摸才发现, 身上的衣裳被石壁上的湿气浸透了, 也骂骂咧咧道, 老子受不了了, 老子要点火轰衣裳, 奶奶的。 再忍忍, 天黑了再说, 让桃儿发现咱们白天生活, 非得扒了, 咱们的皮不渴。 引在黑暗中的暗卫也开了口, 咱们费了这么大劲, 才把这些人抓住, 可不能被一把火坏了事。 第一道粗雅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事成了又怎么样, 好处也不是咱们哥们弟兄的, 苦咱们受, 好处他们了。 这话刺痛了过道里的三人, 水声滴滴答答半晌后, 才有人低叹了一句, 说这些有什么用, 还不如省点力气, 天黑了出去抓些猎物, 砍些干柴回来弄炖肉吃, 咚。 地动的石门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声音虽不算大, 但过道里的四人还是吓得一击灵, 同时站起身, 砰的一声, 最高的那个头直接撞在了过道顶上, 闷哼一声捂着脑袋蹲了下去, 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暗卫将他提起扔在一旁, 压低声音道, 三将去通知头儿, 你们俩守住劳门, 我去看看。 暗卫轻手轻脚走到洞口, 便听到洞外传来呼吱, 呼吱得闷哼声, 这动静不像是人能弄出来的, 他轻耳细听片刻, 轻轻挪开堵住洞口的石头, 可石头稍稍挪开些许, 这人向外一看, 竟咧嘴低声笑了, 听到他笑, 后边人低声问道, 自己人, 不是, 不是自己人你笑他娘的个鬼啊, 后边的人还没来得及骂出口, 就听望风的人诱道, 是头野猪, 撞在咱们门洞口的石头上了。 嗯, 弄进来, 弄进来, 过道里的仨人顿时精神了, 兴奋中声音也忍不住拔高了些许, 后边还有一只狼, 狼这畜生记仇, 他记仇, 老子还想尝尝狼肉什么味呢? 哑声汉子挪开石头, 一刀结果了被狼围住的野猪, 拉入洞中又关好洞门。 好家伙, 这得一百五六十斤吧? 哑声汉子甩了甩手上的血, 兴奋之下, 声音更哑了, 其余两人也忍不住吞口水。 你们在干什么? 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从洞里走出来, 声音明显透着不悦, 守在过道内的暗卫行李, 低声道, 回统领, 这头野猪被狼追赶着, 撞在咱们洞口的石头上了。 男子抬手端出放在壁开里的油灯走了过来, 灯火照亮了他的脸, 死人四十多岁, 瘦脸短虚, 浓眉下一双毛子不大, 却透着沉稳坚定。 他走到野猪面前, 俯身仔细检查还没死透的野猪, 发现野猪脖子上有被动物抓要撕扯的痕迹, 且野猪流出的血也是红色的, 才直起身道, 收拾干净点。 洞里还有干蘑菇, 待会儿锅一锅肉汤, 给里边的人也留点。 是, 过道里的三人心高采烈, 一口同声喊了一句, 就被中年男子用眼神制止了。 中年男子顺着地道向上走, 到了地洞最高处的哨点, 压低声音问, 外边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守在这里的暗卫, 压低声音道, 方才有两只狼跑了过去, 除此之外, 再无动静。 中年男子这才放心, 打起精神, 不可懈怠, 最多再有十天, 咱们就可离开此地。 是, 暗卫领命, 打起十二分精神, 向外查看。 待太阳落山天色转暗后, 挡住地道口的石头, 发出轻微的响动, 不大一会儿, 有人探出脑袋, 像地鼠一样, 谨慎查看四周后, 才爬出洞穴, 快速检视枯枝干柴, 暴入洞中, 带天色黑透了后, 青烟混着肉香, 从几处冒了出来。 重复在远处山坡上的沈哥见了, 嘴角微微翘起, 半个时辰后行动。 是, 萧六应声, 亲手亲脚下去传令。 待地底冒出的青烟带着肉香时, 沈哥翘无声息地, 绕到地洞哨点附近, 仰手发出悠长的狼嚎声。 少点内正在打瞌睡的暗卫, 听到狼嚎声, 强打精神向四处观望, 瞧见一只狼从眼前跑过, 他打了个哈欠, 又闭上了眼睛。 就在他闭上眼睛的同时, 呼绝脖子一凉, 这暗卫发觉不妙, 但为时已晚。 一把锋利的匕首的匕首, 割断了他的喉咙, 鲜血喷涌而出。 沈哥利落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 一拉一提, 将他绑在了旁边的大树上, 然后仰手又是一声狼嚎。 树林里草木晃动, 出现一双又一双森绿的狼烟。 嗷, 头狼站在地洞门外, 仰手长笑, 正在洞内煮肉烤肉的人听到动静, 低声骂道, 一头野猪而已, 还真把狼给招来了。 狼, 让老子瞅瞅, 一道粗雅的声音响起, 看着地上钻出的脑袋缩回去, 又换了一个上来, 站在狼群中的沈哥一动不动。 钻出来的人看到洞口一双双狼眼, 也是被吓得不轻, 巧没生息地把脑袋缩了回去。 这, 咱们不出去, 待会儿狼就走了。 这可不一定, 狼这种畜生忌愁, 万一他们闹腾出动静, 惊动了人, 就麻烦了。 大高个守卫攻着腰, 转身跟暗卫商量, 有个您看, 要不咱, 请试一下头。 暗卫点头, 进入地道中段, 轻轻敲了敲石墙, 统领。 待中年短续男子出来后, 站在石凳上放哨的暗卫, 才转身向地洞口走去, 未曾一缕鲜血, 正顺着放哨暗卫的裤腿, 缓缓流到石凳上。 统领, 守在洞口的三人, 大气都不敢出, 让开位置。 冯统领上前, 探头向外查看, 也被一双双狼眼钉得心中不安。 他的目光缓缓缓扫过狼裙, 并在头狼身上稍作停留, 才缓缓退了回去。 站在狼王身后的沈哥, 看清此人的模样, 眸子瞬间睁大, 安王的近身侍卫, 冯霄。 冯霄缩回洞中, 沉着脸不知在思考什么, 站在他身边的四人连大气也不敢出。 因洞口被打开, 地洞内空气流动, 在镜头小洞里煮肉的烟气, 缓缓飘了过来, 穿过五人, 经地洞口缓缓升起。 用湿布捂住口鼻的沈哥等人, 一动不动, 但狼群却开始骚动。 沈哥轻轻拍了拍狼王的脖子, 狼王呲牙嘶吼, 群狼才被震住, 听到外边的动静, 被烟呛得流眼泪的, 含胸低头站着的大高个眼前一亮, 统领大人, 咱们可以用火驱赶狼群。 暗卫立刻否决, 火不行, 火光会引起灵外百姓的注意。 被烟呛到的冯霄回神, 吩咐三个守卫护住洞口, 然后将暗卫叫到了一边, 压低声音问道, 你可曾听说过, 世子的秋字部统领, 暗卫静秋, 是怎么被抓的。 同位安王府的暗卫, 此人还真听过。 属下听下自部的暗卫说过, 静统领是在饶州下采一线匣附近, 被沈哥带着狼群伏击, 暗卫说到一半, 忽然一哆嗦, 狼群。 统领, 冯霄点头, 我听说沈哥入了右侯位, 这群狼的反常举动, 很可能与沈哥有关。 让守卫封紧洞口, 我压着两个重要人质, 精密到离开。 带我出去后, 你立刻引爆炸炸药, 炸毁地洞, 绝不能留下一个火口。 是, 咳, 咳, 守住洞口的守卫被烟呛得开始咳嗽, 咳嗽声在地道中回响, 震得人心不安。 安卫又开口, 统领, 咳, 安卫话说了一半, 也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且一开始可就停不下来了。 冯霄的嗓子也开始发痒时, 他才惊觉这烟不对劲, 快蹲下, 平住呼吸, 咚, 这一声大的惊人, 地道内的烟一致, 然后快速向洞口涌去, 有人破开洞口, 冲进来了。 冯霄再也顾不得旁人, 秉息转身, 静动提出最重要的人质, 便向放哨的暗卫冲去, 蓝武, 破开石壁冲出去。 发现蓝武毫无动静, 冯霄便知蓝武已经出事, 提着人质向最后一个秘密出口跑去。 这个出口只有他一人知道, 出了洞口不远便有一条河, 只要跳进水里, 再多的狼也追不上他。 咳, 咳, 还未跑出洞口, 冯霄便开始, 双腿开始发沉, 呼吸困难。 他咬牙撑着, 用肩膀撞向石壁, 看似皆是无比的石壁轰然倒塌, 冯霄身子一裂且, 向外栽去, 他抱着人质就地翻滚, 刚要起身时却发现一道黑影向他袭来。 冯霄护着人质, 腰腿同时使力向另一侧翻滚, 但因吸入毒气而变得迟缓的身体, 还是被黑影控制住, 一把冰冷的匕首压在了他的脖子上。 冯霄亥然看着那人将他用胳膊搂着的人质提了起来, 庄民诧异, 是个孩子。 嗯, 还有呼吸, 应该是晕了。 沈哥把孩子递给旁边的肖六, 你们守好洞口, 我进去看看。 是。 肖六双手接过孩子查看之后, 狠狠提了地上的冯霄一脚, 畜生, 这么小的孩子你们也不放过, 咳, 咳, 咳。 躺在地上的冯霄看也不看肖六, 双眸紧紧盯着用峨眉刺压住他脖子的人。 月光下, 他看不清此人的脸, 却认得他的身形, 兵器, 庄民。 他这不是疑问, 而是肯定。 庄民盯着他, 平静道, 冯将军好记性。 冯霄又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闭上了眼睛。 沈哥进入山洞时, 萧灵等人已将中毒的守卫和暗卫全部制住, 东家, 共抓住六人。 山洞内有两个打着木栏杆的地牢, 牢里关了黑压压一片人, 都还活着, 房家父子也在其中。 他好了。 沈哥跟着萧灵快步进入地牢, 待见到地牢的场景后, 沈哥才知为何萧灵用还活着来形容这里的情形。 事案积水, 脏乱不堪, 臭不可闻的地牢内被救出的人, 一个个面色清白, 浑身无力, 站都站不住。 萧武扶着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走过来, 东家, 这位就是缅州西曹叔左房大人。 房洪开的体力和精神在这些人里算是好的, 他强打着精神, 抬手正要行礼。 沈哥已先踏一步, 咱们先出去再说。 沈哥这个名字, 房洪开厅二弟提过数次, 也在妹妹送过来的信上见了数次。 他的嘴唇颤了颤, 点头沙哑道, 牢里有恶州守将杨一德的父亲, 他感染失寒之气, 急需用药, 再吃就来不及了。 恶州守将? 沈哥立刻明白了, 不复先出去, 我去救他。 房家父子被人用尸布眼珠口鼻拂出去后, 沈哥的目光扫了一圈, 一下就找到了杨一德的父亲, 快步上前, 抬手摸了摸他冰凉的额头, 又试了试他若有若无的鼻息。 房大就说得不假, 这老人家确实快撑不住了。 沈哥顾不得其他, 抱起老人弯着腰就往外走, 放在过道内, 快去把萧四哥找来。 萧四是沈哥这边的侍卫中唯一通医术的一个, 他摸了摸老人家的脉, 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 连忙道, 东家得尽快快升起火堆, 烧热水, 找干净衣裳给老人家换上。 沈哥立刻吩咐了下去, 然后问道, 这老人家可还有救, 擅长治外伤的萧四也不敢保证, 老人家体虚, 又受了失寒, 不好说, 我先把姑娘给的丸药化开, 给他喂下去。 从宣州城出来时, 林如玉给沈哥准备了很多丸药, 这些要沈哥身上带了些, 剩下的大半都在萧四身上。 沈哥站起身, 立刻吩咐人生火, 烧水, 又派人火速去诱侯卫报信。 他这趟只带了十几个人出来, 根本无法将地牢里救出的这些人, 顺利带回, 将杨家老爷子交给萧四。 沈哥提着水囊, 来到围着火堆, 而坐在房家父子面前, 伯父, 润炯哥, 你们先喝两口温水暖暖身子, 带原兵到了, 咱们再走。 多谢妹夫。 年轻体壮的房润炯还能撑得住, 到了生谢, 结果温热的水囊, 递到父亲嘴边, 请父亲先喝。 沈哥在这一声妹夫叫得咧开嘴, 又递上两颗黑色的丸药, 这是如玉配置的专制湿寒入体的丸药, 父子李中丸, 你们先服一粒, 带回营后再请郎中为你们把卖用药。 上次姑母来信说, 娇娇在休息医术, 没想到这还不到半年的功夫, 她竟能治药了。 房润炯惊叹, 毫不怀疑地把沈哥递到嘴边的丸药吞了下去。 为何不自己用手呢? 因为她的手太脏了。 沈哥又为房大救吃了一粒药丸, 见旁边几人也盯着她手里的药瓶。 这些人中有男有女, 有劳有少, 饮烤了火, 面色和精神都比方才好了许多。 沈哥便把药瓶往前一地, 解释道, 这里便是致尸寒入体的丸药。 诸位若是撑不住了, 不妨先吃上一颗, 若能撑得住的便忍一忍。 待天亮后, 又侯卫的官兵和郎中赶到, 再请随军郎中为你们把麦开药调理。 人群中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颤声问道, 军爷是右后卫的人, 沈存玉将军来了。 沈哥点头, 沈存玉将军带领兵马, 就在此处五十里外。 众人一阵激动, 一位四十多岁蓬头垢面的妇人哑声虚弱道, 军爷, 可否给小妇人一粒? 可以。 对方是女子, 沈哥不好再直接将丸药送到他嘴边, 而是吩咐人提来一桶热水, 让他们先进手, 然后才把装完药的瓶子递了过去, 叮嘱道, 一人一粒, 不可多吃, 热水马上就烧好, 待会儿就能喝了。 多谢军爷, 妇人生过清洗之后白净的双手, 把药瓶结了过去, 郑重向沈哥道谢后, 道出一粒丸药送到身边的十二三岁的少年嘴边, 轻声换道, 馅儿, 把这丸药吃下去, 吃下去就好了。 被换作馅儿的孩子双唇干裂, 摇头道, 娘先吃。 沈哥见此, 解释道, 瓶子里有三十多粒, 大伙一人吃一粒也够, 多谢军爷, 馅儿这才把丸药吞入口中, 用力咽了下去。 萧六抱着孩子从洞外走了进来, 送到萧四面前, 四哥, 你看这孩子有没有事。 刚安顿好杨老爷子的萧四接过孩子, 试了试他的脉搏, 只是晕过去了, 醒来就好。 房大就挣扎着起身, 走过去仔细看了看, 惊喜低声道, 哥儿, 这是杨将军的儿子杨文怀, 只要将他尽快送去鄂州, 杨将军一定不会再受制于安王, 沈哥点头, 让萧六把孩子送到杨老爷子身边去, 又吩咐人准备饭食, 才出了地洞与群狼打了声招呼。 虽说, 他们已经将洞内的人都抓住了, 难保不会有漏网之鱼, 或忽然赶来的安王府走狗。 让狼群守着, 沈哥才能放心。 沈哥把洞口扮演住, 回到地洞中断的小洞中, 去见被庄民抓住的冯霄。 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冯霄, 闭着眼平静躺在地上, 仿若一尊人形石雕。 这处石洞虽不大, 但有床有桌, 虽然简陋, 但还算干燥, 乃是洞内最舒适的地方。 杨义德的父亲和儿子, 便并排躺在床上, 盖着被子昏睡。 守在洞中的庄民和萧六见沈哥来了, 都起身行礼, 东驾。 沈哥应了一声, 坐在了洞中一尺多高, 冲坐椅子的粗木桩上, 盯着冯霄。 冯霄缓缓张开眼, 待看清沈哥的容貌后, 平静的脸上终于多了似表情, 惊讶, 你是沈哥。 沈哥点头道出冯霄的身份, 冯霄安王贴身侍卫。 有庄民在, 沈哥知道他是谁, 冯霄一点也不奇怪, 脸了神色平静道, 成王败寇, 今日落在你们手上,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沈哥抖了抖湿了的衣板, 漫不经心地问道, 把我从新阳抓走的曹衡, 是怎么死的? 冯霄又闭上了眼神, 不吭声了。 对付这样的嘴硬的人, 沈哥最是有办法了。 五毒门的谢瑶, 治了多种毒药, 其中最毒的一种, 他慢条丝里地从怀里 掏出一个黑色的瓷瓶, 放在桌上, 便是十股毒。 这种药的毒性, 你可听说过。 他能十股腐肉, 三日之内让人活活疼死。 躺在地上的冯霄, 依旧闭着眼睛装石雕, 眼皮都不带动一下的。 沈哥又抖了一下衣袍, 七敲二狼腿。 你说, 这毒若用在你的三个儿女身上, 还不等沈哥说完, 冯霄刷得睁开眼睛, 盯着沈哥, 眼中并没有多少惧色。 怎么? 你觉得他们在安州城中, 我奈何不了他们。 沈哥缓缓轻身, 脾气十足地道, 等老子把地牢里那些人送回家, 你说你的主子, 还会不会保护你的妻儿? 面前这个少年的样貌, 的确随了王侯父子, 但他眼里的狠利, 却更像嗜血的恶狼, 没有一点人味。 他说用毒, 就一定敢用。 冯霄与沈哥对视, 用目光厮杀许久, 最终败下阵来, 咬牙问道, 若我说了, 你能发誓放过我的妻儿? 沈哥不慌不忙地转动黑色瓶子, 你拿什么跟老子谈条件, 你若不想说, 有的是人上赶着跟老子讲。 冯霄好不容易撑起的骨气, 一下就软了, 他绝望道, 或不及妻儿。 哼, 沈哥冷笑, 既然或不及妻儿, 那你这地洞里关押的都是什么人? 冯霄便无可辨, 闭上眼神常常出了一口气, 才道, 十四年前, 曹衡把你从新阳带出来, 却孤身回到安州, 向安王报说你得病死在了路上。 安王大怒, 令我带人去取沈燕义的尸首, 我把挖出的孩子尸首带回了安州, 安王这才相信沈燕义死了。 沈哥默不作声, 静静听着, 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谁知去年, 安王世子在齐县乌杀镇遇到了你, 后来他送信回安州, 安王立刻锁了曹衡, 逼问当年真相。 曹衡为了保住妻儿, 咬死沈燕义已经死了, 安王大怒, 命人将他处斩。 我与他相交多年, 半夜偷偷去给他送断头酒时, 他才将真相告诉了我。 当年他把你从新阳带到齐县, 以你不哭不闹十分懂事, 令他动了恻隐之心, 不忍将你交到安王手中成为棋子, 便决定放你一条生路。 他陆遇山匪抢劫, 路边有几具尸首, 其中有一具是两岁上下的孩子。 曹衡便将你迷晕, 然后在你腿上砍了一刀放在尸首边上, 带着那具孩子的尸首继续赶路。 沈哥的手紧紧按住大腿上一寸余长的刀疤, 平静问道, 他将我放在了何处, 又将那孩子埋在了何处? 将你放在何处他没说, 我也没问。 不过那孩子被他埋在了齐县好连寨外观音庙山下的树林里。 冯霄睁开眼, 万分真诚地看着沈哥。 我和曹衡在军中时, 最敬佩的武将便是五安侯。 所以, 当年他说你死了时, 我就知道是假的。 曹衡临死之前跟我说的事, 我也从未告知旁人。 我们与沈家并无私怨, 不过是各位其主罢了, 还请沈公子手下留情。 各位其主。 沈哥把黑色的药瓶放入衣袖中, 起身出了山洞。 庄明立刻跟了出去。 肖六上前狠狠踢了冯霄一脚。 各位其主。 我呸。 梁秦还知道择木而漆呢? 你们连鸟都不如。 冯霄闭上眼睛, 平静道, 这位兄弟还没成亲吗? 你没有妻儿, 当然不明白。 年轻气盛的肖六又狠狠踢了冯霄一脚。 你的妻儿的命是命, 三周十三县被洪水淹死的数十万百姓的就不是命。 敬佩五安侯。 说得好像他娘的去年在齐县追杀我家侯爷的, 不是你们这帮畜生似的。 老子, 肖四进来拦住肖六, 明哥说, 先留他一命。 说吧, 肖四蹲下, 抬手掐住冯霄的下巴将一粒药丸塞进他的口中, 不大一会儿。 冯霄便晕了过去, 肖四拍拍手, 六弟要不错眼珠地盯着他, 直到将他交到小将军手中。 肖六点头, 压低声音激动道, 曹恒当年把小公子放了, 沈哥大腿上有刀伤, 他肯定就是咱家小公子。 肖四白了他一眼, 东家当然就是沈家小公子, 他不是谁是。 用过饭食和药物后, 被关在地牢里多日, 早已虚弱不堪的众人都围着火堆睡着了。 沈哥一脸平静地穿过, 被火堆罩得明亮而温暖地过道, 竟由被冯霄撞开的山墙到了洞外。 握在洞外的狼王, 见到走出来的是沈哥, 又闭上了眼睛。 沈哥背靠石壁, 坐在狼王身边仰望满天繁星, 星光与溪水一同映在他的眼底。 狼王觉察到沈哥情绪不对, 睁开眸子盯着他看。 沈哥抬手揉着狼王的脖子, 也闭上了眼睛。 静静看着相互倚靠的一人一狼, 装明这般铁骨蒸蒸的汉子, 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第二日晨时, 沈存玉亲自带着两百精兵, 赶到树林中时, 地洞里的众人已经醒来用了早饭, 杨逸德的老夫和幼子也醒来过来, 老人家虽然身体虚弱, 但脸色已比昨晚好看了许多, 地洞里被救的二十多人从地洞里出来, 眯眼适应着强光, 身体也感受到了久违的阳光带来的温暖, 心中最后一点不安也消散了。 昨日率先向沈哥起药的妇人, 拉着自己的儿子跪在沈存玉和沈哥面前, 切身温度士多谢将军救命之恩。 孩子也跟跟着磕头, 温县谢将军救命之恩。 沈存玉抬手扶起度士, 沈哥也拉起了温县。 沈存玉问道, 鄂州长使温凯东是夫人的, 正是我的夫君。 温县想到过去的这一个多月, 声音都忍不住颤抖。 他们抓了我和孩子, 就是为了逼迫我家夫君, 同他一起造反。 沈存玉笑道, 夫人说得踏实。 温县恨得咬牙切齿, 安亡。 一个稍胖的中年男子吼道, 他已经造反了, 现在是反亡, 是逆臣, 人人得而诸之。 沈将军, 草民乃是鄂州造船商郑家的正久。 草民愿清靖家财, 驻右后卫将士踏破安州, 声情逆臣。 将军, 草民是缅州东正标局的, 我爹是总标头。 我们标局的标师, 全都加入右侯卫, 一起心讨安亡。 众人七嘴八舌, 纷纷道出自己的身份, 和抗击安亡的决心。 就连杨亦德的老父亲, 也畅微微地向沈存玉送上感谢和决心。 沈将军, 老父杨亦德愿战死沙场, 为三州十三县的百姓们报仇。 报仇! 报仇! 众人吼声虽不大, 但却震聋发聩。 这是安亡苦心经营十余年 在长江诸州树立的贤王称号, 倒塌的声音沈存玉听得畅快。 好, 我又侯卫而郎定不负诸位厚望。 待将众人送上马车后, 沈哥命人把冯霄等人拉了出来。 得益于郑昌明出神入化的话计, 沈存玉一眼就认出了这人的身份。 从卢到梁处得知了沈燕益南下的线索后, 武安侯和沈存玉立刻抽调人手沿着这条线追查。 虽说事情已过去十四年, 但有了具体的人物和时间在追寻蛛丝马迹并不困难。 在上个月, 武安侯府的人已经确认那洛塞湖大汉带着的就是沈燕益。 而那大汉的身份也经由郑昌明所画的画像, 确认了就是安亡府侍卫曹衡。 曹衡带着沈燕益出寿州城后向西南方行进, 调到饶州回了安州。 但他回到安州时, 身边并没有带着沈燕益。 曹衡已死, 武安侯府便将视线转移到了安王府。 曹衡的家人和往来密切的人身上, 冯霄便是其中之一。 冯霄武功高强, 且很少出安王府。 因安州城内, 沈哥和沈存玉的暗线人数不足, 没敢轻易动手抓捕此人。 不想沈哥寻找房家父子, 却将他抓住了。 这绝对是意外之喜。 沈存玉英气的长眉微条, 上下将面条一样的冯霄打亮一番, 问道, 中软骨散了。 萧四答道, 不是软骨散, 效果差不多。 一听就是用了弟妹配出来的好药, 沈存玉点了六个人专门押送冯霄, 然后带队返回安州城外的大营。 在路上, 庄民看着沉默照顾房家父子的沈哥, 并未多嘴。 回到大营后, 沈存玉将这些人安顿好, 立刻肋骨巨匠, 商谈对敌之策。 据冯霄等人供述, 被抓进地洞的一共二十八人, 已有五人死亡。 这些人都是免, 呃, 两周内不愿投降安王的官员, 世家或大商谷的家眷。 如今这些人被沈哥救了出来, 安王南下占据鄂州的算盘落空, 只能困守安州城。 战局瞬间逆转, 变得对右后卫极为有利。 在派人护送这些人回家, 还是让他们的家人来此处接人之间。 众人经过一场商议之后, 选择了后者。 因为右后卫兵马有限, 也因为后者安全性更高, 影响更大。 沈存玉挤到军令下, 众人立刻分头行事, 大仗之中只剩了沈存玉和沈哥。 沈存玉这才问道, 我听肖四说, 你已经审问过冯霄了。 是。 沈哥缓缓把冯霄的话讲了一遍。 沈存玉听完就开始骂娘, 他娘的混账东西, 将你砍伤扔在死人堆里, 算个屁地动了侧影之心, 放你一条生路。 肯定是因为血腥味引来了狼, 万幸其中有一头刚试了幼崽的母狼乡中了你, 把你带回去养着。 他砍了你哪条腿? 沈存玉说的是你, 而非沈艳逸。 沈哥将手放在左腿大腿后侧, 这里骂骂咧咧的沈存玉立刻闭嘴, 招手道, 让老子看看。 沈哥, 沈存玉瞪眼, 气势十足, 声音却有些颤抖。 你小时候光定的样子, 老子都看过, 过来。 沈哥把匕首取出来, 抬手就要划破身上穿的礼裤, 抬手, 世界竞技无声。 沈哥低声问, 你不看了? 沈存玉抬手拍了沈哥的后背一巴掌, 你给老子叫什么? 姐。 只这一声, 沈存玉的眼泪刷的掉了下来, 忍不住嚎啕大哭, 看个屁的刀疤, 老子看到你第一眼就知道你是沈艳逸。 老子早就知道你肯定活着, 老子找了你十三年。 听到沈存玉的哭声站在帐外的庄民, 许川红了眼圈, 跟随沈存玉多年的春风细雨四位女将, 眼泪都是哗哗地往下掉。 很少哭的沈哥也眼泪直流, 他知道自己不是狼后, 曾想过自己是怎么到的狼群里。 他随着马三叔四处走标时, 也会去打听哪家在十几年前丢了孩子, 也曾偷偷去看过丢孩子的那些人。 第一眼, 他就能知道那些人不是他的亲人。 去年在好连寨外观音庙里, 第一眼看到重伤的五安侯, 他就觉得亲切, 所以才会带伤潜水取药。 得知五安侯在找孙子时, 沈哥那时是真的以为自己找到了亲人, 但, 他腿上没有胎记。 听卢道良讲述就是, 沈哥记起曹衡的模样, 抓住冯霄, 听他说曹衡划伤沈燕翼的大腿, 将他扔在死人堆里。 沈哥这才确信, 他的胎记就是如玉说的那种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的胎记。 带姐姐哭够了, 沈哥才问, 爹娘都是怎么过世的? 沈存玉抹了一把眼泪, 哑声道, 你丢了后三个月, 父亲在青州阵亡, 母亲受不住打击病斗, 没能撑过蜡远。 母亲不是想找你, 他是真得撑不住了。 来, 咱们给父母磕头, 告诉他们你回来了。 沈存玉拉着沈哥向家的方向跪斗, 大声道, 爹, 娘, 女儿把弟弟找回来了。 沈哥张了两次嘴, 才终于喊出了爹娘, 与沈存玉一起向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磕完头后, 亢奋中的沈存玉立刻嚷嚷着给新娘的祖父, 远在北亭都护府抗敌的二叔写信, 然后又把沈哥拉到许川等人面前, 搂着他的脖子大声喊, 这是我弟弟愿意。 沈哥这半年多个头窜了一截, 已经比沈存玉高了, 沈哥微微侧身, 让他不必费劲抬着胳膊。 那时候, 自己还太小不计时, 但姐姐在半年内丢了弟弟, 没了父母, 后来又找了自己这么多年, 他过得比自己还辛苦, 所以, 姐姐想这么搂着他, 沈哥便由着他。 虽然沈存玉很激动, 许川和庄明等人也很激动, 但被沈存玉薅住的官兵们却一点也不激动, 甚至不明白为何沈存玉这么激动。 但是为了不挨揍, 他们也只能跟着嗷嗷叫。 等沈存玉搂着沈哥走了, 官兵们才摘下战盔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小声嘀咕, 沈哥就是武安侯府丢失多年的小公子这事, 大伙儿早就知道了呀。 小将军这是, 喝多了, 郑沈初, 看到没, 这是老子的弟弟沈哥, 亲的。 沈存玉搂着沈哥转了一大圈, 回到帅账, 见到郑沈初在账中又开始眉飞四五地炫耀。 郑沈初笑得春灿烂, 嗯, 看到了, 这是你的包弟沈燕翼。 包弟二字, 触动了沈存玉的神经, 他想哭又想笑, 对, 包弟。 娘。 沈哥说, 他在七月十五那天晚上, 把外祖父, 外祖母和二舅平安送出了缅州城, 然后又在七月二十一把大舅和润胸表哥都救出来了。 为了让房氏和林如玉放心, 沈哥征得姐姐的同意, 将他和大福写给家里的信, 加在衙门四百里加级公文里, 一并送到了宣州城中。 林如玉展开信, 看了前几行, 便立刻将喜讯告诉了母亲。 还不知大哥和外甥出世的房氏欢喜之余, 追问道, 哥儿血没血, 从哪里把人救出来的? 这个没提, 不过只要人都平安就好。 林如玉笑眯眯地, 算着日子, 外祖父他们应该已经和我爹爹会合, 奔着宣州来了。 房氏笑得安心温和, 你祖母喜欢和, 明日咱们就把园子里的和宜栽一些到缸里, 搬到一桃院里去。 好, 林如玉笑着应下, 继续看信, 他只吃了一小杯酒, 就说醉了, 非要揍我一顿。 我猜他是装的, 便跟他打了一架, 我没输。 哈哈, 读信读到此处, 林如玉抱着肚子笑倒了, 没输的意思就是没赢, 沈哥一定被他姐收拾得很惨。 扑吃, 虽没林如玉笑得那般夸张, 正在看信的卢玉春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正在吃葡萄的房氏, 急脾气的温氏等两人看完信, 连忙问道, 大夫和沈哥在信上说了啥, 把你俩乐成这样。 林如玉擦着笑出来的眼泪道, 沈哥跟沈将军比试, 被沈将军揍了。 温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沈哥虽然厉害, 但沈存玉将军可是咱们大下第一女将军。 就是, 房氏也点头, 沈存玉自幼习武, 沈哥再有天赋, 也不可能正正精精练了一年武功后, 就能打败沈存玉。 不过, 看女儿笑中含泪的模样, 房氏觉得, 沈哥定还在信上写了别的事, 不过他没有追问, 转而问起大夫, 玉春, 大夫信上怎么说如玉春长了些肉的小脸带着笑? 沈存玉将军带兵围困了安州后, 安王用信哥与外界联系, 但信哥都被大夫, 他们用剑射下来了。 房内笑声一片, 温氏满眼惺惺道, 沈将军巾带不让须眉, 乃是我大下女子之楷模。 其实, 夫君歪七扭八的信上, 还写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件事, 沈哥一定在信上说了, 如玉春不提, 是觉得这件事, 让如玉讲出来更好。 四人又说笑了一会儿, 林如玉才道出, 信上最爆炸性的消息。 沈哥在信上说, 已经能确认他, 就是沈叔祖寻了多年的孙儿沈燕逸, 他一与沈将军相认了。 房氏很是平静, 因为他早已猜到了, 如玉春刚在信上看到了, 所以也很平静。 只有笑得塞帮子疼的温氏吃了一惊, 手里的葡萄被他捏爆了, 汁水滴滴答答落在衣衫上, 瞪大眼睛合不拢嘴。 大, 大嫂, 房氏被他的样子逗笑了, 地上帕子让他擦擦手。 嗯, 你不要太激动, 先把手擦一擦。 来不及了, 怀孕九个半月温氏握紧了帕子, 大嫂, 我, 要生了。 啊, 啊, 林如玉和如玉春慌了手脚, 房氏却很沉稳, 别慌, 你二婶这一胎胎胃很正, 会平平安安的。 林全家的, 你和许嫂子把二夫人送回长庚院, 如玉派人去请你二叔回来, 玉春让人去请铲婆, 房氏一件件事情安排下去, 众人立刻闻声而动。 温氏被两个婆子扶着向外走时, 嘴里还念叨着, 我这都是第三胎了, 没事的, 大嫂坐着别动, 帮我给孩子起个好听的名就成。 林二叔听到, 还有半月才该临盆的妻子提前发动, 经得转身就往回跑, 连骑马都忘了。 待他满头大汉跑回家中, 刚进院子还没来得及喘吐气, 就听产房里传来响亮的哭声。 吻婆出来报喜, 恭喜二爷。 二夫人为您添了一位六斤六两的千斤, 母女平安。 郭神医到府之后, 给温氏把了卖, 大嫂, 我又多了个闺女。 房氏看着吻婆抱出来的, 哭得小脸通红的侄女, 笑着与温氏和林二叔道, 这孩子是听了大福和沈哥寄回的喜讯落地的, 红燕传佳音。 林如燕, 林如家这两个名字, 二弟和二弟妹喜欢哪个? 温氏看向丈夫, 让他拿主意, 林二叔拍板道, 林如燕红燕传的佳音, 不只送到了宣州林家, 也送到了新疆五安侯府。 五安侯的手忍不住颤抖, 手中的信纸哗哗作响。 沈燕又以为唐姐那边出了事, 稳住心神站起身走到祖父身边, 祖父, 五安侯抬肋眼看向孙儿, 燕又, 你大哥找到了。 大惊大喜冲击之下, 沈燕又只觉得一阵头晕, 他抬手按住桌子激动道, 祖父是沈哥对不对? 沈哥就是我大哥对不对? 是, 是, 五安侯把信纸递给孙儿, 燕一找回来了, 他总算能死而无憾了。 沈燕又仔仔细细把信看完, 祠堂, 你给你父亲写信, 将这喜讯尽快告诉他。 是, 虽知堂姐一定也给父亲写了信, 但沈燕又还是立刻印下, 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给父亲写信。 大下朝最北端, 北庭都护府与沙陀交界处, 黄沙漫天。 刚与西图决兵将大战一场, 回到北庭率帐内的沈文公, 同时收到了侄女和儿子送来的急信, 他连燃血的战甲都来不及卸下, 便将信展开。 两封信上说的是同一件事。 十四年前被他弄丢的侄儿沈燕亦, 终于找回来了。 沈文公抱住信旨, 煽然泪下, 大哥, 大嫂, 燕亦找回来了, 百年之后他到九泉之下, 总算有颜面见大哥和大嫂了。 鄂州守将杨义德的父亲与儿子, 鄂州长使温凯东的妻儿被诱后为救出后, 鄂州对安王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逆转。 杨义德与温凯东一起上书前昌帝, 揭露鄂州太守黄鹏让勾结反王, 打压下属, 欲将鄂州拱手送给反王的罪证。 征讨叛军大元帅沈存玉, 用上方宝剑斩了黄鹏让的向上人头, 鄂州民事赞由温凯东掌管。 温凯东与杨义德一道, 誓死保卫鄂州百姓。 鄂州的世家, 商骨也出钱出力, 支持鄂州军擒拿安王。 安王帅叛军入驻鄂州城的计划, 彻底化为泡影后, 缅州百姓担心安王会将目标转到缅州, 纷纷上街请命, 恳请缅州军构筑防御, 誓死守城。 为何缅州百姓变化也如此大? 这不是废话吗? 谁想任一个会拿你亲人的命逼你造反的畜生为主? 不信安王会这么做。 你且睁开眼, 看看西曹书左房大人, 缅州最大的粮商郑家的当家主母, 看看八代书香传家的温家独苗, 被安王抓去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缅州百姓是多虑了。 战局变得对几方有利, 又寻回了五安侯嫡孙。 许川这几日的笑容比过去半年加起来还多, 安王看不上缅州, 小公子可知为何? 被尊为小公子的沈哥达到, 一是缅州城墙老旧, 不好守城, 二是安王到了缅州城, 势必会被恶州军和幼侯卫两面夹击, 沈哥话音刚落, 围坐在帐内的幼侯卫将领们争先恐后表态。 小公子说得对, 小公子好聪明, 小公子动若观火, 小公子口若悬河, 书读得少就甭说话, 你家口若悬河是夸奖人的。 用措辞的家伙立刻改口, 小公子不愧是小将军的亲弟弟, 一样厉害。 那是, 不厉害能是我弟弟。 靠在帅意上的沈存玉笑得那叫一个得意。 坐在他旁边的沈哥很想把他老子从地底挖出来, 让他亲眼瞧瞧自己的闺女嚣张成了什么样子。 郑省初碰了碰沈哥的肩膀, 小声道, 你看你姐这样, 是不是特耀眼? 我姐很耀眼, 你眼光很好。 沈哥不想再看正省出白痴般的眼神, 转眸看向大福, 却先大福向他挑起了大拇指。 厉害! 沈哥也向大福挑起了大拇指。 你入乡随俗, 已经跟右后卫的将士们混得不分彼此了。 看着时辰差不多了, 沈存玉才在帅以上的脚落地, 直起上身, 双手平方在帅岸之上。 煞时间, 满仗的将领们立刻闭嘴, 一个个站得笔管调直, 杀气腾腾。 沈存玉的目光, 一一扫过在场将士, 满意地看着沈哥狼仔子一样的站姿, 又瞪了一眼, 站得毫无气势的正省出。 若是以前, 正省出必定向他露出自认为最美的笑容, 但现在正省出也站直, 努力向这帮热血沸腾的将士们靠拢。 沈存玉满意地收回目光, 沉声道, 反王贺玉蓉退路被断, 已成问中之鳖, 又侯卫将士听令。 众将领齐声喊道, 莫将在。 我幼侯卫三千郎要以一当时, 将这贺玉蓉这只王八给本帅按死在瓮中。 若哪个人敢不听号令善离职守, 军法从事。 三千幼侯卫要困住三万叛军, 可不是要以一当时吗? 众将领齐声英势, 声浪恨不得把帅杖掀翻。 待众人退下之后, 沈存玉招手换过许川和沈哥, 一起研究安州地图, 分析安王下一步的动向。 安王图谋十余仔, 不可能龟缩在安州城内任人宰割。 下一步, 他可能会转到更加一守难攻的荆州, 或者是出其不意拿下宣州, 然后率军顺江而下, 入主宣州。 若安王真得孤注一掷清朝而出, 又侯卫的三千兵马, 加上缅州和鄂州的两千守军, 就算是全部战死, 也拦不住。 所以现在最紧要的, 是请朝廷即刻派军增援至少一万兵马, 将安王父子困死在安州城中。 但这谈何容易? 我回新阳班兵。 一直旁听的郑省出开口了, 你们守住安州, 一个月内驻守许州的幼宵卫, 至少一万援军必至沈存玉皱眉, 你别乱来。 郑省出容颜温和地望着沈存玉, 幼宵卫的统帅叶生, 万岁还掉的洞。 叶生确实是条汉子, 但沈存玉觉得朝臣们定会因此争执不休, 没有了幼宵卫镇守许州, 新阳的南大门就不牢了, 朝中那帮老东西不会同意的。 郑省出解释道, 只要驻守在新阳东的幼侯卫 和驻守在新阳西的左屯卫 同时抽掉兵力守住许州, 两三个月内不会出世。 增了一万幼宵卫, 存玉可有把握在三月之内, 踏平安州。 沈存玉伶俐的剑梅挑起, 霸气十足, 三个月。 你当老子是软脚虾吗? 你当然不是, 郑省出笑若三春暖阳。 许川问道, 郑公子打算如何让左屯卫出兵增援许州? 驻守在新阳城东的右侯卫 由武安侯统领, 分出一部分人驻守许州不难, 但左屯卫可不听武安侯或太夫妇的。 郑省出笑着亮出底牌, 左屯卫守将薛森才长府的命, 是我救下的, 所以薛将军许诺帮我办一件事, 出兵五千增援许州, 对他来说并无害处。 若不是左屯卫无法抽调兵力南下, 我就直接恳请他派兵增援了。 沈存玉沉默, 许川拱手认真道, 不管此事能不能成, 郑公子这份情有侯卫都领了。 郑省出难得正经地点头, 好, 许将军的话在下记住了, 咱们后会有期。 说吧, 郑省出拍了拍沈哥的肩膀, 又向沈存玉展颜一笑, 转身便走。 沈存玉望着他的背影, 嘟囔道, 这次怎么忽然靠谱起来了? 再不靠谱, 他就更追不上你了。 许川和沈哥对视一眼, 默契地没接话, 以免被揍。 秘密送走郑省出后, 往荆州的要道, 我带人去把安王 囤在码头的大船全部烧了。 如何? 烧船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是, 你打算怎么个烧法? 沈哥笑得见牙不见眼, 我岳父给我送信过来, 说他用了一万两银子 从望平镇过了两百人, 算着行程, 十日内就该到了。 许川眼前一亮, 就是过了饶州下菜一县侠的望平镇。 望平镇许川是去过的, 那是一座建在长江边上的城镇, 容过往船只停泊过夜。 沈哥点头, 用手指着安州城地图上的船物, 道, 就是那个镇子, 镇里人汉子都是泡在水里长大的, 水性极好。 安州船物停着上百艘战船, 我可以与城中的内应里应外河, 破开船物的水下栅栏潜入, 凿断战船的龙骨, 烧毁船帆, 彻底断了安王顺江南下的念头许川担忧道, 此行凶险异常, 小公子还是, 让他去。 沈存玉拍板, 等人到了, 沈哥带着他们进城, 一艘不慎地把船物里的战船都给老子凿沉了。 沈哥就知道姐姐不会拦着他, 挺直胸膛道, 末将领命。 说完正事, 沈存玉拍了拍沈哥的肩膀, 你岳父为何要从望平镇雇人过来? 他知道姐姐带的守军手, 放心不下, 便沿途银子雇人增援。 除了望平镇的两百船手, 他还雇了三百多标师和猎户, 这些人也在分批陆续赶来。 沈哥把岳父送过来的信掏出来, 交给姐姐。 船手是五百两一个雇来的, 标师和猎户怕也便宜不了多少。 许川感叹道, 打开这封金光闪闪的信, 沈存玉才知, 临父不止前雇人增援又侯卫, 还送来数千斤粮草, 他郑重将信折起, 交还给沈哥。 你岳父这人能处, 如果你以后敢做对不起如玉的事, 不用你岳父出手, 老子就揍死你。 沈哥与沈存玉仅罗密谷的布置, 偷袭安州传屋的计划时, 临父和房二舅, 护送着房家二老, 到了宣州城。 三年多未见的房老夫人, 与房氏两母女一见面, 便抱在一处哭了起来。 这两年, 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 去年房氏母女三人, 先在乌杀镇外遇险, 后在好连寨外遭遇洪水, 几度死里逃生, 今年安亡谋反, 缅州乱成一团, 房大舅父子先后失踪, 房家二老已经做好了以身训国的准备, 所以现在得以相见, 当真是恍如隔世, 令人分外珍惜。 林如玉陪着母亲和外祖母, 林二叔陪着大哥和房家父子, 说起房大舅也被沈哥救出来的事。 提起房大舅父子被救, 房氏和房老夫人也止住了悲声。 房老爷子道, 我们在路上也听说了这事, 知道他们父子俩平安, 我这个颗心算是彻底放下了。 从缅州到宣州, 这一路并不太平, 林二叔为了安全, 舟船车马换了好几次, 甚至有两次为了躲避上百恶匪, 不得不避入身灵, 三天才走出来。 但从林子里出来, 听到百姓们议论, 幼侯卫从缅州就出了二十多个, 被安王抓去当人质的官员和附身时, 林二叔立刻派人去打听, 得知其中有房家父子, 房家老夫人喜极而泣, 房氏擦着眼泪道, 沈哥来信说, 大哥和润炯身体都无大碍, 他劝着大哥留在右后卫或是来宣州, 但大哥说他有官职在身, 不得善离职守, 必须回城。 润炯那孩子孝顺, 跟着大哥一快回去了。 房老爷子听到长子回去, 心为大过担心, 国难当前, 朝廷官员必须将设计安危置于守卫, 才能无愧天地。 君主房二舅最不喜欢听父亲长篇大论, 连忙道, 父亲, 小妹还怀着身孕呢, 不宜久战, 咱们回屋再说。 众人回到房室, 为父母和二哥收拾好的院子里落座后, 房家三人先沐浴更衣, 林妇也扶着妻子回院更衣, 夫妻相聚, 自是有素不尽的言语, 道不安的钟情。 待收拾停荡后, 因宣州有孕妇和坐月子的产妇不相见的习俗, 所以有林如玉陪着外祖母去探望正在坐月子的二婶温室。 刚满半个月的林家三姑娘小样, 用她那双黑溜溜的眼睛, 一下就把房老夫人看话了, 这孩子长得真好, 尤其是这双眼睛, 一看就是个机灵懂事的。 这都是听娇娇说的。 头裹着不惊的温室, 笑得一脸满足, 娇娇说怀着孩子时多吃葡萄, 生下孩子来眼睛就能黑又亮, 伯母劝着我大嫂也多吃点。 房老夫人连声说好, 没多打扰便给小叶留下一双银镯 坐见面里退了出来, 与外孙女一起返回客院。 在途中, 房老夫人一直握着林如玉的手, 行为道, 外祖母上次见你时, 你还是个夸两句就会脸红的小玩, 一晃便长成大姑娘了。 说到此处, 想到女儿和外孙子, 外孙女在期限受的苦, 房老夫人的手又紧了些, 娇娇, 你娘有你这么能干的闺女, 是她的福气, 这回房家也是沾了你的光, 一家子才能平平安安的。 若不是沈哥, 房家二老出不了缅州城, 房大舅父子俩也不可能获救。 沈哥之所以对房家的事这么伤心, 就是因为她是林如玉的未婚夫婿, 所以, 房老夫人才好说, 房二弟在书房那一世, 听到大哥听两日又要出城赶往安州西北两州, 林二叔立刻道, 大哥留下照顾二老和大嫂, 这回我去, 不能次次都让大哥在外边冒险。 还不等林副开口, 房二就变道, 妹副刚走的这一趟, 已经把能办的事办完了, 再去也没多大用处, 这一趟由我去, 大哥和侄子被抓得仇, 必须由他亲自去报。 房老爷子也开了口, 让你二哥去, 隋州和荆州那边房家的人手比林家得多。 隋州在安州之北, 荆州在安州以西, 安王一直紧盯着长江中下游诸州, 并未将这两州布置多少人手。 如同林副出宣州去缅州这一路上所做的事情一样, 房二就去隋州和荆州, 是为了利用房家的渠道, 为幼侯卫筹击粮草, 寻求增援。 房家和林家人兜着堵着一口气, 便是散尽家财, 他们也要助幼侯后卫攻下安州城。 勤住安王父子房二就在宣州停留了三日, 便与林二叔一起出门赶往荆州和隋州, 林副留在家中主持大局。 房老夫人与女儿每日有说不完的话, 房老爷子则去宣州衙门领了个在城门口试州的差事, 每日也不闲着。 林如玉则是半日给父亲帮忙, 半日跟着郭慎全学医, 每日安排得满满当当。 即便如此, 思念还是如影随形, 想沈哥快成了病, 相思病。 这样下去可不成, 林如玉皱起眉头, 提起精神继续处理正事。 药材行的大掌柜林盛见姑娘盯着账策皱眉, 以为她是对账策记录的药价不满, 便解释道, 姑娘, 三妻和重楼都是治疗外伤的常用药材, 所以, 价钱涨了三倍。 如果不是因为, 咱们跟这几处药田合作了多年, 这个价钱也拿不下来。 非常时期, 价格波动很是正常。 林如玉问清楚了进货渠道的情况, 又询问了自己, 两处种植药材的山林内药材的掌势, 满意夸赞林盛几句, 将一张药单递给她, 劳烦圣书派人将上边这些药材按金术取出来, 我待会儿要带回清一项。 是, 得了姑娘的认可, 林盛双手接过药单, 脚步轻快地退了出去。 林家的掌柜和管事们心里都明白, 现在林如玉在林家的地位, 仅次于家主和主母, 能得到林如玉的认可, 就等于坐稳了现在的位子。 林盛退出去后, 林如玉看了一眼身后站着的云娟, 林娟会议, 出去给姑娘烧水泡茶, 实则是放诱饵钓鱼。 药房内一个白面俊俏的小伙计, 殷勤凑到林娟身边献殷勤, 林娟姐是要给姑娘泡茶吗? 咱庙房里有热水, 不用先烧。 林娟用火折子点着纸团, 扔进炉子里引燃干燥的柴火, 猜到, 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煤血水。 果然是大户人家, 吃口茶都这么讲究。 小伙计眼里闪过羡慕, 抱着膝盖蹲在云娟旁边, 假装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旁边的几个纸团, 箭上边写着字, 手指头便忍不住动了动。 云娟姐, 我帮你烧火吧。 不用。 云娟一口回绝, 宣州城看似太平, 实则按波涌动。 姑娘这半个多月, 遇到一次下毒, 两次埋伏。 因怕惊扰了怀孕的夫人, 姑娘让他们把嘴壁得紧紧的, 云娟身为姑娘身边的大丫鬟, 当然要万事小心, 就算是钓鱼, 鱼儿也要放得足足的。 所以, 当这小伙计过来献殷勤, 云娟显得极为谨慎, 你是药材行里的伙计, 我以前怎没见过你? 我姓鸾, 醒酒, 在这铺子里干了一年多了, 云娟姐上个月跟着姑娘过来了四回, 每回我都在管师们身后站着呢, 姐姐上次穿的秋香色衣裙, 上上次是青莲色的。 这小伙计双目含情, 又有几分羞涩的, 掰手指头鼠云娟每次来时, 穿的是什么样的衣裙, 白嫩的小脸泛起潮红, 偷偷看了云娟一眼, 就盯着柴火看了半上, 然后又忍不住抬眼, 快速看了云娟一眼怎么着。 就你这德行, 还敢给本姑娘使美人计? 云娟按翻白眼, 忍不住想抄起烧火棍, 把她抽一顿。 就这点倒行, 还敢到你姑奶奶面前来卖弄? 云娟, 水烧好了吗? 咸鹰的声音在房门内响起。 马上好了。 云娟应了一声, 把两个纸团扔进火里, 又转头拿了两根细柴。 就在这一转眼的功夫, 小伙计把剩下的纸团都抓了起来, 看似扔进火里, 实则藏进了衣袖里。 云娟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把细柴塞进炉堂里, 带铁壶内的水烧开后, 便提起进入房中。 小伙计把柴火收拾好堆在墙边, 才起身握着袖口退了出去。 房内窗边, 林如玉, 云娟和弦英将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 林如玉低声问, 这人是谁? 云娟低声道, 他叫卵九, 是药才行前厅管事刘护的亲外生, 今年初才到药才行做事。 刘护姑娘可忌的, 就是负责前厅靠左侧窗四排药柜的那个矮胖短虚管事。 林家生意做得大, 宣州城城内的掌管, 管事足有几十上百人, 林如玉虽不是每个都能叫上名字来, 但云娟这么一说, 他也能想起那人是谁, 让林峰盯紧卵九, 看他跟谁接头, 刘护也仔细查一查。 自从铸太守用毒药七日红控制了河州的郑永贵和郑永父两兄弟后, 林如玉在宣州城中两次遇到埋伏, 药材行奉往轻易巷的药材两次被抢, 药材行内的意识厅也被人翻动过的痕迹。 显然, 郑永贵查到了毒药的源头是林家, 所以才会对林家下手。 林如玉与父亲商议后, 才定下了这个顺藤摸瓜的计策, 这次定要揪出郑永贵在宣州城中的暗线。 贤因出去后, 林如玉合上账本, 打去起云娟, 那鸾酒模样长得不差, 他刚才对你笑时, 你就一点也不心动。 云娟立刻道, 不心动, 奴婢只想抽他。 林如玉每日早晚都在努力学功夫, 他身边的丫鬟们跟着学。 一年多坚持下来, 林如玉明显觉得自己的两个大丫鬟, 云娟和语英比以前暴力多了。 譬如云娟, 一年多前跟随二叔乘船冒着洪水到齐县去接自己时, 还是个较弱的小丫鬟, 过一线霞时, 吓得腿都软了, 这会儿张嘴闭嘴不是打人, 就是抽人。 林如玉觉得这样非常好, 笑眯眯道, 好, 等人赃病货, 先让你抽他一顿, 再送去衙门。 多谢姑娘。 云娟转了转手腕, 那小子油嘴滑舌, 还不知靠着一张脸骗了多少小姑娘, 奴婢这回就当为民除害了。 带林盛把药单上的药材装上马车后, 林如玉带着丫鬟和护院们立刻药材行, 返回轻易向他们走后, 小伙计卵九便接着肚子疼, 跑去茅房把塞在袖袋里的三个纸团打开斩瓶, 然后叠整齐塞进了一袍下摆的暗袋里, 才返回前厅。 刘虎坚外申回来了, 低声问, 肚子好点了, 还是有点不舒坦, 不过能撑得住。 卵九在刘虎面前, 十分拐巧。 刘虎见外申面色还好, 便低声道, 那就好好站在货架边上盯着卖货, 别让大管事挑出毛病扣你工钱, 你娘还等着你拿钱回去买米呢? 战乱年经里, 能找到个暗月足额发工钱的活干, 是非常不容易的。 刘虎给大管事送了不少东西, 才把外申带进了林家药材行, 眼红这个差事的人多着呢。 卵九乖巧点头, 我一定好好干, 不给舅舅丢人。 乖巧小伙计卵九, 下工后收拾好货架, 又跟着管事和伙计们一块关好门窗, 放好门窗外的挡板, 才乘着月色回了家吃饭。 饭后, 他又偷偷溜出家门, 在各条巷子里转悠了两圈, 才停在一壶院墙外, 轻声敲门。 院门无声打开, 两人一手交纸条, 一手递银子, 快速交接完毕后, 卵九轻手轻脚地出了巷子, 脚步轻快地进了, 还为关门的米粮铺买了一小袋粗粮, 扛着进了另外一条小巷, 再出来时, 扛着的袋子便大了不少。 如此这般逼着行人走回家时, 他扛在肩上的已经是五十多斤粮食了。 他用废纸换银子的那家人的底细还在打听, 不过这卵九也真是个人物。 闲音感叹道, 他从米粮铺里用衙门发的瓶票买了三斤糙米, 假惺惺去送给一个与他家沾点亲的小姑娘家, 再出来十米就变成了六斤。 然后, 他又去了一个寡妇家送米, 米不止没送出去, 还又添了几斤。 一路上他串了五户人家, 姑娘猜, 他最后去的是谁家? 卵九能够得着自己又认得的人家, 凌如欲想都不想, 穿街向钱家。 闲音点头, 姑娘一猜就中, 钱宝翠偷偷给了他一袋粮食, 看样子足有十斤。 语音睁大毛子, 这卵九真长得那么好看。 云娟可不这么认为, 各入各眼, 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看。 他的眼神乱嫖,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给云九粮食这事, 钱宝翠肯定是瞒着家里人的。 因为我听说钱家缺银钱, 他们买的粮食, 一大半全是粗粮。 凌如欲不认为林三姑没钱了, 他买粗粮只是不想惹住一把了。 明日派人去小五那问一问, 看云九与钱宝翠之间是怎么回事。 同住在川街巷内的沈小五, 这段日子一直在吃钱家的瓜。 凌如欲不关心, 云九是怎么从钱宝翠手里骗粮的, 他只想知道, 钱宝翠在自己被伏击和下毒的事件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二日上午, 沈小五便带着沈小七到了林家, 向自家大嫂 禀告云九和钱宝翠之间的勾当。 云九的娘身子弱, 常年离不开药, 所以他家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 云九仗着长得好看嘴又甜, 自小就是吃东家, 川西家长大的。 钱家上个月搬到川街巷后, 云九就打着敦青木林的口号蹭了上去, 钱宝翠挺吃他那一套。 沈小七补充道, 我五姐就不吃, 还把他损了一顿, 云九现在见到我姐就绕着走。 沈小五瞪了七弟一眼, 别拿我跟傻子比。 林如玉被他们逗笑了, 钱家人最近可接触过什么可疑之人。 没有, 沈小五十分肯定, 除了像云九那样想占钱家便宜的, 正经人家都不大理他们。 如玉姐遇袭的事, 我二哥一直在查, 他说应该与药商宋家有关联, 等拿到确凿证据, 二哥就交给大嫂。 林如玉叮嘱道, 我刚用云九给对方下了套。 你回去告诉你二哥, 让他这几天不要跟得太紧。 明白。 沈小五脆声声硬了, 等他们自己上钩。 林如玉抬手掐了掐小姑娘白嫩嫩的小脸, 说得对, 小五越来越聪明了。 沈小五被大嫂摸了小脸, 笑得十分开心, 不是我聪明, 是我哥和如玉姐交得好。 如玉姐想看热闹部, 我回去后把钱宝翠与云九的事, 跟钱兰翠讲一讲。 林如玉摇头, 我最近有点忙, 早晚有一天, 鸾九对把钱家的家底偏光了。 林如玉跟着沈小五一块坏笑, 若有这样的大热闹, 那是肯定要看的。 这一日, 接了鸾九纸条的人将东西送进了药商宋家, 交到宋天祥的手上。 宋天祥展开三叶信指后, 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这是林如玉写的。 宋纸条的人言之凿凿, 小人买通了林家药材行的伙计, 千真万确。 邵东家您看, 这会不会就是那位大人想要的东西? 这上边确实有几位去火的药。 哎, 身为药商少东家, 宋天祥虽懂些药理, 但却不多, 他懒得动脑子, 管他是不是, 宋去出让那位大人自己分辨。 是, 小人觉得, 把药材和单子一块送出去, 更为妥当。 宋纸条的人黑黑笑着, 委婉道, 现在衙门管控的盐, 药材不好弄到手。 您看这纸条上的药材, 这上边足有三十多位药材, 其中还有几样是珍贵药材, 就算每样只取几两, 也得一大笔银子呢, 宋天祥想着就心甘疼, 让卵九从林家药材库里取。 宋纸条的人为难道, 卵九那家伙滑头得很, 他肯定不敢, 大人那边等着解药救人呢。 若是真能按照单子上的药方配出解药, 那位大人绝不会忘了您, 少东家您看, 罢了罢了, 宋天祥咬牙, 我去取药。 宋纸条的人私吞了一半药材后, 寻机出城, 把东西交到了下线手中。 六日后, 林如玉用左手写的药单 和十几样寻常见的药材 便送到了河州。 得知这药单上的药凑在一起, 就是祝蒙真每月派人送来的解药时, 每月等着宋州解药续命的 河州私仓书所郑永复大喜等支出解药后, 老子立马带人踏平宋州城。 药单上只有药材名称, 并没有用量和炮制方法。 郑家请来的郎中依照常规, 揣摩着配出了几粒解药, 交到了郑永复手中。 郑永复不过贸然用药, 思来想去便偷粮换住, 让二弟郑永贵试药。 不知情的郑永贵在七日红发作前夕, 吞下了假药。 不笑一个时辰, 郑永复便借二弟养得满地打滚, 把身上的抓得鲜血淋漓。 他吓得骨头都凉了, 连忙将真正的解药喂给了二弟。 郑永贵服用了解药后便晕了过去, 一个多时辰后, 身上裹满白布的郑永贵苏醒过来, 所以老爷您才会毒发。 但奴婢听说, 老爷吃的第一粒玩药不是宣州送来的, 而是大老爷偷偷找人配的。 大老爷他, 让您替他是要呢? 胡说八道, 脸和脖子上满是血痕的郑永贵, 喊得声音有多大, 心里就有多少疑虑。 是奴婢胡乱猜的, 老爷您别动怒, 身体要紧。 宁姨娘低头认错, 露出一段雪白的脖梗。 老爷, 大老爷过来探望您了, 管家站在门外轻声禀报。 探望, 还是看看自己死了没有。 郑永贵的呼吸粗重, 握着解药瓶的手指泛白, 颤抖, 抬脚踢了踢跪在脚边的小倩。 宁姨娘立刻起身, 亲手亲脚地到了门边低声道, 老爷服用了解药后, 已经睡下了。 房门外的管家停了片刻, 有低声问道, 可要请郎中过来给老爷把脉。 宁姨娘平静问道, 管家是要我叫醒老爷问一问吗? 管家愁出片刻, 才道, 姨娘伺候老爷好声些着。 听到管家的脚步声远去, 宁姨娘才轻一连步, 回到郑永贵身边, 怯声声地道, 老爷, 奴婢扶您去礼屋歇着吧。 郑永贵被七日红折磨得筋疲力尽, 但他此刻却毫无睡意, 压低声音道, 去听听管家和我大哥在前厅说什么。 一个黑影从门边现身, 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 郑永贵盯着手里的药瓶, 声音低沉而狠力地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宁姨娘低声道, 翠儿去前楼药铺替奴婢抓药时, 听小药瞳说药铺的坐枕郎中, 前些日子被大老爷叫去了河州城, 还带了不少药材。 奴婢听翠儿说了几样, 都是您现在服用的解药里有的。 今日大老爷亲自过来给您送药, 您服药后难受时, 奴婢亲眼看到大老爷从另外一个药瓶里拿出了解药。 郑永贵握紧药瓶, 半晌没说话。 去前院探听消息的暗卫回来, 将郑永贵和管家的对话重复了一遍。 虽然听着并无不妥, 但郑永贵却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 去查大哥这几日是否让人配出解药, 问清楚药方是哪来的, 偷偷地查。 带查之大哥从宣州林家德药丹配出解药后并未自己服用, 而是亲自从河州跑到领川县给他送药后, 郑永贵怒急返校。 真不愧是我的亲大哥, 正在给郑永贵换药的您姨娘被这笑声吓得一哆嗦, 血白的药粉扑速速落在了郑永贵的青山上, 异常扎眼。 郑永贵挥开着没用的东西, 在屋内来回躲了十几圈, 才下定决心拿纸笔来。 三日后, 一封密信由河州领川县, 送到了宣州太守住蒙真守中。 林傅从太守府回到家中, 静止去了女儿的药房, 郑永贵向朱太守投诚, 说他是受了兄长郑永贵的坑骗, 才帮着他做下了错事。 不过他早已有心悔过, 所以才会让儿子跟着沈哥去攻打安州城, 替他赎罪。 你这一出离间计, 用得极好。 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郑昌明如幼侯卫围攻安州, 不是为了替你赎罪, 而是为了救他自己和家人。 林如玉心里骂了几句郑永贵, 才天天笑道, 女儿只是提了这个点子, 能这么顺利实施, 还是因为爹爹和太守大人用人得当。 何州领川县南楼药铺的药童, 是爹爹早就让林家药行暗插在河州的眼线。 小药童无意间给郑永贵小妾侍女透露的消息, 是这盘棋最关键的一环。 看着乖乖巧巧坐在身边的女儿, 林傅十分骄傲, 继续教导她做事, 娇娇, 药行里的留户, 卵酒, 以及药商宋家该怎么处置。 林如玉道, 他们是郑永贵的眼线, 咱们暂时先不要动他们, 后期还能用上。 不过, 林如玉坏坏一笑, 宋家的家底可以挖一挖, 爹爹觉得呢? 林傅觉得女儿这样实在可爱的景, 娇娇以德为父真传, 可以出师了。 父女俩凑在一处合计大室时, 要伤宋家的家主宋盘忽然觉得后背震震发凉。 这大热天的, 后背发凉可不是好事。 宋盘把最近自己做的事在心里过了一遍, 才安下心来, 训诫儿子, 这几个月你老老实实在城里待着, 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宋天祥追问, 爹说的是哪些人? 宋盘瞪老儿子一眼, 还有哪些? 当然是与柳莲、张仲峰那几个。 有空多想想怎么把家里的生意做好。 是。 宋天祥老实硬了, 低声问道, 依您老人家看, 安王这事能成吗? 一个丫头骗子带着三千兵将, 真能拦住安王的数万大军。 宋盘搭拉下眼皮, 大下朝谁当家, 咱们都是一样做生意。 你要是敢去掺和掉脑袋的事, 不用衙门动手, 为父亲手包了你的皮。 宋天祥浑身的皮衣紧, 低声嘟囔, 您看林康年天天往衙门跑。 宋盘冷笑, 算盘打得啪啪作响, 徐陆元是谁的狗, 你还看不出来。 林康年不砸锅脉铁完了命对驻朝廷守城, 安王进城后, 第一个就会拿林家开刀。 赌赢了, 林家得朝廷嘉奖, 赐快匾额, 赌输了, 全家的命都得赔进去。 咱们没到那个地步, 犯不上。 宋天祥越想越觉得, 他爹说得有道理, 凡事得小心谨慎。 回到自己院子后, 宋天祥立刻让心腹管事把消息散出去, 近日不要轻举妄动。 管事低声问, 那林家药行那边? 宋天祥翻白眼反问, 林家药行那边怎么了? 林家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管理立刻明白了, 是小人说错话了, 没关系, 什么关系都没有。 过了两日, 鸾九拿着自己心得的几张纸, 跑去巷子打算换银子时, 却吃了闭门羹, 从巷子出来时, 他的脸色很是难看, 没了这条赚块钱的袋, 难道他又要开始吃滑的嗓子疼的糙米糙面吗? 不可能。 鸾九去给与寡妇挑了两桶水, 又半推半就的被与寡妇动手动脚, 占了不少便宜, 却连半斤百米都没捞着, 气得他踹了几脚于寡妇家的墙, 转身去大舅家蹭了个半饱后, 又回家洗干净头脸, 换了身干净衣裳, 溜溜达达进了穿街巷, 用石子狠狠打了拴在巷口的大黑狗的肚子, 汪汪汪, 汪汪汪汪, 大黑狗气得大叫, 听到狗叫, 钱家的钱宝翠, 吸而砰砰跳, 正在家中读书的沈小五把书往桌上一放, 又有热闹了, 小六小七, 走不走, 九哥哥, 钱宝翠借尿顿跑到后院墙边, 踩着凳子探头瞧见, 果然是鸾九来了, 声音不由自主地带了十二分味, 腻得躲在不远处狗洞里的沈家三小只, 同时一哆嗦, 这声音听得他们浑身难受, 想打人, 鸾九也不由自主地抖了抖, 才扬起脸望着钱宝翠, 他选的位置和角度都刚刚好, 月光打在他的脸上, 将他脸上的关怀和担心照得明晃晃的, 这么晚了, 钱姑娘还没歇息, 刚做了会儿针线, 马上要歇了, 钱宝翠一方面不满, 他们都这么熟悉了, 鸾九还生分地喊他姑娘, 另一方面又觉得他这样支离, 是尊重自己, 俩人很默契地不提为何黑灯瞎火的, 他们一个站在墙头里, 一个站在墙头外, 这种默契让钱宝翠的心, 被他脚底不断颤动, 晚上做针线商演, 姑娘以后还是白天做好, 鸾九关心完钱宝翠, 又开始关心钱宝翠他娘, 令堂的身子可好些了, 我娘晚上还是睡不好, 我说让他去药铺里拿些药, 他就是不去, 钱宝翠向鸾九抱怨完自己的亲娘, 又忍不住炫耀他家与邻家的关系, 九哥哥也知道的, 我就家开着药铺, 想拿什么药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偏生我娘不愿麻烦我大舅, 说痒痒就好了, 哦, 狗洞里的三小只胃里一阵翻腾, 宣州城里谁不知道钱夫人和兄弟姐妹闹白断青了, 这话钱宝翠是怎么说的出口的, 鸾九专注地望着钱宝翠, 似乎天地间万物都识色, 只剩他一个人独自闪耀, 令堂品行超群, 才能将姑娘教导的这般与众不同, 钱宝翠面红耳赤, 腿脚发软, 声音越发甜腻了, 九哥哥过奖了, 嗯, 这是夸奖吗? 沈小五搓了搓胳膊, 再次拉低他对钱宝翠脑子的评价, 此时无声胜有声, 鸾九适时垂眸停了一会儿, 从怀里掏出一包药, 我为母亲抓药时想着令堂欠安, 也为令堂抓了一副药, 还不等鸾九说完, 钱宝翠就点脚努力向外探身, 急急问道, 九哥的前些日子不是把家里的银子都用来买米了吗? 奶来的银子抓要我将自己的寒衣荡了, 鸾九强呈笑脸, 装着无所谓, 反正现在天还热着, 等下个月发了工钱, 我再赎回来就成, 这副药姑娘收下吧, 若姑娘不收, 我只得回家掏空米缸, 将米还给姑娘了, 我收, 钱宝翠努力探身去接鸾九举起来的药包, 却不小心抓住了鸾九的手, 身子一软好旋, 没从墙头栽下来, 姑娘小心, 鸾九握住她的胳膊向上一送, 然后手里收手道歉, 是我唐突了, 请姑娘恕罪, 姑娘快回去歇息吧, 我也回了, 见鸾九微微低头, 背影透着无尽的失落和销索, 钱宝翠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 只为哄她高兴, 酒哥哥等着, 我去去就来, 姑娘别, 鸾九的话说了一半, 见钱宝翠急吼吼地跑了, 她才在墙上蹭了蹭手心, 蹭去不是赶后, 懒洋洋靠在墙边等着, 待听到里边又传来响动, 鸾九才直起身, 装模作样地望着墙头, 姑娘你, 接着, 钱宝翠将一个小小的荷包扔给鸾九, 低声道, 这里边有五两银子, 酒哥哥快去把寒衣赎回来, 过完中秋很快就冷了, 没寒衣怎么过冬, 这可使不得, 若收了姑娘的银子, 我鸾玉成成什么人了, 鸾九立刻将荷包给钱宝翠扔了回去, 转身便走, 钱宝翠急了, 又把荷包扔出来, 砸在鸾九的背上, 低声怒撑道, 这银子算我借给酒哥哥的, 还不成吗? 鸾九把银子捡起来, 转身却发现墙头已经没了人影, 他装模作样向着墙头行了一礼, 动情道, 钱姑娘雪中送炭之恩, 鸾玉成铭记于心, 片刻不敢忘, 有朝一日, 玉成定, 鸾九悠悠叹息一声, 转身走了, 他的话说了一半, 蹲在凳子上的钱宝翠, 却心有灵犀地听明白了, 他抬手捂住脸, 羞得直晃身子, 窜儿等着酒哥哥, 但墙外黑洞洞, 哪还有他的酒哥哥, 转过墙角, 鸾九从荷包里倒出几粒碎银子, 用衣袖擦了几遍又装回去, 哼着小犬走了, 狗洞里的沈小六, 无比熟练地套上一身轿子行头, 绕过两条街去赌鸾九, 城里多难民, 街上并不安生, 鸾九谨慎地向外探头, 确认左右无人, 才快步向外走, 沈小七在鸾九身后不远处, 咚咚咚跺了几脚, 便把鸾九下的向前跑, 正撞在迎面跑过来的沈小六身上, 将沈小六撞倒了, 鸾九看也不堪被自己撞倒的小乞丐, 快步跑进了他家的巷子里, 沈小六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走进巷子里, 与吴姐和七弟会合, 沈小七低声问, 成了没? 你六个亲自出手, 还能有办不成的事? 江湖, 锦县巫沙镇内, 人称鬼手小六的沈良璐, 捏着小荷包抖了抖, 银子撞击的声音分外好听, 吴姐, 这些怎么办? 沈家现在不缺银子, 这前沈小五不想往家带, 扔到三岔口西南过到尽头, 破房子里有个小家伙病了, 需要银子抓药, 那破房子里住着十几个小乞丐, 现在都算是沈良乐的眼线, 得嘞, 沈小六高兴硬了, 三小只转到三岔口, 他们刚走, 鸾九就气急败坏地跑了出来, 站在街上吼道, 哪个去得挂冒烟的王八糕子, 偷了小爷的东西, 我去你趁早还回来, 否则小爷跟你没完, 则则则, 暗像里的沈家三小只头也不回, 继续向前溜达, 黑暗是他们最好的保护色, 沈小七虚心求教, 吴姐, 刚才鸾九话说了一半, 他有朝一日要干什么, 沈小五哼了一声, 他什么也不说, 就是什么也不想干, 白拿钱宝翠的银子, 沈小六更正道, 人家可没拿, 是钱宝翠硬塞的, 那药包肯定是鸾九从药材行里拿出来的, 一转身就骗了五两银子, 真好骗啊, 咱们乌杀镇里, 怎么就没这样的傻子呢, 报王爷, 是的, 安州传讯兵在安王父子面前单膝跪地, 硬着头皮道, 偷袭传物的幼猴卫兵, 将已由水底铁栏杆破开的口子, 逃出, 成了, 废物, 都是一帮废物, 在安州城传物熊熊大火的映照下, 两塞身陷双眼通红的安王, 面容阴质扭曲, 两千多人都守不住传物, 本王刘儿等何用, 负责传物的安王世子贺炯明明紧包唇, 双眸染了火色, 紧站在安王身后的安王次子贺炯钊火上焦油道, 父王息怒, 我大哥也没想到, 又后卫胆敢偷袭传物, 一时疏忽才会, 贺炯明因喷火的毛子落在树地贺炯钊身上, 声音音冷如毒蛇, 闭嘴, 大庭广众之下, 他居然当众打自己的脸, 贺炯钊恨得咬牙, 却装着诚皇诚恐攻身, 大哥也息怒, 贺炯明懒得再看他, 拱手对安王道, 父王先回府歇息, 明早天亮前孩儿定将此事查明, 安王甩袖离去, 贺炯钊紧跟在父王身后, 继续给贺炯明上眼药, 父王, 大哥他, 闭嘴, 安王淡淡两个字, 打得贺炯钊的脸啪啪作响, 贺炯钊愣在原地, 半晌无法回神, 待安王乘车离去后, 谋士才上前低声道, 二公子请上车, 贺炯钊咬牙切齿, 父王的心全篇到贺炯明身上去了谋士, 被二公子的话经得出了一身白毛汗,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 请二公子上车, 贺炯钊上车后, 谋士才在他耳边提醒, 船物被毁, 顺江南下已无可能, 若安州失守, 王爷只能破开西城外的敌军赶往荆州, 王爷若要顺利在荆州落脚, 需得镇守霞州的曹世山将军相助, 霞州首将曹世山是贺炯明的岳父, 所以此时安王为了大局不会与长子翻脸, 贺炯钊肉眼可见地冷静下来, 孤注一致道, 绝不能去荆州, 否则本公子便是死路一条, 要想办法, 尽快拿下宣州, 加派人手,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杜城后, 祝蒙针和林康年载了, 心好心好心好燕翼, 沈存玉拍着弟弟的肩膀大赞, 干得好, 快回去更衣, 别着凉了, 火光下, 沈哥的牙齿越发显得洁白, 是, 安州叛军可能会苟急跳墙, 竟有水盗出来偷袭, 解药当心, 放心, 出来一个载一个, 沈存玉让沈哥带队下去歇息, 小公子又立下大功一剑, 侯爷知道了, 一定非常开心, 站在沈存玉身边的许川, 望着沈哥挺拔的背影, 露出老父亲般的笑容, 沈存玉的关注点, 却不是这个, 燕翼瘦得跟个侯似的, 得好好补一补, 吩咐厨房, 除了早饭, 燕翼必须顿顿有肉吃, 许川满口硬下, 小将军和小公子都要补, 明早属下, 吩咐厨房踩蜘蛛, 沈存玉点头, 船雾被烧, 叛军颓势更险, 很可能会孤注一掷, 即刻给杜将军和助太守送信, 让他们守好宣州城, 两月内胜负便见分晓, 新好新好新好又侯卫的消息, 送到宣州城时, 城外正浓烟滚滚, 这浓烟是叛军点燃山林引起的, 宣州去年雨水有多大, 今年就有多汗, 激进干枯的树木和荒草, 浴火极燃, 越烧越大, 林如玉站在自家院子里, 望着要将西天盖住的浓烟, 眉头紧锁, 再有一个月就能收晚到了, 叛军竟在这个阶骨眼上闹事, 真是该死, 抱着小女儿的温室, 气得骂娘, 房氏和房老夫人的脸色, 也很难看, 林家在西城外有一座六百多亩粮田的田庄, 而浓烟升起的地方, 离着林家田庄已经不远了, 再烧下去, 林家田庄必定会被大火吞没, 林副这会儿还在田庄里, 如玉春与林如玉小声商量, 咱们派人去把衣服接回来吧, 田庄没就没了, 只要人没事就好, 标局里还能凑够三十人, 全派出去, 林副今日出城巡视, 带走了林家二十多个护院, 林家剩下的护院不多, 无法再抽掉人手, 林如玉点头, 大嫂照看好家里, 我去衙门与太守大人商议灭火的事, 娇娇有办法灭火, 房氏听到了女儿的话, 低声问道, 林如玉点头, 只是有个想法, 还得请太守大人定夺, 出了清一项后, 林如玉察觉外边的香火味很浓, 撩开车帘向外看, 才发现密密麻麻的一群人, 郑维贵在路边一株老槐树下, 焚香求雨, 在人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 求神是百姓们最后的希望, 林如玉深吸一口香火气, 放下车帘, 闭上眼睛, 在心中不断旋转宣州地图, 寻找合适的灭火带, 周衙门内, 祝太守和长使等人, 一面因城外的大火而焦躁, 一面又因又后卫送过来的书信而惊喜, 林如玉进来后, 祝太守直接把书信递给他, 又后卫将安州船物里的战船全部烧毁了, 安王莫了战船, 就没办法顺江南下, 宣州之威解了大半, 掌使叶长君丝毫没觉得太守大人的做法不妥, 因为林如玉足智多谋, 能依善读还是沈哥的未婚妻, 而沈哥乃是武安侯的嫡长孙, 也就是说眼前这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小姑娘, 乃是将来的武安侯夫人, 前提是沈哥认祖归宗后还认这门亲事, 林如玉听了喜讯, 立刻明白了叛军为何会火烧宣州, 定是这消息也被叛军得知, 所以饶州和江州的叛军急了, 缅州和鄂州重被朝廷掌控, 连成片的叛军被打散, 江州和饶州成了被朝廷军队围困的孤岛, 所以他们才会急于攻下宣州, 因为拿下宣州后, 江州、饶州和宣州连成片, 尽可攻退可守, 饶州和江州的叛军还以为河州在安亡的掌控之下, 不错, 驻太守吕白胡须, 林姑娘此时过来, 是, 林如玉问道, 城外的山火越来越近, 大人打算如何灭火, 驻太守想说火势太猛, 只能寄希望于启封大火转向, 或者下一场暴雨才能将大火浇灭, 但觉得林如玉此时来见自己, 定是有灭火之策, 虽觉得不可思议, 但驻太守还是问道, 如玉有灭火之法, 有, 林如玉镇定道, 以火攻火, 以火攻火, 就是在大火蔓延的前方造出一条没有燃烧物的隔离带, 遏制火势蔓延, 采用这种方法, 对风力和风向有很高的要求, 而宣州现在只有微风, 风向也是向西南方吹的, 正适合以火攻火, 灭火, 驻太守和夜长使最熟悉的办法就是用水, 以火攻火的方法他们虽未用过, 但出厅之下却觉得十分可行, 因为山林蔓延过来的大火要烧到凉田, 需得经过一条半丈多宽的人工河, 这条河是不久前为了饮浆水灌溉干旱的农田挖掘的, 若拓宽, 延长河道再将山林一侧的树木杂草清除, 点燃, 确实有可能拦住熊熊蔓延而来的大火, 只要有一丝可能, 他们都要尽全力去世, 保住山下数万亩良田。 听到有办法救火, 城里城外的百姓们立刻沸腾了宣州城西山林滚滚浓烟之下, 百姓们热火干得热火朝天, 汉子们抄起锯子, 砍刀, 铁锹和被篓等工具齐上阵, 冒着炙热在最前方砍伐树木, 年轻妇女们用铁锹延长, 拓宽河道, 老人们在农田边埋锅做饭, 半大的孩子们一趟趟运送物资, 清理荒草, 官员, 军队, 官差, 百姓们不分彼此, 凝成了一股绳, 是要将大火拦在山上, 保住农田, 保住过冬的口粮, 这一干便是一日一夜, 林如玉作为出主意的人, 也日夜随在灵妇身边忙上跑下, 看着越来越近的大火和浓烟, 林如玉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与祝太守和父亲道, 可以点火了, 人工河靠山林一侧的岸边, 三丈余宽, 近十五里长的隔离带中, 只剩下杂草, 大树已被锯掉拖走, 此时风很小, 便是点火, 火苗也不会被风吹到对岸, 殃及到田, 河到另一侧, 数不清的百姓们手提木桶, 木盘和木瓢, 秉息等待着, 带着太守亲自扔下第一个火把后, 无数的火把被扔入隔离带, 点燃激进干枯的荒草, 火苗很快窜起, 蔓延向西侧的火海, 脸上, 身上都挂满烟灰的林如玉, 握紧爹爹的衣袖, 紧张地看着火线迎向火海, 何为一处, 将吞噬的山林燃烧殆尽后, 火海无处蔓延, 火势渐弱, 不知是谁发出一声欢呼, 然后呼唤声在人群中蔓延, 稻田边欢声沸腾, 疲累不堪的人们畅快庆祝着, 哭声, 笑声混成一片, 林如玉也跟着蹦跳, 自以欢笑, 与全城百姓一起战胜大火的感觉, 实在太爽了, 热烈庆祝一番后, 众人各自归家舒喜, 谢谢, 祝太守吩咐人看守隔离带, 驻守稻田也准备带队回城, 他招手换道, 康年, 如玉, 咱们乘车回去, 好, 脸上挂着炭黑的林副, 笑着硬了, 能与太守同乘一车, 可是极其荣耀和张脸的事, 站在人群里的钱财明和钱兰翠, 看着林副带着林如玉走到太守身边, 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特别是钱兰翠, 恨不得冲过去取代林如玉的位置, 林如玉敏感地觉察到了与众不同的视线, 抬眸看到了灰头土脸的百姓中, 显得干净不少的钱家兄妹, 为了让更多人出来参与修阁离带, 挖水区灭火, 宣州衙门宣布只要出城参与灭火, 每人可得两斤免费粮的评票, 很多不愿出城的人也为了免费粮, 也抄着家伙赶来了, 跟着出来的人也被这份热血感染, 奋力加入灭火的队伍中, 只有极少数如钱家兄妹这般, 从始至终烂于充数, 这样的人让林如玉不屑与之为伍, 他正欲收回目光, 却惊见钱家兄妹身后寒光一闪, 事件, 林如玉快速抬手抓住已经踩在上车凳上的助太守, 向下一拽, 大人, 小心按键, 林如玉反应迅速, 但刺客的键更快, 砰砰, 两声, 两只强劲的短剑射在车厢上, 还有一只射中了助太守的头部重视为大惊, 将助太守和林家妇女团团围住, 也有一对牙差立刻冲向射箭的刺客, 啊, 刚才被当作掩体, 没了被当作肉盾的钱家兄妹俩被刺客提起, 致向牙差, 牙差接住两人甩到一边, 人群里立刻炸开了锅, 有刺客, 刀剑无眼, 闲杂人等快散开, 牙差大吼, 让百姓后退, 哪来的王八高子, 乡亲们抄家伙, 保护太守大人, 正在热烈庆祝战胜大火的百姓们回过神来, 不理会牙差们的大吼, 愤怒地抄着砍柴刀, 铁锹就往上冲, 和刺客拼命, 射箭的刺客很快被铁锹拍在地上, 吐了血, 若不是牙差们冲得快, 刺客定要被愤怒的百姓们活活拍死, 大人, 太守大人怎么样了, 我看到大人中剑了, 大人您没事吧, 抓住了刺客, 百姓们开始担心铸太守, 亲眼看到铸太守被剑射中头部的百姓们, 这会儿觉得心都凉了, 被铃如鱼拉躺在地上的铸太守, 头上插着一只短剑, 双目直勾勾地望着众人的脑袋, 和脑袋中间那一片不大的天空, 火灭了, 烟雾散了, 露出了湛蓝的天空, 铸太守第一次觉得原来天这么看好, 铸太守深吸一口气, 抬手把插在棺帽上的短剑拔了出来, 看着泛着冷光, 沾着血色的利剑, 铸太守一阵后怕, 幸亏如鱼丫头反应快, 否则老夫这条命就要交代在此地了, 大人没事就好, 林如玉也是一阵后怕, 刚才他慢上一点, 太守大人就不只是被利剑擦伤头皮, 而是要被穿脑了, 铸太守抬腿觉察到脚踝处疼的钻心, 虽然逃过一劫, 但年近六十的老太守, 却因为摔下凳子扭到了脚, 但比起一条命, 扭伤脚踝实在不值一提, 值得一提的是, 钱兰翠的脚踝也扭伤了, 他是被牙拆直接提回衙门的, 与他一道被提回的, 还有他的亲哥哥钱财名, 为何要提他们回衙门? 那自然是因为他们与刺客站在一处, 嫌疑最大, 需要查清他们是否与刺客有关。 十二岁的钱兰翠坐在大堂又疼又气, 终于绷不住放声大哭, 大救, 我要找我大救。 钱兰翠这般痛哭, 还是有些用处的。 虽然宣州人都知道钱家与林家断了清, 但即便是断了, 那也是清, 说不定哪天就又续上了。 所以, 衙门里的人没有为难钱家兄妹, 例行公事地询问之后, 便将他们放了出去。 已经跟钱家断了清的林康年, 此刻正坐在林家内宅凉爽的堂屋内, 一边吃冰镇水果, 一边看孩子们热闹。 阿恒和阿东两兄弟一个眼火海, 一个眼隔离带, 林如梅站在旁边冲坐说书人, 会声会色地讲着灭火经过, 逗得一家人都快笑倒了。 作为大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林如玉觉得妹妹弟弟们演得夸张了, 不过他却美滋滋啃着甘甜多汁的石榴子看热闹, 并不纠正他们因为没必要。 他们高兴, 听的人也开心就好。 一贯沉稳的房老爷子也罕见地亢奋了, 去年那批的染色细筹可还有剩余。 我想做一副宣州官民齐心灭火的诗画林如玉吐出石榴子, 笑道, 还有三体上等的, 就放在库房里, 娇娇鲲鲜血着, 作画不及。 房老夫人听外孙女声音沙哑, 心都疼了。 我让丫鬟去拿, 很快的。 林如玉已经在城外待了一日一夜, 基本眉和眼睛。 回到家后, 她觉得嗓子冒火周身疲累, 恨不得立刻躺在床上睡着。 因病过十几年, 林如玉十分注重养生, 但这两日与山火赛跑, 她也顾不得歇息了。 这两日忙碌, 是值得的。 林如玉越想越开心, 美滋滋道, 外祖母, 我们就下了数万亩稻子, 下个月就能收到鼓了。 娇娇办了件立国立民的, 了不得的大事。 房老夫人给外孙女包葡萄, 味到她嘴里。 看她美滋滋吃葡萄, 房老夫人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 继续包葡萄头味。 是十三万亩。 如玉春昨日也跟去城外, 帮忙烧水, 做饭。 参与了这样史无前例的大事件, 让她格外激动。 是衙门的书佐大人亲口说的。 她说, 若是扑不灭这场山火, 宣州城外十三万亩水稻, 两千多万斤粮食都将化为灰烬。 这个夸张了, 真太夸张了。 林如玉吃着酸甜的葡萄, 心里莫算。 宣州城西有三万亩水稻田, 已经是顶天了, 乃来的十三万亩。 莫不是, 书佐大人把宣称所有的稻田 都散在内了吧。 林如玉觉得多了, 二审温氏却觉得少了, 焦焦出的这个灭山火的主意, 以后还指不定能就多少人和粮田呢? 王少了说, 怎么也得上百万亩。 这是大功德, 咱们宣州的周治上, 肯定会有焦焦的名字。 后世子孙, 千秋百代都能牢记通过周治, 牢记此事。 二审太夸张了, 不过林如玉发现, 家里人却一致点头。 不行, 不能再说下去, 再说自己的大明就不止写进周治, 连大夏史书都要有浓墨重彩一笔了。 林如玉强行转移话题, 就火让大火的士气高涨, 饶州再想派人来宣州闹市就难了。 用冰镇水果震住了火烧火燎的嗓子后, 林傅赞同女儿的话, 不错。 经此一战, 宣州明星大阵, 叛军休想攻破宣州城了。 岳父, 小旭觉得安王的气数尽了。 房老爷子吕须须点头, 明星所向即是天意所归。 安王假造, 贤民被地理, 却行丧尽天良之事, 早已逝了明星。 又后卫擒住安王, 是早晚的事。 有此想法的不止林家人, 宣州百姓的精气神, 被这场与大火的抗战提振。 街头巷尾, 茶馆里又传出久违的说笑之声, 四处拓着轻松愉悦和希望似乎, 这场战乱马上要结束了。 唯有川接向前家, 一片戚风残雨, 被婆子接回来的钱兰翠坐在堂屋里, 委屈地掉眼泪, 昨日被火撩了头发的钱宝翠, 用帕子包着头, 低头不知在想什么。 在外边干了一日掉架子又丢面子的事, 钱财民此刻的心情糟透了, 等朝廷平乱之后, 咱们马上走, 这破地方我一月也待不下去了。 林三姑骂道, 想得倒霉, 家里遭了贼, 银子都被偷了, 买米的钱都不够用, 哪来的银子搬家? 钱财民等大眼睛, 不敢置信问道, 您不是一直在家待着吗? 怎会丢银子? 何时丢的, 丢了多少? 钱兰翠顾不得哭了, 抬头盯着姐姐钱宝翠看, 见钱宝翠低头不动, 眼睫毛却眨得飞快, 钱兰翠就觉得, 丢银子的事肯定与他有关。 银子藏在林三姑睡觉的屋里子, 家里天天有人, 屋里也没有被翻乱, 所以偷银子的肯定是内鬼。 林三姑死死盯着自己的儿女和前婆子, 看着哪个都像贼, 银子是你们哪个拿的? 见没人吭声, 林三姑怒地拍桌子, 一个屋爱一个屋地翻, 我就不信银子还能长腿跑了。 钱兰翠心中着急, 因为他那屋藏着他一文文攒出来的私房钱, 现在也有二两多了。 若让母亲发现, 他就完了。 钱兰翠的目光在钱婆子和姐姐身上转了转, 还是决定把钱婆子推出去。 这倒不是因为他对钱宝翠姐妹情深, 而是钱兰翠知道这银子恐怕早就被鸾酒骗走了。 所以拉出姐姐也无济于事。 娘, 肯定是钱审的偷的。 女儿发现, 她早就生了二薪。 您让她去买菜, 她都会偷偷扣下不少钱。 不信您可以派人到她房里搜。 钱婆子立刻跪地发毒誓。 夫人, 冤枉啊, 奴婢若拿了您放在房里的房间里的银子, 就叫奴婢长穿肚烂, 不得好死。 您这意思是说, 本姑娘冤枉你了。 不得母亲开口, 钱兰翠已经巴巴巴开口, 与钱婆子斗了起来。 你且说, 你那没拿过我母亲房里的银子? 你仍旧发毒誓我就信你。 奴婢当真没有, 够了。 林三姑不让两人再吵下去, 她瞪了一眼钱婆子。 钱婆子手脚不干净, 喜欢贪便宜, 不是一两年了。 林三姑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家里困难, 就不能再姑息她了。 于是, 林三姑搭拉下眼睛, 吩咐道, 就从你房里开始搜巴。 钱婆子吓得心都凉了, 因为她那屋子里不能见人的东西太多了。 最后怎么样了? 林如玫抱着甜瓜, 林如玉也放下了手里的勺子, 两姐妹听得津津有味。 沈小五嘿嘿笑道, 最后吗? 钱夫人从婆子房间里翻出她找不见的两件礼仪和不少铜钱, 一怒之下, 钱夫人把钱婆子和钱顺都卖了哈哈。 林如玫笑得前仰后合, 如玉春追问, 钱宝翠的事情, 钱夫人还不知道。 沈小五摇头, 不知道, 温氏也忍不住起了好奇心, 鸾酒到底长什么样, 竟把钱宝翠迷得五迷三道的。 要不, 林如玉笑得坏坏的, 咱们一块去看看。 这, 温氏一本正经地揉了揉自己生完孩子后, 还软绵绵的肚子。 我出了月子后, 还没请郎中把麦调理身体呢。 林如玫立刻听明白了, 娘, 咱们去药才行, 请坐堂郎中给你把把麦吧。 温氏煞有介事地点头, 又抬高声音, 问坐在窗边与大嫂说话的房老夫人, 近来天气干燥, 伯母今早还咳了两嗓子, 也一块去看看吧。 头发白的房老夫人也一本正经地点头。 好, 房氏, 林如玉, 哈哈, 林家的园子是不错, 但看得久了也就腻了。 多日不出门的房老夫人和温氏, 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 就连路边走过的老夫人, 俩人都要就她身上的衣裳品品一番。 林如玉听得津津有味, 房家书香传家, 她记得几年前去缅州时见到外祖母, 她虽宽和慈爱, 但行走坐卧都是板板正正地端着世家主母的架子, 拿有现在的鲜活劲。 一行人在药行后院门前下车进入林如玉常在的义室房后, 林圣过来给诸位夫人, 姑娘见礼后让郎中过来把脉, 开药。 林家有郭神医坐镇, 莫说房老夫人和温氏身康体健, 便使卢玉春的身体在郭神医的条理下也比之前强健了。 所以, 郎中例行公事地说了几句后便退了出去, 按照林如玉给的药单去抓药。 屋里没了外人, 林如玉便迫不及待地催促, 接。 别接, 在这屋里就能见到。 林如玉轻笑, 吩咐道, 云娟。 是。 云娟忍笑, 提起带来的水壶去远离门窗的小院东南角树下, 用小铁炉上煮水。 林如玉急地抓耳挠腮, 等待放哨的小五低声提醒人来了时, 他立刻窜到窗边, 透过窗缝向外瞧了几眼, 顿感失望万分。 就这。 虽然失望, 但林如玉还是和神小五一起看热闹。 房老夫人, 温氏和卢玉春也走了过来, 不过三人看了几眼便失了兴致。 林如玉看完林圣城上来的帐策, 向外看了一眼, 忍不住笑了。 为了让屋里人看得更清楚, 云娟今日转换了炉子的角度, 让鸾九的脸正对着门窗。 鸾九毫不知情, 如开瓶的孔雀般, 抓住着难得的机会向云娟献殷勤。 水烧开后, 云娟提着水回屋, 鸾九利落用沙土盖住炉堂中的雨火, 又深情地望了一眼窗户, 才起身离去, 屋里人都被他这一眼油腻到了, 急需用茶浇一浇。 看清楚没有, 那就是想靠着女人过舒坦日子的小白脸。 温氏借机教导女儿, 被这样的男人迷了心窍, 女人就得倒一辈子没。 房老夫人继续道, 鸾九还是个少年, 又因急功近利, 所以才会做得这般明显。 待他到了二三十岁时, 手段会更加老道, 所以你们要记住, 无视献殷勤者, 非奸即道。 小一辈的四人齐声回应, 逗得房老夫人和温氏都笑了。 带回到轻易向家中, 林如梅跟着姐姐到了药房, 问道, 姐为什么还让鸾九待在药行, 不把他赶出去呢? 林如玉放下刚从药行带回来的药材, 耐心回道, 她是要伤张家和宋家的眼线, 如果把他赶出去, 他们也会想办法安排其他人进来, 或者使手段收买咱们铺子里的其他管事或伙计。 留着鸾九, 咱们就可以用他给两家传递假消息。 所以, 林圣给了他几分面子, 但鸾九若再犯, 必定会被赶出药材行, 连他大救也会受到牵连。 你说, 鸾九会不会因此记恨林圣, 埋怨林家? 会。 林如玉明白了, 这样张家和宋家就信他了。 林如玉点头, 他们不会全信, 但也不会一点不信, 这虚虚实实之间, 可做的事情就多了。 姐好厉害啊。 二妹也很聪明, 只要你肯跟着长辈学, 也会变厉害的。 因为跑了一趟药材行, 郭神医布置给他的功课, 林如玉没来得及做呢。 所以鼓励二妹后, 林如玉便开始净手, 开始炮制药材。 今日他要炮制的药材是半夏, 生半夏有毒, 内肤会饮制藕, 咽喉肿痛和湿阴等症。 炮制降低毒性后方可使用。 郭神医教给他的炮制方法 与普通手法不同, 可将生半夏的毒性降至最低。 林如玉像小尾巴一样 跟在姐姐身边, 等他炮制好半夏后, 才恋恋不舍地问道, 姐,等沈大哥抓住安王, 你就要跟着他去新阳了吧? 握着药片的林如玉眨了眨眼, 我们还没成亲, 跟他去新阳做什么? 林如玉拧巴着小手指, 低声道, 如果你们不成亲, 他去新阳喜欢上别人怎么办? 新阳可是都城, 连金枝玉叶都有, 美女更是多如云。 这不是郑昌明说过的话吗? 没想到二妹竟记住了, 还因此为他担心。 林如玉笑了, 姐姐叫道妹妹, 你姐姐我很差吗? 林如玉立刻道, 当然不差。 姐姐是咱们宣州第一美女, 聪明又能干, 还会依述林如玉又问, 若我不嫁给沈哥, 还嫁得出去吗? 当然嫁得出去。 林如玉对此深信不疑, 宣州城里想娶她姐的人家, 多了去了。 林如玉继续道, 若沈哥变心喜欢上了别人, 我会立刻退了这门亲事, 寻个全心全意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的人嫁了。 咱们林家不缺钱, 一辈子都不会愁了吃喝, 没必要委屈自己, 咱们姐妹绝对不能活成大姑母那样。 林如玉没用力点头, 还有三姑那样。 当稻田里的稻叶开始泛黄时, 预示着水稻收割季节即将来信, 这是农人最累但也最开心的时候。 就在宣州农人磨刀祸祸准备收割水稻时, 河州领川县城郑永贵偷偷派人 给宣州太守祝农针送来一封密信。 祝太守看过之后, 立刻召集宣州官员商议应对之策, 林副虽非关身, 但也被叫去了衙门。 经由附近的转述, 林如玉知道了密信上的内容。 因为饶州和河州百姓四散奔逃, 田地荒芜无人耕作, 两州屯粮不足以上缴安州三万大军所需粮草, 所以, 饶州叛军统领雷道阳与郑永贵的兄长, 河州叛军统领郑永贵秘义, 欲从西, 北两面夹击, 抢走宣州所辖的包括蒲县在内的西北三县境内的数万亩稻谷, 被林如玉用毒药七日红控制郑家兄弟, 不只头上还顶着叛军的帽子, 他们的心也是向着安亡的, 尤其是郑永贵。 所以, 这次是郑永贵偷偷偷给铸蒙真送信, 郑永贵那边却没有动静。 林如玉分析道, 爹爹, 郑永贵送来密信, 是因为郑永贵想派他杀入宣州抢粮吗? 比刚出海归来时, 肤色白了不少的林副笑了, 才对了。 你利用鸾九和宋天祥设下的离间计见笑了, 郑永贵不再试试听郑永贵的两兄弟开始争权, 郑永贵想借机除掉郑永贵。 郑永贵也想借此机会, 利用宣州的兵力削弱郑永贵的势力。 这俩真不会是亲兄弟, 为了谋反, 妻儿都不要了, 再抛了兄弟, 又有何不可? 林如玉问道爹爹, 太守大人怎么打算? 林副低声道, 太守大人将计就计, 让郑永贵与饶州叛军一块出兵, 宣州野派并将前往蒲县三县, 带三方人马到齐之后, 郑永贵临场返水, 与宣州兵将一起把饶州叛军灭掉。 打仗的是, 咱们插不上手, 太守大人叫我过去, 是要让咱们尽快凑人手抢收到谷。 林家在宣州城西北有三个庄子, 夹起来共种植了两千余亩的水稻。 宣州军可出兵去应战叛军, 但水稻还是要林家自己收割。 林傅安排收水稻的是, 蒲县的田庄有兆风在, 无需担心。 下阳县的田庄为父也已经安排好, 现在最危险的是靠近饶州下菜的南山田庄, 为父要亲自带人过去。 宣州城外的林家庄就交给祥叔, 你留在城中, 帮着你母亲照看好家里和店铺 宣州城西十余里的林家庄, 有良田六百亩, 也必须及时收割, 将稻谷运回城中。 房氏怀孕已满三个月, 胎已作文, 可以在家中主持大局了。 林如玉将与父亲商议, 叠叠, 祥叔年纪大了, 让他在城中照看家里, 女儿去林家庄。 祥叔能做的事情, 女儿都能做, 祥叔做不到的, 女儿也能做。 女儿, 去比祥叔更合适。 林傅不赞同, 你不能出城, 女儿必须出城。 林如玉据理力争, 其一, 左屯卫的一万精兵和右侯卫的五千兵 正在赶往安亡平乱途中。 饶州叛军已经被逼入绝境, 过来夺粮时肯定会拼命。 其二, 郑永贵虽然口头上应了与宣州军联手, 但到时和州叛军站在哪一边还不好说, 所以, 太守大人肯定想将大半宣州军都派过去, 对吧? 林傅看着一脸认真的女儿, 忍不住抬手揉了揉的脑袋。 你这聪明劲, 当真是随了为父。 顶着一头炸毛的林如玉继续道, 即便如此, 爹爹还是必须要去南山田庄吗? 人手和梁道标局的标师们, 必须得跟您去南山田庄, 以防万一。 见父亲露出不赞同的神色, 林如玉继续道, 女儿明白, 您担心郑永贵趁着宣州城守备空虚, 派人过来抓女儿抢夺七日红的解药, 想多些人守住家里。 但是咱们人手有限, 您带足人手去南山田庄, 女儿去林家庄, 这样家里就不会出事。 林傅扮起来, 咱们家谁都不能出事。 林如玉甜甜笑了, 爹爹, 女儿有好几种办法, 让郑永贵派来的人死无葬身之地, 您信不信? 要不, 女儿跟你打得赌。 林傅被乖巧可爱的小娇娇笑的心都化了, 连奶还板得住, 有守城官兵在, 郑永贵派人过来也冲不进城, 你在城里更安全。 女儿知道, 女儿担心的不是他们冲进城, 而是他们转手去对付您, 或抓住林家内的几十人为人质, 逼女儿出城。 林如玉绝不像剑刀那样的场面, 所以, 女儿出城不下陷阱, 等他们自投罗网。 时间紧急, 不容耽搁。 林傅带人赶奔南山田庄后, 林如玉也带人大张旗鼓地出了城, 赶往林家田庄。 林家田庄内的飘着稻香的金黄稻田, 与远处烧的炭黑的山林形成强烈的反差。 林如玉站在田庄外望着这一幕, 再一次感到庆幸, 庆幸这大片稻田没被火海吞没。 与田庄的管事, 店户和雇了收稻子的农人一起祭祀古神后, 林如玉一声令下, 众人提着镰刀开始割刀站在田边的林如玉, 第一次闻到如此浓郁的稻香。 这香味沁人心疲, 令人心旷神疑。 若天宫作美, 半个月就能把六百亩稻谷收割, 脱利, 晾晒干拉回城里。 林如玉在田庄的第三日, 蒲县那边便传来了饶州叛军与河州叛军 大举进攻宣州抢梁的消息。 在田地里收稻子的农人们, 挥舞镰刀的动作更快了, 恨不得一镰刀就把稻谷都割下来, 扛回家藏好。 林如玉命厨房杀了一头肥猪, 得抢收稻谷的一百多人加肉, 补充体力, 尽快收割稻谷。 林如玉进田庄的第八日, 水稻收割完毕, 金黄色的稻谷摊在晒谷场或竹边的大晒店上曝晒。 这一日, 林如玉收到了饶州叛军, 被郑永贵带领的叛军和宣州军前后夹击的喜讯。 林如玉刚露出笑脸, 便见洛显快四草上飞斑从远处奔来。 他如淘瓣般的唇挑起, 漂亮的姓牟里, 近视杀起。 他久等的猎物, 终于来了。 洛显眨眼便到了境前, 低声道, 数百难民围住了西城外的军营, 还有上百人奔着咱们这边来了。 这帮人显然是奔着姑娘来的。 显音毫不惊慌, 声音还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因为他们等这一刻已经等了数日。 郑永贵觉得他这招声东击西用的妙。 啊, 那就让他看看什么叫做真的妙。 林如玉招手换来林峰, 冷静吩咐道, 有人来抢梁, 招呼大伙手好晒骨场, 有冲进来抢梁的, 往死里打。 是, 有人来抢梁该怎么办? 林峰已经在心中预言了无数次, 立刻有条不紊的安排人将晾满道骨的竹边大晒垫抬起码放, 尽量缩小梁堆后, 抄家伙守在道骨周边, 大伙听好了, 朝廷已经下令, 无论男女老少, 只要抢梁就是死罪, 过来的抢梁的打死都不用偿命。 护住了这些粮食, 美人多发石金粮。 是, 上百号店户和长公大声硬了, 握紧手中的铁锹, 铁扒, 铁叉, 不过盯着远处嚎叫着冲过来的黑压压的一群人, 心里还是有些没底。 那么多人, 凭他们这点人能拦住, 抢梁报名。 这一幕实在太过震撼, 店户和长公们, 眼珠子都要瞪下来了。 乱什么, 手好倒鼓。 凌峰大吼一声, 实则他自己也想跟着姑娘冲上去, 弄死这帮追杀了他家姑娘两个多月的王八蛋们。 见到凌如玉金自己冲了上来, 混在难民中的刺客们嘴角都要咧到后脑勺了, 还有这好事? 刺客统领晃着手中的砍柴刀边跑边喊, 父老乡亲们看到没, 场上晒的都是粮食, 抢到了就是自己的, 抢到了就不用饿肚子, 冲啊, 暴民们眼里冒着绿光, 手里抓着麻袋和砍柴刀直直冲向晒骨场冲过来的十几个人。 看不见, 杀, 冲在最前面的洛显大吼一声, 刺客们拉住了架势向前冲, 只想一刀砍了洛显等人, 再将凌如玉擒柱, 抓回合周交差。 扑通, 扑通, 啊, 眼里只有粮食的暴民, 被凌如玉等人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的刺客们, 都没注意到脚下忽然崩起的半马锁, 冲在前排的二十多人被绊倒了, 未被绊倒的想稳住身体, 却被后边拥上来的人推挤着栽倒, 场面一片混乱。 在这片混乱中, 最先跳起来的是三十多个刺客, 直奔凌如玉而去。 就在这时, 一张巨大的捕鱼网从树上落下, 将这些人罩在网中。 凌如玉握刀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露出笑容。 刺客们根本没将鱼网放在眼里, 挥一刀便砍。 鱼网砍破的同时, 挂在鱼网上的装有液体的芦苇杆也被砍断, 液体洒落在刺客和暴鸣的身上。 刺客们顿感不妙, 立刻就地翻滚, 但还是迟了。 黏着液体的肌肤开始刺痛臊痒, 刺客们还能忍耐, 暴鸣们已痒得受不了, 扔掉砍刀抓到身体。 他们很快发现身上越抓越痒, 骂娘声, 喊痛声, 求饶声响起, 哪个还记得他们是来抓人, 抢粮的。 这炉管里装的是鱼尾葵汁, 越抓越痒, 得用水洗, 快到河里去。 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 暴鸣们看破鱼网, 争先恐后冲向庄子外的人工渠, 若下饺子般跳到了河里。 这样不致命, 先抓林如玉再说。 刺客统领忍过第一波臊痒, 跳起来刚要往前冲, 却见林如玉已经到了他面前。 抓我。 林如玉向着刺客灿烂一笑, 高高举起的棍子就落了下来。 砰的一声, 刺客统领便被林如玉打破了头。 砰, 又是重重的一下, 刺客统领直挺挺挺爬躺在了地上, 打倒刺客的云娟握紧棍子, 转头道, 姑娘, 她倒了。 干得好。 林如玉站了一声, 转头见三十多个刺客已经全部被洛贤等人撂倒了。 店户和长工们看着远处这一幕, 忍不住往后退了退。 谁能想到, 每日说话轻声细语的东家姑娘竟比母老虎还强悍。 惹不起, 惹不起, 谁跟他们说树上挂的鱼网是防鸟雀过来吃稻子的。 站出来, 姑娘, 东面又有一帮人冲杀过来了。 听到身后有动静, 同样握着棍子的小丫鬟羽莺回身一望, 发现东面也与刺客交上了手。 早就料到不会只来这点人, 林如玉冷静吩咐道, 不用管东面, 咱们的任务是守住这边, 先打扫战场, 下一波敌人可能很快就来了。 是。 练了大半年才得机会出来保护姑娘的云娟和语英, 表现得比闲鹰等人还积极砍倒这一百多人后, 西边再没有人冲杀过来, 这让布置了多日的林如玉有些意犹未尽。 待西城官兵镇压住暴明来到林家庄帮忙护粮时, 林如玉粗粗一数, 发现此次冲到林家庄暴明有四百多, 河州拍过来抓拿他的刺客有一百多。 也不算少了。 林如玉轻轻叙了一口气, 少了这一百多人在南山田庄的跌点应该压力会小一些。 看着血呼拉, 乌泱泱泡在河道里, 惨不忍睹的暴明们和横躺在林家庄的上百人, 留守宣州城的副将图宁瞪大眼珠子, 林姑娘, 这些人都是你们拦住的。 打了圣仗的林如玉身藏宫羽名, 谦虚道, 因怕鸟雀太多, 所以我们在晒谷场四周张了渔网, 没想到鸟雀没拦住几只, 却网住了这么多过来抢粮的百姓。 将军您看, 这些人该如何处置? 图宁, 躺在地上又疼又痒的刺客们, 带守成兵将刺客们抓走后, 闲音过来道, 已经审问清楚了, 他们奉正永赴的命令, 六日前开始分批潜入宣州, 昨日在宣州城外的山林中集齐, 今日得手后, 会带着姑娘立刻返回河州。 林如玉点头, 郑永赴的解药还能撑四日, 若蒲线这一仗打得顺利, 太守大人也不会再给他解药, 他这一次也算是孤注一掷, 他这一掷未重, 便是死路一条。 姑娘, 林掌柜从城里来了一大群人, 过来保护你。 刚将林家庄里的报名清除干净, 林峰便癫癫跑到了林如玉面前报喜讯, 来的是三拨人。 夫人和二姑奶奶听说城外起了乱子, 放心不下姑娘, 把家里, 铺子里能派的人都派过来了, 神二少爷和三少爷也带着人来了。 林家药材行的掌柜林胜给林如玉行礼, 夫人让小人带着药行和传行的管事, 伙计们过来帮着收粮, 保护姑娘。 我家夫人让小的们过来保护表姑娘, 护送表姑娘运粮回城。 林二姑家的仆从和店铺管事紧跟着林胜, 给林如玉行礼。 林家派出大半护院跟着林副去南山田庄收粮, 家里除了必备的人手外, 余下能用的都跟林如玉到了林家庄。 房氏和林二姑听说城外起了乱子, 担心林如玉应付不过来, 所以把家里和铺子能用的人手都派过来了。 如玉姐,我们在城里没事做, 也跟着过来了。 沈哥的小弟老二沈良乐和老三沈良生跑得满头大汗, 此刻看到林如玉平安无事, 心裁算放下了。 林家派过来五十余人, 林二姑家派过来二十多人, 沈家小哥俩则足足带过来了上百人。 这上百人之中有标识, 有小摊贩, 甚至还有破衣烂山的乞丐。 无一例外, 这些人手里都抄着家伙, 有农具, 有菜刀, 没有铁器的也抄着一根粗木棍。 这帮人看似是一群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的乌合之众, 但却不容小亏, 因为一看就知道这帮人很能打。 沈家小哥俩为了自己, 连家底都亮出来了。 林如玉感动不已, 老大伙跑一趟, 暴乱已经平息了。 大伙快到树荫下喝碗茶, 歇息歇息再往回赶, 关城门前肯定能回城。 生子坚决摇头, 我们跟如玉姐一块回去。 生子打定了主意, 只要盗谷一日卫装车, 只要如玉姐还在田装一日, 他们就不会回去。 林家管事和林二姑家的仆丛们 显然也是得到了同样的命令, 根本就没有返程的意思。 沈良乐低声道, 若知道如玉姐出来收粮, 我们肯定第一天就跟着出来了。 林如玉这趟是悄悄出城的, 沈家兄妹以为出来的是林家管家或管事。 直到今日城外发生暴动, 林家紧急召集店铺管事们出城, 他们才惊觉出来的是林如玉。 大哥走之前让他们保护大嫂, 所以沈家兄妹就算拼问命, 也不能让林如玉出事。 也好, 咱们一块回去。 林峰派人把咱们庄子里养的朱砂两头, 预备着给大伙接风。 见大家态度坚决, 林如玉便也不再客气, 大声喊道, 晒良这两日就劳烦大伙帮忙把田种上。 是, 好, 听到有肉吃, 众人的喊声要多响亮有多响亮。 林家田庄到卖轮座, 一年收两茶粮食。 田庄内本就有上百人, 再加上今日出来的近两百人, 三百多人耕作六百亩田地, 便是不用耕牛, 两日也能将六百亩田收拾得妥妥当当。 沈家负责打探消息的, 沈良乐站到林如玉身边, 压低声音道, 如玉姐, 咱们要不要再布置一下, 我觉得这两天还会有人来。 林如玉点头, 你带过来的人有多少是知根知底可信的。 13岁的沈良乐挺起胸膛, 比15岁的林如玉都高了, 全部, 不靠谱的, 我也不会带过来。 厉害。 沈良勇跟随父亲去南山庄时, 带了50多人, 这回沈良乐又带过来上百人, 还都是信得过的。 林如玉惊叹于沈哥的小弟们招揽手下的速度, 你挑30个机灵的, 跟着洛显和洛二他们去布置陷阱, 咱们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沈良乐挑人去布置陷阱后, 生子走过来嘟囔道, 如玉姐这次太冒险了。 林如玉低声解释, 咱们宣州军在蒲县和下阳两线已经与河州, 饶州的叛军打起来了。 我留在这里, 是为了吸引郑永福的注意力。 他派过来的刺客多一个, 去蒲县那边增援的就少一个。 杜将军已经给图宁将军下了命令, 图宁将军会时刻关注林家庄的动静, 若有人来犯, 他会派兵过来帮忙生子板的小脸。 今天这么大动静, 图将军派的人什么时候到的? 什么周衙们, 什么大将军, 其实就跟街边摆摊杀猪卖肉的一个样, 无力不起早。 林如玉忍着笑, 认真跟生子分析目前的情况。 你说得很对, 现在最关键就是这一个例子。 当前的情况是, 宣州上下官员都想保住宣州城, 尽快平定叛乱。 咱们跟他们的利益一样, 所以现在, 我与图将军为了共同的立结盟, 他不会是咱们于不顾。 你看今日若不是图将军吸引了大半的报名, 林家庄这边也不会这么轻松, 对不对? 大嫂说得有点别扭, 但也有点道理道理, 生子挠挠头, 如果我大哥在, 肯定也会这么说。 林如玉笑了, 你大哥会比我做得更好, 因为他有狼群放哨。 大哥能招来狼群, 如玉姐会用毒, 你们一样厉害。 生子踢了踢地上的土哥答, 小声道, 如玉姐, 我想我哥了。 生子从小就跟着沈哥, 沈哥出乌沙镇寻找东竹先生时, 他也义无反顾地跟着。 这次沈哥去投军评乱, 是他们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快回来了, 这次能将饶州叛军灭了, 沈哥和沈存玉那边的压力 也会减轻许多。 众人忙到天黑, 才围拢在田边, 支起的两口大锅边用玩饭歇息。 幸亏现在天还算暖和, 凑合凑合就能过夜。 林如玉回到内院, 刚沐浴更衣准备歇息, 云娟便跑了进来。 姑娘, 有人从庄子外射火箭进来, 要放火烧桩。 走。 林如玉一转身穿上衣裙, 提起长刀便出了屋门。 看来是他白天时手下留情, 让刺客以为他好欺负了。 今晚, 他要让河州这帮畜生常常记性。 少雨家暴晒, 令林家庄数百亩田地内的稻茶 浴火急燃。 田庄瞬间变成了火海。 万幸的是, 田庄内的稻谷已被收割, 粮食不会被大火烧毁。 不幸的是, 林如玉不下的半马锁, 挂满药液的渔王等防御被火海吞没。 田庄少了三道防线。 没有了这些防线, 田庄内的人远距离攻击刺客能用的只剩三十余副弓箭, 但这些弓箭根本拦不住四处窜进来的上百名刺客。 拦不住, 那般直接打。 电护, 长弓, 管事和伙计们不会用弓箭, 但传行的烧弓会, 生子他们带来的人中也有会的。 林如玉当机立断, 让洛贤等人将弓箭交给烧弓和生子的手下。 他则直接带着人冲向刺客。 这些人的目标, 是他。 只要林如玉跑开, 刺客就无暇关注田庄里的其他人和粮食。 重生归来一年多, 林如玉早已不是当初娇滴滴的小姑娘, 一年多苦练的成果, 在这一刻受到检验, 每一滴血汗都化为有效攻击, 打在刺客们身上对, 是打, 不是砍。 没有人比从小玩骨架, 长大的林如玉更知晓人体的骨骼结构, 棍子在他手里发挥的作用刀剑还要厉害。 在闲阴和洛贤的保护下, 林如玉根本不必在意防守, 只管打, 看似毫无章法的一棍下去, 对手不是关节错位, 就是直接舌了骨头, 哀嚎声此起彼伏。 林家和林二姑的仆从, 掌柜和管事们看着火光映照之下, 凶悍狠辣的林如玉, 都不敢相信一棍打倒一个的人, 是他家知书打理, 面上笑容不辣的姑娘。 呃, 不对, 林如玉打人时也在笑, 就是这笑容太吓人了。 虽然被火炙烤着, 但林家传行的二掌柜林葵, 还是觉得浑身发冷, 他用手捅了筒身边的林圣, 圣哥, 姑娘这是被恶鬼附体了吧? 你看他笑得多甚人, 握紧铁叉的林圣, 白了林葵一眼,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我觉得姑娘笑得挺好看。 林圣这意思, 就是他林葵是因为做了亏心事, 所以看到姑娘这样才感到害怕。 林葵在心里迅速过了一遍, 自己这半年多来的所作所为, 努力用铁耙子撑住自己的身体, 大声道, 小弟也觉得姑娘笑得很好看。 林圣心里呵呵, 不再搭理他, 专注于林峰等管事 一起护着长弓和电护们 用麻袋装盗骨, 往屋里送。 不管盗骨干不干, 先装进麻袋藏起来再说。 他怕护不住粮食, 姑娘拿棍子拆他的骨头。 虽然这话说起来有点奇怪, 但林圣打心底里觉得, 姑娘就是在用棍子拆人骨头。 碰! 手中的棍子被人刺客砍舌后, 林如玉顺势向前, 将手里的断棍插入刺客的胸膛, 顺手夺下了他的刀, 继续往前冲, 却被贤鹰拉住了。 姑娘快脱离了, 歇息片刻再战。 站在洛显, 贤鹰, 贤真等六人形成的保护圈里, 林如玉以手主刀, 一边迅速调整呼吸, 一边观察战况。 图宁将军已带着守成军过来增援, 但河州叛军来得更多, 林家庄的火海已化作血海。 看来, 比起追随安王, 郑永福更在意的是他自己的命, 就白天和现在的刺客人数和身手判断, 纳斯应该是把他的精锐派过来的大半。 今天, 郑永福的精锐部队统统都要血洒林家庄。 杀呀, 听到生子带人嘶吼, 林如玉迅速把脖子上的尸部提起, 罩住了口鼻, 林家庄的人和图宁带来的人, 与林如玉同时做了这一动作。 河州来的叛军们见此, 心里更没底了。 叛军统领喊道, 捂住口鼻, 撤, 想走, 没那么容易。 燃着的干枯稻草挡住了叛军的退路, 浓烟滚滚而起。 前有浓烟, 后有敌军的叛军中很快响起咳嗽声, 且一声大过一声, 阵形被打乱了杀。 图宁举刀, 带头冲向叛军。 虽有毒烟辅助, 但这一场敌众我寡的仗还是从夜里打到了天光放亮, 才算平息。 大战之后, 地上躺倒的叛军难计其数。 得胜的宣州军看着满地敌军, 忍不住举起卷了刃的刀枪, 兴奋大吼, 受他们感染。 田庄里的众人也跟着大声嘶吼, 尽情宣泄着心中各种情绪。 胜了, 我们胜了。 林如玉也举刀大喊, 却不知他这副浴血女煞神的模样, 快把林葵的魂都快吓飞了。 姑娘可被伤到了。 属下带了药, 先给您包扎一下。 听到贤真的喊声, 林如玉停住, 低头, 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衣裙已是血迹斑斑。 他动了动胳膊, 又扭了扭身体, 笑了, 贤真姐, 我没有受伤, 这些血都是别人的。 就算没受伤, 也该开始打扫战场, 沐浴更衣, 用饭了, 林如玉把刀交给同样一身血的云娟, 向着嗷嗷叫的图宁走了两步, 忽然停住了。 紧跟在他身边的云娟和语音也立刻停住, 不明所以。 见姑娘出手, 抬起头, 语音也跟着做了同样的动作。 然后, 他感到脸上有灵性的两点凉意, 语音眼睛一亮, 姑娘, 下雨了。 又有一点凉意落在脸上, 林如玉这才确认是下雨了, 他立刻转身大吼, 下雨了, 快收粮, 六百亩第十几万斤稻谷, 可千万不能被雨淋了。 跑过来的林峰笑得一脸灿烂, 姑娘放心, 粮食已经全部带在收进屋里了。 干得好, 林如玉赞了一声, 目光看向远方, 真希望来场大雨, 让被大火烧尽的山巒再绿起来, 不知道爹爹那边会不会下雨, 南山田庄的稻谷, 应该已经收起来了吧。 同样玉血的林附, 站在田庄内回望家的方向。 下雨了, 也不知娇娇那边情形如何。 同样下雨的, 还有安州。 只不过, 宣州刚刚开始飘雨时, 安州的雨已经下大了。 撑伞站在城头上, 望着将安州成为的水泻不通的右侯卫和左臀卫, 贺炯明阴玉的眸子比天色还要阴沉。 毁了, 他筹谋十四年的兵变, 全毁了。 毁在优柔寡断的父王手里, 毁在愚蠢的贺炯钊手里, 也毁在因为他疏忽大意, 为斩草除根的沈哥手里。 毁了他的龙椅, 这些人一个也别想活。 安州城的大雨下了一日一夜, 才终于放晴。 天光大亮后, 安州城内轮值放哨的叛军, 趴在城墙湿漉漉的夺口上, 往外张望了一眼, 吓得好悬眉尿了裤子。 偌大的安州城被放眼望不到边的, 劈盔戴甲的右侯卫和左臀卫团团围住。 此刻, 放哨叛军觉得自己不是人, 而是一块肉被群狼盯住的一块肉。 只要自己动一动, 就会被狼咬烂, 吞进肚子里, 转眼化成一坨屎。 哨兵跪在湿冷的城墙上,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不想死。 赢亏赢甲的沈存玉一拉马将绳, 神骏黑马踩着被雨水浸泡的软烂的地面, 上前几步沈存玉举起长枪, 大声喝道, 安州叛军听着, 放下兵器出城投降者, 免除死罪。 骑马站在沈存玉身后的沈哥, 许川等将士, 大声喊话, 放下兵器出城投降者, 免除死罪。 放下兵器出城投降者, 免除死罪。 放下兵器出城投降者, 免除死罪。 两万多官兵齐声高喝, 声音震碎了城墙上叛军最后一点胆子, 蜷缩在地上抱头不动。 听着传经大殿的一声声免除死罪, 安王府内贺玉荣握紧笼椅的扶手, 额头轻轻都冒了起来, 脸上已无法保持他戴了几十年的伪善面具, 满脸争鸣扭曲。 贺炯鸣垂眸, 平静站在殿中, 宛若一尊雕塑。 贺炯钊看了一眼被吓傻的大哥, 卖步上前道, 父皇别中了他们的计, 刚下完大雨地上泥泞难行, 沈家的死丫头根本杀不过来, 只能在城外乱叫。 贺炯钊的这声父皇让安王心中舒坦了些许, 他此次造反打的是讨伐昏君匡扶正义的旗帜, 并未宣称自己是真命天子。 所以在外, 安州官员依旧尊他为王而非皇。 但此刻大殿内借是他的心腹, 安王也就没了外边的谨慎, 抬起英智的毛子扫了一圈自己的文武百官, 问道, 众卿有何退敌之策? 殿中官员一个个投敌的不能再敌, 退敌之策。 被三千右后卫围围困时, 他们屡次向安王献策, 用兵马踏平右后卫的大营, 移驾厄州。 沈存玉是比狐狸还刁钻狡猾, 但只要舍出八千兵将, 足克将从安州到厄州的通道踏平, 但安王舍不得他一点点攒起来的兵马, 现在敌军增援至两万, 他们能有何策? 唯一的活命计策就是扔下兵器, 出城投降。 可这话谁敢说? 扫了一眼装安纯的百官和装石头的大哥贺炯钊眸光一闪, 高声道, 父皇。 而臣觉得现在最紧要的是稳住城中官兵和百姓的心, 让他们不要被审存欲蛊惑。 安王缓缓点头, 招而言之有礼。 到了关键时刻, 能帮上父王的只有他。 贺炯钊腰敢挺了挺, 而臣这就去安抚百姓。 安王应下, 挥退百官后只剩长子贺炯明, 才因臣问道, 为何辖州援军还未到? 贺炯明躬身行礼, 声音不卑不亢, 而臣无能请父皇责罚。 事已至此, 责罚你有何用? 安王收起不耐, 臣痛道, 卫父知道, 你一直对当年为父将你留在新阳之事耿耿于怀, 为父亦是迫不得已。 贺炯明依旧面无表情, 能为父王分忧, 是而臣的荣幸。 安王见儿子油盐不尽, 也没了耐心, 你回去收拾, 只待家眷和新妇, 咱们要尽快经由密道出城。 赶往侠州说完, 安王又刻意强调道, 这是唯一的活路。 安王府有出城的密道之事, 虽然父亲没跟他说过, 但贺炯明岂能不知。 他不仅知道有密道, 还知道从得到朝廷增兵的消息后, 父亲就开始准备进密道逃走了。 三万大军还未与敌军交手, 父王就以为必败无疑。 贺炯明心中冷笑, 若咱们同时走, 必定会被人发觉。 安王早有计划, 你二弟守城, 到了生死关头, 一直被他宠爱的儿子, 也不过是棋子罢了。 贺炯明嘴角泛起冷笑, 觉得父皇带着二弟他们先走, 而臣断后。 你, 听到儿子要断后, 安王心里涌起的不是感动, 而是怀疑, 怀疑他要撇下自己, 独自逃命。 贺炯明平静道, 曹氏和孩子们先有劳父王照料。 待脱身之后, 陈会尽快追上去。 安王这才温和道, 你留下确实比你二弟更合适。 你是卫父的嫡长子, 也是安州百官最幸福的世子。 卫父做的一切都是为你铺路。 卫父老了, 还能活几年。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留下断后? 贺炯明眸子冰冷, 声音却多了丝人味。 而臣明白, 让你二弟跟你一同留下。 是。 贺炯昭办完差事回来, 见到贺炯明从大殿走出来, 立刻挺起胸膛, 耀武扬威地望着贺炯明。 贺炯明看着眼前的蠢货, 脸上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 迈不离去。 虽然贺炯昭出去转了一圈, 但贺炯明出王府时, 还是觉察到了不同。 安州百姓和官兵们, 还是被沈存玉一生生地免除死罪影响了, 给他行礼都少了一分尊敬, 多了三分敷衍。 哼, 第二日, 经过昨日的暴晒后, 水汽征腾而起, 地面开始变硬, 城外敌军的耗子换成了。 今日出城, 免除死罪。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 若是今日不出, 城中所有人都得死。 安州城内人人头上悬了一把利刃, 变得躁动不安。 百姓们开始在城门口聚拢, 恨不得破开城门出去投降。 是可杀, 不可如。 安王升殿鼓舞了一番士气后, 下令城中精锐进出, 与右侯卫和左臀卫决一死战。 报, 探马翻身跳下马, 丹西跪在沈存玉面前, 报元帅, 叛军正在肋骨俱将。 再探再报。 是, 憋孙终于要探头了。 劈亏代甲的沈存玉站起身, 抬手抓住长枪, 沈艳逸。 沈哥抱拳, 莫将赞。 沈存玉一身正气, 说出口的话却十分的无赖, 跟紧了老子。 老子让你开开眼, 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沙场, 安州叛军中, 有近万人是安王收拢的。 去年卧龙堤决堤后, 无家可归的难民。 过去的一年时间, 这些难民被安王安置在各处密操练, 不知卧龙堤炸毁的真相。 他们知道的都是安王刻意捏造的谎言。 沃龙堤之所以决堤, 他们的家园、 亲人之所以被冲毁, 全是因为朝廷贪官污吏, 贪没了修筑堤坝的银两, 导致偷工减料的堤坝, 根本拦不住江水的持续冲击。 在安王的刻意引导下, 难民将失去家园和家人的悲伤和愤怒, 全都转化为了对朝廷的恨。 他们是安王手里最锋利的长矛, 却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因为, 只终究保不住火, 一旦这些难民得知真相, 这根长矛会立刻倒戈, 指向安王。 所以, 这些人在安州被左臀卫和右侯卫围困时, 这根长矛化作了掩护安王及其精锐军队逃走的盾, 安王用起来, 他们来毫不心疼。 声声战鼓催促下, 紧握长哥嘶吼, 冲出安州城, 杀向仇人的上万难民, 眼睛都是红的。 沈存玉早已命两位兵将摆出一字长蛇阵, 与叛军杀在一处。 没有喊话, 没有试探, 上来便是以命相搏, 拼得便是你死我活。 沈存玉端坐马上关阵, 一道道军令班下, 鼓手按照军令, 奋力垂击战鼓, 发出不同节奏的号令。 两位将士在号令指挥之下, 或杀或退, 或左或右, 阵型不断变化, 只知厮杀拼命的叛军形成鲜明对比。 两位将士, 占了上风。 姐姐所说的沙场, 与狼王指挥群狼战斗, 何其相似? 手握长枪的沈哥, 心潮澎湃, 他不想看了, 他想战。 元帅, 末将去帮沈从将军。 副将沈从那边叛军冲得很猛, 沈从极其所带的两百余将士, 快要抵挡不住了。 沈存玉正要传令又三步的兵将过去增援, 便听到弟弟开口请战。 这小子一眼就看到了我军薄弱之处, 真不愧是老子的亲弟弟, 天生就是领兵打仗的好材料。 沈存玉英气的眉眼带笑, 大喝道, 沈艳逸, 末将在, 速去增援沈从的右四步, 不准叛军一人逃脱, 否则提头来见。 末将遵令, 听到军令, 沈哥肾上线速飙升, 崔战马奔向一字长蛇阵的右四步, 庄明, 萧陵等五人立刻崔马跟上。 看着弟弟骑马冲杀到了右四步, 几方烈士很快扭转, 沈存玉转开视线, 继续指挥别步。 元帅, 站在傅存玉的身后的副将三喜忽然喊道, 小公子跳下战马了, 末将请令, 前去增援。 沈存玉快速转身, 竟发现刚刚还在马上厮杀的沈哥, 竟舍了战马陷入乱战之中, 他心头一紧, 却咬牙喝道, 三喜速去增援左八步。 元帅三喜急得直拉马缰绳, 滚犊子, 末将遵令, 战场之上, 军令入山。 三喜咬牙领命, 带人冲向左八步, 见几方战争暂时无忧, 沈存玉才将目光死死定在了沈哥身上。 一看之下, 沈存玉便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沈哥与对面的叛军竟扔了兵器, 抱在了一处。 这他娘的, 陆六哥。 跳下战马的沈哥大吼一声, 扶住马前受伤的叛军, 六哥。 陆六, 饶州骑县东王村的猎户, 常与沈哥结伴入山打猎, 乃是忘年骄。 沈老弟, 你怎会助纣为虐? 陆六用力要甩开沈哥的胳膊。 战场上虽乱成一团, 但沈哥还是听请了陆六的话, 六哥你说什么? 小弟不懂。 被伤了胳膊和前胸的陆六, 用力挥开沈哥, 热血喷洒在沈哥的战甲上。 沃龙低是朝廷的走狗弄垮的, 我的媳妇和四个孩子全被淹死了。 沈哥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 六哥被骗了, 炸毁沃龙低的是安王。 安王要造反, 所以需要兵力, 声势, 是他派人炸毁了沃龙低。 此事证据确凿, 朝廷下令抓捕安王父子问罪, 他才被逼得提前举起反旗。 沈哥一边说, 一边快速往陆六嘴里塞了两粒药丸, 并取出上好的刀伤药, 撒在他的伤口上, 快速为他包扎, 六哥信我。 此时长江中由六州百姓早已吸之, 你若还不信, 可以自己去查。 战场上喊杀声, 战鼓声, 马思生都不及沈哥的声音大, 陆六目自欲裂, 张嘴急喘。 沈哥为他包扎好伤口, 快速问道, 今日冲出的叛军中, 像六哥这样受安王匡骗的, 大概有多少? 陆六大声喘息, 双目冲雪, 全, 全都是, 沈哥, 全都是, 听着喊杀声, 沈哥也泛起了血丝, 六哥, 跟我去见元帅。 说吧, 沈哥抬手扒下陆六的叛军盔甲, 扶着他上了马, 命装明等人, 护送自己和陆六去见元帅, 他们还没走出十丈远, 一只冷剑自叛军中射出, 直奔陆六的前行, 身心俱创的陆六已无法躲闪, 只死死盯着射箭人, 那是安排派来操练他们的百人小统领, 百夫长秦赫, 装明一刀砍掉羽剑的同时, 沈哥已经快似狼王般冲向了放冷剑的秦赫, 一枪打断了他的战马的马腿, 秦赫惊呼落地的同时, 被沈哥一脚踩断了树根肋骨, 口吐鲜血, 沈哥提起秦赫冲到沈存玉面前, 姐, 这些叛军都是被安王匡骗的百姓, 不要再打了, 在城头掠阵的贺炯明远远望见这一幕,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肋骨, 催战, 是, 裹着身上的安周十六位鼓手, 轮圆了胳膊肋骨, 鼓声一阵急过一阵, 站在贺炯明身边的贺炯钊, 皱紧了眉头质问, 为什么要催战, 再催更乱了贺炯明冷笑, 不催, 这些人很快就会成为右后卫的兵, 调转矛头攻城, 贺炯钊心头狂跳, 转头喊道, 快去禀告父王, 即刻派兵增援南城战士, 派兵增援, 呵, 贺炯明冷笑着抓住了贺炯钊的战甲, 声音低冷如毒蛇, 贺炯钊, 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那贪生怕死的父王已经弃城逃跑了吧, 而你我, 就是他拖延时间的弃子, 你的父王这会儿已经出城了, 你胡说八道, 贺炯钊怒吼用力推开贺炯明, 却不想用力过猛, 将贺炯明从城墙上推了下去, 贺炯明坠下三丈高的城墙, 仰面朝上重重砸在地上, 立石昏死了过去, 贴身侍卫们立刻甩出绳子套住夺口, 顺绳溜下城墙去救柿子, 柿子, 快, 柿子坠墙了, 快出城去救柿子, 侍卫们惊慌失措, 城墙上的鼓手们受到惊吓, 催战鼓的节奏乱了, 贺炯钊叹身向城墙下看, 看到贺炯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贺炯明被他推下去摔死了, 为什么贺炯明坠成的时候看着自己笑, 他笑什么, 他说父皇带着人跑了, 他一定是在骗自己, 自己早晨还和父皇同桌用饭, 父皇肯定在府里坐镇, 可内心有一道声音提醒贺炯钊, 告诉他贺炯明说的是真的, 贺炯钊不再看被侍卫抬起来贺炯明, 惊慌失措地抬头张望远处的山林, 父皇呢, 父皇去哪了, 他该怎么办, 噗, 还没等贺炯钊想明白, 一只凋零剑若流星般飞来, 正中他的面门, 贺炯钊背着力道呆得向后仰, 眼前全是凋零剑颤动的剑雨和耀眼的阳光, 无数记忆涌起, 挤得他头痛欲裂, 六岁时, 他孤单站在阴暗角落里, 寄陷又恨地望着站在父皇身边的嫡掌兄, 七岁时, 父皇争夺皇位失败, 乔装乘车逃走, 他跌倒爬起来时回头看, 看到嫡掌兄低头站在府门口, 一动不动, 十岁时, 他九死一生猎到一只大野猪, 获得父皇第一次称赞, 自此, 他的风头压过两个嫡出的弟弟, 成为父皇最宠爱的儿子, 十三岁时, 嫡掌兄入安州, 夺走了属于他所有的光芒, 他拼了命, 挖空心思地努力, 想留住父皇的疼爱, 二十六岁, 父皇起兵失败, 潜逃出城, 他成了父皇的棋子, 弃子, 逝了, 弃子, 七岁那年, 父皇根本没想带他一起走, 是他拼命在后边追, 才爬上了出城的马车, 贺炯钊目望苍穹, 原来他跟父皇的嫡长子是一样的, 都是父皇的弃子, 他再怎么努力, 也只是个弃子, 满脸血的贺炯钊, 笑着流下血泪, 不过是眨眼之间, 世子从城墙上坠落, 生死不知, 二公子重见身亡, 城墙的侍卫, 副将和官兵们都傻了, 战鼓声停了城头的叛军副将大吼, 击鼓催战, 快, 快, 否则咱们都得死, 直此紧要关头, 催战鼓却停了, 这不是要把安州拱手送给沈存玉吗? 可乱城一团的官兵侍卫们, 哪还有人听他的, 副将心急如焚之际, 忽觉两耳一片安宁, 敌方的战鼓也停了, 沈存玉居然不趁机大举进攻, 莫非他也死了, 副将心头一喜, 小心用战盔护住头, 铁盾护住脸, 向下张望, 狱卒的发现, 又后卫军中那个被太阳晒得反光的银盔银甲元帅, 还端坐在战马之上, 他没死, 战鼓一停, 正在拼杀的两方官兵不明所以, 同时受了兵器向后撤退, 杀生震天的战场, 像是被人按了静音箭, 哒哒哒, 马蹄声响起, 沈存玉一马当先, 停在两军镇中央, 向着城头大吼, 安王炸毁沃龙堤, 坑骗百姓冲锋陷阵对抗朝廷, 罪该万死, 贺玉荣老匹夫, 出城受死, 安王炸毁沃龙堤, 坑骗百姓, 出城受死, 沈哥和将士们, 齐声大吼, 安王炸毁沃龙堤, 坑骗百姓, 出城受死, 长蛇阵内上万将士立刻跟上, 吼声震天, 杀红了眼, 是要为家人报仇的叛军们愣了, 阵营之中负责督战的百夫长们, 齐齐变色, 身上绑着绷带, 回到叛军营中的陆六一把抓住一个百夫长的战甲, 用乌杀阵相应大吼, 你说, 究竟是谁炸毁了沃龙堤? 百夫长面色惶恐, 没, 没, 陆六在吼, 人在坐天在看, 你当着满天神明的面给老子说, 究竟是谁杀了三周数十万百姓? 我, 百夫长被陆六的戾气震住, 说不出话来, 陆六一刀砍下百夫长的头颅, 嘶吼道, 兄弟们, 咱们被骗了, 是老匹夫贺玉荣想夺皇位, 用咱们和亲人的血肉当垫脚石, 苦练一年, 是为家人报仇的三周百姓们从迷茫中醒来, 将矛头转向身边的百夫长, 逼问沃龙堤绝地的真相, 叛军阵营中乱成了一锅粥, 城头的副将急了, 跳脚大喊, 敌军正在蛊惑我军人心, 快击鼓催战, 大夫看到城头那个一跳一跳的战窥眉, 射他, 哦, 大夫应声的同时, 凋零剑离闲而去, 带着破风之声冲向城头, 正中跳脚副将战窥上血红的窥鹰, 刚射杀了贺炯钊的幼猴卫神射手副将, 剑无须发, 掉了战窥的副将趴在城墙后, 魂都飞了, 哪还有心思督战, 叛军无人指挥, 陷入混乱, 沈存玉继续大吼, 安王世子贺炯明, 二子贺炯钊已经被杀, 老匹夫贺玉荣出城受死, 为三州百姓偿命, 右侯卫和左屯卫的将士跟着大吼, 声浪一阵阵冲向安州城, 被安王收编的三州苦难百姓全无战意, 只想知道是谁炸毁了沃龙堤, 是谁杀了他们的家人, 淹没了他们的家园小公子, 十里外西城树林中有狼嚎之声, 右后卫探马跑到沈哥身边, 紧急报训, 派狼群守住山林的沈哥, 立刻对身边的许川道, 许将军, 西城树林中肯定出事了, 我去看看, 此处战局已经稳住, 虽说树林树林中已被筛查鼠变不会有凶险, 但许川还是不放心让沈哥带队过去, 我与小公子同去, 好, 一定要抓住贺炯明, 就算是死了, 也要拿到他的尸首, 沈哥留下庄明, 与许川带领一队人马, 直奔西城山林, 跑出十里后, 狼嚎之声此起彼伏, 沈哥听明白了, 抬手指住身边的兵将令马蹄声停止, 才仰手发出悠长的狼嚎声, 很快, 山林之中有狼嚎声传来, 似是在回应沈哥的呼唤, 这, 官兵们震惊了, 萧林骄傲地挺起胸膛, 转头问沈哥, 小公子, 山林里的狼说什么, 沈哥宁众道, 山林之中忽然出现一大群人, 很大一群, 许将军, 咱们这点人不够用, 急需增加人手, 官兵们傻了, 狼是这个意思, 小公子怎么听出来的, 许川立刻取出令牌, 递给身边传令兵, 令副将饶文峰速点精兵三千, 全速过来增援, 是, 传令兵接了令牌, 骑马狂奔去, 安州城外吼声震天, 安州城内人心惶惶, 百姓们关紧门窗, 蜷缩家中最安全的角落里, 按求满天神佛保佑家人平安, 快, 快, 街道上传来嘈杂跑动之声, 一个好看热闹的妇人, 偷偷将家门拉开一条凤向外看, 正瞧见一群安王府侍卫, 抬着担架, 从从门前急行而过, 虽没看清担架上躺着的人的面容, 但那人身上的金色盔甲, 却格外显眼, 安州城内穿金色盔甲的只有一人, 安王世子贺炯明, 担着贺炯明跑回安王府的代下刚到府门口, 便开始大声几乎郎中救人, 安王府的守门侍卫吓得腿都软了, 狂奔入府报信, 贺炯明被直接送入前院药房, 药房内的两个郎中踏着血迹走到房门口, 看了一眼便知柿子是就不回来了, 给柿子把脉, 又摸过他的后脑和身上的骨头后, 俩郎中一对眼神, 心都凉了, 下自顾侍卫统领代下焦急催促, 柿子伤情如何, 章郎中沉声道, 柿子从城墙跌落, 虽有盔甲护体, 但脊柱还是被摔断了, 内脏也已破裂, 下官无能, 少说发话, 带下一把抓住郎中的前进大吼, 快救柿子, 柿子若出事, 咱们谁也别想活, 此处缺少救治柿子的药材, 张大人再次给柿子之伤, 再下去那院药房取药, 心眼转得贼快的胖郎中说罢, 不等张姓郎中搭话过来, 迈步就逃离了是非之地, 迟了一步的张郎中暗自骂翻了天, 院外密密麻麻的侍卫听到吼声, 又见郎中慌里慌张跑了, 也恨不得跟着跑, 虽说柿子是被二公子推下城墙的, 但王爷来了, 定会怪罪他们, 护卫不当之责, 王爷舍不得杀二公子, 但要他们的命就是一句话的事, 大殿起火了, 王爷还在殿中快去灭火救人, 不知是谁跑到前院大喊了一声, 院里大半侍卫, 似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立刻跑去救王爷, 院里只剩贺九明的六个亲卫, 见戴下过来关门, 亲卫们连忙围拢上前, 下统领, 世子怎么样, 戴下脸色阴沉, 你们守好门户, 不要让外人进来, 是, 屋内脸色苍白的张郎中颤声道, 下将军, 世子, 没了, 胡说八道, 戴下怒吼, 世子分明好好的躺在这, 你立刻给世子智商, 否则老子一刀砍了你, 张郎中被戴下的戾气, 吓得腿都软了, 将军息怒, 这里缺少智商, 要用的刀伤药和剪刀, 纱布, 下官这就去取药, 戴下瞪眼, 那还愣着做什么, 快去, 张郎中打开门, 连滚带爬的逃了, 安王府后院的火越烧越旺, 府官下令所有人都去救火, 戴下迫于无奈, 只能让院中的世子亲卫也去救火, 如此一来, 药房院内便只剩戴下和断了气的贺炯明, 戴下将房中院内仔细搜查一遍, 才回到里屋, 聊起遮住床底的床单, 一只沾满鲜血的手从床底伸出来, 即便知道床下是谁, 但戴下还是忍不住心头一颤, 以脱去盔甲的贺炯明爬出来, 站起身扫了一眼床上咽了气的贺炯明, 森冷道, 他死的时机刚刚好, 相关人都已灭口, 请世子放心, 戴下双手地上一套脏兮兮的府中, 守门侍卫的衣裳和面具, 请世子更衣, 贺炯明脱下血衣贴好假面, 吩咐道, 床下盔甲尽快处理掉, 你守在此处, 确认尸首被烧得面目全非后再走, 贺炯明假扮侍卫从药房院中慌慌张张跑到大殿前救火时, 整个大殿已被熊熊烈火吞没, 炙热的气浪逼的人不得不后退, 贺炯明望着大火, 嘴角鸡不可见地翘起, 大火蔓延到了安王府西侧的安州衙门内, 衙中文武官员逃到院中, 清点人数才发现少了安州最关键的三个人物, 王爷在何处? 杨大人哪, 怎不见太守大人? 崔将军也去城头督战那么快, 派人去请崔将军回来, 贺炯明混在传信官兵群里, 跑上安州西城的城墙, 恰好看到黑压压一片冰江正在向西城远处的山林奔去, 还没等自己派人放出消息, 沈存玉就发现山林里有人了, 沈哥的狼群果然好用, 前有又侯卫重兵堵截, 后有大火封住密道口, 遇难士就逃得好父王, 您这次打算怎么逃? 一片嘈杂之中, 贺炯明颇有开心地笑了, 看着山林中被两百余叛军秘密保护在最中央的安王, 沈哥摇头叹息, 可惜了, 只要把安王擒住便是手工一剑, 什么可惜了? 许川盯着眼前的肥扬, 笑问, 公子觉得什么可惜? 可惜大夫不在这儿, 否则定将安王一剑穿喉, 看着气质和武官与贺炯明如同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安王, 沈哥摇头叹息, 许川笑了, 大夫埋伏几个时辰才射死了贺炯钊, 也该歇话了, 安王就劳烦小公子动手吧, 许川的言外之意便是, 大夫已立下大功, 这手工小公子就别退让了, 好, 沈哥爽快应下, 对身边的郑昌明道, 看到安王身边那个白胖子没, 那是安州太守杨庆普, 就劳烦郑大哥了, 郑昌明握紧手中刀, 压下满心的感激, 干脆利落应下, 好, 交给我, 抓住杨庆普, 他和家人的命就能保住了, 许川含笑, 贺玉荣左侧那个黑大哥是叛军统帅崔正亮, 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 只能劳烦饶将军了, 这是条肥羊啊, 大大的肥羊, 抓住他自己绝对能连升三级, 左臀卫副将饶文峰咧嘴露出二十四颗牙, 末将遵令, 听着他们像挑牲口一样议论自己, 崔正亮勃然大怒, 是可杀不可辱, 兄弟们, 敌寡我重, 咱们必胜无疑跟他们拼了, 敌寡我重, 地洞里的老鼠一只也别想活着出来, 许川也举枪大吼, 众二郎听令, 除了反王贺玉荣, 其他人生死不论, 是, 跟进山林的重兵将摩拳擦掌, 激动的吼声震飞鸣无数, 这是敌人吗? 不是, 这是肥羊, 抓呀, 按理说, 两天前刚下了一场大雨, 四处都透着湿润, 是不该起大火的, 但安王府这场不知怎么起来的大火, 却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迅速蔓延, 世子贺炯明和二公子贺炯昭都死了, 安王, 安王府和另外两位公子都不见踪迹, 安王府无人主事, 灭火的指挥调度也是乱七八糟, 大火很快蔓延到了前院, 能闻到火烧火燎的气味时, 药房内的戴霞刚将世子贺炯明的盔甲拆成了碎片, 妥善处置了, 安王兵败已成定居, 贺炯明早就准备好了为安王殿后, 以假死脱身从城墙上掉下去的位置, 是他提前选好的, 从三丈高的城墙摔到地上, 只有盔甲保护是不够的, 所以贺炯明提前在盔甲里垫了厚厚的蚕丝, 至于那滴答了一路的鲜血, 则是提前准备好的血带的功劳, 夏统领, 火烧过来了, 去救火的夏字部暗卫满脸大汗地跑回药房, 在院子里大声喊道, 带夏推开门, 世子妃和小公子, 他们可安好, 呃, 夏字部两个暗卫低下头, 他们, 不知道, 明知质问地带夏冷成吩咐道, 小公子以后就是咱们的主人, 所有人去西院保护王妃和小公子, 待我将世子妥善安置后, 再去与你们会合, 是, 暗卫们离去后, 带夏把自己从药柜里搜刮的珍贵药材包好, 挂在身前才走到床边, 用一双鹰眼扫了扫了尸首, 与世子有六分相似的脸, 暗自嘖嘖, 六分相似的脸乎满血, 再穿上这身盔甲, 谁能想到这不是他家世子呢, 能成为我家世子的替身, 也是你小子的荣幸, 待火蛇烧着窗户时, 带夏将装油泼在尸体身上点燃, 看着火苗吞没尸体, 点着了床脉和床架后, 凝望着远方的树林, 看到又有数千黑色盔甲的右后尾, 棕色盔甲的左臀位冲进树林, 贺炯明才淡然地收回眸子, 脉步走下城墙, 在满城荒乱中闲停信步, 西城树林内, 被沈哥用剑压住脖子的安王, 死死盯着沈哥的脸, 嘶哑道, 沈艳逸, 沈哥见没一条, 叫你爷爷作甚, 当年五安侯等一帮老匹夫从中作梗, 致使他夺皇位失败, 仓皇逃出新阳城, 今年他起兵, 又是沈存玉和沈艳逸, 搅了他的好事, 当初他就不该心慈手软, 直接将五安侯府屠杀殆尽, 安王闭上眼睛又睁开, 大意凛然道, 错在本王, 与本王的家眷无关, 安州数万将士, 百姓更是无罪, 你们收手吧, 本王跟你们回新阳, 不要再滥杀无辜, 滥杀无辜, 沈哥一拳狠狠打在安王的肚子上, 直接将人踹倒, 沈哥提剑上前, 一脚, 两脚, 三脚, 脚脚都踢在, 让他痛不欲生, 却又不致命的地方, 一辈子仰尊楚佑安王哪, 受过这样的痛, 早已端不住王爷的架子, 蜷缩后退, 疼得不断哀嚎, 沈哥将安王踢了个半死, 才上前一脚踩着他的胸口, 用剑指着他的脸骂道, 要不是得留着你的狗命交差, 老子现在, 就把你包皮点天灯, 一记三周, 十三线数万百姓的亡灵, 安王吐了一口血, 冷笑道, 今日的仇, 本王记下了, 腰吼沈哥脚下用力, 怎么, 你以为你是当今天子的皇叔, 就能免除死罪, 安王疼得说不出话, 但脸上明显就是这个表情, 他是当今天子贺称泽的亲叔叔, 就算犯了错, 回京之后, 最多也就是削去封号圈禁, 或被罚去守皇陵, 死罪, 是不可能的, 沈哥俯身, 手主在踩着安王的腿上, 笑得如同恶狼, 血债就得写来尝, 来人, 沈哥的亲卫立刻上前, 小公子, 将这老匹拂捆, 结实看好, 沈哥一脚把安王踢到萧陵脚下, 见郑昌明已经抓住了安州太守杨庆普, 便提见回了许川身边, 低声道, 城门可被攻破了, 二十里长的暗道, 里边不知道有多少人呢, 若是不尽快攻破城门进城堵住暗道的另一头, 让这些人逃出暗道, 定又是一场恶战, 许川回道, 探马刚送来消息, 冲车和翻墙梯都已就位, 最多在有半个时辰, 肯定能破城而入, 冲车是用来撞击城门的大柱子, 再后的城门也架不住冲床的持续撞击, 沈哥与许川商量道, 这里就交给您嘞, 我去攻城, 许川知道沈哥想回去做什么, 却劝道, 狡兔三哭, 树林中恐怕不只有一个密道出口, 除了您, 没人能听的董王豪生, 沈哥只得点头, 留在树林中继续杀敌, 安州城的城门在被安王坑骗的三州难民放弃抵抗后, 很快被冲车攻破了, 沈存玉带领兵将杀入城中, 很快占领了四门, 将安州城牢牢控制住, 待他带人杀到安王府和安州衙门时, 农烟和大火已将两处笼罩, 并再向四周蔓延, 待大火终于被扑灭, 沈存玉带着人踏入断壁残垣之中, 看到身穿干净盔甲从安王府后院假山中冒出来的一群人时, 忍不住乐了, 你们是从密道里爬出来的, 握着兵器的安州叛军, 沈存玉脸了笑, 杀气冒了出来, 用长枪冷冷指着叛军, 你们是自己放下兵器投降, 还是让老子亲自动手, 看着沈存玉的银枪和他身后杀气腾腾的, 数不清多少的诱侯卫官兵, 安州叛军十分利落地扔下了兵器, 食食物者为俊杰, 傻子才冲上去送命, 安王精锐尽在, 沈存玉挑挑眉, 饿了, 小的们给本帅堵住洞口, 抓俘虏, 是, 又后卫的官兵们也笑了, 末将跟着元帅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还是第一次遇到对手, 自己把自己困在地道里, 让咱一个个往外掏的, 就这点脑子, 安王造什么反啊? 沈哥靠着狼群的帮忙, 将树林里四个密道出口一一寻到后, 起码进了安州城, 寻到安王府后, 沈哥见到庄明, 第一句话便问, 可找到贺炯明了, 找到了, 庄明把沈哥领到前院药房, 指着地上一具烧的漆黑的尸首, 这就是, 沈哥皱皱眉, 确认过身份了, 是, 庄明用峨眉刺指着尸体的头盔, 和身上的铠甲上, 碳黑色中露出的金色, 到, 安州城中只有贺炯明穿金丝甲, 此人身上便是, 然后, 庄明又指着尸体的左臂, 他左臂上带着袖弩, 贺炯明被送入安王府后, 替他智商的两个郎中也已被擒, 他们是亲眼看着贺炯明厌弃的, 贺炯明从城墙上落下, 后脑破裂, 腰椎也都摔断了, 这具尸体便是如此, 您看尸体的手, 庄明的峨眉刺又指向尸体伸着的手掌, 继续道, 若是活人被火烧死, 手势握成拳的, 这具尸体的五指微躯, 着火时, 他就已经死了, 沈哥盯着地上已经被烧得看不出模样的尸首, 言道, 顺哥, 一个会武功的人从高处坠下, 落地姿势该是怎样的, 邹顺立刻道, 双腿落地就地翻滚, 贺炯明虽然对外宣称不会武功, 但他假扮安自远时在乌纱阵外与人动过手, 他的功夫不低, 沈哥分析道, 所以他从城墙上坠落时不可能后背着地, 摔一段腰椎骨, 庄明点头, 小公子说得对, 邹顺蒙圈了, 属下和明哥审问了不下二十人, 他们有人看着贺炯明被抬进来, 郎中更是亲手给贺炯明验伤, 看着他断气的, 不用沈哥说话, 庄明就开口了, 贺炯明常假扮别人, 可能也给自己准备了替身, 公子,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去跟元帅商量, 沈哥在安州衙门前院仅存的大堂内, 找到了正在有条不紊安排安州军务和明氏的沈存玉, 与他说起贺炯明可能经缠脱鞘跑了的事, 沈存玉立刻下令, 三喜, 传本帅的命令, 谨守四门, 凡是要出城的, 不论敌我, 百姓, 不论男女老少, 挨个都要摸脸, 确认没贴着面具才能放行, 四喜去把郑昌明找来, 让他立刻给贺炯明画像, 然后张贴在城门口, 悬赏五千两抓人, 是, 三喜和四语两名女将出去后, 沈存玉向弟弟解释, 咱们刚入城, 还为安抚明星, 不宜四处搜捕抓人, 我明白, 沈哥点头, 若是贺炯明还在城中, 早晚会落到咱们手里, 不急于这一时, 沈存玉反问, 若他已经出城了呢, 你怕不怕? 沈哥还带着极许志气的眉眼展开, 笑了, 就算逃出了城, 他也是过节老鼠, 老子怕他做甚早晚老子, 沈哥还没说完, 他姐的巴掌就到了, 你在老子面前敢自称老子, 躲开姐姐的巴掌, 沈哥哼道, 跟你学的, 沈存玉乐了, 老子忙着呢, 滚去安王府后院看抓耗子去, 已经抓出来不少只大耗子了, 带到了安王府后院, 沈哥才知道姐姐说的大耗子有哪些, 安王妃, 安王的三儿子, 四儿子, 大儿媳和长孙都被掏出来了, 萧武指着一群灰头土脸的女人中, 穿青色衣裙, 用铜色圈帕包头的那个, 道, 那是贺九明的媳妇, 他旁边两个贺九明的一双敌出的儿女, 小公子, 贺九明的妻儿都在咱们手上, 他肯定会想办法救人, 沈哥的目光在贺九明的妻儿身上扫过, 他如果在意自己的妻儿, 就不会让他们跟着安王一块精密到处成, 他为了让自己能假死脱身, 连媳妇和孩子都舍弃了, 为了自己活命, 不管老子, 也不要媳妇和孩子, 贺九明还能算得上人吗? 萧武等人扎舌, 沈哥又问道, 贺九招的妻儿呢? 安王走时, 没带他们, 都烧死了, 萧武说完, 看着被捆绑着的, 明显是丫鬟和婆子打扮的婢女, 叹了口气, 连伺候人的婢女都带上了, 却不带自己的亲孙子孙女, 安王不愧是贺九明的老子, 沈哥没再多说什么, 只吩咐道, 明哥, 你审问这些女眷, 特别是安王妃和贺九明的妻子, 看他们是否知道贺九明的下落, 不必问了, 贺九明的妻子曹氏抬起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沈哥盯着曹氏的眼睛看了一会儿, 才道,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我可以让你的儿女少吃些苦头, 曹氏也审视沈哥片刻, 才点了点头, 沈哥在后院盯了一会儿, 见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便出王府打算在街上撞撞运气, 看能不能撞上贺九明, 还没走多远, 便听有人喊他, 沈哥, 沈哥, 听到喊声, 沈哥寻声望去, 见一个被眼罩罩住右眼, 满脸麻子浑身土的叛军, 一脸惊喜地望着他, 你是乌杀镇的沈哥吧, 还认得我不, 咱们去年七月, 一块在齐县好连寨外的观音庙里, 躲过洪水的, 这不是麻二瞎子吗, 沈哥点头了点头, 抓住了救命稻草的麻二瞎子, 挤开看守的官兵, 跑到沈哥惊喜道, 你入右侯卫, 还当上将军了, 了不起, 了不起, 穿着右侯卫副将盔甲的沈哥, 懒得理他, 迈步就走, 麻二瞎子急了, 沈哥, 沈将军, 咱们也是被安王骗了, 求沈哥帮着咱们, 在元帅面前说两句好话, 把咱们兄弟放了吧, 兄弟们一辈子念你的好怎么说, 咱们也算是同生共死过的兄弟不是, 兄弟, 沈哥饿了, 我看你不光眼瞎了, 脑子也坏了, 麻二瞎子, 脸皮后的刀枪都戳不破, 假装听不懂沈哥的讽刺, 苦着脸继续装可怜, 不过他表情摆在他的一脸横肉上, 显得各位虚伪和扭曲, 沈兄弟说得对, 我是脑子没坏, 才上了安王那老皮肤的当, 被安王骗过来的三周百姓, 今日都被安王当作棋子, 送到两军阵前, 麻二瞎子可不一样, 他是从官兵从密道里抓出来的, 是安王出逃都要带着的亲信, 沈哥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吩咐看守的官兵, 将这瞎子堪劳, 别让他跑了, 钱昌三年3月27, 安王率领其麾下三万余兵, 将在安州举起反旗, 又侯卫将军沈存玉挂帅, 用尽招数死死将安王围困在安州城中, 9月16, 安王出逃安州于树林中被擒, 历史半载的安州之乱终于平息, 安王府和安州衙门被场大火燃烧殆尽, 但安王留下的乱子却千头万绪, 急需履清, 沈存玉率领兵将杀叛军五千余人, 活抓叛军一万七千余人, 其中在地道中抓获安王清兵八千三百余人, 解救被安王蒙蔽, 冲入叛军营中的三周难民一万一千余人, 另, 9月16安州城外一战, 近两千三周难民战死沙场, 不算最大恶极的安州文武官员, 沈存玉在安州抓获的俘虏士兵便有两万八千余众, 这些人继续安置, 不过, 这些都是沈存玉和许川等人该头疼的事, 沈哥现在只管一件事, 抓逃走的安王世子, 贺炯明, 沈哥在安王府前院药方床铺下, 发现了未被大火完全毁掉的大片血迹, 几条明显的脱痕和药柜下的几片铠甲碎片, 铁丝, 所以沈哥推断, 贺炯明因是提前在药房床下藏了一具尸首, 带侍卫将他抬入府中后再偷梁换住, 假死脱身, 并留下侍卫统领戴下扇后, 戴下将贺炯明的铠甲拆解后带走, 慌乱之间, 几片铠甲碎片被踢进了药柜下, 所以才会留下这些痕迹, 通过审讯安王府被抓的侍卫的供词, 可得知沈哥的推断是合乎情理的, 所以, 安州城张贴的悬赏告示又增加了六人, 以戴下为首的六个下字不安慰, 告示上的图形都是郑昌明所化, 栩栩如生, 但告示贴出去三日却没有一点动静, 沈哥推断贺炯明可能已逃出安州城, 于是, 沈哥坐不住了, 姐, 我想回宣州, 沈存玉塞给他一封信, 回吧, 保护好如玉, 成亲的日子定下来后给我送他信, 祖父信上说的是, 你自己看着办, 祖父说了什么? 沈哥展开信读罢, 这是应该的, 跟二老好好说, 成就成, 不成也得成, 沈哥, 林如玉将林家田庄的十万多斤稻谷运回城后, 又侯卫攻下安州城, 活捉安王的喜讯, 便送到了宣州城, 宣州百姓放鞭炮大肆庆祝, 热闹如同过年, 林家人得到的消息更详细, 知道是沈哥活捉了安王, 大夫一箭射死了安王次子贺炯钊, 两人都立了大功, 抱着女儿的温室, 虚心向房老爷子请教, 以沈哥和大夫的功劳, 您老看他们能不能封关, 房老爷子为官多年, 对官场的事甚是清楚, 笑道, 两人皆在六月时正式参军入右后卫, 按我朝律令, 有军功者, 各已率受上绝, 单论此番擒柱反王, 射杀其是为绑毙的次子的功劳, 沈哥至少能连升五级, 大夫至少能连升三级, 温氏美滋滋点头, 如玉春追问道, 您老的事意思是, 若他们还有其他战功, 也会论功行赏, 房老爷子点头, 不错, 大夫果然是有大福气的, 房氏笑音音道, 咱们家娇娇和玉春, 也是有大福气的, 如玉春巴掌大的小脸, 激动得通红, 林如玉拖着两腮, 笑成了一朵, 安王之乱被铲平了, 大伙都好好的, 这比什么都重要, 温氏也问道, 既然已经凭了战乱, 沈哥和大夫该回来了吧, 房老爷子摇头, 他们已入幼侯卫, 需在军营中听令, 不能随意离营, 这样, 如玉春依旧不急不缓地, 与林如玉小声商量, 二妹, 等外边太平心了, 咱们去安州探亲如何, 安州之乱刚刚平息, 又后卫必定要在安州驻扎一些时日, 才能把尹返回新娘, 林如玉立刻点头, 年底之前, 咱们去一趟, 房老爷子温和笑着, 你们可与外祖父一同乘船过去, 林如玉劝道, 您二老再多住些日子, 待明年春暖开, 再回不迟, 对吧, 娘亲, 怀孕三个多月, 还为显怀的房室坐在母亲身边, 笑得十分开心, 你外祖父放不下家里, 你外祖母留在宣州, 带娘出了月子再回去, 哇, 林如玉和林如玉, 如玉春齐声惊呼, 难怪母亲笑得像的孩子, 原来是他的母亲会留在这里陪着他, 直到他分娩, 做完月子, 这么一算, 还要大半年呢, 林如玉也替母亲开心, 夫人, 管事林峰跑进后院, 人还未至, 带着十二分喜气的声音便先到了, 楚州罗培义大将军的夫人和姑娘, 新阳城武安侯府的管家一快过来, 给姑娘送聘礼了, 什么? 林家人全部站了起来, 林如玉下意识上前扶住母亲, 娘您别激动, 快坐下房室扶着母亲和女儿的胳膊, 欢喜道, 父亲, 母亲, 您二老在此捎待片刻, 女儿和孩子们出去迎一迎, 虽然怀着身孕, 但房室的脚步依旧轻快, 边走边吩咐福里的管事和仆妇们, 做好迎贵客的准备, 不能慢带了人家, 七月底沈哥抓住冯霄, 确认了自己的身份, 沈存玉定会将喜训送回新阳, 武安侯得训后, 命人准备聘礼从新阳送到宣州途中, 还去了一趟楚州, 安王起兵造反, 长江诸州乱作一团, 武安侯府的人押送聘礼过来, 所需费的时间定是太平时候的两倍不止, 如此算来, 武安侯几乎是得到喜训, 便开始准备聘礼, 送出新阳城了, 他不止赞成这门轻事, 还十分重视, 所以才会请罗夫人过来送聘礼, 这怎能不让房氏开心, 激动, 虽说林家人去年七月, 曾在齐县好连寨外的观音山上, 救过武安侯, 对武安侯府有恩, 但后来武安侯对林家的帮助更大, 还派了人保护林如玉, 这恩情早就还回来了, 再说, 两家的门地, 差了可不是一点半点, 房氏甚至已经做好武安侯府, 不同意这门轻事的准备, 没想到人家不远千里来送聘礼了, 罗夫人说话办事极为爽利, 被请入林家落座后, 先是把林如玉夸成了一朵, 又胜赞了林家家风优良, 才能交出这么好的女儿, 最后又诚恳地向林家人解释, 为何武安侯府的人没能亲自过来下聘, 武安侯坐镇经师, 燕翼的二叔去北亭作战, 燕翼的姐姐在安州平乱, 家里只剩下燕翼的二婶病了, 不能出京, 所以只能有我这个当旧母的厚着脸皮来了, 该由家中长辈做主, 如玉能入了武安侯的眼, 是她的福气, 不过当初两个孩子定亲并未和八字, 您看是不是先给两个孩子和一下八字, 再论下聘的事, 罗夫人回哈哈大笑, 这俩孩子是天作之和, 和不和八字都一样, 不过弟妹既然提了, 那咱们就请人和一下, 大下男女一亲和八字是关键的一环, 家中长辈商议礼书上的事, 林如玉则被沈哥13岁的表妹罗韵青拉着, 叽叽喳喳诉说心中的激动, 我爹爹听说表哥找到后, 一下就哭了, 我看到我爹哭, 也忍不住哭了, 现在表哥找到了, 我姑父姑母的在天之灵, 也终于能安息了, 如玉姐, 你跟我说说表哥的事呗, 罗韵青眸自成澈, 姿态大方, 林如玉也不扭捏, 问道, 你想知道什么罗韵青眨着大眼睛, 好奇问道, 我表哥长得怎么样, 有存玉表姐英俊吗? 这个, 林如玉如实道, 我觉得存玉姐更英俊, 我就知道, 就算表哥找回来了, 存玉表姐也还是最英俊的, 因为这世间再没有比他更英俊的人了, 罗韵青嚷嚷完, 才觉得自己这话说得不妥, 连忙道, 表哥一定也非常英俊, 否则如玉姐长得这么漂亮, 肯定相不重他, 林如玉被罗韵青逗笑了, 在他耳边低声道, 我也觉得存玉姐的英俊潇洒, 胜过大厦所有人, 是吧, 是吧, 罗韵青一下就跳了起来, 开始巴拉巴拉他表姐如何厉害, 为了找他表哥沈燕逸, 这些年都做了什么, 林如玉本就是沈存玉的脑残粉, 现在遇到一个沈存玉的骨灰及脑残粉, 两人凑到一处, 一会儿黑黑, 一会儿熙熙, 热闹的旁人都插不上话, 此时, 林家门外也热闹地炸了锅, 新阳城武安侯府大张旗鼓到宣州, 为嫡长孙沈燕一过来下聘礼, 求取林家嫡长女林如玉的事, 立刻盖过安州之乱被平息的大事, 成为宣州百姓热议的话题, 不少人奔走相告, 跑到清一巷来看热闹, 若不是林家门外, 站着两列身穿黑盔黑甲的侍卫, 他们恨不得冲进林家去, 有人不解, 压低声音打听, 林家大姑娘不是已经跟万象商行的东家沈哥定亲了吗, 怎么武安侯府回过来下聘,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从武安侯府的马车进城, 一路跟到清一巷林家门口的第一批看热闹的百姓, 立刻向后来者报出惊天消息, 沈哥就是武安侯的敌长孙, 什么, 这, 这, 怎么可能, 看热闹的人被这消息炸得魂魄离体又归位, 激动异常地拉住身边人, 老哥快给咱讲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沈哥不是饶州旗县人吗, 怎么又成了武安侯的孙子了, 沈哥的身世还未从安州传到宣州, 宣州百姓也是刚听武安侯府过来送聘礼的官员们说的, 武安侯府的人说是十几年前走失了, 刚找回来, 百姓们热闹议论到最后, 得出一个结论, 林家这回是祖坟上冒青烟, 要发达了, 沈哥身世很快传道要伤张家, 林家的当家主母把儿媳张灵氏叫到近前, 和颜悦色道, 我听说武安侯府来林家下聘了, 你大弟和二弟都不在城中, 林家定忙得不可开交, 你们两口子回去帮忙, 千万不能慢带了贵客, 早与娘家早半年多不往来的林大姑, 挺直腰杆大声道, 我大弟妹怀着深月, 二弟妹刚坐完月子, 家里孩子们还小, 而席是得回去看看, 穿街巷里的钱兰翠, 听说有一帮官兵把沈家围了, 连忙跑出去看热闹, 可他到了之后, 才知道, 官兵堵住了沈家的门不是来抓人, 而是来给沈良勇兄妹弃人来送礼的, 沈哥, 居然是武安侯丢失多年的亲孙子, 看着一箱箱礼品, 挤在看热闹人群里的钱兰翠, 整个都傻了, 林如玉驾的人, 不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而是武安侯的亲孙子, 武安侯找回了孙子, 竟还肯认商家女为孙媳妇, 巴巴派人从新阳跑到宣州来送聘礼, 聘礼中有两样竟是遇刺的, 当今天子也知道了沈哥与林如玉定亲的事, 还赏赐了宝物, 凭什么? 凭什么林如玉长得漂亮, 凭什么还有这么好的福气? 他相中了个无门无足的小白脸, 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武安侯的孙子, 那林如玉不就是武安侯的孙媳妇了? 可不只是孙媳妇, 前蓝翠没想到自己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还被旁边看热闹的人听了去, 对方感叹道, 沈哥是武安侯的嫡长孙, 当然也就是将来的武安侯。 所以, 林如玉不只是武安侯的孙媳妇, 将来有朝一日, 她就是武安侯夫人了。 沈哥这几个兄弟和妹妹, 也跟着飞黄腾达了。 前蓝翠盯着沈良勇, 眼前一亮。 对啊, 沈哥飞黄腾达了, 还能不管他这帮兄弟吗? 只要自己能嫁给沈良勇, 不也就能跟着发达了。 前蓝翠越想越高兴, 盯着沈良勇的目光, 就像看到弱的狼一样。 不过大伙都没注意到他的表情变化, 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恨不得立刻跟川阶向沈家兄弟们攀上交情。 攀上了沈家兄弟, 就是攀上了沈哥, 攀上了武安侯府,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前蓝翠脑子转得快, 他挤出人群跑回家里, 将沈哥的身世告知母亲。 林三姑听完, 彻底傻了。 沈哥的大舅母罗夫人送了聘礼后, 谢绝了房室的刘范, 带着女儿和武安侯府的管家, 侍卫们回了川街巷, 见到了沈哥的六个兄弟和一个妹妹。 看到最大十四, 最小八岁的一小群孩子, 罗夫人好悬眉掉下眼泪来, 心中又是疼惜又是骄傲。 十四年, 他的外甥在小镇的街巷里, 带着一群孩子艰难求生, 靠着他自己的本事活出了个人样。 沈良勇拜见将军夫人。 年纪最大的沈良勇带着弟弟妹妹们给罗夫人行礼, 他的腰还未弯下去, 就被罗夫人抬手拦住了。 罗夫人故意把气脸问道, 你们该叫我什么? 武安侯府的大管家沈寻笑着给沈良勇等人引荐, 因很少笑, 所以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吓人, 姑娘, 小公子们, 罗夫人是你们的大哥沈哥的旧母, 自然也就是你们的旧母沈哥这帮弟弟妹妹都是人精, 看得出罗夫人和管家都是真心实意的, 旁边送他们过来的邻家管家也在偷偷点头, 便干脆利落地换了称呼, 旧母。 好孩子。 罗夫人把这帮小家伙扶起来, 笑得合不拢嘴, 拉着沈小五和自己的闺女罗韵青一块进了沈家。 房门关上, 看热闹的人们虽然什么都看不到了, 但还是围拢在沈家门前激动议论着方才的一幕。 武安侯府不止把沈哥认回去了, 连他这帮兄妹妹也认了。 不管外边的认如何议论, 罗夫人进入沈家, 看着简陋却温馨, 干净的房舍, 心中暗暗点头。 稍作了片刻, 罗夫人便与沈良勇商量去拜访沈哥的恩师东竹先生的事。 他们这边写正式的拜帖送去三山书院暂且不提, 且说林家这边, 武安侯府送来的聘礼, 摆满了林如玉的荣心院。 聘礼, 在大厦婚俗婚姻六礼中, 又被称作那征。 那征者, 那聘财也, 征, 成也, 先纳聘财, 而后婚成。 也就是说, 经此以礼后, 婚约完全成立。 一亲的两家成了真正的亲家, 可按照姻亲关系往来。 武安侯府的聘礼, 是按照新娘的婚俗送过来的, 且样样都是最高规格, 精心准备。 聘礼中的四谈美酒都是遇辞好酒, 铁盒, 茶叶盒中所装的点心和茶叶自然是上等, 就连盒子都是苗金梁木之成, 龙凤城祥苗金图样栩栩如生。 黄澄澄的聘金, 玉制极佳的首饰等, 更是夺人眼球。 温氏厚怕地把装聘金的盒子盖上, 这样贵重的聘礼, 从新娘一路大张旗鼓地送过来, 不知有多少人惦记打劫呢。 房老爷子很懂武安侯此举的用意, 武安侯行事素来低调, 此番如此张扬, 是因为他找回了孙子心里高兴, 也因为孙子给他娶的孙媳妇和他的心意。 房老夫人低声问女儿, 沈哥的旧母没跟你商量, 两人澄清的日子定在什么时候? 他没提, 我也没问。 母女怜心, 跟母亲说话, 房氏从不藏着掖着, 心里想什么便说什么。 女儿觉得武安侯是让咱们家定日子。 房老夫人更不明白了, 既是这样, 为何罗夫人不提? 房氏笑了, 武安侯是想让沈哥自己提, 而女婚姻大事, 那能由他自己做主呢? 房老夫人说完也反应了过来, 沈哥与别的孩子不同, 他的事向来是自己做主。 沈哥回来的, 比所有人意料得都早。 罗夫人拜访了东竹先生后, 返回楚州后第四日, 武安侯府的大管家沈巡, 启程赶往安州的当日, 沈哥便乘坐着押送军粮的大船, 跳到了宣州城外的码头上, 真的是跳, 船离着码头, 还有两丈多远, 他就张开双臂, 从大船上跳下来, 落地翻滚一圈才站起身, 然后带着灿烂的微笑, 向着大船上的人挥了挥手, 转身便往城门的方向赶, 看起来像是有什么急事。 哥, 出城送沈巡的生子等人刚走出城门, 就见到沈哥从船上跳了下来, 嗷嗷叫着冲了上去。 马车内的沈巡望着快步冲过来的俊朗少年, 激动的胡子都哆嗦了。 同来送行的灵妇命人打开车帘, 探身向沈哥招了招手。 沈哥见到岳父, 见到跟在马车边的黑色盔甲的右后卫, 便知道自己回来晚了。 他一边快步向马车那边走, 一边低声问生子, 武安侯府的人给林家送过聘礼了。 生子一边走一边快速向大哥报消息, 六日前送到的, 一共三车聘礼都是好东西。 送聘礼的是楚州过来的罗夫人, 是哥你的旧母。 马车里跟林伯父坐在一块的是武安侯府的大管家沈巡。 沈哥听沈存玉说过武安侯府的事情, 知道武安侯府的大管家沈巡也是行武出身, 后因伤卸甲, 入武安侯府任管家, 是武安侯最信任的左膀右臂之一。 没想到, 是他亲自来送聘礼。 沈哥快步还未走到马车边, 便见车上跳下一个武巡上下, 身材魁梧的汉子, 此人快走几步迎到沈哥面前, 率领三十余名侍卫给沈哥行礼。 属下沈巡, 拜见大少爷。 沈巡激动得带着颤音。 属下拜见大少爷。 随行的二十多个武安侯府侍卫, 也齐声剑礼。 旁人称呼沈哥为小公子, 只有武安侯府的人才会喊他一声大少爷。 他沈哥, 沈燕义, 是武安侯府掌房嫡长子, 是武安侯府的大少爷。 寻书折煞沈哥了, 快快请起, 兄弟们, 请起。 沈哥连忙伸双手, 搀扶沈巡起身。 沈巡身材魁梧, 站起身竟比沈哥高了一头, 真真跟半截黑塔一样, 在那一站就十分唬人。 但这唬人的汉子, 此刻却眼含热泪, 从额头刀眼角的伤疤都在颤抖。 侯爷收到姑娘的书信后, 激动得连夜带着属下等准备聘礼, 让属下等先去楚州, 请罗夫人一同前来, 为少爷送聘礼。 您的岳父在车上, 少爷快过去吧。 沈哥向沈巡和侍卫们道了辛苦, 便快步上前给岳父建立。 灵妇已经知道, 沈哥在诱侯为立了大功, 申请了安往, 此刻怎么看他怎么顺眼, 笑呵呵地拍着他的肩膀问道, 怎么不等船靠岸, 就跳下来往城里跑, 有急事? 有, 他急着去见心上人, 不过这话沈哥不敢跟岳父讲, 怕岳父揍他。 沈哥回来了, 沈巡立刻带着侍卫们调转码头, 返回川街向沈哥进城后, 先去拜见了祝太守, 将沈存玉让他带过来的书信送上, 又商议了宣州军与幼侯卫一起清剿饶州, 江州和河州胜于叛军的事。 快晌午时, 沈哥推了祝太守的留饭, 一路被夜长使亲自送出衙门, 正打算去三山书院拜见恩师, 却被赵明依, 前三星和汪正通等与他合伙做生意的朋友们围住了, 这个叫嚷着让他请吃酒, 那个喊着让他讲一讲去安州打仗的事, 沈哥笑着硬了, 小弟不在宣州这段日子, 拍卖行的生意全赖诸位大哥照顾, 酒市一定要请的。 小弟先去拜见恩师和岳父, 岳母, 明天晚上在红昌酒楼摆酒, 咱们先说好了, 诸位大哥可不能不赏脸, 放心, 沈老弟请喝酒, 咱哥几个一定的。 正平标局的邵东家前三星搂着沈哥的肩膀, 三人说说笑笑地把沈哥送到了三山书院门口, 目送他进入书院后, 前三星恨不得一跳三尺高, 我就说吧, 沈哥不是发达了就不认兄弟的人。 汪家钱庄的邵东家汪正通也兴奋地满脸通红, 自从有了沈哥这个兄弟, 我爹再也不骂我败家子了。 赵家商行的邵东家赵明依笑着咳了一声, 是自从有了五安侯嫡孙这个兄弟之后吧。 汪正通黑黑笑着, 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做都得记牢了。 前三星立刻点头, 那是自然, 明天晚上就咱们搁几个, 多一个人都不能带, 自家亲弟兄也不行, 谁都不带, 家里人不带, 上赶着巴结的不带, 这两年给咱们拍卖行使扮子的更不带。 说完之后, 汪正通担心起以后得生意怎么做, 赵大哥, 前三哥, 你们说沈哥都是五安侯府的公子了, 拍卖行的生意他还做吗? 赵明依笑了, 为何不做? 五安侯嫡孙又不跟银子泛冲, 前三星摩拳擦掌, 你们说我跟沈哥一块入伍成步, 好歹我也学了十几年功夫呢。 汪正通白了他一眼, 现在去, 晚了, 安州治乱已经平息, 立功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前三星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我当初就该跟我家老子头干一仗, 然后跟着沈哥, 郑昌明和大夫一块去安州。 要是去了, 我这会儿大小也是个将军了。 前三星后悔没跟着沈哥去安州建功立业, 远远看着他们三人的宋天祥等人则, 后悔没早点跟沈哥打好关系, 否则也不至于现在沈哥发达了, 他们连句话都说不上。 别说老好处, 沈哥不翻后仗给他们小鞋穿, 他们也知足了。 三山书院内, 东竹先生听闻沈哥亲手抓了安王贺玉荣, 高兴地连到了三生后, 立刻命人置办饭菜, 他要痛痛快快地饮上几杯席间, 东竹先生郑重劝解弟子, 以前, 为师曾鼓励你说,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君子得后, 为悲无怨。 现在, 为师要再为你加上后半句, 君子得后, 为尊无骄傲。 德不配位者, 必遭齐秧, 沈哥垂手听讯, 牢记在心, 饭后离开三山书院时, 言谈举止间更加从容淡定了, 看得沈寻频频点头, 心中替侯爷高兴, 替武安侯府高兴。 武安侯府由沈存玉, 沈哥和沈燕又三人在, 定可保五十年平安。 沈哥拜访完恩师, 又马不停蹄地赶奔轻一向, 去拜见岳母, 见心上人, 并向林家人解释, 为何大夫没有一块回来。 安州大乱虽然平了, 但还有几小谷的叛军, 被安王迷了心窍的百姓们, 在城外闹事。 大夫和营中其他弓箭手, 需要全日待命, 职守。 大夫虽然不能回来, 但也让我给岳父岳母和弟妹带了礼品。 大夫现在在诱后卫中, 已经是能排得进前十的神射手了。 每个月有五两银子的两响。 元帅已经命人整理军功部, 按照大夫的累次军功, 元帅会上报朝廷, 为他请封从六品上的将军头衔, 到时他每月的两响会翻几倍。 卢玉春喜得差点掉了眼泪, 他不在乎丈夫每个月从朝廷领的十几或几十两两响, 他在乎的是丈夫的才能被赏识, 在军中有了立足之地, 这可比他去标局当标师强多了。 你呢?会有什么风赏? 房氏之前便十分重于沈哥这个女婿, 沈哥又从缅州就出了房家二老后, 房氏已经拿他当亲生儿子了。 沈哥笑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立地宫更多一些, 请封的是从四品上的将军贤。 虽然又侯卫中四、六品的将军贤战将大有人在, 不算什么。 房氏却肯定道, 就算大有人在, 你和大福也是又侯卫同等军贤中最年轻的。 嗯。 沈哥应了一声, 颇有几分雀跃的目光看向欣赏人。 虽然目光略一接触便分开了, 但两人的笑容却如出一辙, 一看便有夫妻想。 林副看得拳头痒, 其余人则是乐呵呵。 房氏知道女儿和女婿数月不见, 一定有很多话讲, 便道, 你胳膊上的伤今日还没换药吧? 是, 小婿这就去换。 沈哥一本正经站起身, 却一步步移。 房氏笑了, 娇娇, 你带沈哥去趟药房? 两人前后绞进了药房, 林如玉正要让沈哥卷起衣袖, 让他看看伤势, 却被沈哥用力抱在怀中, 听他低声道, 79天。 林如玉抬手还住他净瘦的腰, 79天零八个时辰。 他们分开79天八个时辰后, 终于相聚了。 当你思念着心上人时, 也被他同样深刻思念着, 这便是相思, 沈哥激动地收紧手臂, 林如玉用手指点了点他的背, 提醒道, 胳膊不是有伤吗? 让我看看。 都是小伤, 快好了。 娇娇, 我想, 沈哥抬起头, 目光灼灼地盯着心上人。 他想倾他, 日思夜想, 快想疯了。 林如玉抬眸对上他毫不掩饰的火热视线, 心中一阵酥麻悸动, 抬手还住他的脖子贴了上去。 与心上人香甜柔软的唇相处, 沈哥那根叫做克制的弦, 瞬间崩断。 他又多想林如玉, 此刻就抱他抱得多紧, 可是抱得再紧, 他也不觉得满足, 只想要更多把他揣在怀里, 碰在手心里, 再也不分开。 唇分开之后, 沈哥循着心意, 用脸颊蹭着他柔嫩细腻的脸, 额头, 秀发, 呼吸间竟是让他魂牵梦绕的, 独属于他的气息。 沈哥顺着自己的心意, 低声道, 我好想你。 林如玉活了三世, 确实第一次与人这样亲密相处, 他浑身轻飘飘, 脑袋晕乎乎, 处于一种无法言表的奇妙状态中, 就, 好舒服, 好安心, 好想要与他更亲近些, 不只是身体上的, 还有心灵上的。 他抬头亲了亲他的下巴, 低声道, 胳膊上的伤给我看看。 沈哥也忍不住拙了拙他细腻如此的脸, 才不舍地放开他, 却不急着给他看自己的伤口, 而是给他整理衣衫并脚。 他的神色专注而虔诚, 这才是深爱一个人实该有的模样, 与贺炯明假扮安自远时, 将他困在院中, 高高在上地把他荡筋丝雀逗弄时, 完全不同。 林如玉握住他粗力的手掌, 把他拉到桌边按在椅子上, 开始解他将袖口紧紧扎住的黑色苗筋护腕的绳子, 一边解一边抱怨, 胳膊有伤, 你还带护腕做什么? 这是由侯卫副将才能带的。 沈哥说完, 又有些不好意思的小声道, 好看。 戴上之后, 显得他利落又帅气, 沈哥想让心上人看到自己最英俊的模样, 好, 更喜欢他。 玉冠竖发, 带着紧袖口的护腕的沈哥, 嗯, 沈哥乖乖硬啊, 林如玉拉起他的衣袖, 看到他左臂上有大大小小竟有近十道伤痕, 其中最长的一条有两寸多长。 林如玉促起眉头又解开他右手的护腕, 见到右臂上也有竖道伤疤, 伤口被妥善处置, 已开始结痂, 愈合, 但仍旧触目惊心。 不待林如玉问, 沈哥便道, 我们攻城那天, 安王带着亲信从密道里逃入山林, 被狼群发现。 我怕他跑了, 带头进林子抓人, 被树枝划了几下, 就是看着严重, 再有十天半月就全好了。 林如玉抿着唇, 拿来细纱布, 将他的胳膊上的伤口缠绕包扎起来, 以免动作间伤口被李仪的衣袖寡蹭到。 沈哥想说他是男子汉大丈夫, 这点疼根本不算什么, 可他不敢, 怕惹林如玉生气。 包扎好伤口后, 两人回到会客厅, 见布置房家二老和房氏, 温氏, 如玉春在, 阿恒, 阿东和林如玉也读完书回来了。 阿恒见到沈哥, 冲上去就想抱大腿, 但想到沈哥身上有伤, 他便忍住了, 叫了声沈大哥后, 便追问起, 他在幼侯卫军中的打仗的事, 沈哥见大家都感兴趣, 便从他和大夫一路险阻, 到了幼侯卫后开始讲起, 讲沈存玉如何巧设计, 让安王数次试探后, 不敢派人出城, 只得用信格传信。 蒋大夫怎么射掉一只只信格, 大伙天天有鸽子汤河, 讲他是怎么找到 被藏在地洞里的房大舅父子俩, 以及地洞里有那些官员家眷, 讲安王如何蒙蔽三州难民为他卖命, 他又是怎么在战场上发现了陆六, 当场揭穿了安王的阴谋, 讲大夫是怎么混进敌因之中, 射杀贺炯钊, 立下战功, 讲他们是怎么得知安王偷偷出逃, 又是怎么把安州最精锐的八千多冰疆 困在密道里, 一个个抓出来, 这一讲, 便从后半上讲到了晚饭后, 孩子们听得意犹未尽, 大人们则骂着安王丧尽天良, 沈哥离去之时, 灵父问起他接下来的安排, 沈哥回道, 元帅派给我八百精兵, 让我在年底之前, 剿灭江州, 饶州和河州的叛军, 八百, 灵父不确信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 沈哥解释道, 右侯卫和左屯卫的大半精锐兵力, 得尽快返回驻地位属都城新阳, 留在安州的兵力只有四千人, 安州有两万多战俘, 还有成百上千被安王蒙蔽心智与朝廷对着干的百姓, 八百, 已是元帅能派出的最多兵力了, 八百人加上宣州军, 足可扫清三州叛军, 灵父没想到, 右侯卫只剩了四千人, 也只得点头, 饶州和河州的叛军已经被杀了大半, 但江州的叛军精锐已经避入深山成为匪寇, 就算有狼群帮着, 你们也得费一番功夫, 沈哥与岳父商谈完军务, 才乘着夜色离开清一项, 返回家中, 咱就等着他回来的沈家七兄妹, 立刻围拢住大哥, 一个爱个说, 这他们这三个月都做了什么, 站在房门外的武安侯府大管家沈寻, 听着这七个八到十四岁的孩子, 不止读书习武, 还撑起了茶馆, 照看着拍卖行, 还盯着新宅的建造, 打探消息等事情, 心中感慨良多, 这帮无父无母的孩子, 懂事得让人心疼, 他家少爷两岁被人掳走后, 扔在死人堆里, 被狼群叼入山中长到六七岁, 在孤身入室, 收拢一帮孩子拼杀到现在, 其中之艰难, 心酸, 怕是三日三夜都到不尽, 越想, 沈寻就越心疼, 沈哥从房里出来, 见到沈寻一脸拧巴地站在门口, 忍不住笑了, 您老怎么还没去歇歇, 历经人间苦难, 从泥潭里一步步爬出来的少爷, 笑得跟从小在密罐里长大, 没有吃过一点苦一样, 沈寻幻想过无数种少爷还活在世上的模样, 却没有哪一种比现在的少爷更好, 铁骨铮铮的汉子挺直腰杆, 一板一眼道, 属下给少爷守门沈哥不知能让沈寻守门的人, 从前只有他的祖父五安侯, 现在又多了一个他, 他转身提来一把长凳摆在屋檐下, 寻书若是还不困, 咱聊聊, 是, 沈寻板板正正坐下, 等着沈哥开聊, 沈哥靠墙坐在长凳上, 望着满天繁星, 似是闲聊般地问道, 寻书, 我丢了后这些年府里的事, 你给我讲讲呗, 晚上害时, 林如玉刚要睡下, 咸鹰便从外边走了进来, 低声禀告沈哥来了, 林如玉定了定, 他怎么进来的, 应是翻墙, 林如玉大半夜地翻墙过来, 也不怕被爹爹知道, 打断他的腿, 沈哥进来后, 便像小奶狗一样站在林如玉面前, 眼巴巴地望着他, 不说话也不动, 看他白皙的脸颊泛红, 林如玉提鼻子闻了闻, 却没有闻到酒气, 去吃酒了, 嗯, 跟赵明依, 汪正通和钱三星, 去鸿昌酒楼吃了些酒, 这一段我不在宣州, 咱们拍卖行的生意, 他们三个没少处理, 沈哥像是晚归的丈夫一样, 向林如玉交代他的行踪, 我吃完酒, 回家喝了醒酒汤, 又换了衣裳才来的, 你闻闻, 一点酒味也没有, 林如玉吩咐语音去端准备酒汤, 又吩咐闻音和云娟手门, 才问道, 怎么这么晚跑过来了, 沈哥亮亮的眸子, 盯着灯下美若仙女的未婚妻, 我想你了, 林如玉被他看得害羞了, 低声道, 不是昨天刚见过吗, 那是昨天, 今天还没见过, 沈哥说得理直气壮, 他眸子清亮, 咬字清晰, 也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说什么, 没有罪, 但他很享受这种与心上人在一起的放松状态, 心里想什么便说什么, 等到澄清后, 他要与娇娇一起吃酒, 吃得熏熏然一起躺在床上傻笑, 也可以做些想做的事, 现在的沈哥, 慵懒随意又带着一丝皮皮的笑, 看得林如玉面红心跳, 不好意思地转开眸子拨弄灯心, 他这样子, 美得不像话, 沈哥的目光越来越灼热, 他从怀里逃出一只碧玉簪和一只桃木簪, 这只桃木簪是我雕的, 你不出门时凑合着带, 以后我再给你雕更好的, 这只碧玉簪是我找人雕的, 用的是从岳父给我的最好的玉石, 再过七天便是林如玉的生日, 今年的生日不同以往, 今年他要急急了, 大下女子急急后就能嫁人了, 沈哥拿着两只簪子站起身跃跃欲试, 我给你戴上, 你放心, 肯定不会弄疼你, 林如玉觉得这话听着有点不对劲, 不过也没跟他计较, 乖乖转头, 按道他若晚来一盏茶功夫, 自己就把发际松开了, 想带都带不上, 沈哥小心翼翼给他插好簪子, 左看右看, 开心极了, 娇娇好看, 带什么都好看林如玉抬手摸了摸, 转身跑到同镜边左看右看, 还, 真挺好看的, 沈哥很有眼光, 沈哥站在同镜后帮林如玉挣了正簪子, 然后弯腰抱住他, 娇娇, 我是沈燕易, 是祖父和姐姐找了十四年的沈燕易, 不是被人没人要的业重, 沈哥说完, 无声无息地哭了, 她的心情, 当了十七年孤儿的林如玉感同身受, 她抬手抱住了沈哥的胳膊, 把头轻轻靠在她身上, 默默陪着她, 我爹娘都死了, 我姐虽然是个姑娘, 长得也不错, 但比爷们还爷们, 他们叫我小公子, 少爷, 大少爷, 我听着心里发慌, 也有点别扭, 又有些高兴, 恩师说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要严于律己, 谨言慎行, 不能因为高儿清明, 是的, 我时刻紧记着呢, 以前我是个人人都想踩一脚的乞丐, 现在我不是了, 我不会照着身份去踩别人, 那不是君子干的事, 我以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 现在也是, 以后也是, 沈哥的身份发生巨变, 心态需要调整, 与周围人的关系, 也需要调整, 他虽然善谈, 但也善隐藏自己, 只有在林如玉面前, 他才会放下所有的心房, 把最真实的自己PO给他看, 因为, 沈哥坚信他什么样子, 林如玉都会喜欢, 就如同自己喜欢他一样, 他们俩, 天生注定是一对, 贺久明还活着, 虽然我现在找不到他, 但你别害怕, 就算我一时半会儿抓不住他, 但他也没机会靠近咱们, 我防着他呢, 娇娇, 我不想一个人去新娘, 咱们一块去好不好, 林如玉眨眨眼, 什么时候, 听到他没反对, 沈哥高兴地清了清他的脸, 等我姐安排好安州, 我肃清了饶州, 江州和河州的叛军, 朝廷派人官员过来接管, 咱们就一块走, 明年四五月吧, 咱们明年三月成亲, 然后去新娘去见祖父, 好不好? 成亲, 林如玉转头看他, 在宣州, 我以为咱们要回新娘再拜堂, 沈哥贴了贴他温暖柔软的唇, 心头火热又安宁, 你父母, 亲人都在这边, 他们看着你出嫁才能安心, 你有亲人在身边才不委屈, 他真是什么都替自己想到了, 林如玉抬手还住他的脖子, 你跟爹爹说过了, 没有, 我想想跟你说, 沈哥情难自禁, 把他抱起来按在怀里, 再抱着他坐在梳妆镜边, 镜子里的娇娇美若天仙, 自己却笑得像的二傻子, 你觉得这样行吗? 如果你觉得咱们在宣州成亲不够排场, 等回了新娘, 咱们再跟祖父商量, 在武安侯府再拜一次。 林如玉笑得暖暖的, 唐哪有拜两次的, 这事儿, 咱们还是得跟长辈们商量后, 再定沈哥轻轻摇着他, 娇娇先说你赞成不赞成, 嗯, 林如玉当然是赞成的, 他想在宣州出嫁, 想出嫁三朝能回门拜父母, 他舍不得与家人分开。 沈哥笑得更傻了, 祖父给我来信, 只提了让舅母来送聘礼, 没提咱们什么时候成亲。 我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 是想让咱们自己定。 姐也明白祖父的意思, 说等咱们定了日子, 提前跟他说一声。 现在娇娇也赞成了, 只要岳父岳母点头, 咱们就能准备成亲了。 成亲后, 他们就能光明正大, 明正言顺地在一块了, 想怎么抱就怎么抱, 想怎么亲就怎么亲。 沈哥又忍不住亲了怀里的心上人一口, 他真的好喜欢, 喜欢的一刻也不想放手。 林如玉推开像小狗一样的未婚夫, 低声道, 爹爹那边让娘亲去说, 沈哥亲了亲亲上人的小手, 我去跟岳父说, 任打任骂, 一定求得岳父点头。 林父想打他吗? 想, 但更多的是感动。 同为男人, 他明白沈哥这么做, 是因为真的把自己的女儿 放在了心坎里了。 你还是给新阳去封信, 问一问你祖父的意思。 岳父这是同意了。 沈哥应诺, 笑成了傻子, 明年开春, 朝廷定会派官员下来, 巡视长江珠洲, 来的人一定是我祖父。 听到后两个孩子成亲时, 我安侯也在, 林父放了心, 刚露出一丝笑容, 却看到沈哥傻笑的样子, 气哼哼地转开了眼睛。 没法看, 真是没法看, 岳父看女婿, 越看越欠揍。 怨不得当年自己去缅州接亲时, 岳父看都不想看他一眼。 沈哥走后, 林父满心都是不舍, 明年娇娇才十六, 还是个孩子呢。 小父已经隆起的房氏, 白了丈夫一眼, 我十六岁嫁进的临驾。 林父被妻子噎得说不出话来, 半赏才嘟囔道, 他是武安侯府嫡长孙, 以后说不定还会被请封世子, 他真能守着娇娇过一辈子吗? 以后挖空心思, 往他身边凑得阴阴厌厌定少不了, 万一他, 房氏揉了揉丈夫的头, 他心中却没有那么担心, 因为沈哥的心都在女儿身上嘛, 娇娇的本事你还不清楚, 他是会吃亏委屈自己的人, 以前的娇娇或许会, 现在的绝对不会。 林父心里顿时踏实了些, 若这臭小子敢对不起娇娇, 我打断他的腿, 房氏放下手中的帕子, 叹息道, 我现在担心的是, 贺炯明会对沈哥和娇娇不利。 安州城被迫后, 贺炯明下落不明, 在娇娇梦里, 那畜生活生生弯走了他的心, 不杀贺炯明, 房氏就无法安心。 林父比妻子沉得住气, 他现在就是直丧家之犬, 那自顾已经不暇, 没心思来找咱们的麻烦, 等他腾出手来, 咱们的天罗帝王早就治好了, 到时候不怕他来, 只怕他不来。 星号星号星号在药房里, 沈哥兴奋地和林如玉说着他们以后的家, 新宅子西边两户人家的房子我也买下来的, 等他们搬走后, 咱们就把房子拆了修一座园子养种竹。 许是受冬竹先生影响, 沈哥也很喜欢竹子, 昨晚送给林如玉的玉簪也是雕刻成竹节样式的。 林如玉变道还可以挖一个堂子, 养河, 纳粮, 都很不错。 夏天时, 池塘里会有青蛙, 每天夜里咕咕, 咕咕地唱歌。 别人会觉得青蛙过躁, 但林如玉却很喜欢青蛙的叫声, 前提是只有一两只, 而不是一大群。 沈哥越说越起劲, 干脆拿出纸笔画起了家的样子。 林如玉的目光落在他刀削般的鼻梁 和微微下唇的浓密睫毛上, 看得有些手痒, 想摸一摸他的脸。 这想法吓得他自己一跳, 林如玉握紧拳头, 目光落在纸上, 叉一道, 你学过画画? 他画出的原子山水和一目了然, 一看便是学过的。 嗯, 沈哥有些不好意思跟着恩师学过, 只是很少动笔, 已经有些生疏了。 并不是生疏, 沈哥以前日子过得紧疤, 字画都是用柳枝在细纱上练, 不习惯用毛笔。 去年下半年, 家里的日子好些了, 但事情也多了, 他只勉强把自恋的能见人了, 话却是一直没拾起来。 林家富裕, 林如玉琴棋书画都学过, 虽说不上精通, 但看话却也能看出几分门道来。 沈哥用笔确实有些生疏, 但看得出是认真练过的。 沈哥以前过的什么日子, 林如玉心里十分清楚, 在那样的情况下, 沈哥能读书十字已经十分难得了, 没想到他连画都认真学了, 他真得很用功。 林如玉诚恳道, 等园子建好了, 你画一幅园灵图, 咱们裱起来, 挂在书房里。 沈哥抬眸, 眼里光滑闪动, 把你也画进去, 挂在寝室内。 林如玉大大方方点头, 不能只有我一个, 那你把我画进画里。 沈哥想到那样的情景, 笑得极为开心, 英俊的面容又增添了三分美丽, 到与沈存玉看着越来越像了。 想到沈存玉, 林如玉便忍不住, 想起了新阳, 我安侯府, 你问问沈管家, 看你祖父喜欢什么样草, 咱们也栽种一些。 沈哥真是爱极了, 听心上人说, 咱们, 我已经问过了, 祖父喜欢规整干净。 我也让询书, 按照祖父的习惯, 布置第三进院子的正房。 咱们俩住二进院里, 生子他们住在前院, 或住在旧宅里。 因为决定在宣州扎根, 也因为庄民他们到了后, 家里人多住不下。 沈哥索性将穿街巷的 他们另的那处旧宅 和旁边的荒院都买了下来, 新宅就建在旧宅后边的巷子里, 从旧宅的后门出去, 到新宅只有几步路, 方便得很其他人还好说, 小五是姑娘家, 跟生子他们总住在一处也不方便。 林如玉便道, 小五已经十一了, 让他跟咱们一块住二进院吧。 林如玉很喜欢鬼灵精怪的小五, 有他一块住, 日子能精彩不少。 沈哥却道, 那就让他住三进院的厢房, 二进院里, 只能有他们俩。 林如玉看他毫不掩饰的炙热目光, 还有什么不明白了, 垂下精致如花的眉眉眼, 脸上若染了红霞, 美不胜收。 沈哥看得, 看得口干舌燥, 忍不住想把他抱住, 亲一亲, 可还没等他抬手, 便敏锐地听到外边响起脚步声。 沈哥的听觉十分敏锐, 一下边听出了来人是闲音, 而且, 闲音的脚步放得比平日里要重不少, 显然是故意想让他们听到。 沈哥碾了碾手指, 脸也有些发红。 姑娘, 少爷, 闲音跟着管家改口尊审各位少爷, 虽然已经喊过几次, 但每次喊, 他还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这个出类拔萃, 放在新阳都毫不逊色的少年, 是武安侯府的嫡长孙, 是他们真正的主人, 落溜送回消息, 鸾九偷偷找了人, 想把鸾家祖宅卖掉。 除此之外, 他还频繁到钱家附近转悠, 看架势是打算很坑钱宝翠一把, 然后带着他娘跑路。 跑路? 林如玉挑眉, 他从乃得到的消息。 安州治乱平息后, 宣州太守住蒙真与河州太守屈存联手, 将郑永复和郑永贵两兄弟抓获, 如今就关押在宣州大牢之内。 之所以将他们兄弟二人关在宣州大牢内, 一是因为河州动荡未清, 屈存腾不出专门人手勘押这两兄弟。 二是因为他们身中的七日红剧毒, 未解, 押在宣州更为方便。 这两兄弟落网之后, 宣州城内他们的暗线, 要伤宋家的邵东家宋天祥, 也一并被押入大牢后审。 与宋天祥一并被抓的, 还有为他搜集, 传递消息的几个管事。 之所以留下鸾九这条落网之鱼, 是因为林如玉请住太守暂缓几日抓人。 林如玉想通过鸾九, 钓几条大鱼, 只是没想到大鱼还没调到, 被他当作鱼饵的鸾九, 却也跑去钓鱼了。 林如玉吩咐道, 让鸾家的宅子卖不出去, 其他的不用管。 闲音退下后, 林如玉幽黑灵动的毛子转了又转, 沈哥便明白他在想什么了, 一本正经道, 咱们要成亲了, 你还没到新宅去看过, 咱们现在去转转。 晚上用完饭, 我再送你回来。 正在想怎么跟母亲说自己晚上 要出去看热闹的林如玉, 立刻点头。 好。 沈哥邀女儿去看新宅, 房市字不会拦着, 只叮嘱道, 带上几个人, 把新房的尺寸丈量清楚, 明年春要澄清, 林如玉陪下的梳妆台, 衣柜, 屏风, 和博古架等新房内用的家具物食 都该准备起来了。 林如玉满口硬了, 又特地换了身暗色的衣裙, 并披了件悬色的斗篷, 跟着沈哥出了门。 沈哥建造的新宅, 就在川街巷后的凤来巷内。 新宅已经建造完成, 青砖高墙, 珠漆双扇大门, 很是气派。 在大厦, 能将大门修得这么阔气, 且用珠漆的, 都是大户人家。 因为珠红色在从天然珠沙中提取出来的, 因提取不易, 珠漆的价格并不便宜, 所以能够大量使用珠红色染料的人家, 非富即贵。 所以, 世人才会用珠门代指富贵人家。 林家的大门和家里的廊柱都是用的珠漆, 沈哥为了让林如玉嫁过来后柱的习惯, 建造防射时也决定用珠漆。 推开大门进入前院, 大门左右两侧各有一株一抱多粗的高大梧桐树, 现在已是深秋时节, 黄中带绿的高大树冠如散如盖斑保护着大门和隐蔽墙, 让人一进院门便觉到轻忧古异。 林如玉迈步进入大门, 似是一步便由滚滚红尘踏入了静谜家园之内, 游身到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适感。 我就是因为这两株树才相中这里的。 沈哥发现自己精心布置的家园也被娇娇未婚妻喜欢, 喜悦有心而生, 握住他柔软温热的小手, 咱们去里边看看。 林如玉跟着沈哥向离走, 认真打量他和沈哥的家。 虽然比起林家, 这里的门窗房舍也不够精致, 但古朴的门窗连郎都十分契合这座宅院的气质。 这是大隐隐于世的气质, 沈哥真不愧是六周第一隐士东竹先生的弟子。 林如玉越看越喜欢, 精致如画的眉眼一直带着惊喜, 这让沈哥觉得十分满足。 留下几个仆妇丈量二金院的正房, 沈哥带着林如玉经过刚开的月亮门, 进入刚刚买下西院。 如沈哥所言, 西院的旧房舍还未来得及拆除, 看着很是凌乱, 不过这片地方却不小。 林如玉在脑中对应着沈哥画的图, 很快便定位到了要挖水塘的地方, 兴致勃勃道, 等挖好了, 咱们可以叫他李池这边种竹子。 沈哥笑出了声, 好, 种下梧桐, 绿竹, 引来李泉, 等你这只凤凰来击。 林如玉翘起小下巴, 给了他一个算你有眼力的傲娇眼神。 沈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表情, 简直是碍到了骨子里, 忍不住低头在他唇上啄了一下, 抬手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这又不是房中, 林如玉休急了, 用了拍了一下他的胳膊。 他们都没跟过来, 这里只有咱们两个。 沈哥又忍不住啄了一下他羞红的小脸, 然后又试一下, 真是怎么都亲不够, 想, 更亲近一些。 林如玉被他火热的亲吻, 惹得心跳加速, 正要抬手推开他的脑袋。 沈哥却忽然退开了林如玉心中一慌, 以为有人来了, 但转头发现空无一人, 再回眸, 却见沈哥面带驼红色, 身体微转向另一边, 眼睛也不敢再看自己。 莫非有人过来了, 自己没有看到。 林如玉咳嗽一声, 正正经经道, 看也看过了, 咱们回去吧。 沈哥却僵硬不动, 指着另一边的强盗, 你看那边。 林如玉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却没发现什么可看的, 便走进几步仔细打量。 终于平复了躁热的沈哥, 轻轻叙了一口气, 迈步走到林如玉身边, 一本正经道, 这些青砖还不错, 可以留下用来铺路。 就这, 林如玉看了看墙, 又狐疑地看了看沈哥, 总觉得他好像瞒了自己什么。 沈哥心虚, 不敢再看林如玉, 天色不早, 咱们该去用饭了。 用完饭后, 就可以去童游巷前家看热闹了。 这个念头, 娱乐不够发达, 能去围观八卦现场, 全当消遣了。 林如玉立刻兴致勃勃地点头, 跟着沈哥转身向外走。 晚上要去看热闹的, 不止沈哥和林如玉, 还有沈小五, 沈小六和沈小七。 生子几个, 今晚有正事, 遗憾缺席。 五个人寻了出干净好吃的十四包餐一顿, 天黑之后便赚到了童游巷。 沈小七熟练地扔给巷口的大狗一个肉包子, 五人大摇大摆地进了童游巷, 与丁梢的落六会合, 占据了视野最佳的看台, 隔壁无人院子的墙头。 因无人居住, 墙头上长满杂草, 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林如玉站在院墙内的长凳上, 拨开杂草向外看了几眼, 低声赞道, 这草长得甚是不错。 沈小七立刻邀功, 如玉姐, 这些草是我和六哥为了看热闹, 专门中的。 林如玉, 为了看热闹, 你们真是煞费苦心了。 汪,汪汪。 天黑透后不久, 童游巷口的大黑狗叫了几声, 听着都让人觉得愤怒。 这叫声在黑暗的夜里显得各位突兀, 甚人。 听到狗叫声, 小五, 小六和小七三的孩子立刻兴奋了, 一口同声低声道, 来了。 许久没出来, 看过热闹的林如玉, 很是虚心地问道, 这狗只对卵九一个人叫。 这狗见到外人都叫, 不过见到鸾九时叫得最愤怒, 因为鸾九用石头砸过他, 因为鸾九想让他叫, 好让钱宝翠知道他来了。 三个小家伙讲解完后不久, 林如玉便见鸾九提着一个纸包, 溜溜达达地从院墙外经过, 不大一会儿又溜达回来。 沈小六低声道, 他今天心急, 来回走得挺快, 都决定跑路的人了, 能不行急吗? 站在林如玉身边的沈哥盯着前家的院墙内看了一会儿, 压低声音道, 来了, 虽然林如玉和三个小家伙听不到动静, 也看不到来人, 但他们对沈哥的话深信不疑, 定住不再说话, 因为沈哥的听力和视力的都比他们厉害数倍, 看到黑暗中出现在后院的板着一把木凳的人影后, 沈哥挑了挑眉, 在林如玉耳边低声道, 是钱兰翠。 嗯, 这瓜越来越大了, 林如玉睁大眼睛, 兴奋看着, 沈哥的目光却停留在林如玉脸上, 因为他对前家姐妹的事毫无兴趣。 只呀, 听到墙外的脚步声, 前兰翠晃了晃身子, 脚下的木凳发出些许响动。 鸾九准确停在墙外, 压低声音问道, 是钱姑娘吗? 嗯, 酒哥哥。 钱兰翠学着姐姐的腔调, 四个字硬是说出了酒去十八弯的感觉。 林如玉听到这做作的声音,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今夜天上无月, 星光也暗淡, 鸾九却依旧寒情默默地抬望着黑乎乎的墙头, 不放心地叮嘱道, 姑娘最好不要独自出来, 可派家中仆妇去林家药房, 或是让药房管事暗示给令堂送药。 不论有什么误会, 令堂都是林家主的亲妹妹。 她若知道令堂酒病未愈, 定不会不闻不问的。 嗯, 吃瓜吃到自己家身上的林如玉心中呵呵。 墙内的钱兰翠声音带着十足的委屈, 酒哥哥一定要走吗? 鸾九强打精神, 家里没钱买药, 只能卖了房子搬到城外去令村里的毛舍主了。 在夏日后, 金进城买药时若得了空, 再过来给姑娘送药。 钱兰翠急切问道, 下次是什么时候? 鸾九回到, 半月以后吧, 姑娘家中还有弟弟和妹妹帮着分担, 担子轻一些。 可我娘只有我一个儿子, 买药, 赚钱都得靠我一个人, 我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把我娘照顾好。 嗯, 嗯, 弟弟, 妹妹, 林如玉眨了眨眼睛, 看来这瓜自己刚才没吃明白, 不是鸾九勾搭了钱家姐妹俩, 而是她以为墙内的人是钱宝翠。 林如玉经不住默默吐槽, 鸾九骗了钱宝翠数次银子, 却连钱宝翠的声音都没记住, 墙里的钱兰翠也停顿了一会儿, 脸上除了厌恶, 还有冷笑, 依旧模仿着姐姐的声音痴迷道, 翠儿知道, 九哥哥一定能行, 我们家旧, 我弟弟他。 哎, 这一声叹息, 把钱财明贬了得一文不值。 林如玉颇为赞同地点了点头, 钱财明确实一文不值。 他到宣州后第一次出门, 因被人说了两句风凉话, 便气地转头回家闭幕读书, 三月未在卖出家门一步, 就连钱家每月瓶票买米粮, 都是林三姑带着仆丛货女儿去。 钱财明这三个月, 就是家中的一只米虫卵九的眼睛, 转了又转, 低声道, 令地年纪上又还不知事, 在大几岁定能撑起门户, 保护令堂和两位姑娘的。 卵九这话, 是在暗示他们, 这几年我们咬咬牙也就撑过去了。 卵九进一步引诱道, 其实, 只要令堂向林家主低个头, 姑娘家的所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 林家主肯为救助宣州百姓捐粮捐药, 又怎么会不顾自己亲人的死活呢? 听卵九再次提到林家, 钱兰翠岂能不知他是来做什么的? 无助道, 我爹爹做错了事, 我大就怪觉到我们头上, 一时半刻是消不了气的。 钱里两家的事已经传遍大街小巷, 卵九岂会不知, 他心里暗骂钱家人都是蠢货, 若他是钱财名, 肯定早就求得林家主的原谅, 在宣州城吃香喝辣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钱家人蠢, 才给了他机会。 卵九把手里药包举起来, 钱姑娘, 这要给你, 在下要走了。 好。 钱兰翠摸黑在凳子上放了个一尺多高的小木盾, 小心翼翼踩上去, 趴在墙头上探身去接卵九带来的药包。 谁知, 却被卵九抓住了手, 在下实在不忍钱姑娘这般聪慧孝顺的姑娘吃苦, 现有一计, 不知当奖不当奖。 钱兰翠忍住甩开她的冲动, 装着羞涩道, 九哥哥, 咱们之间还有什么不当奖的吗? 卵九握住钱宝翠的手, 仰手献策道, 林家主和夫人最看重的便是女儿林如玉和林渡横, 若姑娘能帮到她们, 林家主定会既往不救, 接你们母女回家。 这卵九果然不纯, 竟跟自己想到一处去了。 钱兰翠眼中亮光一闪, 失落道, 我们这样的, 能帮她们什么呢? 姑娘能帮的事情, 多着呢? 卵九点脚压低声音, 把自己的计策如此这般讲了一番。 钱兰翠半推半就地硬了下来, 才提着药包返回了内院, 等到听不到里边的动静了, 卵九才转身离去。 林如玉正要退下去, 却被沈哥握住了手, 听她在自己耳边压低声音道, 她还会回来。 果不其然, 走入黑暗中的卵九不大一会儿又回来了, 在墙下待了片刻, 确认无人偷听, 才转身离去。 呜,呜, 钱兰翠亲手轻脚回到卧房时, 被她勒住嘴, 捆在床上的钱兰翠死死等着她, 用力摇晃身体, 恨不得挣脱绳子起来跟钱兰翠拼命。 钱兰翠坐到床边, 把药包打开, 用剪刀剥了几下, 冷吃到, 烂菊, 蒲公英, 金银, 哦, 还有薄荷叶, 莲翘叶, 你就被人家用这二十文都用不了的一包玩意儿, 骗走了上百两银子乌, 乌, 乌, 钱兰翠目自欲裂, 示意钱兰翠给她解开绳子, 钱兰翠把药包扔在一边, 出去洗净了手又回来坐下, 盯着自己的蠢货姐姐道, 我不是瞎子, 母亲钱匣子里的钱是你偷的, 钱财民的玉佩是你拿的, 婆子不过是你的替罪羊罢了, 你说, 我若告诉母亲, 她会怎么处置你? 钱兰翠眼里闪过巨蚁, 不骂了, 除了从姐这里骗银子, 卵酒还从牡丹巷里的余寡妇, 钟楼附近卖云吞的老长头家的闺女那里, 占了不少便宜, 这事就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解若不幸, 明日自己出去打听打听, 就什么都清楚了, 钱兰翠把勒住她的嘴的布条解开, 开始好言好语地劝说姐姐, 我是你亲妹妹, 还能骗你不成,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现在家里的婆子和丫鬟都被卖了, 你若再偷银子为那小白脸, 娘一准能发现, 哼, 活动来几下被勒得生疼的嘴, 钱兰翠才低声骂道, 你天天追着沈哥那个大饼脸的兄弟跑, 就不丢人了, 你哪来的脸说我, 钱兰翠这几个月不是跑去赌林二叔, 就是去赌审良勇, 但这两个人都比泥丘还滑, 他一个都没逮住, 所以才不得不从钱兰翠这里下手, 你以为我想这样, 若父亲还在, 钱家还在, 我何至于豁出脸面去折腾, 咱们指望不上娘, 指望不上钱才名, 不指望自己, 还能指望谁, 钱兰翠见妹妹哭了, 心中也是一阵难受, 姐, 咱们得为自己拼一把, 钱兰翠见纯姐姐不闹腾了, 趁机静言道, 鸾九虽然不是好人, 但脑袋还挺好使的, 她出的主意, 我觉得咱们可以试试, 如果成了, 咱们能搭上邻家的关系, 大舅手里随便漏点东西出来, 就够咱们用一辈子的, 如果不成, 大不了就是离开宣州城, 娘手里还有银子, 离开这儿, 咱们也不会没地方住, 钱兰翠胆子小, 既然娘手里还有银子, 等咱们出嫁时, 就不愁嫁妆, 干嘛还要去招惹铃家, 钱兰翠恨不得白蠢姐姐一眼, 你觉得娘会给咱们出多少银子的半嫁妆, 顶多十几二十两, 拿着这样的嫁妆, 咱们到了夫家, 能抬起头来, 还是能执起妖感来, 在夫家被欺负了, 咱们能指望钱财民给咱们做主吗, 拿着这点银子嫁出去, 就是去夫家当牛做马, 钱兰翠想到自己的以后, 也开始慌了, 钱兰翠继续道, 鸾九家的情况解, 应该也不清楚吧, 他爹死了, 他娘是个病秧子, 这些年全是就靠着, 他在邻家药材行做管事的大舅接迹, 才没饿死他, 也就靠着一张嘴, 四处招摇撞骗, 才能活得像个人样, 你跟了这样的人, 想过什么日子, 贱姐姐真挺进去了, 钱兰翠才给他解开绳子, 他骗了你那么多银子, 也该他为咱们姐妹扑扑路了, 第二日用完早饭, 林如玉便出了门, 今日他要去的是林家绸缎庄和成衣铺子, 按理说, 东家要选布匹衣物, 让店铺管事直接把最新样式的成衣, 最好的布料送到家中变好, 挑选变好, 但为了给钱家人一个下手的机会, 林如玉选择了出门, 他到了绸缎庄前刚下车, 便有二十多个老幼妇如连哭带喊围上来, 请林如玉高抬跪手给他们一条活路, 这些人一跪, 很快便有看热闹的人围拢过来, 将绸缎庄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 林家绸缎庄的林茂立刻上前, 姑娘请入内, 这里交给小人处置, 林如玉点头正要走, 却被一个头发白蓬乱的老妇人拦住了门, 跪倒哭求, 我儿子是冤枉的, 求姑娘到太守面前为他求个情, 让太守饶他一命吧, 儿子被抓了, 可让我们这一家子怎么活啊, 有个年轻妇人也跟着哭求, 林姑娘是菩萨心肠, 救救我们吧, 我男人只是听掌柜吩咐跑跑腿, 他什么都不到啊, 林茂见姑娘站着不动, 便低声道, 姑娘, 这些都是宋家药材行的被抓管事的家眷, 姑娘您看, 林如玉看了一眼林茂, 林茂立刻明白了, 大声喊道, 人是衙门抓的, 你们觉得有冤枉, 去撞衙门的大门去, 跑到我们这里, 难道有什么用, 姑娘是武安侯府长孙媳妇, 只要姑娘一句话, 太守肯定能放人, 就是啊, 林姑娘现在是长孙媳妇, 过几年就是武安侯世子夫人了, 宣州城里, 谁敢不给她面子, 好姑娘啊, 如果老夫人不是没去衙门求过, 但衙门不管, 我这才厚着脸皮来求姑娘, 求姑娘开开恩吧, 开开恩吧, 说着, 老夫人气不成声, 练练磕头, 后边的人也跟着磕头哭泣, 这场景看得围观的百姓们于心不忍, 也跟着劝说, 让林如玉帮他们给太守大人递个话, 反正对林如玉来说, 带句话又不损失什么, 万一太守硬了, 也是他的一件大功德不是, 这是要道德绑架了, 林如玉扫过跪在地上的众人和围观人群里, 叫得大声的几个, 这些人对上林如玉的目光, 都不由自主地转头, 不敢与他对视, 这是明显的心虚了,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天子犯法还跟庶民同罪呢, 你们不要难为我表姐了, 终于挤进人群里的钱兰翠, 一脸怕怕的, 但还是鼓起勇气颤声, 替林如玉说话, 小模样要多真诚, 有多真诚表姐, 这是谁啊, 还能有谁, 不就是童幽像钱家的闺女吗, 他们两家不是断青了, 因为钱兰翠, 众人的关注点, 由地上跪着的一帮人, 转到了林前两家的恩怨上, 听着身边的议论声, 钱兰翠难看得低下头, 钱兰翠却跟什么都没听到一样, 小心翼翠又十分担忧地望着林如玉, 见林如玉转身就要往林家绸缎庄里走, 跪在地上的一个十几岁的粗衣少年忽然抱起, 猛地向林如玉冲去, 你不救我爹, 就去死, 表姐小心, 有准备的钱兰翠一个急冲上前, 用他弱小的身躯挡住了猛扑向前的少年, 却被他撞倒在地上, 贤英和洛显抬手轻而易举地置住了少年, 将他双臂扣住, 利落绑了, 有个跪在地上的妇人爬过来大声哭嚎, 儿啊, 你们快放我儿子, 否则我也不活了, 妹妹你没事吧, 钱兰翠焦急地抬手去扶钱兰翠, 声音大的生怕别人听不见, 不过他的嗓门比不过哭嚎的妇人, 所以注意他这边的人没几个, 躺在地上的钱兰翠心中暗骂姐姐没用, 好在这时人群里有人大喊, 林姑娘, 你三姑家的表妹被人撞倒, 像是伤着了, 听到人群中有人在议论自己后, 钱兰翠才虚弱挣扎, 借着姐姐的手起身, 颤微微看向林如玉, 我没事, 表姐没受伤就好, 她现在的虚弱和颤抖不是装的, 因为她是结结实实被撞, 实实在在摔倒在石板路上, 胯骨, 胳膊肘和后脑都被磕到了, 不过她这假戏真做, 却连林如玉的一个眼神都没吸引过来, 钱兰翠恨得咬牙, 林如玉看向那个要自己的命的少年, 沉着脸问道, 你爹叫什么? 少年面目猙獰地瞪着林如玉, 发出野兽般的咆哮声, 他娘连忙哭求道, 回姑娘, 我家男人叫钱锁, 是宋家药材行的一个小管事, 他做的事都是东家吩咐的, 我们一家六口, 就靠着他这个差事虎口, 东家吩咐的事情他不敢不做, 请姑娘饶命啊。 林如玉冷声道, 照你这么说, 东家吩咐他去杀人, 他杀了人也是无辜的。 老是本分, 林如玉抬高声音, 陈吾尔严厉地将前所的罪行公之于众, 他打着给宣州各县运送药材的幌子, 给饶州和河州的叛军运送药材, 老是本分人能做出这样的事。 夫人吓傻了, 围观群众就嚷嚷开了, 好家伙, 这是通敌啊, 他给叛军送药, 就是给咱们宣州军捅刀子。 宣州军败了, 咱们都得死, 这不是杀人是什么? 这是死罪啊, 前所犯了死罪, 你们还有连跑到林姑娘面前来呢? 不知道的, 还当他是被冤枉的呢? 有人追问道, 林姑娘, 其他几个人呢, 他们也都是犯了通敌叛国的大罪吗? 这一下, 愤怒的人群立刻安静了, 紧盯着林如玉。 林如玉言道, 衙门很快会升堂神里此案, 大火到时过去听听就知道了。 过来求情的这帮人的热闹, 算是看完了, 又有好事人提前旁边相互搀扶的前家姐妹。 林姑娘您看, 前家姑娘为了救你都受伤了, 赶紧把她附近去让郎中给看看吧。 是啊, 林姑娘, 俗话说, 姑救轻, 贝贝轻, 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林前两家上一辈的恩怨是上一辈的事。 你们这一辈该怎么处, 还是得怎么处? 有热心的老夫人真心十一拉合。 你看前姑娘看到你有危险, 不是第一个就冲出来了吗? 前兰翠没想着, 靠今天这一回, 就把两家的关系缓和了。 今日的目的已经达到, 再逼林如玉就会适得其反。 所以, 前兰翠一脸诚恳地向众人解释, 大火的好意, 兰翠心领了, 大舅和表姐生气是应该的。 负债子长, 长辈犯下的错, 就该我们来赎罪。 我没有受伤, 不用看郎中, 我们就先回了。 说吧, 前兰翠给林如玉行了个礼, 转身拉着还不舍地走的姐姐, 就要挤出人群回家。 且慢, 听到林如玉开口, 前兰翠眼睛一亮, 嘴角压制不住地翘了起来, 一脸惊喜地转身, 看向林如玉, 表姐可有什么吩咐? 吩咐不敢当, 只是有件事, 须得当着大火的面说明白。 林如玉已经看到围观众人同情钱家, 对林家的做法不满了。 林家敞开门做生意, 若今日不把这件事说清楚, 会影响到林家的口碑, 进而影响生意。 钱姑娘说, 你是过来赎罪的。 钱兰翠小白斑低下头, 诚恳道, 不是, 我自不量力, 没帮上忙。 表姐有人保护着, 我今日是多此一举, 但看到有人冲向表姐, 我也不知怎跌, 脑子一热就冲出去了。 林如玉点头, 又问道, 你们今日是特意过来的。 还没等钱兰翠开口, 钱宝翠便回道, 不是, 我们是路过, 就等你们这句话了。 洛六踢着鸾酒下了马车, 大声道, 姑娘, 煽动宋家管事们过来闹事的人已经抓住了, 请姑娘发落。 众人呼啦啦让开道路, 钱兰翠和钱宝翠看到鸾酒被提进来扔在地上, 吓得脸色都变了。 钱宝翠拉住妹妹叫跑, 咱们快走吧, 十二岁的钱兰翠虽然心眼多, 但到横海前, 面对这种情况一时也慌了手脚, 但还不等他们姐妹俩挤出去, 鸾酒嘴里的破布已经被拔掉, 扯着嗓子喊道, 姑娘饶命啊, 是钱姑娘让我这么赶的, 钱家想攀上邻家, 让我做法子。 哗, 这瓜越来越热闹了, 众人一片哗然, 挤得紧紧地不让钱家姐妹俩逃走。 鸾如玉沉声问道, 哪位钱姑娘? 鸾酒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 是钱宝翠姑娘, 小人给钱夫人送过几次药, 所以认识了钱姑娘。 她说, 她家日子越来越难过, 所以想重新跟鸾家走动起来, 让小人帮她找人冲撞您, 他们过来救人, 让您欠他们人情。 大难临头, 钱宝翠不顾妹妹地拉扯, 大声喊道, 不是我, 这不是我的主意, 是, 姐姐, 钱兰翠拉住姐姐的衣袖, 不让她说下去, 瞪远眼睛, 立声贺问鸾酒, 我们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 你为何要陷害我们? 对, 你为何要陷害我们? 钱宝翠跟着喊道, 天地良心, 被洛六抓住的鸾酒, 知道, 若不把这事的主要罪责, 推到钱宝翠身上, 她就完了, 这事是昨天晚上, 我给钱夫人送药时, 钱姑娘定下的, 若我鸾玉成说的不是真话,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鸾酒赌咒发誓后, 围观众人立刻将矛头转向了钱家兄妹, 钱宝翠气得七笑声烟, 钱兰翠却眼睛一亮, 举起三根手指赌咒发誓, 举头三尺有神灵, 信女钱兰翠再次发誓, 若此事是我姐姐跟鸾酒商定的, 便让我钱兰翠不得好死, 钱宝翠也反应过来了, 立刻挺直了腰杆, 硬和妹妹的话, 对, 啊, 两边人都发誓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鸾酒气得要死, 众人焦头接耳, 林如玉看了钱兰翠与林三姑, 有九分相似的神色, 不得不按道一声, 这丫头若再有几年, 怕是个了不得的绿茶白莲, 不过, 她再茶再莲, 也折腾不到自己面前来了, 人群里的乞丐, 见时机成熟, 立刻跳出来道出实情, 他们都敢发誓, 是因为昨天晚上跟鸾酒商议, 坑骗林姑娘的, 不是钱家大姑娘钱宝翠, 而是冒充钱家大姑娘的二姑娘钱兰翠, 钱二姑娘昨晚蹬着凳子, 从墙里探身出来接鸾酒的东西时, 咱看得清清楚楚的, 啊, 看了一下钱家姐妹俩, 明显心虚的模样, 众人一下就沸腾了, 鸾酒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嗷嗷叫着, 似是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钱家姐妹俩正不知如何是好时, 便听人群外有人大喊, 干什么, 都堵着路干什么, 让开, 宣州捕头张开, 带着牙医到了, 看到穿着官服的人, 本就心虚的钱兰翠, 吓得腿都软了, 满眼哀求地看着林如玉, 都不用林如玉开口, 百姓们七嘴八舌, 便把事情说清楚了, 张开气势汹汹地, 瞪了跑了闹市的一群人, 鸾酒和钱家姐妹一圈, 向林如玉抱拳, 林姑娘, 某将这些人, 都带回衙门审问清楚, 此事本就是他们理亏, 一旦见官, 哪还有他们的好, 钱宝翠往后退了几步, 表明这事与他无关, 钱兰翠直接跪倒在了林如玉面前, 表姐, 是我一时朱友蒙了心, 才听了鸾酒的鬼话, 请表姐饶了我这一回吧, 我再也不敢了, 跑来赌林如玉的宋家, 被抓管式的家眷们, 也齐齐哀求林如玉, 请他网开一面, 就在众人以为林如玉会就此罢守时, 却听他说道, 劳烦张补头, 将这些人都带回衙门, 这个冲过来的少年被人吓药了, 此事定还有隐情, 必须查清楚, 衙门里的罪犯都快把大佬挤爆了, 再把这么多人抓回去, 关都没地方关, 但林如玉既然开了口, 张开就不会拨他的面子, 大声喝道, 都带走, 我不去, 放开我, 钱宝翠把牙翼抓住胳膊时, 彻底崩溃了, 用力挣扎着哭喊, 这事都是我妹妹和鸾酒干的, 我什么都没做,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林如玉,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爹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娘可是你亲过, 你做这么绝, 不怕你死了后外祖父找你算账吗, 林如玉, 你不得好死, 你们一家都不得好死, 啪, 林如玉上前就是一个耳光, 狠狠扇在钱宝翠脸上, 把他的脸打妈了, 人也打傻了, 不止钱宝翠, 众人都被林如玉这一把掌震住了, 钱宝翠发疯, 林如玉不管, 但他敢揍自己家人, 他就是找死,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们林家杀了你们家谁, 长州衙门把钱江坪抓去问罪, 是因为你爹跟海盗勾结, 害死了我林家海船上几十条人命, 我和我爹都差点死在长州外海上, 你娘明知道, 你爹要杀我们父女夺彩, 却做毕上官置之不理, 这是姑母能干出来的事, 你们母子四人在长州过不下去了, 我爹念着勤勤把你们接到宣州蒲县, 管吃管喝, 给你哥请了夫子, 还派人保护你们, 是你们贪心不足, 便宜没占够, 过了马车跑到宣州来想住进我家, 却招来杀手, 又一次将我爹推入险境, 即便如此, 我爹还是网开一面没追究, 这回又是你们姐妹勾结外人过来害我, 林如玉抓住钱宝翠的头发, 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抖, 你们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事, 不用已经过世的祖父动手成见, 我就不会饶了你们, 雅们把涉事人都抓走后, 街上的百姓们还有些回不过神来, 林如玉长的美, 带人一向和气, 让人无法适应, 这就是你们没见识了吧, 去年在赵家三姑娘的吉吉宴上, 林如玉就一巴掌把宋家大姑娘呼地上了, 惊人一提醒, 大伙才想起这事来, 又有人后怕地拍着胸口道, 林姑娘向她爹, 平日里乐呵呵地, 狠起来吓死人, 惹不起, 惹不起, 林家本来就不是好热的, 现在林姑娘又跟沈哥定了亲, 更不好惹了, 我真是脑袋被驴踢了, 才会帮前家那俩黑心小娘们求情, 林姑娘这么泼辣, 大伙让个道, 众人回头一看, 发现竟是沈哥来了, 连忙躬身行礼, 亲热打招呼, 沈哥乐呵呵硬了, 被刚才说自己不敢取林如玉的那个妇人道, 这位大婶说错了, 我就喜欢讲道理, 又泼辣的姑娘, 听到自己的亲人被诅咒都不吭一声的姑娘, 才不值得娶, 大伙是不是, 对, 沈公子说的是, 在一片硬喝声中, 沈哥走进林家绸断庄, 见到林如玉后, 压低声音问道, 方才那个小子被人吓药了, 林如玉点头, 他精神状态明显不对, 我不能确定是什么药, 已派人请郭神医去衙门宴看了, 如玉这一年来, 一直在研究药物药理, 连他都拿不准是什么药, 说明这药物不是市面上轻易能得到的, 沈哥慎重道, 接下来的事儿交给我去办, 你先回家, 林如玉想也不想地摇头, 我自己去, 这人是冲着我来的, 虽然没有证据, 但林如玉直觉认为, 此事与贺炯明有关, 钱家两姐妹被抓后, 立刻有人将消息送到了童牛巷钱家, 林三姑一听, 差点被这俩蠢闺女气死, 带牙柴找上门来, 让她去衙门熟人时, 林三姑直接问道, 请差爷室下供需多少银两, 小夫人好提前准备, 一人五十两, 五十两, 这出乎意料的钱数, 让林三姑忍不住提高嗓门喊了一声, 警觉失态后, 她努力压住火气和心疼, 低眉顺眼道, 请差爷先回, 小夫人去筹备银两, 随后就到, 牙柴叮嘱道, 天黑之前必须把人熟出来, 今天是五十一个, 明天就涨价了, 衙门大牢都满了, 根本没地方关押犯人, 少一个是一个, 林三姑关上门, 脸就沉了下来, 钱财明低声嘟囊, 娘, 他俩太不懂事了, 老老实实在家, 带着不好吗, 非要折腾这么一出, 结果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咱们哪还有那么多银子熟他吗, 买米都不够了进入宣州城后, 因为没有镜像, 林三姑如今只剩三百多两银子, 赎回两个女儿就要去她三分之一的家底, 她当然舍不得, 若是被抓的只有大女儿, 林三姑定看都不看一眼, 但小女儿脑子灵活, 办事利索, 林三姑用着十分顺手, 所以小女儿一定要赎回来, 大女儿虽然不不中用, 但嫁出去也能赚回一笔彩礼钱, 林三姑咬了咬牙, 顶着一众打量和嫌弃的目光, 去衙门交伐营, 把两个女儿赎了回来, 回到童游巷后, 林三姑甩手就狠狠给了她们一人一个耳光, 钱宝翠和钱兰翠跪在地上躲都不敢躲, 莫说本就没什么心眼的钱宝翠, 便是钱兰翠的胆子也在衙门里被吓破了, 那, 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 两人想起来还是经不住瑟瑟发抖, 林三姑站在破落的小院中, 不想再见到这两个不成样子的女儿, 和赞没赞相的儿子, 她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心中一片茫然, 她是怎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接下来该怎么办, 星号星号星号轻易巷口围着一大群人, 人群中是跪在地上的林三姑和三个儿女, 面对众人的议论和讽刺, 钱家三姐弟紧低着头, 林三姑却直勾勾地望着轻易巷的方向, 目光坚定, 林家的管家林响很快将消息送到内院, 老爷, 钱夫人带着儿女跪在轻易巷外, 说他们已经身无分文, 祈求老爷送他们出城, 听说了钱家姐妹闹事, 回娘家来看看情况的林二姑, 听了管家的话, 脸上便有了怒死, 房事也是如此, 跟林二叔一同回到宣州, 打算接父母回家的房二舅, 想当年他为妹妹送假时, 林三姑算计他的事, 案道真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易, 大哥重情, 凳子还没坐暖的林二叔, 不愿让重情的大哥, 出去面对林三姑, 站起身道, 大哥, 我去把他们打发了, 你刚回来, 在家里歇着, 我去看看, 林二姑刚站起身, 林二姑也跟着站了起来, 大哥, 我跟你一块去, 站在母亲身后的林如玉刚要开口, 却被母亲用目光制止了, 带父亲和二姑出去后, 林如玉还是向母亲道, 娘, 前夫人身上肯定藏着银子呢, 她习惯把家底都带在身上, 房事点头, 你二姑母肯定知道, 也对, 二姑母跟前夫人是一块长大的,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前夫人的脾性, 二姑母肯定非常清楚, 林如没一个劲地给大姐识眼色, 示意她跟自己一块出去看热闹, 林二姑虽然看着显雅文静, 但生气起来, 却是非常吓人的, 林如玉也有些心动, 但外边人多眼杂, 他们出去看热闹, 很容易被人发现, 只能在家里等消息, 二婶温氏看俩小丫头打没眼官司, 哪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咳嗽一声开口道, 娇娇怎么知道前夫人身上藏着银子, 见家里人都看着自己, 林如玉解释道, 因为前家是童油巷里最热闹的一家, 小五他们常去看热闹, 我听小五说前家遭了好几回家贼, 为此前夫人还发卖了家里的婆子, 管事, 这种情况下, 前夫人一定不放心把钱财放在家里, 林如玉感兴趣问道, 姐, 他们从蒲县过来时行李不是都丢了吗, 估计也没多少钱财了, 否则也不会跑过来丢人, 林如玉解释道, 前家搬到宣州城的这三个多月, 虽然也买粗粮, 但都是足量买的, 前夫人还曾到街市上转悠, 打听铺子怎么买, 想在宣州城中置业, 所以他肯定有钱, 至于丢人不丢人的, 他们都决定要走了, 离开这里谁知道他们干过什么, 他今日过来, 一是想请咱们派人护送他们, 二是想让人知道他们已经没银子了, 不要打他们的主意, 林如玉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是这样, 温氏连连点头, 见女儿一脸蠢样, 恨铁不成钢地点了点她的脑袋, 你可长点心吧, 这么明摆着的事都想不到, 林如玉捂着脑袋, 不服气道, 刚才我姐说时, 娘的嘴张得比我还大呢, 你肯定也没想到, 旁人还算收敛, 林二叔却拍着桌子笑得极为大声, 梅儿说对了, 以你娘的脑子肯定想不到, 众人温氏答得理所当然, 我想到了一点, 只是没娇娇想得透彻, 不过我想不想得到没关系, 梅儿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 林如玉瞪大眸子, 觉得母亲这话说得非常有问题, 房老夫人和房氏, 林如玉却都听明白了, 要嫁人的, 却不一定能有二婶这样的福气, 找到林家这么好的人家, 遇到林父林母这么好的家人, 林如玉看着笑得欢快的二叔, 和一脸得意的二婶, 也跟着笑了, 二叔和林三姑都是数出, 但为人处事大不相同, 上一世, 父亲死在长州未能归来, 二叔也被人害死, 自始至终, 林三姑从未路过一次面, 连书信都没来过一封, 对于这样的人, 林如玉绝不可能心软, 林如玉需要办的事情太多, 本没将林三姑一家放在眼里, 但在童游巷里, 听到鸾酒和钱兰翠合谋, 打算在扒在林家身上吸血时, 林如玉便设下了今日之计, 林家愁断装门前的闹剧, 除了那个被要迷了神志的乾春, 其他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他就是要逼得钱家四口在宣州无法立足, 将他们赶到城外去, 林父和林二姑很快就回来了, 林父没说什么, 林二姑只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 他们身上的银子足够租车, 买田的用不着咱们施舍, 便把林三姑一家的事接了过去, 带二姑母走后, 林如玉听去看热闹的语音, 激动不已地讲着, 林二姑是怎么一句话堵住钱夫人的嘴, 让他们一家子落荒而逃的, 身无分文, 让姐姐派马车送你们出城安顿, 可以, 你身上藏的上千两银票都拿出来交给我, 我就派人派车, 二姑奶奶话音一落, 两个粗壮的婆子就撸袖子过去了, 吓得钱夫人脸都变了, 语音好奇多呢, 钱夫人珍藏着那么多银子呢, 云娟机灵笑道, 好奇的不止你一个, 好奇之后忍不住手痒的更不止一两个, 这会儿的林三姑在别有用心的人眼里, 就是只带宰的肥养, 林如玉灵动的眸子一转, 笑道, 他们若想平安离开宣州, 还要大出一次血, 果然不出林如玉所料, 被人盯住的林三姑连家都没回, 就带着儿女们去了镖局, 请镖师护送他们出城, 护送钱家四人去宣州下阳县, 标营一共三百两, 梁道标局的人走后, 如玉春来找林如玉, 说起林三姑去梁道标局重金雇标师的事, 我大师兄说, 钱夫人听到这标价, 直接就跳了脚, 下阳县在饶州和宣州交界处, 那边叛军还未彻底肃清, 梁道标局收三百两的标营一点不多, 林三姑刚一百两银子熟人, 又三百两雇标师, 肯定是肉疼了, 如玉春靠近林如玉身边, 笛声问道, 衙门罚钱加一百两银的事, 林如玉摇头, 我没插手, 是衙门的人办的, 你是没插手, 但沈哥可就不一定了, 衙门的捕头张开, 与沈哥关系好的, 就差败靶子了, 如玉春从丫鬟手里, 接过两个手势盒, 递到林如玉面前, 这是我给你选的一堆玉钗和一盒珍珠, 二妹看看可喜欢, 现在林家最重要的是, 是林如玉的吉吉之礼, 林如玉是高价, 林家上下卯足了劲, 要把他的吉吉之礼, 办得体体面面的, 这个体面不只是用钱来堆, 但该准备的东西, 林家都要用最好的, 离这吉吉还有四日, 只三拆, 林如玉便收到了十几只, 林如玉每一只都很喜欢, 现在嫂子又给他送簪子, 林如玉也不推辞, 大大方方收了下来, 带到了林如玉吉吉这日, 林家贵客迎门, 为他插簪的世主太守的夫人, 和东竹先生的妻子, 宣州城中有头有脸的人家, 都来道贺, 林家整整热闹了一日, 送走宾客后, 林如玉觉得自己腰酸腿疼, 就连脸都笑酸了累人, 真的累人, 想到成亲比这还累, 林如玉生无可恋的羊躺在床上, 不嫁了, 他不要嫁了, 贤英走到床边, 见林如玉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 眼里闪过赞叹, 林如玉虽刚满十五, 但身体已经长成, 随意躺在床上, 便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美人图, 守在床边的云娟, 见贤英这是个时辰进来, 眼皮就跳了跳, 随她走到屋外低声问道, 贤英姐, 是公子来了吗? 贤英点头, 把一小瓶药酒递给云娟, 公子怕姑娘累着了, 特意送药酒过来, 让咱们给姑娘揉揉脖子, 公子时刻挂记着自家姑娘, 让云娟眉开眼笑的结果药酒, 先让姑娘睡会儿, 待她醒了沐浴时再用, 与林傅一起送完兵客的沈哥, 最后一个走出林家大门, 仔细查了一遍轻易向内的岗哨, 确认无人能偷入林家, 才带着沈良勇和沈寻返回川街巷, 林如玉急急之后, 沈哥便要与渡城后将军一块带兵, 去清剿饶州和河州的叛军了, 但他心里却总觉得不踏实, 在林家绸断庄前, 想袭击林如玉的乾春, 是被人吓一种在江湖上都少见的, 短时间让人体力, 暴涨树被迷失神智的药, 因为药量下得极大, 不会武功又年纪小的乾春, 被押送到衙门后不久, 便因受不住药力, 经脉禁断蹊跷撬流血而亡, 其壮凄惨异常, 查了这几日, 沈哥却连下药人的一点影子也没找到, 想到有人在暗地里盯着林如玉, 沈哥恨不得决第三尺, 把人找出来捏死, 现在最恨林如玉的, 当属河州的郑永妇, 但朱太守提审了河州叛军统领郑永妇, 以确认下药的人不是河州安插在宣州的暗线, 不是郑永妇, 能拿到密钥, 手段又如此狠辣的, 沈哥推断只有逃跑的安王世子贺久明, 严格算起来, 是林如玉和他沈哥一起, 毁了贺久明一步又一步的棋, 所以, 贺久明那疯子逃走之后, 很有可能安排人到宣州来寻仇, 见自家公子板着脸盯着暗夜, 武安侯府的管家沈寻低声劝道, 对方此举意在扰乱公子的心神, 公子一定要沉住气, 潜藏在暗处的人给乾春下毒时肯定知道, 没有武功的乾春不可能攻击到林如玉, 所以他此举的意图不是杀人, 而是让林家和沈哥知道, 暗中有人死死盯着他们, 这次他能给乾春下药后全身而退, 下次就能给别人下药, 他就是想让林家人恐慌, 让沈哥恐慌, 沈哥深吸一口寒凉的空气, 望着天上的半圆的月亮, 回道, 一辈子碰在手心里的人, 沈哥都不敢想林如玉真得出事, 他会变成什么样, 公子年纪还小, 心性不够沉稳, 这样的事情遇得不多, 沉不住气也在情理当中, 让沈寻惊讶的是被仇家盯上的林如玉, 比公子还小一岁的林如玉, 表现得实在是太沉稳冷静了, 林如玉和沈哥的婚期定在了明年3月19, 据现在也只有半年时间了, 林家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林如玉的嫁妆时, 沈哥也带着八百优后卫, 赶往河州平乱, 郑永父和郑永贵虽然都被关押到了宣州, 但因河州军基本上都参与了叛乱, 潜逃或隐藏的河州军需要外部力量肃清, 沈哥此行便是帮助河州太守和通守整顿河州军, 沈哥这这一去便是一个多月, 直到进入腊月才派人送回消息, 说他过几日回来过年, 可还没等林如玉高兴两日, 饶州的密信便送到了沈哥手中, 安王世子贺炯明藏身在饶州叛军之中, 于是肃清了河州叛军的沈哥立刻与渡城后带领兵马赶往饶州, 捉拿贺炯明, 这一去怕是要在饶州山林里过年了, 捧着暖手的铜炉穿着暖和的衣裳, 站在窗口赏雪的林如玉望着在风中飞扬的雪, 呼出了一口白气, 现在已经数九, 快到了天最冷的时候, 沈哥在山林怕是更难熬, 待在给他添两件预寒的衣物, 云娟, 我记得库房里是不是有几张黄色的貂皮, 你去取过来 是 云娟经由丫鬟们刚刚扫出的路, 轻快跑去姑娘的库房取貂皮, 林家正在给林如玉置办嫁妆, 专门将一座客院辟为摆放嫁妆的库房, 现在客院内的左右厢房里, 已经摆得满满当当了, 云娟和两个小丫鬟把取来的貂皮摆在闺房桌上, 姑娘, 除了这几张土黄色的, 库房里还有六张黑褐色的, 四张紫黑色的, 奴婢觉得那几张紫黑色的, 最衬姑娘的肤色, 做披风定很漂亮, 飘落在皮子上的几片雪茎屋之后, 化成了水珠, 林如玉抬手把水珠抹去, 摸着厚实的皮子道, 那几张先留着, 用着这几张送去针线房, 给沈哥做一件皮球, 一副护膝, 再挑一张带毛的羊膏皮子, 给他做一双皮靴, 吩咐针线房三天做出来, 原来是给准姑爷做的, 云娟笑嘻嘻硬朗, 与小丫鬟们抱着皮子, 跑进了雪中, 看着姑娘又捧起医术的贤英张了张嘴, 想跟姑娘说公子活力旺, 穿不了太后的皮球, 但又把嘴合上了, 姑娘给公子准备预含衣物是新意, 公子收到肯定会高高兴兴, 贤英正在为姑娘和公子感情好而开心时, 便听姑娘问道, 贤英姐, 咱们送去新疆的年礼, 该到了吧, 林如玉和沈哥已经正式定亲, 两家已经是殷亲, 逢年过节应送年礼, 房氏跟女儿商量过后, 不止给武安侯府准备了年礼, 登州沈哥的舅舅家也送了一份, 当然还有镇守安州的沈存玉那边, 登州和安州离着宣州近, 年礼已经送到了, 但新疆的年礼, 婴还在路上若是路上不遇大雪, 应该就是这一两日到, 侯府的年礼应该也在路上了, 贤英来了兴致, 这次的年礼一定有新疆的酱鸭子, 姑娘肯定会喜欢的, 审询到了宣州后, 特意搜集了林家长辈和林如玉的喜好, 将信送回了新疆, 侯府肯定会按照他们的喜好准备年礼, 爱吃酱肉的林如玉, 定会收到新疆远近闻名的酱鸭子, 他抹黑灵动的毛子里, 净是笑意, 羽鹰在雪地里依旧跑得飞快, 冲进屋里子欢快道, 姑娘, 郑昌明将军从安州过来, 把沈元帅的年礼和福少爷的书信送过来了, 沈存玉率兵平定安州之乱后, 将军公布送去了新疆, 朝廷论功行赏, 郑昌明被封郑七品郑远将军, 林大福被封郑五品车骑将军, 沈哥被封郑四品票骑将军, 郑昌明除抓住了隋安王潜逃的安州太守外, 还大大小小立了六次军功, 本该有更高封赏, 但因其父亲和伯父加入叛军与朝廷作对, 所以只被封了郑七品, 即便如此, 郑昌明已是十分满足, 万分感恩了, 因为郑昌明的的伯父郑永复和父亲郑永贵加入了叛军与朝廷作对, 犯的是叛国谋逆的重罪, 郑家除了他们这一支, 其他族人皆被株连或死刑或冲军发配, 只有郑昌明的母亲和妻儿因他戴罪立功, 未被株连, 郑昌明的父亲郑永贵虽然最后关头与其兄长郑永复闹翻了, 还偷偷给宣州太守送信告密, 但这点功劳不足以抵消他在河州犯下的罪孽, 所以依旧被押在宣州大牢内听后发落, 郑昌明此来宣州主要是为了父亲的事, 晚上用饭时, 林如玉听二叔讲起了郑昌明, 郑将军去了安州这几月, 真跟换了个人一样, 以前是为开口谈师, 闭口论话的翩翩家公子, 现在成了身穿铠甲的将军, 真跟脱胎换骨了一样, 林副也对郑昌明赞誉有加, 当初他躲过追杀, 在河州上了咱们家的船, 我还以为他是到宣州逃命, 没想到他是要从避死之局中杀出一条活路, 房氏借机较子, 郑将军二十一岁遭逢巨变, 戈壁持刀苦练武功, 出生入死立下战功, 不只救了他, 还救了他的母亲和妻子, 孩子, 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当作的事, 林如玉举一反三, 大福哥也很厉害, 他在家十日日苦练剑术, 才能成为神射手, 在战场上射杀敌人, 光宗耀祖, 众人被林如玉逗笑了, 已经成为将军夫人的卢玉春真心道, 大福能走到今日, 不只是因为他有天赋, 啃下苦功, 更是因为母亲费心为他寻来粮食, 因为元帅和沈哥肯提携他, 若不是, 沈哥肯带着他, 军中那么多神射手, 论资排辈, 也轮不到大福去射杀贺炯招卢玉春对林家, 对沈哥充满感激, 阿恒立刻举一反三, 母亲, 大嫂, 我明白了,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六岁的林渡恒身上, 房氏温和问道, 阿恒明白了什么, 阿恒认真道, 孩儿明白为何郑将军来的时候, 反复说他要感谢沈大哥了, 因为沈大哥在军营里也帮助了他, 众人都笑了起来, 林二叔斗侄子, 阿恒还明白了什么, 阿恒抬着小脸, 认真道, 跌跌交过,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路才能越走越宽, 沈大哥, 大福哥, 郑将军, 他们的路都会远走越宽, 阿恒说得对, 林二叔哈哈大笑, 阿恒小小年纪就能看懂这么多道理, 着实让家里人高兴, 林家, 后继有人, 大月十三, 以祈福, 祭祀, 林如玉和妹妹林如梅陪着外祖母到城中观音庙上香, 求菩萨保佑家宅平安, 万事顺遂, 观音庙内, 辣梅已经开放, 与上位融化的积雪, 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梅雪争春图, 林如玉见外祖母雅兴十足, 便扶着他在观音庙后院内赏梅, 林如玉更是向庙里的和尚要来一把剪刀, 要剪几只漂亮的梅带回府中, 送给母亲和伯母赏玩, 房老夫人不愿拒着外孙女, 转了一圈便要去疗房歇息, 留他们小姐妹俩在院中挑选梅枝, 林如玉把外祖父送回房中, 也兴致勃勃地拿了一把剪刀返回梅林, 却没瞧见二妹, 一问才知道二叔也来了观音庙, 二妹跑到前殿去了, 林如玉问道, 可有侍卫跟着, 有两人, 听到有人跟着, 林如玉便没再多问, 提着剪刀抬头挑选含苞待放的梅枝, 这片梅林是庙里的和尚精心栽培的, 共有黄, 白, 红三色梅, 交香灰映, 美不胜收, 林如玉各色挑了两枝, 然后把剪刀递给云娟, 自己抱着梅清秀, 梅的香被称为暗香, 似有若无, 难以捕捉, 却又实时庆人心提, 历来被文人默克所称颂, 希望沈哥尽快抓住贺炯明, 返回宣州过年, 这样他们就能一起来赏梅了, 林如玉闭目清秀梅香, 听着前殿内不时传来的遥远宣道声, 嘴角微微翘起, 会心微笑, 姐, 林如玉抱着梅, 欢快跑了过来, 姐你看这两只红梅, 漂亮不漂亮, 妹妹选的梅, 跟她的性格一样热烈, 就像雪里的一团火, 林如玉笑着点头, 漂亮, 二叔跟谁一块来的, 跟郑将军, 林如玉把梅交给丫鬟, 拉着姐姐的手, 往她认为最漂亮梅树走, 咱们去那边, 那边有一只开得正好的, 再见最后一只, 他们今日已经捡了不少, 再捡下去庙里的和尚该急了, 林如玉跟着妹妹往前走, 随口问道, 只有二叔和郑将军们林如玉的全部心思, 都放在梅上, 随口答道, 我只看到他们俩, 不知道有没有别人,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林如玉看了一眼贤英, 贤英立刻会议, 派人去了前院, 带小姐妹俩返回房老夫人歇息的疗房时, 贤英便把消息带了回来, 除了二爷和郑将军外, 还有朱二爷, 朱二爷是和郑将军一块过来的, 二爷与他们在路上偶遇, 就一块来了, 林如玉点头, 叮嘱道, 派人保护好二叔, 别让他跟着郑将军一块出城, 是, 贤英应下, 快步走了出去, 房老夫人问道, 娇娇觉得哪里不妥, 林如玉低声道, 郑将军的父亲和伯父在大牢里压着, 他的母亲和妻儿还在河州东山内, 按理说他这会儿, 应该没心思闲逛烧香, 闲去吃酒才对, 房老夫人却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他现在在宣州奔走, 一是为了他父亲, 二是为了他自己的前程, 若他父亲被判斩刑, 他身为谋逆罪臣之子, 便是力再多战功, 在军中到头也不过是五六品的副将, 若他父亲能因最后关头幡然醒悟, 戴罪立功被免于处罚, 他的仕途便能平顺许多, 不管是你二叔, 还是助太守的嫡孙, 对他来说都是助力, 林如玉却摇了头, 他若想替他父亲求情, 肯定会直接跟太守求情, 而不是拐弯找我二叔或住家公子帮他说好话, 房老夫人笑了, 你说的是那是领川县城之子郑昌明, 现在的这个是经历人生大起大落, 戴罪立功归来的郑昌明, 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外祖母说得对, 林如玉觉得外祖父母说得有道理, 但他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想见一见郑昌明, 但他们从观音庙出来时, 二叔与郑昌明已经离开寺庙去吃酒了, 林如玉跟过去不合适, 便陪着外祖父回了家, 带二叔回来后, 林如玉跑到前院, 问二叔去了何处, 跟什么人吃酒, 虽不知侄女为何关心起这些, 但喝得微醺的林二叔还是开始细数, 在清雅幽居跟郑昌明, 助学文, 杜培林, 二叔说的几个人都是以前跟郑昌明玩得好的, 清雅幽居, 是处环境清幽的高档十四, 这两样都对, 但林如玉还是不放心, 二叔觉得郑昌明跟以前差别大吗? 林二叔靠在椅子上感叹道, 经过了这么多事, 怎么能不大呢? 二叔觉得他现在总有股强颜欢笑的劲儿, 林如玉继续追问, 他找您和其他人吃酒, 是为了他父亲的事吗? 林二叔顿了顿, 才叹息道, 世人都有难处, 他能走到现在不容易, 能帮的我们都想帮一把, 但这件事说实话, 我们几个真帮不了, 林如玉抬眸, 认真问道, 二叔有没有想过把他带到我爹爹面前, 让我爹爹帮他出出主意? 这个, 林二叔挠了挠头, 我是有这个想法, 但又觉得这事咱们家不适合插手, 可是不管他, 我又觉得, 哎, 真是一步错步不错, 郑家兄弟俩走错了路, 他们的儿孙为了活路, 就只能低声下气求人, 爹爹心眼多, 门路多, 说现在林家又跟武安侯府结了亲, 郑昌明若走投无路, 到林家来求父亲帮忙, 父亲肯定会见他, 林如玉点头, 二叔的意思我明白, 但咱们家是伤不是关, 衙门的事咱们管不了, 二叔该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咱们也没法子, 大哥肯定也这么说, 林二叔又叹了口气, 林如玉回到自己的荣心院后, 立刻把贤因和洛显都叫了过来, 严肃道, 我怀疑郑昌明是贺炯明假扮的, 贤因和洛显都吓了一跳, 贺炯明不是在饶州叛军营中吗, 怎么又变成郑昌明了, 姑娘的意思是, 现在的郑昌明是贺炯明贴了面具假扮的, 洛显提醒道, 姑娘, 郑昌明进城时, 首传官兵仔细查验过他的身份, 还抹了他的下额, 他没有贴人皮面具, 贤因也道, 属下记得小公子说过, 元帅已派人将安王府的人都审问过了, 安王府会制作人皮面具的工匠只有一人, 且此人已经在去年底病死了, 贺炯明没办法心致人皮面具, 假扮不了郑将军, 林如玉摇头, 他可能早就有郑昌明的面具, 你们可还记得, 去年贺炯明假扮安自远的身份, 被咱们识破后不久, 郑昌明就来宣州给太守夫人贺寿, 跟着郑昌明一块来的随从, 就有贺炯明的侍卫, 此时, 洛显和贤因都记得, 当时姑娘还说过, 贺炯明曾假扮郑昌明的随从, 倒过一次林家, 不错, 林如玉继续分析道, 角兔三窟, 贺炯明不可能只有一个假身份, 郑昌明可能就是其一, 郑昌明的身量, 脸型, 大体与贺炯明相仿, 且他对郑昌明的家世背景十分了解, 假扮郑昌明的难度不大, 若说贺炯明假扮安自远, 是想从林家和太守夫人入手, 拿下宣州城, 那么他假扮郑昌明, 就是想直接从官场入局, 郑昌明是领川县城之子, 本身就在官场之内, 而且, 郑昌明的父亲郑永贵, 原就是贺炯明的手下, 十五岁的林如玉站在桌前, 十分笃定这一点, 我记得沈哥曾经说过, 去年郑昌明本计划出门探访名山大川, 却在临行之前, 被他父亲派来来宣州, 给太守夫人贺寿地说到这里, 林如玉继续道, 所以, 最大的可能性是, 安自远的假身份被揭穿后, 贺炯明怕假扮郑昌明再被揭穿, 所以他让郑昌明来了宣州, 而他化作郑昌明的随从前来, 观察宣州局势, 正是因为他在宣州, 才能在私仓书佐徐陆园即将暴露之前, 派人将其灭口, 嫁祸住太守, 然后在假借查案的机会, 名正言顺地从安州到了宣州, 贤英也觉得林如玉分析得很有道理, 转头问洛昌, 若真如此, 郑昌明可能已经出事了,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还不等洛昌开口, 林如玉便道, 眼见为实, 我要尽快见一见郑昌明, 不可, 洛昌和贤英一口同声反对, 若郑昌明真是逃跑的安王世子贺炯明假扮的, 林如玉去见他, 必会陷入险境, 林如玉逐意已决, 既不可失实不再来, 明早我就要见到郑昌明, 只要偷偷看一眼, 我就能确认他是不是, 若只是偷偷看一眼, 危险性还不算大, 贤英和洛昌没再反对, 林如玉跑去一套院间父母, 将自己的推测讲了一遍, 林夫皱紧眉头, 娇娇推断地在里, 郑昌明这次回来, 确实与去之前判若两人, 娇娇你说, 你只要看一眼, 就能判定现在的郑昌明, 是不是贺炯明假扮的, 林如玉答得十分干脆, 我能, 房氏听女儿讲过他的梦境, 也相信女儿能一眼认出来, 娇娇说得对, 现在必须马上确认郑昌明的身份, 娇娇不用出门, 让他来咱们家便是, 怎他来做什么, 林如玉问道, 房氏看向丈夫, 林夫立刻明白了妻子的意思, 娇娇弄服药, 让我病一场, 得知我病往, 他肯定会登门探望, 到时, 娇娇不闭路头, 偷偷看一眼就成, 林如玉不愿父亲装病, 其实, 我可以出去, 不行, 林夫林母齐声反对, 林夫的声音大了些, 怕吓着女儿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 放低声音劝道, 若他真是贺炯明, 必定会十分提防咱们, 你出门去偷看他, 必定会打草惊蛇, 再说, 若他真是贺炯明, 咱们都要小心谨慎, 以免被他算计了去, 所以, 不出门是最好的办法, 你在家准备嫁衣, 你母亲有欲, 我在装病养病, 你二叔就得接手查账的事情, 也就名正言顺地, 没办法跟他混在一处了, 林如玉想了想, 甜甜笑道, 还是爹娘考虑周全, 贱女儿没有因为贺炯明再次出现, 而陷入慌乱, 林母既骄傲又心疼, 用手暖着他略良的小手道, 佼佼放心, 若他真是贺炯明, 这回他就休想逃出 宣州城林父也爱怜地 摸了摸女儿的脑袋, 若真是, 咱们当场把他抓了, 不行, 不能当场抓, 郑昌明还在他手里, 想个万全之策, 第二日一早, 林二爷带着府中的两个管家 赶往宣州码头, 陆遇郑昌明两乡停下说话, 郑昌明笑道, 二哥这是, 林二爷叹了口气, 我哥身体不适, 让我去传行查年账, 今日的戏, 我是没办法与你们一块听了, 郑昌明满眼担忧, 仔细打量林二爷的神色, 林家主事, 林二爷又叹了口气, 最近酒席一场接着一场, 我哥喝多了, 酒肠味不安又受了凉, 续在家敬养几日, 好应对年底的诸多事务, 郑昌明目送林二爷走后, 返回客栈中, 吩咐随从买了几样礼品, 提着赶往轻一项探望林父, 待见到林父时, 郑昌明便知他是真的病了, 因为林父面色不佳, 说话也中气不足, 郑昌明很是敏锐地发现他面前茶盏里飘着的不是茶叶, 便问道, 您喝的是? 林父苦笑, 是杆黄草, 郑昌明知道杆黄草乃是调理肝脏损害的药草, 但用杆黄草泡茶喝, 他确实第一次见, 不由地又多看了两眼, 林父见他感兴趣, 便含笑解释道, 这是小女的主意, 说这是药茶, 说吧, 两个人都笑了, 还越笑声音越大, 四只药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便在这时, 屏风内传来响动, 郑昌明的目光虽未看向屏风, 但若仔细看却能发现, 他已在亲耳留意屏风后的动静, 屏风后, 房氏用了握了一下女儿的冰凉的手, 示意她不要动, 便让丫鬟扶着自己走了出去, 含笑给郑昌明见礼, 郑将军, 郑昌明连忙起身相让, 夫人快快免礼, 使不得, 你不是在给娇娇挑选布料吗? 在听丈夫说到给女儿挑选布料时, 房氏敏锐地感觉到郑昌明的眼神发生了一丝变化, 他扶着腰, 缓缓走向远离灵妇的椅子, 当然也是远离郑昌明的位置, 且正好在屏风附近。 房氏稳稳坐下后, 笑着与郑昌明画了几句家长, 便问起了在军中的义子。 家中有贵客制, 房氏分为当家主母出来拜见, 并询问与他同在军中的义子的情况, 合乎情理。 郑昌明温和有礼的应对, 将大夫在军中的事一一告知, 与沈哥讲得分毫不差。 且, 他未穿树领的外肠, 下颚和脖梗清晰可见, 怎么看也不像是旁人贴了人皮面具假冒的, 但女儿方才的神色变化和态度, 却让房氏清晰地知道此人不是郑昌明。 因知道了此人是假冒的, 房氏便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别扭。 譬如, 他面上表情有些僵硬, 有些假。 若不是知道他是假冒的, 房氏定会以为是军中历练了数月, 让他更加沉稳, 喜怒不形于色了。 房氏看出的是郑昌明表情僵硬, 林如玉则是从通声的气质来判断的。 他随着母亲进入屏风后, 第一眼看到郑昌明, 便知他是贺炯明假扮的。 这人曾与他朝夕相处, 又与他有弯心之仇, 莫说他只是换了身衣上贴了张面具, 便是他化成灰, 林如玉也认的。 啊, 夸张了, 化成灰他肯定认不出来。 因怕惊动了郑昌明, 在确认了他的身份后, 母亲走进会客厅时, 林如玉便推进了礼间, 并将自己的存在感将至最低, 以免打草惊蛇。 因为他知道贺炯明有多小心谨慎。 郑昌明一边与林妇林母说话, 一边不经意地打量屏风, 他敏锐地察觉到屏风后有人。 是谁? 郑昌明的心往下沉, 阴郁之气开始在眼底汇聚, 站起身告辞。 房氏也站了起来, 温和笑着, 将军现在可还做画。 郑昌明面带苦笑, 坐,前一段一直画人像, 画得有些厌烦了。 郑昌明由善公笔人物, 沈哥以前便常找他做画像, 去了幼侯卫之后, 他更是画了一幅又一幅的人物像。 长江珠州张贴的安王世子 贺炯明的悬赏告示上的画像, 便是出自郑昌明之手。 房氏温和笑道, 这几日还没开得正好, 这批画布赠予将军, 贺将军升迁之喜。 房氏说罢, 屏风后捧着染色细绸画布的小丫鬟走了出来, 双手将画布送到郑昌明面前。 他一出来后, 郑昌明敏锐察觉到屏风后再无一人。 看来, 真是他多心了。 郑昌明笑容温和, 双手接过画布道谢, 告辞离去。 林傅将他送出府门后返回前院会客厅, 见妻子向他点了点头, 面色便沉了下来。 贺炯明当真是好大的狗胆, 接下来该怎么办? 思索了一夜的林如玉已经有了计策, 爹, 娘, 你们觉得他来宣州做什么? 林傅答道, 救郑永贵。 房氏也点头, 从贺炯明这几日的行动来看, 他确实是奔着郑永贵来的。 他为何要救郑永贵? 房氏进一步推测到, 郑永贵手里有他想要的东西。 假冒郑永贵之子的身份, 进宣州接近郑永贵, 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身份。 林傅低声道, 事不宜迟, 咱们得尽快将此事告知太守大人。 林如玉看向父亲, 爹爹, 您觉得太守大人知道后会怎么做? 女儿觉得他未求稳妥, 会直接抓住贺炯明, 一旦贺炯明被抓, 被他抓去的郑昌明可能只剩死路一条了。 郑昌明虽是右后卫的七平武将, 但他是最臣之子, 他的命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值钱, 也不值得让住太守去冒险。 从内心里, 林傅也不愿冒这个险, 若再次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 等他拿到他想要的, 定会腾出手来收拾咱们。 房氏则看向女儿, 娇娇可有良策。 有, 林如玉抬眸, 安州攻破之后, 我向神一谷新门主请教, 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追踪一个人, 新门主送了我这个, 爹爹请看。 林如玉将桌上的小木盒取过来打开, 林傅看了之后吓了一跳, 蝎子。 嗯。 林如玉把盒子转了个方向, 爹爹在看, 发现女儿无论怎么转, 墓盒里的三只蝎子, 都向着女儿所在的方向爬, 林傅也算是见多识广, 立刻明白了, 娇娇身上有东西吸引他们。 是一种药粉, 只要三十丈内有此药粉的气味, 蝎子便会趋之若鹜。 林如玉把装有药粉的小瓶子盖上后, 约某一盏茶的功夫, 墓盒里的三只蝎子, 失去了方向, 开始乱爬。 刚才上的茶中, 有此药粉, 他饮了茶, 只要不服用化解药粉的解药, 蝎子就能找到他。 这种药粉和解药都是新门主新研制的, 除了他为只有女儿这里有。 只要把这蝎子交给暗中监视贺炯明这样, 就不怕贺炯明再次逃脱了。 林傅忍不住抬手揉了揉女儿的小脸, 爹得娇娇, 怎么就这么聪明能干呢? 林如玉得意地笑了, 此人十分警觉, 女儿的打算是先不要将此事告知太守大人, 等他从郑永贵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后, 自会离开宣州。 咱们派人跟着他, 等找到郑昌明后, 咱们再将他们一伙一网打尽, 以绝后患。 好, 就这么办。 林傅拍板, 太守大人那边先不说, 但沈哥那边得跟他讲一声, 他和杜将军还在带着人在抓人, 我怕他中了地方的奸戒。 当初又沈哥赶往饶州, 说不定也是此人的主意。 若沈哥在此, 以他对郑昌明的了解, 贺炯明怕是糊弄不过去。 商定大计后, 林傅又开始对三只蝎子好奇了。 一家三口围在桌边盯着幕盒内的三只黑褐色蝎子看, 林傅护住妻子, 蝎子有毒, 你不要靠太近, 房氏一点也不怕, 我又不碰他, 怎会中毒? 那可不一定, 这可是神医弟子养的蝎子。 林傅侃侃而谈, 正经的蝎子这会儿已经冬眠了, 哪能这么活泼? 房氏惊了, 瞪大美眸, 蝎子也会冬眠。 林傅反问, 夫人可在冬日里见过蝎子。 知道这个, 很娇貌房氏气鼓鼓地瞪了丈夫一眼, 莫说冬日, 便是夏日我没见过蝎子。 见妻子这般模样, 林傅笑得温柔, 我怕夫人受惊, 家里四处都放着驱赶蛇虫鼠马的药呢。 房氏立刻道, 我才不怕这些。 嗯, 夫人不怕, 为夫怕。 拿着蝎子的林如玉忽然感觉自己有点多余。 林如玉把幕盒中的两只蝎子交给洛显, 让他交给暗中监视贺炯明的人, 剩下的一只则留在他自己房中。 看着乱爬的蝎子, 林如玉因为贺炯明出现而变得焦躁的情绪, 瞬间就安稳了。 等救出郑昌明, 他定要将贺炯明宰了, 亲手。 虽然没给住太守送信, 林如玉却立刻给沈哥送了信, 让他不要被饶州叛军中的假贺炯明诱入陷阱之中。 假扮郑昌明的贺炯明回到客栈房中, 将提着的染色细筹随手扔在桌上, 阴沉沉哼了一声。 这细筹让贺炯明想到了林如玉赛雪的肤色和烟红的双唇, 还有他那张对积了自己胃口的脸和清澈见底的眸子。 明明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竟敢跟沈哥定亲。 贺炯明猛地抓住细筹, 脸越来越沉。 假扮官兵的代下看懂了自家主子的心思, 默默向后退了几步, 躲在角落里祈祷。 主子, 正是要紧, 千万不要动歪心思。 冯春就是为了抓林如玉才死的, 林如玉长得漂亮不假, 但却是个独女, 谁沾谁倒霉。 世子的春夏秋冬四统领, 三个都折在了林如玉和他未婚夫手里, 自己可不能重蹈覆辙。 可惜, 好得不来坏得来。 代下还没默念完, 便听贺炯明吩咐道, 派人盯着林家出城时将他一并带走。 代下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子, 或许, 他还可以垂死挣扎一下, 代下定了定神, 小声争取活命的机会。 您不是说要把林如玉留在沈哥身边, 让他当内蒙吗? 贺炯明把戏仇放在腿上, 细细抚平褶皱, 忽然温柔地让人毛骨悚然, 知道用毒控制正是两兄弟, 利用地形设下陷阱, 并杀死数百人的女子, 与沈猪师那等容易控制的蠢货截然不同。 谢咬死了, 本公子身边正缺一个毒女, 代下快要哭了, 将军不怕他怀有二心, 给您下毒吗? 哼, 贺炯明笑得愉悦, 抚摸细仇的动作也越发轻柔了, 会咬人的小兔子岂不是更有趣? 不过是个女人罢了, 只要收入房中怀了孩子, 就会一心一意了。 世子妃没嫁给世子时, 也是不情不愿的, 但嫁到安州后, 很快便被世子哄住, 给世子生儿育女, 一心一意伺候着。 不过, 生儿育女又如何, 世子为了能顺利从安州脱身, 毫不犹豫地让世子妃带着孩子 跟安王下了地道。 这几个月, 世子提都没提他们母子一句。 林如玉的下场并比世子妃还惨, 不过她活该, 谁让林家和沈哥不知好歹坏了世子的大忌。 想到林如玉的下场, 代下心中舒坦多了, 躬身硬下, 属下这就去安排。 贺炯明又奔走了三日, 终于求得林副点头, 帮他在助太守面前求情, 得了去牢里见父亲一面的机会。 顶着郑昌明的脸的贺炯明眼含热泪, 对林副再三道谢后, 迫不及带地去了死囚楼。 虽然是青天白日, 但位于地下的死囚楼内依旧昏暗一片, 火把都照不亮多大一块地方。 这里压抑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但贺炯明身处其中, 却极为舒服自在。 他, 喜欢极了这种地方。 救, 救救我, 听到声音声, 贺炯明转头看到身边的牢房内, 伸出一条瘦骨如柴的脏手臂。 顺着这条手臂, 贺炯明看到了一张肮脏不堪的, 面皮松哒哒的脸。 这张面皮一定很好包, 贺炯明对着这张脸露出嗜血的浅笑。 牢里的人被这笑容下的魂不附体, 脸滚带爬躲得远远的。 领路的狱卒是个多嘴的, 见郑昌明盯着黑洞洞的牢里看, 便主动介绍道, 那是邻家主的亲侄子, 他们父俩涉毒剂想吞了邻家的钱财, 害死了三十多口人。 他爹秋末被拖去菜市口斩了, 这小子虽然捡了一条命, 不过也活不了几天了。 他们父俩遭了报应, 天天浑身疼得哆嗦。 贺炯明温和道, 害人中害己, 他们是旧游自取。 还是郑将军通透? 狱卒走到尽头, 把火把插在墙上的铁环中, 令尊就在这里边, 将军有两盏茶的功夫。 狱卒走了后, 牢里蓬头垢面的郑永贵, 缓缓抬头, 带看清站在牢房外的, 竟是他儿子时, 郑永贵站起身冲了过来, 带在两只脚上的铁链 滑笼笼作响。 他用森白枯瘦的手指 紧紧抓住栏杆, 盯住牢房外一身光鲜的儿子, 嘶哑逼问, 狱卒为何称你为将军? 你在幼侯卫里立军功被封的? 几品? 七品? 贺炯明模仿郑昌明 跟他爹郑永贵相处时的动作神态, 宫镜中带着几次不耐, 硬邦邦道, 您身体可还好。 你看老子哪里好? 郑永贵骂骂咧咧咧, 你跟着沈哥跑去诱后围累死累活, 就只捞了个七品小将。 呸, 没用的东西, 快去想办法, 就老子出去。 贺炯明笑着靠近来栏杆边, 声音低的, 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 你猜我为何只有七品? 这声音, 这语气, 这神态, 哪是他那不孝子郑昌明, 这分明就是安王世子贺炯明, 郑永贵下的腿一软, 差点跪在地上, 世子当真是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跑到这里来不过, 这也是郑永贵咬紧牙关, 苦苦等待的最后的活命机会, 他达得极快, 想活。 贺炯明直起身, 静静看着郑永贵。 郑永贵被他看得心里发毛, 但求生的欲望还是占了上风, 毕竟这个机会, 他已经等了两个多月, 绝不能轻易放过, 只有我一人知道, 您先把我救出去。 贺炯明像是没听到郑永贵说什么, 依旧居高临下, 淡淡盯盯着他。 他这样, 郑永贵心里更没底了, 直到狱卒那缓慢又沉重的脚步声传入耳中, 郑永贵急切到连忙道, 您可要想清楚, 否则就是鸡飞蛋打。 贺炯明依旧盯着郑永贵, 连话茬都不见, 郑永贵心里越来越没底, 最后还是撑不住, 在狱卒将要走过来时, 滴滴交代了一个地方。 得到想要的消息后, 贺炯明的笑容便带了一丝真诚, 轻轻吐出两个字。 等着, 郑永贵有了盼头, 又借机低声哀求道, 求您留我儿子一命, 安王世子能借儿子的身份过来, 说明儿子肯定在他手里。 不管再怎么骂, 郑昌明都是郑永贵的独子。 4月时, 郑昌明不愿跟他一起追随安王, 从河州大营逃出去后, 郑永贵虽然气恼, 但也没把儿子抓回去, 而是借机除掉了世子安插在儿子身边的眼线, 并暗中派人护送儿子到河州码头, 上了邻家的大船, 跟随沈哥到宣州避难。 知道郑昌明后来跟随沈哥去诱后卫后, 郑永贵如意算盘, 更是打得霹雳啪啦响。 因为若安王是成, 他能保住儿子的命, 若安王失败, 儿子能保住他的命, 进退都有活路。 如今安王失败, 他被抓后, 满心期待着儿子来救他, 但他儿子落在了安王世子手里, 怎不让郑永贵着急? 贺久明根本没理这个查, 公公静静给父亲行了一礼拜过早年后, 便跟着狱卒离开了。 握着几两岁银子的狱卒带他走远, 便去向祝太守禀告郑昌明在牢里做了什么。 郑永贵追问郑将军是极品, 郑将军如实讲了后, 郑永贵就怒了, 然后父子俩就没再说话。 郑昌明大费周章的入地牢见父亲, 就只说这两句话。 周太守觉得有些不对劲。 长使叶长君笑道, 郑永贵在作恶多端也是郑昌明的亲生父亲。 他过来见上一面, 回河州就能向家中老母交代了。 周太守屡须叹道, 郑昌明是个好苗子, 可惜了, 可惜摊上这么一个爹, 好苗长不成大树了。 不过他现在搭上了五安侯府的门路, 将来如何还未可知。 由郑昌明想到沈哥, 再想到了自己不成器的儿孙们, 周太守很是心塞, 学文和续明这几日在做什么管事如实道, 回老爷, 二爷这几日都与郑昌明在一处, 二少爷在家中读书。 周太守哼了一声, 他能读得进去书才有鬼, 管事低头, 不敢应对。 贺久明出了地牢返回客栈中后, 吩咐道, 后日一早启程去河州, 后日就走, 也就是最迟今晚代下, 就得把林如玉给柿子抓来。 代下硬着头皮道, 将军, 林如玉这几日在家绣嫁衣, 连门都不出。 林家守备森严, 咱们的人若动手抓人, 必会惊动林家人和宣州衙门。 贺久明不越皱眉, 林家一直有这么多人保护, 一半放在了林家, 十个跟着他保护沈哥, 还有几个留在了川街巷, 为求逼真稳妥, 贺久明此次入宣州只带了十几个护卫, 这点人手根本无法从把闭门不出的林如玉抓过来, 贺久明的脸色很是难看。 代下再劝, 将军, 正式要紧。 沈哥和林如玉明年三月才成亲, 等您拿到银两聚齐人手再动手不迟。 贺久明也明白现在抓不了林如玉, 习惯了掌控大局的他, 此刻异常烦躁, 恨不得立刻将沈哥包皮挖心, 不止沈哥, 五安侯和沈存玉一个不留。 第二日, 贺久明倒轻易向林家拜献, 到此。 林妇得了消息, 没直接去前院, 而是奔到女儿的荣心院, 兴致勃勃道, 郑昌明来了。 林如玉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女儿正要去二审院里看三妹, 正好可以跟您一道过去。 温氏和林二叔住的院子, 离着前院会客厅, 不足百丈。 林妇立刻点头, 得多吃多睡, 才能长得快。 这块皮子拿过去了, 也别让孩子玩, 以免他咬一嘴狐狸毛。 是, 这皮子是女儿送给二婶和二妹的, 这几日天气寒冷, 正好用来做帽子。 林如玉把皮子递到父亲面前, 林妇刹点头, 貌似在端向皮子, 实则是看着皮毛中藏着的小木盒, 小木盒中, 一只黑褐色的毒蝎子, 正拼命往南爬。 南辩, 正是贺久明所在之地, 这只黑蝎子当真是被他吸引着, 恨不得立刻爬过去。 爬过去做什么? 当然是堵死他。 林妇越想越解气, 心满意足地点头, 是不错。 不着急, 慢些走, 当心被风吹翻了狐狸皮。 跑了蝎子, 林如玉应了一声, 又继续向西走。 他一边走一边观察木盒里的蝎子, 发现随着自己的走动, 蝎子也在不断地调整位置, 努力向拉近他与贺久明之间的距离, 贺久明喝下茶水已经有几日, 但他身上依旧有蝎子趋之若鹜的气息, 按照新南平信上所说, 这要服用一次, 半年内都有效。 半年, 足够林如玉把贺久明及其余党收拾得干干净净。 若不是怕被蝎子遮一口, 林如玉真想狠狠轻他一口。 神医谷出品, 果然都是精品。 贺久明在林家停留了片刻, 便起声告辞, 这次, 他留心观察了林家的手背, 上了马车后脸就沉了下来。 因为林家虽然护院不少, 但一看就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分明就是带下不想冒险抓人, 才会以林家高手如林为借口, 诃骗他。 看来, 自己失去世子的身份后, 身边人的心思都活动了。 用着已经不顺手的狗, 打杀了再换一条便是。 不过在之前, 贺久明得先找到被郑永贵藏起来的东西, 才有钱换狗。 想到此处, 贺久明下意识抬手摸向左臂, 只可惜他的贴身武器锈剑 留在安王府那个替身身上了。 想到安王府和安州, 贺久明就想到了 依旧被押往新娘的父母, 心中一阵畅快。 当年他们抛弃自己跑到安州, 就该想到有这一日。 至于妻子, 本就是不是贺久明自己想娶的, 是死是活与他无关。 求你们了, 在小女子一程骂。 外边有啃求声传进来, 贺久明又听赶车的车夫禀道, 将军, 前辈有一个名叫钱兰翠的姑娘, 想让咱们顺路带她一段。 钱兰翠? 带下一下就想起了钱兰翠是谁, 她是林如玉的表妹, 与海盗勾结的长州前家的姑娘。 因她前些日子得罪了林如玉, 一家人不得不搬出宣州城。 长州外海的海盗 是贺久明敛财的手段之一, 长家没少帮她运货, 贺久明还有些印象。 她收敛神色, 摆出军中武将的架势后才吩咐道, 让她上车。 钱兰翠爬上马车后, 头也不敢抬地给郑昌明行礼, 名女多谢将军救命之恩。 钱兰翠立刻改口, 是名女不会说话, 请将军恕罪。 贺久明懒得再看她一眼, 随意道, 坐吧, 谢将军。 钱兰翠规矩地坐在靠车门的小凳上, 十二岁的小姑娘身辆还未展开, 肤色偏白体型偏瘦, 嫩白的手指紧张地绞成一团, 看着甚是憔悴看连。 但是惯会伪装的贺久明, 一眼便看透了钱兰翠的伪装。 钱兰翠等了许久, 也没等不到恩人开口, 忍不住抬眸偷偷打量她。 二十出头的年纪, 眉眼精致, 肤色微黑, 合体地将军袍穿在她身上, 衬托得她越发金贵, 这是她的救星, 接下来两日要与她共乘一车, 只要能与她攀上关系, 自己这辈子就不用愁了。 钱兰翠鼓起勇气, 怯声声问道, 名女在城门口时, 听到有人喊明郑将军, 您就是生情了安州太守的郑昌明将军吗? 贺久明睁开眸子, 你是从城门口追过来的? 是, 钱兰翠低下头, 手指都快扭成妈了, 名女孤身去蒲县探亲, 怕遇到歹人, 所以才厚着脸皮追过来。 钱兰翠等着郑昌明问她, 为何独自一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但没想到人家不问, 钱兰翠只能憋着, 她怕惹得郑昌明厌烦, 把她赶下马车, 被母亲抓回去。 半个时辰后, 钱兰翠上了贺久明马车的消息, 送到了林如玉面前。 林如玉惊了, 这俩人是怎么凑到一处去的? 洛贤简要解释道, 钱兰翠偷了他娘藏着的银钱, 偷跑到城门口, 正巧遇上郑昌明乘车返回河州, 便追了上去, 跪在路边恳求搭车。 这小丫头个头不高, 年纪不大, 胆子倒是不小。 林如玉追问, 她挨打了还是挨骂了? 护送钱家人出城的, 是梁道镖局的镖师。 洛贤打听钱家的消息, 自是十分方便, 挨了钱夫人的骂, 也挨了钱财明的打。 他们姐妹俩的关系, 也闹僵了。 钱夫人在宣州城北二十里的瑜伽湾 买房买地落脚后, 开始为大女儿找婆家, 结果大女儿的婆家还没找到, 却打听到有户有钱人家的儿子病了, 急需要找一个十二岁的新娘子冲洗, 彩礼给八十两。 赶巧钱兰翠的生辰八字 与那病秧子对得上, 钱夫人打算把钱兰翠送去冲洗。 钱兰翠不肯, 偷银子跑了。 草点太多, 凌如玉镜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云娟好奇问道, 她偷了多少银子? 洛贤也不知具体数额, 应该不少。 钱夫人急得都开始钱找女儿了。 钱? 凌如玉立刻道, 去告诉梁乐别让她接钱夫人的生意。 钱兰翠偷走了五百两银票和十片金叶子, 这几乎是凌三姑全部的家底。 钱故人帮她找闺女无果后, 急疯了的凌三姑有病乱投医, 来到了万象消息楼。 万象消息楼就在万象茶馆旁边, 是沈哥在宣州城开的第三家买卖, 专门替人打听消息, 寻物, 寻人。 因万象消息楼价钱公道效率高, 半年多已经在宣州城树立起了不错的口碑, 生意也蒸蒸日上。 从万象消息楼开张, 坐镇消息楼的便是沈哥的第二号小弟, 十三岁的沈良乐。 他小小年纪便能独自撑起这么大的生意, 心眼, 手段和魄力自是样样不缺。 当满头大汉的林三姑把五两银子拍在桌上, 急吼吼地让消息楼一日之内找出自己的女儿时, 沈良乐一脸抱歉地把银子推了回去。 这位夫人实在是对不住, 咱们消息楼只做宣州城里的生意林三姑急忙道, 今早有人在城门口看到我女儿了, 她这会儿肯定在城里。 比楼人手少, 管不了城门口的人和事, 请夫人另请高明。 大嫂已经吩咐不让她插手了, 所以别说钱兰翠出现在城门口, 就是她这会儿就站在消息楼门口, 这生意消息楼也不做。 若是找得着, 她还巴巴跑到这儿来做什么? 林三姑咬牙切齿, 多少银子你们才肯出手? 沈良乐抬眸, 打得干脆利索, 多少银子都不做。 你, 急火攻心的林三姑, 险些没被噎得一口气背过去。 离着宣州城越来越远的马车上, 钱兰翠用手压住大腿, 感受着手掌下金叶子的形状, 咬紧了后槽牙。 是他们先对不起自己的, 他这么做, 只是为了活命。 晌午时分, 贺炯明一行人在路边查四打尖。 钱兰翠也下了车, 坐在晒得到太阳的地方, 从包袱里摸出一块粗面干两小口吃着。 带下骑马追上来, 犀利的阴谋扫了他一眼, 才进入十四将这小丫头的来历告诉了自家主子, 然后低声道, 可要把他送回去。 贺炯明摇头, 用完饭上车后, 看着坐在马车门边吹着冷风打瞌睡的钱兰翠, 贺炯明觉得他比上午顺眼了许多, 姑娘既然困乏了, 便躺下睡吧。 钱兰翠下的一机灵, 抬起困蕾带着水汽的眼睛望着郑昌明, 有些泛迷糊。 他上午没给自己好脸色, 这会儿怎么忽然变了? 贺炯明指了指车厢后侧铺着软垫的长椅, 钱兰翠的小脸一下就红了, 扭扭捏捏到了声线, 挪到长椅边头枕着小包袱, 蜷缩身体面向外侧躺下, 一眼又一眼地偷看自己的恩公。 贺炯明滴滴笑了, 抬手将自己的披风扔过去, 盖住了他的全身, 睡吧。 嗯。 几乎快要冻僵的钱兰翠抓住温暖的披风, 眼泪瞬间滑落。 他在城门口第一眼看到郑昌明时就知道, 这个人肯定会救他出火海。 他真的, 赌对了。 傍晚时分, 贺炯明带着钱兰翠进入路边的一家客栈歇宿。 贺炯明自是要了客栈内最好的客房, 钱兰翠扣扣嗦嗦地掏出二十文钱, 要了一间最便宜的房间。 客栈大厅内别有用心的食客们, 发现钱兰翠跟这帮军爷不是一伙的, 目光便开始在他身上打转。 钱兰翠下的小脸煞白, 紧紧跟在贺炯明身后。 贺炯明扫了一眼大厅, 直接带着钱兰翠回了自己的客房。 待房门关上, 钱兰翠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算落回了肚子里, 多谢恩公。 看来他是想赖上自己了, 贺炯明阴郁的毛子里黑幕滚动, 这才顺他的意问道, 姑娘小小年纪, 为何独自一人出门钱兰翠面上一喜, 立刻答道, 我娘把我卖给一个快要死的病秧子冲洗, 我不同意, 他和我哥就打我, 我就偷跑出来了。 贺炯明适当地露出惊讶又愤怒的表情, 姑娘去蒲县投亲, 钱兰翠低下小脑袋, 万分可怜, 不是, 我除了娘, 再没有别的亲人了, 去蒲县是因为我家曾在那边住过一段, 那边山里有山洞可以藏身, 我打算躲到那病秧子死了, 就回家向母亲磕头认错, 这小丫头带着家里的全部家当逃了出来, 怎么可能会回去? 贺炯明把玩着客栈的粗瓷碑温和道, 属酒寒冬山中不便藏身, 若姑娘信得过在下, 不妨跟在在下身边带令唐气消后再回家。 钱兰翠大喜立刻跪在地上磕头, 多谢恩公, 多谢恩公。 贺炯明垂毛, 姑娘不怕我是歹人, 把你扔进火坑里吗? 钱兰翠抬起头, 就算是被扔进火坑, 奴婢也心甘情愿。 呵, 贺炯明心情甚好地笑了, 主子笑了, 站在门口的带下也跟着笑了, 这是世子看中的玩物中最丑, 年纪也最小的一个。 这就对了吗? 左右不过是个姐妹的玩意儿罢了, 做什么, 非要那个随时要人命的独女? 贺炯明进入河州, 先去周城拜见了太守屈存, 然后才赶往河州城外一百余里的东山。 名义上, 他是回家与家人团聚, 实则是去东山奥, 挖取郑永贵埋藏在山奥里的十五万两银子。 这些银子中有两万两是去年八月初, 贺炯明假扮安自远的身份被戳穿后, 秘密进入领川见郑永贵时, 郑永贵孝敬他的。 余下十三万两是贺炯明拨给郑永贵, 让他招兵买马用的。 谁知一个月后, 立阳城外藏兵的山谷被审戈攻破, 郑永贵请示贺炯明后, 没将这笔银子供出来, 贺炯明才冒险进地牢见郑永贵, 亲自询问银子的下落。 没想到, 事情进展得比他预想的要顺利许多。 在天上这十五万两, 贺炯明就可招揽江湖上的奇人异士, 为自己所用, 杀了沈哥和沈上直, 然后带着林如玉离开大厦, 去吐蕃隐姓埋名, 逍遥快活度日。 想到将美人揉捏在手中的感觉, 贺炯明觉得山谷寒风都变得温暖了。 咚! 搞脱破开山坳向阳山坡上的洞土, 右下挖了一匙有鱼, 便碰到了郑永贵埋藏在地下的铁箱子, 发出悦耳的声响。 铁箱被挖出来后打开盖子, 银子的光芒映得人眼红心热。 贺炯明上前摸了摸冰冷的银子, 唇角也翘了起来, 把箱子全部挖出来, 搬去东古温家庄, 东古温家庄, 据此二十余里, 是贺炯明在河州的秘密据点, 就连郑家兄弟都不知道。 是, 代下也兴高采烈的, 将军, 是回温家庄, 还是去东山。 贺炯明缓缓解开衣衫, 把手伸入脖领之中一用力, 从脖子上揭起一层皮, 然后是下巴, 而后, 整张脸, 这场面诡异地让人不敢直视。 假面去掉后, 露出贺炯明原本精致冷力的脸, 因假面待得久了, 他的脸上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疙瘩, 看得代下心头一阵隔硬, 连忙低下头。 贺炯明取出帕子, 一点点擦拭脸上的药汁, 心情更加愉悦了, 回温家庄, 把郑昌明抓过来, 见见他的母亲, 妻儿。 代下立刻明白了, 你要用郑昌明的妻儿威胁他, 让他听您使唤。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现在才想明白。 一脸小疙瘩的贺炯明, 扫了身边的蠢货一眼, 给附有归送信, 让他一记行事。 是, 代下恭送世子上了赶往温家里的马车, 躲在百丈外茂密荒草中的洛二, 看了一眼盒子里的蝎子, 发现贺炯明已经开始移动了。 他谨慎探头张望, 见代下带着一帮人还留在原地, 便也兵分两路, 一路继续跟踪贺炯明, 一路留在此处盯着代下。 看到代下带着人挖出五十个箱子, 洛二也忍不住心惊肉条。 这是一个箱子能装三百斤银子的标准箱, 五十箱就是一万五千斤。 郑永贵在河州东山, 埋了整整十五万两的官银。 洛六小声问, 二哥, 这些怕不是朝廷拨过来修沃隆滴的银子吧? 很有可能。 洛二压低声音, 他们已经挖到银子, 怕是要对郑昌明和他的家眷下手了。 洛二打了个手势, 几个人藏入荒草之中, 不见了踪影。 把一箱箱的银子装车后, 带下叶也累得冒了热汗。 灌了几口水后, 带下吩咐手下人, 你们俩去齐县把郑昌明带过来。 你去饶州通知傅先生, 就说公子的事已经办成了, 让他一计行事。 你们撒去东山郑家, 把郑昌明的母亲, 妻儿请到温家庄。 都给老子精神这点, 不管谁出了差错, 都得用自己的脑袋兜着。 是。 三人立刻转身, 骑马离去。 见他们缤纷四路, 洛二等人也缤纷四路跟了上去。 带贺九明的暗卫赶到河州东山下的村庄, 三个暗卫发觉事情不妙, 立刻骑马赶回温家庄给世子报信。 三个暗卫离开东山下村庄不久, 便中了埋伏, 被洛二代人生情。 对此一无所知的带下, 偷偷把银子送回东谷温家庄后, 天已经黑得透透的。 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便有暗卫来报。 统领, 去东山抓人的三人还没回来三个人去抓几个老弱妇孺, 怎么可能失手? 带下觉察到不对, 立刻吩咐道, 再派两个人去打探消息, 快去快回。 是, 谁知再派的两个暗卫也是一去不回, 这就更不对了。 带下不敢再耽搁, 直接报到了已经睡下的贺炯明面前。 贺炯来不及细思究竟是哪个环节露出了破绽, 立刻吩咐道, 一半人手装, 另一半人立刻精密到车道外围, 理应外合将追来的人全部灭杀, 不可放走一个。 世子放心, 绝对一个不留。 带下杀气腾腾, 若不将这些人灭杀, 刚挖出来还没捂热的十五万两银子就成别人的了。 世子, 郑昌明那边怕也出事了。 可惜咱们现在没有传信的信格, 无法给那边送信。 您看, 贺炯明养的信格在安州被围时都被安王放出去, 落进了又侯卫的汤锅。 贺炯明冷漠道, 先顾眼前事, 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 是, 五十多个农夫装扮的私兵精密到上山, 埋伏在山林中准备偷袭来攻打温家庄的官兵。 结果, 他们从日出东山埋伏到日上中天, 身体都冻僵了, 也不见有人来攻。 重新贴上面具的贺炯明心里憋火, 只觉脸上一阵刺养, 不用想也知道脸上的小疙瘩又冒出来了。 贺炯明抬手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这声音吓得周围人大气也不敢出。 脸上的疼痛压住刺养后, 贺炯明阴沉沉道将银两妥善藏好, 书房里撒上毒药, 全部人员撤去饶舟。 银子藏得再妥善, 也会被翻出来的。 带下恶狠狠道, 柿子, 装白银的箱子也抹上毒药吧。 毒死那帮躲在暗处等着占便宜的龟孙。 那月22日, 宣州城再一次披上血色, 一辆低调的马车被四个侍卫护送到轻易向邻家门前, 然后从车上扶下一个用披风遮住面孔的男子, 快速进入府中。 闻讯赶到前院的林如玉, 见到瘦了一圈且昏迷不醒的郑昌明, 前军灭口的暗卫一路到了齐县的一个田庄内, 发现郑将军时他已昏迷, 属下怎么患也患不醒他。 看守他的两个人在我们赶到时就服毒自尽了, 前军灭口的暗卫身上也没有解药。 林如玉点头, 他的确是中毒昏迷, 万幸的是此毒不会伤及内脏。 你们给他沐浴更衣, 我去配置解药。 摩币给姑娘打下手。 跟着林如玉回到内院药房的云娟, 净手站在药价前严阵阵一带。 莲鞘、金银、甘草、生姜, 林如玉一口气点了十三样药材, 然后吩咐道先各取一两过来试。 云娟早就把各种草药存放的位置记得牢牢的, 姑娘点出药名后, 她已快速打开需要用的药匣子, 与语音一起取药称量好, 送到桌上。 林如玉快速配出解药, 交给两个丫鬟, 三碗水煎一碗, 为郑将军喝下去, 她傍晚就能醒过来。 贤因这才问道, 姑娘, 郑将军中的也是蛇毒吗? 不是。 林如玉一边在温水中净手, 一边回道, 她中的乌头、 曼陀罗和红头毒物宫的毒液混合而成的毒。 对方下的剂量很重, 所以郑将军才会昏迷多日。 郑昌明喝下解药后约莫半个时辰, 便醒了过来。 睁开朦朦胧胧看到面前有个眉弱天仙的女子, 她张开嘴, 声音饥不可闻, 在下何周神话守郑昌明, 不知在下可否有幸, 为姑娘, 这问话很郑昌明。 林如玉乐了, 我不画像, 这声音怎有些耳熟。 郑昌明用力眨眨眼睛, 凝聚精神细看, 才认出了眼前天仙般的人是谁, 林姑娘。 能说话也清醒认人, 便是没事了。 林如玉用言语宽他的心, 郑大哥的家人都平安, 你先用些汤药, 有什么话等明日缓过来再说。 见到林如玉一副药, 便就醒了郑昌明。 屋内的人看她的眼神都开始放光了。 他们知道, 林如玉这一年一直在研究药理, 已能治一些常见病症的玩药, 但没想到, 她的医术竟已如此了得。 林如玉却不觉得自己厉害。 前太医术医政郭慎全对她倾囊相授, 神医古弟子新南平给她送来了神医手札, 其中记载了大量药物的药理和解毒方济。 她直接和间接跟随大厦朝两位最牛的老师学习了一年, 现在的水平只能算勉强及格, 离着她给自己定的目标还差得远呢。 已经一年了, 她还没能配出神医徒孙谢瑶配置的蛇毒, 食骨毒的解药一点也不算厉害。 晚饭后, 林如玉和父母商量接下来的安排, 既然已经就出了郑昌明, 那么上次有人冒充郑昌明进入宣州城的事, 必要禀告给太守大人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怎么跟太守和郑昌明解释? 林家人是如何察觉到假郑昌明不对劲的? 此事, 房事已经想好了, 就说, 咱们一直派人监视着钱家, 发现钱兰翠被郑昌明带走和顺藤摸瓜, 还是夫人思虑周全。 林夫立刻赞同, 林如玉也觉得这样说, 比告诉旁人实情, 他一眼就认出郑昌明是贺久明假扮的更为合理。 至于假郑昌明是何人, 那便是秃子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事儿了。 也只有从安州逃走的贺久明手中, 才有如此逼真的人皮面具。 林如玉想跟父母商量的是另外一件事, 贺久明善用毒, 无论是沈哥还是洛显, 小林他们都不擅辞到, 女儿想出城, 亲自去抓贺久明。 林如玉本以为他说出此事后, 父母会极力反对, 没想到两个人都很平静。 林如玉这才明白, 他们早就料到自己会有此决定了。 林副挣扎道, 娇娇一定要去吗? 林如玉点头, 跌跌, 女儿想去, 女儿想亲手抓住他, 杀了他。 怀孕, 已有六个月的方式拉住女儿的手, 叮嘱道, 娘知道这是你的一块心病, 娘不拦着你, 但你一定要答应娘, 一定会平安回来。 女儿要回来成亲, 还要伺候您坐月子。 郑昌明歇息了一晚, 第二日精神好了许多, 开始给祝太守和林家妇女 讲述他出事的经过, 又侯卫平乱告一段落后, 我向元帅告假回乡, 途径其限好连债时中了埋伏, 被人抓入地牢内。 无论我怎么叫骂都无人理会, 直到点有蒙面人将餐食送入地牢。 后来, 我听到地面上传来猛烈的狗吠声, 便用力敲打地牢的铁栏杆求救。 看守跳下来将我打晕, 在醒来时便在此处了。 跟我一块出营的还有二十五个兄弟。 他们, 林府摇头, 都被杀了。 是自己太没用, 连累了他们。 郑昌明握紧拳头, 身体颤抖。 祝太守一脸严肃, 本官连夜提审了你的父亲, 已从他口中得知假扮你入宣州的, 乃是潜逃出安州的贺炯明。 他入宣州为了寻到被你赴藏起来的 十五万两白银的下落。 夜长使继续问道, 贺炯明到河州东山将银子从土里取出, 带去了一个叫做温家庄的地方。 据林家送回的消息, 温家庄内有上百人, 应该都是贺炯明的私兵。 你可曾听说过温家庄? 温家庄? 郑昌明缓缓摇头, 末将惭愧, 从未听闻。 贺炯明藏兵之地定十分隐蔽, 郑昌明不知也在情理之中。 夜长使又问了几个郑永贵与安王府关系的问题, 郑昌明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带住太守和夜长使走后, 郑昌明抬手颜面, 无力问道, 林姑娘也觉得在下与贺炯明是一伙的吗? 那么多人都死了, 就我一个活了下来, 确实很可疑。 虽然夜长使问得隐蔽, 但郑昌明又不是傻子, 岂会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 林如玉摇头, 当然不是。 若你与贺炯明是一伙的, 他何必还要假冒你进城? 直接让你过来问出银子的下落不是更省事。 郑大哥放心吧, 贺炯明派去杀你的暗卫已经交到了宣州衙门, 很快就能还你一个清白。 郑昌明起身, 郑重向林如玉道谢, 谢他的救命之恩, 林姑娘救了我及我全家的命, 以后我郑昌明的命就是姑娘的。 姑娘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郑昌明即便肝脑涂地, 也绝不食言林如玉跟着母亲练了这几个月,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遇到这种场面就触头, 恨不得立刻避开的他了。 此刻听了郑昌明的话, 林如玉半是玩笑半是认真道, 郑大哥的话我记下了, 以后小妹若遇到难处, 绝不会跟郑大哥客气。 听他这么说, 郑昌明也笑了, 好, 以后妹夫若敢欺负你, 大哥也绝不饶他。 以前郑昌明开玩笑, 还给自己叫弟妹呢, 这会儿改给沈哥叫妹夫了。 林如玉也笑了, 大哥别多想, 好生再养两日便能回荷州与家人团聚了。 郑昌明点头, 我回去拜见母亲后立刻回迎请命, 带兵抓拿贺炯明。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郑昌明这回差点死在贺炯明手上, 林如玉没有劝他, 只给他开了几副疆养身体的药方和食补方子, 便送他出了轻一项。 郑昌明离开后第二日, 河州便来噩耗。 河州太守屈存派去清脚温家庄的官兵, 虽然找到了被贺炯明藏起来的白银, 却有15人身中剧毒死亡。 得到此讯后, 林副林母虽担忧女儿, 却也没拦着他出城, 只将保护他的人又增了几个。 大约23小年这日, 乔庄城男子的林如玉与15个侍卫从宣州城出发, 前去抓拿贺炯明。 出城后连赶了五日的路, 林如玉在饶州至县与洛显会合。 此时, 贺炯明带着人已经跑到了至县, 见到姑娘来了, 洛显吓得不轻。 不等他劝自己回去, 林如玉便问道, 贺炯明带了多少人, 现在何处? 洛显回道, 贺炯明带着130余人翻山越岭进入至县, 暂时驻扎在距此东南15里的山洞中。 属下也给小公子送了信, 小公子很快会派人过来增援。 林如玉点头, 沈哥在何处? 洛显铺开地图, 将位置指给林如玉看, 呈现, 呈现山中有上千叛军, 占山林为寇, 此处一守难攻。 咸鹰笑道, 若是小公子亲自带队过来, 姑娘就能与小公子一起守岁, 过年了。 今日, 已经是腊月28了。 腊月30, 鞭炮声响彻九州, 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气味时, 沈哥偷偷到了林如玉落脚的小村庄时, 推开门进入暖红红的屋子里, 见到坐在桌边剪窗的林如玉, 愣住了。 拿着剪刀的林如玉也愣了, 沈哥到了, 怎没人通报一声。 咸鹰等人偷笑着退出去, 屋里只剩了沈哥和林如玉两人。 沈哥皱眉, 刚想问林如玉怎么跑来了, 却被林如玉抢了先。 林如玉放下剪刀和红纸, 笑音音道, 我选的貂皮暖和不暖和他一个浅笑一句话, 便把沈哥满腹的话都打乱了。 既想让他立刻返回宣州, 又不舍跟他分开的沈哥上前, 用貂皮披风把他裹得严严实实, 才抱在怀里。 他赶路过来, 身上的衣裳透着寒气, 不敢直接抱他。 挺暖和的。 林如玉轻声道, 今夜咱们一起守岁, 一起过年。 嗯。 沈哥紧了紧胳膊, 过完年你就回宣州, 贺久明交给我。 不要。 林如玉已经来了, 没有抓住贺久明岂会返回, 咱们一块抓人, 一块回去, 然后就成亲。 沈哥被成亲二字烧得浑身火热, 反对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林如玉抬头见他傻呆呆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 村里有几户人家杀了年猪, 到了傍晚时, 空气里除了硫磺味又添了肉香。 洛显从村民家里买了半扇猪肉, 三十多人热热闹闹准备年夜饭。 沈哥此行, 只带了六个人回来。 坐在桌边与林如玉一块包饺子的沈哥解释道, 人多了, 怕打草惊蛇。 既然贺久明在山林里, 抓住他是早晚的事。 的确是早晚的事, 林如玉想跟沈哥商量的, 便是这个早和晚。 不过今晚是大年夜, 林如玉不想再提扫兴的人和事。 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 山村的声声鞭炮声, 遥遥传入贺久明暂居的山洞中, 似有若乌。 蹲坐用石头搭起的灶台边, 煮粥热干粮的钱兰翠, 还以为是锅里的柴火被烧出的劈啪声。 今儿是大年三十, 将军命我从山下买了酒肉回来, 兄弟们别喝多了。 山洞内响起一阵欢呼声, 钱兰翠也起身探头望过去, 看到采买的官兵放下贝勒, 掏出石小坛酒和香味四溢的烧鸡, 油包, 她的肚子咕咕叫, 忍不住舔了舔唇。 袋下提着一只烧鸡, 一斤酱肉和几样新鲜的蔬菜交给钱兰翠, 翠儿, 把这些收拾收拾给将军送进去。 是, 被人当丫鬟使唤的钱兰翠兴高采烈地硬朗, 将砧板放在大块石头上, 开始准备年夜饭。 在宣州同游巷住的半年, 钱兰翠为了多从母亲手里捞些油水, 主动承担了买菜, 烧饭的差事, 做起饭菜来也是有模有样。 袋下见他挺利索, 便派了个暗卫盯着, 自己进里面的小洞, 向世子报告山下的情形。 此山下的村子里, 有三十多名饶州军官兵, 奉命在附近巡逻职守, 带头的副将名叫真兴是本县人。 正在戏筹上作画的贺炯明头也不抬地问道, 他们真是饶州军。 袋下十分肯定, 是, 真兴说话是致献口音, 长得也是本地人模样。 这三十多人懒懒散散, 带领的宣州军和沈哥带领的幼侯卫 还围在骆驼领下。 贺炯明点点头, 既是如此, 不必理会。 是, 袋下笑道, 此地简陋, 但该有的一样不能少。 属下从镇子里买了酒肉, 您好好吃一顿年夜饭。 方才袋下在外边喊的话, 贺炯明也听清楚了, 只叮嘱到, 让他们不要醉酒误实。 您放心, 一共就买了五小坛酒, 一百三十多人五坛酒, 每人能分到二两酒就不错了, 醉酒更是不可能。 自拉, 菜香随着菜入油锅的声音传入洞穴内, 带下低笑, 还挺香。 世子英明, 带上这小丫头果然大有用处。 贺炯明的唇角也翘了翘, 心情显然不错。 有时, 暗卫们把菜端入贺炯明居住的洞穴中, 今晚的年夜饭共有五个菜。 白菜炒腊肉, 清蒸鱼, 手撕鸡, 酱肉。 洗净了小脸, 换上干净衣裳的钱兰翠端着一叠热气腾腾的饺子走进来, 声音欢快清脆地送上吉祥话。 将军, 今晚有鸡有鱼, 有百菜有肉。 兰翠祝将军年年有余, 也祝您早日踏平叛军山寨, 斩下敌手, 步步高升。 钱兰翠跟着贺炯明一路急心军至此, 以为他是领了右后卫的军令, 到这儿来剿匪的。 站在洞口的袋下翻白眼望洞顶, 洞内的贺炯明却笑容不减, 温和道, 借姑娘急言, 今日是除夕夜, 姑娘可想念你的家人。 钱兰翠低下头, 想, 想个鬼。 钱家那仨人现在肯定又冷又饿, 活该。 哼, 看到钱兰翠的口是心非的模样, 贺炯明悠悠叹息一声, 我的伯父, 父亲, 坐下了糊涂室, 正家百余口受到牵连, 现在只剩我家这一只十几个人了, 家中现在冷冷清清。 钱兰翠见郑昌明满面忧愁, 心都跟着疼了, 将军家很好了, 我父亲跟海盗沟被抓, 我舅舅, 姨母都跟我们家断了亲, 我家只剩下母亲和我们姐弟, 一共才四个人。 贺炯明假装诧异, 姑娘家为何与林家断亲? 钱兰翠一事而独立, 嫌弃跟我们做亲戚丢人, 也怕我们占他们便宜。 将军也听到街上传的闲话了吧? 那都是他们为了面子, 编排出来的瞎话。 话开了头, 钱兰翠心里的恨意便藏不住了, 如果不是他们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我娘也不会把我卖给病秧子冲洗。 我做错了什么? 凭什么是我? 他们凭什么用卖我的钱过上好日子? 贺炯明抬眸看着钱兰翠, 他眼里藏不住的恨意, 贺炯明很是熟悉。 十一岁时, 被父亲丢弃在新阳城的自己, 也是这个样子。 过了二十年, 父亲再次出逃时, 还是丢下了他, 不过这以后, 他再也不能丢下自己了。 呵, 贺炯明懒衣袖, 想争一杯酒, 却被钱兰翠抢了先。 钱兰翠升了洞窗的小手, 捧起小酒坛, 给贺炯明倒了满满一杯酒。 将军快用饭吧, 待会儿菜就凉了。 多谢。 贺炯明浅着一口, 加了一筷子白菜炒腊肉, 送入口中, 炖住了。 怎会, 如此难以下咽。 山下村庄内, 沈哥, 林如玉, 贤英, 庄明, 邹顺, 洛显, 围桌吃年夜饭。 这几桌饭菜, 是请村里, 专做准备红白式酒席的厨子做的。 卖相虽然不佳, 但味道却不差。 林如玉尤其喜欢村里厨子, 用猪肉, 蒸馍, 白菜, 豆腐做的大炖菜, 这滋味与他做孤儿那些年, 孤儿院每年除夕时做的炖菜很像, 只是少了粉条。 这道大炖菜, 是孤儿院的孩子们, 每年腊月最大的期盼。 现在每吃一口, 满满都是记忆里的味道, 也让林如玉越发深刻地体会到, 有家人, 有爱人, 身体健康的自己, 是多么的幸福。 见林如玉吃得开心, 沈哥也跟着开心, 他开心了, 吃得就多。 他真得吃了很多, 只林如玉数着的, 他就吃了三个白面馒头, 两叠饺子。 也就是说, 一个沈哥比六个自己还能吃。 见林如玉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沈哥偷偷腰背, 炸开肩膀, 白皙的脸泛起了红色, 就像吃了酒一般。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太能吃了? 吃了八成饱的沈哥放下筷子, 站起身给林如玉成了一碗淡汤, 喝点汤, 暖暖胃。 好, 林如玉接过, 开始喝汤。 沈哥递给林如玉后, 又给咸鹰等人盛汤, 每碗都拌着吉祥话递出去。 沈哥给桌上每人都盛了汤时, 林如玉又偷瞄了他平坦的肚子一眼, 那么多东西被他吃哪儿去了? 他之前跟自己一块吃饭, 不会每次都没吃饱吧? 年夜饭撤下后, 桌上摆了干果, 点心和茶, 远离县城的小山村, 吃过年夜饭后也无处可去, 各家各户闭门守岁。 贤英等人知趣地退出正房堂屋, 留沈哥和林如玉这对未婚小夫妻说说提起话。 林如玉找出从家中带来的炒过的大麦, 在炭火上架起茶炉开始煮茶, 茶炉的水开始沸腾时, 浓浓的麦香混着热气在室内生腾, 甚是好闻。 煮好茶后, 林如玉刚起身, 沈哥便道, 我来。 沈哥提起茶炉倒了一杯满是麦香的茶, 送到林如玉手边, 叮嘱他小心烫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深深嗅了一口麦香后, 沈哥舒适地叹了口气。 林如玉解释道, 大麦茶可以解腻住消化, 比起山楂茶, 我更喜欢大麦茶的味道。 我也是。 沈哥趴在桌子上, 一双揉碎了笑意和星光的眸子望着林如玉, 在乌纱镇里我们就常喝这个。 他这小狼狗般的模样, 看得林如玉心中痒痒的, 很想抬手掐一掐他的脸, 柔软他的头发他也趴在桌子上, 头枕着自己的胳膊问道, 我刚才就想问你, 什么? 你之前在我家吃饭, 是不是都没吃饱? 沈哥笑出了声, 略带着稚气的脸上满是狡猾, 怕吃太多, 吓到岳父和岳母。 今晚我确实吃得多了些, 是因为今日没怎么吃东西, 所有有点饿了。 林如玉心疼了, 你怎么不早说? 沈哥的心谋里, 满满都是心上人, 想跟你一起吃年夜饭。 哪有人天天把秦花挂在嘴边的, 林如玉羞涩的咬了咬唇, 总觉得在这方面, 自己落了下风, 应该找不回来。 可想了半天, 他也不知该说什么, 才能让他害羞, 便继续问自己想知道的事。 你离开狼群, 不会就是因为太能吃了吧? 沈哥笑声更大了, 当然不是, 狼长大后, 离开狼群独自闯荡, 是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我离开狼群, 进入乌沙镇, 就是为了组建自己的狼群。 林如玉不是很了解狼这种动物, 便借机问道, 那如果不想组建自己狼群的狼, 就不用离开狼群吗? 对。 自从知道沈哥能召唤狼群后, 身边人都问过沈哥关于狼群的事, 沈哥一般都是三言两语带过, 但林如玉问起, 沈哥很有耐心地给他讲解狼的习性, 狼群是一家人, 头领是一对狼夫妻, 鱼下的狼大多都是他们的子女, 少数是头狼的兄弟姐妹, 还有少数是狼群吸纳的没有血缘的小狼。 狼群中只有狼王夫妻才能生育后代, 其他狼帮着养育狼王夫妻的后代, 如果其他狼想要生育后代, 就会离开狼群。 沈哥的话让林如玉更加好奇了, 所有狼群都是这样吗? 沈哥眨了眨眼, 帅气又可爱, 我所认识的狼群都是这样的。 那如果狼夫妻老了, 会一方死了呢? 林如玉继续问, 沈哥耐心为新上人解惑, 或者狼群里产生新的狼王, 或者狼群解散。 养育我长大的狼群, 就是统领狼群的公狼死后。 狼群中最厉害的一只公狼, 成为了新的统领。 原来的统领狼群的母狼, 还留在群里。 她是狼群里大半狼的母亲, 也是我的养母。 沈哥说完, 又补充道, 我的养母非常聪明, 厉害, 在狼群里很受尊敬, 她没有因为我跟其他狼长的不一样, 而抛弃我。 她带着我趴在山上, 看人怎么生活, 屋内茶香鸟鸟, 灯火摇曰。 林如玉歪头枕在手臂上, 静静望着沈哥, 听他讲他小时候的事。 沈哥讲了许久, 林如玉听了许久。 待沈哥讲完之后, 林如玉轻声问道,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离开狼群后, 没能建立起自己的狼群, 还能回去吗? 如果我还能找到狼群, 就能回去。 但过了这么多年, 我的群狼已经不在江厅村附近, 狼群要么解散了, 要么是争夺地盘失败, 搬去了别的地方。 沈哥说完, 深深望着林如玉, 他一找到要相伴一生, 生儿育女的伴侣再也有了他的族群, 家人不用回去了。 虽然沈哥没有说, 但林如玉还是看懂了, 他精致漂亮眼角慢慢染上红霞, 低声道, 等以后太平了, 咱们每年可以抽空去山里住一段时日。 你打猎, 我采摘药草。 沈哥惊喜异常, 目光炙热如火。 林如玉眼角的红烛剑泛滥, 声音低不可闻, 不过我从未在山林里住过, 起初一两次得需要你教我, 你不许没有耐心, 更不许凶我。 否则, 否则我就揍你, 我知道的都教你, 教教。 沈哥心中悸动, 声音发哑, 忍不住伸手隔桌, 轻轻抚摸他的脸。 沈哥这半年多, 一直在军营中, 手掌较以前粗利, 但同样的温柔, 让林如玉安心, 他乖巧地将脸贴在他的手心里, 望着他笑。 灯下, 他美得不像话, 沈哥恨不得死在这一刻。 不对, 他恨不得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也不对, 他恨不得今晚就是三月十九, 洞房烛夜。 娇娇, 沈哥声音带着微微颤抖, 我沈哥此生会一直对你好, 绝不负你。 若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就告诉我, 千万不要一声不响地生气离开, 好不好? 好, 林如玉应得十分干脆, 你也是, 我哪里不好你就告诉我, 不须跟我怄气跑掉。 沈哥立刻道, 娇娇哪里都好, 我定是修了三圣, 才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媳妇。 林如玉眨了眨眼, 你可能只修了两世, 而我是修了三世。 第一是, 他窝囊死在贺九明刀下, 没有去过乌沙镇, 自然没能遇到沈哥, 根本不知道有他样出色的少年。 第二是, 他拖着病体, 活了十七年。 这一世, 他和大福哥杀死了抓捕他们的马头山山匪, 避入乌沙镇, 才得与沈哥相遇。 沈哥以为林如玉的意思是他对自己的喜爱, 比自己对他的喜爱还多, 心中的激动和欢喜已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他的手掌下移, 拖住他的下巴, 隔着桌探身, 便要吻上来。 林如玉下的抬手, 按住他伸过来的脸, 沈哥不满, 声音拉得长长的, 娇娇, 林如玉的手一颤, 也想随了他的意, 反正他也想与他亲近。 但是不成, 外边有多人, 他们, 耳聪目鸣, 就一下, 你的一下要很久。 沈哥难受得低音一声, 还是退了回去, 小狼狗般可怜巴巴望着自己的肉林如玉, 哪受得了这个, 转开毛子倾咳一声, 问道, 这次也会有狼群帮忙吗? 听到林如玉提起狼群, 沈哥体内咆哮的冲动被怒火压了下去, 不用狼群。 呈现骆驼岭附近的狼群已经被杀死或驱赶入深山, 这附近应该也没有狼群了。 沈哥与安王府的人交手, 用过三次狼群。 第一次是在一线匣收拾领东那帮人, 第二次是寻找房大救父子, 第三次是监控安州城外的山林, 警方安王逃脱。 同样一招用了三次, 对方再没一点应对之策, 就真是傻子了。 林如玉知道狼在沈哥眼里, 就是他的朋友。 他抬手盖住沈哥抚摸自己脸颊的手, 认真道, 狼的仇, 等你攻破骆驼岭就能抱回来了呢。 沈哥应得万分肯定, 血债就该用血来尝。 说到这里, 林如玉忽然发现一个不合情理的地方。 你用狼群擒了领东, 就出了我大救和表哥, 安王父子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得到。 为什么他们利用密道逃走时, 没有提前派几个人去驱赶密道出口处的狼群呢? 沈哥用拇指轻轻抚摸他的眼角, 低声回道, 我推测, 贺炯明向安王和贺炯钊隐瞒了我能号令狼群的事。 林如玉眨眨眼睛, 浓密修长的睫毛扫过沈哥的手指, 如果真是这样, 安王和贺炯钊岂不是很无能? 睫毛扫过沈哥的手指, 手指痒痒的, 沈哥的心也痒痒的, 他探身清了清心上人的眼角, 才继续道, 安王若不无能, 当年就不会败出新疆。 贺炯钊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讨好安王, 对付贺炯明上对旁的是并不关心。 贺炯钊去年七月在齐县被杀手追杀, 沃龙堤提前决堤, 都是贺炯钊的手笔。 他想借机除掉贺炯明, 取而代之。 林如玉, 大叶未成兄弟俩就窝里斗, 安王造反能成功才怪。 沈哥继续道, 在安王眼里, 数次子贺炯钊不过是没棋子罢了。 安王为了顺利逃离安州, 将长子和次子留在城中打掩护。 他只带了安王妃和安王第三子, 第四子以及长子贺炯明的妻儿, 没有带贺炯钊的妻儿。 林如玉又无语了一阵, 才道, 既然贺炯明知道, 你可能用狼群守住山林, 警方他们逃走, 为何还要让他的妻儿 跟安王一起精密道出城? 这实在匪夷所思。 沈哥推测道, 贺炯明或许就没想过要保住妻儿, 他只想自己脱身。 林如玉虽然没去过安州, 但没少探听安王府的情况。 贺炯明的岳父是辖州守将曹世山, 手握重拳。 这门亲事是安王给他定下的, 起初曹世没相中贺炯明, 哭闹着不肯嫁, 两人刚成亲后, 夫妻关系也不好。 但是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十几年, 还有了儿女贺炯明, 就算不管妻子的死活, 怎么会连儿女也不管了? 转念一想, 林如玉又觉得可以理解了, 他都能看着父母去送死, 儿女在他眼里恐怕也不算什么。 沈哥点头, 贺炯明虽然是安王的嫡长子, 但安王更喜欢最小的嫡子贺炯师。 就算安王兵变成功, 最后应该会把位子传给小儿子。 林如玉问道, 贺炯师也被一块押往新娘了吧? 嗯。 沈哥又揉了揉他的脸, 大年夜的, 咱们不提这些扫兴的人。 你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宵夜? 林如玉看了看沈哥的肚子, 你又饿了。 沈哥笑得十分开心, 不饿, 但是我从呈现带了那边的特有的点心过来, 你要不要尝尝? 林如玉听到是地方特色, 也来了兴致。 沈哥取来两个纸包, 不知道你要来, 否则我定多买一些, 再用漂亮的盒子装上。 这个黑的是黑芝麻和蜂蜜做的芝麻丸, 一围团圆圆, 这个红的是山楂六五丸, 你尝尝看里边都有什么? 好。 林如玉开开心心, 拿起一枚红色的山楂丸, 细细品尝。 沈哥脱腮坐在对面, 寒笑温柔地望着他, 眸光却隐藏着心疼。 攻破安州城后, 姐姐派人审问安王府的人沈哥, 一直留意他们的供词。 这些人有安王府的管家, 管事, 暗卫, 甚至说厨娘。 有人得罪或无意冒犯了他, 他不会立刻打回去, 而是等待时机, 一击必杀。 贺炯明表面上光风济月, 谦谦君子, 报复的手段却极为残忍, 他会亲手包人皮, 挖人心。 沈哥带人从他居住的院子中, 挖出了不少尸骨, 其中两具是遇害还没几日的。 两具尸体的脸皮都被剥掉, 心也被弯走了, 死状令人不寒而栗。 沈哥回想起, 在林如玉在乌沙镇, 遇到贺炯明假扮的安自远, 只听到他的声音 便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 林如玉说, 他梦到贺炯明杀了他, 所以才会那般害怕。 当时看到那两具尸体时, 沈哥便忍不住想, 在如玉梦里, 贺炯明是不是也是这样, 杀了他, 所以他才会吓成那般模样。 如玉落水后梦到的事情, 大多都应验了, 那么贺炯明要杀他的事, 按常理推测, 善于隐藏的贺炯明, 金蝉脱鞘逃离安州后, 因隐姓埋明前夫数载或石数载, 等到一击必杀的机会, 再将破了安州城的自己和姐姐, 坏了他宣州大计的林家, 全部灭杀。 但是这次他却冒险, 没有藏在暗处伺机而动。 假冒郑昌明进入宣州见证永贵, 只为找到十五万两白银。 在温家庄被人发现, 贺炯明不明地方人数的情况下, 伏击不成便带人赶奔骆驼领, 与叛军会合这些行为, 都与他的性格不符。 他如此选择, 定是因为有非常紧急的事, 容不得他栩栩图止。 沈哥这几日翻来覆去分析了数遍, 发现贺炯明这么做最大的可能性, 是想在自己与如玉成亲之前或之时, 血洗灵神两家, 杀死或抢走如玉, 不让他与自己成亲。 否则, 若只是为了杀灵神两家, 他大可等三五年后, 两家手被松懈了, 那时动手比现在容易许多。 所以, 这次贺炯明的逐一目标, 极有可能是如玉。 沈哥又取了一粒山楂丸递到他手中, 梦境的是, 他一定还记得, 他一年多来苦练武功, 读术, 又在此时过来, 定是为了了结此事。 那, 就在此处了结。 年夜菜和饺子都难以下宴, 贺炯明就这冷肉, 吃了两杯酒, 便合一而卧, 时事无门, 不时有低笑和交谈声传进来, 贺炯明睡得并不安稳。 但在这种情况下, 他却做梦了, 梦到自己在宣州邻家院内的假山小亭内, 带着安自远的假面具, 悠闲吃酒。 安自远的假面具, 是他秘密招揽的江湖义士, 做得最好的一张, 贺炯明很是喜欢, 但待了没一个月, 便因身份被揭穿弃用了, 没想到, 梦中自己还带着。 少爷, 饶州瑶送来急信, 一个暗卫进入亭中, 双手递上一封信, 贺炯明一看信封上的笔记, 便知是傅有归从安州送来的。 他挥手让安卫退下, 打开信封看过之后, 脸便沉了下来。 他的好二弟贺炯昭静勾引了他的妻子曹氏, 两人合谋, 派人他的暗卫安江春刺杀父王。 安江春被擒后, 招供贺炯明九流宣州不归, 是想再杀死安王取而代之, 还招供贺炯明已将安王在长江珠州秘密招募的六万精兵, 悉数纳入囊中。 安王查证发现, 自己费心血和金银招募的精兵统领都在暗中与长子游往来后, 信以为真, 此刻已派出大批杀手来宣州取贺炯明的向上人头。 傅有归建议贺炯明立刻撤离宣州, 带他在安州寻到贺炯昭与曹氏勾结的证据后, 再返回安州自证清白。 蠢货。 贺炯明气得双手颤抖, 他若已将那老东西豢养的精兵纳入囊肿, 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取老东西的人头? 贺炯昭? 贺炯明早已知晓, 安江春是贺炯昭暗插在自己身边的探子, 之所以留着他, 是为了让他反插贺炯昭一刀, 只是没想到竟被贺炯昭抢了先。 事不宜迟, 贺炯明立刻站起身, 换道, 冯春。 少爷。 厅外的安冯春攻身行礼, 即刻准备行装。 等随我一块去荷州立扬。 安冯春请示道, 少爷, 是我等都, 春, 夏, 秋三不都去, 东部留在宣州潜伏。 安冯春身体一震, 便知出了大事, 有笛声问道, 若春自部都走, 林姑娘这边。 春自部除了近身保护世子的安全, 还负责囚禁林如玉。 若他们都撤走, 很快就会有贼心不死的林家人, 把林如玉的爹娘, 二叔, 弟弟是怎么死的, 捅到林如玉面前。 届时, 世子苦心经营的安自远的君子形象, 便会轰然倒塌。 届时, 不止林家伤好, 宣州都会脱离世子的掌控。 虽然是紧急撤走, 但贺炯明并不想放弃宣州, 更没心思和精力再去哄骗林如玉。 此刻, 贺炯明需要林如玉全力配合她, 与她一同编造理由, 让宣州官员和百姓相信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宣州。 林如玉虽然听她的话, 但在礼数之上极为固执, 她还在为父母守孝, 定不肯离开林家。 若她不随自己走, 但安州杀手到了, 她就会落入父王或贺炯招手中, 成为他们的玩物, 想到那样的场景。 贺炯明眼底的阴郁若霧般翻滚, 冷声吩咐道, 派人不小心泄露些许真相, 让她知晓, 看她怎么做。 是。 安逢春想到林如玉知道真相的场景, 忍不住撇开嘴角, 露出嗜血的笑文。 贺炯明回到前院书房, 紧急处理书房暗格藏着的信件。 公文时, 满脑子响的都是被她囚在林家内宅的林如玉。 她想知道, 这只被她在掌心养了半年多的小白兔心中, 对她有几分信任。 若她轻易听信旁人的话, 早晚有一日会像曹氏一样背叛她。 若她已全然信任自己, 就不会相信旁人的胡言乱语, 贺炯明便继续宠着她, 带自己坐上龙椅, 三宫六院中定有她的位置。 可惜, 今日诸事不顺。 听了两个仆从的闲话后, 林如玉没有来找她, 而是让她的丫鬟出去调查真相, 然后她就信了丫鬟的话, 藏刀要杀自己报仇。 自己在她心里的分量竟比不过两个仆从, 一个丫鬟, 她问也不问自己一生, 就起了杀心。 这样的蠢物留着何用? 她现在只想看看, 这只小白兔的心是不是也像以往被判她的人那般令她作呕? 将林如玉绑在血红的狼柱上时, 看着她美极又惨极的模样。 贺炯明破开她的衣衫, 看着还未来得及把玩揉捏的两只白兔, 心里满是可惜。 贺炯明破开她的衣衫, 看了一眼抬手抚摸她的小脸, 柔声问道, 我见你的心意用, 可好。 用尖刀破开她的胸膛后, 贺炯明还来不及细细品味, 便被吵醒了。 将军, 傅先生来了。 戴下禀了一声后, 听不到时事内传出动静, 又仗着胆子喊了一声, 将军, 傅先生来了。 进来, 听到柿子满含杀气的声音, 戴下吓得一哆嗦, 但夜路过来的傅有归也吓得一颤。 两人对视一眼, 都不敢迈出一步。 傅有归用目光询问戴下, 柿子为何火气这么大? 那当然是因为前蓝翠座的饭太难吃, 柿子空腹饮酒心情不好。 不过这话, 戴下可不敢说出口, 他抬手轻推傅有归, 让他快点进去, 以免惹出柿子更大的怒火。 傅有归仗着胆子进入时事, 接着烛光察觉到, 柿子的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看。 不过今非昔比, 柿子的计策失败, 脸色难看也正常。 傅有归抬手攻身行礼, 今日是大年初一, 有归助将军蛇年行大运, 万事顺即。 今日是钱昌四年正月初一, 以四年生孝蛇。 贺炯明阴沉着脸, 吩咐道, 先生请坐。 多谢将军。 傅有归哪敢在柿子面前落座, 站在一旁将过去两个多月, 沈哥和渡成后几次攻杀的情况讲了一边, 劝道, 骆驼已被沈哥和渡成后用兵困住, 形成了将军长期僵持下去, 对我方不利。 将军, 刘德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骆驼领有上千兵力, 沈哥和渡成后所带兵力不足一千, 敌寡我众之下, 竟被敌人逼得要败走。 本想赶来与骆驼领的兵将前后夹击, 重挫沈哥和渡成后后在带兵撤走的贺炯明, 气得想挖出傅有归的心捏碎。 从安州城逃出来后, 贺炯明身边可信可用的只剩傅有归和戴下两人, 这两个虽然屡次让他失望, 此刻却杀不得。 贺炯明压住嗜血的冲动, 亲吻问道, 先生可有全身而退之策。 傅有归小心翼翼道, 留两百人正面对敌, 神不知鬼不觉之下, 余下兵将经骆驼领后的悬崖分批撤离。 分批撤离的兵将就成了散兵, 贺炯明手中最锋利的毛就变碎成了片, 杀伤力大减。 傅有归当然也明白分批撤离的后果, 但他还是仗着胆子低声劝道, 当初暴露骆驼领的兵力, 本就是为了让引诱沈哥前来, 让他无法回宣州识破世子的身份。 现在, 你已取出白银全身而退, 此计也算成功了。 再将兵力留在骆驼领已无益处, 及时撤离乃为上策。 世子是取出了白银, 但还没来得及雾热就又丢了大板。 想到温家岭内一箱箱没能带出来的银子, 守在石室门口的带下的心就在滴血。 贺炯明缓缓抬谋, 让先生到成县时, 我是怎么跟先生说的? 傅有归额头冒出了冷汗, 世子当时的吩咐, 他当然记得。 利用世子出现在成县的假象拖住沈哥, 又踏入陷阱, 就算不能杀了他, 也要灭掉宣州军和右侯卫大半兵力, 重挫沈哥的锐气。 但时至今日, 莫说大半兵力, 骆驼领的叛军与沈哥几次交锋都没讨到好处, 反被沈哥逼上了山峰。 傅有归便无可便, 惭愧低头, 沈哥带兵打仗竟也如此厉害。 听不到世子开口, 傅有归又仗着胆子献策, 五安侯和沈哥兄妹虽然可恨, 该杀, 但也不必急于这一时。 待日后寻到机会, 让钱昌帝亲自下旨将他们满门抄斩, 岂不快哉。 见世子沉默不语, 傅有归再上前一步, 继续劝道, 属下已向上人头担保, 两年之内必将拥兵造反的罪名, 安在老匹夫五安侯头上。 就算没了骆驼岭上这一千多人和河州的十五万两军饷, 您还有江州、 长州、 越州和缅州的精锐, 还有那边的藏银。 江州四州的兵力, 乃是贺九明的父亲费尽心血藏下的, 多则上千, 少则两三百, 但都是训练有素的精兵, 贺九明早就摸清了这些人藏身之地, 也已派人过去财博相诱, 将这些兵马纳入了麾下, 想到这些兵马, 贺九明又想到了昨晚的梦, 他挥手让傅有归退下, 又躺在床上闭目细细回忆昨晚的梦。 贺九明活了三十年, 从未做过这样的梦, 梦中犹如他假扮安自远去骑现实计划的那般, 美人在怀, 宣州在长。 虽然没出现在梦里, 但他此刻却清晰记得, 他是怎样在马头山下救了林如玉, 并将他带回宣州, 一步步将林家纳入囊中, 并利用林家的钱财, 在洪水倾赴三州百姓怨生在道时, 广播贤明, 成为三州百姓心中比朝廷官员声望还高的君子。 一切进行的那般顺利, 只差最后一步, 让安自远任安王世子为主, 宣州百姓在安自远的带领下, 拥立自己为宣州王, 他就成功了。 没想到在紧要关头, 贺炯昭和曹氏在老东西面前插了他一刀, 逼得他不得不暂时逃离宣州, 临走之前失望杀了林如玉。 贺炯明深信, 若不是代下将他唤醒, 他定能梦到更多的事。 这些是梦吗? 贺炯明抬手盖住额头, 春自不安慰安江春是贺炯昭插在他身边的间谍之事, 贺炯明早就知道。 他还怀疑曹氏与贺炯昭油染, 怀疑曹氏生的两个孩子都是他与贺炯昭的孽种。 他留着曹氏, 是因为曹氏的父亲曹氏山是霞州握有兵权的手将。 没想到因为他的疏忽给了贺炯昭可乘之机。 贺炯明握紧贴身放着的匕首, 还能感觉到林如玉的血喷出胸膛时的温度, 那温度让他忍不住站立。 握住林如玉心脏的那一刻, 他知道自己后悔了。 他亲手挖了无数颗心, 林如玉的心是他最喜欢的一颗, 不该让他凉掉。 梦里的自己也是被怒火冲昏了头, 那般乖巧可爱的美人, 点功夫哄哄他又何妨。 贺炯明猛地张开狭长阴玉的凤眸, 坐起身叫静富有归, 吩咐道, 尽快安排骆驼岭的冰江撤往江州卧龙洞。 是。 世子终于想通了, 傅有归高兴地差点掉下眼泪, 将军先行一步, 属下带人随后便道。 贺炯明确摇了摇头, 先生守好卧龙洞, 我另有要事。 世子不说他有何要事, 傅有归也不敢问, 只拱手道, 属下遵令。 傅有归走后, 钱兰翠端着一幕盆热水, 进入石室中, 宫镜放在地上, 退了出去。 他也想说几句吉祥话讨, 郑昌明欢心, 但现在的郑昌明看起来比昨晚还恐怖, 钱兰翠不敢多舌, 怕适得其反。 梦中体会了温柔如水的家人, 相伴的美妙滋味。 此刻的钱兰翠在贺炯明看来万分碍眼。 若不是还要留着他, 又凌如玉出来, 贺炯明立刻就想包了他的皮, 弯了他的心, 带贺炯明梳洗停荡, 叫静站在门外的袋下, 问道, 从温家岭带出了多少银两。 当初若把白银换成黄金就好了, 若是黄金, 肯定能全部带出来。 贺炯明只当没听到戴下后半句废话, 吩咐道, 再从荆州钱庄只取四万一千两, 雇夺破门的人出马, 两个月之内把凌如玉抓到长舌岭。 记住, 要毫发无伤, 夺破门只收金银, 不收银票。 戴下傻了。 嗯。 被狮子冷嗖嗖瞪了一眼, 戴下一击银, 试探着问道, 您是说, 用八, 八万两白银, 请夺破门的杀手出山活, 抓凌如玉。 贺久明点头, 他现在已经明白了, 自己为何执意要在沈哥和凌如玉成亲时, 血洗宣舟。 他想要的, 不只是沈家和凌家人的命, 还有凌如玉。 虽然这只小白兔, 他只见过几次, 但梦里这只小白兔, 却是他的, 旁人休想染指。 他忽然明白了, 自己为何执意要杀了沈哥, 带着凌如玉远走他乡, 因为那只小白兔本就属于他, 任何人休想从他手中夺走属于他的东西。 夺破门乃是长江流域最穷凶极恶的门派, 门人都是要钱不要命的高手。 安王和贺久明都曾出想将夺破门收入麾下, 但这帮疯子逍遥自在惯了, 只认钱, 不认主。 贺久明血洗灵神两家的计划中, 就有用五十万两请夺破门出山的一环, 所以他才急着将分散各州的银库收回。 好, 尽快凑足五十万两。 带下没想到, 世子过了一个年, 计划竟改了。 五十万两买灵神两家人的命, 值八万两活捉个小丫头, 牛刀小用。 带下劝道, 将军, 这是不是有点多了? 贺久明最讨厌手下人多嘴, 去办吧。 带下硬着头皮, 再道, 将军, 属下请命带人去宣州抓拿林如玉。 贺久明不愿, 你能家人毫无无伤带回来? 带下, 不能。 你派出三人带着钱兰翠等在宣州城外, 等夺破门的人到了后, 可用钱兰翠做诱饵, 引诱林如玉出家门。 记住, 一定要活捉。 世子为何要将那丫头, 毫发无伤地抓出来? 带下, 压住满心的问号应下, 世子现在要启程去长蛇岛吗? 贺久明缓缓摇头, 先去骑县。 带下问号挂满全身, 骑县没有藏兵和藏营, 且被洪水冲得一塌糊涂, 世子这会儿去骑县做什么? 星号星号星号山下, 山村, 土房茅屋。 被鞭炮声声叫醒的林如玉 用被子盖住脑袋, 又睡了一觉, 天亮才爬起来。 想众人护道了拜年的吉祥话, 又送了每人一个新年红包。 这些红包是他离开宣州时, 母亲便准备好的, 人人有份。 一个不辣最后一个红包, 是他自己准备的, 笑眯眯递到了沈哥手上, 压岁钱。 拿着压岁钱的沈哥有点晕, 如玉压岁钱是长辈给晚辈的。 林如玉点头, 同辈也可以给。 同辈是可以给, 但那得成亲之后, 给位成亲的弟弟妹妹们, 他们俩是要成亲的。 没有准备压岁钱的沈哥, 从袖带里取出两枚金叶子, 放在心上人手中, 这是解给咱俩得压岁钱, 我的你也收着。 还有, 我比你大一岁, 以后有我给你压岁钱。 这金叶上脉络都清清楚楚, 一看就非凡品。 林如玉美滋滋地把两枚金叶收入荷包中, 抬头道, 我比你大。 沈哥认回亲人后, 知道了自己的真实年纪, 比他之前随口胡说的小两岁。 所以, 去年的沈哥十八岁, 今年的沈哥十七岁, 比林如玉大一岁。 但三世为人的林如玉, 第二世活到十七岁, 他可不会承认自己现在还是个十六岁的小丫头。 他已经是上大学的成年人了, 虽然只上了半年网课。 沈哥还是不明白, 为何比自己矮半头还多的如玉, 如此执着于当姐姐, 不过他也乐见其成, 好, 你大, 你是姐姐。 他这声姐姐叫的林如玉骨头都要酥了, 小脸一红, 强撑着当姐姐的气场, 抬高手臂拍了拍他的脑袋, 乖。 沈哥, 他不想怪, 他想当狼。 用过早饭后, 沈哥和林如玉商议接下来的计策。 林如玉吩咐道, 咸音姐把木盒拿过来。 咸音取出用温暖皮毛层层包裹的小木盒, 林如玉把木盒的盖子打开, 给沈哥看。 沈哥看到趴在碎木屑里一动不动的, 比小木趾还成了黑蝎子, 好奇地想用木棍扒拉一下, 就这么个小东西, 能闻到百丈内的味道。 林如玉拍开他的爪子, 这蝎子只有三只, 金贵着呢。 你别看他现在一动不动, 一旦贺炯明进入咱们方圆百丈内, 他立刻就会察觉到, 确实金贵。 沈哥跃跃欲试, 如玉把他给我, 我带着蝎子去抓人。 人不急着抓。 林如玉要跟沈哥商量的, 正是这件事, 安王父子在长江诸州运营多年, 肯定藏了不少兵马。 金银, 咱们可以跟着贺炯明, 把这些一个个找出来。 沈哥不愿冒险, 先把他抓住, 再撬开他的嘴也一样, 咱们还得赶回去澄清呢。 林如玉笑眯眯道, 就这个正月, 正月末, 咱们就抓人。 你不觉得, 让他眼睁睁看着他的老巢, 一个个被咱们端掉, 很爽快吗? 确实挺爽快。 沈哥心谋一闪, 动心了, 那你得答应这一个月, 都与我一块行动。 好。 林如玉爽快应下, 又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沈哥见他这样, 关心道, 昨晚被鞭炮吵得没有睡好。 现在安静了, 你再回屋睡会儿。 好。 林如玉应下, 回房准备睡个回龙觉。 他昨晚不是被鞭炮吵的, 而是昨晚他又梦到了贺炯明挖他心那日, 梦醒之后, 许久无法入睡。 林如玉回屋睡下不久, 洛六回来报信, 小公子, 傅有龟一早离开山洞, 看方向是要返回骆驼岭。 他走之后不久, 代下也带着人离开了, 贺炯明还留在山洞内。 沈哥摸摸下巴, 傅有龟能从骆驼岭下来, 算他有些本事。 萧大哥, 你带人悄悄跟着他, 看他从哪伤骆驼岭, 然后把通道封死, 以防骆驼岭的叛军从密道潜逃。 是。 萧灵应下, 带人即刻出发, 去追傅有龟。 沈哥又道, 萧哥, 你去跟着代下, 看他要干什么。 赵明领命还未离开, 山上又送下消息, 钱兰翠被人带下了山。 钱兰翠才貌, 家世皆平平, 沈哥早就觉得贺炯明带着他, 是因为他是如玉的表妹。 现在贺炯明派出了从来不离身的代下, 又把钱兰翠也派了出来。 沈哥觉得代下和钱兰翠下山, 定是贺炯明想对如玉或林家做什么。 沈哥严肃道, 明哥带上四个身手好的兄弟, 等代下一伙和钱兰翠离开智县后, 将他们活捉。 活得抓不到就杀了, 绝不能让他们再回贺炯明身边。 公子放心, 装明领命, 带着人走了。 睡了一个多时辰的林如玉, 被贤英叫醒了, 姑娘, 山上的人开始行动了。 林如玉立刻清醒, 起身穿衣, 是去呈县吗? 贺炯明到了这里, 应是想去呈县骆驼与叛军会合, 驻山上的叛军突围。 贤英的话, 却大大出乎林如玉的意料, 不是, 他们奔北边去了。 林如玉, 沈哥等人站在桌边, 桌上摆着饶舟的地图, 地图上摆着四根根小木棍。 大年初一一大早, 贺炯明将他的人分成了四批, 去的还是不同方向。 傅有归带着十几个人人去南边, 方向直指呈县骆驼岭。 三人和钱兰翠过了马车奔东, 目的地是宣州, 带下带着十个人奔西而去, 贺炯明被余下百人保护着奔向北方, 这两队的目的地不明, 但可以肯定他们去的都不是骆驼岭。 站在桌边的洛显率先开口, 属下等十五人, 虽是从何周温家岭跟踪至此, 但属下确认没有被贺炯明一伙的暗哨发现。 因为我们是拿着黑蝎子, 他们赶路时我们休息, 只掌握他们的大体方向, 然后他们休息时, 我们再根据黑蝎子的指引, 寻到确定他们的位置。 这几只蝎子, 咱们可得好好养着, 等逮住贺炯明, 咱们还可以用他们跟踪下一个目标, 太省心, 省劲了。 洛显的话, 把众人都逗乐了一直保护沈哥的侍卫邹顺道, 洛显最擅长的就是追踪寻人, 他说贺炯明没有察觉到, 那他肯定就是没察觉到。 有真心这个本地人带着, 咱们这几十号人在制线耗不起眼, 安王之乱刚刚平息, 长江各州都在清角于匪, 四处寻查的官兵小队数不胜数。 林如玉他们这一队中的真心, 是随着武安侯府管家沈巡从新阳城过来的, 他祖籍饶州制线, 操着一口制线方言, 与其他小队长毫无差别。 沈哥也相信洛显等人的实力, 所以贺炯明此番行动与咱们无关。 那么他们缤纷思路, 是为了什么? 林如玉把手放在向东的木棍上, 分析道, 贺炯明不是善人, 不管他为何将钱兰翠待在身边, 此时他让人送钱兰翠回宣州, 一定有他的目的。 且,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用得着钱兰翠。 钱兰翠最大的价值, 可能就是与我家的关系了。 所以我怀疑, 他们这次奋兵, 可能与我家有关。 众人点头, 林如玉继续道, 宣州守备森严, 林家和沈哥的几个兄弟身边都有人保护, 无论贺炯明想做什么, 都需要帮手。 贺炯明见过富有归后, 肯定已经知道骆驼岭的兵被困死了, 他无法动用。 所以我推测, 带夏是被贺炯明派去搬兵了, 能让他的贴身下自不安慰统领亲自去搬的兵, 应该大有来头。 有道理啊, 邹顺一拍脑门, 不管带夏是要去搬哪路虾兵蟹匠, 都不能让他搬来。 明哥办事靠谱, 带夏再厉害也逃不出他的掌心。 沈哥扫过地图上饶州以西的州县山巒, 仅依据带夏所去的方向, 还无法推测要从何处搬兵。 暂且不管他, 贺炯明向北, 是要去往何处? 至县北边是夏菜县, 夏菜不可能有他的藏兵之地, 所以他的目的地肯定不是夏菜。 他北上究竟是要去做什么? 夏菜是安自远的老家, 去年八月, 为了搜寻被贺炯明派人劫走的赈灾粮, 助太守派人把夏菜周围的山都翻了个遍。 即便贺炯明原本在夏菜藏了兵, 定也转到别处去了。 林如玉接过话茬, 跟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咱们也准备启程。 是, 洛显和贤英领命, 出去准备。 林如玉与沈哥商量, 贺炯明向北, 骆驼岭在南边。 你, 沈哥立刻道, 我跟你一路向北, 骆驼岭那边有巡叔和杜将军在, 叛军插翅南飞。 沈巡跟着武安侯征战沙场多年, 足智多谋, 能征善战, 由他顶替沈哥围攻骆驼岭, 肯定比处处茅庐的沈哥做得要好。 林如玉跟踪贺炯明, 长了不少见识。 譬如, 贺炯明一伙避开人烟, 在山林穿行, 或在山间小路, 田间小路上通过, 他们的衣衫颜色与山林几乎融为一体, 远了根本无法察觉, 而且, 他们百人分作五个小队, 将贺炯明的小队护在最中间, 前后左右相隔了数百米。 这样排阵, 无论敌人从东西南北哪方来, 都会经得那边的小队, 然后迅速报到阵中心贺炯明的小队, 中心小队便能立刻做出调整。 若不是有黑蝎子在, 林如玉他们若想不被察觉地跟踪贺炯明,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林如玉将自己所见, 所闻, 所悟都记在本子上, 分析自己以后该怎样避免被人跟踪。 沈哥很喜欢翻看他的记录, 有所感识也会记上几笔。 若他与林如玉想的不一样, 还会与他探讨。 这件事新鲜又有趣, 沈哥十分喜欢。 林如玉也很喜欢, 这就感觉就好像他和沈哥是同班同学,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一样。 贺炯明这一路上并不着急, 用了五日的时间才穿过夏菜, 进入夏菜北面的起线后, 贺炯明依旧向北。 现在, 他换了一张平淡无奇的脸, 改成马车, 走关道。 沈哥察觉到, 贺炯明改成马车后, 林如玉笑容变少, 话也变少了。 贺炯明进入起线三日后, 在一座山下不起眼的小客栈歇素时, 林如玉的面色越发凝重了。 不待沈哥发问, 林如玉便拉着他上了山。 现在虽然已经立春, 但山风依旧寒冷, 沈哥走在上风口为他挡住寒风, 牵着他的小手在前引路。 山路难行, 沈哥舍不得林如玉受登山的苦, 便与他商量道, 这山路石子太多, 容易滑倒, 还是我背你上去吧。 好。 林如玉十分干脆地硬下, 让沈哥心中不安。 他本以为自己常理要多劝几句, 因为如玉向来独立, 能自己做的事从不麻烦别人。 沈哥把他背起来, 稳不上山, 娇娇, 你在想什么? 哪里不对劲? 林如玉搂住沈哥的脖子, 闷声道,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咱们先上去, 你小心脚下。 两人到了一处山间平台上, 林如玉指着不远处的另一座山峰, 那里有一座小庙。 沈哥顺着林如玉指的方向望过去, 发现不远处山峰的半山腰上 果然有一座庙, 从他们这个位置看过去, 能看到庙中破败的情形。 沈哥颜道, 那庙看着像是荒废了。 林如玉应了一声, 悠悠道, 那庙的大殿中供奉的是四大天王, 其中两个天王的佛像已经损毁。 若我猜得不错, 贺九明待会儿会到庙里去, 进庙中的大殿。 这是歧现到下菜一道边的一个 十分寻常的小客栈, 土墙, 破门, 碎瓦, 这是他从未来过的地方, 却记忆深刻。 小战后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座山, 半山腰有一座荒废的破庙。 贺九明沿山道而上, 站到庙门前半上, 才缓缓抬起头, 待看到庙门上挂着的 已经开裂缺损的天王庙, 牌匾, 他的瞳孔, 轻颤, 亲手推开庙门, 踏着半人高的荒草, 进入庙中荒废的正殿, 看到连头脸都以模糊的 广目天王和增闻天王的泥像。 贺九明的身体轻颤, 后退两步靠在摇摇欲坠的殿门上, 灰尘扑速速落在了他的身上。 一道, 小栈, 荒山, 破庙, 他梦里的东西竟都是真实存在的, 就连两尊佛像的缺损 也跟梦里一模一样, 还有什么比这更匪夷所思? 梦里, 他还指着两尊破损的佛像安慰林如玉, 说, 庙里神仙之小, 姑娘的母亲和幼帝下落不明, 所以, 广目天王和增闻天王离开佛殿, 替你去寻找亲人, 姑娘很快就能找到他们了。 被他救起后的, 什么时候能寻到, 不由倪向说了算, 而是他。 啊, 贺炯明抱住欲裂开的头, 痛苦嘀吼。 将军, 侍卫从未见过世子如此模样, 想上前把他搀扶起来, 又迟迟不敢动手。 这里我来过, 在梦里, 林如玉望着破败荒凉的天王庙, 直呆呆发愣, 声音沉缓, 与贺炯明一起。 我娘和阿恒在码头山下, 被山匪劫走, 我落水虽侥幸未死, 但还是被寻来的山匪抓住了。 山匪把我押回码头山的途中, 撞见假扮安自远的贺炯明。 他救下我回宣州时, 曾在山下那个客栈了歇宿, 我发现山上有庙, 他陪着我上去求神佛, 保佑母亲和阿恒平安。 沈哥听得心疼, 抬手把他搂在怀里, 灵力的心眸盯着被人从天王庙里 扶出来的贺炯明。 断言, 他也做了同样的梦。 林如玉将头靠在沈哥井边, 汲取让他安心的温度和气息, 压住心底翻腾的万种情绪。 他从下菜出山到这里走的路径, 每次停下歇息的客栈都与梦中一致, 还有这座小庙。 他应该是在制县山上做了同样的梦, 醒后过来验证真假。 然后在梦里, 贺炯明杀了他。 沈哥报警星上人, 十七岁少年略带志气的眉眼间, 静视坚毅。 那是梦, 现在才是真的。 是菩萨是梦, 告诉你, 若不吃刀反抗, 就会变成那样。 你握起了刀杀了阎老四, 还救了暴力, 然后又救了乌沙阵, 救了岳母和阿恒, 救了我祖父, 救了很多人。 菩萨的意思是告诉你, 是在人为。 贺炯明做同样的梦, 也是菩萨的意思。 菩萨是告诉他, 他作恶多端, 改下地狱。 那些不是梦, 但沈哥说的对, 是在人为。 是他落水被大福救起后, 握起刀, 木棍, 改变了命运。 林如玉盯着出了寺庙的贺炯明, 一字一顿道, 我要亲手送他下地狱。 转身正欲下山的贺炯明, 呼绝后背一阵发寒, 他右手握住左手小臂上弩箭迅速转身, 吓得两个侍卫立刻趴在了地上背后空无一人, 只有阵阵寒风和破庙中随风摇晃的荒草。 不对, 这里很不对劲。 英玉在他狭长的凤猫里翻滚而出, 贺炯明缓缓放下手臂, 冷声道, 将这破庙烧了。 烧, 烧寺庙。 侍卫不敢吭声, 火烧寺庙, 损毁佛像是会有报应的。 侍卫硬着头皮道, 柿子, 这会儿山风大, 如果点着寺庙, 整个山风都会着起来, 官兵很快就会赶过来。 煽起了火, 很快就会被人发现。 放火烧山是砍头的重罪, 衙门很快会派人过来抓捕。 他们现在本就见不得光, 惊动了官府就麻烦了。 贺炯明沉着脸转身, 向山下走去。 两个侍卫偷偷对了对眼神, 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死里逃生的庆幸。 现在的情况跟梦里完全不一样了, 他这会儿梦到也没什么益处。 他们下山后, 沈哥依旧在安慰心上人, 见如玉的心情好了些, 沈哥才起身要背着他下山。 已经缓过来的林如玉不想再累着他, 却见沈哥可怜巴巴地望着自己, 央求道, 我想背媳妇下山。 他们说, 没背媳妇下过山的不算好男人。 他们是谁? 军营里的大哥们。 我走惯了山路, 不会摔着你的。 自己哪是怕被他摔着了? 再说他们还没成亲呢? 怎么就是背媳妇了? 林如玉清敏红唇, 你累了, 就把我放下来。 好。 沈哥背着自己喂过门的媳妇下山, 每一步都很稳, 背媳妇他才不会累, 背一辈子都不会。 林如玉搂着他的脖子, 异常安心。 娇娇。 嗯。 沈哥轻声问, 你梦里有没有我? 林如玉摇头, 没有。 不过我梦到王侯意外身亡, 脖子亮亮的, 你进了乌砂阵, 遇到了我。 嗯。 林如玉将小脸贴在他的脖子边,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不会那么顺利出乌砂阵, 逃过那场洪水。 娇娇。 嗯。 沈哥声音低哑, 身体僵硬, 不要乱动。 林如玉的瞬间通红, 用手按住了他肩膀, 我要自己走。 不行, 已经背上了。 耳朵通红的沈哥收紧双臂, 继续向下走。 林如玉鼓起腮帮子, 气骨骨道, 都是骨头, 让你背着一点也不舒服, 个得慌。 沈哥停住, 那我抱着你走。 不要。 星号星号星号, 回到客栈内, 躺在床上的贺炯明, 头疼得厉害。 究竟是怎么回事, 究竟是哪里不对, 为何梦中的景物都是真的, 但梦里的事, 却是假的也不对。 梦里, 自己去码头山之前的记忆, 跟真实中一般无二。 不一样的是现实中, 在码头山下, 未能等到码头山的废物们, 把林如玉送过来。 林如玉落水不知所踪, 所以他转城去乌沙镇 拜访东竹石启青。 他进入乌沙镇, 在小巷里, 发现了身穿破缩衣的林如玉, 然后又在竹林里, 遇到了沈哥。 贺炯明猛地从床上坐起, 不一样, 是因为沈哥。 贺炯明站起身, 快速在屋内走动。 梦中和现实中不一样, 都是因为沈哥, 一定是。 是他把如玉从水中救起, 带回了乌沙镇, 之后这一年半, 他一次次破坏了自己的计划。 若不是因为他破坏了计划, 自己就不会在乌沙镇外, 遇到贺炯昭派来的杀手的伏击, 也不会受伤。 如果他不受伤, 就不会不去巡视沃龙堤。 如果他去巡视沃龙堤, 贺炯昭的人没有机会提前炸堤。 如果不是他抢走了震灾粮, 就出了石启青, 救了五安侯。 朝廷就不会派沈存玉和何汝鸣 出京追查沃龙堤炸毁的真相, 矛头就不会直指安亡, 父王也不会被逼得在 准备未周全的情况下提前造反。 如果没有沈哥, 宣州, 林家, 林如玉都是他的掌中之物。 按照梦中的情形, 他此刻应该已经杀了贺玉荣和贺炯昭, 将长江南岸诸州纳入囊中, 以宣州为京都, 称王称帝, 与新疆的贺成泽分庭抗礼。 因为沈哥搅局让自己一步步 沦落为过街老鼠, 贺炯明气得掀翻漏室内的木桌, 喘息越发粗重。 他抱住头, 拼命回想梦里有没有出现沈哥这个人。 直到天黑透了, 贺炯明才猛地抬起头, 一双新红的毛子死死盯着昏暗的窗户。 梦里, 有人关押石启青的好连债陶家庄闹事, 安逢春向他汇报此事, 然后贺炯明命安宁春将石启青转押入丽阳山谷。 但是在转运途中, 石启青被人就走了。 这件事与沃龙低决堤前后脚发生, 忙乱之中, 贺炯明也抽不出人手追查石启青的下落。 救走石启青的人, 一定是沈哥。 沃龙低决堤之后, 自己推波助澜, 百姓对朝廷的不满若火山喷发, 揭竿而起反抗朝廷。 父王趁机招兵将受灾三周的壮丁纳入麾下, 在这一片商讨朝廷的浪潮中, 唯独铜安县不声不响。 现在想来, 定是沈哥将石启青带去了铜安县, 铜安县本乃是石启青妻子的娘家。 现实中, 现在, 石家人就在铜安县。 梦里, 被自己设计匡骗南下的五安侯死在洪水中, 没与沈哥相见, 相认。 没了五安侯府和林如玉相助的沈哥, 不过是个有点小聪明, 连名字都不配有的草劫罢了。 沈哥得了林如玉, 如日中天, 自己错过林如玉, 每况愈下。 那不是梦, 是他本该有的命数。 黑暗中, 凤眸新红的贺炯明面色争鸣, 他一定要把林如玉从沈哥身边夺过来, 将被沈哥扰乱的命数, 重新带回正轨, 绝不能让沈哥染指林如玉, 否则再难回归正轨。 来人, 站在门外的侍卫, 小心翼翼推开门, 拱手行礼, 将军, 即刻启程, 全速赶往饶州骆驼岭。 侍卫, 洛显轻轻敲门, 带听到沈哥低应, 才走入房中, 禀道, 公子, 姑娘, 贺炯明掉头向回走了, 还是吉星君。 林如玉漂亮灵动的眸子抬起, 现在不用猜了, 贺炯明确认过后的下一步行动, 是折回去杀你。 只要他不是奔着如玉去就好, 沈哥心谋含笑, 算他有点眼光。 显哥, 你带四个人继续跟踪贺炯明, 我和如玉到前面设下陷阱, 等他们自投罗网。 是。 洛显出去后, 沈哥又道, 顺哥, 你带上又侯卫的令牌, 即刻启程赶往下菜, 命下菜支县派牙拆和官兵搜山剿匪, 拖住贺炯明。 是。 邹顺带着令牌走后, 沈哥看向林如玉。 不等他开口, 林如玉已经看明白了他的意思。 对, 安安稳稳睡一觉, 养精蓄锐, 明早出发。 沈哥笑得灿烂, 对, 最出色的猎手, 越到关键时刻越要沉得住气, 养足精神, 一击必杀。 他们是猎人, 贺炯明是猎物。 待林如玉房中的灯溪灭后, 换了一身夜行衣的沈哥收拾停荡, 叮嘱贤英等人保护好林如玉。 他则呈月色出门去追贺炯明。 黑夜, 是沈哥的主场。 翻过两道山梁后, 沈哥发现了贺炯明。 他带着百名官兵, 宛若一条火虫般从山下一道上前行。 暗夜寂静, 马蹄声和官兵们整齐奔跑的脚步声显得尤为震耳。 沈哥顺着他们前进的方向在林间飞速前行。 他踩着巨石前纵树部后, 双手攀住树枝, 又向前穿了好大一截, 越过脚下的灌木, 杂草, 乱世, 稳稳落在大石头上, 然后又是一个纵身向前, 速度极快, 惊得蹲在树枝上的猫头鹰瞪大眼睛, 头随着他的方向转动。 呼, 抢到火虫前方的沈哥将背着的一大包扎马钉 撒在路上和山坡上, 然后纵身再次入林中, 惊醒了附近的一帮山匪。 山匪头子蒋三菱骂骂咧咧地钻出山洞, 是谁探娘的饶老子睡觉? 三菱哥, 是我, 东京庄的三横。 脸上抹得黑漆漆的沈哥, 畏畏缩缩缩, 不敢上前。 昨日他们经过此地时, 洛显便发现了这帮山匪, 匪首叫蒋三菱。 此处是骑县, 地头蛇沈哥对各山头了弱指掌。 蒋三菱是好怜债人, 也是个无恶不作的混账东西, 只是远有马尔虾子注意在前, 显不出他把了。 马尔虾子走后, 蒋三菱站山拦路, 猴子称大王, 做些小打小闹的无本买卖, 沈哥假冒的东京庄三横, 是跟着马尔虾子跑去安州的一个小混混, 身量跟沈哥差不多。 这会儿昏天黑地的, 沈哥模仿他的声音和动作, 蒋三菱还真没认出来。 蒋三菱看到三横, 心里就是一秃秃, 是你小子啊, 啥时候回来的, 二马子也回来了。 沈哥微微缩缩道, 二哥被扣在安州, 回不来了。 蒋三菱一听, 马尔虾子回不来, 立刻又抖了起来, 插腰骂道, 你个狗东西, 回来就回来, 半夜三更跑老子地盘, 上来撒什么眼。 三菱哥有一百人的队伍过来了, 他们每人背着三百两银子, 是又侯卫的元帅沈存玉 给宣州太守主大人的贺礼, 为了怕被人看到, 他们都是晚上走赶路, 这会儿快到山下了。 沈哥说着说着, 就激动了起来, 一百人, 每人三百两, 一公是三万两白银, 干这一笔, 咱们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滚你娘的。 蒋三菱恶狠骂了一句, 你长了几个脑袋, 敢抢右后卫的银子。 嘴硬胆子小的蒋三菱, 也就敢欺负欺负过往的百姓和小商贩, 大商队他都不敢碰, 更何况是刚打败安王, 士气正胜的右后卫兵将。 沈哥勾楼着腰, 显得又小又怂, 说话也十分啰嗦, 三横便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敢, 但我是从安州偷跑回来的, 急需银子跑路, 家里啥也没了, 只能豁出命去干这一票。 下边路面上我扔了不少偷回来的渣马丁, 当兵的栽倒后, 我就过去抢, 抢了就跑。 反正天黑他们看不清人, 不敢进林子追。 小弟过来, 是因为我念着三菱哥帮过我, 所以叫您一块去抢银子, 抢这一票能顶好几年。 去不去您拿主意, 小弟先走了,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咱后会有期。 沈哥向蒋三菱抱拳, 钻进林子三晃两晃, 不见了踪影。 蒋三菱动心吗? 动心? 怕吗? 也是真怕。 但见三横走得这么干脆, 贪恋还是压过了恐惧, 胆小鬼三横都敢去, 说明这一票能干。 走, 咱们也跟去看看。 有谨慎的小喽喽劝道, 万一咱过去被诱惑为 当成三横的同伙被抓住就麻烦了, 他家就剩他老哥一个, 咱哥几个可是脱家带口的。 蒋三菱也不傻, 看秦星再说, 能抢就抢, 不能抢就绑了三横交给军爷领赏。 这一波谁抢了算谁的, 被抓了也不能把兄弟们供出去, 否则老子弄死他全家。 抢一个就是三百两啊, 抵得过他们在山里吹寒风干撒月了, 这帮人岂会不动心, 还是三根脑子好使? 走, 去晚了, 咱连汤都喝不着了。 就是, 这林子老子闭着眼都不会撞树上, 谁抓的这老子? 脸上蒙块布, 别他们看见脸听到身后树林里 传来嘻嘻索索的川林打夜声, 沈哥的唇脚缓缓缓翘起。 这帮趁着洪水泛滥无人管时, 遭他霸占了十几个姑娘畜生, 和贺炯明一伙儿遇上, 就是狗咬狗, 谁死了都活该。 急着赶去骆驼岭截杀沈哥的贺炯明, 借着星光在路上狂奔。 从骑线到下菜的一道, 洪水冲垮后兴修的, 路面平整宽阔, 白天他刚走过一遍, 跑夜路也不用担心蛇了马腿。 但谁能想到, 路上竟被人摆上了号称骑兵杀手锦的扎马钉, 且还是生锈不反光的旧钉。 贺炯明和暗卫们的马是出了下菜后才买的, 并非真正的战马, 哪见过扎马钉这玩意儿。 马蹄被扎马钉扎穿, 马斯鸣摔倒, 现场一片混乱。 后边跟着抛开的步兵立刻举着火把上前, 围拢成一圈, 把贺炯明护在正中, 一圈正弯腰举着火把, 清理扎马钉。 看着清理扎马钉的官兵越走越近, 重匪即害怕又激动, 发现蒋三菱带人跟上来了, 沈哥从暗中窜出去杀死一个官兵, 抢了他的包裹, 又冲回林子, 速度快得惊人。 有沈哥带头, 蒋三菱一火也冲出去, 三人一组, 割包袱皮的, 打火把的, 猛头的, 配合十分默契, 抢完就跑。 不过贺炯明的手下也非等闲之辈, 请住了六个人。 蒋三菱这个倒霉催的便是六人之一, 他吓得魂不附体, 跪地痛哭流涕求饶。 本就焦躁的贺炯明赶路被阻, 直接下令将六人杀了。 下次不安慰黎下低声请示, 将军, 跑进山林里的那几个贼怎么办? 撒扎马钉拦路, 抢东西就跑得这伙人, 一看就不是拦路的山匪。 只是不知他们哪来的这么大胆子, 敢拦截官兵。 抓住, 杀了。 贺炯明清冷吩咐道, 举火把钻林子抓贼。 鱼下的泪成狗的步兵们, 巴拉巴拉脚下的地面, 确认吴渣马钉后, 席地而坐, 呼呼直喘。 捡钉子。 且等他们喘过这口气来再说。 被暗卫护在中间的贺炯明, 抓起蒋三菱的头颅, 鲜血滴滴答答落在他的左手上, 粘稠的鲜血温暖, 缓解了贺炯明心中的焦躁。 他闭上眼睛, 微仰头深吸一口血腥气, 神色渐渐舒展。 就不能让他多活一天。 沈哥悄悄撤后, 奔向前路, 隔几里便撒些渣马钉, 直到钉子都撒完才返回客栈, 躺在床上想着贺炯明一伙, 被渣马钉折腾的火冒三丈。 沈哥笑了几声, 才抱着被子睡了第二日一早, 林如玉起床梳洗吧, 出屋见到沈哥已经在堂屋等他了。 沈哥便给他盛素米红枣粥, 便问道, 昨晚睡得可还安稳。 嗯, 一觉到天明。 梦里没有贺炯明的残暴, 只有沈哥通红的耳朵和他小狼狗般委屈巴巴的模样。 林如玉接过粥, 顺手给沈哥包了一个主鸡蛋。 吃饱喝足, 林如玉用轻手调配的微黄色素颜霜, 遮住面部和手雪白无瑕的肤色, 穿上土黄色衣袍, 再把绣发盘起用帽子罩住。 宣州第一美女林如玉, 变成了一个面色病黄的小丝。 他整理好衣裳, 出门压着嗓子对沈哥道, 走吧。 林如玉将车帘掀开一条缝向外看, 发现是异族巡检。 虽说大下朝关道有官兵守护, 也会对来往行人, 车辆进行抽检, 但这大冷天的官兵们不躲在屋子里, 却站在路边搜查行人车马, 定是出事了。 半座商队领队的洛三上前与官兵们交涉时, 沈哥压低声音在林如玉耳边道, 没大事, 别担心。 看官兵的神色也不像有大事的, 林如玉微微点头, 带洛三回来让大伙下车, 下马, 说官兵要搜查马车时, 林如玉跟着沈哥神色坦然地跳下马车。 他虽不会制作人皮面剧, 但却席得了现代犹如换脸般的化妆术, 便是贺久明的人在暗中窥探, 也实不破他的伪装。 连过了两道巡检关卡, 再次上车赶路时, 林如玉交叉双手拖着下巴, 直视沈哥。 沈哥摸摸鼻挺的鼻梁, 心虚地转头, 再回头发现如玉还看着他, 沈哥便乖巧地笑了。 林如玉哼了一声, 你干的。 嗯。 沈哥就知道瞒不过他, 黑黑笑了两声道, 就过来撒了几个扎马钉, 让他们走得慢些。 没干别的, 杀了山贼的不是我。 林如玉瞪着他, 出来了将近二十里, 现在官兵们还在沿路骂骂咧咧捡扎马钉, 就他们背楼里那些也不止几个。 你一个人。 沈哥点头, 一个人快, 早点撒完, 早点回去睡觉。 他有夜视能力, 夜里没人能追得上他。 林如玉气地凝住了他的耳朵, 他们有上百人, 你一个人。 你想过危险没有? 耳朵那点疼, 完全抵不过心里的苏马, 不过沈哥还是做出一副很疼, 很怕的模样, 连声求饶, 好姐姐且饶我这一回。 林如玉松开手, 埋怨道, 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辛苦赶路, 有车有马在, 我一点也不辛苦。 你以后不要这么做了沈哥笑望着他不说话, 林如玉被他看得脸热, 低沉道, 听到没有。 我尽量, 沈哥答得含糊, 他是自己放在心坎里, 要宠一辈子的媳妇, 沈哥连路都不舍得让他多走, 更何况是长途车马。 颠簸一日下来, 连大男人都会累, 更何况他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沈哥不怕辛苦, 只怕他受苦。 莫说奔波二十里拦住赶路的贺炯明, 就是奔波五十里, 他也心甘情愿。 不过, 被心上人心疼着的感觉, 真好。 红脸浓眉的沈哥, 笑得让坐在一旁的闲婴不忍直视。 山间小道上, 离下回头看看, 已经急行军一日一夜, 腿都快迈不动的众人, 低声道, 将军该用早膳了。 好, 因马受伤, 不得不弃马步行的贺炯明, 也觉得累了, 停下靠坐在树下, 石头上闭目养神。 被他从温家岭带出来的百鱼人, 东倒西歪地坐在山坡上, 啃着冷硬的干粮。 丢了干粮的几个人, 不得不撑着酸疼颤抖的腿, 找寻愿意分块干粮, 分口水给他们的好兄弟。 离下拿着热好的水和加肉饼, 走到贺炯明身边, 将军也多少用些干粮吧, 吃饱了才有力气赶路。 食不厌惊, 快不厌戏的贺炯明也不讲究了, 沉默接过肉饼, 一口接一口地吃着。 从除夕夜做梦后, 他白天赶路, 晚上又被困在梦魇之中, 此刻已是筋疲力尽, 身体和脑袋都累了, 心底的狂躁就算想翻腾, 也翻腾不出多大的水了。 今日请好, 阳光把人照得暖哄哄的, 贺炯明吃着干粮, 竟打起了瞌睡。 见他睡了, 暗卫和温家领带出来的一众私兵 也立刻抓紧时间歇息。 山林外, 假扮伤队的沈哥一行 从异道上经过。 沈哥盘腿坐了马车上, 一直盯着木盒中 趴在碎木屑上的黑蝎子看。 林如玉探身望了一眼, 太远了, 差不多该赶上了。 沈哥掐算着时间, 觉得贺炯明一行人 应该离这里不远, 不过黑蝎子却还是一动不动, 独囊道道, 百丈距离还是太近, 如果这蝎子再厉害些就好了。 林如玉道, 我已经知道了药粉的成分, 再想办法改进改进。 听到心上人要研究蝎子药粉, 沈哥立刻摇头, 还是算了, 这玩意儿太凶险, 一百丈也够用了。 这家伙跟他父亲说的话一模一样, 林如玉盖上木盒放好, 与沈哥商量, 到了成县, 你打算怎么办? 沈哥脸了笑, 认真道, 除了他。 好, 林如玉也赞同, 第一事实, 林如玉不知道死了后 何炯明又干了些什么, 活了多少年。 万一何炯明恢复了 上一世所有的记忆, 将会变得更加危险, 没时间牵着他, 挖出他的一个个巢穴了, 还是早点宰了才能安心。 尤其见到成县, 需要穿过下菜贺之线, 林如玉他们走一道绕远了些, 用了六日, 才与带领又后卫, 困住骆驼岭的沈巡会合。 不止林如玉和沈哥来了, 带下, 傅有龟和钱兰翠, 也已被抓进营中, 被沈巡撬开了嘴。 沈巡将三人的去向和目的告知二人, 然后到, 傅有龟所说的骆驼岭下山的悬崖通道, 已被杜将军带人封死, 带下身上的银票, 和藏在山上的银两, 合计八万两, 已被缴获, 钱家姑娘以为救下她的是郑昌明, 咱们把贺久明的巢穴一个个扒了, 凑出的银两换作粮草送去北亭。 沈哥的二叔沈文公正在北亭都护府 与突厥大军苦战, 急需兵马, 粮草增援。 沈哥的祖父武安侯留在新阳, 便是在督办粮草诛事。 沈巡抓住了关键点, 公子要杀了贺久明。 贺久明是安州之乱的主犯之一, 按理说应该活捉之后押回新阳城, 交由御沈, 发落。 沈哥直言不讳, 寻书, 俗话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吗? 万岁为了彰显好生之德, 会不会给安王一脉留个子嗣? 沈巡点头, 安王有两个嫡子, 一个嫡孙, 掌房嫡孙贺俊衡, 今年九岁, 留下他的可能性很大。 贺久明活命的可能性小, 但不是没有, 所以他必须死在这里。 沈巡态度坚决, 他绝不能放贺久明活着厉害呈现。 沈巡目光转向林如玉, 林如玉也跟沈哥一样坚决, 我要亲手杀了他。 搜来不苟言笑的沈巡点头, 铺开骆驼岭的地图问道, 公子, 林姑娘, 你们想在哪动手? 没想到沈巡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沈哥与林如玉对视一笑, 目光落在地图的弯弯道道上, 开始商议杀敌之策。 此刻, 趴在志县荒岭枯草你的篱下, 正在小声苦劝贺久明放弃去骆驼岭增援的计划, 两日之内, 咱们就遇到了三波搜山的官兵, 定是夏菜衙们得到了什么消息? 贺久明垂谋不语, 林夏心中感觉十分不妙, 总觉得这次去城县肯定会出大事。 傅先生和夏统领都不在, 旁边那几个家伙指望不上, 林夏只能硬着头皮上, 世子不管为了什么, 都不能以身犯险了。 不管为了什么, 贺久明抬眸望着面前正在萌芽的老树, 除掉沈哥, 咱们就去卧龙洞。 沈哥带着八百官兵, 身边还有一帮武功不弱于 他们的武安侯府侍卫保护着, 想除掉他, 谈何容易林夏再劝? 夏统领已去请夺破门的人活抓林如玉。 只要林如玉在咱们手中, 世子要收拾沈哥不是易如反掌。 咱们现在只有一百人, 对上八百优后卫, 真得毫无胜算。 现在, 林夏顿了顿, 才继续道, 现在过去就是给沈哥送人头, 他擒住了王爷被封四品将军, 如果您再落在他的手上, 他可就要三品了。 世子, 他说了话说到了贺炯明的痛处, 他站起身抽出佩剑, 狠狠砍掉面前老树上的星牙, 取卧龙洞。 是, 林夏眉开眼笑, 江州卧龙山方圆六百余里, 山势险峻, 独虫甚多, 卧龙洞在卧龙山腹地, 是五毒门泄遥的老巢, 去了卧龙洞还怕个鬼的诱后卫。 本来向南赶往骆驼岭的贺炯明, 忽然改道西行, 立刻引起了暗中追踪的落险的警觉。 这丝要逃了, 炸刀都架好了, 你小子才想起缩脖子, 晚了。 贺炯明带人在深山中逃窜了十余里后, 呼听前方传来悠长的狼嚎声。 贺炯明立刻停住, 脸色十分难看, 林夏也怕着生命, 但他更怕柿子转到南下, 柿子再次烧泻, 属下带人去把狼裙灭了。 贺炯明沉脸问道, 你这狼裙在何处? 林夏, 听声就在前方, 但狼是长腿的活物。 见这四步吭声了, 贺炯明才阴沉吩咐道, 转到绕过去, 不要招惹狼群。 是, 头儿, 他们转向了, 这招管用。 洛二烈开嘴坏笑, 洛显吩咐道, 用狼嚎声捐着他们, 往南赶。 哪有什么狼, 这声音是跟沈哥学了狼嚎声后的洛十二发出的。 贺炯明他们被狼挡路, 迫不得已向西南方移动时, 骆驼岭上被围困了一个多月, 已经断粮的叛军终于绷不住了, 孤注一掷冲向断崖, 意图从断崖突围逃走。 死守断崖的杜城后与叛军站在一处, 这一仗打了大半日, 叛军最终也未能突破宣州军的防线。 杜城后带兵杀伤骆驼岭, 将肚子大旗插在了山头之上, 打了圣仗的官兵们嗷嗷直叫, 欢呼声。 听到这嗷嗷声, 篱下擦了擦额头的汗, 胆战心惊。 这么多人, 这么大声音, 他们向西赶往卧龙堤, 绕来绕去, 禁离骆驼岭如此近了。 贺炯明也听到了东南面摇摇传来的呼喊声, 也知骆驼岭已失守, 傅有龟逃出来了, 还是被沈哥抓了。 若是被沈哥抓了, 被关在右侯卫大营内的傅有龟听到欢呼声, 缓缓垂下头, 暗道一声, 大势已去。 萧林挑帘进来, 禀道, 公子, 贺炯明已到骆驼岭西北方十五里傅有龟猛地抬头, 不敢置信地瞪着沈哥。 沈哥站起身, 胆掉战袍上从骆驼岭沾下来的碎叶, 很吃惊。 世子队伍中有你们的内影, 是暗卫还是温家庄的人? 沈哥什么时候把人安插进去的? 这怎么可能? 沈哥笑了, 想知道, 这不是废话吗? 傅有龟死死盯着沈哥牵揍的脸, 天不告诉你。 沈哥坏坏一笑, 转身离去。 傅有龟狠得咬牙切齿, 更想揍人了。 骆驼岭西北方十五里, 篱下从大树上跳下, 冷汗直流。 世子, 咱们恐怕已经被包围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咱们在此? 贺炯明垂眸, 一路上他都隐隐觉得不对, 现在终于想通了, 温家庄内有他们的探子, 咱们从温家庄出来后, 就来他们的监控之下。 这怎么可能啊? 但若真的如此, 那夏统领和傅先生他们, 怕是, 篱下后背都冒了冷汗, 如坠冰枯。 贺炯明的目光扫过身后黑压压的人头, 目光落在下字部的六名暗卫身上。 公子, 已经形成河围。 庄明向沈阁汇报最新情况, 目光却看向女扮男庄跟在世子身边的林如玉, 难言担忧之色。 林如玉微微一笑, 手握匕手, 看向面前荆棘丛生的山林, 贺炯明就在前面。 沈阁抬手, 缩小包围圈, 警方按键, 他们可能会从西面突围逃往江州。 邹顺低声道, 不过公子别担心, 寻书在西面, 他们撞上去就是死路一条。 沈阁摇头, 任何一边都要被加小心。 是。 庄明和邹顺领命下去安排。 沈阁问林如玉, 咱们去哪边? 北面。 林如玉十分肯定, 贺炯明不会去没有道过的地方, 他会逃回志县藏起来, 寻机会脱身, 咱们去北面。 沈阁还没说话, 西边传来打斗之声。 不大一会儿, 萧綦跑来报信。 公子, 是贺炯明。 萧綦也有些犹豫, 看衣着是, 他被几个高手护在正中间。 要不, 林如玉正欲开口, 萧九飞奔来报, 有二十多人人冲向西北方的高山, 落显确定贺炯明在西北方。 果然, 贺炯明混在温家岭的人群里, 逃往了西北方。 沈阁和林如玉立刻带人向西北方赶, 还没等他们赶报, 又得到消息。 西方和西北方的叛军又各自分成了两队, 现在叛军一共是四队人马, 向正西, 西北, 西南, 正北冲杀。 人数最多的一队是保护贺炯明跑向正西的那一会儿, 其余人似乎是临阵脱逃, 四散逃命。 他们不是装的, 是真四散逃命。 沈阁嘖嘖两声, 如果不是有毒蝎子, 他们想从四散奔逃的上百人找到贺炯明, 还真得费点功夫呼, 贺炯明吐出一口浊气, 让自己放松, 不要显得与周围人格格不入。 怎么样? 他跑不了了。 旁边的官兵小队长催促道, 咱们继续搜, 小心案件, 有情况就大喊。 是。 贺炯明跟着身边人应了一声, 用手里的长矛扒拉荒草, 寻找可能藏在草中的叛军, 看起来跟身边的小族们毫无差别。 约某搜查了半个时辰, 罗生终于响起, 小队长立刻直起身, 完事儿了, 收队, 回营。 是。 二十多人立刻站起身, 嘻嘻哈哈往军站方向走, 贺炯明则渐渐落了后, 右侯卫归银入门前, 会被挨个摸脸辨明 是否有人假冒兵将入营。 贺炯明假扮右侯卫官兵 是为了脱身, 不是自投罗网。 小队长自然察觉到 有人落后了, 回身招呼道, 你, 你是什么人? 小队长刚端起枪, 贺炯明掏出一块令牌 在他面前一晃, 示意他不要大声喧哗, 我奉寻管家之令搜山。 是。 小队长声音立刻小了, 转身带着人往回走。 走了几步后, 他手下的官兵小声问, 头儿, 那人是, 不该问的别问, 回营。 是。 贺炯明利用令牌 逃过三波搜山的官兵后, 郑玉寻机会 立如茂密的灌木丛中, 却听刚刚过去的一波人道, 不是说, 寻将军很厉害吗? 怎么还是让贺炯明跑了? 旁边的人小声嘟囔, 好汉不提当年勇, 寻将军胡须都白了, 还真当他跟年轻时候一样, 勇冠三军。 另一个人提醒道, 小声点, 公子在后边呢? 这些人口中的公子, 沈哥。 躲在灌木丛中的贺炯明, 扶在灌木丛中收敛气息, 缓缓抬起左手, 用袖剑对准后方, 满眼杀气。 没多大一会儿功夫, 几个人出现在贺炯明的视野之中, 走在正中的身材高挑的少年, 正是沈哥。 贺炯明微微移动胳膊, 用袖剑瞄准沈哥, 右手按在锈剑的发射机关上, 脸上露出争鸣的笑容。 十五年前, 是本世子设计将你抓出新娘。 十五年后, 本公子亲自送你归西。 碰! 贺炯明全身贯注盯着沈哥时, 根本没觉察到身后的动静, 一根粗木棍狠狠抽在贺炯明的后脑上。 紧握木棍的, 肤色病黄的小手正在微微颤抖。 剑铃如玉得手了, 沈哥快跑起步到了他身边。 声音大的, 我都听到了, 手疼了吧? 发现贺炯明手持五安侯府一等侍卫的令牌, 乔装扮作诱后卫官兵后, 沈哥便定下了擒敌之计。 林如玉坚决替代庄明, 揽下偷袭贺炯明的任务, 重生两载, 苦练两载, 一是为了保护家人, 二是为了杀他报仇。 敌人就在面前, 林如玉不亲自动手, 都觉得对不起自己这两年苦练武功流的汗水。 手疼吗? 他感觉不到。 一棍子抽晕贺炯明后, 他通身上下, 无一处不痛快。 林如玉把棍子交在单手, 叮嘱用绳子捆绑贺炯明的庄明和洛显, 不能用手直接碰他, 他通身都是毒。 庄明晃晃用牛皮护住的手, 咧嘴露出十二颗牙, 姑娘先随公子纤细一些, 属下先把他身上的毒嗦瓜干净, 再交给您二位发落。 说吧, 庄明和洛显用捆绑好的贺炯明用粗布一果, 塞紧麻袋扛了起来, 快步上山, 进入一处隐蔽的山洞。 林如玉和沈哥随后上山, 肩并肩靠在山洞外, 静静望着西天的彩霞。 不大一会儿, 洛显出来请他们进入山洞中, 然后他和庄明带人退到洞外。 洞里, 只剩沈哥、 林如玉和被捆绑着的贺炯明。 被堵住嘴的贺炯明死死盯着林如玉, 沈哥看得不爽, 上前便是一脚。 贺炯明闷哼一声, 目光依旧望着林如玉。 虽然他被嘟着嘴, 没办法说话, 但林如玉还是看懂了他脸上的嘲讽。 他在嘲讽沈哥只会动粗, 也在嘲讽自己不会选男人。 哼, 林如玉上前也狠狠给了贺炯明一脚。 林如玉的脚力没有沈哥大, 但他对人体构造十分清楚, 知道踢内最疼。 他这一脚下去, 贺炯明闷哼的声音可比方才被沈哥踢时大多了, 额头也冒了冷汗。 这一脚下去, 贺炯明看林如玉的眼神也变得不一样了。 林如玉才不管他什么眼神, 他抽出沈存玉送他的钢刀, 刀尖指向贺炯明的脸。 贺炯明瞳孔一颤, 不由自主向后退, 但他被结结实实地绑在石头上, 根本无法躲避。 当冰冷的刀尖压在他的脸上时, 贺炯明吓得瑟瑟发抖。 包了那多张人脸, 弯了那么多颗心, 这回该轮到你自己了。 林如玉声音冰冷, 刀尖一用力将堵住他的嘴的破部挑开。 没有了堵住嘴的破部, 贺炯明动了洞唇, 声音清冷威严, 只要万岁一日未废除我父王的爵位, 我便是安亡世子。 沈哥, 你若敢对本世子用私刑, 便是以下犯上。 活了十七年, 欠揍找死的人他见过不守, 但眼前这个罪欠。 沈哥冷笑, 一个死人罢了, 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死人? 贺炯明心底一颤, 目光转向林如玉, 骄, 沈哥的剑瞬间抵住了贺炯明的咽喉, 目光森冷, 再敢说一句废话, 老子割了你的舌头。 虽被沈哥用剑抵着, 但贺炯明依旧望着林如玉, 目光如水, 如玉, 你左胸前有一颗小小的朱砂痣, 对不对? 找死。 沈哥的剑一用力, 贺炯明脖子被利刃割破, 孤注一掷的贺炯明毫不退缩, 当然他也无处可退, 满眼情深地盯着林如玉。 林如玉拉住沈哥的胳膊, 平静道, 让他说, 贺炯明神情地望着林如玉, 娇娇, 你所有的事我都知道, 你让沈哥出去, 我有话同你讲, 这件事不止关乎你的安危, 也关乎你的父母和你的弟弟阿恒的生死节。 林如玉握住沈哥紧绷的胳膊, 示意他不要紧张, 才上前一步, 嫌弃道, 别用你这张藏满了疙瘩的丑脸对着我, 恶心, 噗, 哈哈, 如玉的话音还未落, 沈哥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声音震的煽动都跟着摇了三摇, 晃了三晃, 被面具捂住一脸小疙瘩的贺炯明气气的后脑, 一抽一抽的疼, 如果不是因为不能动, 他会立刻一袖剑把沈哥撂倒, 活泼他的皮, 弯他的心。 直死生死存亡之刻, 贺炯明告诉自己要冷静, 他只当旁边站的是一只锅躁的乌鸦, 死死盯住林如玉, 林姑娘不关心令尊, 令堂和右弟的生死吗? 林如玉点头, 关心啊, 贺炯明紧绷得神经微一松, 那么, 就放了你, 然后你会告诉我破解生死结的方法。 林如玉嘲讽一笑, 贺炯明你是真傻, 还是装傻? 你已经落在我们手里, 生死都由我们说了算, 哪来的资格跟我们谈条件? 即使如此, 那便让我黄泉路上有人作伴吧。 贺炯明闭上了眼睛, 虽然林如玉女扮男装面色病黄, 但他的眸子漠黑灵动依旧, 这双眸子已经在他梦里困了他多日, 令他难以平静。 贺炯明觉得, 他不顾凶险从齐县跑回城县杀沈哥, 就是中了这双眸子给他设下的迷障。 此次脱身之后, 他定要弯出这双眼睛捏碎破障。 沈哥看向如玉, 等他开口。 虽说沈哥看得出来, 贺炯明很可能是在炸如玉, 但这是关他的亲人, 所以必须慎重。 林如玉后退一步, 坐在铺着的柔软瘦皮垫的石头上, 不急不缓道。 前年七月, 齐县大水时, 好连寨外的安自远是你假扮的。 贺炯明闭着眼睛, 点头, 去年底到宣州大牢去见郑永贵的郑昌明, 也是你假扮的。 贺炯明在点头, 脸上隐隐有些得意之色。 你在去年底做了一场梦, 林如玉一提到梦, 贺炯明的凤眸瞬间睁开, 死死盯住林如玉。 看他情绪波动如此大, 林如玉便知自己猜对了, 那梦如真似幻, 你将信将疑, 所以最近才会恍恍惚惚,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是也不是。 焦焦也梦到了是不是? 贺炯明难掩激动, 你梦到了什么? 告诉我。 哼。 林如玉冷笑一声, 我什么都没梦到贺炯明, 不知道林如玉有没有梦到他杀了他。 心中不安, 面上却装得激动难易, 不可能。 你一定梦到了, 否则你不会知道, 我去天王庙做什么。 焦焦, 你我乃是天作之和, 是沈哥从中作梗, 将你我拆开, 惹得天怒神怨, 才拭懋我们, 让我们不要中了沈哥的诡计。 沈哥白了贺炯明一眼, 把刚灌了热水的水囊递给如玉, 让他暖手用。 热水囊温暖了林如玉冰冷的手, 也让他放松了下来, 不急不缓道, 贺炯明, 你可知五毒门谢遥是谁的徒孙。 贺炯明一正, 不知林如玉为何忽然提起谢遥的师门。 林如玉继续道, 他是神医谷生无伤的徒孙, 是我助神医谷子弟新南平灭了谢遥, 新南平治我洗衣术, 便送了我一本身无伤的衣书, 其中有一味神奇的药, 药明入梦。 服用此药的人筋疲力尽之际会陷入梦中, 被药侵蚀神智, 难辨真假, 陷入癫狂之中。 你去年底扮作郑昌明, 去我家刺刑时便饮了一杯, 滋味如何? 不可能, 不可能, 贺炯明面容争明, 不是, 梦中一草一物都是真的, 绝不可能是。 林如玉无奈叹息, 看吧, 他已经癫狂, 说梦中的一草一幕都是真的。 沈哥点头, 与玉如一起用怜悯的目光看着贺炯明, 摇头叹息, 陷入混乱当中的贺炯明觉得目前的情况很不对劲, 但他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劲, 他又闭上眼睛强令自己静下来, 不能被这俩人牵着鼻子走。 梦一定是真的, 他确信, 贺炯明睁开眼瞪着林如玉的左胸, 只要退下他的衣衫, 看一看他胸前有没有朱砂痣, 还不等他开口, 沈哥的剑尖已经抵住了他的咽喉, 眼里净是杀气。 贺炯明露出疯狂的笑容, 你, 啊, 沈哥手一转, 贺炯明的冷笑已经变成了痛乎, 贺炯明的左耳直接被沈哥用剑削掉了, 血滴滴答答往下流, 他疼得浑身颤抖。 沈哥手中剑一转, 到了他的右耳边, 杀气疼疼道, 你若敢言语侮辱我的未婚妻, 说一次, 我砍你身上一个玩意儿, 砍完耳朵就剁手指头, 砍完手指头就剁脚指头, 剁完脚指头就斜胳膊腿, 你不是挺喜欢摸人血的, 你自己的血我让你摸个够, 不信, 你大可试试。 贺炯明呼呼直喘, 颤抖着不敢再说一句话, 公子, 庄明在洞外唤了一声, 沈哥提借向洞外走去, 林如玉依旧站在原地, 贺炯明盯着林如玉, 满脸的悲伤一如他上一世, 露出惊喜时, 林如玉将匕首狠狠插在他的左肩上, 这一世的恩怨, 先与他算清楚, 这一刀, 是你害得我母亲被码头山劫匪劫持, 碰伤头的这一刀, 是你害得阿恒担惊受怕, 五岁便一息长大的, 这一刀, 是你勾结长州海盗, 害得我父亲差点不能顺利归岗的, 这一刀, 是你害得我差点失去亲人的, 待沈哥带着沈寻和庄明返回山洞那时, 看到林如玉将刀刺入贺炯的右肩, 贺炯明疼得大叫, 哆嗦, 鲜血已经染红了双肩, 林如玉后退一步, 甩掉匕首上的血, 平静道, 你与我林家的恩怨寥寥, 但你犯下的累累血债, 还得一笔笔还清, 寻说, 这人交给你了, 在发现贺炯明与他的贴身侍卫分开后, 沈哥与林如玉便定下了此计, 沈寻洋装疏忽不敌, 放走贺炯明, 带兵去追, 然后, 趁着金蝉脱鞘的贺炯明疏忽大意时, 林如玉将他擒货, 再将人交给沈寻, 带沈寻撬开贺炯明的嘴后, 就直接结果了他的狗命, 对外便说, 是沈寻带人追击贺炯明时, 贺炯明见无法逃脱, 心灰意冷, 引颈自尽, 这样, 能免去许多麻烦, 将已经腾晕过去的贺炯明交给沈寻后, 林如玉走出山洞, 抬头便看到一轮皎洁的圆月, 林如玉第一次发现, 原来月亮这么大, 这么好看, 这么, 干净, 山洞内的沈寻哥低声把方才贺炯明说的话, 简要讲了一遍, 然后叮嘱道, 他虽中了毒, 身性梦是真的, 但人还没疯, 寻叔想知道什么就神, 审完之后, 我要亲手宰了他, 无须开口问, 沈寻哥已经知道如玉的梦里, 贺炯明是怎么杀他的, 弯心之仇, 绝不是一刀能了的, 沈寻哥走出山洞, 站在如玉身边, 与他一同仰望月亮, 林如玉身体厚仰, 想靠在树干上, 却被沈寻哥台币接住, 靠在了他的怀里, 林如玉深吸了一口寒液的空气, 心肺一片成澈, 我捅了他四刀, 废了他的双臂, 沈寻哥应了一声, 手疼不疼, 我给你揉揉, 不等林如玉开口, 沈寻哥便握住他冰凉的小手, 轻轻揉捏着, 林如玉笑道, 你不带兵继续去清脚卧龙洞等地的叛军了, 我领的军令是平定河州和饶州的叛军, 现在已经完活了, 不能肉都被我一个人吃了, 总得给盈利的兄弟们留些立功的机会, 沈寻哥一身轻松, 笑容皮皮的, 现在, 什么也没有陪我媳妇刊登重要, 说了多少遍, 还没澄清, 不能乱叫, 但他就是不肯改, 林如玉也懒得再纠正了, 贺炯宁说的那些, 沈寻哥低头, 在他唇上啄了一下, 贺炯宁之后跟你说, 沈哥眼睛一亮, 咱们今晚, 我跟贤英一起睡, 沈哥挣扎道, 你现在女版男装, 贤英姐也是, 沈哥拉住他的手往回走, 回去一块用饭, 再分开歇息, 两人回到营中, 沈哥被渡城后叫去商议军务, 待他终于忙完, 回到右后卫的营帐中时, 林如玉已经用过晚饭睡了, 沈哥低声叮嘱贤英, 劳烦英姐晚上辛苦些, 若他做噩梦, 就把他叫醒, 陪他说几句话再睡, 贤英虽不知在山洞里发生了什么, 但他看到了林如玉出来时, 两手上沾染的鲜血, 轻声应下, 沈哥用饭后, 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干脆起身出营帐, 到了如玉和贤英的帐篷外, 职业的萧十九过来, 低声问道, 公子, 没事, 我就是睡不着, 随便转转, 说是转转, 沈哥却停在如玉的帐篷外不动, 萧十九裹了裹身上的羊皮奥, 低声劝道, 这天太冷了, 公子还是回帐篷里歇着, 这边帐篷里有动静, 公子在自己帐篷里也能听得到, 跟在沈哥身边的这些侍卫, 都知道他的视力和听力都是极好的, 若他要真想听, 两个帐篷之间这点距离, 对于沈哥来说不算个事, 沈哥摇摇头, 我不冷, 只想守着他, 萧十有点懵圈, 在哪守着不是守着, 为啥非要站在外边, 已经成了轻的萧三拖住萧十九, 等你娶了媳妇, 就懂公子的心思了, 巡逻去, 别在这儿爱公子的眼, 被拖走的萧十九, 沈哥静静站在帐篷外, 满脑子都是如玉一刀刀刺向贺炯明时的场景, 他那样子, 看得沈哥心都疼了, 真想把贺炯明大谢八块啊, amp, 沈哥抬头望着天上越升越高的月亮, 恨不得好几声, 抒发心中难以排解的担忧, 却又怕惊扰了如玉歇息, 身体已经疲累至极的凌如玉, 躺下后很快便睡着了, 今日直面贺炯明, 让他又梦到了前世, 在梦里无数次出现的弯心一幕, 这次却不一样了, 这次, 贺炯明把刀伸向他的胸口时, 凌如玉没有吓得浑身冰冷牙齿打颤, 他抓住了贺炯明的匕首一转, 狠狠插进了贺炯明的胸口, 插在了他的心脏上, 贺炯明一脸不可置信地, 低头看了一眼胸口的刀, 又抬头看他, 安逢春等人大怒, 骑骑冲过来要杀凌如玉, 握着匕首的凌如玉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就算要死, 他也要报了仇再说, 姑娘,姑娘, 睡在凌如玉身边的贤英轻轻拍他的胳膊, 姑娘做噩梦了, 醒一醒, 凌如玉睁开眸子, 渐渐从黑暗中分辨出了帐篷的轮廓, 见贤英要起身, 凌如玉拉住他的胳膊, 贤英姐, 我没事了, 继续睡吧, 贤英应了一声, 躺回床上安慰道, 姑娘别怕, 梦都是反的, 凌如玉翘起唇, 姐, 我梦到了好事, 贤英立刻改口, 那姑娘一定会美梦成真, 说完, 俩人都低声笑了, 睡吧, 好, 如玉说他做了美梦, 那应该是没事了, 沈哥打了哈欠, 亲手亲脚回去睡觉, 第二日上午, 渡城后带宣州军回宣州, 沈哥让副将汪仁勇带队, 继续在骆驼岭周围搜查贺九明的踪迹, 他则与林如玉去见城县县令, 交割骆驼岭贼窝的后续清理事宜, 公事是附带的, 带如玉去县城散心看灯才是正经, 否则沈哥完全可以用令牌将城县县令招到军营来, 把要他做的事情吩咐下去, 今日是正月十五, 坐在马车里, 听着沿途的鞭炮, 欢笑声, 沈哥的心情也跟着舒畅了, 大伙儿终于可以开心过个上元节了, 抓住贺九明后, 林如玉一身轻松,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我听真心说, 城县上元节有五十几丈长的火龙, 咱们今晚一块去看, 许事凭了叛乱百姓们心里踏实了, 城县上元节接到上关灯的人流, 竟是魔尖接种, 半天挪不了几步, 林如玉被挤得没了兴致, 拉着沈哥几处人群, 站到街边, 把行人荡紧色看, 沈哥四处望了望, 发现一处关灯的好去处, 拉着林如玉的手道, 随我来, 据本地风俗, 正月十五上元灯节这晚点灯, 可驱走黑暗, 灾邪, 凶杀, 所以, 不只接到灯室上点起斩斩灯, 呈现家家户户都将自己的灯取出来, 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家照亮, 坐在高高的塔顶上, 浮望四周的灯和人群, 一阵猛烈的寒风吹来, 挂在树上, 架子上的灯随风摇曳, 此情此景, 让林如玉第一次深刻体会到 灯如海人如潮这句话有多么贴切, 冷不冷, 沈哥从披风里伸出手, 摸到如玉脸上冰凉, 把他的披风上的帽子拉了起来, 本就戴着兔毛帽子的林如玉 在罩上滚毛边的披风帽, 整张小脸陷入皮毛追杀, 变得更加毛茸茸了, 林如玉也抬手, 把沈哥披风上的帽子拉了起来, 笑意融融, 是不是很暖和, 风都吹不进来了, 帽子不止挡住了寒风, 还隔开了街市上的喧闹, 喧闹和寒冷都已远去, 灯海中仿佛只剩了他们两人沈哥, 把他的小手拉进披风里暖着, 两个人依偎在一起, 享受着彻底解决贺久明这个心腹大患后, 从心到外的安宁, 彻底放松了的林如玉, 望着脚下的灯海, 想与沈哥倾诉梦, 虽然匪夷所思, 但我不觉得那是梦, 因为太真实了, 我真得经历了那十个月, 码头山下, 房财望和阎老狗他们勾结 害死了彪师和随从, 母亲和阿恒被抓, 我失足落水, 被大夫救起没多久, 山匪追过来, 大夫被他们杀死, 我被抓回去的半路上, 被贺久明救下, 将他是做救命恩人, 林如玉静静讲, 沈哥静静听, 一场大水, 贺久明假扮的安自远的家人全都死了, 我也因为寻不到母亲和阿恒而难受胶着, 觉得自己与他感同身受, 变得越来越信赖他, 虽然二叔二婶劝我, 说他不是个好归宿, 但我当时已经认定了他, 想找回母亲和阿恒, 父亲也回来后, 就和他正式定亲, 母亲和阿恒被他带回来时, 身体已经垮了, 阿恒先撑不住走了, 母亲在表现出不惜贺久明后没多久, 便中毒身亡, 我撑不住病倒没多久, 二叔也死了, 二婶搬出林家没再回来, 家中只剩我一个, 我拿出林家的大半钱财, 救济三周受了水灾的百姓, 贺久明搬到林家前院帮我打理家中生意, 我虽然很少出门, 但宣州百姓称我为活菩萨的事情, 还是经由云娟和雨英他们传到了我的耳中, 我不是活菩萨, 我只想用钱财为家人祈福, 第二年, 想着父亲快回来了, 我心里有了盼头, 身体也开始好转, 但三月却传来父亲被海盗杀死的噩耗, 林如玉说的平静, 沈哥却听得心疼, 把他紧紧搂在怀里, 不过沈哥没有打断他, 只想让他把藏在心里的事都讲出来, 这样应该能好受许多, 父亲死在海里, 连尸首都没能寻回来, 为他发丧时只能用旧式的衣物, 出病那天, 二婶带着二妹和阿东穿着笑衣几次想接近我, 都被安逢春几个人拦在了外边, 我当时只顾着伤心, 没有多想, 林如玉轻声道, 父亲发丧后我在家中守校, 偷听到安林春他们说起我家人的死因, 我虽然傻, 但立刻从一些被我忽视的蛛丝马迹中断定他们说的是真的,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找贺九明报仇, 然后, 他把我捆在郎柱上, 弯了我的心, 我在醒来时, 发现大夫刚刚把我从水里救出来, 是菩萨连我凌驾, 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沈哥, 林如玉的目光从灯海转到沈哥, 沈哥捧住他的小脸, 想谢我, 林如玉笑了, 如玉般精雕细琢的五官若夜空下最美的一盏灯, 照亮了沈哥的眸子, 好, 沈哥顺从心意在他唇上飞快啄了一口, 然后将他报警, 你原先住的院子一把火烧了重建, 也是因为这件事吧? 嗯, 那会儿我还没走出被他挖心的恐怖之中, 母亲便把院子烧了, 林如玉叮嘱沈哥, 母亲只知道我梦里是怎么死的, 其他的事并不知道, 父亲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要在他们面前提起, 好, 以岳母的聪慧肯定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只是他不说而已, 沈哥搂紧如玉, 直筒四刀, 太便宜他了, 林如玉解释道, 还得留个活口给寻书审问呢, 这一世贺炯明没能毁了林家, 不是他不想, 而是他的阴谋都被林如玉化解了, 沈哥问道, 等寻书审问完了, 你想不想亲自动手? 没必要了, 亲手抓住他又捅了他四刀, 知他必死无疑就够了, 将事情告诉沈哥后, 心里最后的一丝阴影也随风而去, 他兴致勃勃地指着街上, 那边不知道在卖什么好吃的, 香味都嫖到咱们这儿来了, 咱们去尝尝, 沈哥立刻同意, 看着好吃的都买一份, 带回宣州, 林如玉豪气地拍了拍荷包, 买三份, 姐姐有钱, 沈哥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两人进入夜市边逛边吃边买, 进行而归, 送了林如玉回客栈房间那些些后, 沈哥才对身边的庄民道, 去跟寻书说一声, 沈问完后, 留他一口气, 知道他必死无疑就够了, 那是如玉, 沈哥要亲自动手宰了他, 方能削自己的心头之恨, 五日后, 沈哥返回山洞, 用刀拍了拍贺久明的脸, 六日的时间, 贺久明身上虽没有皮外伤, 但整个人受了一圈, 双唇惨白, 面无人色, 被沈哥拍醒后, 他的身体先是一哆嗦, 然后才睁开眼睛, 待看清沈哥的脸后, 贺久明的面部逐渐争鸣, 沈哥, 是你爷爷我, 沈哥把玩着手里的刀, 慢悠悠道, 看在你这几日老实招供的份上, 我可以让你选择自己的死法, 你是想包皮, 还是弯性, 哼, 早知不可能活着出去的贺久明, 声音沙哑, 劝面带得意, 就算是死, 他也要沈哥和林如玉不得安胜, 你以为你现在娶了林如玉, 回了五安侯府, 人生就一帆风顺了, 新阳和五安侯府里, 都有人恨不得立刻除了你, 至于林如玉, 那也不过是本世子早就腻了的玩物罢了, 也就你这种没见识的乡下小子, 才把他当场中宝, 沈哥抬手割下他一块脸皮, 又一刀划开了他的胸膛, 慢条思理道, 继续说, 说到老子割完你身上的肉, 挖出你的心为止, 啊, 贺久明疼得大叫, 待见到沈哥的刀又到了眼前, 贺久明真得怕了, 他不怕死, 但是怕被沈哥活活折磨死, 连声求饶, 我胡说八道, 就算是梦里, 我也没得手, 老子不妨告诉你, 沈哥一刀狠狠插在了贺久明的心脏上, 老子相中的是他这个人, 无论怎么样, 老子都会宠他一辈子, 至于你, 下十八层地狱去吧, 沈哥一刀, 结果了贺久明后, 站在原地半天没动, 沈循上前低声劝道, 他死到临头不甘心, 才跟您风言风语, 想让您不得安生, 公子不要中了他的诡计, 沈哥是从泥坑里摸爬滚打长大的, 什么下座手段没见过, 怎么可能被贺久明几句话激怒, 他想的是其他的事, 我来的时候想的是一刀刀活寡了他, 再不计也要把他的心挖出来, 可刚割了两刀, 我就恶心了, 我还是不够狠, 人死百怨消, 您亲手杀了他, 就是了结了当年他鲁宁出境的仇, 您与他之间的恩怨就了结了, 他死之后, 这一世所犯下的罪孽都会被地府聂静台映照得清清楚楚, 判官会按他的罪孽判刑, 罚他, 是地府拆官该办的事, 不是您, 见沈哥手上都是血, 沈寻带他去策动洗手时, 继续劝解道, 杀恶人也是杀人, 除了贺炯明这等以杀人为乐的疯子, 即便是衙门的刽子手, 也不喜欢杀人, 更别提千刀万剐, 太宗建朝五十多年来, 我朝还未判过寡刑, 这不是因为没有罪孽深重该判寡刑的人, 而是我朝无一刽子手, 能指此行, 沈哥毕竟年轻, 听到这些新鲜事, 心思立刻被转移了, 一个也没有, 不错, 沈寻建公子对此感兴趣, 便给沈哥讲起了刽子手的事, 刽子手斩杀犯人的前一天, 要摘见沐浴, 向菩萨祈祷祈福, 然后挑一日之中, 扬弃罪足的正午时行刑, 一刀毕命后, 刽子手尽快离开刑场, 头也不回, 即便杀的是恶人, 也会损刽子手的应得, 刽子手的行规是砍到九十九个就停手, 要不然会遭受不幸, 大多数刽子手都是迫不得已才干上这一行, 属下认得一个刽子手, 因他爹是干这一行的, 他迫不得已入行, 干了两年, 杀了二十多人就疯了, 沈寻见多识广, 听他一通讲下来, 沈哥心里舒坦多了, 说起正事, 寻书明日把贺久明的尸首带回大营, 对了, 贺久明身上那块侯府令牌是, 提起令牌, 沈寻声音低沉, 是咱们府里二管家夏元孝的令牌, 宁失踪后, 属下和夏元孝等人兵分五路, 出京寻人出正南门的夏元孝, 一去不回,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不过, 令牌虽在贺久明身上, 但杀害夏元孝的, 却是韶义侯府的人, 虽未去过新阳, 但沈哥听沈存玉和庄明等人说的多了, 对朝中关键人物, 也有了大概的了解, 成王的外祖家, 成王贺成克, 当年与当今天子前昌帝贺成泽争夺皇位的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成王的外祖父韶义侯留言会, 乃是成王的最大助力, 自然处处与支持前昌帝的武安府, 处处为敌, 沈寻点头, 正是, 小公子丢失那日, 二爷带着您出门时, 遇到二皇子被人围攻, 险向还生, 才会把您交给侍卫, 上前护驾, 侯爷早已认定, 那日刺杀二皇子的人是韶义侯派出的, 只是抓不住他们的把柄, 沈哥继续问道, 当年是韶义侯和安王社稷抓了我, 沈寻也不敢肯定, 据贺炯明招供, 他是偶然路过, 见有机可乘, 才临时起义, 派曹恒动手把你夺了去, 偷偷带出新娘, 至于他说的是真是假, 还得回京审问安王后, 才能确定, 除了此事, 贺炯明还招供了侯府二夫人的一些事, 不过此事, 沈寻还是决定等禀告了侯爷, 再做定夺, 贺炯明招供的藏兵, 藏鹰的去处, 与代下, 傅有归的口供一致, 属下打算将这些禀告给小将军, 请小将军下令清剿, 沈哥点头, 河州, 宣州和饶州的叛军已经难成气候, 咱们明日就拔引起债, 宁和汪仁勇带着贺炯明的尸首, 返回安州大营建元帅, 我与如玉返回宣州, 准备轻事, 用了十三年才找回沈哥, 沈寻恨不得时事不错眼珠地守着他, 生怕一转眼, 他又不见了, 公子, 让汪副将带着贺炯明的尸体回去即刻, 属下保护您和林姑娘回宣州, 沈哥笑了, 也成, 您跟我一块回去操办, 家里只有我们兄妹七个, 好些事儿, 我们还真拿不准怎么办才好, 自从沈哥丢失后, 鲜少露出笑容的沈寻立刻眉开眼笑, 公子寄信地过属下, 属下定尽全力, 在市井长大的沈哥, 还是不能习惯沈寻的礼数, 不过他也没再让沈寻改口, 大大方方道, 就等您这句话了, 您再辛苦一晚, 明早把人带回去就能歇着了, 是, 沈寻送沈哥下山的路上, 忍不住问了自己一直想问的事, 公子, 您在乌沙镇那些年, 是怎么养活几个小公子和姑娘的, 说起小时候, 沈哥颇为怀念, 我们几个虽然住在破庙里, 被人说是起儿, 却从没主动伸手乞讨, 乌沙镇背靠青山, 山里有的是猎物, 抓几只给我们吃好几天, 卖个皮子能买衣裳穿, 虽然没大人, 但我们的日子过得也挺好沈寻听的兴奋, 当年可有人欺负公子, 有啊, 很很多人想欺负我, 谁让我看着当时弱呢, 不过他们最后谁也没能从我这里讨得便宜, 沈哥笑嘻嘻的, 您老没听生子他们说过, 我在乌沙镇里可是排得上号的, 没几个不开眼的敢招惹我, 没几个, 还是有, 沈寻把沈哥送走后, 返回山上时, 却听山下传来了悠长的狼嚎声, 沈寻站定, 望向山下凝神戏听, 此处的狼早就被骆驼领的叛军杀死或赶走了, 所以这一定是小公子发出的声音, 狼嚎响彻寂静的山谷, 令人闻之生畏, 沈寻听着听着便笑了, 侍卫不解, 寻书笑什么, 沈寻拍了拍府中兄弟的肩膀, 说了你也不懂, 走吧, 侍卫郁闷, 您还没说, 怎就知道我不懂了, 沈寻心情好了, 话也就多了, 刚才的声音听见了, 侍卫立刻点头, 听见了, 小公子在召唤狼, 看吧, 果然没听懂, 沈寻摇头, 小公子不是召唤狼, 是在跟我说话, 小公子在用狼嚎声宣告, 他在山中是狼王, 在人间是豪杰, 他的仇自己报, 不必劳烦旁人, 侍卫, 完了, 寻书没喝酒, 就说开醉话了, 第二日, 副将汪仁勇带着幼猴卫八百余官兵, 押送着代下, 傅有归和贺九明的尸首, 把引起债返回安州诱侯卫大营, 沈哥, 林如玉和沈寻带着一众五安侯府侍卫, 启程返回宣州, 看到沈哥要走, 被押往安州大营的钱兰翠, 疯了似地挣扎, 声嘶力竭地喊着, 表姐夫,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表姐夫救我, 因林如玉是女扮男装, 钱兰翠没有认出他, 所以只向沈哥呼救, 沈哥目不斜视, 只叮嘱汪仁勇路上小心, 莫让疑众暗犯逃脱了, 并让他们启程, 前几日抓住代下, 傅有归和钱兰翠等人后, 汪仁勇和沈寻对这些人进行审问, 钱兰翠口口声声说他跟的是幼侯卫将军郑昌明, 说他大就是宣州首富林康年, 说他表姐夫沈哥是五安侯府嫡孙, 让汪仁勇和沈寻立刻放了他, 汪仁勇不知该如何是好, 便将钱兰翠的事报到沈哥面前, 沈哥只问, 只钱兰翠这样说, 还是温家庄出来的那帮人都这么说, 汪仁勇立刻道, 跟着代下的三个人中有两个是温家庄的, 护送钱兰翠回宣州的两个都是温家庄的, 他们都说不知庄主是安王世子贺久明, 还说若是知道, 打死他们也不敢跟着走, 沈哥继续道, 也就是说, 钱兰翠的情况跟温家庄出来的人是一样的, 若要放了钱兰翠, 那温家庄的人是否也该放了, 那不能? 汪仁勇明白了小将军的意思, 无论钱兰翠是不是他未婚妻的表妹, 都要秉公办理圣旨上说得明明白白, 与安王有关的一众案犯, 皆要送往安州。 所以, 钱兰翠即便是真的不知道贺久明的身份, 沈哥也无权私自放了他, 得押送安州审问清楚后, 再行发落。 沈哥上了东行的马车上后, 向林如玉解释, 且不说钱兰翠知不知道贺久明的真实身份, 单凭他明知贺久明派他回宣州, 是想让他引你出邻家, 然后将你抓住这件事, 就留他不得。 林如玉把昨天晚上买的芝麻麦芽 递给沈哥一片。 我明白, 他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你尝尝这, 味道很不错。 沈哥不太喜欢甜食, 乖乖把车后灌了一口茶, 待会儿到了县城, 再买几斤带回去吃。 好, 林如玉硬了, 啃着片悠闲看着窗外的风景, 这几日天光晴好, 路边的麦田绿得让人心情舒畅。 其实不止绿色的麦田, 就是路边还没萌芽的杨柳枝条, 看着也别具风骨。 果然一个人心情好了, 看什么都觉得顺眼, 林如玉懒洋洋靠在车厢上, 神情放松, 嘴角情笑, 双眸清亮。 沈哥拖腮盯着他, 看得心痒痒, 想亲一口。 不对, 想亲很多口, 可惜, 车上还有咸鹰在。 看到沈哥嫌弃的眼神, 咸鹰淡定地摸了片芝麻送进口中, 嘎嘣嘎嘣咬得带劲。 寻叔已经吩咐了, 他, 贤真, 洛贤等二十人个在林家的侯府侍卫, 以后就跟着姑娘了。 姑娘嫁去五安侯府, 他们算是娘家人, 是娘家人就得保护好自家的姑娘。 至于小公子, 呵呵, 那是姑爷, 想亲近姑娘。 可以, 等成亲以后。 归城一路顺利, 正月二十三日, 林如玉和沈哥回到了宣州。 瞧见父亲, 阿恒和生子在城门外等着他们, 林如玉欢喜地跳下马车跑了过去。 林副吓得紧走几步扶住女儿的肩膀, 责备道, 跳下来做什么, 崴着脚怎么办。 林如玉吐吐舌头, 想跌跌了。 女儿这么一说, 林副的脸就绷不住了, 声音都揉了八度, 出去这几天累坏了吧。 你娘在家包饺子呢, 你们回去就下锅煮。 寻叔, 沈哥, 一块过去吃饺子吧, 梁勇他们, 小哥几个都在呢。 沈寻乐呵呵硬了, 沈哥先给岳父见礼, 又递给小阿恒和生子一人一个戏竹丝鞭城的螳螂, 一家人热热闹闹向城门口走。 安州之乱还未彻底平息, 宣州城四门依旧有官兵严加把守, 每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盘查才能进城。 盘查中的一环便是扯脸, 这命令是祝太守和杜将军同时下达的, 大大的告示早就贴在城门外。 上次因有人假扮郑昌明混入城中后, 这一命令才开始严格执行, 即便是祝太守出城后再进城门, 所以百姓们并没什么抱怨, 反而有一帮人天天蹲在城门口围观守城军扯脸。 因男女有别, 在城门口查验过往女子的差事, 是由一队女兵负责的。 宣州军为了执行此任务, 专门招了60名女兵, 每个城门口15人挨个查验进城的女子。 除了被抱着的孩子, 都要被查。 林如玉和贤英到女兵面前排队时, 城门内外看热闹百姓的眼睛都跟着他俩转, 准确地说是跟着宣州第一美女林如玉转。 女兵小头目见林如玉过来了, 抱拳道, 林姑娘, 得罪了。 大厦第一女将军沈存玉挂帅平定安州后, 大厦女子对这位金国不让须眉的女将军的崇拜达到了顶点。 所以, 宣州军发出告示要招六十女兵时, 竟有数百人报名, 最后经过严格筛选顺利入宣州军的六十人, 各顶各式女中豪杰。 林如玉眼前这位英姿飒爽, 举手台族都带着女侠风范。 林如玉看得眼前一亮, 抱拳还礼, 有劳都尉大人。 女兵小头目抬手摸了摸林如玉的脸, 耳朵周围和下巴, 后退一步抱拳, 林姑娘请进城。 多谢大人。 林如玉进入城中, 走向已经进城的父亲身边, 回头看向正在接受检查的闲音时, 一眼看到了城外站着的林三姑, 正用一双阴沉沉的毛子盯着自己的和父亲。 见林如玉发现了她, 林三姑像是学了穿剧变脸一样, 瞬间就切换出了憔悴可怜又强称的架势, 盯着林如玉看了一会儿便低下头, 用帕子擦起眼泪。 林如玉假装没看到她, 走到已经经过检查进了城的马车边, 蹬着小凳上车时又向外扫了一眼, 果然发现林三姑又扭曲愤恨地望着她。 这人, 真是。 林如玉无所谓笑了笑, 进入车中坐好, 回家吃饺子。 怀孕七个月的林母, 肚子已经很大了。 贺久明这个心腹大患死了, 女儿女婿平安回来了, 林母特别高兴, 与母亲仿老夫人, 二弟妹温室一起半现赶皮包饺子, 忙得不亦乐乎。 林如玉仔细询问过, 一直照顾着母亲的贤贞, 知道母亲身体康健, 腹中胎儿也发育正常, 才放下心, 开开心心吃饺子。 用过午饭又吃过茶后, 沈哥带着自己的小弟和沈寻一起返回了川街巷, 林如玉送母亲回一桃院歇息, 林母舍不得女儿, 拉着她道, 跟娘一块躺会儿。 好。 林如玉美滋滋硬了, 她先扶母亲上了床, 让她侧着躺好, 又将一个专门做的长枕放在她身后, 让她依靠着, 自己才拖去外山上床, 躺在母亲身边闲话。 娘, 阿东和二叔怎么跟着大嫂一块过去了 如玉春正月初期离开宣州, 乘船去安州探望丈夫林大夫。 这趟行程是林如玉和如玉春商定好的, 但沈哥年前便回了宣州, 所以只剩卢玉春一人。 林如玉回来才知道, 二叔和二妹, 阿东也跟着去了。 说起这事, 林母就忍不住笑, 你二叔是去寻看荆州, 安州和缅州的店铺和药园子, 如玉说是怕你大嫂你, 一个人路上无聊, 非要陪着她一块去, 阿东也闹着要去, 你二叔索性就把他俩都带上了。 路上有梁道标局的标诗 和咱们家的护院保护着, 不会有事的。 水路已经太平了, 我听沈哥说, 一线辖口, 现在都有官兵住手了。 林如玉小心翼翼地摸着母亲隆起的肚子, 娘, 弟弟闹得凶吗? 郭慎全给林母把锅卖了, 她这一胎怀的是男婴, 跟怀着你的时候一样安生, 是个知道心疼娘的。 林母摸着女儿的小脸, 你跟娘说说, 这一个月你是怎么过的? 你们是怎么抓住贺久明的? 林如玉一五一时将事情讲过讲了一遍, 就连贺久明做梦的事也说了。 林母听得心惊肉跳, 因为女儿胸口靠左的位置, 真的有一颗小小的朱砂痣, 真的有入梦这种药。 林如玉解释道, 有, 生神医留下的医书里有提到, 可以让人噩梦不断的药, 入梦这个名字是女儿起的。 那就好, 林母又问道, 是沈哥杀了她。 嗯, 林如玉知道母亲担心什么, 您放心吧, 沈哥喜欢我喜欢的要死要活, 才不会被贺久明的几句话挑拨了。 你个没皮没脸的丫头, 怎么什么话都说出了出口? 林母点了一下女儿的额头, 我听寻书的意思, 下个月, 我安侯就要到宣州了, 你在家里怎么口没遮拦都行, 到了侯爷面前可不能这样。 林如玉无奈了, 娘看女儿像个傻子吗? 像。 林母搂着闺女, 心中感慨万千。 杀了贺久明后, 她那个活泼俏皮, 有幼撒娇的女儿, 回来了。 真好, 林如玉装着不高兴地咕弄几声, 才说起在城门口看见林三姑的事。 看她那样子, 像是又觉得咱们家做了福吗对不起她的事了。 林母叹息一声, 她答应把钱兰翠嫁去村里一户人家冲洗, 还收了人家的银子。 钱兰翠拿着家里的钱跑了后, 那家人又逼得紧, 她就把钱宝翠嫁过去冲洗。 谁知钱宝翠在头出嫁头天晚上跟着人跑了, 那户人家不一, 让钱家赔双倍银子。 她跑进城求你爹, 你爹没管他家的事林如玉听明白了。 这么说, 她手里还有银子, 她一枚卖新置办的房舍, 二枚卖置办的十五亩田就把钱给了人家。 这也是让林母最气愤的地方, 她分明还有银子, 却为了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去冲洗。 都说虎毒尚不食子, 我看她真是连个畜生都不如。 娘别生气, 为了外人的事儿气坏了身子多不值当的。 林如玉贴在母亲身边, 继续道, 所以钱家现在就剩下他们娘俩了。 嗯, 你爹说钱财明还是老样子, 这辈子怕是不会有出息了。 林母给女儿顺着长发, 低声道, 不管你爹嘴上再怎么说, 心里还是盼着钱才明能立起来的。 不过就算她立不起来, 套着家里的十五亩田, 粗茶淡饭也能过下去, 就看他们心里怎么想了。 沈哥说, 没说过钱兰翠最后会怎么判。 林如玉打了个哈欠, 沈哥没说, 不过钱兰翠只是跟着贺炯明跑了十几天, 审问清楚后应该很快会被放出来。 至于她出来后会去哪就不好说了, 但她肯定不会回宣州。 不说她家的事了, 睡吧。 林母给女儿盖好被子不大一会儿, 便发现她睡着了。 林母静静看着她, 还能清晰想起她刚生下来时的模样, 满眼爱怜。 睡醒之后, 林母立刻钱兰翠的事告诉了丈夫。 听到钱兰翠跟了郑昌明后, 还听她的话跟人回来要害自己的女儿。 林父的脸色也很难看, 这事儿交给我, 你好好养胎。 林母叮嘱, 别让娇娇知道。 林父点头去钱院叫过林祥, 吩咐道, 派人假冒长州钱家人, 让他们以过来收回钱家家财的名头, 去钱财明家落脚的村子附近转几圈, 气势要做足了, 最好能吓得钱财明母子连夜搬家逃命。 然后派人跟着他们, 他们逃到哪就跟到哪, 逼得他们远离宣州后再收手。 林三姑是将钱家的家财全部卷上, 跟着林父到宣州的。 钱家人也是因为顾忌着林父, 才没跑到宣州来找林三姑算账。 若不是钱兰翠闲着没事, 就要算计自己的女儿。 若不是林三姑今日站在城门外, 对着自己女儿露出那般阴毒的模样, 林父也懒得在管他家的事。 现在既然发现了, 林父当然不能在身边留下这样的祸患。 至于他们母子最后会隐姓埋名躲到哪去, 林父才不在乎, 他正忙着给女儿准备嫁妆呢。 马车内, 沈上只用帕子擦了一把脸上的征辰, 挣了正头上的三良敬衔相遇官, 又扯了扯身上的紫袍玉带, 表情紧张地问父将武招府怎样。 武招府立刻道, 侯爷威仪弟弟, 正气凛然。 沈上只不放心, 这会不会下着厌议。 老夫换身长府武招府跟了侯爷三十多年, 从未见过他如此模样, 心中一阵酸涩, 笑着安抚道, 您不是说要给小公子称称门面吗? 再说, 马上到长亭了, 您也来不及换了。 马上要到长亭了。 沈上只挑车帘, 一眼就从远处长亭内站着一群人中, 找到了他的孙子沈哥, 经不住老泪纵横。 长亭内, 生子拉了拉身上的心意上, 紧张地问沈哥, 哥, 是咱祖父到了吗? 嗯。 沈哥声音嘶哑, 看着车帘挑起, 快步迎了上去。 停车, 见到孙儿过来了, 沈上只立刻命令车马停住, 跳下马车走了几步, 便忍不住跑了起来。 长亭内的人和护送五安侯的侍卫停住, 看着这对爷孙跑向对方。 祖, 沈哥跑到祖父面前刚喊了一个字, 还未来得及跪下, 就被祖父一把搂进怀里, 感觉到祖父身体都在颤抖, 沈哥的眼泪刷刷就掉了下来。 燕翼, 沈哥, 我的孙儿, 是祖父眼瞎, 前年没认出你来, 你这些年吃苦了。 祖父, 祖父, 沈上只紧紧抱住孙子, 失声哽咽。 能言善道的沈哥, 这会儿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以前他没觉得自己过得有多苦, 但这会儿被祖父抱着, 他心里忽然涌起无尽的伤痛, 眼泪刷刷往下掉。 见此情境, 众人无不落泪。 哭了两久, 沈上只才止住悲声, 拍了拍沈哥的肩膀, 一年半多不见, 哥儿长高了, 也壮实了。 前年八月初五, 他们乘坐邻家客船 从好连寨外观音庙, 历经贤祖到了宣州城。 沈上只与沈哥在码头上一别至今, 已有一年零七个月。 沈哥含泪带笑, 孙儿现在比我姐还高了, 再过几年就能追上您了。 你爹比我高, 不住响掉眼泪, 看向长亭内, 你岳父也过来了。 是, 我岳父和如玉的弟弟阿恒, 二叔和堂弟阿东都过来了。 沈哥转身想搀扶着祖父过去, 手却被他握住, 一并走向长亭。 沈哥愣了一下, 紧紧握住了祖父温暖的大手。 竟他们祖孙俩说完了话, 林父连忙带着众人硬了上去, 给五安侯行礼。 沈上只竟走几步, 不等林家兄弟跪下, 便拖住了他们的胳膊。 还叫我射箭呢? 阿东也道, 我这两年一直在用叔祖 给我的弓箭练习, 等过两日, 我和弟弟去林子里 射几只野鸡野兔回来, 给叔祖添菜。 好, 那叔祖就等着了。 沈上只揉了揉两个小家伙的头, 看向生子和他身边的一帮小家伙, 生子祖父见过了, 让祖父猜猜你们哪个是哪个, 你是老大梁勇, 你是老二梁乐。 沈梁勇带着弟弟妹妹们 给沈上只行礼, 梁勇拜见祖父一下 多了这么多孙子、 孙女, 沈上只笑得合不拢嘴。 好, 你们都是好样的, 快起来。 众人相认罢, 沈上只与林妇解释 为何今日才赶到宣州。 老夫因君勿 在尹州耽搁了数日, 紧赶慢赶还是迟了, 没赶上为两个孩子 亲手筹备轻视, 委屈如玉了。 林妇连忙道, 您老可千万别这么说, 该置办的 您都给置办妻送过来了。 您今日过来, 小侄本该带着全家人一块过来, 只是按着咱们本地的规矩, 要出嫁的闺女 最后三日不得出门, 如意她娘身子重了也出不来, 还请您勿怪。 林母怀孕将满九月, 沈哥和林如玉将在后日成亲, 所以, 今日两人都没能过来接人。 沈上只怎会挑这个礼, 笑道, 老夫这条命 还是他们母女救下来的, 咱们如今又成了一家人, 更不必如此境外。 带忙完两个孩子的亲事, 咱们叔侄撒好好喝几杯, 对你出海的事, 老夫可是好奇得紧哪。 林父见五安侯如此真诚, 也跟着放松了, 笑音音道, 都听您的。 林二叔笑嘻嘻道, 如意出生那年, 我大哥埋了二十堂美酒, 等明日挖出来, 咱们留两坛, 一醉方休。 什么一醉方休? 小桌宜情, 大饮伤身。 你这几日喝了多少了? 林父瞪了二弟一眼, 不过在五安侯面前, 还是给他留了几分面子。 太守大人带人在五里亭内, 再走几步, 转过前面的道口就能忘记了。 巡视钦差驾临宣州, 太守当率领本地官员和百姓出营。 祝太守新知老友最想见的定氏孙儿, 便将百姓们和官员拦在了五里亭内, 不让他们过来打扰这对爷孙相聚。 爷孙相聚后, 沈上职便要以钦差的身份去见本地官员和百姓。 林父回到家里, 跟妻女说起今日宣州城外的盛况, 然后感慨道, 不管身边围着多少人, 侯爷一直拉着沈哥, 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孙子。 林母一点都不意外, 沈哥这么有出息的孩子, 谁能不喜欢? 怎么看沈哥都不顺眼的林父操起老父亲的心? 我安侯越疼孙子, 会不会越挑剔孙媳妇? 他家娇娇嫁过去, 会不会受委屈? 林母一看丈夫的脸就知道, 他又在瞎琢磨些没用的, 便不再理他, 拉着女儿的手道, 说起接下来两日的安排。 今日侯爷到了, 明日沈哥他姐和大夫也就回来了, 人齐了娘就放心了, 娇娇去把礼丹拿过来, 也把你二审请过来, 咱们再对一遍。 明日派去沈家铺床该带的东西, 今晚就要装箱准备好明日去新房 给林如玉送嫁妆铺床的, 正是林家二审温室。 林如玉和沈哥澄清这日, 清义相和川阶相被围的水泄不通。 川将军袍的沈哥骑高头大马到清义相接亲时, 硬是撒了比旁人接亲多十倍的洗钱, 才穿过层层人墙, 到了林家门口。 林如玉以善遮面被义兄大幅背出来时, 不用抬眼看也能感受到 众吃瓜群众的如火般的热情, 因为他们的惊叹声和议论声快要盖过鞭炮声了。 按照本地婚俗, 女子出嫁应该是由嫡亲兄弟从内宅背出来送上教, 若无嫡亲兄弟或嫡亲兄弟年幼, 可由嫡亲堂兄送上教。 林如玉嫡亲的弟弟阿恒今年只有七岁, 根本背不动他, 林氏一族众没有与林如玉家关系极好的堂兄, 所以林妇林母没有同意林氏族长的明示暗示, 直接决定让林大福送女儿出嫁。 看到这么多人, 哭得眼睛通红的林如玉觉得让大福哥背大姐出来, 真是万分正确的决定。 因为也只有大福哥这样的性子, 才能无视数百双眼睛和让人头炸的喧闹, 稳稳当当背着大姐出门, 再稳稳当当把她放进轿上。 林大福不只把林如玉稳当当放进了轿里, 还塞给她一小包喷香的肉腹, 路上吃。 一手直扇一手卧欲如意的林如玉, 上一刻还因父母家人的不舍而悲伤, 这一刻却忍不住笑领了大福这份最真切的关心。 这几日, 母亲、二婶和大嫂都跟林如玉讲了他们出嫁时的情景, 一个共同的特点是, 他们澄清这日从早到晚都几乎没吃东西。 大福哥定是听到了他们的话, 才给林如玉准备了他认为最好吃的五香猪肉腹。 不是不能吃, 是太忙也没心思吃。 林如玉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也没吃什么, 因为实在是人太多, 事情太多了, 根本顾不上吃, 现在他却有了胃口。 从城东清一向到城西南川街巷, 这条路林如玉走过无数遍, 但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么慢, 这么热闹。 慢到他把一包猪肉腹都吃完开始口渴了, 还没到门口。 所以, 拜完天地进入洞房饮浇杯酒时, 林如玉一养伯把整杯酒都喝了。 他这豪气的动作看愣了喜婆, 看笑了沈存玉。 沈存玉拍着手, 不愧是我弟妹。 好, 得了夸奖的林如玉面赛桃, 一双眼睛恨不得粘到沈存玉身上。 怎么办, 姐姐今天好帅啊。 媳妇进门后不看他, 却盯着姐姐看个没完, 这让沈哥十分吃醋, 转身就要把姐姐挡在身后。 大大咧咧的沈存玉没有发现弟弟的小心思, 把他往旁边一扒了, 十分有担当地道, 喝紧酒都喝了。 你还在这儿, 待着坐盛快去前院招待宾客, 弟妹就交给我了。 交给你才不放心, 沈哥弯腰在媳妇耳边低声道, 你好好歇着, 我一会儿就回来。 好, 林如玉滴滴硬了。 沈哥走后, 沈存玉上前一把拦住弟妹的肩膀, 邪笑道, 娇娇。 嗯。 林如玉抬头对上与沈哥长得相同, 却多了几分调侃的毛子。 我那傻弟弟刚给了你什么? 是。 林如玉本就十分的姿色, 又添了两分娇羞, 看得满屋子的大姑娘, 小媳妇和丫鬟婆子们眼都直了。 沈存玉嘖嘖两声, 掏出一块塞进弟妹嘴里。 我这傻弟弟果然知道心疼媳妇, 没事儿, 上酒席。 是。 我安侯府的管事媳妇没审, 立刻招呼丫鬟, 摆了满满一桌子美食。 除了婚宴必备的菜外, 桌上都是林如玉喜欢吃的。 但是吃了一包猪肉服和一块的林如玉, 这会儿真得不饿了。 沈存玉和林家宋家的媳妇们见新娘子没胃口, 也没劝着多吃, 只陪她了话话, 便体贴地替她挡住一波又一波进来看新娘子的女兵, 让她能安心在房里歇息。 婚礼, 本就在昏黄举行, 带众人闹罢散去, 已是月上中天, 子夜十分了。 沈哥先是送了喝了不少酒的祖父回房, 才返回婚房去见自己的新娘子。 沈存玉递给弟弟一大碗醒酒汤, 又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小声叮嘱道, 弟妹已经累了, 你小子悠着点, 这姐真是没法要了。 沈哥本就被酒摧红的脸又红了两分, 一仰头把醒酒汤灌下去, 推着她往外走, 姐也累了, 快去歇息。 沈哥把姐姐送出去后关上房门, 回礼屋见到如玉站在桌边, 小脸红得跟熟透的桃子一样, 满眼都是羞涩和欢喜, 嫁给自己, 她很欢喜。 沈哥轻飘飘走到如玉身边, 看着她满头的拆环问道, 怎么还带着这么多首饰, 脖子不疼吗? 十几斤的金银珠宝顶了一整天, 脖子怎么可能不疼? 林如玉连头都不敢点了, 老老实实道, 疼, 但想让你帮我卸妆。 砰的一声, 沈哥心里早就装满的幸福被林如玉一句话引爆, 一满四肢百骸, 她上前揽住她的肩膀, 用手托住她的后脑勺, 好, 我给你卸妆。 一支支金钗, 一串串珠被取下, 摆满了梳妆台。 林如玉压住沈哥要给自己解开发际的手, 滴滴道, 我要去沐浴。 这下, 沈哥又被点燃了, 口干舌燥, 好, 前院主隐深深, 后院也是灯火通明。 武安侯听完沈寻和武招府报时, 舒展身体走到院中, 踢鼻子竟闻到了酒香她顺着香味看过去, 鼻子差点气歪了, 沈存玉, 靠坐在阎狼栏杆上, 拿着酒葫芦的沈存玉打了个酒喽, 笑呵呵地把手里的酒葫芦抛了过去, 咱也俩不喝点酒, 都对不起这大喜的日子和大好的夜色。 武安侯抬手便抓住了酒葫芦晃了晃, 又打开盖子闻了闻, 不满道, 半壶要酒。 您老这身子骨, 不喝这玩意儿喝什么? 沈存玉拍拍拍身边的藤衣, 有酒还嫩得啰嗦。 武安侯哼哼两声, 坐下饮了一口才问道, 玉儿, 这才出征受伤没? 沈存玉又灌了一大口酒, 醉眼惺忪地笑着, 不止没受伤, 还以少胜多评了安州, 还找回了艳影。 怎么样, 老子是不是比您当年还勇猛? 心房, 红烛, 暖帐。 西光自喜帐缝隙钻进来, 照在沈哥的脸上。 睡了, 不过一个时辰的沈哥张开眸子看了一眼, 抬脚把洗帐盒上挡住阳光, 又把被子小心往上拉了拉, 盖住如玉半路的肩头。 闭上眼, 沈哥依旧能看到那道残影印在眼前或脑子里, 这让他想到了无数个在乌沙镇观音庙 被日光晒醒的清晨, 那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 但记忆中所有日光都比不过眼前这一道, 因为他有媳妇了, 还跟媳妇同床共枕。 沈哥的嘴角忍不住翘起来时, 耳朵也跟着红了。 怎么办? 好喜欢。 不拉开床帘, 就跟他一直这么待在一起。 只呀, 外边传来开门声和脚步声, 沈哥刚要抬手捂住如玉的耳朵, 又听到外边传进来一声开门的声音。 沈哥把被子拉起来, 把如玉的耳朵盖住, 他便迷迷糊糊地张开了眼, 什么时辰了? 如玉的声音透着迷糊和娇软, 沈哥心里又忍不住冒出无数的好喜欢, 好可爱的小泡泡竟忘了回答他的问题。 天亮了。 林如玉柔眼打了个哈欠, 刚抬起身子, 却被沈哥按住了。 没亮, 你接着睡, 天亮了我叫你。 两人只穿着单薄的礼衣, 这样贴在一起让林如玉脸红心跳, 小声道, 卯食过半了, 该起来了。 如玉连喜仗都没打开, 就知道什么时辰。 沈哥问道, 早就定好这个时辰起床了。 嗯。 林如玉被他的呼吸挠得脖子痒痒的, 蹭了蹭才道, 我娘, 二婶和大嫂他们过门第一天, 都是卯食起来的。 因为梅神早就给家里递了话, 说今早不用我准备早膳, 所以才能多睡半个时辰, 攒起来吧, 别让祖父和姐姐等着。 梅神是五安侯府拍拐的管事媳妇, 跟大管家寻书一起为沈哥筹办婚事, 他做事周到细致, 安排妥贴。 沈哥舍不得放开专属于自己的温暖, 在他耳边问, 还疼吗不疼? 你快起来。 大早晨的, 他怎么还提这个? 林如玉的小脸一直到去后院给祖父敬茶时, 红色还没消下去。 沈上直万分开心地, 结果孙媳妇查, 在托盘上放了一堆玉镯。 好孩子, 这是你祖母早给你们备下的。 你再在咱们家, 就跟在娘家一样, 该怎么过日子, 就怎么过日子, 有人敢让你受委屈, 直接来找祖父, 祖父收拾他们。 是, 孙媳多谢祖父, 祖母, 林如玉接过沉甸甸的镯子。 沈哥两岁时丢失, 家里人一直在找他, 祖母连给孙媳妇的见面里都准备好了, 这让林如玉替沈哥高兴, 替忠于寻回孙子的祖父高兴, 愿沈哥去世的祖母, 父母再添有灵, 也能看到这一幕。 沈哥扶着媳妇起身, 又给站在祖父身边的狄青姐姐行衣里, 琪琪喊了一声姐, 哎, 沈存玉响亮硬了, 也把一对镯子套在林如玉的手腕上, 林如玉低头看着他腕上的镯子, 跟给自己的一对玉制相同, 一看便是从同一块玉上取下来的, 便知这肯定是自己早逝的婆婆给他准备的。 终于等到大哥大嫂转身, 沈良勇带着六个弟弟妹妹齐刷刷给林如玉行礼, 喊大嫂, 林如玉将早就准备好的见面礼一一递过去, 小家伙们道谢收下, 个个眉开眼笑。 沈尚直看着满屋孩子, 心情万分舒畅, 因为这才是家该有的模样。 转眼便到了三朝回门之日, 林大夫和阿恒早早便来接如玉归家。 沈家为一对新人准备了满满两车回门礼, 沈尚直和沈存玉把小两口送到家门口。 沈尚直叮嘱沈哥照看好如玉, 让他们不必急着回来。 沈存玉更是亲手把弟妹送上来马车, 站在门外笑眠眠看着他们远去。 赶来看热闹的百姓, 立刻明白了沈家对林如玉这个长孙媳妇有多满意。 前两年便开始在街巷间流传的, 林如玉在码头山玉姐丢了清白的谣言, 彻底粉碎。 消息很快传到要伤张家, 张家家主立刻吩咐道, 告诉老二两口子, 他们今天若是还进不了林家的门, 就不必回来了。 与林家断了清, 就意味着张家八不上五安侯府这门亲戚, 是个人就知道这是多大的损失。 老二媳妇平日看着精明, 到了关键时候却不上劲, 还留着做什么? 娘,表妹他们出穿街巷了。 张志生呼吱呼吱跑进小巷子, 将消息报给父母。 林如玉出嫁那日, 没能挤进林家给他送嫁的林大姑, 今早本想跟着林二姑两口子一起回娘家, 却扑了个空, 只能跑过来堵林如玉。 大喜的日子, 满城人盯着, 林如玉总不会在夫家人面前跟自己撕破脸, 这样丢的是他自己的面子。 林大姑此刻, 信心十足, 盯紧了, 他们一过来, 咱们就跟上去。 张宇珍觉得, 这么多十分丢人, 拧帕子皱着眉头不吭声, 林大姑撩车脸往外望着, 嘴里还忍不住嘟囔, 还五安侯嫡长孙呢, 宅子在这么个破巷子里, 也不嫌掉架子。 就算出身在高贵, 他也是在乌沙镇的土坑里长大的, 能有多高的眼光。 张宇珍酸溜溜道, 五安侯肯定嫌沈哥和林如玉给他丢人, 否则怎么不带他们回新娘, 当着族人的面让林如玉进五安侯府。 依我看, 五安侯肯定是打着把林如玉取进门后, 就扔在川街巷, 然后只带着孙子回新娘的主意呢? 闭嘴。 张之声瞪了到这会儿, 还林不清的母亲和妹妹也, 低声警告道, 这话如果传到大舅耳朵里, 咱们这辈子都别想进林家的门。 林夫仗义好事不假, 但他更护短小心眼, 得罪了他, 得罪了林如玉的人家, 哪个有好下场, 没见林三姑一家子都被逼得在宣州待不下去了吗? 张家小丝从向外跑进来, 少爷, 来了。 张之声立刻吩咐车夫到巷口去, 紧跟上沈家的马车。 是。 车夫牵着马往外走, 还没到巷口, 就被两个杀气腾腾的带刀侍卫拦住了去路。 这俩人一看就是五安侯府的侍卫, 走在马车边的张智生仗着胆子拱手, 两位军爷麻烦让一让。 让? 哼。 洛六致地有声, 林家与张家已经断亲, 若儿等在胆凑上前惹我家夫人不快, 后果自负。 什么后果自负? 沈哥要仗势欺人吗? 外边路上有人群跑过, 张智生知道沈哥和林如玉马上就要过来了, 抬高声音问, 你们想干什么? 是沈哥让你们来的? 错。 洛六手握刀柄, 是我家少夫人。 张智生往外望去, 正看到坐在车里的林如玉冷冷望过来, 他竟不敢与他对视, 缓缓低下了头。 此刻, 他才深刻感受到, 今时今日的林如玉已是他们高攀不起的。 林大姑低声骂道, 攀上高枝就忘了自己姓什么的死呀, 他还没骂完, 洛三已抽出长刀, 刀尖直指林大姑的咽喉, 大胆名副, 你可知当街辱骂当朝郑四品将军的夫人该当何罪。 张宇珍吓得尖叫一声, 缩近车里不敢动, 车夫和张家仆从更是吓得连滚带爬躲到墙角。 林大姑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军, 军爷误会了, 名副在骂自己嫁去河州的大, 大闺女, 不是将军夫人, 就这点胆子, 也敢跟狗屁膏药一样粘着凌驾。 洛三觉得拿刀指着他, 简直是侮辱自己的宝刀。 他一甩手腕, 一道流光闪过, 长刀归巧, 也就是他家少夫人慈悲, 否则, 洛六给了这一家三口一个好自为之的眼神, 跟着三哥离去。 直到这俩人走出巷子, 张雨珍才敢哭出声, 林大姑强称着吩咐道, 他们不过是狗杖人士罢了, 咱们, 扑通, 林大姑的话还没说完, 靠在墙上的一节水桶粗的树桩忽然断为两节, 砸在了地上树桩的断面平准光滑, 一看便是被利刃砍断的。 林大姑想到, 刚才吓唬自己的侍卫, 甩的那一下刀, 又吓出了一身冷汗, 立刻改了口, 咱们回家, 回家。 我的娘哎, 武安侯府的侍卫真是厉害, 巷口看热闹的百姓拍着胸口惊呼, 就那么一下, 这么粗的木头就断了, 得亏他手下留情没砍墙, 否则张家的马车就要砸在墙底下了。 有眼间的妇人纠正, 什么侯府侍卫, 你们眼瞎了, 认不出来那是林家陪嫁过去的护院。 林姑娘以前巡视铺子, 那俩人常在后边跟着。 什么林姑娘, 人家现在是将军夫人。 旁边的汉子感叹, 沈哥不光运气好, 本事也大, 小小年纪就生情了安王, 被封将军。 旁边的洛三胡汉子呸了一口, 屁, 如果他不是武安侯的孙子, 安王能轮得着他抓。 见大伙越说越没谱, 立刻有人把话题拉了回来, 照我说, 林家闺女嫁进武安侯府, 拉一把家里的亲戚也是应该的。 张夫人怎么说也是他亲姑呢? 这也做得太绝了。 立刻有人反驳道, 这样的亲姑你要不要? 听着马车外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张家母子三人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林大姑此刻万分后悔, 后悔当初不该为了让儿子能取如玉, 就派人去街上散布林如玉的闲话。 若没那件事, 他现在正跟二妹一块坐等武安侯的嫡孙 给自己行礼呢? 乃像现在这般, 沦落到被人堵在巷子里嘲笑。 拉马向后退, 走后边的岔路出向。 张志生只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他们这边是指望不上了, 但愿父亲, 大哥和大姐能进入林家。 尤其是能言善道的大姐, 她没出嫁前在两位旧母面前都说得上话。 被张志生寄予厚望的张雨萍, 此刻正被落石四堵在轻易向西边的巷子里, 眼睁睁看着林如玉从外边经过。 惯会审视夺视的张雨萍立刻意识到了不妙, 抱紧孩子与丈夫道, 咱们立刻回河州。 她的丈夫贺江飞舍不得走, 不再等等了。 不等了, 再等下去真惹怒了表妹, 她跟五安侯说一声, 咱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张雨萍小声道, 先让母亲消停几年, 等大就消了火, 再走动不迟。 话虽这样说, 但张雨萍心里跟明镜一样, 他们与林家只会越来越疏远怪谁呢, 只能怪母亲太贪心。 张家人怎么想, 都不会影响到林如玉回娘家的好心情。 林家人见到林如玉面色红润地, 带着女婿和两大车回门里回来, 都放了心。 他们在意的, 不是五安侯给的回门里有多珍贵, 而是她家有这份心。 一通热闹后, 林如玉扶着母亲的胳膊, 小心翼翼送她回房歇息。 母亲怀孕马上就要满九个月了, 前一段时间, 林如玉最怕的就是母亲因操办自己的婚事累着, 好在有外祖母, 二舅母和二婶帮着打点, 才没累着她。 林母这会儿不担心揣在肚子里的这个, 她担心女儿在夫家过得好不好, 进屋便是一通问。 林如玉如实打着, 沈哥的祖父, 林母瞪眼, 什么沈哥的祖父, 侯爷现在也是你的祖父。 林如玉土舌头做了个鬼脸, 笑嘻嘻道, 是女儿说错话了。 祖父和姐姐都对我很好, 祖父让梅沈听我差遣, 不管是在宣州, 还是回了新阳, 她都跟着我。 姐姐给了我这么大一箱珍珠和玛瑙, 珠子小的黄豆差不多, 大的跟帘子差不多, 听女儿讲完, 林母放心了许多, 沈哥呢? 林如玉听到母亲问沈哥, 脸疼的一下就红了。 林母见女儿这般模样, 便知两个人已经成了夫妻之礼, 又叮嘱道, 你不能由着她的性子胡来, 若是每天夜里都歇息不好, 白天也会没精神, 接下来这个月你还要与宣州官员家眷走动, 那些人都眼尖着呢。 林如玉忍着羞涩点头硬下, 有些话便是跟母亲, 她也不好意思说出口。 成亲那晚, 沈哥确实激动声色又毛躁, 一对新婚小夫妻在清一巷待到傍晚, 才乘车离开。 沈哥摟住弟弟的脖子, 嘿嘿笑道, 怎么样, 你岳父打你没? 当着家里这么多人的面, 沈哥狠给他解面子, 没掰开他的手, 老老实实回道, 没, 居然没打。 沈存玉颇为失望地放开弟弟, 又摟住了弟妹, 我路过弄云斋时, 闻着挺香就买了些点心回来, 咱一块尝尝哪种滋味好。 好, 被沈存玉摟住的林如玉, 小脸简直比被沈哥摟着时还红扑扑。 沈哥可以忍受姐姐欺负他, 但却受不了姐姐跟他抢媳妇, 一把把媳妇抢回来, 自己搂着, 我知道夫人爱吃什么, 走吧。 林如玉, 沈存玉因没一条, 跟老子抢人。 沈哥不理他, 一本正经向祖父告状, 祖父, 我姐说他是我老子。 武安侯却笑得一脸幸福, 抽空你俩干一仗, 谁赢了, 谁是老子。 好两人齐声应下, 沈哥又抢先道, 今日天色已晚, 祖父和如玉都累了, 咱们先用饭, 改日再战, 算你有自知之明。 沈存玉插腰笑的张扬, 用过晚饭回房歇息时, 林如玉好奇这对姐弟的战斗力, 你在姐姐面前能过几招。 沈哥气哼哼地 给媳妇谢去头上的拆环, 如果拉开架时比马上功夫, 我不是他的对手, 但如果是生死战, 我不会输。 林如玉狡黠一笑, 不会输的意思就是, 也不能赢了。 我们俩都打不过你, 你最厉害。 沈哥不想讨论这个 让她觉得丧气的话题, 把媳妇打横抱起来送进玉房, 动作都透着一股子急躁。 他这时, 林如玉小心脏砰砰直跳, 沐浴后, 让云娟和雨英 把她的长发彻底擦干 才磨磨蹭蹭回到房中。 早就等在床上的沈哥放下兵书, 拍了拍身边位置, 快来。 林如玉不敢看他灼热的毛子, 小步摸到床边。 沈哥是一匹很有耐心的狼, 直到他的猎物摸到身边乖乖躺好, 他才掀被子将两人罩住, 脱去了少年清廷的嗓音, 低沉而有雌性, 祖父说明早要和姐姐 一起去巡视社州大营, 后日才回来, 咱们明日不必早起。 所以, 沈哥亲了亲她柔腻的脸, 今晚咱们怎么折腾都可以。 你, 林如玉的脸被热气轰得通红, 你, 澄清前夜, 母亲向林如玉讲了男女之事, 虽然她还处于亢奋之中, 抱着她忍不住一下下的亲, 但却没有在做让她疼的事。 她, 舍不得让她疼。 那一刻, 林如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沈哥对她的疼爱是入骨的, 她真得把她放在心坎里。 林如玉忍不住哭了, 因澄清忙碌疲累的身体放松下来后, 便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那之后的两晚, 俩人虽相拥而眠, 却没有过分亲热。 今晚, 林如玉感觉到她的不同, 也忍不住跟着紧张起来。 别怕, 不会让你疼了, 我学会了。 沈哥信心十足, 哄着她脱衣。 这种事, 她居然跑去学。 怎么学的? 跟谁学的? 还不等林如玉询问, 便被她越来越放肆向下走的唇蛇夺了心魂。 什么也顾不得了。 戴云霄雨仙, 沈哥抱着汉玲玲的媳妇, 千般满足, 万般得意, 一点也不疼对不对? 你也很喜欢对不对? 确实不疼, 也确实喜欢, 但方才她是太刷新下线了。 以林如玉目前的羞耻度, 完全无法跟她心平气和讨论这个问题。 她羞得想把她踹出去, 我要沐浴。 一张嘴, 声音还是哑的, 林如玉又羞又抹不开面子, 气哼哼咬了她一口。 谁知这一口下去, 又把沈哥咬激动了, 要水洗澡的时间又往后拖了一个时辰, 待热水放好该去沐浴时, 脑袋晕晕的林如玉, 莫说咬人, 连说话的力气都要没了。 好不容易躺在干燥舒适的被窝里时, 林如玉头一挨, 枕头便睡着了。 沈哥抱着媳妇, 小心翼翼地又清了好酒, 才心满意足地睡了。 他们这里秘里调油, 张家那边却水深火热。 林大姑坐在满地狼藉的屋内, 哭得红肿的眼睛死死盯着丈夫, 怪我。 你凭什么? 你们张家凭什么? 我跟娘家闹成现在这样是为了谁? 同样被父亲劈头盖脸骂了一顿的张仲峰, 不耐烦地踢开脚边的碎瓷瓶,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 啪! 林大姑压不住火气, 又摔了一个细嘴茶壶, 哭吼道, 有没有用, 老娘都要说。 不管现在出得怎么样, 我也是林康年的亲姐, 林如玉的亲姑, 跟林慧莲那个庶女, 完全不一样。 等康年的火气消了, 你们欺负我的, 欠我的, 我要让康年帮我十倍讨回来。 张仲峰握拳头低头, 低声下气道, 父亲在气头上语气重了些, 咱们做晚辈的, 难道还能挑长辈的李不成? 哼! 林大姑见丈夫扶了软, 也顺泼下了驴, 抹着眼泪不说话。 她的声音虽大, 但心里却明白 她的亲弟弟林康年 早就偏向了房氏母女, 等她消火, 还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 即便如此, 她还是得这样说。 丈夫没用, 也跟她离了心, 所以就算是知道不可能, 她也得强撑下去, 让张家人不敢欺负她。 大哥和如玉怎么就这么狠呢, 连条活路都不给她留。 林大姑又气地哭了, 除了哭她没有一点办法。 张仲峰扶起椅子, 坐在让她看一眼 独心里发堵的妻子身边, 低声商量。 如玉这边没机会, 咱们不如从你弟妹那边下手, 把城里最好的稳婆送过去, 还有孩子的奶娘。 只有能送人进去, 林大姑, 你想都不要想, 房氏比鬼还惊。 如果这会儿她在折腾, 康年会像赶灵慧莲一样 把她赶出宣州。 张仲峰的火气又冲了上来, 那你说怎么办? 林大姑揉着阵阵发疼的心口窝, 现在什么也不干。 等我爹娘的忌日, 我回娘家祭拜时再说。 能拖一日, 十一日, 一转眼便到了四月初十。 怀胎十月的林母顺利分娩, 淡下一男婴, 林父抱着小家伙看了半晌, 为其起名做林肚糖。 林如玉脑中立刻闪过词条。 肚糖, 又名肝糖, 糖梨, 脸肺, 色长, 纸屑, 消食。 林如玉扒拉着手指头开始数, 肚东, 肚横, 肚糖。 姐, 还有肚什么? 他们这一辈家中的男丁 都是以草药才命名的。 林如玉树道, 还有肚重, 肚松, 肚炼。 都挺好听的, 但是肚糖最好听林如眉喜滋滋, 大伯很会跳。 待母亲从产房一回正房睡下, 外祖母便催着林如玉回穿街巷, 你母亲和三弟都平平安安的。 你们夫妻回去给侯爷报个喜。 母亲是傍晚发作, 夜里分娩, 现在天已经大亮了。 坐在马车上, 沈哥跟林如玉说起岳父紧张的模样, 刚倒上的热茶, 岳父端起来就要吃, 手都是抖的。 待听到岳母和孩子都平安时, 岳父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一边跑一边说, 再也不生了。 林如玉虽一直在内院, 但她紧张着屋里的母亲, 还真没注意跑进来的父亲, 是不是在掉眼泪。 有郭神医在, 母亲说她这回真得没受什么罪。 针灸, 可以缓解分娩时的剧痛。 林如玉与沈哥说起自己的计划, 我想请郭神医帮着给咱们医馆训练一批女郎中, 就学分娩时怎么扎针, 配合吻婆减轻女子分娩时的痛苦。 这个主意好, 等三弟洗三时, 你跟岳父商量商量。 对如玉要做的事, 沈哥都举双手赞同, 让云娟和弦音也跟着学。 林如玉撑了她一眼, 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沈哥笑着亲了亲她的额头, 睡吧, 到了我叫你。 林如玉的三弟阿堂的洗三宴, 办得热热闹闹, 跟林家沾亲戴故的都到了。 不过要伤张家的贺礼和偿命锁, 又被林家拦在了半路, 没能进入清义巷。 林大姑气得又在家打杂哭骂了一通, 不过这些都是张家的事与林家无关。 宾客散去后, 林如玉坐在床边与娘亲闲话家常。 因被照顾得极好, 林母生完孩子后满面红光, 精神头很足, 侯爷打算什么时候回新疆。 祖父三日后, 乘船去安州, 安排好安州的政务后, 就率领诱侯卫兵马回京, 约莫氏下月中旬。 林如玉满心不舍, 吴安侯回京, 她和沈哥也要跟着回去。 林母却很惊喜, 她本以为女儿这个月就要走了, 没想到她还能等到自己出月子的时候, 沈哥怎么打算呢? 你们是在宣州等着, 还是跟着去安州? 等您出了月子, 我们再去安州, 然后跟着一块北上, 大嫂跟我们一块走。 大福是右后卫的银江, 当然要跟着一块回去, 如玉春也要跟着走。 林母听完更安心了, 你们俩在路上也好做个伴, 一块东西到了新阳再值班。 女儿明白。 林如玉轻轻靠在娘亲的胳膊上, 她舍不得离开家, 舍不得跟父母分开。 林母摸着女儿的小脸, 温和道, 你安心去, 若你们要留在新阳, 咱们家就搬到新阳去, 生意在哪座也是座。 嗯。 林如玉立刻高兴了, 跟沈哥回家时, 忍不住哼起了小曲儿沈哥听了岳父岳母的打算, 也是喜笑颜开, 以岳父岳母的本事, 打通宣州到新阳的通道, 简直是小菜一碟。 咱们去了新阳四处转转, 选几处众意的宅子, 等岳父岳母到了, 再定下来。 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过, 给小阿唐过完满月后, 林如玉和沈哥, 如玉春在宣州城外词别父母, 启程赶往安州与武安侯会合。 此时, 已是孟春时节, 山清水秀, 鸟鸣不止。 望平镇, 一县霞, 下菜县, 好连寨, 齐县, 然后便是乌沙镇。 林如玉靠坐在窗边, 望着远处青山和近处草, 又一起了前年的一场场惊心动魄。 今晚, 他们卸在乌沙镇。 这里, 是沈哥的底盘。 进入镇子后, 小五和生子兴奋地跑出去转悠, 林如玉和沈哥携手而游。 城镇还有被冲垮的痕迹, 但人气已恢复了大半, 街上熙熙攘攘, 叫麦生和烟火器充斥四周。 不断有人认出沈哥, 惊喜地过来与他打招呼, 相互诉说怎么逃过了前年那场大水, 又是什么时候回的乌沙镇。 然后打听沈哥回了五安侯府后, 还回不回来? 肯定回来, 到时给您老代新阳城的新鲜玩意儿, 摆在店里卖。 沈哥笑隐隐地道, 与他打招呼的老店主被逗得哈哈大笑, 还是罢了, 都城的东西金贵, 摆出来也卖不出去, 你有空回来看看就成。 经过了前年的大水, 镇里人想开了许多。 沈哥拉着媳妇进入自己长大的小巷子, 感慨着, 观音庙修好了, 咱们进去转转。 好, 林如玉跟着沈哥进入观音庙, 一眼便瞧见了大殿外的功德碑。 他走近一看, 在上边看到了母亲和自己的名字。 他抬手摸着宣州灵侍女如玉, 功德碑被晒得热乎乎地, 摸着很舒服, 一如天上的暖阳。 林如玉回眸, 发现沈哥静静靠在郎柱上, 望着他浅笑。 对望许久之后, 沈哥伸手拉住他的小手, 进入了大殿。 殿内的菩萨像完整无缺, 宝箱庄严。 沈哥转到菩萨像后看了看, 带着如玉出大殿后小声道, 菩萨像后还挺宽敞, 铺上也铺着稻草。 咱们, 我不要。 林如玉立刻拒绝, 庙里有僧人在, 他俩偷偷摸摸跑到大殿睡觉算怎么回事。 沈哥笑出了声, 忍不住在他额头重重轻了一口, 想什么呢? 怪我。 沈哥忍着笑, 又亲了亲他的小手, 去吃素面。 吃就吃, 你别总动手动脚的。 林如玉甩开他的手, 走到后殿, 见到一位胡须白的老僧, 和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和尚, 正坐在长凳上, 一人端着一碗面, 呼噜呼噜, 吃得正香一老一少俩和尚见有人进来了, 立刻端身肃荣, 一碗面硬是让他们吃出了佛像。 林如玉闽唇忍住笑, 拉拉拉沈哥的衣袖, 示意他们先退出去, 让人家好好吃饭。 沈哥会议, 正要往外退。 为他们引路的僧人便开口了, 无念师伯, 黎晨师弟, 这位便是宣州灵大善人之女, 沈夫人。 林如玉闻言眸子都亮了, 这就是好连寨外观音山的主持无念大师, 和他的小徒弟黎晨。 阿弥陀佛, 无念大师虽已胡须雪白, 但声音却很洪亮, 中气十足, 沈夫人和令堂, 捐资修善妙语之善举, 贫僧师徒感激不尽。 多谢女师主。 黎晨小和尚目光明亮, 声音清脆, 小僧和师父听闻女师主和沈将军到了乌沙镇, 正打算吃碗面, 就去街上寻二位当面道谢, 不想去有缘在这里遇到了。 林如玉双手何时还礼, 前年大水, 小女子和家人逃难之贵处, 擅自动用房中物品遇寒, 摘取园中果书充饥, 还请大师勿怪。 两厢客气一番, 两厢落座吃罢宿面, 开始闲话。 沈哥说起, 昨日他和林如玉去好连寨外的观音庙, 大门撞锁的是, 黎晨小和尚挠了挠小光头, 笑呵呵道, 小僧和师父听闻乌沙镇观音庙香火旺盛, 便打算过来取取经, 我们五日前就出发了, 一路才要走走停停, 今日才赶到。 林如玉好奇问道, 二位到此取经, 是因为贵处香火不旺吗? 好连寨和乌沙镇的观音庙, 都是林家出钱修缠的, 林母不惜银钱, 人工和用料都是最好的。 吴念大师送了生佛号, 解释道, 毕妙修在山上香火本就不及城镇之中的庙宇旺盛。 今年初又发生了一桩血案, 好连寨内起了谣言, 所以, 阿弥陀佛, 血案。 沈哥和林如玉目光一对, 追问情犹之后, 发现这桩命案竟与他们有关, 一时哭笑不得。 命案死的人, 正是在齐县好连寨观道上以抢劫为生的强盗, 蒋三灵。 贺炯明除夕惊梦后, 带人到齐县印证梦之真假, 反归呈现途中, 被沈哥扔扎马钉, 并拉上了截道的蒋三灵一起拦阻, 蒋贺炯明拦在了观道上。 沈哥全身而退, 但蒋三灵一伙, 却被贺炯明的手下抓住宰了。 蒋三灵是寄马尔瞎子之后, 称霸好连寨的地痞恶霸, 其人欺软怕硬, 为祸相礼。 沈哥借贺炯明的手宰了他, 他也是为名除害。 但没想到, 蒋三灵竟是个信佛的, 常去观音庙烧香奉香火前, 祈求菩萨保佑他死后不下地狱。 被杀的那天, 他刚刚去观音庙拜过菩萨, 还是跟家里人一块去的。 蒋三灵死后, 蒋家人断了财路, 竟跑到观音庙去闹事, 让庙里赔钱, 吴念大师退了他家迎钱后, 他们敬起了贪念, 三番五次上山讨银子, 因吴念大师给不出, 便四处散播观音庙的谣言, 断了庙里的香火。 只小僧和师父两个人, 有无香火都过得下去。 但我师父盖了善堂, 收养了十八个洪水之后, 无家可归的孩子, 没香火前买米买一买药。 黎晨小和尚忧心忡忡, 所以我们才到这边来取经, 学一学静远诗书的本事。 前年三周大水, 致使大量百姓无家可归, 不少孩童失去亲人, 沦为孤儿。 朝廷忙于平乱, 政绩灾民靠得多是地方上 像无念大师这样的善人们。 做过孤儿的沈哥知道, 照顾十八个孩子并非一世, 看向林如玉。 林如玉招手换过云娟, 取了三百两银票给沈哥。 沈哥将银票双手递给无念大师, 这些银两宁收着, 若是不够, 可再去宣州万象茶馆找沈良勇。 蒋三林家的人, 沈某会派人摆平, 让他们不敢再去观音庙闹事。 阿弥陀佛, 无念大师双手接过银票, 不断道谢, 眼泪不住在眼里打转, 有了这笔善赢, 足可养孩子们五年, 五年之后, 他们便可自食其力了。 平僧回去之后, 定会在菩萨面前日日诵经, 求菩萨保佑二位施主平安顺遂。 小僧也会跟师父一起为两位施主诵经。 黎晨小和尚笑得见牙不见眼, 沈哥拍了拍黎晨瘦弱的小肩膀, 你也多吃点饭, 长大了帮你师父打理妙语。 好。 这是乌沙镇内静人皆知的事, 沈哥点头。 黎晨小和尚眼巴巴望着沈哥, 静远师叔在佛像后铺了稻草, 捐足够的香火钱就能在佛像后过夜, 得菩萨必用。 我听这庙里的师兄说, 他们靠着这个得了许多香火钱。 沈将军在我们庙里时, 也睡在佛像后了, 对吧? 林如玉, 见沈哥摇头, 黎晨小和尚眸子里的光渐渐熄灭。 这趟白来了, 不白来, 我有好办法。 沈哥向黎晨小和尚招了招手, 小家伙立刻双目亮晶晶地绕过桌子, 跑到了沈哥身边。 沈哥如此这般跟踏而鱼几句, 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林如玉一眼。 小家伙也双目亮晶晶地看向林如玉, 频频点头, 多谢沈将军, 小僧明白了。 沈哥煞有介事道, 不客气, 我们当年打的是你亲娘舅的招牌到庙里借宿, 算起来怎么也算是俗家兄弟, 兄弟之间相互帮衬是应该的。 黎晨小和尚文言, 笑得更开心了。 林如玉看他们哥俩好的说个没完, 便与吴念大师续起闲话。 我们昨日登山, 发现庙内无人您是将善堂盖在了好连寨内吗? 吴念笑道, 不在寨内, 那处夫人定计的便是宁救出令堂的陶家庄。 陶家庄的地卖得便宜, 老那买了十亩, 盖了几间茅舍。 林如玉虽只去过一次陶家庄, 但对那边却印象深刻。 我记得陶家庄附近是大片大片的粮田, 为何贱卖? 吴念解释道, 那本是前期县县令董文印的私宅, 大水之后, 那边便传出了闹鬼的闲话。 所以, 寨子内无人接手, 寨里的里长便将陶家庄拆成散地售卖。 林如玉问道, 闹得寨里人不敢去买地的鬼, 想必十分厉害。 吴念大师慈祥那看了言与沈哥聊的热火朝天的小徒弟, 低声向林如玉解释陶家庄闹鬼的事件。 大师怎还能低价买入陶家庄十亩地并建了房舍呢? 吴念大师吕须摇头, 这也是老那百思不得其解之处。 孩子们住在陶家庄将近一年也未撞见鬼, 但旁人去陶家庄看地就会大大小小出些祸事。 放了个耳朵, 在这边的沈哥接过话茬, 因是有人故意捣乱。 我派人去收拾蒋家人时, 让他们把陶家庄的情况也摸清楚。 离开观音庙回客栈途中, 林如玉好奇沈哥与黎晨说了什么, 为何离沉那般激动? 沈哥的脸微微泛红, 我跟他说咱俩能结成夫妻, 是得了他们庙里的菩萨保佑。 嗯,嗯。 林如玉睁大漠黑灵动的眸子, 不可思议地望着沈哥。 沈哥握住如玉的小手, 低声道, 我离开观音庙去追祖父那日, 虽没去大殿里在菩萨面前求姻缘, 但那会儿满脑子全是你。 我想着把祖父平安送走后, 就回去找你。 林如玉也回想起了那一日, 轻轻挠了挠沈哥的手心。 沈哥的心眸内神情流转, 抬起他的小手亲了一下, 哪个男子不希望自己能娶到你这样聪慧又漂亮的媳妇? 哪个女子不希望嫁我这样好看又有本事的男人? 等这个消息散开, 定会有不少人跑去山上求姻缘。 庙里的香火旺盛了, 汕堂里的孩子就能吃饱穿暖, 平安长大。 你说这个主意好不好? 求姻缘是比大生意, 林如玉发现这条路子还真行得通, 那你们打算怎么把消息散出去? 生子过去收拾蒋家人时会顺便去山上寺庙里替我还个院, 消息自然就散开了。 沈哥说得理所当然, 林如玉不放心, 让生子去能成吗? 好连寨里有万象茶馆的眼线, 打听点消息, 吓唬几个地痞都不是多大的事, 让生子去绰绰有余, 他今年13岁也该独挡一面了。 沈哥这次身边只带着小五和生子, 其余几个兄弟都留在宣州照看生意或读书。 13岁的生子在旁人眼里还是个孩子, 但在沈哥眼里, 13岁完全可以当作大人来用了。 生子得了沈哥的命令, 当夜便高高兴兴带着两个侍卫, 乘船赶往好连寨。 第二日晨时, 他到了好连寨外码头准备靠岸登船时, 竟发现发现大哥的岳父林康年乘着一艘大船, 也准备靠岸补给。 大船上除了林康年, 还有大副的岳父卢道梁。 这俩人怎么凑到一块了? 林副看到生子也十分吃惊。 你们刚走到好连寨, 你大哥和大嫂呢? 大哥他们在乌沙镇, 这会儿应该已经起程赶往同安县了。 我回好连寨半点事生子解释完自己的行程, 便问起林副为何至此, 您怎么出船了? 林副一本正经道, 你大嫂有一箱行李, 忘了带上船, 我给她送了过来。 生子笑嘻嘻道, 这还真是胆巧了, 您把行李交给侄儿, 侄儿给您保证, 最迟三日就能稳稳当当交到大嫂手中。 您看怎么样? 臭小子, 林副笑着拍了拍生子的肩膀, 你卢叔想见他闺女, 我顺道在他一程, 你们仨能成步, 我再派俩人给你。 卢总彪头想见女儿, 您不也是吗? 生子坏坏地笑, 您和总彪头安歇歇着, 侄儿这就马流把事给办了, 然后曾经的大船去追我哥他们。 去吧, 有事儿就派人回来招呼一声。 林副目送生子进了好连寨, 才与身边的卢道良道, 沈哥的这几个弟弟, 没一个孬种, 长大了定都是响当当的汉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孬肿和恶痞也不可能跟沈哥混成一路。 卢道良也是万分感慨, 他走了一趟远镖回来, 得知女儿已经跟着沈哥夫妇 赶往安州与幼侯卫会合, 然后赶往都城新阳, 便立刻追了过来。 林副放心不下女儿, 他又何尝不是, 我也进寨子转转, 拜访了熟人。 生子进城很快找到了万象茶馆 在好连寨的眼线, 当地的小乞丐顺生, 先让他引路去了强盗蒋三菱的家, 横眉立眼把蒋家人吓得差点尿裤子, 磕头如捣蒜般, 保证再也不敢去为难无念师徒后, 生子才打听起陶家庄闹鬼的事。 好连寨的小乞丐顺生提起陶家庄, 也有点胆小, 那地界是真邪性, 上个月有个外地不商打算在咱们这买个庄子, 安置他的小妾, 里长把他引去陶家庄, 那不商一眼就相中了, 当场便赴了定金, 谁知半夜里, 他就在客栈见了鬼, 生子跟着大哥学了武术, 现在也算义高人胆大, 根本就不相信鬼神之事, 怎么个见鬼法, 顺生搓搓破旧漏封的衣袖, 压低声音道, 就看到窗外有黑影飘过, 血乎拉的, 生子翻白眼, 大半夜, 黑影, 怎么可能看得出血乎拉的? 哥, 不是看, 是纹味儿, 那黑影浑身血腥气, 还少掉胳膊, 你听着耳熟不? 顺生越说越害怕, 宣州林姑娘未救母, 带人血洗陶家庄, 好几个死尸都是缺胳膊少腿的, 那是陶家庄的死鬼啊, 生子垂眸想了想, 与身后的侍卫商量道, 萧四哥, 我觉得是有人半鬼吓唬人, 要不咱这样, 你假扮成要买地的客商, 让顺生带着咱们去见寨子里的里长, 萧五哥就藏在陶家庄外边等着, 看是什么人闹事听到又有外地客商要买陶家庄, 好连债的里长恨不得把人当菩萨供起来, 说了一通好话后, 这附近两百三十多亩地都是粮田, 清掉荒草翻耕一遍, 下个月就能插秧, 一场大水夺走了好连债将近半数的百姓, 致使田地无人耕种, 今年一开春, 衙门便下了公文, 要求齐县各处的熟田必须耕种, 否则便会罚银子, 这也是好连债里长焦急卖地的主要原因, 萧四煞有介事的弯腰粘起荒草下的泥土端项, 确实是好地, 不过收拾起来也要费些功夫, 这个好说, 您买下来后要用人, 寨子里可以帮您张罗, 决定不会耽误您今年的收成, 萧爷或许不知道, 万岁开恩, 免了咱们齐县两年的租粮, 这田里不管产多少粮食, 都是您的, 萧四与里长周旋, 半座小四的生子, 假装好奇的左侨右看, 忽见一个侨夫, 挑着两捆, 柴从山上走了下来, 待看清此人的模样后, 生子的瞳孔便是一缩, 这才叫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没想到好连寨陶家庄的荒草之内, 竟藏着一条大鱼, 刚才那个穿土褐色短衣衫, 带破斗笠的中年汉子, 是骆驼岭老狗的兄弟严老四, 与好连寨的里长分开后, 生子以极低的声音跟消似道, 前年在乌杀镇骆驼岭, 与林家的家奴房财望勾结, 杀害林家三十余人, 绑走林母和阿恒的一伙强盗的 二当家苏妍卿已被抓住, 但大当家阎老狗下落不明, 沈哥破了安州城都没能找到他的下落, 没想到, 今日竟在此处找到了阎老狗的手下, 怎不由得生子不激动, 阎老狗他们比耗材还机灵, 在陶家庄装神弄鬼的可能就是他们, 这个机会咱们绝不能错过, 生子低声道, 走, 有肖武跟着, 生子也不怕寻不到乔夫的下落, 他与肖四回到码头, 与林傅商量大计, 林康年一听, 阎老狗可能在陶家庄, 立刻道, 无须给沈哥报信, 这帮人我去抓, 前年的仇早该报了, 生子毫不意外, 笑嘻嘻嘻道, 我跟您一块, 收拾了这帮人, 咱们再去追我哥和大嫂, 林康年拍了拍生子的肩膀, 与卢道良道, 我派人找颜老狗这帮人好久了, 没想到, 他们竟然藏在陶家庄, 这就是灯下黑, 最危险的地方, 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卢道良抓住洛塞胡宁神细思, 按理说, 他们该在深山老林里避风头才对, 频繁跳出来, 装鬼吓人, 不是脑袋有毛病, 就是有所图灵老地, 你说他们图什么, 因由沈哥在, 灵妇接触的信息比卢道良多, 便推测到, 脑袋有病的可能性不大, 他们不想让人去陶家庄, 定然是因为陶家庄有什么他们想取走, 又不方便取走的东西, 咱们把陶家庄买下来圈住, 不愁他们不跳脚出来闹事, 生子, 陶家庄全买下来要多少银两, 生子回道, 两百三十亩凉田加上田舍, 庄舍, 共两千五百两, 让肖四兄弟去买下来, 灵妇立刻拍板, 两千五百两的小庄子而已, 灵家有的是钱, 办事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一个想买, 一个迫不及待想卖, 晌午还没到, 好连债的里长便将陶家庄的地契塞到了肖四手中, 最后叮嘱道, 肖爷, 时间不等人, 您最好尽快定下翻庚的日子, 小老也好, 提前帮您找齐耕牛和人手, 那些闲言碎语您别听, 都是吓唬人的, 肖四应声, 您老放心, 我自小就不信邪, 就定在两日后吧, 先耕田, 再收拾房舍, 工钱就照着本地雇人的价钱算, 我会派管事跟您一块忙活, 得嘞, 您真不会是做大生意的, 办事就是痛快, 里长欢天喜地吹捧肖四一番, 走时脚步轻快地像是年轻了二十岁, 可见陶家庄给他带来了多大压力, 陶家庄卖出去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好连寨, 大火焦头接耳议论纷纷, 有那胆大又无事可做的, 便领了一日二十文的陶家庄开荒的差事, 近距离看热闹, 假扮侨服的闫老四, 蹲在街上卖完柴, 拍拍衣裳上的土, 在路边吃了一碗茶, 便提着柴刀扛着担子, 溜溜达达出好连寨, 返回了山林, 闫老四看似闲散, 实则警觉性非常高, 时不时绕个弯子或回头张望, 山林僻静, 萧武不好再跟进去, 只得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山林之中, 回到船上报信后, 萧武扼腕叹息, 早知会遇到这帮人, 咱们就找少夫人领一只蝎子带过来了, 追踪寻凶, 再没有比出自神异谷的蝎子更好用的东西了, 不过现在说这些都迟了, 林傅很是沉的住气, 没蝎子, 但是咱有一老六, 卢大哥, 你带着梁道彪局的弟兄们继续赶路, 以免打草惊蛇, 梁道彪局在长江沿岸是金字招牌, 林家现在也是长江沿岸头一号不能招惹的商家, 若是卢道梁和林家的大船继续留在好连寨外, 定会吓得严老狗那帮人不敢冒头, 卢道梁不放心, 我走一段再偷偷折回来, 或是留几个弟兄给你帮忙, 林傅信心十足, 抓条老狗罢了, 还用不着卢大哥的牛刀, 卢道梁乘着林家的大船走后, 林傅与萧四, 生子等人一块入住好连寨内的客栈, 等候鬼怪来了, 萧四低声提醒屋内众人, 林傅脚步无声地走到窗边向外瞧, 子叶万类聚迹之时, 一道黑影翻过客栈的围墙, 向客房走来, 眼尖的生子立刻认出来了来人, 看身量是白天挑柴的阎老四, 一老六, 林傅低唤一声, 一老六立刻嗡声嗡气地应了, 林爷就等着瞧好吧, 大晚上见到长毛侯一老六, 胆小得确实遭不住, 生子几个瞪大眼睛望着那道黑影, 希望他快点过来, 黑影很谨慎地在墙内转悠一圈后, 才弯着腰, 高抬腿轻落步, 到了萧四窗外, 轻而细听屋内的动静, 他的身影清晰无比地印在窗上, 看到屋内几人甚是无语, 躺在窗上的萧四, 发出熟睡的憨声, 糊弄了窗外的鬼, 严老四在窗外倒过一会儿, 然后蹲在窗下, 抬手轻轻扣了扣窗, 屋内的憨声不停, 他又抬手稍重地扣了扣, 谁? 生子假装被惊醒, 迷迷糊糊问了一声, 见到屋里人被惊醒了, 严老四立刻举起手里的东西, 在窗外晃, 月光映照下, 一个缺了一条胳膊的鬼影, 轻飘飘飞过, 身影清晰映在窗上, 不过若是仔细看, 还能发现黑影旁边还有一根细细的影子, 那是支柱皮影的戏观, 却原来, 所谓陶家装缺胳膊扫头的鬼, 只不过是影子戏罢了, 生子翻了个白眼, 假装被吓得哆哆嗦嗦压了一声, 有鬼啊, 爷, 有鬼, 什么玩意儿, 萧四也假装惊醒, 不过此时窗外已是一片安宁, 萧四骂了扰他睡觉的生子几句, 又翻身睡了, 窗外的严老四收起皮影, 翻出准备好的鸡血, 缓缓倒在窗台下, 又往墙上抹了抹, 才咧嘴无声后撤, 可还没等他撤到墙下, 便见一个黑影搜得从自己面前跳过, 看身量像是个人, 但速度却快得吓人, 严老四吓得一哆嗦, 手里的血带啪哒一声, 落在了地上, 搜, 一道黑影快速飞过, 夹杂着咬碎骨头的喀巴喀巴声, 令人毛骨悚然, 啊, 黑影再一次从眼前快速飞过, 严老四大叫一声, 翻墙出了客栈, 完命地向外跑, 在这种情况下, 他哪还顾得上留意身后有没有人追他, 一口气便跑出好连寨, 跑进了陶家庄的断壁残垣之中, 气喘吁吁, 哆哆嗦嗦道, 大, 大, 不, 不, 不你个屁, 舌头捋直了, 再给老子说话, 举着铁锹的严老狗, 也被跑回来的严老四吓得不轻, 发现没人跟着他后, 气得开口就骂, 严老四双手主席倒匀了气, 继续道, 大哥, 寨子里有鬼, 胡说八道, 严老狗吓得报警铁锹, 暗念了几声阿弥陀佛, 这儿可是有观音庙老和尚亲手盖的茅草屋镇着呢,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都没有, 快说什么事, 几个骆驼鳞的小喽啰也跑了过来, 听严老四说话, 人多了, 严老四的胆子也大了些, 讲述他去客栈吓唬人的经过, 就那么嗖地从我眼前飘过去, 一股阴风, 刮得我浑身骨头都凉了, 那绝对不是人, 不是人也不见到是鬼, 严老狗分析道, 没准是山里的活, 咱们又不是没见过, 瞧你这点出现, so, 严老狗的话音刚落, 一个黑影飞快从他们身边窜过, 吓得严老狗一伙齐声惊叫, 啊, 分开跑, 严老狗能逃到现在还没被抓住, 就是因为胆子小跑得快, 一看情况不对, 他就顾不上旁的了, 立刻决定跑路, 刚跑了几步, 严老狗便被一条黑影拦住了去路, 还不等他转身另寻去路, 就听啪的一声, 黑影打着了火折子, 火光照亮了一张黑乎乎毛茸茸的脸, 严老狗吓得怪叫一声, 扔了铁锹转身就跑, 等他跑到另一面倒塌的院墙边, 正准备翻墙出去, 却被人一脚踢了下来, 这一脚踢得结结实实, 严老狗后背着地闷哼一声, 才打了个滚爬起来, 转身就就往另一边跑, 可跑了没两步, 又被人一脚踢翻了, 严老狗知道对方钉死了自己, 翻身跪在地上便开始磕头, 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啊, 咱都是好连寨王家村的老实人, 到这儿就是挖几个木头回去盖房, 老爷小心, 邻家护院拉住正要上前的灵妇一转身, 避开了严老狗发出的暗器, 萧四上前给了严老狗一脚, 将人踢出去, 一丈有余, 重重摔在地上, 这下, 严老狗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灵妇心中气难消, 上前又狠狠给了他几脚才到, 绑起来, 被捆住的严老狗忍着浑身疼, 挨挨求饶, 好汉饶命, 只要好汉饶了我, 这庄子里埋的十万两银子, 小的一文不取, 权归好汉, 生子上前就给了严老狗一脚, 死到临头还想框人, 没有, 真没有, 严老狗连声道, 这里原本是齐县之县董文印的私宅, 他探的银子都埋在这儿了, 只要好汉饶小的一命, 小的就告诉您银子埋在哪儿, 小的上有老母下有幼儿, 活出命就是为了跑俩钱埋你, 求好汉网开一面, 饶了小的吧, 你如果真知道埋在哪儿, 还至于东一郎头西一棒吃的袍窝, 生子配了严老狗一脚, 你严老狗的亲人都死绝户了, 还上有老母下有幼儿, 严老狗一听对方能叫得上他的名字, 气质立刻变了, 挺直了腰杆恶狠粉刀, 朋友是哪条道上的, 我劝你趁早将严某放了, 否则我手下的弟兄, 绝不会善罢甘休生子又给了他一酒, 临妇懒得在跟他废话, 吩咐道, 小死兄弟, 一老六, 你们撬开这丝的嘴, 问清楚骆驼岭的余孽都在何处, 是, 一老六窜过来, 一把薅住了严老狗的衣领, 想知道咱是哪条道上的, 走走走, 咱去旁边好好了, 严老狗看到他这张毛茸茸的脸, 吓得腿都软了, 抓住严老狗后, 临妇一身轻松, 这下骆驼岭的山匪就全落网了, 这下, 安州余孽算是彻底被扫清, 父母在宣州可高枕无忧, 他也可以安心北上了, 六日之后, 船便到了安州, 沈哥与祖父, 姐姐会合, 带领幼后卫把引起债, 赶往新娘, 林如玉和沈存玉也弃船改乘马车, 与幼后卫同行, 因卢道良舍不得女儿, 继续随对护送, 林父便也名正言顺地留下来, 一到北上, 再舍不得, 也有分别之时, 在深州与女儿道别时, 林父塞给他一张地契, 这是卫父让人在新阳城买的院子, 你去了新阳后, 如果五安侯府的人给你脸色看, 你就搬到自己的院子里去, 然后给卫父送信, 卫父立刻带人接你回家, 说吧, 林父又低声道, 我听说沈哥的二神, 一直惦记着五安侯狮子的位子, 你去了小心点, 别找了他的道, 五安侯府的事, 咱们不掺和, 侯爷想把爵位传给谁就传给谁, 沈哥年纪轻轻, 就封了四品将军, 不封爵位也差不到哪儿去, 林如玉收下地契, 也低声道, 女儿记下了, 爹爹照顾好娘亲和弟弟, 女儿到了, 就给您送信, 好, 林父纵有一千个不放心, 一万个不舍, 也只能与女儿分别, 与卫道梁一起站在路边, 看着马车远去, 两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硬是红了眼圈, 老爷, 衙门的官差来了, 送女儿北上后, 林父返回安州巡视药行, 在安州新开的两处分号的生意, 分号还没巡视完, 衙差便找上门了, 林父不慌不忙地吩咐道, 请差官老爷进来说话时, 林全出去不大一会儿, 将安州衙门新任的捕头请了进来, 安王之乱平息后, 安州的文武官员大换血, 安州太守和长使都是万岁亲自任命的, 衙门风气焕然一新, 办事干净利落, 赢得安州百姓的一致好评, 捕头杨建明进屋抱拳, 给林父行礼, 卑职拜见林大人, 安州之乱平息后, 朝廷论功行赏, 倾家才助力宣州太守镇灾, 守城的林父被朝廷恩封为宣州公草使, 正六品官职, 大下周军一级的公草使, 多有本地大族担任, 简单来说, 这就是个很有面子的贤职, 当地方衙门需要当地望族鼎立相助时, 你能不掉链子顶上去变成, 按理说, 宣州世家望族众多, 林父即便捐钱捐物, 这个好差事也轮不到他头上, 杨建明这声林大人, 叫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林父乃是商骨出身, 说话办事最是袁容, 即便现在领了朝廷的官职, 又有了武安侯这个亲家, 也不用全是鸭人, 他客客气气地请杨捕头落座, 上茶又续了几句闲话, 才转入正题, 杨建明站起身拱手道, 正月末时, 又侯卫汪仁勇将军奉神小将军之令, 押送了一批逆贼贺贵迥明的余孽入安州, 其中有13岁的女犯人名叫钱兰翠, 经抬手大人向宣州衙门征函得知, 此女之母向宣州衙门递了壮旨, 状告钱兰翠盗取家财外逃, 所以需将此女押送至宣州衙门审问, 但衙门里实在抽不出人手押送, 所以卑职才厚着脸皮前来, 请大人您帮着拿个主意, 一个小小的钱兰翠, 确实不值得安州衙门专门派官差, 长途押送至宣州, 安州衙门跑这一趟, 定是听说了钱兰翠玉自己的关系, 想让自己拿个主意, 既然对方并未明言, 灵妇也就不明说端起官架子道, 本官确实听宣州长使叶大人提起过此案, 不过钱兰翠之所以会挟家财离家, 乃是因为其母欲将其卖于宣州一户人家冲洗, 现在事情败露, 其母以挟家人远顿他乡, 便是将此女押回去, 此案也无法继续审理, 杨建明更远眼珠子, 这么说来, 此案究竟谁是苦主还不好说呢, 摊上这样的母亲逃出来又落入贼窟, 钱兰翠这运道也是够背的, 卑职这就回去, 将此事告知长使大人, 请大人定夺, 带杨建明走后, 灵妇吩咐管是灵全, 钱兰翠很快会被放出来, 你派人去衙门口守着, 若他实在有难处, 便出手助他一助, 纵使钱兰翠有千般不适, 灵妇也与钱家断了亲, 但他还是无法做到置之不理, 毕竟钱兰翠也算是他眼尽着长大的, 灵全晓得老爷的心思, 亲自把事情交代了下去, 裹不出灵妇所料, 两日后, 安州大牢的门打开, 一批犯人被放了出来, 衣衫破旧, 面容憔悴的钱兰翠也在其中, 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的钱兰翠, 抬起破了边的衣袖挡住双眼, 缓了片刻放下衣袖, 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大牢外灵家人, 还不等灵家仆从上前, 钱兰翠下的一转身, 抱住身边高大男人的胳膊, 啪啪地道, 昌哥, 我好冷, 被钱兰翠换住昌哥的汉子, 甩开胳膊, 冷算个屁, 比老李舒坦多了, 钱兰翠又凑上去, 可怜巴巴道, 翠儿没有昌哥的好身子骨, 怕冷得很, 男人得意地掐了掐他的小脸, 冷还不走快点, 在这磨蹭个什么劲儿, 好, 沈哥的警告声声在耳, 钱兰翠现在恨不得离林家人摆丈远, 他搂紧了自己选中的男人的胳膊, 生怕被丢下, 林家蒲丛挑了挑眉, 凑到从牢里放出来的一帮人身边, 打听一番后回了客栈, 将事情报给林傅, 钱姑娘看到小人很是惧怕, 跟着一同被放出来的 何周温家装的姚二昌走了, 既然钱兰翠已经自己找到了归宿, 林傅便不再过问, 游着他去, 带蒲丛出去后, 林全才道, 小人觉得应是有人警告过钱姑娘, 让他不要再打着林家的旗号声势了, 林傅微笑, 什么友人, 你直接点沈哥那臭小子的名便是, 算着日子, 娇娇和沈哥也快到新阳了, 林傅的心又揪了起来, 吩咐下去, 三日后启程返回宣州, 他要快些里顺长江沿岸的生意, 然后北上去新阳开分号, 放女儿一人在新阳, 林傅着实放心不下, 此时的林如玉正跟卢玉春坐在马车里, 闲聊着进新阳后的安排, 要后卫驻守新阳城, 大夫肯定要在营中做事, 卢玉春打算先在军营边上置一处院落, 就跟随营的军眷们在一块, 大夫回家也方便, 安顿好住处后, 我再安排生计, 林如玉颇为感兴趣, 大嫂要在新阳开标局的分号吗? 卢玉春未出嫁时, 就打理家中的标局生意, 但他现在却不打算再插手家里的生意, 不开标局分号, 我打算先买几十亩粮田, 再进城转转看有什么赚钱的银胜, 林如玉也赞同, 新阳是都城, 两人正说着, 便听跟在马车边的闲音道, 少妇人, 侯府二少爷来迎侯爷和大少爷了, 侯府二少爷, 沈哥二叔家的长子沈彦佑, 林如玉挑开车帘向前望, 沈彦佑望见右后卫的惊奇后, 便扶着侍卫的胳膊下了马车, 紧紧盯着惊奇下的三匹马居中的黑甲枣红马, 是祖父, 居左的银甲黑马, 是唐姐沈存玉, 沈彦佑压住咳嗽, 望着居右的黑甲将军, 眼泪便忍不住流了下来, 他的堂兄沈彦佑终于回来了, 沈哥丢了后, 五安侯府内乱作一团, 二夫人注视受惊早产生下长子沈彦佑, 沈彦佑自小便体弱多病, 长得比旁人艰难许多, 虽只比沈哥小了一岁半, 却整整矮了他一头, 沈哥下马, 抬手扶起弯腰行李的堂弟沈彦佑时, 察觉到他的胳膊还没如玉的粗, 也难怪祖父和姐姐提到他, 总是一副担忧的语气, 沈彦佑眼泪汪汪地望着沈哥笑, 大哥, 嗯, 沈哥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一拍便把沈彦佑的眼泪拍了下来, 沈彦佑边掉眼泪边笑, 虽说迟了十五年, 但咱们兄弟俩总算是相见了, 大哥, 他这一哭, 沈哥也红了眼圈, 二叔最近可有幸送回来, 父亲一切安好, 等突厥签下降书就能回来了, 沈彦佑擦擦眼泪, 面色苍白, 说话也中气不足, 但目光清明, 笑容朗润, 让人有种如沐春风之感, 让人好感顿生, 林如玉觉得若他身康体贱, 在新阳城必定是位炙手可热的少年郎, 沈彦佑虽然体弱, 但却没有回马车上, 而是兴致勃勃递上了马, 祖孙四人骑马并行, 欢声笑语不断, 马车内, 如玉春低声与林如玉道, 这位沈二公子自容轻雅, 如蓝如菊, 一看便是凶藏万卷书的高材之士, 林如玉含笑, 我听存玉解说, 二帝师从当朝大学士求方玉, 能施善父, 曾数次得万岁夸奖, 能被万岁亲口夸奖, 那定是十分了不得的, 如玉春感慨道, 沈彦佑善文, 沈哥善武, 这兄弟俩若能和睦相处, 必能相得一张, 五安侯敌长孙回京的消息, 已经传遍新阳城, 百姓们一边家道欢迎沈存玉将军得胜归来, 乔见有车马在城门口相迎, 沈彦佑催马到沈哥身边, 低声道, 大哥, 内市省内市大人行聊, 礼部尚书一铃海在城门口, 白面无须的是行聊, 他是万岁的心腹敬臣, 待会儿, 应会让祖父带着长子和大哥入宫拜见万岁, 沈哥点头应下, 有劳二弟先带着你大嫂回府, 大哥放心, 沈彦佑立刻应下, 沈彦佑送走祖父和大哥后, 便骑马引着林如玉乘坐的马车, 赶回武安侯府, 他们竟有正南门进入新阳城, 武安侯府在新阳城东北方, 因城中多车马, 行人, 他们沿着宽阔的街道走了将近半个时辰, 才到了武安侯府正门外沈彦佑下马, 到马车边道, 到家了, 大嫂请下车, 伺候林如玉的武安侯府管事媳妇媳妇媳婷, 为林如玉打车车连, 贤英和云娟还为扶着林如玉从车厢中走出来, 恭候在武安侯府外的侍卫, 管事, 管事媳妇们便整整齐齐地行礼, 整齐华一地喊道, 恭迎少妇人回府, 沈彦又也抬秀行礼, 大嫂, 请, 围观的百姓们见到这阵仗, 个个瞪大了眼珠子, 在别有用心之人的宣扬下, 武安侯府巡回的嫡长孙, 已在宣州取了一位商女为妻的消息, 早就在新阳城船的沸沸扬扬, 今日过来的人之中, 有不少是来看武安侯府的笑话的, 任他们想破头, 也想不到武安侯府竟然摆出这么大的阵仗, 迎低贱的商女入府, 顿时, 个个紧盯着马车, 想看看这宣州商女林如玉, 究竟是何许人也? 最近几个月, 林如玉早已习惯了万众瞩目, 她从容不迫地从车厢内走出来, 先请沈彦又免礼, 又请府中侍卫和管事们免礼, 才搭着眉神的手, 迈不上台阶, 经大开的正门进入武安侯府, 瞧见林如玉的角色和神态, 围观百姓们顿时沸腾了, 谁能想到, 武安侯府找回的孙子和这个刚进门的孙媳妇, 竟都是如此出色的人物, 当然, 人群里也有些不和谐的声音, 传入了林如玉的耳中, 沈二夫人也就罢了, 怎么武安侯府的二姑娘都没露面呢? 掌房嫡孙回来了, 到嘴边的爵位没了, 二房能高兴才怪, 武安侯府这回要热闹了? 热闹点才好, 武安侯府冷清了快二十年了, 林如玉当作没听到, 沈燕又却不能, 引着大嫂进府后, 沈燕又主动解释道, 我娘病了, 二姐在床前是急, 所以未能出来迎大嫂入府, 还请大嫂误怪。 沈二夫人注释被武安侯下令软禁在府中偏僻怨落的是, 林如玉早有耳闻, 也知沈燕又的亲姐姐二姑娘沈存娇和亲弟弟沈燕阳为此闹过不少回, 所以对这二人没到府门口因自己, 林如玉一点也不奇怪。 因沈燕又说的真诚, 林如玉便少了几分虚言客套, 笛声问道, 二婶的身体可好些了。 好多了, 等大哥回来, 小弟再过来, 请兄弟过去。 沈燕又笑容温和, 引着沈存玉相府内为他们准备的院子走, 并手里地停在院门口, 目送林如玉入院。 林如玉谢过沈燕又后, 进入院中, 四下打量。 这院名为乡明院, 本是沈哥父母的居所, 去年重新修上后改名为乡明。 院中两柱门窗都是新换的, 朱漆颜色鲜亮, 地上石板整齐滑衣, 院中草也是精挑细选的真品, 一看就是费了不少心思的一个小丫鬟, 在院外探头探脑往院里瞧, 跟在林如玉身后的眉神, 冷冷扫了她一眼, 小丫鬟吓得立刻把脑袋缩了回去, 不敢冒头了。 林如玉假装没看到这一幕, 继续听管事媳妇给她介绍院内的房舍和布置, 被两个小丝搀扶回平容堂的沈燕又, 喝下一碗黑漆漆的汤药, 又靠在长榻上闭目调膝片刻, 才冷声问道, 人都在何处? 小丝低声道, 您出城后不久, 二夫人便晕了过去, 二姑娘和三少爷都过去了。 沈燕又紧闭着眸子, 苍白的纯明景, 半赏才问道, 郎中怎么说? 小丝回道, 郎中说是受寒引起发热, 这个季节, 乃来的寒气? 沈燕又睁开眸子, 冷声道, 抬我去妻子楼。 妻子楼是沈燕又的母亲, 沈二夫人注视养病之所。 从宣州到安州, 又从安州到新阳, 连着赶了一个多月的路, 才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林如玉从精神到身体都已疲乏, 待行李都搬运进乡明院后, 她便躺在榻上, 一动也不想动了。 新阳比宣州靠北一千多里, 忙中时节的烈日, 如火般炙烤着大地, 似乎把每一分水气都蒸发掉了。 林如玉抬手摸了摸干燥的似乎要裂开的小腿, 有气无力吩咐道, 云娟, 背水, 我想沐浴。 是。 侯府安排了十几个丫鬟在院里伺候着, 茶, 水, 点心等都已齐备, 云娟只需招呼一声便能立刻被拖。 林如玉起身进浴房, 发现从地上石砖到浴桶, 门窗等一水, 全是新的。 早还没洗, 走进这样干净整洁又精致的浴房, 林如玉便觉得浑身舒坦了许多, 盼着一路征程奔波的沈哥也快点回来试一试。 姑娘, 奴婢瞧见二少爷被人抬着, 向后边去了。 云娟给林如玉洗头时, 雨英抱着衣裳进来, 坐在旁边用葫芦瓢给林如玉冲洗长发, 低声禀道。 抬着。 躺在浴桶里的林如玉睁开眼, 望着房顶上崭新的排列整齐的船子, 半晌又闭上眼睛吩咐道, 你们只需将湘民院里的事安排妥当就好, 府里的事不要过问。 是。 雨英和云娟齐声应了, 安静为林如玉洗头。 舒适躺在水中的林如玉, 分毫没有因为沈二夫人, 二姑娘和三少爷没出现而分神, 只担心沈燕又的身体。 不管沈家二房其他人如何, 林如玉看得出来, 沈燕又是真心欢迎沈哥回府的。 等沈哥回来, 不如跟他商量商量, 把天年功法抄录一份, 让他练着试试看。 除了天年功法, 还有神医笔记上记录的几种药材和药方, 或许对沈燕又也有用, 不过虚得谨慎, 沈燕又的身体比卢玉春的还要弱。 武安侯府的园在西北面, 七子楼在园的西北角, 乃是府中最僻静的角落四株高大的梧桐树撑起绿散, 为小院撑住一片舒适的阴凉。 一路闭目养神的沈燕又睁开眼, 望见童叶之间有点点光斑跳跃, 鲜活而明亮。 分明是如此好风景, 偏偏有人却视而不见, 沈燕又闭唇扶着小四的手站起身, 缓缓向室内走去。 二少爷, 伺候住室的梁婆子快步恭恭敬敬地给沈燕又行礼, 头都不敢抬一下。 沈燕又眼皮都没抬一下, 缓缓走入楼中。 武安侯府六岁的三少爷沈燕阳快步跑过来, 带着哭腔道, 二哥, 母亲吃了要救兔, 怎么办? 沈燕又没有力气说话, 被小四绊抱着上了二楼, 进入满是药味的寝室内坐在靠窗的长椅上。 沈存娇吓坏了, 怎么累成这样, 可又尿了。 祖父来信特意叮嘱让你在府里等着。 你偏不听, 非要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让我们担心是不是。 沈燕又缓了片刻, 平静道, 大嫂已经到家了, 姐带着三弟去乡民院看看, 我有话同母亲讲。 沈燕阳嚷嚷道, 我不去。 林如玉不是大嫂, 沈哥不是大哥, 他们都是骗子。 闭目躺在床上的祖师睫毛颤了几颤, 沈存娇咬唇不吭声, 屋内只有沈燕阳委屈的抽气声。 沈燕又看向自己的亲姐姐, 平静问道, 姐, 你呢? 沈存娇满眼挣扎, 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母亲。 祖师猛地坐了起来, 面容争鸣吼道, 沈燕又, 你非要逼死我才高兴是不是? 你们都出去, 我跟着逆子讲。 母亲。 沈存娇连忙上前, 扶住母亲摇摇晃晃的身子。 娘亲。 沈燕阳也扑到床边, 用小胖手托住母亲的胳膊。 注视器的身体颤抖, 呼吸粗重, 摇摇欲坠。 梁婆子站在一旁交集劝着, 郎中说了, 您最忌动怒劳神。 就算是为了在外征战的二爷和两位少爷, 姑娘, 夫人也要保重身体啊。 二少爷, 说吧, 梁婆子满眼哀求, 含泪望向沈燕又, 但却吓得一颤, 赶忙低下了头。 二少爷身体虚弱的一阵风就能吹抖, 但却是府里梁婆子最惧怕的人, 因为在二少爷面前, 梁婆子总觉得自己跟着透明人一样, 无论自己心中想什么都能被二少爷一眼看透。 虚弱不堪的沈燕又, 静静靠坐在椅子上, 却是屋内最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等他开口。 言缘, 属下在。 谁也没想到, 沈燕又一开口, 患得竟是他的贴身暗卫。 梁婆子吓得一哆嗦, 不由自主跪在了地上, 向住室床边爬去。 住室也不可置信地瞪起了眼睛, 沈燕又, 你想干什么? 将这妖言祸主的奴婢压下去, 严加审问。 是, 住手。 你敢, 住室怒急, 喊声都变了调。 严松上前两步, 抓住梁婆子的胳膊, 向后一拧, 便将人抓了出去。 梁婆子已然被吓傻, 连求饶都忘了。 不止他吓傻了, 沈存娇和沈燕阳两姐弟 也终于发现沈燕又动了真气, 吓得站在一旁不敢动。 无人搀扶的住室, 这回真得一阵头晕目眩, 抓住床柱才勉勉强强稳住身体。 儿子动了真怒, 住室也怕了, 他面容苍白, 颤抖着唇道, 娇娇带着羊儿先出去, 为娘有话要与幼儿讲。 就在沈存娇拉起三弟的手要出去时, 沈燕又却开口了, 都留下。 沈燕又, 你弟弟才六岁, 还是个孩子。 是您非要将他扯进来的。 沈燕又一句话挡住了母亲, 平静道, 六岁已能明辨是非。 住室深吸一口气, 握住床柱的手轻筋抱起, 颤声问道, 呦, 我是你的亲娘, 他们是你的亲姐弟, 我们三人在你眼里, 还不及一个假冒五安侯府敌孙的沈哥重要吗? 这个家里一心一意为你考虑的, 只有娘。 沈燕又平静对上母亲通红颠簧的双目, 若您不是我们三人的母亲, 在您前年把祖父离境的消息透露出去, 害得祖父险些命丧期限之时, 您早就被抓入大牢, 论最惩处了。 什么? 沈存娇不敢置信地看向面无表情的二弟, 又缓缓转向神情不断变换的母亲, 头晕目眩后退两步。 六岁的沈燕阳被二姐撞了一下, 慌神抱住娘亲的腰嚷嚷道, 二哥, 不要娘被抓去大牢, 我不要。 住室抱住小儿子呜呜哭泣, 他这一哭, 沈燕阳跟着哇哇大哭, 见母亲连反驳都不曾, 沈存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无力靠在床脚的床柱上, 脑中一团乱麻, 哭泣的住室偷看长子, 却正对上长子的冷眼, 他心中慌乱, 下意识抱紧小儿子。 沈燕阳平静道, 沈燕阳到二哥这里来, 住室把小儿子抱得更紧了, 你不能抢走我的儿子, 谁也不能抢走我儿子, 燕阳还小不能没有娘。 沈燕阳哭得更大声了, 娘亲, 疼, 燕阳, 是, 沈燕阳的另一个暗卫迈不进屋, 静止走到床前, 硬邦邦道, 请二夫人放开三少爷, 住室其肯放手, 拖着柚子就要往床里缩, 燕阳到了声得罪, 抬手在住室双臂上轻轻点了两下, 住室的双臂便不由自主松开了, 燕阳双手提起哇哇大哭的沈燕阳, 将他带到二少爷面前戳在地上, 沈燕阳歪靠在椅子上, 用紧帕给他擦鼻涕眼泪, 沈燕阳见此哭得更大声了, 沈燕阳冷着脸威胁道, 我数到三, 你若再哭一声, 接下来一月便每日发写一百个大字, 一, 二, 三, 三字声还未起, 沈燕阳已经紧紧闭上了嘴, 被憋得冒出两个大大的鼻涕泡, 沈燕阳用帕子给他擦干净, 认真道, 燕阳, 你不只是母亲的儿子, 还是祖父的孙子, 父亲的儿子, 我的三弟, 接下来我与母亲说的话, 你或许听不全懂, 但要把每个字都牢牢记在心里, 早晚有一天你会想明白, 能做到吗? 能做到就点头, 抽气着的沈燕阳憋得小脸通红, 半嗓才平静下来, 点头, 沈燕阳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他站在自己身边, 然后又看向沈存娇, 二姐, 你也好好记着, 今日的事我只说一遍, 以后不会再提起, 沈存娇站直了身体, 缓缓点头, 沈燕阳这才看向自己的母亲, 缓缓道, 安王赫玉荣父子, 为夺取皇位, 步步为营, 其中重要的一环, 便是除掉忠心为主的沈家, 夺下右后卫的兵权, 十五年前, 贺炯明设计抓走我大哥, 令武安侯府陷入慌乱, 并时不时散出假消息, 杀害了我伯父后, 数次设下陷阱, 欲除掉祖父和父亲, 但都被祖父和父亲识破了, 十年前, 孩儿五岁时, 安王府通过层层关系, 联系上了母亲, 祝氏急了, 你胡说, 娘从未与安王勾结, 沈燕又依旧平静, 祝月梁是贺炯明的眼线, 这是安王亲口招供的, 为了给母亲留些颜面, 孩儿恳请祖父将祝月梁灭了口, 宁虽不知祝月梁是安王的人, 却知他勾结了外人几次, 对祖父下手, 母亲可要看看他临死之前的口供, 祝氏的手无力垂下, 靠在床头一动不动, 沈存娇颤身问道, 二弟派人把我的奶娘抓走, 也是因为此事, 祝月梁是祝氏陪嫁庄子的管事, 沈存娇如母寄奶娘的丈夫, 沈燕又点头, 目光依旧盯着母亲, 祝月梁夫妇帮着您办了多少上不得台面的事, 可要孩儿一件件告诉二姐和三弟, 祝氏下意识摇头, 强言狡辩道, 娘不知祝月梁是贺炯明的走狗, 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您将祖父出京的消息透露给了几页, 想的就是要了祖父的命, 这样五安侯的爵位就理所当然地落到我父亲头上, 沈燕又失望地闭上眼睛, 不再看依旧在挣扎的母亲, 卧龙低绝低, 突厥南下攻打北亭都护府, 都是安王父子的诡计, 若祖父被害, 万岁调不动军队, 天下都要落入安王父子之手, 您要爵位还有何用? 荣华富贵在您心里, 就那么重要, 注视不住摇头, 说不上话来, 父亲因为大哥丢失的是痛彻心肺, 他和孩儿也再三跟您言明, 即便寻不回大哥, 我们父子也不会要五安侯的封号, 您却质若网闻, 一意孤行沈燕又继续道, 这让孩儿不由得不响, 究竟您是想让我父亲继承爵位, 还是您想要做五安侯夫人? 沈燕又, 你没良心, 娘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们姐弟仨, 注视被逼地道出心中最真实的念头, 如果不是沈燕一非要你父亲带着他出门, 他就不会丢, 娘就不会早产生下你, 你就不会病病歪歪这么多年, 爵位是他们该赔给你的, 你祖父心里就只有死绝户了的大方, 为了给大方延续香火, 他不惜带个假冒的野种回来, 注视越说越激动, 嘶吼打战, 我儿聪慧过人, 若不是早产体弱, 京都哪家少年郎都比不过你, 眼见着你就要长大成人了, 你祖父却带个野种回来夺你的爵位, 娘不甘心, 不甘心, 你祖父把野种带回来后, 咱们一家子就什么都不是了, 你是死是活你祖父根本不放在心上, 你二姐的婚事也要黄了, 注视一声声一句句, 声嘶力竭, 沈夜又平静听完, 先问沈存娇, 二姐, 若真如母亲所言, 楼家娶你是因为我或三弟, 可能继承爵位, 现在爵位没了, 楼家要毁婚, 你如何打算? 楼赵海市注视的亲外生, 是沈存娇青梅竹马的义中人, 两人前年定亲, 婚期定在去年十月, 但楼家却将婚事一拖再拖, 五安侯看明白了楼家的打算, 去年便想退了这门亲事, 但注视和沈存娇都不愿意, 沈存娇心里抱着的最后一丝念想, 此刻被母亲击得粉碎, 她心如刀割, 痘大的泪珠磕磕滚落, 咬着唇不开口, 纵使没有五安侯的爵位, 父亲舍生入死拼杀的功绩, 也足以荣泽子孙, 二姐年长燕又两岁, 什么都看得明白, 燕又不再多舍, 沈燕又转眸, 再次看向母亲, 祖父和长子说, 沈哥是沈家骨血, 您不信, 外人说沈哥不是, 您就信了, 您是真得不信, 还是不愿寻回被抓走十四年的沈燕易, 注视咬死了胎记之事不松口, 沈哥腿上没有胎记, 他不是沈燕易, 不是, 儿时的胎记, 常常就消失了的大有人在, 祖父不会拿沈家血脉荡而戏, 您若见了沈哥, 便知他定是我堂兄无疑, 沈燕又缓了缓疲累的身体, 才继续道, 沈哥没有胎记之事, 在沈家也只有祖父, 长子和我知晓, 您可曾想过, 梁婆子是从何处得知, 又因何将此事告诉您, 注视冷冰冰道, 无须知道, 我只要知道此事是真的就够了, 沈燕又无力再说下去, 直接下了最后通牒, 祖父已带大哥进宫面圣, 她是沈燕易, 确凿无疑, 您百般阻挠二姐和三弟, 去见大哥和大嫂, 也不过是躺臂当车, 五安侯府, 由祖父当家做主, 母亲身体不适, 在楼中安心养病便好, 庞氏无须您劳心, 三弟交由孩儿, 教养便是, 二姐, 三弟, 随我回平荣堂, 注视疯了, 抓起床头小机上的药碗, 狠狠直向长子, 沈燕又, 你, 你竟如此铁石心肠, 我是你亲娘啊, 沈燕又身边的小司, 抬手抓住药碗, 一并用衣袖, 卷走了飞溅的药汁, 沈燕阳吓得嗷了一声, 啪啪的, 沈燕阳, 三弟, 沈燕阳舍不得母亲, 但他更怕二哥生气, 乖乖把小胖手伸过去, 扶住了二哥的胳膊, 杨儿, 注视真得慌了, 生情并冒患道, 到娘亲这里来, 母亲, 三弟是个活生生的人, 不是宁争夺权势的棋子, 沈燕又拉着三弟, 走出满是药味的寝室, 啊, 注视崩溃大叫, 转身拽住长女, 我费心费力, 是为了谁, 她怎能如此对我, 她不是我儿子, 她是来讨债的, 讨债的, 方才还虚弱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连药都喝不下去的母亲, 此刻却有力气摔碗骂人, 沈存娇一阵疲累, 母亲先歇着, 女儿去劝劝二弟, 注视连忙道, 你快去, 不要听你二弟胡说, 一定要把羊儿带回来, 沈存娇抿了抿唇, 低声问, 娘, 女儿跟表哥的婚事该怎么办, 注视皱眉反问, 全京都的人都知道, 你跟赵海定了亲, 不嫁去楼家, 你要怎么办, 嫁到城外别州区, 还是听你祖父的, 嫁给军中莽夫, 沈存娇咬唇, 可, 注视坚决道, 你别听你二弟的, 他被你祖父灌了迷魂汤, 楼家咱们知根知底, 赵海是为娘眼看着长大的, 最清楚她的品性, 你们的婚事拖延, 都是因为你姨父的缘故, 你姨母和赵海, 都是站在咱们这边的, 只要把沈哥假冒 沈燕翼的是散不出去, 觉得她成绝的机会, 你们年底之前肯定能澄清, 沈存娇握紧拳头, 他们果然是因为此事, 注视与众心肠道, 因为这个怎么了,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谁不想成为人上人, 等你到了娘这个岁数就明白, 什么都是虚的, 只有把全市富贵, 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旁人才会高看你一眼, 否则你就只能低声下气过一辈子, 沈存娇咬唇, 父亲和二弟不会同意的, 他们不同意, 还有你三弟呢, 他也是五安侯, 嫡孙你快去, 快去把艳阳给娘带回来, 注视拍着床柱, 急切催促女儿, 沈存娇给母亲行了一礼, 出妻子楼发现院门两侧, 竟有带刀侍卫把守, 头锤得更低了, 二房的吵闹, 林如玉一概不知, 沐浴更衣后, 他一身舒爽地躺在榻上歇息, 不同于宣州的闷热, 新阳外边虽暴晒炙热, 但屋内却凉爽一人, 在吃上几个冰镇的樱桃, 简直快活似神仙, 时尽赏午, 五安侯派人回来传话说, 太后留他们祖孙三人, 在宫中用膳, 让家里人不用等他们, 梅审笑道, 二少爷怕您不习惯新娘膳食, 特招了两个会做宣州菜的厨子静府, 就在湘民院的厨房里伺候着, 少夫人赏午想吃什么, 尽管吩咐, 五安侯不在京中时, 侯府由沈宴又主示, 林如玉没想到他做事如此周到, 竟连厨子都找好了, 连日赶路没什么胃口, 让他们晌午简单些, 就做焦头面吧, 晚上让他们做一份豆豉豹肉, 口味烧重些, 是, 豆豉豹肉是大少爷爱吃的菜, 梅审笑音音地吩咐下去, 便一边与云娟等丫鬟整理少夫人的首饰, 一悟, 一边给少夫人讲功力的事, 少夫人或许已经听说了, 太后娘娘是咱们侯爷的本族堂妹, 万岁未登基之前, 常到咱们府里来, 与大爷和二爷一起玩耍, 小将军和二姑娘也常进宫陪伴太后, 此番凭乱, 小将军和少爷立下大功, 太后肯定高兴极了, 等过一两日您歇息好了, 太后肯定会下旨找您进宫, 这些事, 林如玉已在路上听沈存玉讲过, 心里早有准备, 太后的兄长为国捐躯, 折沈恩明带兵镇守安北都护府, 宝大厦东北方太平, 所以, 武安侯府是新阳城内的太后娘家人, 武安侯寻回亲孙子, 孙女又带兵为朝廷铲除了心腹大患, 太后刘范再正常不过, 林如玉对自己入宫的事也毫不担心, 一是因为知道太后不会难为她, 二是, 她身为孤儿的十七年记忆对她影响很大, 在她心里对皇权的畏惧比大厦本土人要少许多, 不过, 进宫面见太后, 该学的礼数还是要学的, 这两日要劳烦眉神请人叫我学宫礼, 免得进宫闹时笑话, 眉神笑盈盈的, 这个简单得很, 以邵夫人的聪慧, 半日肯定能学会, 到时, 若小将军没空陪您, 二姑娘也会陪您一块进宫的, 邵夫人无需担心, 武安侯府二姑娘沈存娇比沈哥小两个月,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是新阳名门闺秀之中颇受好评的一位, 沈存玉对她也是赞誉有加, 林如玉此刻不禁对她升起几分好奇来, 还没等她发问, 闲音便进来报信, 邵夫人, 二姑娘来了, 还真是说, 曹操曹操道, 林如玉起身迎了出去, 沈存娇头戴陶三, 耳吹明月当, 身着陶粉色衣裙, 向着林如玉款款走来时, 衣裙微微摆动, 若陶绽放, 但这些都不及她红肿, 若核桃般的双眼惹林如玉注目, 沈存娇则惊讶于林如玉的美貌, 和落落大方的神情, 她紧走两步, 上前给林如玉行礼, 大扫, 林如玉抬手虚择她的胳膊, 人都在床前试急, 所以林如玉才有此疑问, 沈存娇起身, 上前挽住林如玉的胳膊, 低声道, 母亲昨夜受寒, 今日吃不下汤饭, 药也喝不进去, 我和三弟在床前照料, 所以未能及时过来, 还请大扫无怪, 万幸的是, 现在母亲已经吃下汤药, 但还是需要在楼中敬养, 所以, 这几日, 怕是不能与大哥, 大扫见面了, 看沈存娇的态度, 是不打算与她僵着, 林如玉当然也乐见其成, 一脸关怀问道, 二婶的身体要紧, 待她身体好些了, 我们二人再去败坏, 二妹可用过饭了, 我让厨房做了焦头面, 二妹可要一块用一碗, 嗯, 沈存娇轻声硬了, 勉强压下愁绪, 挤出一次笑容, 大扫这院里的两个厨子, 是我和二弟, 从新阳宣菜馆里选的, 他们是一对夫妻, 说是做的宣州菜很正宗, 正好大扫今日, 尝尝怎么样, 若是不合大扫的胃口, 咱们再选,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 话进屋落座, 厨子的焦头面做得很是地道, 两人吃吧又闲聊了几句, 沈存娇便以不打扰林如玉歇息为由, 回了自己的院子, 林如玉站在院门口, 目送她离去后, 返回屋中睡了个美美的午觉, 睡醒时觉察到床边有人, 睁开眼发现, 沈哥正坐在床边, 脱腮望着她笑, 林如玉也回给她一个灿难的笑容, 伸出了双手,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怎一定动静也没听到, 沈哥抱住娇妻, 并还躺在床上, 回来没多大一会儿, 我就是想看看, 我看你多久, 你才会睡醒, 林如玉侧身歪在她的肩膀上, 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慵懒, 我是睡足了才醒的, 不是因为你看着, 沈哥应了一声, 笑得更高兴了, 人只有在安心的环境下, 才能睡得踏实, 如玉睡得这么踏实, 说明她进五安侯府后, 没受到刁难, 林如玉问起沈哥去宫里的情况, 刚见过大厦最尊贵的天剑母子的沈哥, 此刻还兴奋着, 巴拉巴拉道, 太后和万岁都很和气, 没怎么摆架子, 皇宫很大, 宫墙很高也很长, 防射非常多, 侍卫, 宫女, 太监也很多, 各个穿得干净体面, 皇宫的气派, 林如玉早就在做孤儿时, 从视频里和教材上见识过, 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太监, 太监都没有胡子, 说话细声细气的吗, 沈哥还真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只听到了三个太监说话, 只有一个是细声细气的, 出宫营我和祖父进宫的内侍大人行聊, 他说话就跟寻常男子无异, 有侯杰也有胡子, 其他太监没见有胡子, 林如玉明白了, 行聊肯定是成年之后才被阉割入宫的, 所以他的外在特征才与成年男子一样, 林如玉又问, 宫里的宫女们都很漂亮, 很有气质吗? 沈哥摇头, 不漂亮, 不过太后和皇后两位娘娘都穿金带银, 亮闪闪的, 很有珠宝气, 对了, 宫里高手非常多, 万岁身边的几个侍卫和太监都是高手, 吐纳沉稳, 个个都了不得, 还有隐在暗处的高手, 房梁上都有, 两人聊得尽兴了才起身, 在乡民院内转了一大圈, 沈寻便过来请他们去前院, 武安侯要带他们去家庙祭拜, 带到前院, 林如玉见到了六岁的小胖子沈艳阳, 两相见礼后, 沈艳阳大大的眼睛在祖父和沈哥之前来还转了好几圈, 忽然道, 大哥与祖父长得好像, 沈存娇握紧了拳头, 武安侯哈哈大笑, 沈存玉掐了掐他的小胖脸, 笑眯眯道, 你的眉眼也与祖父很像, 只是太胖了所以看不大出来, 三弟不胖, 小孩子这样刚刚好, 林如玉也觉得小家伙很可爱, 取出给他准备的见面里, 一个玉雕小兔子递了过去, 三弟是鼠兔的, 这个送给你, 小兔子肚子里有玉珠, 你听, 林如玉晃动玉兔, 玉兔腹中的玉珠相撞, 声音叮咚清脆, 十分悦耳, 沈艳阳喜欢极了, 双手捧住, 脆声声向林如玉道谢, 谢谢大哥, 谢谢大嫂, 林如玉笑着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又将给沈存娇准备的玉卓送上, 上午见到二妹时, 我就觉得, 这对玉卓与你很是般配, 只是因为玉卓在箱子里, 后赏才找出来, 二妹看看可喜欢, 大嫂递过来的粉色冰肿玉卓, 与沈存娇身上的桃粉色衣裙十分相衬, 沈存娇一眼便喜欢上了, 双手接过道谢, 随后, 林如玉又从丫鬟手中接过一个墓盒, 递给沈艳佑, 二弟, 这是神医古生无伤生神医所创强身健体的天年功法, 我义兄的妻子也是早产, 自幼体弱, 休息此功法多年, 身体已与常人无异, 听林如玉这么说, 沈存娇还红肿着的眼睛亮了, 沈存玉也道, 二弟, 这可是万经难埋, 有缘才能遇到的好东西, 快接着, 等你把身子练好了, 咱们姐弟几个一块出去骑马, 打猎沈艳佑双手接过墓盒, 郑重道, 艳佑多谢大哥, 大嫂, 艳佑一定认真休息功夫, 不辜负凶嫂的美意, 五安侯见孩子们相处融洽, 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好, 好, 艳佑回来了, 艳佑的身体也要好了, 天佑我沈家, 走, 咱们去家庙, 将喜事告知祖先和你们的祖母, 艳佑也带你媳妇白白父母, 让他们放心, 众人遵命, 一块说说笑笑向外走, 许是因为气氛太融洽了, 小胖子沈艳阳嘴上便没了把门的, 上前拉住沈哥的手问道, 大哥, 你腿上有胎记吗? 他这一句话, 直接冰封了现场所有人, 还不等其他人有动作, 沈哥弯腰与沈艳平视, 温和又严肃地回答他的问题, 祖父说, 我小时候腿上有胎记, 但是现在没有了, 至于胎记是什么时候没有了, 又因为什么没有了, 我也不晓得, 本来因为问了这句话后, 被家里人忽然安静, 吓得不敢动的沈艳阳, 见沈哥如此和颜悦色, 便又向他走近了些, 很是紧张的小声问, 大哥, 那我以后的胎记也会变没吗? 沈哥看得出这小家伙, 就是纯粹好奇, 便认真跟他聊了起来,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的胎记长什么样? 沈艳阳伸出小手, 把手心的一颗小黑痣晾给沈哥看, 这样, 这个沈哥也拿不准, 转头问家里人, 小黑痣算胎记吗? 武安侯, 沈存玉和沈艳佑同时看向林如玉, 因为这个家里, 也就他对医术还有些研究, 因为沈哥胎记消失的事, 林如玉翻阅电记, 对胎记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却没必要跟一个六岁的孩子, 讲解胎记和黑痣的区别与联系, 他走上前看了看小家伙手心里 小米粒大小的棕褐色痣, 简单解释道, 胎记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三弟这颗痣是从小就有的吗? 不是, 沈艳阳非常肯定, 他是后来长的, 那就不是胎记了, 林如玉好奇问道, 三弟很喜欢这颗痣吗? 否则, 怎么会怕他变眉呢? 嗯, 沈艳阳用力点头, 喜欢, 沈艳又也上前看了看三弟手掌的小点, 温和问道, 三弟为何喜欢他? 沈艳阳洋洋得意地扬起小下巴, 他让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嗯, 一家人都没听明白了, 王侯也屡须追问, 哪里厉害? 沈艳阳用力把小胖手握成拳头, 这样可以把他握在手心里, 孙儿觉得自己很强大。 小孩的脑回路一向奇特而有趣, 一家老少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沈艳阳用手掌包住三弟的小拳头, 温和道, 确实厉害等三弟的枪法练好了, 枪在你手里就跟这颗痣一样被你掌握, 那时就会更厉害。 沈艳阳不同于体弱的沈艳阳, 四岁便开始习武了, 他对力量有种近乎本能的追求, 我要好好练枪变得像祖父一样厉害。 沈存玉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你得先追上你大哥, 再比过姐姐我, 才能向祖父看齐。 走, 姐带你骑马。 好爷。 沈艳阳立刻挣脱二哥的手, 颠颠跑去沈存玉身边。 沈艳阳与沈哥并行, 打去问道, 大哥, 大姐有没有跟你比试? 比了。 沈哥一样样数, 比拳脚, 比枪马, 比范亮, 比个头, 比背书, 比下棋, 能比的都比了一个遍。 走在前头的武安侯笑着回头, 你们几个, 拳脚艳阳最厉害, 枪马存玉最好, 范亮艳阳最大, 个头艳阳最高, 艳佑和如玉背书最好, 下棋存玉最强。 沈哥装着不服气道, 我的旗下的也很好。 二妹, 等回来后, 咱俩下一场。 沈存娇没想到, 沈哥会忽然把他拉进来, 敏存笑道, 好, 前边牵着沈艳阳的沈存玉回头, 二妹若让艳一捂个子, 艳一或许能勉强跟你下个平手, 还得准他毁齐。 林如玉说完, 众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沈哥乐呵呵的, 大姐若观其时能忍住不说话, 我就绝不毁齐。 众人说说笑笑出, 侯府上了马车后, 关于武安侯府上下其乐融融的消息, 立刻就传到了新疆各处, 引得众人议论纷纷, 自视轻者快愁者痛, 不必多言。 继过家庙回府之后, 阿玛劳顿多日的武安侯回房歇息, 沈存玉去幼侯卫整顿军务, 沈哥夫妇和二房兄妹三人在圆关锦楼内小聚。 沈哥只知对异规则, 根本没下过几盘棋, 自然是很快败在沈存娇手下, 随后众人便改为吃瓜果, 续闲话。 沈存娇关心二弟的身体, 正与林如玉商量, 改日请林大夫和卢玉春夫妇在家中做客, 好向卢玉春询问他, 休息天年功法之事, 便听侍卫来报, 楼赵海来了。 听到未婚夫来了, 沈存娇心中慌乱, 下意识看向二弟沈燕佑。 沈燕佑含笑为沈哥和林如玉介绍楼赵海, 楼赵海是我的表哥, 其父现任杜知侍郎。 大哥, 大嫂, 你们先在此歇歇, 我去前院书房, 看他因何而来。 沈燕佑又走后, 沈存娇便有些心神恍惚。 林如玉曾听没沈提过, 沈存娇与楼赵海定了清, 此刻见他心神不宁, 正想插开话题继续聊天年功法的事, 却听沈燕阳气鼓鼓道, 我表哥可坏了, 他跟二姐定清了, 这会儿又不想娶二姐了, 我要告诉大姐, 让大姐去揍他一顿。 沈哥, 林如玉, 沈存娇又气又休, 贺道, 沈燕阳, 你找打是不是? 沈燕阳也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 索性藏在沈哥身后, 向姐姐顽皮地吐了吐小舌头, 气氛也不好, 一直僵着, 林如玉便强硬岔开话题, 二妹, 杜知侍郎是什么官职? 紧绷着的沈存娇立刻道, 杜知是尚书省六曹之一, 掌管户籍, 财经, 开支。 杜知部的长官称杜知尚书, 杜知侍郎为其父, 正四品官职, 一副具体分管哪些事, 我也不知晓, 户籍财经, 那岂不就是户部吗? 楼赵海的父亲是户部的二把手, 官职也不小了。 不过杜知侍郎比起五安侯府, 还是差得远呢? 楼家既然与五安侯府定了亲, 为何又迟迟不肯迎娶沈存娇? 林如玉心思白转, 笑音音道, 我刚到新阳, 什么都不懂, 二妹不要嫌弃我麻烦。 沈存娇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 嗯, 大嫂尽管问, 不过也只这些皮毛, 咱们都不知道的, 可以去请教祖父和大姐, 还有二弟, 他们最清楚不过。 林如玉笑道, 咱们又不做官, 知道一二就足够了。 沈存娇含笑点头, 崇拜的目光转向沈哥, 我听祖父说, 大哥拜入长江第一影视东竹先生门下, 乃是先生唯一的弟子。 他正说着话, 便瞧见堂兄身后的游廊上, 出现了二弟与表哥楼赵海的身影。 林如玉与楼赵海打照面互行了礼, 便带着丫鬟返回了乡民院。 林如玉虽一脸平静, 但跟在他身后的云娟和羽莺脸色都不好看。 管事媳妇媒婆子见此, 拉住贤英问怎么个情况。 贤英也气不顺, 楼赵海瞧见少夫人, 眼神都直了。 梅沈, 就这么个玩意儿, 怎么配得上二姑娘。 贤英是女侍卫, 说话冲一些不算什么。 梅婆子虽然生气, 却不能口无遮拦, 压低声音道, 你守好怨门。 说吧, 梅婆子不要赶去园子。 梅婆子乃是武安侯府制定的府内第一女管事, 因武安侯不放心沈哥和林如玉, 才将他指派到林如玉身边做事。 楼家小子耽误着二姑娘, 本就让侯府的人不满, 今日少爷和少夫人刚回府, 他就敢在少夫人面前无礼, 真当武安侯府是好惹得不成。 贤英一把拉住他, 您不用去, 少爷在哪, 少爷饶不了他。 听贤英这么一说, 梅婆子更要去了, 我去看看少爷怎么收拾他。 结果, 梅婆子从湘明院赶去园子, 还没到观景楼, 就瞧见楼赵海, 脸色十分难看地走了出来, 梅婆子平静站在盛开的石榴树下让开路, 眼看着楼赵海带着小丝甩袖极形, 便挑了挑眉。 这事, 被少爷收拾了。 瞧见少夫人身边的小丫鬟, 雪渊欢快从观景楼走了出来, 梅婆子乐呵呵改道, 与雪渊返回湘明院。 十二岁的雪渊, 是林母为女儿精挑细选的陪嫁丫鬟, 小姑娘是林家的家生子, 眼里有活心里能藏室, 嘴皮子也十分利索。 云娟跟随林如玉离开观景楼时, 给她使了个颜色, 雪渊心领神会。 直到看完少爷收拾楼赵海, 才返回来向少夫人禀告后来的情形。 少夫人走后, 楼公子便一直跟少爷套近乎。 她先说少爷跟老爷长得像, 少爷就夸她厉害, 两三岁时就能记事了, 夸得她愣了好半天。 后来楼公子又提起, 她曾在大前年南下拜访名山大川, 还曾去齐县拜访东竹先生, 见识过先生书房里的字画, 还说她至今都记得画上的提诗, 还说先生好字, 好诗。 结果少爷告诉她那幅诗画是先生的好友所赠, 画上还有印章, 落款。 雪渊描述得绘声晦涩, 把一屋子人都逗笑了。 林如玉问道, 二姑娘一直在。 是, 二姑娘一直坐在旁边低头说是棋子, 没抬头也没说话。 雪渊小声道, 楼公子向二姑娘问了二夫人的安后, 直到离开都没再跟二姑娘说话。 二少爷也一直坐在少爷身边, 听着楼公子与少爷, 你来我往闲聊, 没怎么开口。 怎么感觉, 沈焉又把楼赵海带去观景楼, 就是想让沈哥挤兑她呢? 林如玉压了压额脚, 毛子伸了几分。 方才辛苦大哥了, 大哥吃茶。 楼赵海和二姐都走后, 沈焉又嘴角情笑, 给沈哥递茶。 沈哥接了茶一口饮下, 静止问道, 我觉得楼赵海配不上二姐, 楼家也不是好归宿。 小弟带他过来, 就是想让他看看大哥的能耐, 好让楼家死心。 沈哥手里攥着茶杯, 满是趣味地看着沈焉又, 我的能耐。 沈焉又迎上大哥的目光, 认真道, 以大哥之能, 假以时日大哥必能立一人之下, 做万人之上。 见过大哥之后, 新阳无一人再敢小看咱们五安侯府。 沈哥挑眉, 有祖父, 二叔和咱姐在, 还有人敢不把五安侯府放在眼里。 沈焉又也像大哥一样, 舒适靠在椅子上, 仰望着楼外缓缓飘过的白云, 轻松道, 无人敢小瞧祖父和我父亲。 他们气得, 大姐是女儿身, 我体弱, 三弟年幼。 五安侯府道了, 咱们这一辈, 无人能撑起家门。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大姐才一直不同意一亲大哥, 你回来了, 咱们家所有危机迎刃而解, 大姐肩上的胆子也能轻一些了。 大哥定见过郑省出郑大哥了吧。 他的一颗心, 全戏在咱姐身上了。 说不定下个月, 她就要磨得大姐点头, 过来提亲了。 沈哥白了沈焉又一眼, 我在新阳待不了多久, 你赶紧趁这段日子休息天年功法, 我再让你大嫂给你配些药膳, 药丸用着, 大姐卸下的担子得由咱们哥俩挑起来。 素来沉稳的沈焉又急了, 起身问道, 大哥要去何处? 沈哥也望着窗外的白云, 平静道, 现在朝廷最大的忧患, 不就是万岁使唤不动朝中武将吗? 祖父年事已高, 二叔要回来坐镇兵部, 姐姐率领右后卫守住镇守新阳, 我妈, 想去青州待几年, 一是为朝廷守城, 二是宰杀倭寇, 报杀父之仇。 大哥, 别劝我, 这一套我去定了。 嗯。 沈焉又靠在椅子上, 抬左袖遮住自己的脸, 笑中含泪, 大哥一定要平安归来。 那是自然, 没有金刚钻, 我不会懒这个刺气活。 沈哥说完, 弟弟和一个妹妹回来了吗? 他们现在何处? 在诱侯卫大营, 过两日, 我把他们带回来任人们。 沈哥说起生子和小五, 一脸自豪。 待到傍晚, 甩开正省出的沈存玉回来后, 听说楼赵海来府里找事, 问林如玉道, 恶心着你了吧? 林如玉险些喷茶, 一本正经回道, 没有, 那样的眼神我见多了。 沈存玉笑着揉了揉她的小脸, 把明天后赏和晚上空出来, 我带你出趟门。 好, 林如玉毫不犹豫地点头。 沈存玉约了弟妹, 转头就去找二妹, 明日后半赏和晚上, 跟姐出趟门。 沈存玉看长子的神色, 心里有些打吐吐。 姐, 咱们要去了。 姐带你们去长阳巷开开眼。 沈存玉抛起颗樱桃, 仰头寒柱, 顺便收拾个人渣。 道男子询问柳之所收拾人, 还要带着自己一起去。 沈存玉一想, 便知长子说的是谁, 他的未婚夫楼赵海。 他乃是证人君子, 怎会去那那样的地方。 沈存玉吐出樱桃盒, 不敢去。 沈存玉抬眸, 敢。 第二日后赏, 沈存玉带着林如玉和沈存玉乘坐一辆没有家徽的普通马车出门, 慢悠悠赶往长阳巷。 长阳巷本名长阳巷, 因新阳城内最好的几家青楼祭馆都在此巷内, 没有人从楼下经过, 楼上之招展的姑娘们便探身挥袖招揽恩客, 堪称满街红袖招, 所以新阳城的百姓们提起长阳巷时便添了个字长阳巷是男人们的天堂, 也是罪令新阳城妇人们讳莫如深, 咬牙切齿的所在。 进了巷子, 听着车外阴歌软语的懒客, 搭讪声, 沈存玉恨不得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 林如玉则将车帘挑开一条缝, 左看看右看看, 眼睛都要不够用了。 沈存玉甚是自在地躺靠在马车内, 笑问, 弟妹, 此处精致比宣州如何。 宣州城的街柳巷, 林如玉还真好奇去看过, 这里巷子更宽, 路上人更多, 楼上的姑娘们更大胆。 外边的姑娘们为了揽客, 言谈笑语十分露骨, 也确实够大胆的。 沈存玉在军营中长大, 听惯了婚段子, 倒不觉得有什么, 车内的沈存娇脸都红了。 沈存玉, 这还不到时候呢, 天黑了更热闹。 咱先去用饭, 然后回到春风阁看热闹。 春风阁的魁储相逐, 今晚出阁。 出阁? 想到今晚过来的目的, 林如玉猜测, 储相逐与楼赵海之间, 怕是有些不能明年的关系。 他不好当着沈存娇的面直接问, 只为婉道, 姐, 咱们要去春风阁的女扮男装吧。 不用。 沈存玉笑得懒洋洋的, 我在春风阁里有相好的。 你们扮作我的丫鬟跟进去就成。 沈存娇经的抬眸, 嘴都合不上。 林如玉心里的小人, 眼睛闪亮亮地捧着瓜, 凑到沈存玉身边低声问, 姐, 沈存玉阴气的眉毛微调, 想见。 嗯, 林如玉立刻点头, 头上的点脆簪跟着乱颤。 沈存娇知道的事情比林如玉多一些, 小声问道, 姐姐说的可是前夜者台义郎 窦正祥窦大人家的二姑娘, 窦叔。 没想到二妹还记得她。 沈存玉点头, 向林如玉解释道, 窦叔是儿时的玩伴。 她九岁那年, 窦家卷入了朝廷大案, 窦叔被冲入剑籍, 是我从中斡旋才将她安置在了春风阁内。 林如玉心中万般滋味, 幸亏她还有姐姐这个好友, 也幸亏她当年只有九岁。 沈存玉低声道, 窦家十岁以上的族人, 不论男女都被杀了。 马车内的沉默与马车外的欢声笑语 形成鲜明的对比, 再次欢笑懒客的女子, 有多少是如窦叔一般因家人获罪被冲入剑籍的, 又有多少是如乌沙镇唱春楼的春娇那般 被亲人或拐子卖入巷的。 林如玉忽然觉得楼外的笑声如此的刺耳。 用过晚饭, 三人回到巷, 经由不算太热闹的后门进入春风阁。 樱爬下着二妹和弟妹, 沈存玉直接让马车进门, 直接停在了窦叔的院子外。 此处是春风阁里最为偏僻安静的所在, 但院内干净整洁, 窦叔的衣着也与寻常姑娘家无异, 看得出她在沈存玉的照服下, 日子过得并不艰难, 窦叔笑容爽朗, 态度大方帝与沈存玉和林如玉打了招呼, 便道, 时辰差不多了, 咱们直接过去吧, 这边请。 想到要去哪里, 沈存玉身体僵直, 脑中烦乱, 大姐在前面与窦叔说话, 她便下意识地抓住了大嫂的手。 大热的天, 沈存玉的手却是冰凉的。 林如玉便握紧了她, 带着她向前走去。 进入前厅二楼的雅间内, 林如玉推窗向外看, 发现厅内搭起了台, 台上翠竹红杖布置的极为用心, 颇有几分人间天上的意味。 沈存玉向下望了一眼, 便问窦叔, 楼赵海在哪? 林如玉感到, 沈存交握着自己的手颤了颤。 窦叔指了指左侧的厢房, 那屋, 他扮作迟茂林的小厮进来的。 说完, 窦叔又主动向林如玉解释, 迟茂林是肚脂布又成家的数字, 在家颇为受宠, 还未定清。 林如玉听明白了, 楼赵海今晚是打着迟茂林的名头抢葵, 想抢下葵需要多少银两。 窦叔解释这里边的弯弯道道, 嗯, 刻出多少聘礼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储相主点不点头。 除非今晚有比楼赵海身份更高, 出价更高的人拦路, 否则就是两万两, 上一个葵就是这个价。 两万两不算太多, 才大气粗的林如玉抚摸手上的玉镯, 思量着待会儿姐姐要怎么砸场子。 楼外想起喜乐, 林如玉立刻跑到窗边向下看。 两个教夫跟随在乐人身后, 绕着厅转了一圈, 才稳稳当当将叫台上台。 两个十二三的小丫鬟, 从教里浮出一个身着身着粉色一群的妙龄女子, 送入绿竹红沙杖之中, 坐在琴桌之后。 此女身段窑窕, 荣月冒在红沙杖的半遮半眼之下, 又添几分神秘, 极为勾人。 喜乐庭, 美人台号万, 凤求皇, 婉转而出, 林如玉虽不是善情者, 也听得出楚香竹坛的情意绵绵, 又不扭捏脚柔, 此景此音, 连他听了都不禁沉迷, 更别提今晚抱着与美人春宵一度的男子们了。 一曲谈罢, 美人虽乐而舞, 老保上台造势, 听内气氛热烈, 很快便到了出聘礼, 环节, 楼下一人喊出五百两, 随后众人便你争我多, 将价格向上涨, 到达五千两后, 二楼和三楼雅间开始喊价了, 一口气便将银子向上提了三千两, 达到八千, 一万, 一万五千两。 隔壁雅间的池帽林直接喊出两万两的高架后, 楼下骚动, 台上的楚香竹威夷擒手, 双目盈盈望向雅间的方向, 正要点头时, 沈存玉抬手, 站在他身后的侍卫高声喊道, 两万五千两。 哗, 楼下又是一阵骚动。 楼下劳宝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 二楼文竹雅座的公子出聘离两万五千两, 可还有哪位公子要天津的隔壁雅间内, 本以为胜券在握的楼赵海, 气得差点摔了杯子, 隔壁是什么人? 楼下的劳宝已经喊了第二遍, 若再喊一遍, 还无人加价, 今晚楚香竹就要被文竹雅座的人领走了, 池帽林心浮气躁地推了推楼赵海, 管他什么人, 楼二哥先加价再说。 楼赵海望着楼下的银银美人, 心痛抬手, 加一千两, 池帽林立刻大声喊道, 两万六千两, 沈存玉抬手身后的侍卫喊道, 三万两。 文竹雅座展示出了定要抱得美人归的架势, 台上的老宝激动得枝乱颤, 薄薄红纱杖内的楚香竹频频将目光投来, 只是不知他看的是修竹雅座楼赵海, 还是文竹雅座的神秘贵客。 喊了两遍后, 楼赵海还未加价, 贪心不足的老宝立刻命人掩跃, 楚香竹台秀, 曼妙的身姿随激烈的古典扭动, 看得人热血沸腾。 文竹雅座内, 斗书给沈存玉和林如玉解释目前的局势, 今日所得聘礼, 春风阁与楚香竹各得一半, 恩客出嫁越高, 楚香竹就得得越多。 今日的聘礼越多, 楚香竹日后的身家也就越高。 林如玉心疼银子, 小声问沈存玉, 姐, 他们会再喊价吧? 会。 沈存玉稳坐中军杖, 气定神闲, 楚香竹是楼赵海的红粉知己。 今日若被旁人拔得头愁, 楼赵海以后就不用再相混了。 关乎男人的面子和美人, 这肉楼赵海是割定了。 果然, 美人一举五霸, 劳宝上场哄场子喊了两句, 时茂林便喊出了三万一千两的高价。 虽然只加了一千两, 但也显出了楼赵海的决心。 沈存玉一抬手, 侍卫扬声喊道, 四万两。 四万两一出, 楼下不是骚动, 沈存玉也为沈存玉捏了一把汗。 四万两啊, 听着都肉疼。 楼赵海不止肉疼, 浑身都冒汗了。 在楼下心满意足的老宝, 喊了第二遍哪位公子月天今后, 他也一动不动。 迟茂林急的眼睛都红了, 跳起来指着楼赵海的鼻子骂道, 楼赵海, 你是不是个男人? 就在此刻, 楼下老宝喊出第三遍。 哪位公子, 四万一千两。 男人楼赵海猛地站起身, 声嘶力竭地再添一千两。 文竹雅座内的沈存玉落泪, 楼下的抗坑沸腾, 台上的楚香竹也激动得面红耳赤, 低声唤道, 灵仪, 够了。 他还要攀住楼赵海为自己赎身呢? 若今日被别的男人夺了洞房竹业, 楼赵海定不会再入春风阁了。 文竹雅座内, 窦书低声道, 楚香竹也是因罪入见及, 今日楼赵海拔得头筹, 日后定会为他赎身, 不管是养在府外还是带入府中, 此女这辈子是跟定楼赵海了。 沈存娇低头不语, 沈存玉挥退侍卫, 斗书也跟着退了出去, 凌如玉站起身, 却被沈存玉拉住了, 示意她无需回避。 楼外搁了阵天, 屋内寂静一片。 沈存玉问低头不语的二妹, 这个男人, 你还想不想嫁? 沈存娇慢慢地坚定地摇头, 从楼赵海喊出四万一千两那一刻, 她的心就伤透了。 沈存玉滴滴给她一杯热茶, 明日楼赵海的事就会宣扬得尽人皆知, 然后咱们就以楼赵海德行有亏为由, 向楼家提退亲之事。 嗯…… 沈存娇眼泪滴落在茶杯里, 鼻音神重地应了一声, 就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 带回到府中, 沈存娇已经缓过神, 低声向沈存玉道谢。 沈存玉拍了拍她的肩膀, 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天下好男儿多的是, 等二叔回来, 让她给你挑个比楼赵海好上百倍的, 比楼赵海强上百倍。 她十七岁被退亲, 哪还有好人家, 好儿郎愿意娶她。 心中酸楚的沈存娇含泪问林如玉, 大嫂, 当初大哥去林家提亲时, 家事比林家差了许多, 你怎会同意这门亲事? 忽然被点到的林如玉真心十一刀, 一是因为我曾与她共患难, 相信她的品行, 二是因为她长相英俊, 很合我的演员。 扑, 沈存娱笑倒在林如玉的肩膀上, 你倒是时尚。 沈存娇又问, 大嫂与大哥定亲, 旁人不会因此笑话你吗? 林如玉点头, 会啊, 但我的日子又不是过给他们看的, 只要我自己心里踏实就好。 那, 沈存娇咬咬唇, 心里的话不敢问出口。 沈存娱笑盈盈问道, 二妹不好意思问, 我替她问, 弟妹, 若那日沈哥臭小子变了心要纳切, 你会如何? 林如玉打得斩钉截铁, 揍她一顿, 然后修了她, 回宣州。 哈哈, 沈存娱抱起林如玉转了几圈, 好样的, 就这么干。 到时, 你若打不过她, 我帮着你揍。 沈存交望着笑得开怀的长子, 和一脸自信的大嫂, 久久无法回神。 院门外, 沈严又很不厚道地笑了, 大哥可要好自为之。 放心, 不会有那一日。 来接媳妇的沈哥, 靠着院门, 笑得比大姐还开心。 怎么办? 他觉得如玉这样好可爱, 想立刻抱回去亲亲。 沈严又应了一声, 与大哥商量, 小弟惭愧, 一个人打不过楼赵海, 大哥明日跟我走一走。 好, 沈哥明白二弟的打算, 爽快应下。 楼家担心祖父, 大姐和自己会因为二婶之前的种种作为 厌弃二房吗, 让楼家无法从这门亲事上捞到好处, 所以才会将亲事一拖再拖, 想看明白祖父和自己的态度后, 再决定取不取沈存交纳酒, 让他们好好看一看。 当晚, 喝得醉醺醺的池帽林 离开楚香竹的闺房, 被几个世家公子撞见, 一群人喝酒欢闹一整夜。 第二一早, 楼赵海身心舒畅地 从楚香竹院中出来被人撞见。 很快, 楼赵海用四万一千两 夺得春风隔魁楚香竹洞房竹业的消息, 很快传遍新阳城大街小巷。 近日被人热议的武安侯府 受到的关注度, 比楼家还高。 武安侯府不负众望, 先是沈哥与沈严又哥俩 堵住楼赵海, 将他揍了一顿, 然后武安侯派人退回楼家 送去武安侯府的聘礼, 楼家与武安侯府的亲事就此作罢。 见到沈哥肯为武安侯府二房出头, 楼家哪舍得退这门亲事, 楼夫人两次带着儿子来武安侯府赔罪, 却连侯府大门都不得入, 成了新阳城的大笑话。 楼赵海成为了新阳城的笑话, 果断退婚的沈存娇 也被人明里暗里指指点点。 但是很快, 这股风头就被压了下去。 大厦最尊贵的女人, 祝太后派宫女到武安侯府, 接林如玉和沈存娇 去太后宫中陪太后用膳, 说话还赏赐了两车珍宝。 须知太后这两年 已很少女眷进宫用膳了。 一时间, 林如玉和沈存娇 成了新阳城的香伯伯, 各府的请柬 败铁如雪片般飞来, 令两人应接不暇。 在宣州城内被母亲拉着 去各处应酬的林如玉, 已在母亲的引导下 发现了复宴闲聊, 吃瓜的乐趣。 每次都和沈存娇一样 打扮得漂漂亮亮, 在沈哥或沈艳佑的护送前往, 三言两语打消对她的各种打探, 然后坐在人群中 快快乐乐地听各府的八卦。 去各处复宴大的间隙, 她与卢玉春去新阳各处闲逛, 帮卢玉春挑选了一处不错的宅子, 并兴致勃勃地买了几家脂粉 和绸缎铺子赚些零钱。 林大夫凭借出色的剑术, 已在幼侯卫大营中站稳脚跟, 沈哥则跟在沈存玉身边快速成长。 沈小五和生子也迅速熟悉了新阳的环境, 安稳了下来。 将近腊月时, 武安侯府迎来两桩喜事。 一是沈艳佑的父亲沈文公大败匈奴, 即将班师回朝。 二是沈艳佑的身体在天年功法 和林如玉调配的药膳滋补之下, 终于有了肉眼可见的好转。 侯府上下喜气洋洋筹备过年, 林如玉也和卢玉春, 沈小五一起出门, 未远在宣州的家人们准备年货。 除了必备的年礼外, 凡是宣州城内没有, 他们又觉得好吃好玩好用的, 一概买买买送回去, 与家人分享快乐。 待将年礼装车后, 林如玉和卢玉春才开始心虚, 因为他们买得太多了, 足足装了八辆马车。 林如玉掰着手指头开始数, 三车送去清一巷, 两车送去大嫂家, 两车送去东竹先生家, 一车送去川街巷, 这么一鼠也不算多, 对吧我觉得不多。 沈小五坚决认为大嫂说的都对, 再说给川街巷哥哥兄弟们的那一车, 大半还是他挑的。 一听这数量, 卢玉春也踏实了, 是不算多。 军营旁边的贾家村里, 有家专门做酱肉的店铺, 他家酱肉与咱们那边很不一样, 二妹可还喜欢, 要不咱们再买些塞进车里。 这个, 可以有。 林如玉开心点头, 就是大嫂, 咱们在贾家村吃的那种酱肉吗? 好, 多买一些, 让林峰他们路过贾家村时, 一家买十几斤带回去。 此番送年礼回娘家, 林如玉让林峰跟随标局一起押送。 林峰在宣州林家时便听从林如玉的吩咐, 跑腿办事。 林如玉出嫁时, 林妇便让林峰夫妇作为陪房, 继续在林如玉身边伺候。 对于此事, 林峰的父亲, 林家的大管家祥叔是万分高兴的, 各种缘由不言而喻。 给爹娘, 东竹先生, 沈哥弟弟们的年礼准备好后, 完成一件大事的林如玉, 走路时头上的眉土蕊金簪都一颤一颤的, 看着便知他心情极好。 从军营赶回家的沈哥, 见了他这般高兴, 手养心也养, 他在军营中待了三日, 便想了如玉三秋, 想他想得厉害。 被他看红了脸的林如玉, 又羞又闹, 狠狠瞪了他一眼。 这么多人在呢, 他也不怕被看出来。 如玉乃至他这般样子, 看得沈哥心更痒了。 他快步走了过来, 先与大嫂卢玉春, 二妹沈存娇打了声招呼, 才如倦鸟归林般与娇妻道, 我回来了。 林如玉应了一声, 大姐呢? 沈哥回道, 大姐今晚不回。 我进山操练时, 列了一只鹿, 如玉, 二妹, 你们想烤着吃, 还是帅着吃? 林如玉与沈存娇对视, 要不, 沈存娇心领神会, 笑道, 连烤带涮。 涮锅这种吃法, 是林如玉发明的, 娘家和夫家的人都很喜欢。 林如玉笑着点头, 好, 二弟现在也能吃些鹿肉了, 但还是用军汤锅底比较好。 大嫂, 咱们把大福哥也叫过来吧。 沈哥回来了, 大福哥也该回来了吧。 沈哥开心笑出了声, 吃肉怎么能少了大哥? 我俩一块回来的, 他这会儿正跟二弟和三弟在前院说话呢。 军汤锅底, 如玉春也喜欢吃, 大福不挑食, 但更偏好肉食。 如玉春点头, 好, 今晚我们就卸在城里。 如玉春在新阳城里置办了宅院, 只是他和大福大半时间都卸在贾家村的二进小院里。 说吧, 三日未见丈夫的如玉春去穿门等着大福过来, 沈存娇也道, 我去让厨房准备着。 有劳二妹。 沈哥和林如玉一口同声道了生辛苦, 就连语气都一样说完, 三个人都笑了。 沈存娇穿过月亮门转向后厨石, 不经意转眸看了一眼, 然后便停住了。 大哥抬手给大嫂挣了正头上的簪子, 又给他拢了龙滚毛边披风的领子, 大嫂抬头笑。 两人分明离得不算近, 但他们眼中却只容得下彼此。 这, 才是真正夫妻该有的模样吗? 沈存娇心里涌起强烈的羡慕和渴望。 二妹走了, 院里只剩下他们俩后, 沈哥忍不住抬手抚摸妻子的脸, 声音低沉, 满含情意。 这三日, 你一定想我想得很了吧? 林如玉拉下他的手, 有个小兵差点跌下悬崖, 我拉住他时被树枝划了一下, 就破了点皮儿, 没事儿, 就破了点皮儿。 你至于缠成这样? 林如玉柳叶眉猝起, 鹿肉热, 吃了不利于伤口恢复, 今晚你的饭菜跟二弟一样。 别啊。 沈哥晃着胳膊撒娇, 好姐姐, 我真的只是小伤, 不妨爱吃肉, 我拆开给你看。 生子在月亮门外喊道, 侯爷回来听说你受伤了, 叫你去前院书房吗? 好。 沈哥应了一声, 又眼巴巴看着如玉, 林如玉被他看得没了脾气, 又没说一口不让你吃。 好媳妇。 沈哥低头, 飞快在他白能微凉的小脸上啄了一口, 外边冷, 你先回屋, 我回来再换衣裳。 阿T。 前院书房里, 罕见地放了两个通红的炭火盆, 沈哥一进屋便赶到一阵热气扑面来, 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虚发白的五安侯, 抬手摸孙子的额头, 受寒了。 祖父放心, 我好着呢。 额头不热, 五安侯又不放心地摸了摸他的脖子, 发现也不热吼, 才道, 把衣裳脱了, 我看看你身上的伤。 原来生炭火盆, 是要让他脱衣裳。 沈哥连忙伸出畅果着的手腕给祖父看, 就这里被树枝划了一道, 没有别的伤口。 用腿勾住山崖上斜剩的松树, 一手拉住一个掉下山崖的人, 怎么可能治手腕受伤? 五安侯虎起脸, 脱了外肠, 别跟如玉说, 他胆小。 五安侯仔细查看孙子亲子一片的肚子, 又抬手按了按他的骨头, 才安心了些, 腿上呢。 腿上更没事了, 您看, 沈哥原地蹦了两下。 好, 好, 祖父知道你没事, 别跳了真是年轻, 肚子磕成这样, 还能跳疼。 五安侯看着都心疼, 躺好, 我给你用药酒揉揉。 祖父, 这是小伤, 不用管, 几天就好了。 沈哥说完, 见祖父已经挽起衣袖, 抄起了药酒, 便听话地躺在小榻上, 让祖父给自己擦药酒。 五安侯给孙子擦着药酒, 眼睛就红了, 因为他瞧见年纪轻轻的孙子身上, 有好几道伤疤, 特别是胸前两寸多长的伤疤, 看得他直后怕, 胸前这道伤疤是怎么得来的。 第一次猎野猪时, 被野猪的獠蝎挑了一下。 沈哥答得十分骄傲, 虽然是半大的野猪, 但也有百事来精呢。 我打死野猪养好伤后, 就离开狼群下山, 跟着沈小岁结伴去乌沙镇闯荡。 五岁, 五安侯心如刀脚, 声音哽咽, 是祖父无能, 没能尽快把你找回来, 让你小小年纪就吃了这么多苦。 沈哥以前真不觉得自己过得有多苦, 但被祖父这么心疼着, 他也想哭。 不过他若一哭, 祖父更受不住了。 沈哥笑道炫耀道, 祖父, 孙儿在家时有您护着, 到了山林里, 有群狼护着, 在乌沙镇时有恩师护着, 真没吃什么苦。 这道伤疤是孙儿的辉煌战绩, 您打了几十年的仗, 身上最长的伤疤, 有孙儿这条长吗? 戎马医生的五安侯爷, 含笑带泪, 还真有。 沈哥好奇问道, 祖父那道伤疤在哪? 怎么伤的? 让孙儿看看呗。 巧了, 也是在胸口, 给我治伤的军医没有如鱼丫头手艺好, 伤疤看着有点吓人。 那时候, 祖父十七岁, 被敌一刀看断枪杆, 给孙子揉完药酒的五安侯擦擦手, 拉开自己的衣巾, 瘦了一刀后, 我栽下马, 摔在敌将马下。 那会儿根本绝不到疼, 我抽配剑砍断马腿, 敌将握马后, 我就这么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 给我支上沈哥听得热血沸腾, 那个敌将叫啥? 奇武喊邪, 突厥战将。 奇武士族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 其男儿好战凶蛮, 如果不是奇武喊邪轻敌, 祖父根本杀不了他。 五安侯向孙子讲解道, 这次新兵大举犯我大下北厅边境的武将, 也是奇武士族人。 你二叔快要带回来的两个战俘, 也都是奇武一族的将领。 这个我听二弟说过, 奇武士族人众多, 是现在突厥人中最好战的。 沈哥又指着祖父胳膊上的一个圆形伤疤, 问道, 这是剑伤吗? 是, 小伤, 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落下的。 五安侯看着胳膊上的剑疤, 神情有些恍惚, 你父亲的致命伤也是在胸口, 是导钩剑, 我听姐姐说了。 父亲是为了保护被窝口抓去做肉盾的上百百姓战死的, 沈哥穿好衣裳, 一脸肃杀, 杀父之仇, 孙儿必报。 好好, 五安侯看着与长子如出一辙的长孙, 忍不住剃泪横流,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祖父每说到伤心处, 必会落泪。 晚上吃肉肉火锅时, 祖父兴起喝了几碗酒, 又回一往昔, 泪眼滂沱。 五安侯一哭, 林大福也想起了病死的亲爹, 刷刷掉眼泪。 沈彦阳见祖父和大福哥都哭了, 也跟着一边啃肉一边哭, 一边哭一边说想爹, 要娘。 沈哥和沈彦佑哥俩哄了这个哄那个, 肉都没顾上吃多少。 终于把祖父送回房歇息后, 小哥俩心有戚戚的对视, 皆是一脸苦笑。 沈哥顿了顿, 问道, 二叔哭起来, 比祖父如何? 沈彦又笑得很势不厚道, 有过之, 而无不及。 沈哥也笑了, 我提前准备几块帕子。 那月底, 怀里揣着好几块帕子的沈哥带着妻子, 弟弟妹妹们去迎二叔回府, 带见了面, 帕子一块也没用上, 因为二叔是抱着他哭。 初征归来的沈家二爷沈文公抱着与长兄酷似的侄儿, 哇哇大哭。 侄儿丢了多少年, 他就愧疚了多少年, 本以为这辈子他就算死了也会愧对大哥大嫂, 没想到, 侄女真把侄儿找回来了, 这怎不能不令沈二爷喜极而泣。 十几年淤积在心底的眼泪, 全都撒在了侄子衣裳上。 沈彦又和沈存娇一个拿帕子, 一个端茶, 在旁边劝着。 小胖子沈彦阳终于忍不住了, 抱着他爹的腿, 哇哇大哭, 爹, 要娘, 孩儿要娘。 儿子这一毫, 把沈二爷从极度的欢喜里拉了回来, 不哭了。 让妻子敬养, 虽是长子的主意, 但也是写信征询了沈二爷的意见, 沈二爷对于妻子的所作所为亦是十分失望, 但两人终究夫妻十余仔, 又有三个孩子, 所以沈二爷给长子回信, 让他将妻子其母注视, 送去妻子楼养病, 断绝他与外边的联系, 以免他再被人利用, 做出不利于家人的事。 次子年少不更事, 痛哭时呼母也是人之常情。 沈二爷爱怜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哑声道, 为父去换身衣裳, 然后带杨儿去见你娘。 被二姐擦干净脸的沈彦阳先转头看二哥, 见二哥向他微微点头, 才向父亲扬起灿烂的笑脸。 好, 林如玉见了这一幕, 暗暗点头, 十五岁的沈彦佑身体虽弱, 却十分能感。 在祖父, 长子, 父亲都不在家, 母亲还时不时找点事的情况下, 他不仅能以病弱的身躯, 把武安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能把幼帝交好, 若他能调养好身体, 日后定也不可限量。 沈家有沈存玉, 沈哥和沈彦佑三兄妹在, 至少还能再辉煌五十年。 林如玉弯起唇角, 开心笑了。 二叔从北庭给你们带了几箱东西回来, 哥儿, 如玉, 你们带着弟弟妹妹们打开瞧瞧可喜欢。 沈二爷再次拍了拍侄子的肩膀, 欢喜的目光转向林如玉。 二叔从北庭带了几箱那边特有的药材回来, 还带回两位善药里的北庭和突厥狼中, 如玉在府里找出地方将他们安置下, 日后, 他们就替你拆遣了。 林如玉眼睛都亮了, 多谢二叔。 林如玉不仅是他的侄媳妇, 还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 为他儿子调理身体的救星。 沈二爷对他满怀感激, 二叔没能赶上你们成亲的大喜日子, 特意从北庭选了些女儿们都稀罕的衣物, 首饰。 说吧, 二叔挑的, 我们都喜欢。 林如玉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沈二爷的慈爱, 笑得甜甜的。 多谢爹爹。 父亲回来了, 沈存娇的笑容也明朗了许多。 沈二爷已经知晓女儿退亲的事, 他早就觉得楼家那臭小子配不上女儿, 退得正好。 娇娇瘦了, 趁着过年这一段多吃些好的, 等明年开春, 为父带你们出城玩。 心疼完女儿, 沈二爷又看向气色见好的儿子, 笑道, 为父带了几坛凉粥细瓢酒回来, 等你祖父和长子晚上到家, 咱们也几个一块喝几杯。 好。 沈业又温和硬了, 他也想跟家人一起品一品凉粥美酒。 晚上, 武安侯和沈存玉先后归附, 一家八口在暖厅内吃酒花加长。 不出意外的, 喝多了的武安侯和沈文公爷回忆往昔, 时哭时笑, 劝着两位长辈的人只剩了沈业佑。 被清洁灌醉的沈哥迷迷糊糊, 吵吵嚷嚷地要把如玉从姐姐这个恶魔手里抢回来, 沈存玉和弟妹扶着祖父把他送回去。 沈业又和沈存娇把父亲扶了回去。 沈哥? 没人管他, 因为这次喝醉了酒后眼里就只有如玉。 如玉走到哪? 他跟到哪? 带如玉把祖父送回正然堂, 便领着他回了乡明院。 第二天蒙蒙亮时, 小夫妻俩同时醒了。 林如玉逗他, 昨晚你喝醉了酒都跟我说了什么, 还记不记得? 酒醒了的沈哥依旧嘴硬, 我没喝醉。 林如玉笑着, 在他胸前蹭了蹭小脸。 那你说你, 昨晚都做了什么一大早? 血气方当的沈哥被娇气蹭得火起, 搂紧了他, 堪劳你, 不让你被人抢了去。 林如玉感受到他身体的变化, 羞涩地躲了躲, 嘟囔道, 咱俩都成亲了, 谁还能抢我走? 在宣州时就有好多, 新娘更多。 沈哥一边说, 一边用唇贴着他含笑的眼眸。 如玉越来越漂亮, 比所有人都漂亮。 沈哥恨不得把每个直勾勾盯着他看的人眼珠子都挖出来。 傻子。 林如玉抬闭环住他的脖子, 贴上了他的脸, 声音软弱轻密, 咱俩已经成亲了, 没有人能从你身边把我抢走, 更没人能从我身边把你抢走。 娇娇, 沈哥勤动, 翻身。 带云霄雨些, 收拾干净的小夫妻俩也不急着起来, 亲密贴在一起说私房话。 沈哥低声道, 二叔带着艳阳从妻子楼出来时带着火气, 楼里还传出住室的哭声。 王侯和沈艳佑很少在沈哥夫妇二人面前提起住室, 小夫妻俩也从未主动提过去探病。 在爱憎分明的沈哥眼里, 住室只是个外人罢了。 今日他忽然提起住室, 林如玉便知他有事要说, 便低头轻了轻他的手臂, 静静听着。 沈哥也低头啄了啄如玉的肩膀, 继续道, 二叔和艳佑, 二妹对咱们都不差, 不管住室怎么折腾, 这个家也散不了。 家中有祖父坐镇, 二叔在朝堂做事, 姐姐带兵驻守新娘, 艳佑的身体也渐渐好了。 我琢磨这三五年内, 家里应会一切顺当, 用不着我处理。 所以, 我想请令去镇守青州, 待明年开春窝寇来饭时, 保卫青州百姓, 为父亲报仇, 你说成吗? 沈哥这几个月, 没少看海战。 海市的书籍, 林如玉早就料到他会去青州, 我跟你一块去。 不行。 沈哥收紧手臂, 胸膛紧紧贴着他的背, 那边太危险, 也太辛苦。 你若不想留在新娘, 我就送你回宣州, 带我把青州的军务里顺了。 你若还想去, 我再回来接你。 林如玉毫不退让, 你有你必须做的事, 我也有我必须做的事。 打仗就会有人受伤, 生病, 我学医药, 不是为了玩, 是为了治伤病救人。 你说青州危险, 在我的毒树毒药面前, 所有危险都要靠边站, 青州辛苦。 有你在, 你会让我吃不饱穿不满吗? 不会, 沈哥答得十分坚定, 我就知道劝不住你, 知道劝不住还劝。 林如玉得意哼一声, 咱们何时走, 过了正月十五。 好, 林如玉握紧拳头, 不打的窝寇想到青州就干颤腿软, 咱们绝不回来, 就这么办。 沈哥又贴近了些, 楼井娇气心满意足的叹息一声, 以后你去拿我去啊, 我去拿你去啊, 谁也别想把咱们分开。